大人,求求您放过我吧,我早就嫁过人生过孩子,你看他,他还是清白身的,他还没跟过男人,大人,他比我好。 那男人闻言望向云素音时,眼底露出垂涎之色,不怪我呀,我只是想要活下来,我只是想要活命啊。 就在一个小时之前,他还救过这些人,云素音不是这里的人,他原是零九军区特殊兵种医官,一手一束,活死人,肉白骨,却不想,一次行动被人出卖后,随同军舰沉入海底。 他原本以为自己死了,却不想睁眼时却发现,自己居然来到了不知名的朝代,还成了一个本该是千金小姐,却被偷梁换柱,塞进流放饭中的小可怜。 大人,我怕。 怕什么? 我,我是第一次,大人若真要我,能不能避避旁人? 我愿意伺候大人,只求大人庇护,只,只别在这里,我,我怕。 哈哈,行,我带你去里头偿快。 小美人,只要你好好伺候大爷,大爷保证接下来这一路,让你安安稳稳。 谢谢大人。 以前都说云家小姐高贵,没想到比窑子里的井儿还浪,这感觉简直太刺。 猴头被死死咬住之时,气管,破裂窒息,内人身形一僵,直挺挺地砸在了地上。 哎,我说老五,你可别把人给弄死了啊,这世间小姐的滋味我们还没尝过呢。 就是,你可优着点,等你玩够了,我们也好试试这大家小姐的滋味。 所以,他们都知道他的身份,也跟人勾结故意将他带来这里。 哼,这些人,都该死。 云素音嘴里滴滴发出些细碎的声音,像是被人弄哭了一样。 低声与人求饶,可转瞬之后,张嘴时却是发出那个瘦高个儿一模一样的声音。 他曾经学过口气,却没想到会用到这个地方,谁也没注意到突然靠近的人影。 大人,爽吗?黄泉鬼路,才更舒爽。 啊,大人,你,你杀了他们。 云素音只觉得,心口跳动极快,眼前泛黑,身体里一阵一阵地朝外涌着晕眩朝热之感,让人几乎站立不住。 云素音丝毫不敢将这么虚弱的自己留在这些人之中。 哪怕是他救过他们,也是他杀了这三人,可是之前他同样救过他们。 那些人却能毫不眨眼地将他推出来,他根本不信这些人。 你不能走,你杀了柴野,你杀了他们,被发现了,我们会死的,你不能走。 你不松手,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 云素音顾不得多想,转身就朝着旁边跑去,唇边有血不断浸出, 脑中的晕眩一阵阵涌来。 那朝热逐渐冰冷,像是要将他冻成冰似的,让他每挪一步都越艰难。 还不等适应那寒冷,那股冷意就又化作更凶猛的热流,像是有火在他体内燃烧一样。 冲得他五脏六腑都好像要炸裂开来。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他脚下突然踩空,整个人惊叫了一声,就直接朝着下面掉了下去,马车车顶被直接砸穿。 兔子? 王爷,王爷,你没事吧? 兔子? 云素音的确是慌了,他以为自己穿越就已经够神奇了,却万万没想到,他一失足,居然变成了兔子。 这,这都是什么事啊? 宰了,好嘞,你的兔子可真够蠢的,这都说守住带兔,咱这还没蹲手呢,你就撞上来了。 哎,还挺肥的,嗯,小时小了点,不过扒了皮,还能炖个汤。 云素音忍不住炸毛,他脑子里瞬间出现了红烧兔头,爆炒兔肉,上汤兔腿,还有胖皮兔火锅。 而每一只兔子临死前,都顶着一张他自己的脸,他浑身一抖,满心惊恐,扑腾着想要挣脱,却被那傻大个儿抓得死死的,他只能狠狠朝着万军脸上踹了一脚。 转身时,朝着他手上就是一口,咬完之后,趁他松手,啪唧一声,落在马车车缘上,云素音抬脚想跑,却忘记兔子前腿太短。 突然朝前跃出时,不仅没有跑掉不说,反倒是身子一歪,整个兔子如同雪球一样,咕噜噜地就朝着马车里面滚了进去,一脑袋撞在了里面那人的腿上。 这么丑的兔子,还想碰瓷? 你才丑,你全家都丑。 你在骂本王? 云素音只觉得身上一冷,忍一时,海阔天空,退一步,苟且保命,兔兔活着,才最重要。 你能听懂本王的话? 许久之后,就在云素音以为自己死定了时,却突然腾空一飞,落进了之前的怀里。 君九渊伸手,顺着他头顶摸到了尾巴尖,又捏了捏他耳朵。 云素音只觉得,像是被电流击中,整个人浑身泛软。 尾椎骨上都涌出一股战力来,软啪啪地垂着耳朵,瑟瑟发抖。 好,好刺激啊。 他万万没想到,变成兔子之后,耳朵居然会这么敏感。 王爷,这兔子不宰了? 云素音生怕这阴晴不定的神经病,真把他当兔子宰了,连忙垂头,轻舔了下他的手指,又格外乖巧的,又还晕乎乎的脑袋,蹭了蹭他手心。 哼,怕死。 云素音连忙再舔了舔他,满是羞耻地发出软绵绵的叫声。 不过载了,王爷,这马车也坏了,雪地路难行,您身子怕是受不住啊。 前面不远就是建江府,旁边有个水运码头,不如咱们去建江府后改走水路回京,这样既节省了时间,也能早些回去,也免得大雪封山之后被拦在半路。 你安排,推本王进去。 原来这个捡着他的男人不仅是个王爷,疑似毁容,而且还不能走路。 规矩些,不然扒了你的皮。 他偷偷竖着耳朵,听着万军与那男人说话,片刻后,对照着他们的言语,又从属于原主的那些记忆里,找到了抱着他的这男人的身份。 当朝皇帝的亲弟弟,权倾朝野,阴狠暴力的摄政王,君久冤,他怎么就这么倒霉,变成了兔子不说,还栽在了这个神经病的手里。 王爷,这兔子怎么还会叹气啊,说不定长惊了呢。 哎呀,藏了个天哪,好可爱啊,他从来没见过这么萌兔奶的毛团子。 万军瞬间没了兔肉汤锅的心思,凑过去就想摸摸兔子耳朵。 云素音只觉得一道冷冽目光落在自己身上,抬头就撞上了君久冤那幽黑的眼眸。 脸上隐隐带着嫌弃,就仿佛自己被人摸了,就脏了,他连忙拾去的朝着旁边一滚,然后蹦得着跳到了君久冤脚边轻蹭,生怕着狗男人翻脸。 君久冤见着脚边卖力讨好的兔子,那身寒意才退去了些。 算这小东西识相,万军满是遗憾,这兔子小小一团毛茸茸的,看上去就很好摸,怎么就跑了呢? 京中这几日如何?啊,还是老样子,朝中闹腾着立太子的事,那几个皇子也争得厉害。 王爷离京后不久,陛下就带着人出门冬裂,二皇子出去狩猎的时候遇见了雪露,回朝之后, 亲天间的人就说是祥瑞吉兆,说二皇子是福瑞,大皇子让人在暗中打造火器, 还没成行之前就被四皇子的人给搅和了,而四皇子之前弄的那些生意也没少被大皇子和二皇子打压, 几个人撕扯的比王爷没离京前还要厉害。 对了王爷,您还记得四皇子之前求娶慕恩侯府家小姐的事吗? 君久冤恩了什么? 那婚约本已定了下来,可是前几日却换人了, 听说原本与四皇子定亲的那位云二小姐突然病重, 太医整过说极为严重,怕是好不了了。 慕恩侯府不敢罔顾圣恩,就将婚约换成了云中长女云淑月, 而四皇子那头也答应下来。 这婚约还能说换就换,慕恩侯府就不是什么讲规矩的, 而且当初陛下赐婚的时候,只说是与云家嫡女, 那云二小姐病重,无法维系婚约, 四皇子又舍不得慕恩侯府的助力,可不就得换个人了吗? 不过属下觉得四皇子那边松口得太快啊, 这云二小姐病得有些蹊跷。 慕恩侯府的情况有些复杂, 如今的慕恩侯夫人并非原配,而是妓妻, 和四皇子换了婚约的大小姐云淑月, 也并非慕恩侯亲女, 是跟着如今的慕恩侯夫人一起带入府中的妓女。 不过是些后宅阴司, 那云家老二十之八九被人害了, 等过上几日白帆一挂, 死与没死怎么死的, 也就凭他们一张罪。 云肃音听着君久渊的话, 兔子眼中泛着冷冽。 云肃音是慕恩侯原配夫人林氏所生, 而林氏所出之林家是清贵世家, 外公更是当朝大儒, 门生遍及天下, 更在朝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林氏出身名门, 是林家最小的女儿, 后来清新于当时还只是六品天降的云黎安, 不顾家中反对下嫁云家。 云黎安在娶妻之后就平步清云, 官运家深不说, 更是屡屡得到机遇, 就好像有人暗中帮扶一样, 短短数年时间就一路清云直上, 荣居二品五职之嫌, 后更因一次意外救嫁, 被封了不恩侯。 林家之人不喜云黎安, 林氏当年出嫁时不顾家中反对, 与林家激进决裂, 而嫁入穆恩侯府之后, 跟林家也几乎断了往来, 林氏在世时, 云素英的日子还算是好过, 只可惜, 十一年前, 林氏再次怀孕, 生产之时却遭遇血崩, 勉强生下幼子之后, 就撒手人寰了。 林氏难产死后, 云黎安守了三年, 活了外界, 情深美名, 三年之后, 他才以儿女上幼需要照顾为名, 勉强将如今的王氏带回了府中。 王氏出身不高, 却长相极美, 入府不久, 就替云黎安生了个儿子, 几乎成了云黎安的新头宝。 云黎安宠爱幼子, 也为此更加亲近王氏, 连带着被王氏带入府中的那个妓女, 也当成亲生女儿一般疼爱, 不仅让他改了姓氏上了族谱, 就连他在府中的地位, 也和云素音一样。 王氏和云淑月表面上对云素音极好, 可暗中却动了不少手脚, 不仅让云黎安对他厌恶, 就连他的亲生弟弟, 也只亲近那母女二人, 对云素音极为恶劣。 待着你这么久了, 还不知道是公的还是母的, 要是公的, 得送去烟了。 神经病啊, 他瞬间疯狂地挣扎起来, 君九渊冷不防被踹了一脚, 手一松, 那兔子就溜到了被子里。 哼, 你就吃只兔子, 还知道害羞? 谁说的, 兔子就不能害羞了? 君九渊见那兔子呆头呆脑的, 心情不由, 愈发好了些, 他从榻上撑着起身了一些, 就见到袖口沾了墨迹, 有些嫌恶地皱了皱眉后, 便仰手, 解开了身上的袍子, 云素音满脸惊呆, 眼前的男人完全不像是残废之人, 他上身十分精壮, 胸膛前腹着薄薄的一层肌肉, 腰腹间的线条流畅而又有理, 漂亮得让人一不开眼。 云素音刚没出息地咽了咽口水, 脑袋就被扔过来的黑袍蒙上, 等得好不容易从那袍子下钻出来时, 君九渊已经换上了白色云纹寝衣, 披散着一头黑发, 换人送水进来。 云素音有些遗憾地收回眼后, 撇了撇嘴, 这狗男人不仅性情古怪, 还有洁癖, 这大冷的天居然还要洗澡, 不过一会儿就有两人抬着热水进来, 小心地将浴桶放在了屏风之后, 其中一人才走到踏前恭敬地说道, 王爷, 奴才扶您过去。 嗯。 云素音只感觉到一股杀意来袭, 下意识地就朝着那边蹦了过去, 一脑袋就撞在那人头上, 君九渊抓着云素音朝后一退, 手中从枕下抽出长剑直接横扫了过去。 君九渊双腿无法动弹, 整个人砰的羊躺着, 砸在软榻之上, 而云素音被他抱着时猛地一脱手, 直接被摔了个晕头转向, 砸在了君九渊的脸上。 嘴上传来一阵冰凉, 红彤彤的兔子眼和凤眸对了个正招,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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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亲了这狗男人。 两人大眼瞪小眼时, 就有利风从脑后扑来。 乖乖待着。 他直接抓着兔子, 一把塞进了被子里后, 伸手落在榻上, 撑着上身弹起。 身形微矮, 避过对面寒光后, 手中利剑枪的一声, 挡住了来袭之人。 找死? 就见得那人直接倒飞了出去。 王爷。 属下大义, 竟然人混进了官船, 险险上进王爷, 还请王爷责罚。 谁派你来的? 呸, 贱人宁贼, 人人得而助治, 想知道谁派我来的, 你做梦。 想死, 没那么容易。 你要是不老实交代, 我有的是办法叫你开口。 你, 你别想了, 要我找, 要我找你杀了我。 行了, 他既忠心耿耿视死如归, 那就成全了他。 把人拖下去, 挂在船尾, 开头骨灌铁银, 一片一片地刮了肉喂鱼。 那人猛地瞪大了眼, 惊恐地想要说话, 就被万军一把堵住了嘴。 敢来行刺我家王爷, 我定将你好好感受 什么叫生不如死。 外间有人快速进来, 拖着那刺客就朝外走去, 不过片刻之后, 传仓之外, 就传来了一声声 惨力至极的惨叫。 回京之后自己去领三十板子, 再有下次回毒蛊去吧。 谢王爷。 谁也没有注意到, 原本躲在角落里的兔子, 不见了踪影, 云素音裹着军酒渊的黑袍, 蹲在船舱后窗外面, 他到现在也还没弄明白, 他怎么就突然又变成了人? 兔子呢? 船舱里突然传出一道阴沉的声音, 云素音猛地一激励, 兔子不过是能逗乐的玩意儿, 可是一个突如其来的陌生人, 还是在行刺这种紧要关头, 突然出现在船上的, 他要是被人抓住, 保准没命, 这个男人的狠辣不是说说而已。 云素音失回目光, 紧了进身上的袍子, 就发现, 上面沾了好些血, 他随手擦了一把, 那血迹不小心沾染到了手指之上, 他就准备跳船, 可谁知, 就在这时, 体内却是突然涌出一股热意来, 那熟悉的眩晕感猛地来袭, 让他的身子一软跌回了船板上。 谁在那边? 云素音顾不得多想, 撑着身子就想逃离, 可谁知道, 刚走了两步, 直接栽在了地上, 身上的黑袍掉落下来, 盖在了他的脑袋上。 我去, 怎么又变了? 黑袍被人掀了起来。 万大人, 兔子在这里。 万斤听到声音, 急往跑了过来。 哎呦, 我说小祖宗,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他看着地上的黑袍, 有些想多了。 难不成刚才有人趁乱, 想要对王爷不利, 想要偷王爷的衣物, 才意外地把兔子一并带出来的? 这船上可能还有刺客通当, 给我仔仔细细地搜, 任何角落都不准放过。 是, 大人。 连你也要撇下奔王逃走? 云素音只觉得脖子声凉, 仿佛已经听到骨头碎裂的声音。 他连忙乖巧至极地靠在君九渊的身上, 垂头轻舔着他的手指, 双眼湿漉漉地努力讨好。 再乱跑就扒皮, 晒干了筐起来, 挂在王府里当画。 这变态。 等见着君九渊和万军说起了刺客之时, 而他也被下面的人抱去洗澡之后, 他才有种劫后余声的后怕。 云素音趴在垫子上, 仔细回想着两次变身时的异常。 刚才, 一切都太过突然, 他突然变回了人参, 又再次变成了兔子。 那变回人参的事情, 猜测着或许和君九渊亲吻有关, 可他到底是怎么又变回兔子的呢? 许久之后, 他再神色一顿。 等等, 这两次变身兔子唯一相似的地方, 好像就是, 他变成兔子和碰到了血迹有关。 云素音迫不及待地想要试试看, 如果他能够掌握了人参和兔子之间的规律, 那等回到京城之后, 他便也能顺利地从君九渊身边脱身, 旁边的婢女将水温弄好, 转身就瞧见那幼兔竖着耳朵一脸的高兴。 你这小家伙, 能洗澡这么高兴吗? 云素音蹭了蹭的婢女的手, 让他忍不住娇笑出声, 而他努力卖萌趁机靠近之后, 心冷的婢女一口, 嘴唇碰上了, 身上却丝毫没有半点变化, 还真得要那狗男人。 看着本王做什么? 美色祸人哪。 刚才为什么救本王? 你怎么看出来他是来行刺本王的? 嗯?你真的是兔子? 云素音被美色冲散的神智瞬间回笼, 他连忙歪着脑袋看着君九渊, 一副你说什么我听不懂的样子。 你是兔子也好, 不是兔子也罢。 本王捡了你, 你就只能跟着本王。 你这么丑, 也只有本王不嫌弃。 以后乖乖待在本王身边, 本王疼你。 别得寸进尺, 给予本王的美色。 云素音看着离得远远的薄唇, 有些不甘地扑腾了几下, 就直接被按回了膝上。 真蠢。 万君明显感觉到, 自家主子这几日的心情好了许多。 这两人是南楼的刺客, 擅自接了单子, 收了一笔银子前来刺杀王爷。 之前的建江府时, 我们的人去巡船走路消息, 他们就冒充了官府船行的人混到船上。 南楼那边知道此事之后, 送来十万两银子, 并将之前与这两人联络之人, 骑过来交给了王爷, 以作赔罪。 云素音敢打赌, 那两人恐怕只是替死鬼, 那南楼分明是眼见行动失败, 将人推了出来。 两百万两, 还有主事之人的脑袋, 三天之内让他们送到摄政王府, 否则铲平南楼。 云素音蹲在军酒院的怀里, 恨不得伸着爪爪鼓掌。 那联络之人杀了, 想要本王命的不外乎就是那么几个, 而能埋起南楼出手的人更少, 他们向来都只敢藏在暗处不敢冒头, 能被抓到的不是假的, 就是已经没用的弃子, 留着也没什么用了, 把他和之前的杀手的尸体扔到正阳宫里, 当作本王给陛下的结礼。 王爷, 您是说这次是陛下动的手。 是与不适又能如何? 反正这一路上行刺的人不计其数, 总有那么一次两次是皇帝在背后捣鬼。 云素音跟着军酒院几日, 体会了他的腹黑之后, 不由翻了个白眼。 这人果然心是黑的, 大过年的收到这种礼物, 不被气得吐血才怪。 耳朵被人弹了一下, 云素音疼得抖了抖身子, 怒视军酒院。 别翻白眼。 云素音将脑袋埋在爪爪里面, 忍不住吐槽。 他之前明明对着镜子做过各种表情, 这张兔子脸上, 除了呆萌, 还是呆萌。 那红宝石一样的眼睛里面, 就看不出来别的颜色, 可不知道为什么。 这男人却每次都能抓到他做的小动作, 君酒院见血团子郁气地, 将脑袋埋在毛茸茸的爪子里, 将屁股对准他。 他有些坏心眼的, 拍了拍他圆溜溜的屁股, 指尖抓着他尾巴捏了捏, 就见血团子耳朵跟炸了毛似的猛地竖了起来, 抬头不敢置信地瞪着他。 流氓。 哪怕兔子不会说话, 他也分明在那红宝石一样的眼睛里, 看到了明晃晃的大字, 一把抓着想要逃跑的兔子将他拽了回来, 大手落在他脑袋上, 将他揉得毛发乱成一团, 这才抬头对着万军说。 让船走快些, 赶在年节前入京。 行船靠近京城时, 云素英简直讨厌极了这个男人, 他觉得自己简直被当成了毛绒玩具, 浑身上下都被捏了个遍, 就连誓死保护的清白, 最终也被那男人瞧了个清清楚楚, 知道了他是只母兔子。 云素英忍无可忍, 只想尽快变成人离开他, 可谁知道他卖萌, 撒娇, 耍赖, 势了亲手, 亲脖子, 亲脸, 甚至还有一次亲到了腹肌, 可兔子依旧还是兔子, 丝毫没有变人的迹象, 唯一还没有亲到的就只有嘴, 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人呢? 军九渊坐在轮椅之上, 扭头瞧见那血团子丧气地趴在床上, 刚才在路上, 这小家伙想要亲他, 被他拉下来后, 就一直这般模样, 军九渊挠了挠他的下巴, 就这么想亲近本王? 他就是想要变人而已, 谁想亲这王八蛋呢? 被挠得浑身发痒, 他生气地咬了下男人的手指, 军九渊却没动气, 只伸手将他拎了起来, 好好在这里待着, 别乱跑, 不然被人抓住了, 可会扒了兔子皮。 云素音翻了个白眼, 军九渊见他白眼, 笑得眼眸温柔, 他突然将他抱近了些, 凑近亲了亲他。 关一些, 小刺兔, 等本王回来后, 再给你亲。 云素音被放下来时, 还满脸蒙, 等着军九渊谈了谈他脑袋, 推着轮椅离开之后, 他就感觉到那股凉嗖嗖的感觉, 再次出现。 云素音吓了一跳, 连忙缩回了被子里, 片刻之后, 便身形一重, 床上原本空无一物的地方, 突然多出个人来, 他没想到, 他之前费尽心思都没亲到军九渊, 如今, 却这么容易得了手, 云素音连忙从被子里钻了出来, 在原地蹦了蹦, 可就在这时, 却听到门外有人推门的声音。 云素音吓了一跳, 连忙闪身躲在了必杀厨后。 王爷不是说有兔子在吗? 刚才军九渊离开时就吩咐了他过来照顾血兔, 可是他进来找了一圈, 却根本没看到兔子的影子。 三宝又找了一遍, 依旧不见兔子时, 脸色瞬间变了, 王爷可难得这么在意什么东西。 三宝心中着急, 转身就想出去寻人来找, 一道寒风突然冲了过来, 他后颈一疼, 整个人就眼前一黑栽在了地上。 军九渊打发了下面的人后, 则是让万军推着他去承明堂, 等到屋前遇到指手之人时问道, 三宝还没出来, 王爷, 三宝公公早就出府去了, 说是替王爷买东西, 他不在府内, 什么时候? 半个时辰前。 那侍卫见军九渊脸色沉怒, 隐约察觉到不对。 王爷, 进去。 等万军推着他入内之后, 就见到躺在地上, 指着了礼仪昏迷不醒的三宝, 屋中所有东西都如从前, 贵重之物一样没少, 整个屋中唯独不见那只粘人至极的血团子。 三宝被摇醒时, 只觉得后颈疼得厉害, 他茫然了一瞬之后, 才猛地惊奇。 王爷, 有刺客。 兔子呢? 啊? 奴才进来的时候就没见到兔子, 直直直接被人给打晕了。 看到人没有? 只看到个黑影。 封锁王府, 给本王查, 去南楼走一趟, 把主事的人给本王抓来。 老爷, 侯爷, 府中已经布置妥当, 棺果已经摆放好了, 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对外发丧啊。 你当真要这么做, 不再派人找找? 能找到的话, 早就找到了。 我已经派人在京中四处搜寻, 就连京郊附近也都去了人, 可是现在已经过去半个月了, 却依旧没有半点消息。 我知道母亲在意府中子嗣, 可您也要为咱们侯府着想啊。 那小畜生知道跟四皇子有着婚约, 却还与人私奔, 就算真把他找回来, 他也早就已经不干净了。 这事情要是被人知道, 简直就是明晃晃地打黄氏的脸。 如今四皇子好不容易答应将婚约换成月儿, 云素阴就算活着, 我也不认他的, 倒不如直接让他病逝, 也好保全了咱们府中的名声。 都怪我, 是我那日清醒了妹妹, 才带她出府, 可谁知道, 她却, 都怪我, 没有拦着她, 要是我那天将她拦了下来, 没叫她跟人出城, 事情也不会闹成这个样子。 这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 怎么能怪你呢? 老夫人, 我知道您心疼云素阴, 可是她跟着人私奔的时候, 哪有心疼过咱们府里的人呢? 而且那天, 月儿想要拦着她时, 还被她伤了手呢? 我自认, 多福之后带她不保, 月儿带她也像是亲妹妹, 可是她是怎么对待月儿的? 她可是被陛下赐过婚的人, 是要嫁入皇家的, 要是让人知道她跟人私奔过, 就算找回来, 那也是欺君网上的大罪呀, 咱们整个莫安侯府, 都要被她连累, 您心疼孙女, 也该心疼心疼锦园和嘉义, 她们可是您的亲孙儿啊, 如果叫人知道, 她们有个跟人私奔不知廉耻的姐姐, 她们往后可怎么办呢? 难道您就舍得让咱们整个莫安侯府, 都给她陪葬不成? 云老夫人脸色变了变, 原本劝说的心思瞬间没了, 什么事情都不如侯府重要, 那就对外说, 她病故了吧, 太医和府中下人记得封好了口, 知情的人要处理干净, 免得流人口舌, 还有林家那边, 你得想好了应对的法子, 别叫他们察觉, 母亲放心吧, 我已经让人找了一具尸体, 跟那孽女身形差不多, 再叫人以钥匙毁了容貌, 装进棺材里, 林家总不能当场掀了棺木啊, 只要过了发丧这一关, 咱们就早些将她葬了, 林家这些年也就没近看过她, 就算是察觉有什么不对, 想来也能糊弄过去, 唉, 只可惜了素音, 那畜生不知廉耻, 有什么好可惜的, 她好端端的婚约不要, 却不要脸的跟人私奔, 丝毫不顾咱们侯府的颜面, 别说我没找到她, 就算真找到了, 我也非得打死她不可, 这种孽障, 不配当我云家的女儿, 那可真是让父亲失望了, 我活着回来了, 还打搅了父亲的安排, 父亲要怎么打死我, 你怎么回来了, 我怎么不能回来呀, 还是有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我回不来, 二小姐说什么呢, 夫人也是担心您, 您不知道, 您与人私奔差点闹得天下大乱, 夫人和侯爷四处找你呀, 管家话还没说完, 脸上就直接挨了一巴掌, 你算什么东西, 主家说话哪有你开口的份, 你想讨好王室, 也别忘记了你吃的是我云家的饭, 敬得该是云家的人, 我是云家笔竹小姐, 是你正正经经的主子, 也是你敢随意智慧的, 你, 你什么你, 要不是有管家当狗腿子, 云淑月很多事情根本做不了, 熬不客气, 反手就是一巴掌, 没规矩的下贱东西, 什么你你我我的, 再敢伸手指着我, 我就剁了你的爪子, 刘管家被打得嘴里腥甜, 脸上高高肿了起来, 他下意识起身, 就想朝着他拖过去, 哎呀, 刘管家疼得, 惨叫着在地上打滚, 嘴里呕出血来, 云素因脸色微变, 连忙避开了血迹, 一个孽障, 你干什么, 你疯了不成, 我疯了, 我不过就是教训个部长眼睛没有规矩的奴才, 怎么就值得父亲说一句疯了, 慕恩侯府好歹是侯爵之家, 若叫人知道, 府里一个下人, 都敢辱及主子名声, 口口声声诋毁主子与人私奔, 朝着主子动手, 父亲这个侯爵之位, 还坐得稳吗, 我不过替父亲教训府中下人, 教他们什么叫规矩, 免得他们将来行事放肆惹了祸事, 连累了父亲一起跟着丢人现眼, 被御史弹劾你至家不言, 到时候, 慕恩侯府丢人现眼是小, 父亲丢官罢绝是大呀, 你, 你住嘴, 这府中有谁比你更加放肆的, 我和你祖母还在, 哪里轮得到你教训他们? 怎就轮不到, 她是云家的奴才, 我是云家的小姐, 我怎么就不能教训她了? 父亲说这话, 是想说我不是你的亲女儿, 还是我不是云家嫡出小姐, 所以连教训个奴才的资格也没有, 云黎安脸色猛的一轻, 而原本站在她身后的云老夫人, 瞳孔也是猛的一缩, 云素英见他们这反应, 不由微眯着眼, 她刚才说的话有什么不对的, 竟是叫这两人这么大反应, 她不过是为了怼云黎安, 所以才随口说了一句, 可是这两人哪怕极力稳住表情, 那一瞬间的慌张, 依旧让她抓了个正招, 云素英在零九去时, 不仅是医术超群的特种军医, 为着行动, 也曾学过心理学和一些微表情观察, 所以她绝不会看错这两人, 强撑着平静之下的惊慌, 还是, 父亲根本就不把我当成女儿, 我怎么没把你当女儿, 我要是不把你当女儿, 你能紧衣玉食, 高床软疹, 云素英, 我还活着呢, 你就敢这般放肆,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 父亲也知道你还活着, 可府里下人就敢当着你们的面, 编排你的亲生女儿, 当你死了吗, 父亲要是不说话, 我还以为他们眼里压根没你这个侯爷, 所以一个奴才, 才敢指着主子的鼻子谩骂声势, 还想朝我动手, 还是, 这本就是父亲纵容, 所以才不惜我教训他, 你, 说不过我, 父亲就想打我, 你目无尊卑不敬长辈, 我打你又能如何, 是吗, 我还以为, 你有多爱我母亲, 云立安脸色一僵, 看着女儿满是嘲讽的目光, 就想用力将手抽出来, 可云素英却是死死抓着, 那万千的力道大的, 好像要将他骨头都捏碎开来, 你干什么, 你想造反不成, 你既不是皇帝, 谁能造你的反, 父亲这话, 不妨站在大门外去说, 看看能不能拉得云家满门抄斩, 你个逆女, 你放开我, 我母亲死时, 林家人想要带我和景元回去, 是你在他关前痛哭流涕, 跪在他关果之前, 说你永远不会忘了他, 说你不会亏待他留下的孩子, 会替我母亲照顾好我们, 否则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林家的人信了, 所有人都信了, 连我也一直相信, 我的父亲哪怕娶了季妻, 哪怕他有了其他孩子, 可他还是爱着我的, 我全心全意地信赖着你, 可是你是怎么对我的, 无过是一个下人, 你就为着他想要打我, 他日再有其他事情, 你是不是就得弄死我, 所以你之前说的那些都是真的, 我就算被人所害, 闲死还生回来, 你也容不下我, 我曾经以为, 旁人再怎么伤我, 你总是会护着我的, 可原来, 你也不过和那些人一样容不下我, 都说, 爱乌即乌, 你对我尚且如此, 更何况是我母亲, 所以, 你当年种种深情, 都是假的吗? 够了, 你胡说什么呢, 你是云家的女儿, 是你父亲的亲生血脉, 她怎么可能容不下你呢? 云老夫人上前, 拉着云素英的手, 刚才的事情不过是误会罢了, 你父亲也是听说你出了事才会如此, 你这丫头, 气性怎么就这么大呀, 居然能和你父亲闹到这般地步, 连祖母也觉得我有错, 胡说八道什么, 我什么时候说你有错了, 你跟你父亲闹脾气, 难道连我这个祖母也不认了吗? 祖母往日带你如何, 你难道不清楚吗? 你这段时间到底去了哪儿啊? 知不知道祖母快担心死你了, 快叫我瞧瞧, 你可安好, 祖母还盼着我回来吗? 你这孩子, 说什么胡话呢? 我是你亲祖母, 我怎么能不盼着你回来呀? 别说是我, 就是你父亲他们, 也希望你好好的呀, 他明明就是想要我死在外头, 胡说, 云老夫人瞪了眼想说话的云丽安, 让他闭嘴之后, 看着云素英这般赌气的模样, 反而放松下来, 你父亲就是这么个急脾气, 说话才会有些伤人, 可他却是在意你的, 你失踪之后, 你父亲急得派人四处找你, 险些要将京城都翻了过来, 你说,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糊涂啊, 竟是与人私奔。 谁告诉你我是跟人私奔的? 难道不是吗? 可那天, 那个男人说跟你约好, 而且, 你们还抱在一起, 我想上前拦着, 他还打了我, 说我要是再敢跟上去, 就弄死我。 你还敢说, 不是私奔, 你去那暗巷做什么, 你姐姐说你们原本是去买首饰的, 可转眼前你就没人赢, 等再看到你的时候, 你已经在暗巷里, 还跟个男人搂搂抱抱, 被你姐姐叫着时, 还不理会的, 你姐姐那天回来的时候, 胳膊上身上全都是血, 要不是为了拦着你, 他怎么会受伤? 云素英简直要替云淑月鼓掌, 完美的逻辑, 极好的借口, 再用一点伤, 就补足了他陷害他后所有的破绽, 园主那天被云淑月骗出去之后, 老实地去替云淑月取东西, 却在暗巷附近被人绑了, 可是, 云淑月从头到尾都没直接动手, 甚至在他昏迷之后, 还曾出手阻拦, 他怕是就算说出来, 是云淑月找人害他, 也不会有人相信, 而且一个不好, 还会被云淑月反咬一口, 云素英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情, 也不想跟他们撕扯, 如果真要对付王氏母女, 他就要一击毙命, 直接打得他们没法翻身, 不过是做戏罢了, 姑奶奶可是祖宗, 父亲就是这么看我的, 我是堂堂侯府小姐, 又有四皇子的婚约, 我又不是脑子进水了, 干嘛跟人家自奔呢, 我是被人打晕了带走的, 醒来, 身上钱财全被人拿了, 人也被扔在了城外一处深坑里, 那会儿天寒地冻, 外头也下了大雪, 我当时昏迷不醒地被埋在雪地里, 要不是被一个好心的阿婆遇到, 将我带了回去, 我怕是早就冻死在那里了, 我当时崴了脚, 腿也受了伤, 大雪封山, 根本就回不来, 只能留在那阿婆家里养伤, 我怕祖母担心, 还让人送了信回来, 想着让父亲去接我, 可谁知道, 我等了又等, 等到腿都好了, 府里依旧没人前去, 父亲, 你是不是真的不想要我了? 云立安闻言, 见云速音直接反咬一口, 你送信回过府中? 他不是, 被带到南地了? 父亲不信我吗? 要不要我去把救我的阿婆也找出来? 我让他家辞职帮我送信回京的, 还说他把信交给了王室, 还说, 王室答应会让父亲去接我, 我当时腿都快断掉了, 只等着父亲去找我, 可是我等了, 等了, 却始终都没有等到后府的人, 当时, 我还大病了一场, 整整在床上躺了七八日, 险些连命都没了, 我盼着父亲来接我, 可父亲一直没来, 你是不是有了云舒月这个女儿就不要我了, 只恨不得我死在了外头? 云老夫人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只以为, 云速音是真的出了意外, 而且, 云速音出事之后, 四皇子的婚约就落在了云舒月的脑袋上, 云老夫人本就是个心思深的人, 瞬间就想多了, 她不愿意承认自己和儿子恶毒凉薄, 那这恶毒的, 自然就是别人, 王氏, 你干的好事, 我, 你给我跪下, 老夫人, 您, 您别听她胡说, 我从来没有接到过什么送信, 更没人给我递过什么消息, 让我转告侯爷去接她呀, 我是她母亲, 我要是真的接到了消息, 怎么会不理会呢? 自明是她与人苟且私奔, 却又狡辩, 胡乱污蔑我, 要不然, 侯爷明明已经搜过京城和京郊, 怎么可能找不到她呢? 京郊那么大, 父亲将所有的地方都找过了吗? 而且, 我和四皇子有婚约在世, 是堂堂的皇子妃, 我怎么可能跟人私奔呢? 祖母, 您是知道的, 自大和四皇子定亲之后, 我就一心只想着能早日与她完婚, 四皇子英俊贵重, 性情又温柔体贴, 这种婚事更是由陛下亲口赐下, 有四皇子在, 我哪能瞧得上别的男子啊? 我明明是出了意外被人所害, 渴望是却口口声声, 恕我与人私奔, 她就是见不得我好, 想要误了我的名声, 她到底存了什么心思? 我知道, 她有自己的儿女, 向来都不疼我, 只是顾着外人眼光才敷衍着我, 可我也是侯府的姑娘, 我要是明捷受死, 复礼其他人, 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靳元和嘉义还小, 要是让人知道, 他们有个跟人私奔的姐姐, 我被外头的唾沫淹死了无所谓, 可他们, 往后还怎么进入朝堂, 入室为官, 还有父亲和族中叔伯, 咱们云家真出个不知廉耻的姑娘, 他们又要在朝里受多少人耻笑, 往后, 又哪还有晋升的机会? 王氏脸色铁青铁青的, 这话, 小半课前她才说过, 为的, 就是拿着府里的名声和两个孙子的前程, 逼着云老夫人答应给云素音发丧, 可没想到, 转眼, 云素音就拿了一模一样的话来回敬她, 老夫人, 您听我解释, 砰了一下, 一杯热茶, 直接朝着她脸上砸了过来, 侯爷, 前身真的没有, 木槿, 王氏她, 你别替她解释, 当年你要接她入府, 我就不愿意, 她出身低贱不说, 还心眼多成了窟窿, 是你死降着非要让她当了侯府主母, 我只是看在嘉义的份上才容了她, 可是现在她倒好, 你看看她都干了些什么混账事情, 她居然敢拿着侯府的前程去害素音, 祖母, 你误会了, 母亲她不是这样的人, 你给我闭嘴, 她是不是这样的人, 我清楚得很, 还有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还有脸替她求情,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要不是她眼红素音跟四皇子定亲, 想着谋算了素音之后, 替你把婚事夺了过去, 她怎敢出手害人, 居然还敢媚了素音让人送回府中求救的口信, 她好大的胆子, 老夫人, 妾身没有, 妾身真的没有收到口信, 是没收到, 还是明知道我快死了, 所以想要按死了我, 你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怎么能确定, 我前些时日回不了京城, 哄着父亲, 将四皇子的婚事, 挪给了你的宝贝女儿, 你就不怕父亲前脚刚入宫求了陛下更改旨意, 我后脚就回了京城吗, 你敢这么做, 还不是知道, 我被困在城外, 根本回不来, 我, 还是你根本就不在意我回不回得来, 只想哄着父亲将婚事换了, 完全不在意被陛下知道父亲欺君之后, 咱们整个慕恩侯府都为了这事去死, 你为了云书院, 为了自己的私心, 为了让她取代我入四皇子府, 就完全不理会父亲和祖母的生死, 想要拉着两个弟弟一起为着你的野心陪葬, 王氏, 你好恶毒的心,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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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啊, 老夫人, 您别听她胡说, 我从来都没有害您和侯爷之意, 况且, 嘉义是我的亲骨肉, 我怎么可能害她呢? 既然不想害人, 那就是你早就知道, 宿音回不来, 我, 是妾身的错, 妾身不该一时贪心, 没了宿音速回来的口信, 娘, 你胡说什么呀, 她根本就没有送信回京, 不明是, 闭嘴, 老夫人, 此事和月儿无关, 是妾身的错, 是妾身贪心素音身上婚事, 只想她出事之后, 才想着能将婚事给了月儿, 素音是府中嫡出小姐, 又有临时门没帮衬, 将来想要什么样的婚事都有, 可是月儿不同, 哪怕侯爷疼她, 可旁人总觉得她出身低人一头, 妾身知道素音被困在京郊之外, 一时回不来, 这才朱油蒙了心, 想要瞒着她的消息, 可是, 妾身从未害过她呀, 侯爷, 妾身是什么样的人, 您是知道的, 妾身连蚂蚁都不敢猜死, 又怎么会害她呢? 母亲, 她也是一时糊涂, 不是故意的, 况且素音也安全回来了, 您就饶了她吧。 原来在你眼里, 你女儿的将来, 她的婚事, 她的人生, 还抵不过一个女人几滴眼泪, 她瞒着我的消息, 可以说她是一时糊涂, 可是今天府中都想替我发丧, 告诉外奸之人我病死了, 她也从来没有提起过我半句, 没有让父亲去接我回来的打算, 要是父亲今日对外发丧, 告诉所有人我死了, 要是我路上有所耽搁, 晚回了半日, 让满京城的人都知道, 云家二小姐重病身亡, 到时候, 我就算是回来了, 父亲要怎么跟人解释, 你已经死了下葬的女儿, 又活了过来, 人人都知道, 云家二女儿已死, 我就算回来了, 也从此不能陷于人前, 父亲是打算, 将我送去青灯古佛聊此一生, 不叫人知道我回来了, 免得叫人知道, 你被一个女人糊弄着, 生葬了自己的女儿, 还是打算将错就错, 一根麻绳勒死了我, 好能入了王氏的愿, 我没这么说, 可你这么做了, 你可真是个好父亲, 我看, 她根本不是糊涂, 而是恶毒, 云淑月不过是个妓女, 能上了我云家的姓氏, 入了云家族谱, 就已经是她三生修来的姓氏, 她哪来的脸, 夺肃阴的婚事, 竟还异想天开, 想要嫁进皇子府, 来人, 把王氏给我拖下去打, 通知祖老, 从今日起, 云淑月就不再是我云家的人, 母亲, 这万万不可, 月儿已经和四皇子定亲, 怎能除了她的族名, 那四皇子那边怎么办, 她既然能换了肃阴的婚事, 自然也能再换回来, 府中桑藩一挂, 就连门口的白灯笼, 和前厅的官果都已经放好, 外头也都知道, 侯府里建了桑室, 既然肃阴还活着, 那总要有个人顶上去才行, 否则, 咱们侯府就成了天大的笑话, 王氏心狠歹毒, 谋害敌女, 算计敌出婚事, 不配为侯府主母, 你既然舍不得休了她, 又不想让嘉义这般年幼, 就瘫上个这么狠毒的母亲, 那就对外说, 她心疼素阴身体, 素夜不昧, 在旁照顾, 熬坏了身子, 在素阴好起来时, 自己却是病故, 正好, 昨夜的太医能够作证, 至于云淑月, 她为母收效, 无法完成婚约, 且素阴既然病愈, 就该把婚事再还回去, 反正陛下虽然答应婚约换人, 却没明知, 想必就是四皇子知道, 也会愿意的, 母亲, 你别忘记了, 四皇子最初要的, 就是林家和云家的血脉, 林氏和云家的女儿, 才是最为尊贵的女子, 也是最适合入皇家的人, 你到现在都还想护着王氏, 难不成, 你真的想要穆恩侯府丢人现眼, 叫人知道, 你替没死的女儿发了丧吗? 侯爷, 你当这样舍了我吗? 嘉义还那么小, 你舍得让她没了母亲? 祖母, 你不能杀我娘, 也不能把婚事让给云素音, 我, 我有了四皇子骨肉, 轰的一下, 别说是云老夫人, 就连云黎安和云素音, 也是睁大了眼, 云素音原本想进老太太的手, 弄死了这对母女, 也算是替原主报了仇了, 可没想到, 居然还会有这种反转, 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 大夫说, 已经一个多月了, 四皇子知道吗? 她知道, 她十分喜欢这个孩子, 还说, 会尽快筹备婚事。 孽障, 你这个孽障, 祖母, 我知道我不该与妹妹争四皇子, 可是我与四皇子两情相悦, 而且, 而且四皇子也早就要了我的身子, 四皇子不喜欢妹妹性子无趣, 早就想解除了这婚约, 要不是这桩婚事是陛下赐婚, 怕是咱们侯府, 早就丢了皇子妃的前程, 与其让妹妹嫁进四皇子府尸宠, 为什么不让我好好伺候四皇子呢? 我已经怀了四皇子的孩子, 也是陛下的皇孙, 等他出生之后, 我就可以稳稳坐着四皇子妃的位置, 无人动摇, 我知道, 祖母最是在一府中虔诚, 只要有我和这个孩子在, 四皇子便会更加信赖咱们侯府, 有他帮衬, 父亲和诸位叔伯在朝中能更加顺遂, 将来, 弟弟入室也能多个依仗, 云老夫人紧抿着唇, 她虽然没开口, 可是云素英却知道, 这老太太心动了, 祖母, 月儿是云家的人, 心中也会向着云家, 还求祖母疼惜月儿, 你这孩子, 说的什么话呀, 都是一家人, 我怎么会不疼惜你呢, 你也是, 既然有了身孕, 怎么不早说呀, 这么冷的天还跪在地上, 还不赶紧起来, 要是伤了孩子, 怎么是好啊, 祖母, 那我娘, 这次的事情, 就算了, 你虽瞒着素英生还的事情有错, 可量你也是一片爱女之心, 又是月儿和嘉义的母亲, 我就饶了你这一回, 待会儿自己去祠堂里罚贵, 好生反省, 若再有下次, 绝不轻饶, 切身吃倒了, 可是老夫人, 二小姐回来了, 总不能叫人知道她没病过, 外头那些东西, 云老夫人这才想起云素英来, 所以, 连祖母也要舍了我吗, 说是你们都容不下我, 我便去临家吧, 父亲和祖母, 就全当我死在了外头, 你胡说什么呢, 这里是你的家, 我看谁敢容不下你, 祖母知道, 这件事情让你受了委屈, 可是目已成舟, 月儿有了四皇子的孩子, 若真将此事闹大了起来, 不仅得罪了四皇子, 叫皇室以为咱们府中欺君, 到时候, 还会牵连了你弟弟锦元, 他如今已经进学, 再过几年也要科举, 总不能因为这点小事, 就误了他前程啊, 云素英心中冷笑, 小事, 这老家伙说得倒是轻松, 正该将他拉去那冰天雪地里走一走, 被人扒了衣裳, 像死狗一样折辱一番, 看他还能不能这么轻松地, 说出这话来, 还有云锦元, 那狗崽子虽然是他同父同母的亲弟弟, 可是性格嚣张跋扈, 不仅半点都不亲近元主这个亲姐姐, 反而跟王室和云淑月要好得很, 想尽办法地帮着他们来欺负元主, 元主性子软, 又重视亲情, 往日里在云家被人欺辱, 处处忍让,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为着这个白眼狼的弟弟, 你听祖母的话, 那皇室之中勾心斗角, 嫁进去也未必是好事, 虽然没了四皇子这门婚事, 可我和你父亲, 一定会帮你再找一门顶好的婚事, 绝不会委屈了你, 王室和你姐姐对不起你, 便让他们赔你五千两银子, 祖母那里, 还有一套极品的翠玉香金头饰, 也正好给了你, 往后在府中, 若有谁敢欺负你, 你便跟祖母说, 祖母替你做主, 云素音只觉得, 这老太太算盘打得可真惊, 要是她没记错, 那套翠玉香金的头饰, 本就是林氏当年带进云家的嫁妆, 只是林氏走后, 这些东西就全都落在了云老夫人的手上, 如今被她拿来当了人情, 还有五千两银子, 对于王氏和云淑月来说, 根本就只是小数目, 她既想让云素音吃了哑巴亏, 又舍不得钱财, 当真是以为小姑娘好糊弄吗, 云素音瞧着云淑月和王氏得意的样子, 见云黎安也一直未曾开口, 就知道, 这事已成定局, 云淑月有了肚子里那块肉, 她就算再闹, 云老夫人和云黎安也只会护着云淑月, 闹到最后, 将仅剩的这点面子情, 也闹没了之后, 吃亏的还是自己, 祖母说话算数 当然了, 祖母什么时候哄过你呀, 那可多了去了, 那我想要我娘留下的嫁妆, 云老夫人脸上笑容一僵, 王氏也是着急, 那嫁妆可是云家的, 将来还要补贴给月儿, 怎么能还给云素音呢, 这满京城的姑娘, 十来岁就都开始跟着母亲 学习打理家中事务, 王氏与我不和, 我不相信她, 况且如今我已经急急, 我娘当年去前也曾说过, 那些东西是打算留给我当嫁妆的, 我的婚事已经被王氏抢了, 我怕她回头再抢了我母亲的东西, 祖母既然心疼我, 就将母亲的嫁妆从宫中交还给我打理吧, 也让我在府中有些事情可做, 要不然, 我还是去救救他们那里吧, 反正这府里有我没我都一样, 父亲也不缺我这一个女儿, 云老夫人脸上乍青乍白, 见着云素音一副拿不到她娘嫁妆, 就打算离开的模样, 真怕她真的去了林家, 况且她就算拿了嫁妆, 可人还在侯府之中, 到时候总有办法将东西拿回来, 你这孩子, 林家可没有那么心疼你, 这么多年也不曾来看过你, 做什么动不动就要去林家的, 那些东西本就是你娘留给你的, 交给你也是理所当然, 把林氏司库的钥匙交给素音, 往后林氏留下的那些东西, 让她自己打理, 也好让她学着管家, 木槿, 二小姐还小, 这些东西怎么能给她, 我娘的东西, 怎么就不能给我了, 难不成, 你抢了我的婚事, 还想要抢我娘留给我的嫁妆, 你真当我那么好欺负不成, 今日要不是看在祖母的面子上, 你以为, 我会这么容易善罢甘休, 你们想要害我性命, 夺我婚事, 你要是不肯把我娘的东西还给我, 那我明日就去交灯文骨, 高玉状, 我倒是要看看, 等你们做的好事传遍京城, 摊上你这么个谋害嫡女的恶毒继母, 林淑月还能不能顺顺利利地嫁进四皇子府, 皇家会不会要她这么个恶毒的儿媳, 林素音, 王氏, 你还想闹什么, 母亲既然说了把东西给素音, 那就给她, 那些都是素音她娘留下的东西, 跟你没半分关系, 你难不成还惦记着侯府的东西, 行了, 就这么决定了, 待会儿叫人将林氏的东西全部交给素音, 库房钥匙也给她, 王后, 她的事情你少管。 解决了云淑月和云素音的事情之后, 云老夫人就打发他们先走, 等人离开后, 她才皱眉看向一旁的管家。 老夫人饶命, 老奴刚才什么都没听到, 老奴跟着侯爷多年, 也伺候老夫人多年, 对侯府忠心耿耿绝不会背叛, 大小姐的事情, 老奴什么都不知道, 还请老夫人饶了老奴一命啊。 好了, 我又没说要将你如何, 你这是做什么? 老夫人。 行了, 你也不用害怕, 你是府里的老人, 知道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我怎么会不信你呢? 只是你往后对着素音时, 还是要恭敬些, 她毕竟是侯府的小姐, 容不得人造词。 下去吧, 你这一身的伤, 待会儿我让陈嬷嬷去寻个大夫, 替你瞧瞧, 这两日, 你就先歇着, 别叫人瞧见了议论。 老奴会守口如瓶, 绝不会说出去半句, 谢谢老夫人, 谢谢老夫人。 管家转身出去之后, 于老夫人脸上的笑容就淡了下来, 她开口叫了他身边的陈嬷嬷进来, 待会儿你亲自去寻个大夫过来, 替刘管家看伤, 再备一副汤药, 送刘管家上路, 别叫人察觉。 母亲。 外头官国已经备着了, 桑帆灯笼也已经挂了, 满京城的人都知道, 侯府里死了人, 你舍不得王氏, 总要对外面有个交代才是。 素音有句话说得没错, 这里是云家, 刘管家吃的, 也是我云家的饭, 却把其他人当了主子。 素音再不济, 也是云家小姐, 容不得她造词。 我云家也容不下这种, 吃里爬外, 仗是妻主的东西。 二小姐, 二小姐心思玲珑, 我以前可真是小瞧了你, 不是你小瞧了我, 而是你们母女贪心太重, 没那本事, 还想染指不是你们的东西, 强占了婚事, 还想害我性命。 你们放心, 今儿个父亲和祖母饶了你们, 可这事儿还不算完。 你到底怎么逃出来的, 你明明被带走了, 那些人怎么可能放过你? 你说什么呢? 我不过是被人绑去京郊了几日, 被人救了, 自然也就回来了。 你说什么, 那些人不会放过我? 难不成, 当日结我之人, 是你派去的? 你…… 二小姐别太过得意了, 这次是我们大义, 才叫你算计了。 可四皇子的婚事, 终究给了月儿, 等月儿嫁进四皇子府生下皇孙, 到时候, 她便是四皇子妃。 你就算再高嫁, 也高不过月儿去。 我劝二小姐行事还是收脸着些, 将来月儿还能照顾你, 否则…… 否则什么? 否则就让人再绑我一次。 我说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废物东西啊? 你就这么确定, 她能嫁得进四皇子府? 确定她肚子里的那块肉, 能安安稳稳地生下来? 哼, 这世上, 想要一个人失了孩子的办法, 可多得是呢。 你想干什么? 知道怕就躲着血, 别来找我麻烦。 不过就是个捡着破烂货, 当宝贝瞎了眼的狗男人, 你们想要就给你们就是, 真当谁都跟你们一样, 捡着块垃圾, 还当宝? 那位四皇子品味堪忧, 连你这种白莲花绿茶婊, 装着一副文弱软绵的样子, 他都能吓得去嘴。 这种脏了的男人, 我还嫌恶心呢? 就算你不想要了, 我也不会回收, 我可不是什么垃圾都要的人。 你敢咒骂四皇子? 骂怎么了? 他明明和我有着婚约, 却还跟你苟且, 和你猪胎暗结背弃婚约, 骂他一句垃圾都是轻的。 听过一句话吗? 婊子配狗, 天长地久, 说的就是你们这种狗男女。 你…… 肚子, 我的肚子。 你想干什么? 你快放开月儿, 你敢伤了黄四, 四皇子不会放过你的。 王氏倒飞了出去, 砸在地上惨叫出声。 你放开我, 云苏银, 你放开我, 你疯了, 你敢伤我肚子里的孩子, 父亲不会放过你的。 那是你爹, 又不是孩子他爹。 闭嘴, 再敢嚷嚷, 我拔了你的舌头。 云苏月被吓得叫声猛地停住。 当了婊子, 就别立牌坊, 干了不要脸的事情, 就该躲着些郑主。 谁给你的胆子, 让你抢了我的婚事, 还敢来我面前炫耀? 别以为你肚子里揣了一块肉, 就真是板上钉钉的四皇子妃了。 你要记好了, 我愿意让着你, 这婚事才能落得到你头上。 否则, 哪怕你进了四皇子府, 我也能叫四皇子府 乖乖地把你退回来。 陛下的儿子多了去了, 也不缺孙子, 更何况, 还是个婚前师姐, 抢自己妹妹的恶毒之人 生下来的孽种。 我要是你呀, 这段时间就乖乖待在自己的房里, 好生养着你肚子里这块肉。 要不然, 万一不小心掉了, 你连唯一的倚仗也就没了。 到时候, 四皇子当初和我定亲, 为的就是我身后的邻甲。 你说, 我要是找到他, 告诉他, 我能让林家为他所用, 他是会要你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侯府大小姐, 还是会选择我这个, 能替他带来助力, 帮他夺位的人。 那个男人能被你缠着, 上了床, 背起婚约, 也就能被别的女人缠着再有孩子。 你肚子里的这块肉对他来说, 没有什么特别, 如果这块肉没了, 四皇子又察觉到, 你根本帮不了他。 你觉得, 父亲和祖母那般重视脸面名声的人, 会不会留下一个被人抛弃, 人尽可夫的女人呢? 以后乖乖的, 别来招惹我。 晚上之前, 把我娘的东西送到锦绣院来, 不然到时候我就亲自去取。 要是不小心伤了你的宝贝女儿, 和你的宝贝外孙, 你可别怪我。 小姐, 奴婢瞧着, 夫人和侯爷他们好像不想你回来, 你这次是不是出事了? 他们…… 我是被袁叔约害了, 那天我出去之后, 就被他联合着人绑走了, 后来去了南地, 那些人想占我清白, 后来被我跑了出来, 我运气好, 遇到了几辆回京的马车, 才能跟着他们混了回来, 否则, 怕是就死在了南地了, 我这次经历了生死, 才想明白, 以前很多事情都是我想错了, 有些人, 不是你忍着他们, 就能换回来安宁的, 反而会让他们越发肆无忌惮, 所以从今往后, 我不会再忍了。 我杀了他们! 你想怎么杀他们呀? 别说他们身边有丫鬟仆人, 你根本就禁不了身, 就算禁得了身, 你也未必真的能要了他们的命, 到时候, 人没啥了, 你就先得被弄死了。 奴婢不怕! 可我怕呀, 我怕你被他们害死, 也怕他们会拿你的死来害我, 王室他们颠倒黑白的本事, 你是见过的, 到时候, 他们肯定会冤枉我说, 是我指使你谋害他们, 父亲又不疼我, 他肯定会看着王室和云淑月将我害死, 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奴婢没有。 我知道你恨他们, 我也恨他们, 可是做事之前, 要先想想后果, 和可能会带来的危险, 就算真要解决了他们, 也没必要赔上自己的性命, 谋定而厚动, 懂吗? 不懂。 云素音这才想起小丫头不识字, 意思就是, 做什么事情之前, 要先有计划, 这样才能更好地将事情做了, 却又不会牵连到自己, 你不用担心王室和云淑月, 我回来之后, 已经教训过他们了, 他们短时间内, 也不敢再来找锦绣院的麻烦, 当我将我娘的嫁妆拿回来之后, 我再教你用别的办法对付他们, 保准叫他们, 吃不了兜着走。 小姐说真的, 你以后不会再让着他们了。 嗯, 不让了。 太好了。 我被掳去南地的事情, 只有你知我知, 王室和云淑月被我想办法堵了嘴, 不敢对外人言, 这件事情, 你自己放在心里, 防备着他们就行了, 别让其他人知道了。 嗯, 奴婢知道, 奴婢不会告诉旁人的。 乖, 小姐暖和些了吗? 奴婢去替你取衣上来, 天这么冷, 你穿得这么单薄, 别动着了, 你受伤了, 先别乱动。 她伸手想要去掀成儿的裤腿, 却被她连忙拉了下来。 小姐, 使不得。 有什么使不得的? 我要是不替你看看, 你真打算往后都当个瘸子吗? 云素英小心翼翼地摸着成儿的骨头, 见她疼得忍不住缩腿。 忍着一些, 我看看有没有伤到骨头。 云素英快速在她受伤的地方摸了一遍, 你腿骨都裂了, 居然还敢走来走去的, 你这条腿是不打算要了是不是? 从今儿个开始, 你就给我好好地待在这里, 这伤少说也要养上两个月, 没我的话, 你不准随便到处乱走。 哪有小姐说得这么严重, 只是有些疼罢了, 奴婢忍一忍就过去了, 再说, 就是真的缺了, 奴婢…… 她原本还想说的话, 在云素英越来越黑的脸色之下, 顿时收了回去, 有些害怕地咽了咽口水, 我身边不留瘸子, 承儿脸色发白, 云素英见她被吓到, 声音缓了缓, 承儿, 这些话我只跟你说一次, 我这次回来, 就是为了想要报仇, 想要讨回我这些年所受的委屈, 所以, 我一定会和云家的人翻脸, 到时候, 很有可能还会跟他们动手, 我只有你这么一个信任的丫头, 往后也还要让你替我做很多事情, 甚至, 我还想要让你习武, 可是你要是真的缺了, 我就只能将你送到城外, 寻衣桌安全的地方养着你, 我身边注定不会安稳, 如果你不能好好的, 那我不能留着你冒险, 小姐, 你别不要奴婢, 奴婢什么都听你的, 奴婢好好养腿, 真的, 嗯, 真的, 那我说什么你都听, 嗯, 奴婢都听, 嗯, 乖, 二小姐, 怎么要出府啊, 哦, 锦绣院里缺好些东西, 而且, 我也使唤不动福利的人, 我身边的成儿被父亲打断了腿后, 我总不能还让他做事, 所以想着, 去衙行买几个丫头回来, 乔二小姐说的, 这点事情, 怎么劳得您亲自出府呢, 老夫人心疼您, 昨个夜里就吩咐过奴婢, 说锦绣院里缺什么少什么, 就让府里给您添赏, 那不长眼的丫鬟奴才, 也只管着打, 往后绝对不会有人再轻骂您, 您身边缺人用, 跟奴婢说一声, 奴婢给您送过去就是, 哪用得着您天寒地冻的, 自个儿去衙行买人呢, 嬷嬷说得轻巧, 王氏管了府里多年, 他买的人, 我敢用吗, 府里的人什么态度, 你也看见了, 我是不敢用他们了, 我知道祖母担心什么, 你回去告诉他, 就说, 我只是去买几个丫鬟, 很快就回来, 不会让人知道我已经病愈, 也不会叫人看出我身份来, 二小姐, 您就别为难老奴了, 老夫人说了, 这段时间呢, 您得在府中养着, 不能出拳, 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送二小姐回锦绣院, 嬷嬷想与我动手, 奴婢不敢, 陈嬷嬷可真是个忠心为主的人呢, 就是不知道, 你还记不记得, 上一个朝我动手的人, 现在在哪儿, 刘家的人想必来过了, 刘冠家走得安宁吗, 陈嬷嬷脸色顺便, 陈嬷嬷, 一心为主是好, 可你别忘了, 我是云家小姐, 我若真要出去, 这云家大门拦不住我, 如今, 我只是想要出去买几个丫鬟, 自不会给父亲和祖母招惹麻烦, 毕竟, 我失踪之事, 也不便于外人言说, 可如果你们想要为这云书月, 就将我软沁在这侯府之中, 想踩着我, 替他捅路, 你信不信, 我有的是办法, 将他和王氏害我之事传遍京中, 让他嫁不进四皇子府, 二小姐, 陈嬷嬷是聪明人, 你说, 我要是跟你在这门前闹起来, 让人瞧见, 本该病重的云二小姐, 好端端地站在这里, 你会如何, 那刘管家的官果, 才刚被刘家人抬出去, 咱们府门前的白灯笼, 还没取下来呢, 我想, 你应该不想明日, 就换成了你吧, 或者, 咱们整个摩恩侯府, 陈嬷嬷脸上, 瞬间没了血色, 去替我背车, 还是陈嬷嬷想要我就这么走着出府, 招摇过世, 去替二小姐背车, 不过一会儿就有马车停在了府门前, 陈嬷嬷亲自将云肃音送出门外之后, 才低声说, 二小姐, 您是府中主子, 老奴不敢拦您, 只是还请二小姐为这侯府着想, 去了衙行之后就早些回来, 免得被人瞧见之后会惹出乱子, 放心吧, 我去去就回, 再说, 府中不是还有人跟着吗, 出不了事, 好生照顾二小姐, 记得寸步不离地跟着, 别叫人冲撞了她, 我知道的, 你叫什么, 小的陈嬷, 你和陈嬷嬷什么关系, 小的是陈嬷嬷娘家的侄儿, 云肃音恍然, 难怪陈嬷嬷敢放她出府, 还只叫一个人跟着, 感情是将自己的亲侄儿都派了出来了, 不要模样端正, 乖巧机灵的, 最好识字的, 若有会舞的也行, 不要年纪太小的, 也不要身子骨弱的, 最好已经知识的年纪, 买回去就直接能够做事的人, 这容易啊, 只要姑娘您舍的银子, 我这什么样的人都有, 保您满意, 您先里头请, 我这就让人去挑合适的人带过来, 再让您一一过眼之后慢慢地挑选, 你们这亚行桥子挺大的, 京中像是你们这样的多吗? 这姑娘可说错了, 这京里头做亚行生意的虽多, 可能比得上咱们这家的, 那可是少之又少啊, 是吗? 这京中能上得了台面的亚行, 同共就八家, 除了官府的三家, 耿家有一家, 剩下的就全都是我们家的, 您要是想买人, 那官行里头的价高手续还繁杂, 耿家那头又大多都是低等杂意, 唯独我们家的既便宜, 又都是挺好的, 保准能叫您满意。 陈奇听着他跟管事的闲聊, 也没太放在心上, 而云素音则是天南海北的跟管事的聊着, 说的也不限于亚行的事情, 等过了一会儿, 有人领着十来个女子进来时, 才停了下来。 你们怎么办事的, 怎么把她给带来了, 你说要会舞的呀, 赶紧把她带走, 别叫她伤了贵客。 等等, 她怎么了? 姑娘, 这丫头是胡人, 您别瞧着她长得与咱们相像, 可您看她的眼睛, 听说她娘是大晋人, 早年前被瓦刺那头的人掳去了, 后来生下了她, 她体内可是流着胡人的血脉啊。 姑娘, 她可不是什么能随便带回去的玩意儿啊, 先前其次瞧上她的人都被她咬伤了, 后来还有个闲蟹被她弄死, 人被送回来之后打个半死, 扛过来后依旧是这么个德行, 我们这头啊都不知道怎么安置她, 原打算开年后将人送去开矿了, 姑娘可别瞧着稀奇就要她。 把她留下来, 这里面的云素阴随手, 从那些人中挑选了四个看得顺眼, 瞧着也还不错的, 对着那管事说, 就要他们五个了。 姑娘, 您真要她呀, 这些人里头不如您再选一个, 我给您便宜些。 我就要她。 可是, 她要是伤了您…… 我既然买了她, 她往后就是我的人, 不管她做什么, 伤不伤人, 都跟你们亚行没关系, 我也不会找你们麻烦。 您要是真想要她, 那我给您了就是, 这样, 这丫头我给您打个对折, 就收寻常低等足矣的银子承布, 只是您得给我们亚行签个气书, 将人带回去之后, 不论她做了什么都跟我们亚行没关系, 而且您既然买了她, 银货两气, 王后可是不退货呢。 可以。 这人是您直接带回去, 还是我给您送府上? 先等等, 麻烦你先带着其他人下去, 我跟这丫头说说话, 你叫什么? 你不愿意跟着我, 宁肯留在这牙行里, 被人当成牲口贩卖, 也不愿意找一个安稳的地方生活。 那小姑娘被牲口二字冲怒, 朝着云素音呲了呲牙, 还真把自己当成狼崽子了。 那小姑娘喉咙里发出一声嘀吼, 对着满是戏血的云素音时, 突然就朝前撞了过去, 张嘴就想朝着她脖子咬过来, 原本娇娇弱弱的云素音朝着一旁, 微侧了下头, 直接避开那小孩的攻击之后, 一把就抓着她的胳膊朝后一拉, 转身, 便直接将人拎着摔了出去。 还没等她爬起来时, 云素音就精准地抓着她的胳膊朝后一拧, 就直接将那小孩压在了地上, 你伤不了我, 你已经被卖给了我, 往后就只能跟着我。 我这人不问出身, 也不问过往, 只要你安安心心地跟着我, 替我办事, 我就将你功夫如何, 那小姑娘脸上凶狠之色一顿。 瞧瞧你身上这些伤, 想必没少挨打吧, 你会的这些招数, 只能欺负欺负普通人, 可但凡有些伸手的, 就能轻易将你抓住。 这些人叫你狼崽子, 可你不是野狼, 该学的, 也是如何用死咬以外的方法, 去拿下敌人。 比如这样, 云速音手中快速落在那小姑娘胳膊上, 就听到骨头错开的声音, 那小姑娘脸上倾筋抱起, 疼得惨叫了一声。 想要对付敌人, 就要一击毙命, 撕咬, 是最原始的办法, 就像是野兽伤人。 除了能仗着对方无知之识抱起得手之外, 一旦人类握着武器, 或是越发凶悍一些, 死的就是野兽。 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比野兽多了智慧, 多了变通。 我至少有千百种方法, 能教会你怎么去轻而易举地取人性命, 而不必让自己沾上半点血腥。 你既然进了这种地方, 就该明白, 你的命运, 能让你选择的机会不多。 要么抓住机会, 脱离这般命运, 从此只用效忠我一人, 甚至成为旁人艳羡的对象。 要么, 被人当成牲畜, 当成取乐的玩意儿, 生死不由自己。 临了丧命的时候, 也许连口薄关都没有。 我这人没什么耐性, 也不愿意强迫别人。 所以我只问你一次, 你是要来我身边当丫头学本事, 还是留在这里? 你, 你真的愿意教我? 只要你听话, 不做背叛我的事情。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的天生丫头, 我身边不留没用的废物, 所以, 只要你想学的, 我都教你。 阿尔汗, 见过主人。 阿尔汗这名字拗口, 你有没有别的名字呀? 有, 我娘叫我阿罗, 唐罗的罗。 那我以后, 便叫你阿罗, 如果再有人问你叫什么, 你就说, 你姓云, 叫云罗, 与我同姓, 明白吗? 阿罗, 谢小姐赐名。 云素音让她起来后说, 等下你跟着亚航的人回府, 乖乖的别惹事, 晚一些我就回去。 阿罗点点头, 答应下来。 旁边的陈琪早已经被这发展惊呆了眼, 二小姐居然会舞, 她的功夫还不低, 那一手分筋错骨的手法, 简直叫人毛骨悚然。 陈琪心中留了警惕, 只想着回去之后将此事告知陈嬷嬷, 而云素音却完全好像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一样, 只是扬声叫了外面衙航的人进来, 麻烦你们去取件衣裳替她换上, 免得她还没去我府上, 就已经被冻死了。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你待会儿将这些人送到我府上, 寻账房的人要银子, 她虽然拿了临时的架着, 可是银子这东西谁都不嫌多, 更何况, 云家的人一窝子不要脸, 他们的银子不花白不花。 不知道贵府上是……, 慕恩侯府, 你直接将人送过去就行, 等着他们走后, 那管事就伸手朝旁边那人扇了一巴掌。 你这没掩饰的东西, 谁叫你把这野狼崽子给带过来了, 这下完了, 完了。 您担心什么呀, 他不是跟您签妻书了吗? 你知道个屁呀, 你以为这些侯爷王爷的, 跟你讲什么道理呀? 那小崽子真要伤了他们府里的人, 谁管你签没签妻书啊? 可是还有主在那边, 就算是慕恩侯府也不敢找他们麻烦吧? 嘿,你知道个屁, 就是因为慕恩侯府才麻烦, 你忘了, 他们马上要和四皇子, 联姻了。 旁边那人脸色也变了, 四皇子, 那不是跟他家主子闹得正厉害? 那怎么办, 要不把银子退了, 人留着, 还是我偷偷把它解决了, 就说是出了意外, 再补个一样的, 给那侯府小姐。 慕恩侯府小姐, 那管事想着想着, 突然神情一正。 刚才那位说他是慕恩侯府的, 对呀。 那管事神情顿时僵了下来, 那慕恩侯府的大小姐和四皇子 十分恩爱, 平日出府时也大多张扬, 那像是刚才那位那样, 遮着脸面, 一副生怕被人瞧见的模样。 如果说, 刚才那人不是慕恩侯府的大小姐, 可却又被侯府家奴换作小姐, 还劳得亲自来亚航买人, 难不成是那位二小姐? 可是他不是重病在床吗? 那管事只觉得自己发现了惊天秘密, 眼前都亮了起来, 寻常人家换婚都是大忌, 更何况是皇家, 要是慕恩侯府的二小姐压根就没问题, 却哄遍宫中将婚约换给了大小姐, 那岂不是七君? 你将人好好食到一饭, 打理整齐之后, 送去慕恩侯府, 别除了差错, 我出去一趟, 晚些再回来。 二小姐, 你已经买了个丫鬟了, 也叫人送回府去, 咱们是不是也该回去了, 免得老夫人担心。 还欠点东西? 缺什么, 小的去给你买。 我要的东西啊, 你可买不了。 陈琪疑惑, 正想问他想买什么时, 就见云素音停下来朝后看去。 那不是刚才那个管事? 云素音嗚了一声, 才继续朝前走。 陈琪, 你知道一件事吗? 什么? 这京城里面, 共有八家雅行, 除了三家是官府的, 一家是首富耿家的, 剩下的四家, 几乎都是一个姓。 你知道他们姓什么吗? 陈琪不懂云素音的意思, 他哪里知道这些雅行姓什么呀? 我呀, 猜他们姓慕容? 大皇子的那个慕容, 陈琪猛地瞪大了眼。 人奴买卖这种东西, 无论哪长哪代, 都是被握在最有权势的人手里, 而且, 能够随意贩卖官奴, 又不怕被官家雅行打压的, 也就只有皇家人自己开的。 四皇子走的是如君的路子, 身后虽然站着丞相, 却没本事寻到那么多的奴隶。 二皇子是中宫嫡子, 想来金贵自傲, 以嫡皇子为尊, 他也不会让自己沾上这般让人诟病的行当。 唯有大皇子, 身份既贵重, 母族又长着兵权, 舅舅更是在燕北关外镇守, 轻易就能弄到胡人奴隶, 战事之后, 也能略来足够多的廉价战俘, 冲作粗意。 那管事之前提起大皇子时, 也格外尊敬些, 你瞧, 这管事走得这么匆忙, 你说, 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急着去给他主子报信呢? 云素音之前和那管事闲聊时, 可不只是真的闲聊, 几句话的功夫, 云素音就已经从他言语之中, 搜集到了自己想要的讯息, 也让云素音判断出, 这雅行是大皇子的产业, 要不是如此, 他怎么可能当着陈奇的面, 跟阿罗动手呢? 你, 你, 这人生哪, 真是说不清,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出来的时候, 你还奉命看着我, 可转个头, 就出了这么大的意外, 你说, 你家老夫人和侯爷要是知道, 你亲自将我送到了大皇子那里, 还叫大皇子的人知道, 慕恩侯府病重的二小姐根本没事, 而四皇子却和侯府勾结, 蒙骗君上, 换了婚约, 你会怎么样啊? 你说, 你会不会和刘管家一个下场啊? 二小姐你疯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小的自认为没什么对不起你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害小人? 而且你也是慕恩侯府的人, 大皇子要是知道了换亲的事情, 大小姐和夫人逃不掉, 你也活不了。 那可未必, 说不定大皇子不会揭穿呢? 怎么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 你可以声音再大一点, 闹得整条街的人都知道, 还是你确定你要在这里跟我说话?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也不干什么, 就是暂时还不想回府罢了, 你应该经常在京州行走吧,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好一些的酒楼? 我好些时间没在外面吃过东西了, 想去试试, 顺道给成儿带些好吃的回去。 陈奇满是憋屈, 可却也只能忍着云肃音, 他算是看出来了, 这位二小姐呀, 根本就是半猪吃老虎的主。 二小姐, 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说呢? 您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大皇子不会找四皇子的麻烦? 就是这话里的意思, 四皇子和大皇子的关系, 想必你也清楚, 他最初和我联姻, 你可知道, 他是冲着什么? 林家? 所以呀, 四皇子和林家交好, 未必是大皇子他们愿意看到的, 当初我和四皇子的婚事, 他们可没少从中作梗, 只不过, 敌不过我那个想要攀附皇家的父亲, 所以, 婚事到底还是定下来了。 如今, 四皇子自己换了婚约, 舍弃了跟林家拉拢关系的机会, 虽然, 他还是娶的是莫恩侯府的小姐, 可和林家血脉比起来, 你觉得, 大皇子他们会揭穿之后, 让四皇子有机会反悔, 还是将错就错, 任由四皇子娶了云淑月。 可是万一? 没有万一, 换婚的事情是莫恩侯府去求的, 四皇子也不过是答应了而已, 就算这事情被揭穿了, 四皇子会遭殉斥, 可是只要他把责任全部推脱给莫恩侯府, 说自己是被云家骗了, 到时候, 倒霉的只是莫恩侯府, 皇子婚事, 本就是皇家炎灭, 陛下虽然会动怒, 可是处死我和莫恩侯府的几率很低, 并多, 就是将云淑月和王室拉出来当了挡箭牌, 到时候, 再有林家的人作宝, 最大的可能, 就是将婚事换回来。 大皇子如果真的揭穿了这件事情, 不仅要拼着得罪云家和林家, 还亲手促成了四皇子和林家联姻, 他只要不蠢, 就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揭穿我没有病重的事情, 并多会想办法跟林家说上几句, 挑拨挑拨他们和四皇子的关系罢了, 就算退一万步, 他真这么蠢地告诉了陛下, 可谁又能证明, 今世在亚航的人是我呢? 我一直在莫恩侯府之中, 府里的下人不敢多嘴, 而我想要重病的办法多的是, 他要是真敢带着人找上门来, 到时候, 弃君的人到底是谁, 还说不定呢, 陈奇听着云素英的话后, 心里才彻底放松了下来, 他随即忍不住看向云素英, 眼里闪烁着一丝恶意, 只觉得被云素英算计之后越发怨恨, 是不是觉得松了口气呀? 觉得大皇子知道也没什么, 反正大皇子也不会闹出事来, 我这人又太过可恶, 竟然敢算计于你, 你就干脆叫我带回府去, 再叫祖母他们知道我今日所为, 祖母他们知道我行事肯定会大怒, 而你呢, 只是无辜被我算计, 只要大皇子不找侯府的麻烦, 不将事情闹大, 祖母和父亲就不会跟你计较, 陈奇被猜中了心思, 脸色一焦, 你怎么这么蠢呢, 大皇子的确是不会闹事, 可他会去找林家呀, 这么好挑拨离间的机会, 他怎么可能放过吗? 你知道, 我祖母和父亲最忌讳什么吗? 知道我昨天, 为什么能让祖母对刘管家动手, 哪怕我伤了王氏和云淑月, 却依旧能够全身而退, 祖母和父亲却反而向着我吗? 你可知道, 祖母为什么会罚贵王氏, 收回他管家之权, 甚至答应将我娘的嫁妆交还给我, 哪怕我闹得再大, 最后得了惩处的, 依旧不是我, 林家, 是因为林家, 老夫人和侯爷怕林家, 陈其刚才的心思荡然无存, 看着云素音温柔浅笑的模样, 只觉得浑身都冷得厉害, 明明云素音什么都没做, 只是去了趟衙行, 与人说了几句话罢了, 明明他一直都跟在云素音身边盯着他, 从没离开他半步, 甚至一直小心防备着他, 没有让他接触任何不该接触的人, 可是他居然还是在他眼皮子底下, 不动声色之间, 就算计了一切, 他算计了亚航管事, 算计了大皇子, 算计了林家和四皇子的关系, 还算计了他, 他突然砰的一声, 直接跪在了云素音面前, 你这是做什么? 是我永远不识泰山, 才会得罪了二小姐, 还请二小姐高抬贵手, 饶了小的一条性命, 小的往后, 定会替二小姐安前马后, 你是陈嬷嬷的侄儿, 小人知道姑姑的一些事情, 能全部告证二小姐, 二小姐握着这些把柄, 也不用担心小人敢背叛你, 姑姑要是知道我做了什么, 她不会饶了我的, 你先说说看, 刘管家是姑姑杀的, 这个我知道, 陈琦顿了顿, 又说了几件不怎么要紧的事情, 见云素音只静静地看着她, 没有任何表示, 她心里暗骂了一声云素音巧哗, 老夫人不像是表面上那么温和, 反而手段极狠, 以前老太爷在世的时候, 几个姨娘死的都不那么干净, 其中有不少都是老夫人, 让我姑姑下的手, 原本云家还有好些子嗣, 可大多都死在老夫人手上, 除此之外, 老夫人还经常让我姑姑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夫人, 就是二小姐的母亲还在世时, 姑姑帮老夫人在城西置了一处宅子, 里头养了好些人, 可后来没多久, 那宅子就被一场大火给烧了, 里头的人也几乎都死了个干净, 说不定就是老夫人动的手, 还有, 我还知道侯府在城外还养了一批人, 替四皇子打造兵器, 还养了一些私兵, 都藏在京郊的庄子里, 小姐要是想知道, 我也能告诉小姐, 陈其为了保命, 将所有知道的事情都说了, 你说老夫人在城西置的宅子, 那宅子是什么时候起火的? 好像就在夫人去了之后没多久, 你可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 我当时还小, 见姑姑总是往那边拿银子, 就好奇从狗洞里爬进去看过, 里边养着的好像是两个三个妇人, 穿着也是普通, 不知道是什么身份, 云素音本来就怀疑, 临世的死是有人动了手脚, 古代女人生产就如同是在鬼门关走一遭, 想要害人一碗汤药, 或者是生产时让人动动手脚, 就能让妇人难产血崩, 临世的死有蹊跷, 如今听着陈其的话, 云素音下意识就觉得那几个妇人, 说不定跟临世的死有关, 而能够插手临世生产, 被云老夫人圈养起来, 事后却又被快速灭口的, 是吻婆, 替临世接生的吻婆, 那几人都死了吗? 应该都死了, 那场火烧得极大, 等灭了的火的时候里头什么都没了, 有人的话也活不下来, 他们的家人呢? 这个小人就不知道了, 还有别的吗? 姑姑替老夫人办事都做得很是隐秘, 而且我以前也不在侯府当差, 信侯府也是这几年的事情, 有些事情姑姑不会告诉我, 只是偶尔会让我替她跑跑腿, 大多数的事情还都是我自己发现, 或者是猜出来的, 二小姐, 小人知道都告诉您了, 姑姑要是知道我说了这些, 一定会拔了我的皮, 小人往后只能跟着二小姐了, 还请二小姐饶了小人, 二小姐, 我不是小气的人, 你既然愿意跟着我, 我自然不会吝啬, 往后, 陈嬷嬷和祖母那里还得你替我周旋, 而他们的一些消息, 还有外头的一些事情, 也得你替我打探, 我喜欢聪明人, 也从来都不会亏待跟着我的人, 只是我眼里容不下沙子, 要是让我知道, 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做了什么不该做的, 到时候就别怪我吴琴, 陈嬷早就被云素英给吓怕了, 哪还敢背着她做什么呀, 小人不敢, 行了, 这些银子我既然给了, 你就收起来, 只要你往后好好替我办事, 我不会亏待你的, 云素英收服了陈嬷之后, 就少了许多顾忌, 等着小二敲门送东西进来时, 听到有人在议论这些什么, 搜捕的事情, 有些好奇的朝下望去时, 就见到街头正有人押送球车, 朝着酒楼这边走了过来, 那些是什么人, 姑娘, 您说的是那些人哪, 那是银龙黑甲军, 是摄政王府的人, 至于球车里押送的好像是什么南楼的人, 那些人里头有好些都是手染人命的亡命之徒, 不知道怎么得罪了摄政王府, 就连根被拔了, 二小姐, 这事我倒是知道一些, 我听说, 南楼之所以得罪了摄政王府, 好像是因为他们偷走了王府的东西, 这段时间, 摄政王府的人一直在京中四处搜捕, 隐约听说, 王府好像是丢了一只极为珍贵的兔子, 二小姐, 您没事吧, 哥有烫着, 我没事, 你说摄政王府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是为了只兔子, 小人刚听说的时候也觉得不可思议, 那兔子再珍贵能珍贵到哪去, 摄政王府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可是左个儿, 我去访市的时候却是亲耳听到, 说那只兔子是摄政王从南地带回来的爱宠, 结果被人盗走了, 南楼这些人好像就是因为这个才得罪了摄政王, 摄政王府不仅铲除了南楼, 还贴了榜文, 说是找到兔子的人能得百金, 这几日满京城的人都领着兔子去摄政王府, 想要赚那赏银, 结果被指出贸任之后就被打了出来, 我昨日经过摄政王府门前时, 那台阶上还沾着不少血呢, 那个神经病, 谁是他爱宠啊, 云素音血矣在窗口上, 顺着那些人朝前看去时, 想要瞧瞧南楼的杀手长什么样子, 又有些好奇的看向球车末尾的马车, 里面露出一道极为眼熟的身影, 那人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猛地抬头朝着楼上看来, 云素音吓了一跳, 王爷, 怎么了, 可是那边有什么不对, 没事, 君九渊隐约看到那人是个女子, 只以为刚才那目光也像是那些百姓一样, 不过是好奇而已, 王爷, 那南楼的人跑得极快, 咱们也只抓到了这些而已, 其他的早已经销声一击, 你说咱们这么做, 能把剩下的人引出来吗? 不出来, 南楼自此, 烟消云散, 堂堂第一杀手组织, 庇护不了下面的人, 还被挖出了所有客户的源头, 就算他们有手段拿捏着那些杀手, 王后也没人再愿意替他们卖命, 更没有人再敢找他们做生意, 本王亲自出来, 就是给他们一个翻本的机会, 半空之中, 却是突然传出几道破空绳, 万军手中长刀猛地朝前一斩, 就将那几乎到了跟前的弩剑斩断, 有人接酒, 保护王爷, 林祖音原本瞧见军九渊突然出现时, 还被惊着, 等反应过来, 他现在是人, 不是兔子, 他怕个屁啊, 二小姐, 咱们赶紧走吧, 先等等, 现在出去太过招眼, 等他们打完之后再走, 这一场刺杀, 分明就是军九渊拿自己为耳, 想要将南楼赶尽杀局, 果然, 变客之后, 周围那些巷盗之中, 就传来了盔甲碰撞的声音, 好, 给我进来, 快走, 想走, 哪那么容易, 既然来了, 就全部给我留下来, 抓住他们, 一个都不能放过, 原本只是防守的那些黑甲官兵, 瞬间爆起, 朝着那些黑衣人杀了过去, 眼见的那些人越死越多, 而外头官兵也越来越近, 那些人如同困兽一样, 被冲得七零八路, 或是被斩杀, 或是生擒, 等只剩下最后两三人时, 万军直接就朝着领头模样的那人追了过去, 那人同流之间, 就朝着旁边的巷盗冲了过去, 万军连忙跟上, 却在转弯之时, 突然看到原本已经空荡下来的巷子里, 不知道怎么的, 突然多出来个孩子, 那黑衣人手中抵着那孩子的脖子, 朝着万军立声说, 站住, 你再敢过来, 我就杀了他,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大人, 大人, 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 求求你, 没想到, 堂堂摄政王府的万大人, 居然还是个怜香西域的主啊, 既然如此, 那我就走了, 云素英也没想到, 会出现这种意外, 他连忙抓着桌上的点心, 就直接朝着那人手腕处打了过去, 黑衣人腾空而起时, 正想弄死了那个孩子, 免得拖累, 谁知道, 就在这时, 突然感觉到手腕一疼, 抓着那孩子的手下意识一松, 那孩子就直接掉了下去, 万军连忙一蹬地面, 跃了起来, 将那孩子一把接住, 下一瞬就看到那黑衣人被一根簪子刺穿了喉咙, 砰的一声摔在了地上, 万军和马车之中的军酒员, 几乎都是同时朝着酒楼上看去, 两人都只看到了那边一张戴着面纱的脸, 还没等戏桥时, 那人就直接退了回去, 下一瞬, 隐没在了酒楼之中, 王爷, 人已经走了, 刚才那人能一击击杀那个杀手, 身手极为凌厉, 而且这么远的距离还能一箭穿喉, 用的是最普通的簪子, 万里非同寻常, 属下方才问过了, 刚才在这里的是一男一女主仆二人, 动手的应该是那个女子, 王爷, 可要派人去追, 不用了, 让人把南楼的那些鱼脸抓起来, 待回去后细审, 看能不能审出什么, 是, 万大人, 这南楼的人干的都是杀人的行的, 王爷说要审, 是还要问兔子吗, 那不然呢, 万军一想到, 自从那兔子没了之后, 王爷又变回了从前那般冷立的模样, 他眉眼之中就全是奴役, 该死的刺客, 别叫他抓到是谁偷了王爷的兔子, 不然, 他扒了他的皮, 二小姐, 您刚刚为什么出手啊, 这摄政王府的人可不好招惹, 万一被他们抓住就麻烦了, 那总不能眼看着那个孩子被掐死吧, 放心吧, 我在酒楼里一直蒙着面纱, 没人知道我是谁, 而且刚才我虽然出手, 却没伤及王府的人, 反而帮他们解决了劫球的杀手, 只要不是当场被抓住, 想来, 他们也不会太过追究, 那咱们接下来是要回府, 先不回去, 你可知道, 这经中有谁能打造金针的, 这东西寻常铁匠铺子, 应该都能打造, 只是如果要手艺好的话, 寻铁匠铺子, 不如去找卖首饰的, 经中那些银楼里, 大多都有自己的匠人, 做银丝金线最为厉害, 想来应该也能做金针的, 小姐, 好好吃啊, 好吃就多吃点, 慢慢吃, 桌上的都是咱们的, 没人给你抢, 怎么, 不会用筷子, 会, 那就赶紧吃啊, 总不会, 还想要我喂你, 阿罗, 吃这个, 这个好吃, 云素音正满脸幸福地 品着嘴里的饭菜, 屋里也是一片暖意融融时, 门外却突然听到春梅尖叫了一声, 紧接着, 像是盘子被摔在地上之后, 就是一道难声, 云素音, 你给我滚出来, 外头春梅几人跟了进来, 急急地就想拦着这突然出现的小公子, 云锦园却是一把推开春梅, 你还有脸吃饭, 三公子, 你有话好好说, 滚开, 丑尔, 一个不要脸的剑, 跟诚儿道歉, 我道你, 云素音, 你疯了, 你居然敢打我, 我不说第三次, 跟诚儿道歉, 云素音, 你个疯女人, 你凭什么叫我跟她道歉, 她就是个奴才, 我就是打死了她, 也是她活该, 谁叫她敢拦着本公子, 还有你, 你居然敢打我, 你个贱人, 你信不信, 我告诉父亲, 那她打死你, 云素音, 你个贱人, 你不知羞耻, 跟人私奔苟且私混, 如今, 回来就陷害月姐姐和我母亲, 如今还打我, 你这个蛇蟹女人, 你就该死在外面, 你还回来干什么, 云素音手上毫不留情, 板手就又是一巴掌, 我下贱, 我要是下贱, 你是什么, 你要不是有个好命, 能投胎在莫恩侯府, 就你这种狼心狗肺, 认贼做母的畜生, 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 母亲要是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玩意儿, 还不如将你变成胎盘, 塞进了马桶里, 让你转世轮回, 又怎么会拿他自己的命, 换了将你生下来, 你, 你敢打我, 我跟你拼了, 云素音抬腿踹在他腿腕上, 看着他手里藏着的短笔, 砰得落在地上之后, 满眼寒霜, 你想杀我, 我, 你放开我, 云, 云素音, 你, 你杀我, 杀了我, 父亲, 父亲不会放过你的, 你在威胁我, 你知道吗, 我活了这么长时间, 你还是第一个威胁我的人, 云锦园张大了嘴, 拼命地想要呼吸, 他只觉得, 胸腔已经疼得没了知觉, 从来没有感觉到, 自己离死亡这么近过, 云锦园怕了, 姐, 姐姐, 小姐, 小姐你快放开三公子, 快放开他呀, 云素音毫无反应, 小姐, 奴婢求求你, 快放开三公子, 三公子死了没事, 可你要是杀了他, 你也会死的, 侯爷和老夫人不会饶了你, 你会替三公子偿命的, 春梅他们也是反应过来, 连忙上奸哀求, 云素音听着几个丫头哀求, 他这才松开了脚, 云锦园, 以前我纵着你, 是因为顾念着姐弟之情, 可是如今, 我不想再将你当成弟弟了, 往后这锦绣院, 你敢踏进一步, 我就打断你一条腿, 敢伤及我院里的丫头, 我就打断你一只手, 刚才的那些话, 你若敢对外说一句, 再让我听到你对我无言或语, 我就拔了你的舌头, 到时候, 看你那好姐姐和母亲, 会不会为着你来找我的麻烦, 这世上最没用的废物, 就是你这种仗着姐姐疼爱, 一次又一次伤害她的白眼狼, 没了我对你的忍让和疼爱, 你在我这里, 连条狗都不辱, 至少我喂了狗吃后, 它还会朝着我摇摇尾吧, 把它扔出去, 也让它脏了母亲留下的地方, 三公子, 三公子, 你怎么了, 别, 别拉我, 骨头断了, 你, 你怎么会这样, 二小姐她, 她是个疯子, 云苏燕是个疯子, 她打我, 二小姐她怎么敢, 三公子, 我这就禀告老爷他们, 别, 别去, 别让父亲和祖母知道, 你们先扶我回去, 悄悄替我请个大夫回来, 那夫人和大小姐那里, 也先别说, 你这腿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到, 接下来, 可得好好养着, 要不然, 真得变成瘸子, 小姐, 那水脏了, 奴婢另外替您蹲水, 就洗洗手, 能有多脏啊, 可等话音一落, 看着盆里泛红的颜色, 猛地瞪大了眼, 这里面有血, 阿罗在里面洗手了, 我要及时出去一趟, 可能明天, 不对, 也有可能一两天都回不来, 你们守着锦绣院, 不准外面的人进来, 要是祖母他们让人来找我的话, 就说, 我被云锦园气病了, 不见外人, 要是真拦不住的话, 不管找什么借口, 也叫人知道我出去了, 要是遇到麻烦事情, 就去找外院沉默默的侄儿陈琪, 他会帮你们, 我尽快回来, 小姐, 承儿瞪大了眼睛, 刚想问云素音要去干什么, 可云素音已经转身, 朝着门外急跑了出去, 王爷, 找到了, 找到了, 您瞧瞧, 这是什么, 万军正想朝着军酒院献宝, 谁知, 就被云素音给咬了一口, 咱们找到的, 不是我们找到的, 是他自己跑回来的, 刚才, 府里巡逻的暗卫, 带着他过来的, 说是他从外面回来的, 自个翻了墙不说, 还咬着藤蔓挂在墙上, 要不是被府里的人及时发现, 咱们的院墙, 他掉下来非得摔死不可, 暗卫瞧着他机灵, 而且模样, 又与您丢的那只兔子有些相似, 就赶紧来找属下了, 属下认出他来, 就赶紧给您带过来了, 君酒渊原本还一脸冷漠, 可当听到这兔子是自己回来的, 他谋中的寒意散去了一丝, 云素音也察觉到了君酒渊的不对劲, 他以前研究过一些心理偏执且阴暗的人, 知道这些人大多性情暴力冷漠, 而且因为害怕失去, 就不愿意主动拥有, 而且, 一些原本得他们看重的东西, 一旦离开身边, 哪怕再次回来时, 他们也不会再要, 云素音生怕被君酒渊划分到了丢了就不想再要的东西行列里, 连忙朝着君酒渊蹦了过去, 睁大了眼睛, 微歪着脑袋卖萌, 见他不为所动, 云素音只能继续卖力, 估摸了一下距离之后, 用力一跳, 就一个跟头栽进了君酒渊怀里, 粉嫩的爪子抱着君酒渊放在膝上, 冷白漂亮的手指, 卖力的舔了舔后, 又靠着他蹭了蹭脑袋, 你快离离我呀, 君酒渊原本神色冷烈, 却被怀里小东西的蠢样子逗笑, 感觉着他拼命讨好卖乖, 一副生怕被他抛弃的样子, 身上那股子森寒总算是消失之后, 他伸手将云素音抱了起来, 蠢东西, 云素音磨牙, 心里骂了八百遍, 你才蠢, 你全家都蠢, 面上却是十分亲密的抖了抖耳朵, 抱着君酒渊的手指撒娇, 一副快来摸我, 快来摸我的模样, 王爷, 这小东西还分人呢, 属下每次碰一下他, 不是挨咬就是被踹, 怎么他对王爷就这么勤呢, 你问他, 小乖乖, 让我抱抱好不好, 我给你拿好吃的, 云素音扭头就埋在君酒渊怀里, 只露出个屁股对着万军, 去哪儿了, 云素音假装听不懂, 只用头拱了拱他, 想要钻进他怀里去逃避审问, 却被一根冷白手指抵着脑门推了回来, 本王知道你能听懂, 连爬墙卖乖都懂, 别告诉本王你是寻常兔子, 你是精怪也好, 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 你既然能够听懂本王说话, 那你应该知道, 本王身边不会留不忠之人, 你若不说, 那你也不必留下来了, 云素音感觉到后博梗声那只手越收越紧, 自己的兔子脑袋都几乎要被拧下来, 原本还想着要糊弄过去, 可是军酒渊显然不可能轻易放过, 想要这个工具人心甘情愿, 甚至还能在他偶尔离开, 或是在回来时不会排斥他, 他总得找个借口, 替自己以后来去铺路才行啊, 云素音可怜巴巴地看着他, 发出细细地求饶的叫声, 那日是被人劫走, 还是自己跑的? 云素音张张嘴, 这么复杂的问题, 叫他怎么回答呀? 自己走叫一声, 被人劫走叫两声, 云素音迟疑了下, 才弱弱地叫了一声, 为什么要跑? 本王有没有说过, 让你乖乖待在屋中? 云素音耳朵被抓住, 只觉得浑身发麻, 连忙挣脱了一下, 扭头舔了舔他的手指, 在他身上蹬了蹬, 做了个撞击的姿势之后, 又故作凶恶地呲了呲牙, 然后蔫儿蔫儿地叫了一声, 你是说那天, 有人进了王府伤了人, 还想行凶? 你是跟着那人出去的? 云素音点点头, 可怜巴巴地将爪爪露了出来, 做了个吃痛的模样, 后来受伤了? 云素音应了一声, 靠在军九渊手边, 委屈极了, 那这几日怎么没回来? 他可怜巴巴地指了指军九渊, 又指了指自己, 然后画了个圈儿圈, 做了个追逐的动作, 又摇摇头, 朝着他膝上一摊, 吐着舌头, 蹬着腿, 做了个翘辫子的模样, 军九渊看不懂, 云素音叹了口气, 他只能又比划了一下自己和军九渊。 你和我? 云素音继续比划。 人? 你? 死? 你是说那天入府的人想要害我, 你跟着去了, 结果险些死了? 云素音险些泪瘫了, 连忙点头, 军九渊吃笑了一声, 他虽然捡着这蠢兔子不久, 可却知道他是个贪生怕死的, 他正想说话, 却见血团子又比划起来, 像是怕他理解不了, 他急得毛都炸了起来, 甩甩耳朵, 云素音本就对于人的杀气极为敏感, 他感应到军九渊身上弥漫的杀意, 连忙蹦蹦跳跳地想要解释, 军九渊就这么看着他作戏, 而眼底的冷意越积越重, 云素音也是急了, 张大了嘴, 原是想要叫几声, 可半赏, 嘴里居然憋出了一句, 没跑, 云素音吓了一跳, 而军九渊也猛地睁大眼, 军九渊伸手拖着兔子的屁股, 将受了惊吓, 差点滚到地上的血团子捞了回来, 然后就见他红彤彤的眼睛里, 全是惊吓之色, 你会说话? 云素音瑟瑟发抖, 想跑不敢跑, 最后只缩成一团, 害怕? 云素音一抖, 军九渊突然伸手摸了摸他的后背, 别怕, 本王不杀你, 你是妖物, 本王又何尝不是异类, 你可知道本王当年成为药人的时候, 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凡有人见到本王时, 都会叫本王一声怪物, 那时候, 他被药物侵蚀, 浑身上下几乎不见一处正常之色, 若不是他那个父皇还要靠着他来解毒, 他早就被人一把火烧死了, 本王和你一样, 都是异类, 只要你乖乖的, 本王不杀你, 云素音陡然变身心软, 军九渊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让他防备着所有人, 满心狠立冷漠地对待周围一切, 却对一个怪物露出温柔来, 甚至将一个怪物视为同类, 所以你真是妖怪, 云素音摇摇头, 表示不知道, 刚才第一次说话, 云素音轻轻叫了一声, 点点头, 再说一句, 云素音张了张嘴, 根本就说不出话来, 云素音想了想之前的情形, 断了说连句的心思, 他只是尝试着发出字音来, 片刻后, 竟是成功了, 云, 阿云, 细细软软软的叫声, 跟进了堂似的, 让军九渊正冷, 云素音没想到真能成功, 满是欣喜地, 抱着军九渊的手, 软软地叫道, 云, 阿云, 这兔子居然真能说话, 军九渊瞧着他跟小孩似的, 一遍又一遍地叫着他的名字, 他只觉得心底像是被什么填满了一样, 胀胀地, 却泛着酸甜, 好像终于有一件东西, 满心满眼都是他, 你叫什么, 有名字吗, 音, 声音的音, 见小家伙点头之后, 军九渊抱着他凑近跟前, 阿云, 那嗓音直撩得他耳朵发麻, 耳朵都快怀孕了, 他鬼使神差地, 忍不住凑近, 亲了亲他眼眸, 见军九渊呆症时, 他顿时反应过来自己做了什么, 连忙推开之后, 伸着爪着抱住脑袋, 在他身前打了个滚, 羞得毛发都泛了粉色了, 卑鄙, 无耻, 他居然贪恋人家美色, 嗯, 他不干净了, 原来阿云这般好色, 本王好看吗, 他言笑时, 那股热气直接落在他毛发里, 侧脸将未曾戴着面具的那边贴在他身上时, 撩在他的身上都发起烫来,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耳间就传来一阵青藤, 他, 他, 他居然咬他耳朵, 你亲本王, 本王咬你, 公平, 公平个屁, 变态, 刚才那一瞬间, 他耳朵敏感的差点让他发抖, 那仰义一路蔓延到了尾锥骨, 简直让他难以自持, 他早知道自己耳朵敏感, 可没想到居然这么刺激, 他满是羞耻恼怒的, 扭头将脑袋塞进爪爪里, 只留个屁股对着他, 君九渊见状, 笑出了声, 影子浮在外间房梁上, 听到里面君九渊的笑声时, 神情错愕, 他们跟着王爷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有见他笑得这般开怀过, 云素音暂且留在了摄政王府, 君九渊处理政务的时候, 云素音就趴在他身前的桌上, 抱着怀里的红豆金丝卷, 看着灯下美人, 这男人的长相几乎处处都长在了他喜欢的点上, 云素音咽了咽口水, 君九渊翻了翻折子, 就感觉到那股炙热的视线, 一直粘人至极地落在自己的脸上, 君九渊失笑, 朝着他脑门上就谈了一下, 这么喜欢看本王, 是瞧上了本王眉色, 所以阿音也是个肤浅的妖怪, 要是让你瞧见本王面具下的模样, 怕是你也会如同旁人一样, 视本王如同妖魔了, 他才不会呢, 云素音翻了个白眼, 仿佛为了表示他没那么肤浅, 他直接凑过去就想轻弹, 只可惜还没靠近, 就被君九渊拎着后脖梗给扯了回来, 这么脏, 可别连那本王也一起脏了, 云素音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 沾了不少点心蟹的毛毛, 别别嘴, 想不想泡温泉啊, 云素音瞪大了眼睛, 这摄政王府还有温泉, 本王腿脚不好, 需得汤池温养, 这府里有一处汤池, 想不想跟本王一起过去, 当然想了, 这冰天雪地的天气, 要是能泡一泡汤, 那简直就是最好的享受了, 连忙熟门熟路的蹦到他怀里, 用爪爪刨着他, 蹉一蹉着他快去, 阿音, 云素音咽了咽口水, 蹦得着到了他身旁, 刚想伸着爪爪试探一下水温, 就被军酒渊伸手一捞, 直接跌进了温泉池中, 云素音吓了一跳, 尖叫着扑他, 等险些沉底, 才被一只大手捞了出来, 你这兔子, 精做得也忒没用了些, 说话磕巴不会法术, 连求水都不会, 要是没有本王, 你怎么活呀? 没你, 我才活得更开心呢, 云素音又气又羞又恼怒, 扭头朝着他身前, 就是一口, 只可惜这兔子身子还是幼兔, 连牙都没长全, 一口下去, 只咬破了一点他的皮, 反倒是磕到了自己, 疼得眼泪汪汪, 军酒渊瞧见他居然哭了, 连忙用手指将他嘴扒开, 瞧见磕掉了一颗兔子牙, 你这算不算肉没吃上, 还磕掉了牙? 他话没说完, 下巴上就挨了一脚, 好好, 本王错了, 本王不笑你了, 你还笑, 云素音怒视他, 狠狠踩了他一脚, 军酒渊吃痛后, 连忙收敛了笑容, 让本王瞧瞧, 伤着了没有? 嗯, 是该换牙了, 兔子也要换牙吗? 好在没流血, 不然回头长不出新牙来, 你可就成瘸牙小妖怪了, 你才是瘸牙小妖怪, 云素音瞪他, 军酒渊捏着他耳朵, 笑着将他放在身旁的台阶上, 不逗你了, 这药池之中的泉水, 有疗伤悦寒之效, 本王这么多年都靠着他来压制体内的毒, 也靠着他缓解腿上的疼痛, 说起来你是妖精, 能泡药欲吗? 云素音放松了身体, 伸直了爪爪飘在水上, 就感觉那水温温润润的极为舒服, 嘴里还发出细细的舒服一般的叹气声音, 你倒是会享受啊, 不过这汤泉药性太重, 烧泡一会就出去, 免得身体受不了, 云素音飘在水里享受了一会儿后, 舒服得险些要在泉水里睡着, 感觉浑身都被泡得有些发软, 脑子也晕乎乎的, 他连忙从台阶上爬了出来, 朝着军酒渊那边哼起了两声, 军酒渊好像是出了问题, 像是在忍受什么一样, 眉眼紧闭之时, 喉间发出隐约的吃痛的声音, 军酒渊? 他用力拱了拱, 依旧没有得到回应, 而且似乎因为他的碰触, 原本靠在汤池边缘的军酒渊, 手臂落在水里之后, 整个人竟是直接朝着水中滑了下去, 而他整个人栽在了水中, 依旧未曾醒过来, 他再不敢迟疑, 连忙跳进了水里, 等好不容易靠近之后, 连忙亲了亲他的嘴唇, 刷他一下, 两道人影从里面冒了出来, 军酒渊! 云素音替军酒渊清理了胸腔内的积水, 这才有功夫去替他把脉, 等感觉到他体内那紊乱成一团的脉象之后, 他脸色忍不住泛黑, 这家伙的脉象简直闻所未闻, 时而微弱断絮, 时而却又强盛至极, 而且他体内的毒并非一种, 反而像是好几种毒交缠在一起, 下意识地就摸向腰间, 等做完动作才想起来, 他身上没有金针, 云素音看着外面, 咬了咬牙, 算我欠你的! 云素音也没察觉到, 自己突如其来的心软, 只有些恼怒又气冲冲地趴在军酒渊身上, 朝着他后肩上咬了一口, 等闻到血腥之后, 感觉到身体里那股热意再次出现, 云素音才赶在变成兔子之前, 挥手打翻了附近的东西, 这是哪来的? 王爷信仰的宠物, 让他留在这就行, 没事的, 王爷怎么样了? 王爷毒发得突然, 好在未曾枪水, 也发现了几时, 不过王爷体内的毒越来越厉害了, 府中的汤泉药性已经加重了三倍, 却还是压不住他体内的毒性啊, 之前王爷半年才会毒发一次, 可这次离上次还不到三个月, 这毒发作的越发频繁, 而且我方才也已经看过, 这毒素已经朝着五脏六腑蔓延, 要是不能尽快的拿到万毒冰蝉替王爷解毒, 等到脏腑受损之后, 就算神仙也救不回来, 怎么会这样? 不是说还有五年魂冲吗? 我也没想到王爷体内的毒会聚变得这么厉害, 你可是一股传人啊, 我是一股传人, 但是我不是神仙, 要是我师父还在, 或许还能想办法替王爷解毒, 可是我…… 他医术不及他师父, 而且当年他学医之时极为厌恶用毒一道, 所以对于解毒之时, 也远不及他师父厉害, 唉, 是我学医不经, 不过我师父留下手渣, 说那万毒冰蝉能解世界一切毒, 如果能拿到万毒冰蝉以毒攻毒, 我定能解了王爷的毒, 如果拿不到…… 王爷体内毒素已经蔓延, 要是不能解毒, 我最多只能替他拖上一两年, 可就算不死, 那毒也会不断摧毁王爷身子, 先是毁了腿脚四肢, 接着便会失聪失明, 无感尽失, 直到毒入肺腑骨髓, 耗尽兽数, 毒法而亡, 三宝眼中瞬间续泪, 万军和影子也都是红着眼睛,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必须尽快找到万毒冰蝉, 否则王爷的情况只会更坏, 眼下我只能暂时压制住他体内的蔓延, 可尽管如此, 也维持不了多久, 嗯, 我会派人抓紧去找, 上一次他们会去南地, 就是因为听说了万毒冰蝉的消息, 可谁知道, 去了之后却晚了一步, 下后闻声失真之后, 军酒渊的情况便渐渐稳定了下来, 等确定周围无人之后, 一直装睡的云素音才猛地睁开眼, 他朝着军酒渊身边挪动, 等亲了亲他的薄唇, 再次恢复了人参, 云素音恢复人参之后, 就扯过旁边的披风裹着自己, 只觉得造孽, 每次变回人参就光溜溜的, 太没安全感了, 在桌上瞧见下侯闻声没带走的银针时, 他才松了口气, 之前他还生怕这银针被带走了之后, 他束手无策, 那下侯闻声的医术还算不错, 军酒渊的情况的确好转了不少, 只是他体内的毒, 却根本未曾全部压制住, 军酒渊, 见他没什么动静, 这才取出银针, 试了试手感, 每一次下针之时, 他都快且迅速, 而每一针所落之处, 几乎全是极为危险的穴位, 凤鸣九针, 云素音曾经习得的秘迹, 能够护住军酒渊心脉脏腑, 至少能保他半年之内, 不被毒素侵蚀, 这一套针法, 是他师父教给他的, 能救死人衣白骨, 只要有一口气在, 就能从阎王手里抢人, 可是, 却极为耗费心神, 原本如果配合相应的 医者内力的话, 用这套针法并不算难, 可如今他这身体, 连半丝内力都没有, 等一套形针下来, 他脸色惨白, 浑身虚弱, 起身时, 又跌了回去, 云素音脑海之中晕眩, 好半天才缓了过来, 他垂眼看着军酒渊, 见他眉宇舒展开来, 整个人都安静了下来, 仿佛沉沉睡去的模样, 算你运气好, 遇到了我, 否则就等着变成毒人吧, 他扎完针后, 就想到之前在汤匙里变成兔子之后, 磕掉了牙, 他连忙朝着嘴上摸去, 却见门牙还在, 只是靠边的地方缺了一颗, 小王八蛋, 老娘今天救了你, 你往后可得好好当工具人, 护住老娘的兔子, 军酒渊安静地睡着, 耳朵却被掐得通红, 云素英解气之后, 这才有些好奇地摸了摸他的脸, 一个大男人, 睫毛怎么这么长啊, 还有这皮肤, 比我的还好, 云素英哼哼唧唧, 有些嫉妒, 将他面具取下看了一眼, 瞧见那半边脸上遍布的黑纹, 却没有什么外伤, 军酒渊的脸和腿, 都是被他体内毒素所毁, 只要体内的毒一清, 脸上和腿上自然能够恢复过来, 好在这脸没被毁了, 不然, 还真可惜, 云素英替他将面具带回去后, 又捏了捏他的脸, 手指在他喉间游一了片刻后, 视线就落在他单薄, 却不受住的胸膛前, 他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想着他也算救了这男人一命, 收点利息, 不为过吧, 流连了许久之后, 他才忍不住微红着脸黑黑一笑, 云素英手指在他胸腹之间来回, 瞧了瞧他穿着长裤的下身, 悄悄探手, 刚往下撩开一脚就猛地被人抓住, 他吓得浑身一哆嗦, 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人猛地一拉, 整个人摔在了军酒渊的身上, 身上的披风陡然开了, 他毫无遮掩地直接撞在了男人也无遮掩的身上, 肌肤相贴, 四目相对时, 云素英猛地对上一双仿佛能将人魂魄都吸去的黑眸, 我, 我不是, 我, 我没有, 我, 不是我, 云素英被他盯得毛骨悚然, 想要挣脱之时, 腰间却猛地被他拉住, 他手一软, 整个趴在了他身上, 鼻息交缠, 让得他浑身发软, 猛地生出一阵战力来, 你, 云素英刚想说话, 就突然一抖, 却是君九渊突然含着他颈尖, 软肉被利齿撕磨, 像是要害被人擒住一般, 而腰间那双大手更是顺着肌肤朝下探去, 云素英浑身僵硬, 瞪圆了眼, 满是不敢置信和慌乱, 他连忙伸手就想朝着君九渊的脖肩攻去时, 就察觉到那男人手中一停, 嘴里一松后, 眼睛闭上又晕了过去, 君九渊, 见他鼻息悠长, 而紧闭着眼眸之时, 浑身上下没有半丝苏醒的迹象, 云素英猛地松了口气, 随即, 暗脑自己刚才美色熏心, 连忙就想从他怀里出来, 可是, 腰间却被死死勒着, 身上光溜溜地贴着他时, 那感觉几乎想哭, 云素英试了几次, 连翻身都不能, 更别说去扳腰后的胳膊, 他想要逃走逃不掉, 想离开也不能, 最后没办法, 只能又咬了他一口, 尝到血腥变成了兔子之后想脱身, 可谁知道, 君九渊那手却继续压着他, 还顺带抓着他耳朵, 云素英欲哭无泪, 好惨一兔子, 云素英想尽了办法也没能脱身, 等到筋疲力尽, 趴在君九渊身上时, 满心丧气地垂着脑袋绝望至极, 这天底下果然就没有白吃的豆腐, 之前诗珍本就耗费了心力, 此时又折腾了一通, 君九渊那偷竹其来的苏醒, 吓得云素英险些没了魂, 大惊大吓之下, 云素英只觉得疲倦至极, 眼皮越来越重, 不知不觉间就睡了过去, 等着三宝进来的时候, 就见到王爷身上的被子开了, 而那只兔子正全在王爷身前, 三宝看了一会儿, 见一人一吐睡的香甜, 只将被子拉过来盖着二人, 夜色江明时, 君九渊从昏睡之中醒过来时, 漆黑的眼中带着一丝迷茫, 君九渊知道她又犯病了, 明明她能感知到外界的一切, 却睁不开眼, 动不了手, 她好像还做了梦, 梦里是个看不清楚模样的女子, 满是惊慌地跌在她身前, 君九渊睁着眼睛, 静静看着床顶的娇人杀石, 思绪有一瞬间地放空, 她这是做春梦了, 王爷, 您醒了, 君九渊虚了一声, 他怎么在这里, 昨日怎么回事, 三宝下意识地放低了声音, 啊, 您在汤匙那边突然毒发, 挪在是听到里头的动静才进去的, 然后就见到王爷躺在地上昏迷不醒, 旁边的东西洒落了一地, 影子将您送回来后, 就叫了夏侯过来, 你说我躺在汤匙外面, 三宝点点头, 君九渊微眯着眼, 她昏迷之前可记得十分清楚, 自己是在汤匙里面毒发的, 当时汤匙里面就只有她一人, 多出来的也就是阿阴这只兔子精, 三宝和影子就在汤匙外, 要是真有人进来, 根本就瞒不过他们, 可三宝他们从头到尾都没看到旁人, 所以帮她的只有可能是这只兔子精, 君九渊垂眼看着身上的血团子, 眼睛里满是恶然之色, 她怎么也想不出来, 这巴掌大小的小家伙, 是怎么将她从汤匙里面弄出来的, 君九渊莫名就想到了昨夜那场春梦, 那无比真实的触感, 那满是惊慌的眼眸和惊呼声, 当真只是梦里的人吗? 而且以前每次独发之时, 她都很快便会腾醒过来, 可这次却安稳地睡了一整夜, 夏侯闻声是没有这个本事的, 除非有别的人帮了她, 所以昨天夜里的那场梦是真的, 她的兔子真的成精了? 王爷, 您没瞧见, 您出了事后, 这小家伙急得都快哭了, 一直巴着奴才裤腿, 让奴才带着他跟着你, 等来到了成明堂后, 更是非得要蹲在您身边, 万军想把他带走, 他都不肯, 哄他吃的玩的都不乐意, 当外头的人都走了之后, 他就全在您身上, 怎么都敢不走, 只眼巴巴地守着您, 奴才瞧着他都快成精了, 可不就是成精了? 啊? 他叫阿音, 王后留在王府, 本王的地方随他去, 厨房里也照着本王的饭食, 替他准备吃的, 每日多加两道甜食, 吩咐府里的下人不准伤他。 啊, 奴才知道了。 三宝退下去后, 君九渊才靠在床头, 看着怀里的血团子。 小妖精, 本王抓住你了。 云素音不知睡了多久,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 外间天色已经透亮, 云素音满是茫然地看了周围一会儿, 云素音摇了摇脑袋, 想要站起来, 谁知道, 才刚爬到床边就一头栽了下去。 阿燕, 怎么了, 不舒服? 君九渊感觉着不对, 想起那些妖怪之意里说的, 妖精变人之后都有异常, 而且他体内的毒到现在都未曾再有发作的迹象, 连常年被毒侵蚀, 冷得如同浸在冰里的双腿, 也泛着温热, 恐怕都是阿燕帮了他, 他会不会动用了本来不该用的能力, 或者为了救他做了什么, 所以出了问题, 君九渊连忙伸手摸了摸他耳朵, 就感觉到那往日温温的地方烫得吓人, 而云素音更是软绵绵地趴在他掌心里, 发出细碎的像是难受的叫声, 去叫向后过来, 王爷, 属下不是兽医, 君九渊瞥了他一眼, 眸色冷沉至极, 夏侯文声一哆嗦, 连忙不敢再疲, 上前替那血团子检查了起来, 有些发烫, 瞧着精神萎靡, 是不是着凉了, 你是大夫, 你问本王, 夏侯文声默了默, 险些翻个白眼, 他是医人的大夫, 又不是兽医, 不如我替他扎两针试试, 君九渊横了他一眼, 影子, 你去找个兽医过来, 夏侯文声委屈, 过了没多久, 就领着个年迈的兽医回来, 那兽医原是想要替云素音检查, 只可惜云素音十分抗拒, 紧缩在君九渊怀里, 不肯松开, 他可不愿意被那老头扳开腿, 跟只牲畜似的上下查看, 就这么看, 最后, 那兽医只能在旁边瞧着, 王爷, 您这贵宠无事, 没事, 怎么这般模样, 啊, 他呀, 乍一看是幼兔, 可实则也有三四个月大了,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比寻常兔子瞧着焦嚣了一些, 可是这么大的兔子发情是正常的, 发, 发情? 这兔子在兽类里面本就成熟的早, 母兔大多都是三四个月便发情, 只是平时几乎都是在春秋两季, 您这贵宠应该是第一次发情, 所以才会在这个时候, 您若嫌他闹的话, 便寻个笼子将他关起来, 等过上两日三日, 这发情期过去之后就能恢复正常了, 这段时间里, 每隔上七八日, 最迟十几日便会有这么一回, 一直的大概两个月后, 才能恢复正常, 君九渊让人将兽医送走之后, 三宝提议送个笼子进来, 云素音顿时满脸抗拒, 踢了踢君九渊的手, 君九渊知道他并非普通兔子之后, 又怎会将他关进笼子里呢? 只说不用之后, 就让他们先下去, 等屋中没人之后, 君九渊才默地笑出声来, 云素音本就尴尬至极, 被他这一笑, 更恨不得能找个地洞钻进去, 他没想到, 他变成了兔子之后, 居然还会发情, 而且发情期居然有这么长时间, 一想起自己刚才那哼哼唧唧, 粘人至极的模样, 把君九渊当成了免费的那啥, 他就休得, 简直想要当场自尽, 他昨天吃了君九渊的豆腐, 今天就出了这种糗事, 这难道就是天理循环, 抱怨不爽吗? 阿音这是害羞了, 君九渊见他气极了的模样, 抱着他凑近后, 哈哈直笑, 将人扔进了怀里, 用力揉了两下之后才说, 阿音别害羞, 本王不笑话你, 那你倒是别笑啊, 别以为他看不到这男人脸上, 那几乎憋不住的笑意, 云素音气得直磨牙, 可体内那股热潮却折磨人得厉害, 身上被君九渊揉过的地方, 舒服得直打颤, 而且被他捏捏耳朵时, 体内的热潮便下去了一些, 一股子苏意, 简直窜上了天灵盖, 让他忍不住发出舒服, 而又细碎的浅吟, 这声音一出来, 云素音连忙伸着爪爪舞嘴, 好羞耻啊, 听着头顶又传出了笑声, 云素音感觉到男人的恶劣, 又气又恼又羞耻, 可身体里的感觉却是瞒不了人的, 他破罐子破摔地摊在他腿上, 一脸的生无可恋, 君九渊见他从血团子变成了血柄子, 猴间的笑意更深, 他的阿音怎么这么可爱啊, 云素音这一发情, 原本打算第二天趁机离开, 却没走得了, 变成兔子时发情, 只要君九渊抱着他揉两把, 他就能缓解过来, 可是这玩意儿比猎性药还要厉害, 这万一变回人形之后, 还保留着这东西, 到时候他怎么办呢, 总不能随便找个男人解决吧, 云素音只能先熬过这一次再说, 等这一次的发情期过了之后, 他就能出去配置一些意志情欲的要来, 届时, 就算人身会被牵连, 也好歹能压制一二, 四天之后, 那无时无刻不发情, 甚至想要黏着君九渊的感觉, 终于淡去, 本王要出去一趟, 您再府里乖乖的, 不准乱跑, 本王很快就回来, 别走啊, 先轻轻再走, 他都离开侯府好几日了, 再不回去, 怕是成儿那小丫头非得炸了不可, 而且眼见着, 云素月和四皇子婚妻在即, 他总得回去给他们送份贺礼吧, 要真让这两人平平安安, 欢欢喜喜地成了婚, 得了众人祝福, 那怎么对得起被他们害死的园主, 你这是干什么, 这般年人, 本王就是离开一会儿, 就这么舍不得, 云素月哼唧了一声, 他才没有舍不得, 亲一口后, 这自恋的家伙, 爱去哪儿去哪儿, 云素月抱着他手指不撒手, 想要顺着胸膛朝上爬, 眼瞅着就要靠近他嘴唇时, 却被拎着耳朵拉了下来, 他顿时气馁, 凶巴巴地瞪着君九渊张嘴咬他, 还敢乱咬, 不怕另外的牙也磕掉了, 云素月气得踢他, 君九渊见他抓狂, 乐得直笑, 按了按他的脑袋之后, 松开手说道, 见君九渊说完之后, 转身就走, 云素月哪里肯呢, 既然亲不着, 那就进宫去看看, 他也想去看看, 皇宫里是什么样子, 云素月也不敢随便说话, 只能一溜烟地, 钻进了君九渊的大肠里面, 伸着爪爪, 戳了戳他的腰上, 然后藏在里面不肯出来, 阿音这是缠着王爷呢, 可比小姑娘还黏人, 阿音乖, 快出来, 我带你去吃红豆卷, 云素月扭了扭屁股, 他才不要, 算了, 由着他吧, 王爷, 您要带着他入宫啊, 只是一事罢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他既然想去, 就跟着去吧, 侄儿见过皇叔, 起来吧, 慕容胜睁大了眼, 刚才他好像瞧见 君九渊的怀里藏着什么东西, 隐约见着, 是什么活物, 大皇子在看什么, 啊, 没什么, 皇叔, 父亲急召我们入宫, 听说连二帝四帝, 和几位辅政的大臣也都来了, 不知道是什么要紧的事情, 我们还是先进去吧, 皇叔先走, 万军推着君九渊, 进了正阳宫里, 而慕容胜, 则是等着他走了一段之后, 才跟了上去, 王爷, 大皇子府, 这几日派了不少人, 混进了慕安侯府, 云甲和四皇子那事, 大皇子不知道怎么知道了, 还让人给林家送了信去, 云素因听到四皇子和林家, 连忙探头, 不必理会, 让他们狗咬狗去, 林家那边什么反应, 林家暂时没有动静, 云素因闻言睁大眼, 不可能啊, 难道他之前猜错了, 林家带林氏和他的一双儿女, 并没有他想象的那般在意, 王爷, 您说那林家, 也不是普通训贵人家, 那林老爷子的身体摆在那里, 他们就算真不在意云二小姐, 可他好歹也有林家血脉, 云家这般欺负云二小姐, 也是打着他们林家的脸面, 林家难不成, 就真的打算吃了这暗亏, 你觉得林家会忍, 万钧条件反射的摇摇头, 林家和沐文侯府看似毫无往来, 可是这些年林家暗中, 没少扶持云丽安, 他们要真的不在意林氏留下的孩子, 云丽安走不到今日, 可是属下查过了, 云家这么多年, 却从未见过云二小姐他们, 更是对林氏留下的一双儿女不闻不问, 云家好似结仇, 林家不去见他们, 其中必然有缘由, 如果他们真不闻不问, 那云二怕是早就死了, 云丽安也不会故作深情多年, 唉, 那云二小姐真够倒霉的, 遇上云丽安这个爹, 这世上哪有宠着妓女去害妻女的道理, 不过那位云二小姐倒也是厉害, 之前她失踪时, 是被人掳进了法配流放范的押送队伍里, 正要是换个别家姑娘, 怕真的是死路一条, 就算活命也休想再回京城了, 看那云二小姐陷入那种境遇, 居然还能将人杀了逃回来, 她杀人了? 杀了, 还好几个, 王爷也知道那些押送发配流放的差异, 没那么干净, 赚点银子要点好处的事情不少, 有些路上还会欺辱一些女犯人, 前两日男弟送来消息, 说之前收了好处掳走云二小姐的那几个差异, 在押送犯人前往发配之地的路上, 因为强辱其中一个小姑娘被人给杀了, 属下看过男弟官府所揍, 那几个差异几乎都是一刀毙命, 其中有一个还是直接被咬断了喉咙死的, 赵车会对那些犯人所说, 动手的极有可能就是云家那位二小姐, 她下手干净利落, 杀了人之后就直接跑了, 所以没人发现她的身份, 不过这般手段看上去, 倒是半点都不像软弱胆小, 会被云家欺负到那般境地的人, 人被逼到绝境, 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是啊, 不过说起来也是凑巧, 属下瞧过下面人送来的折子, 那几个差异出事的地方, 就在咱们回京路上经过的那片血压附近, 只相隔了不到屋里, 而且时间算起来, 也正好就是咱们路过的那几日, 血压? 是啊, 就是阿音掉下来, 砸穿了王爷车的地方, 说起来也真是巧啊, 那位云二小姐归名是素音, 跟阿音名字也很像, 阿音又是在那附近遇见咱们的, 倒是挺有缘分的呀, 缘分个屁啊, 云素音浑身僵硬, 只觉得心跳都险些停了下来, 紧张得爪爪都有些惊乱, 只努力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 蹲在军酒渊怀里, 不断地催眠自己, 我是兔子, 我是兔子, 没人知道我是云素音, 没人知道我能变人, 我是只兔子, 哪怕他表现得没有破绽, 脸上依旧一副懵懂模样, 可那一瞬间, 指尖之下的僵硬, 却依旧被军酒渊察觉, 这小家伙儿在紧张什么? 万军刚才说的话吗? 他原本对于云家的事情不感兴趣, 可是瞧见小家伙这反应, 他倒是对那个云素音好奇起来, 是挺巧的, 名字都一样, 还刚好就在附近让本王捡到了你, 说不得你与那位云二小姐当真有缘, 回头本王带你去见见他, 阿英可喜欢? 他喜欢个屁呀, 万军这个王八蛋, 他可吭死他了, 云素音欲哭无泪, 只恨不得能捶爆自己的脑袋, 他当时到底是缺了哪根筋, 居然仗着自己是只兔子, 完全没想过会被人挖出身份, 所以军九渊问他的时候, 他居然就那么傻了吧唧地告诉了他真名, 此时听到军九渊叫他阿英时, 他四肢发软, 脑子泛晕, 总觉得后几两赏都是冷的, 云素音总有种被人扒了小马甲的感觉, 怎么在发抖, 冷了? 云素音吓了一跳, 文言连忙稳住心神, 这洋装自己有些怕冷, 军九渊见他这副打算耍赖的样子, 也没在意, 只是眼底笑意更深了一些, 看来是真冷了, 云素音抱着他的手撒了撒娇, 军九渊见他软绵绵地冲着自己撒娇, 而且刚才的紧张也没了, 他眼底划过抹笑血, 觉得这小家伙挺没心没肺的, 他这是笃定了, 他不知道他会变人的事情, 陛下寻本王入宫, 不知道有什么事情? 前几日有人擅闯宫廷, 将几具尸体扔进了朕的寝殿之中, 这件事摄政王可知道, 听闻过, 摄政王难道不该给朕一个交代, 陛下想要什么交代? 那几具尸体之中, 有之前曾经行刺过你的人, 也有被你铲除南楼之中的刺客, 据说, 这些人都是被你的人所杀, 尸体怎么会出现在朕的寝宫之中? 这难道不该问陛下吗? 本王南下回境的途中, 的确抓到几个刺客, 也不知道是哪个贪生怕死的, 暗地里捣鬼, 想要取本王的性命, 为震慑那人, 本王便将他们尸体悬挂于船头, 可谁知道, 到了京城附近时, 那些尸体却是不翼而飞, 本王当时还以为, 是什么人有着独特癖好, 喜欢收集尸骨, 便也没曾多想, 哪想到, 他们居然会出现在陛下的寝殿之中, 陛下可是得罪了什么人了, 竟被人这般戏弄? 庆云帝脸色险些扭曲, 看着君九渊时, 恨不得能将他拆皮泄骨, 那南楼的杀手是他寻的, 怕被追究才找到外人, 可谁知道, 那些人这么不中用, 从京城到南地, 这足足千里之遥, 居然没弄死了君九渊。 这皇宫是陛下的皇宫, 首位皇宫的是陛下的禁卫, 这里本该是天下最为安全的地方, 可却叫人这般大胆道师送入宫中, 冲撞了陛下和宫中贵人, 本王觉得, 屠岳这个禁军统领, 首当其冲就该问罪, 办事不利, 无能护卫皇宫, 连陛下的周全都护不住的, 要他这般废物何用啊? 其实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屠统领, 那贼人狡猾行事无忌, 实在是让人防不胜防。 所以你这话的意思是, 贼人闯进宫中跟屠岳无关, 那是不是回头, 显大人府上有贼匪闯进杀人掠财, 灭了你满门, 也跟你府中护院无关呢? 王爷, 下官不是这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护卫宫廷是屠岳的责任, 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 还要他这个禁卫统领有什么用啊? 他今日能让人悄无声息地入了陛下寝宫, 来去自如, 将来也能叫人轻易将刀架在陛下的脖子上。 到了那时, 显大人该拿什么去救陛下? 你自己的命吗? 本王瞧着显大人对陛下安危毫不在意, 反而一心袒护屠岳, 替他脱责。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这朝廷官员是当给屠岳看的? 你这般在意屠岳怕是利益关联, 说不定有人擅入攻墙之势, 也跟你脱不了关系。 本王看你也该跟屠岳一起问罪。 王爷, 微臣与屠统领毫无关联。 和他毫无关联, 却这么着急冒头, 难不成跟贼人有关? 那官员脸上急得冒汗, 不由懊悔不该顺着陛下的意思冒头, 明明是陛下和摄政王对阵, 他怎么就那么蠢, 一脑地撞了上去? 那显大人急得跪在地上连连磕头。 陛下, 微臣不敢, 微臣一见闻臣, 无缘无故地, 怎会做这种大逆不道之事? 微臣和那贼人绝无干系, 还请陛下明鉴。 够了, 摄政王说得对, 贼人擅入宫廷, 的确是禁军护卫不力, 身为禁军统领管辖宫中诛使, 由不得屠岳推脱, 只念在他往日功劳, 且这次也没闹出大事。 命内廷司, 仗则二十, 罚奉两月, 以敬效忧。 陛下仁慈, 只显大人不便中奸, 不分黑白, 便替屠岳求情, 这般糊涂之人难以担当重任, 本王觉得, 他这个吏部侍郎也该挪挪了, 陛下以为如何? 吏部乃是要职, 轻易不好挪动。 朝廷官员众多, 有才之人不知反几, 多的是人能够担当重任, 还是陛下觉得, 他无视陛下安危, 觉得贼人擅闯功成乃是小事, 藐视皇权欺经网上不堪重要, 要是今日陛下不中罚, 来日还有谁会将陛下安危放在心上? 庆云帝气得脸色轻忠泛白, 只觉得猴头都隐隐泛着心田, 旁边, 慕容贤眼见着自己父皇被摄政王这般逼迫, 张嘴说, 皇叔, 二皇子也想替逆臣说话? 听着君九渊一句话, 就将险大人打入了逆臣之流, 慕容贤将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没, 没有, 摄政王以为该如何处置? 显春荣无视陛下安危, 藐视军权, 不堪卫朝中重臣, 卓将为吏不援外郎, 要任荆州, 吴兆不得回京, 这次的事情小成大戒, 不过为了震慑诸臣, 他既然离京五年之内不得返京, 陛下意味如何呀? 庆云帝紧抿着唇, 全心握得紧紧的, 微臣待陛下之信, 可昭日月, 绝不敢有半点藐视之意, 求陛下饶了微臣, 求陛下饶了微臣啊! 庆云帝的脸色更加难看, 陛下如果心有不忍, 不如本王帮你, 万军还不将人拖下去, 免得扰了本王与陛下, 还有诸位大人一事, 万军上前将人直接拖了下去, 从头到尾都未曾去问过庆云帝的意思, 摄政王! 陛下还有吩咐, 还是陛下觉得本王处置的太轻, 其实照本王的意思, 这显春荣无视君上, 藐视陛下, 只是贬官吊刃也太过便宜他了, 不如本王让万军将人拖回来, 陛下直接下令杖杀, 想必他的血应该能让朝臣明白, 陛下军威容不得挑衅, 庆云帝气的瞪大了眼, 只觉得一口血到了喉咙口, 可是云素音怎么都没想到, 军九渊居然行事这般无际, 不过, 他也算是见识了军九渊的牙字臂包, 父皇, 儿臣知晓父皇看重贤大人, 只是摄政王说的有道理, 父皇安危在一切之上, 也是咱们大进的根本, 不容任何人忽视, 如今, 难有越朝挑衅, 没有达旦自扰, 西境各部也不甚安宁, 若是朝中皇权不稳, 父皇军威遭人藐视, 又如何能够驱使军中震慑四方, 往我大进安宁? 皇叔, 乘出贤大人也是为着父皇着想, 只是贤大人毕竟也是以时失言, 之前在吏部伴差也算是勤勉, 父皇既然已经摘了他礼部侍郎的帽子, 就足以惩戒, 若真杖杀, 反倒显得朝廷过于严苛无情, 皇叔, 您说呢? 云素音听着慕容争的话后, 倒是高看了这人一眼, 云素音还记得, 那传闻之中当年军九渊之所以未曾夺了皇权, 杀了庆云帝一脉, 除了因为庆云帝手中还握着一些兵权, 有人护佑之外, 很大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当时大静有外敌, 你说的有几分道理, 贤春荣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至于丽部侍郎的空缺, 朕记得丽部有个年轻人叫邓怀, 颇有几分才干, 让他先顶上去暂待侍郎指指, 朝臣之事, 陛下安排就是, 皇叔且慢, 方才在殿上的事情, 还请皇叔恕罪, 你做了什么, 值得本王怪罪啊, 皇叔何必这般说话, 我知道, 我不该在皇叔与父皇说话时插嘴, 只是形势所迫, 若当真不开口理会, 皇叔与父皇僵持不下, 父皇难堪, 待到皇叔离开之后, 受罪的便是我和皇兄他们, 我并非有意以边疆之事要挟皇叔, 只是想要稀释宁人, 免得皇叔与父皇争执下去, 两方谁都得不了好, 还请皇叔, 莫要跟我计较, 你既然问心无愧, 又何必让本王恕罪, 还是本王在你眼里, 就是那般不讲道理之人, 他难道, 讲道理吗? 慕容征心里不断吐槽, 可面上却是不敢露出分毫来, 侄儿不敢, 皇叔行事, 向来英明, 侄儿敬佩, 行了, 你教主本王应该不只是想要跟本王请罪吧, 有什么事就说, 再有几日便是我大婚之日, 我只是想着皇叔若无其他事情, 不知侄儿可有幸请皇叔前来观礼, 君久渊哪里会看不出来慕容征的打算, 原本想要直接开口拒绝, 可是突然想起什么, 神色一顿, 开口说道, 什么时候, 这个月十八, 到时候本王会去, 那侄儿到时候就恭护皇叔前来, 醒了, 君久渊挠了挠他下巴, 云素音娇娇地轻叫了一声, 懒洋洋地靠在君久渊的怀里, 不想起身, 你方才在店内睡着了, 还睡得极香, 你知道吗, 敢在金鸾店上睡觉打呼噜的, 你可是全天下的头一个, 云素音瞪圆了眼睛, 他刚才打呼噜了, 怎么可能, 他以前睡觉的时候从来都不打呼噜, 睡相也是好得不得了的, 云素音看着君久渊, 一副你骗人的眼神, 不然本王叫万君进来你问他, 云素音见他这般理智气壮, 半点都不像是撒谎的模样, 他眼里的震惊, 渐渐变成了不敢置信, 丢死人了, 害凶了, 云素音扭过脑袋不理他, 好了, 骗你的, 咱们阿音瞧着这般聪明, 怎么这么好骗, 这王八蛋, 怎么这么讨厌呢, 君久渊见他又咬又挠, 气得小短腿乱蹦, 浑身毛毛都炸了起来, 他乐不可吃地笑出声后, 而云素音听着那笑声, 越发羞恼, 君久渊就突然将他抱紧揉了一下, 然后碰着他, 满是亲密地贴着他的鼻子, 乖, 不闹你了, 云素音愣愣地对着他那双眸子, 被他眼底的笑意所射, 云素音呆呆的模样, 让君久渊笑意越深, 又碰了碰他鼻尖, 怎么, 这么喜欢本王美色, 居然看呆了, 他可还记得, 这小家伙粘人得厉害, 之前总喜欢朝着他身上爬步说, 还总喜欢亲亲碰碰, 君久渊瞧见他绵软软呆萌萌的样子, 抱着云素音就想亲一亲他, 谁知道, 手里的血团子却像是受了惊一样, 猛地挣扎了起来, 还用力踢了他, 不, 不能亲, 云素音吓得疯狂挣扎, 君久渊手中一松, 他就蹬着小短腿, 一溜压地钻进了他的衣袍之中, 阿音, 怎么, 还害羞了? 云素音瑟瑟发抖, 之前他就试过两次, 君久渊亲了他之后, 不过片刻就会恢复人身, 他要是刚才真被君久渊亲到, 来个现场版本的大便活人, 光是想想君久渊的反应, 他就头皮发麻, 总不能挥挥手说句, 嗨, 好巧, 君久渊感觉着那血团子在自己袍子里乱窜, 躲在里面, 任由他怎么斗, 他都不肯出来, 他到底也没在斗他, 只伸手隔着衣袍揉了揉他, 眼角没烧礼, 都仰着笑意, 马车回了摄政王府之后, 云素音就一溜烟地躲进了成名堂里, 这是天降红雨, 阿音居然不缠着王爷了, 去让厨房备些吃的过来, 准备些红豆金丝卷, 奴才知道, 还有燕窝红草糕和三鲜地味炸鹌蠢, 都是阿音喜欢的, 王爷, 今儿个外头天冷, 您入宫怕是又受了寒, 夏侯吩咐了, 让厨房准备八真汤, 到时候奴才给您也送过来, 您喝一些暖暖身子, 三宝笑咪咪地退下去, 阿音, 出来, 云素音屁股对着他, 不理他, 还害羞呢, 伸手戳了下那血团子的屁股, 臭流氓, 摸哪儿呢, 军酒院见血团子奶胸奶胸地瞪着他, 伸手将他捞出来, 拢在怀中, 轻而易举地, 就压住了他想要踢腾的小短腿, 本王就是逗你玩, 这般小气可不是阿音的作风, 咱们阿音最是大气了, 他耳朵抖了抖, 哼了一声扭头, 吐吐生气了, 哄不好了, 你也听见了, 等些三宝送吃的过来, 全是你爱吃的东西, 有金丝红豆卷, 红枣燕窝糕, 还有三鲜地味炸银锤, 你当真不离本王吗? 云素音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傲娇得一扬下巴, 给了他一个眼神, 算了算了, 本兔大人有大量, 饶了你了, 多谢阿音大量, 那先洗手, 他是兔子, 洗哪门子的手啊, 金丘渊将他放在岸上, 拿着帕子沾了水, 替他擦着爪爪, 连粉嫩肉垫下的缝隙, 都擦了个干干净净, 吃吧, 云素音伸着爪爪抱起来, 军酒渊取过一旁的八针汤, 嗅着里面的药味食醋梅, 要喝吗? 那汤药里浓重的药味, 就熏得云素音脸都清了, 眼见着军酒渊做事要给自己尝尝, 云素音连忙嫌弃地毙了开来, 毛毛上却还是沾染上了一点, 他瞪了眼军酒渊后, 就连忙去舔毛毛, 原本只以为那些是军酒渊平日里 灌喝的那些汤药, 没放在心上, 只是当那一丝汤药入口之后, 闻到其中一股隐约的药香, 云素音脸色瞬间变了, 阿音, 怎么样, 烫得没有? 云素音身上烫得厉害, 却扒了着他的手, 毒, 别喝, 军酒渊移了? 你说, 这汤里有毒? 云素音却被烫得疼得厉害, 而且那药里不知道混了什么东西, 逼了一些在他眼睛里, 让他眼里不自觉地蓄了泪, 脑子里更是晕晕乎乎, 一脑袋朝着地上栽了下去, 阿音, 三宝, 王爷, 这是怎么了? 这把人烫里有毒, 叫人抓住所有厨房和府中下人, 一个不准跑掉, 去找夏侯过来, 还有, 快点去杯写温水。 不过片刻, 就端着一盆温水急匆匆地进来, 王爷, 水。 军酒渊连忙将云素音放在膝上, 取了水替他洗眼睛, 等片刻之后, 他眼中才不再掉泪, 而云素音则像是难受极了, 抓着他的袖子, 嘴里发出低叫声, 夏侯温生呢? 腿断了吧? 还没来? 来了来了。 王爷, 他方才打翻了药碗, 那汤里有毒。 他连忙接过那血团子, 将它放在一旁的桌上, 等仔细瞧了瞧后, 才急声说, 是九尾干碎。 他连忙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来, 倒出一粒药丸, 试图塞进云素音的嘴里。 阿音, 我给你喂药。 夏侯温生低声劝着, 想要强行扳开他的嘴, 却被咬了一口, 他吃痛了收手时, 急声说道, 王爷, 这九尾干碎又剧毒, 您虽然及时替他洗了眼睛, 可是那毒却能腐蚀筋肉, 而且他好像还吃了一些, 必须立刻替他喂药才行, 给我。 阿音, 张嘴。 云素音此时已经迷迷糊糊, 云素音感觉到口中异物时, 下意识就咬, 这一口又凶又狠, 直接就溅了血。 王爷。 那药入口清凉, 云素音苏醒了一瞬, 就感觉到嘴里那浓郁的血腥味道, 只是眼前依旧模糊, 完全动弹不得。 他发出难受的声音, 想要说话却不能。 为何无效? 不可能啊, 久违干碎, 怎么会这么厉害? 他连忙走到一旁, 拾起地上打碎的药碗, 闻着里面的味道, 却隐隐察觉到了另外一味药。 这是? 君九渊正想问是什么, 就突然察觉到自己手中一疼, 怀中已经半昏迷的血团子, 竟是咬着手指吸顺起来。 他连忙就想收回手, 可血团子却像是下意识地抱着他不松手, 鲜血进入喉间, 那火烧火燎的疼痛仿佛也清了下来, 连带着眼睛周围的灼烧也淡了一些。 君九渊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不对, 宁生说, 怎么回事? 对了, 王爷的血, 王爷的血能解百毒啊? 本王体内不是有剧毒? 是有剧毒, 却也是解毒良药。 王爷这些年服用各种解毒之物, 早已溶解了体内毒素, 寻常毒物用您的血便能够压制解除。 阿阴体内不仅有九尾干碎, 还有一味禅心悦, 刚好与王爷体内的经沟毒相冲撞, 若是入了王爷体内, 自然会诱导毒发, 可若是在阿阴体内, 或许王爷的血能解阿阴的毒啊。 夏侯 三宝听到夏侯闻声的话后, 脸色微变, 想要让他别说了, 而君九渊闻言, 谋色微沉, 毫不犹豫地就朝着万间一滑, 那血便大滴大滴地朝下流淌, 而三宝急声叫了声王爷, 却没得到半点回应。 云素音不知道婚睡了多久, 那毒素好像已经被清除了, 这个男人明明自己身中剧毒, 虚弱成那般模样, 却还割腕取血救他。 云素音一时间, 心情复杂至极, 有些摇晃地爬到了君九渊脸边, 蹲在他脸侧, 看着他湿血之后, 苍白的薄唇和脸色, 忍不住伸出爪爪, 碰了下他的脸, 君九渊本就浅眠, 那毛茸茸的爪爪划过他脸颊时, 君九渊就醒了过来, 他原是想睁眼看看血团子, 却不想他突然靠近自己, 像是用头轻轻蹭了蹭他下额, 软绵绵的触感让他心头泛痒, 正想伸手抓着他耳朵吓唬他一下, 却不想, 就在这时, 嘴唇上突然传来一阵温软, 君九渊愣住, 他…… 他在亲他, 云素音未曾察觉到不对, 他只是亲了之后, 就靠在君九渊的脸上, 片刻之后, 那夜梦中曾经穿过的滑腻触感, 再次倚在了身旁, 脸上的毛茸茸的感觉消失不见, 耳畔传来温软的呼吸声音, 你说, 你是不是傻呀, 哪有个血味兔子的, 他美, 也就算了, 还对他这么好, 哪怕如他不识情爱, 都有些动心了, 云素音蹭了蹭他的脸颊, 你个傻子, 再这么好, 他都有些舍不得走了, 云素音摸了摸君九渊的脸颊, 见他未曾苏醒, 气息依旧绵长, 才起身去查看君九渊手腕上的伤势, 却没看到他起身时那剧烈颤抖的眼睫, 云素音解开他腕间缠着的布条, 就看到那深可见骨的伤口, 真是傻子, 云素音不敢去碰触有血的地方, 只小心翼翼地看了看伤口, 见上面已经止血, 这才又替他将伤口重新包扎好, 换了只手替他把脉, 君九渊连忙屏息, 竭力压制着疯狂跳动的心脏, 让自己脉象能够平缓下来, 而云素音手指在他腕间停留了一会儿后, 才松了口气, 好在没有肩动体内的毒, 脉象也比之前强韧了些, 倒是能坚持几日, 云素音将君九渊的手塞进了被子里后, 微歪着身子靠在他身边, 你呀, 遇到我, 算是运气好, 看在你对我好的份上, 等我处理好云家的事情, 拿到金针, 就回来替你解毒, 呼吸的绵软, 炙热, 烫得君九渊心头发痒, 这颗西时间不对, 要不然, 一定吃了你, 这颗西时间不对, 要不然, 一定吃了你, 你这么好看, 可不能死了, 云素音有些眼馋, 却也知道不能多留, 云素音他朝着君九渊身上轻拍了一下, 原本还在装睡的君九渊, 就察觉到身子一僵, 竟是被点了穴, 紧接着, 就感觉到那只手在自己头上揉了揉, 让你平时总揉我, 云素音报复性的又揉了两下, 赤脚走到桌前, 想着回头, 指不定他还得用到这个工具人, 而且君九渊带头不错, 总要替他解了毒, 他取了君九渊的衣裳, 套在身上穿着之后, 这才拿过纸张, 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个等字, 又装模作样地, 换了个兔子脚印, 放在了床头上后, 这才瞅了眼身后昏迷不醒的君九渊后, 转身从后窗的地方爬了出去, 而他刚走, 床上被点了睡穴的君九渊, 就已经冲破了穴道, 醒了过来, 原本只以为是只小妖精, 没想到还是个小流氓, 三宝, 王爷, 传令府中, 今夜不必支手, 君九渊想起云素音翻窗时, 那干脆利落的动作, 摸了摸手中那张涂鸦似的流言, 对着他说, 去让人准备几套女装, 回来放在屋中, 啊, 女装? 好端端的, 王爷怎么会突然要女装, 他这莫不是多出了什么奇特的爱好? 看什么? 没什么, 奴才这就去准备, 他走了两步, 又突然想起那只雪团子, 连忙说, 王爷, 阿阴还好吗? 君九渊微眯着眼, 看着三宝, 三宝被钉得头皮发麻, 颤声说, 三, 怎么了吗? 谁准你叫他阿阴的? 这, 不是王爷给那雪团子取的名字吗? 他一直都这么叫着, 王爷也没说什么。 王后不准叫他阿阴。 啊, 那叫什么? 君九渊嘴唇动了动, 想说王妃, 可想起刚才的事情, 耳朵有些红, 便面无表情地说, 叫小姐。 一只兔子, 叫, 叫小姐, 怎么不直接叫祖宗啊? 是, 王爷, 阿阴, 小姐。 行了, 出去吧。 三宝退出去时, 撞上了外奸过来的万君。 怎么了? 王爷叫你进去, 有什么事啊? 是不是阿阴又怎么了? 还是王爷体内的毒又复发了? 别叫阿阴。 哦, 叫小姐。 啊, 见三宝说完之后, 转身就飘乎乎地走了, 万君一脑门地问号, 影子, 三宝吃错药了? 王爷已经醒了。 万君这才想起正事来。 王爷, 查清楚了吗? 查清楚了, 是刘林。 刘林前些日子, 娶了小妾, 那人是旧端王府的人。 昨日, 他来府中探望刘林时, 去了厨房一趟, 趁机将东西混在了八针汤的药材里面, 又拿捏住了厨房中一个厨娘的儿子, 让他在王爷汤里面, 下了药, 打断手脚, 送进毒蛊, 却查最近与刘林, 往来之人, 看是谁借端王府行事, 一应与之有关等人, 全数交杀, 一个不留。 感伤了。 殿下, 学天路华当心脚下。 慕容争? 成交的事情, 就要麻烦侯爷了。 殿下客气了, 都是一家人, 为臣定会尽心竭力辅佐殿下。 阿阴他还好吗? 多谢殿下关怀, 只是阿阴本就身子孱弱, 这次病重之后, 虽然捡回条性命, 可到底伤了根本, 如今还缠绵床榻, 日日汤药不断。 算起来, 是我对不住的。 殿下说的是哪里话呀? 殿下能垂清阿阴本是他的福分, 谁能料他身子孱弱承担不起这份福元, 是他自己与殿下无缘, 又怎么能怨怪殿下? 我去看看他吧。 殿下, 这么晚了, 阿阴怕是已经歇着了, 且您已经与月儿定亲, 再去阿阴那里, 怕是有些不便啊。 喂, 我就是去看一眼, 侯爷要是觉得不方便, 可以跟我一起, 到时候, 我就得愿忠与他说几句话就是, 他好歹也是曾经我未婚妻子, 如今, 虽然婚约虽废, 可他到底也是书月的妹妹, 我难得过府探望一下, 也总该是有的。 殿下不可。 侯爷, 侯爷这般拦着我, 难道有什么事情隐瞒, 还是阿阴那边有什么不对? 微臣不敢, 是阿阴他, 他未曾重病。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他没有重病? 之前分明是云黎安告诉他, 云素因重病难治, 就连他派遣过来的太医也说, 他好不了了, 而且伤了底子, 就算好起来, 将来也不能生育, 他才答应换了亲事。 你敢骗我? 啊, 微臣不敢, 王爷, 听我解释啊, 那孽女的确是没有重病, 可是越狱之前, 确实失踪过一次, 足足大半个月都没有回来, 微臣也是没办法, 才只能对外宣称他病重在身啊。 失踪? 微臣不敢欺瞒王爷, 当时, 他与人在外私会被人掳走, 从此音讯全无, 微臣派人搜遍了整个京城和京郊, 都未曾寻到他踪迹, 当时殿下已与阿阴定亲, 婚妻在即, 满京城都知道这桩婚事, 要是在这个时候叫人知道此事, 必定会伤及殿下颜面, 而且他被人掳走那么长时间, 都没半点消息, 若是传扬出去, 外头也定会议论他清白, 且那时候, 宫中又传召他入宫, 这桩桩渐渐凑在一起, 微臣也不得已之下, 只能谎称他重病, 无法见人。 这件事,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呃, 微臣, 微臣也是想告诉殿下的, 可是, 殿下和月儿, 阿阴那时失踪已久, 且音讯全无, 月儿又说, 他已身怀有孕, 哭久说与殿下两情相许, 微臣只能斗胆与殿下商议换婚之事, 殿下也无异议, 微臣便没有提阿阴的事情, 免得殿下烦扰。 云素音躲在假山之后, 听到云黎安和慕容征的这番话后, 差点忍不住对着云黎安拍手叫好, 他这个扎爹别的本事没有, 这揣摩人心, 威胁逼迫的手段倒是不差。 侯爷想的周全, 倒是我错怪侯爷了。 不怪殿下, 实在是那孽障不知惜福, 婚期在即, 还与人私会被人掳走, 白白浪费了殿下一番情谊啊。 我也是喜欢书月的, 只是林家那边…… 殿下放心, 此事林家并不知晓, 在殿下和月儿大婚之前, 阿阴不会出现在任何外人眼前, 所有人都只会以为他还病着。 其实殿下如果真的喜欢阿阴, 也不是不可以。 慕容征排眼, 他与月儿虽然不是亲姐妹, 可是感情向来都好, 而且他之前失踪, 本就已经毁了清语, 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要是让人知道此事, 他将来想寻个好人家也不容易。 先前, 他对殿下格外深情, 而且也一直期盼着能驾驭殿下, 若是殿下和月儿大婚之后还对他有益, 而他自己又愿意的话, 其实, 以侧妃之礼入殿下府邸也不是不行, 届时只要是他自己所求, 无论是林家还是旁人也都不会议论什么。 有他和月儿陪伴在殿下身旁, 也能了却殿下心事, 殿下意味如何呀? 还是侯爷想的周全, 我对阿阴也是喜欢的, 且他被人掳走也实在可怜, 当于月儿成亲之后, 我便迎他入府, 也好让他们姐妹俩能有个依靠。 还是殿下连续, 伟臣带那孽女多谢殿下。 云素音站在假山后面, 气得双眼生寒, 煞气四溢, 眼见着慕容争和云丽安, 翁绪和绪, 言笑艳艳, 好像之前那一丝争执从没有出现过。 云素音冷哼了一声, 想要抢其人之福, 想要拿他讨好林家, 他要是不好好回报他们, 怎么对得起他们的卑鄙无耻呢? 云素音抓着身旁一块碎石, 弹指就朝着那边离开的慕容争打去。 殿下, 殿下您没事吧? 慕容争被摔得头晕眼花, 嘴里还吃了好大一口, 慕容争脸上被雪里的石子划破了, 额头上一片轻肿, 牙也有些松动, 连带着腿上疼得几乎站不起来。 疼? 怎么会这样? 殿下, 还愣着干什么? 去请大夫! 云素音远远瞧见慕容争疼得直吸冷气, 他阳唇冷笑, 刚才他那一下打得多重, 他最是清楚, 原本只是想要慕容争大婚这几天当个瘸子, 如今脸都伤了, 倒是意外之喜, 他倒是想要看看, 等宾客满棚的时候, 慕容争顶着他这张花里胡哨的脸, 一瘸一拐地出场时, 会是什么样滑稽的样子? 眼见着那边吓人出去请大夫, 云素音也不怕被人瞧出, 是他做了手脚, 只是一边遗憾着, 没让云黎安也栽个跟头, 一边转身, 就朝着锦绣院那边走去, 离大婚就几日了, 他也得好好想想, 送他们一份大礼, 出什么事了吗? 大半夜的, 你们怎么都守在这里啊? 是奴婢们自己要留在这里的, 前两天夜里, 锦绣院里进了贼, 直接就闯到了小姐屋里, 要不是阿罗警醒, 叫承儿这几日假装小姐 躲在小姐屋中, 怕是当时闹起来后, 夫人他们来抓贼的时候, 就会知道小姐不在府里, 奴婢们怕再出事情, 所以这几日都睡在小姐屋中, 晚上轮流指手, 那贼呢? 跑了, 跑了? 当时, 阿罗和东菊他们已经打伤了那人了, 还卸了他的胳膊, 血血将人抓住, 可是没想到, 刚好碰上大小姐和夫人过来, 他们发现有贼, 就又喊又叫的, 惊动了府里的护卫, 人物糟糟地涌过来时, 到底没有拦住那个贼人, 反而, 还被那贼给趁乱跑了。 好了, 我回来了, 就不怕了。 小姐, 您这几日去了哪里啊? 您知不知道, 奴婢都快担心死了。 我就在京城里面, 离府里也不算远, 不过有些事情耽搁, 所以回不来。 小姐回来了就好, 下次再有事情, 小姐也得收个音讯回来, 不然, 奴婢们会担心的。 嗯, 放心吧, 要是真有什么事情, 你家小姐也会保护自己, 倒是你, 几天没睡好了吧, 快去休息。 小姐, 奴婢还要伺候您呢? 就你这模样, 还伺候我呢, 站着都快睡着了, 赶紧去歇着吧, 早点将腿养好, 才能早点替我办事。 这几天, 你们也担心受怕了, 好好休息。 春梅他们退下之后, 云素音才退进衣衫, 将自己泡进了热水之中, 云素音脑海里不知怎么的, 就出现了君酒渊躺在床上, 闭眼时的模样。 那双眼睁开时瞧着人时漆黑深邃, 叫人痴迷, 就好像是长在悬崖峭壁上的雪莲, 高冷而又魅惑, 叫人忍不住想要攀折, 想要撕破他的衣裳, 让他那双如幽黑深渊一般的黑毛里, 染上暧昧的水雾, 带上欲望的疯狂。 云素音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随即脸色涨红, 连忙催了自己一声, 顺着玉桶边缘将自己沉入水里。 他在想什么呢? 水花似箭时, 云素音憋着气将自己沉在水里, 想要让那些水清洗清洗自己有些不干净的脑子, 可是周围的水却不仅没叫他冷静下来, 反而让他的身上更热, 脑子里充斥着想要扒了君九渊衣裳上的念头, 直到胸腔里的氧气耗尽, 水面上浮出一片气泡。 云素音从水里钻出来时两颊滚烫, 有些自暴自弃地摊在玉桶边缘唾弃自己。 云素音, 你个色女, 不过真的好想拔他衣裳, 在这样这样, 那样那样, 云素音无脸, 好羞耻啊。 就在这时, 窗外突然传出一声清响, 什么人? 滚出来! 那边一声闷哼, 水瓢落在地上时一声沉响, 眼见着外面一道黑影想要逃走, 他身形一跃, 就到了窗外, 想走。 我梦, 当他这里是什么地方?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敢一而再再而三地闯我的院子, 我看,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阿音, 我是表哥啊。 表哥? 我没表哥。 你怎么会没有表哥? 你看看我, 我叫林月, 在林家这一位排行老妻, 你母亲是我姑姑, 我爹叫林宗平, 你该喊他一声耳搏的, 你难道没听说过吗? 你说你是林月, 拿什么证明? 林家满门清贵, 林老爷子更是看重家风, 断然不会养出你这种偷香妾欲, 擅闯姑娘规格的小肥来。 林家的人如果真想要见我, 大可以光明正大的走正门, 你干什么大半夜的爬人院墙, 窥人窗子? 说, 你接连两次夜叹锦绣院, 到底想要干什么? 居然还敢冒充林家的人, 想要诋毁林家清语? 轻点轻点快断了, 我真的是林月, 也是你七哥, 我没骗你。 云素音冷哼了一声, 他倒不是不喜欢林月, 只是这个表哥形势太过鲁莽, 他得好好教训教训林月, 改了他这个喜欢爬人院墙的习惯, 免得他每一天被人抓个正着, 还敢攀咬林家? 云素音压着他脑袋, 埋进血里, 好声替他洗洗脑子, 等瞧着他脖子都泛了红, 才一把将人从里头拉了出来, 林月只觉得脑子都差点被闷炸了, 一被拎出来, 就呛得险些掉眼泪, 委屈得跟个狗子似的。 嗨, 我真的是林家的人, 我就想来看看你, 我爹不叫我来, 我只能爬墙, 我什么都没瞧见, 就被你发现了, 你怎么就不信我? 我为什么信你, 什么都没瞧见, 那你还想瞧见什么? 表妹, 我错了, 我不该爬墙, 不该闯你怨子, 我真的是林家的人, 表妹, 你饶了我吧。 这会知道错了, 早干什么去了。 小叔, 小叔, 你快救我, 快告诉他, 我真的是林月, 我就是想来看看姑姑的女儿, 不是什么偷香妾玉的贼人, 我爹那么厉害, 我要是真敢偷香妾玉, 我爹会打断我的腿。 你现在这样, 你爹也会打断你的腿, 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教会你的就是做粮赏君子。 林月顿时一叶, 可怜巴巴。 他的确是林月, 也是你七表哥, 林家的孩子就算再坏, 也做不出来偷鸡摸狗的事情, 他大概是有些好奇, 你这个表妹又听我们说起当年 跟你母亲之间的事情, 怕你记着以前的事情不愿意见他, 所以才偷偷默默地过来。 你已经教训过他了, 这院子虽然偏远, 却也不是没有外人, 你既不打算真折了他的胳膊, 就放开他吧, 免得他这张嘴吵吵嚷嚷地 找来了旁人, 到时与你不好。 至于他的事情, 等回去之后, 你二伯会好好教训他的。 你是林金业? 你可以叫我小舅, 外头天冷, 你先进去穿衣, 有什么事情, 等一下再说。 眼见着云素音回了房中, 林月抬脚就想跟进去, 砰的一下。 小叔, 你打我干什么? 你表妹换衣服, 你进去干什么? 我, 我忘了。 你今天夜里干的这些事情, 挨一顿打都是轻的, 谁叫你夜叹慕恩侯府, 还闯你表妹闺房? 我没想着闯表妹闺房的, 我就是想来看看她, 先前大皇子的人说, 云家欺负表妹, 你和父亲, 还有祖父, 见过云丽安后, 又不肯再提这事, 我就是想来看看她。 还敢说? 小叔, 我知道错了, 我还伤着呢, 您就别打我了。 我是来瞧表妹的, 小叔你怎么也来了, 难不成你也……, 我是跟着你来的。 啊? 我跟你爹本来在书房一室, 出来的时候就瞧见你在翻院墙, 你爹亲眼看到你出府的, 以为你出去私混了。 林月文言, 想起自家老父亲那张严肃至极的脸, 还有放在他爹房中的那根 抽几人来疼得掉皮的藤条, 脸色顿时垮了下来。 其实我以为, 林家的人大概是不会理会我死活的。 你怎么会这么想? 谁跟你说了什么了? 没谁跟我说什么, 不过是我自己觉得, 母亲死了多年, 林家对我们姐弟一直不理不问。 这么多年, 林家上下也从来都不跟我们往来, 明明同在京城, 可是, 我却从来没有见过你们任何一个人。 啊, 也不对, 大概在母亲死的时候是见过的。 其实我挺好奇的, 你们既然一直对我不闻不问, 从不理会我们姐弟生死, 那你们今天来这里, 又是为了什么? 我们没有。 没有? 我今年十五, 从四岁起就没见过你们。 你们若不是不闻不问, 那我被人所害的时候, 你们在哪里? 我几乎活不下去的时候, 你们又在哪里? 以前也就罢了, 可是这次, 我被人所害送到南地险些没命。 云家对外宣称我重病之时, 你们也没有过来看上一眼, 要是你们看了, 怎么会不知道云家人在说谎? 要不是我九死一生从南地逃了回来, 要不是我赶在他们将我下葬之前回到云家? 怕是此时, 云苏音在外人眼中, 已经成了个已死之人, 配得上他的, 只有那一口薄冠和几张明纸。 你说什么? 什么叫你被人所害去了南地? 什么叫他们想要将你下葬变成已死之人? 云里安只告诉我们, 你早就心有所属, 又不小心摔伤了脸, 不肯与四皇子成亲, 躲在府中不愿意出门。 他怕陛下问罪, 担心四皇子追究, 才不得不对外解释说你重病。 又因为你不愿意嫁入皇家, 才将你和四皇子的婚事, 换给了你那季节。 云里安说你不愿意见我们, 将我们挡在门外, 而且他还说, 他为此许给了四皇子许多好处, 才让四皇子松口。 我心有所属, 我要是真的心有所属, 他又怎么敢答应四皇子的求亲? 我要是真心有所属, 当初皇帝赐婚的时候, 我就不会满心欢喜接了圣旨, 只以为能够逃离云家, 从此得了幸福, 他不过是护着他那妓女想要婚事, 暗中害我性命罢了。 之前, 云淑月哄骗我外出之时, 让人将我明云带走, 等我醒来的时候, 人已经在南地, 还被混在发配前往南狱的流放饭中, 险切被人辱了清白。 我豁出性命逃回来时, 慕恩侯府白帆高挂, 人人都说我病得快要死了, 我的婚事被他给了云淑月, 我的丫头也差点被他们活活打死。 云丽安从来没有想要找我, 他只是找了一具跟我真行差不多的尸体放在棺木之中, 想要冲锁是我直接下葬。 怎么, 你们就那么相信云丽安, 相信云家的人, 还那般哄骗你们, 说我为了躲避婚约, 沐西自残伤了脸, 你们都没有想过要来云家看一看真假。 林五爷, 你也是京中出了名的人物, 你怎么会这么容易被他骗了? 等他回头将我下葬之后, 随便编造个理由, 告诉你们, 我跟人私奔, 欺君往上, 还为着云家安危, 为着云锦园的将来, 不得不让我生死, 你们是不是也会信了他的鬼话? 就有的我被证污名, 死得那么不明不白。 我…… 林经夜脸上再没了之前的从容, 他不是没怀疑过云丽安, 而是没想过云丽安有这么大的胆子, 况且云素因是他亲女儿, 他就算再宠云淑月, 那也不过是个妓女罢了。 云丽安, 他敢骗我们? 当年他求娶姑姑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祖父想将你们带回府上, 他又是怎么说的? 他说他绝不会辜负了姑姑, 他说哪怕姑姑去了, 他也会善待你和警员, 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们, 可是如今呢, 他居然敢纵容云淑月, 那个女人这么害你, 居然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糊弄我们。 这个狼心狗肺的白眼狼, 所以之前男帝传来消息, 说是押送流放犯的差异被人所杀, 那件事跟你有关系。 是我做的, 那几个差异色胆熏心, 拿了云淑月的银子, 想要将我送去最下等的祭坊, 反正都是被人玩弄, 他们自然要先享受一番, 这轻轻贵女的滋味, 他们将我拖进了茅草棚里, 搭了我的衣裳, 当着所有人的面, 想要如我清白, 我拼命反抗之下, 趁机咬碎了那人的喉咙。 够了, 别说了, 我杀了他们。 阿罗。 你让开。 阿月, 回来。 小叔, 你也拦我。 我要是不拦着你, 你想去干什么, 去杀了云淑月, 还是直接闯进云丽安的院子里面, 拿着刀夹在他脖子上, 要他给阿音一个公刀。 可是云淑月。 云淑月收买狱卒和差异, 将阿音掳去南地, 这么大的动静, 你以为单凭着他一个人, 就能做到。 云丽安若非早知道他所为, 又怎会直接设了灵堂, 想要断了阿音的后路, 阿音的婚事是四皇子求来的, 也是他想要拉拢林家的筹码, 要不是他也参合其中, 甚至知道一些事情, 他怎么肯答应将敌女换成妓女, 甚至放弃拉拢林家。 云淑月安和四皇子 竟然敢纵容着云淑月 做了那些事, 甚至还替他换了婚约, 你以为他们就不会给自己, 给云家和四皇子府留下退路? 我。 别说你大半夜的去擅闯 慕恩侯府主愿, 云淑月安大可将你当成贼人, 乱棍打死, 就算他真的不弄你, 你以为他会承认知前所为? 你就这么闯过去, 不仅不能替阿音讨回公道, 反而就是洋入虎口, 到时候送个现成的把柄给云家。 若云淑月安心狠, 再说阿音跟林家勾结反上是负, 到时候, 阿音有再多的委屈都会成为众矢之地, 而云淑月安更能捏着他的性命, 捏着他的生死, 逼着林家妥协, 只要一个孝子, 他就能压死了阿音和林家。 那怎么办? 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们了? 当然不是。 你既然故意透过大皇子的嘴, 让我们知晓换婚的事情, 想必有你自己的打算, 你想如何, 小舅帮你。 这句话真动听, 只是, 我想云家上下身败名裂, 我要云丽安跟云家所有人都不得好死, 我要云家一性, 在京城毫无立足之地, 这样, 你也肯帮我。 为什么? 如果没有了穆恩侯府, 云家身败名裂, 你们姐弟两人, 将来该怎么办? 哼, 就算莫恩侯府还在, 云丽安没毁, 你以为, 我们姐弟两人就能过得好了? 小舅可知道, 我这些年在莫恩侯府里, 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四岁时, 母亲生下云锦园难产, 我带着上在墙堡中的弟弟, 整夜整夜地不敢休息, 云丽安却从未正眼看过我, 甚至百般冷待。 七岁时, 云丽安娶王室入府, 大婚当日, 我被人所害, 失足落进冰窖里, 好不容易捡回一条性命, 云丽安却斥责我不及, 险些将我送去家庙。 十岁时, 王室产子, 产婆只因与我说了一句话, 后来, 王室生产不利, 他就以为是我想要害他幼子, 骂我恶毒, 嫉恨幼地, 将我灌在祠堂里, 饿了整整三日。 等我从祠堂里出来的时候, 我的弟弟, 就已经被他送给了王室教养。 他放任王室和他带来的孤女欺辱我, 看着他们逼得我在府中无法容身, 看着他们将锦园交得嚣张跋扈, 善恶不分, 甚至任由着他们来毁了我。 之前在南地时, 我被人羞辱, 竭力挣扎的时候, 他在府中跟云淑月享受着天伦之乐, 我好不容易拼了命回来, 满心以为他能替我出头, 替我讨回公道, 可入眼所见, 却是那挂满侯府的桑藩, 和摆在厅内的棺材, 是他轻飘飘的一句, 让府中之人对外发丧, 免得我失踪之事被人知道之后, 会辱了他慕恩侯府的清誉, 你知道吗, 那一刻, 我恨不得能尽手杀了他, 一把火烧了整个慕恩侯府, 云苏英眼里蓄满了泪, 他却知道, 在哭的不是他自己, 小舅可知道, 就在一个时辰之前, 云立安还和四皇子商议着, 要如何借我失踪之事毁了我清白, 教着四皇子, 如何在我身陷绝境之时从天而降, 他身为一个父亲, 却指点着一个男人, 如何来辱了他女儿的名声, 教他怎样, 顶着情深义重的名声, 纳了声名狼藉的我, 让我和云淑月, 二女同事一夫, 再借此, 我得林家好感, 将林家收为己用, 林经夜身形一晃, 哪怕清冷如他, 此时也紧咬着牙, 生出沙意来, 林月更是满目赤红, 父女血缘, 的确是断不了的, 可是这世上不是谁都配当父亲, 也不是谁都配在世活人, 以前那个顾忌云家, 顾忌莫恩侯府的云素音就已经死了, 如今的我, 只想让云家人身败名裂, 让他们不得好死, 我知道, 我这想法有些大逆不道, 如果传扬出去, 也会为世人所不容, 只是杀生之仇, 我是绝对要报的, 你们要是不愿意帮我也没什么, 就当你们今夜从未来过, 等一下你们从这里出去之后, 我绝不会跟人提起林家半字, 往后, 也绝不会借林家名声来做什么, 你胡说八道什么, 云家不要你, 我们林家要, 你的事情就是林家的事, 不管你想做什么, 我都帮你, 我林家的女儿, 断然没有被人欺辱的事情, 对不起, 这么多年是我们不好, 是我们, 没有看清楚云里暗, 云里暗的面目, 信了他所说的, 你们姐弟不愿与我们来往的话, 这些年都未曾来看看你们, 当年你父母身亡时, 云里暗指天发誓说会善待你们, 这些年又对你母亲一往情深, 我们才会被他蒙蔽, 如果早知道他这么对你, 如果早知道你过得这般艰辛, 我们是绝对不会将你留在云家, 对不起, 阿阴, 云素阴心口处突然就涌出一阵暖流来, 眼底缓缓而笑, 你听到了吗, 阿阴, 这世上是有人真心对你好的, 没有企图, 没有回报, 只是单纯地在意着你, 你想做什么, 就放手去做, 无论什么时候, 小舅都会护着你, 阿阴, 你别忘了我, 还有我呢, 表哥也会帮你, 谢谢表哥, 阿阴, 你这身手是怎么回事, 对啊, 你怎么这么厉害, 刚才你下手又快又狠, 连我都没反应过来, 你竟然会舞, 怎么会以前让人欺负成那个样子, 以前大概是蠢吧, 伊丽安和祖母说, 女子该嫌淑温顺, 我就从不动舞, 她说, 女儿家舞到弄剑不像话, 我也不敢多学, 那, 你这身功夫, 是以前小时候遇到的老道人教我的, 他说我筋骨不错, 而且, 又有些天赋, 所以就传授给了我一些武技, 还有一读之术, 只是我那时候年幼, 满心满眼的, 都想着怎么讨好父亲, 怎么让自己更像是大家闺秀, 好能让父亲多看我一眼, 所以, 未曾用心学过这些, 只寥寥练过一点, 却没想到, 有朝一日, 居然还凭借着这些东西, 救了自己一命, 你那丫头也是你教的? 他只学了一点皮毛, 能打伤表哥, 还是因为他本就力大, 又出气不易罢了, 不过, 阿罗在武学上的天赋, 比我厉害, 等他学成之后, 表哥也未必能打得过他, 这么厉害, 我不信, 你那些招数, 要是交给我, 我才不会输给那小丫头, 表哥如果想学的话, 我当然可以交给你, 只是你进出不变, 想要学的话, 也得等我从云家脱身之后, 那言未定, 你要教我, 好, 你刚才说, 你要脱离云家, 可有什么想法了? 嗯, 有一些, 可要我帮你, 暂时不用, 想要对付云丽安, 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他并非是当年那个毫无权势的无下阿盟, 如今莫恩侯府投靠了四皇子府后, 跟丞相一脉, 也有了关系, 在朝中, 更是旁根错节, 一旦动了云丽安, 势必会碰出到那些人的利益, 林家能有这般超然的地位, 就是因为外公独立朝堂之外, 几个舅舅虽然在朝为官, 却也从不涉足党争, 可是一旦林家出手对付莫恩侯府, 势必会引四皇子报复, 到时候, 一旦牵扯进党争之中, 怕是朝中对于林家, 就再无敬畏之心, 我眼下不会直接对云丽安动手, 只是先想办法离开云家, 只不过我走, 也要干干净净的, 不让任何人留下话柄, 小舅舅可知道, 四皇子其实, 已经后悔了混混的事情, 要不是云丽安捏着他跟云淑月, 早有肌肤之亲, 甚至云淑月早就猪胎暗节的事情拿捏着他, 又允诺四皇子, 日后愿意让我也入四皇子府为侧妃, 四皇子恐怕是不愿意履行这桩婚事的, 他们之间已有嫌隙, 想要挑拨并非难事, 你和林家不必出手, 我自能让自己安然从云家脱身, 你说云淑月跟四皇子早有苟且, 云淑月腹中孩儿已经两个多月了, 好一对无耻至极的狗男女, 林荆叶看了他一眼, 小舅, 你看我干什么, 难道他们不是吗, 我原本以为是慕容征眼见着阿音出世之后, 为了拉拢莫安侯府和云丽安, 才同意换婚的事情, 可没想到, 他那么早之前就跟云淑月有了狗鞋, 居然还怀了孩子, 慕容征这个狗东西, 居然还想着让阿音给他当侧妃, 想要拉拢咱们林家为他所用, 他怎么不去做梦啊, 老子回头, 非得找了机会, 罩了他麻袋, 打断他三条腿不可, 胡说八道什么, 阿音还在这里, 表哥说得不错, 云淑月恶毒, 那慕容征也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 小舅, 四皇子大婚, 可给林家发了情帖? 没有, 不过他们大婚之时, 我倒是可以过去, 以你外公的身份, 若能亲自前往他的婚宴, 对于他来说, 是求之不得的事啊, 林老爷子的身份贵重, 虽不是皇亲, 却有万人师的名声, 四皇子想要拉拢林家, 位着的, 就是林老爷子那遍布朝堂和诸国的弟子, 那我就请外公和舅舅赴一趟喜宴吧, 等送了他们贺礼之后, 解决了云家的事情, 我就跟外公和舅舅回林家, 好不好? 好, 回去之后, 我会告诉你外公, 到时候, 我会陪着他一起去赴四皇子婚宴, 你想做什么, 尽管放开手去做, 云素音喜欢林静夜这般护短的性子, 文言, 杨纯露出个大大的笑容, 二小姐? 怎么, 不认识我了? 不是不认识, 只是您这般装扮倒真像是位公子了, 那就叫我公子, 公子放心, 府里头都已经打点好了, 不会有人知道您出来, 先去银楼取金针, 您的声音, 雕虫小技, 既然装扮总要像一些, 走吧, 先去取了金针, 还要去别的地方, 别耽误了时间, 尽管二位, 老朽方赫, 是这姓林堂的老板, 也是大夫, 凡请问上一句, 这单子上的东西, 是你们要买? 是我要买, 公子要买这些东西, 不知何用啊? 你们既然开着药材铺子对外受药, 只要我出得起银子, 你们卖药就是, 还管人家拿着东西做什么? 老先生, 行医之人都有门户之分, 各家记忆不同, 打探人家底细, 可不是好习惯啊。 啊, 我没有打探的意思, 只是, 这里面的有些东西极为难寻, 而且都是剧毒之物, 稍有不慎便会要了人性命, 所以才会多嘴问上一句。 这世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 剧毒的东西, 只要用好了, 也是良药, 要不然, 你们铺子里不会收用这些东西了, 我要这些, 只是为了替人配药, 不会拿来害人, 你放心就是。 方赫刚想说话, 却不想外头突然传来一片尖叫声, 紧接着, 马蹄乱踏斯明的声音, 带着一连串惊恐叫声, 见后还有人惨叫的声音传来。 抬眼就看到药堂外面一匹马, 如同疯了似的, 拖着马车横冲直撞, 那马车上好像还坐着人, 里头传来惊恐的尖叫声, 而外头赶车的车夫, 拼命地想要拉住马车, 却根本不能。 马车挂在了路边的倒下的架子上面, 被台阶一挡, 车员光的一声脱落开来, 车夫猛地脱力之下, 直接被甩飞了出去, 那风马没了马车束缚, 更是直接朝着人群里闯了过去。 军九渊看着那少年眉眼, 整个人愣住了, 阿阴? 陈琪, 救人! 还愣着干什么? 救人哪! 把受伤的人挪到杏林堂里, 伤了骨头的小心一些, 别碰到伤口, 先给他们支血。 王爷, 是他, 那天南楼的人行刺劫球的时候, 出手相助的就是他, 只是他那天明明是女子装扮, 他这是女扮男装, 还是男扮女装啊? 军九渊听着万军的话, 却能肯定那是女子, 只因为他正是前天夜里, 才从他身边溜走的那只小色兔。 夏侯, 去帮忙。 夏侯文生有些诧异地, 看了自家王爷一眼, 他家主子可不是个会多管闲事的, 以前遇到这种事情, 大多都是直接驾车离开, 今天怎么大发慈悲了? 这位公子可要我帮忙。 他猛地回头, 看到夏侯文生时吓了一跳, 险些脱口一句, 你怎么在这里? 云素英稳了稳心神, 你懂医术吗? 得先替他止血。 我懂一些。 那你先替他止血。 廖少夫人的情况极为不好, 他已有血崩之症, 而且那孩子就算能落地, 也活不下来。 血崩就止血, 七个多月的孩子已经成型, 就算早产, 只要小心呵护, 也能活下来。 可是, 廖少夫人的情况根本没力气生孩子了, 不能生, 就抛。 你要抛妇取子? 他现在的情况只有这种办法, 不然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母子去死, 还是你们有别的办法救他。 两人脸色变化不断, 谁都说不出话来。 既然你们都没办法, 那就听我的, 至少还有一半的机会能保住他们母子俩, 最不济, 也至少能保住他们母子俩的一个。 云素英对着廖家那人说, 你现在立刻回安国公府, 通知你们府里能够做主的人马上过来, 告诉他, 让他们在路上就想好。 如果母子两个真的不能完全之时, 到时候, 是要保大还是保小? 方大夫, 麻烦你吩咐下去, 叫人立刻准备热水, 刀具, 裂酒, 纸穴的药物和纱布, 还有让人准备针和桑白皮线。 针线, 纱布, 还有刀具, 全部用废水煮过之后, 不要再经人手, 直接送过来。 好, 我这就让人去准备。 等一下, 我得用金针替廖少夫人止血, 且也要一直以金针之术, 替他止疼, 让他撑过剖腹之痛, 所以剖腹取紫的时候, 我需要有人帮我。 我跟你一起, 我也可以帮忙, 我是夏侯文生, 摄政王府的大夫, 这几年一直都在京城, 方大夫, 你应该听说过我才是。 啊, 你是一股传人? 夏侯文生点点头。 哎, 这一代一股传人, 名叫夏侯文生, 人称天一圣手, 有他在, 定然能够帮到你。 好, 你既懂医术, 那你进来帮我, 他又看向方赫。 方大夫, 你让人将东西尽快准备好, 廖少夫人撑不住多久, 一刻钟之内, 我会替他止血, 让廖少夫人缓过来一口气, 然后立刻动手。 方赫不敢迟疑, 转身就让人去准备 云素因交代的那些东西, 云素因则是带着夏侯文生入内, 从头到脚地包裹了起来。 公子, 你这是…… 我有云血症, 不能碰血, 等一下剖腹的时候, 我会以金针替他止血止痛, 还得你来动手。 这是, 我从未替人剖腹。 我会教你。 呃, 好。 杏林堂外聚满了人, 万军推着君九渊上前, 听着周围那些议论声音, 忍不住说道, 王爷, 这姑娘胆子可真够大的, 生抛取子, 闻所未闻, 他就不怕廖少夫人母子二人都保不下来, 而他也成为众矢之地吗? 君九渊薄唇精明, 想起云素因与马上动手时, 欲观飞落, 青丝飞扬的模样, 也觉得, 这蠢兔子胆子大得厉害。 他敢答应, 自然是有些把握。 他家那小兔子心命得很, 才不会做那种拿自己性命冒险, 毫无把握的事情。 让人围了姓林堂, 里头的人出来之前, 不准外面的人进去打扰, 可要驱散这些人。 不必了。 强行驱散, 无论结果怎么样, 小兔子的名声也就毁了, 要不如将人留下来。 如果廖少夫人保住了, 小兔子自然声名确起, 可要是保不住, 不是还有他吗? 你们是安国公府的人, 我是安国公府如今当家之人, 公子便是救了我孙媳的贵人吧, 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还活着, 只是腹中孩子只有七个多月, 又受了惊吓, 胎位不正, 血崩之侠, 情况危险。 我刚才让人告诉你们的话, 还记得吗? 若有危险, 你们要保大还是保小? 当真, 不能两个都保住吗? 世上, 哪有那么多两全其美的事情? 你们尽快选吧, 脱久了, 一个也保不住。 安国公夫人脸色煞白, 他想起战死沙场的安国公, 想起死在战场的三个儿子, 想起府里没有男丁的凄凉, 他紧抿着唇石浑身发抖, 片刻后说, 宝大, 母亲? 不必多说, 事情加入国公府, 本就委屈, 当初安儿病重, 换作旁人, 这婚约早就所费, 可是事情却依旧守着婚约入了国公府, 送了安儿最后一程, 如今又是因为廖家才如此涉险, 我们廖家不能赴他。 可是孩子……, 那妇人知道他们对不起儿媳, 可是那是他们廖家唯一的血脉了, 公公、 夫君、 几位哥哥全死在了战场, 安儿也已经病逝, 要是没了这个孩子, 安国公府就此绝死, 就当我们廖家命该如此。 都怪我, 都怪我, 是我没护住国公爷的血脉, 是我该死。 少夫人明明好好的, 是我没拉住那风马, 没救下少夫人, 是我害死了小公子。 真要宝大? 宝, 你们倒是没有辜负廖少夫人, 公子…… 行了, 别删了, 本就长得不好看, 再删, 这张脸真的没办法见人了。 廖少夫人暂时保住了, 母子俱安, 生下了一对双胎, 皆是男孩。 我也不是故意吓你们, 只是剖腹取此, 如同黄泉走过一遭。 廖少夫人方才险些死在了里面, 而她之前醒来时第一时间, 就求我保住孩子, 不必管她。 女子艰难, 我只是想要知道, 她这么做, 值不值得。 抱歉, 刚才吓着你们了。 我知道, 我知道的, 世晴是个好孩子, 她是个好孩子啊。 谢谢公子, 谢谢公子。 你们也别谢我。 廖少夫人眼下的情况不大好, 虽然暂时保住了性命, 可是能不能活下来, 还要看接下来两天, 她伤口会不会感染, 这两天她不能离开杏林堂, 不能挪动, 你们得留人下来照顾好她, 每日替她清理身上。 伤口伤的事情, 方大夫都清楚, 你们可以问她, 而且就算熬过了这一次, 接下来一年, 她都要好好休养。 这一次生产, 她气血大耗, 几乎没了半条命, 往后也会留下体弱之症。 至于那两个孩子, 因为都不是足月生产, 而且在母亲肚子里又受了损伤, 所以身体很弱, 必须精心照顾着, 丝毫插尺都不能有, 特别是其中的弟弟, 出生时, 其实已经断了气, 被强行救了回来, 也未必能够养大。 不过, 只要能安稳将他们养过三岁之后, 再配以药膳, 让他们慢慢开始锻炼, 强身健体, 等到成年时候, 应该就能如同常人一样抗剑, 虽然不能和安国公一样, 争战沙场, 可是读书席字, 走个文官的路子, 却还是没有问题的。 多谢公子, 今是说非是您救了世情母子, 我廖家至此绝后不说, 就连世情, 怕是也保不下来。 不知公子贵姓, 您对廖家有大恩, 我廖家上下, 都欠您一个人情。 云素英原本是不打算告诉旁人自己的身份的, 不过转念一想, 等他离开慕恩侯府之后, 他将来说不定还要靠着医术吃饭。 我姓云, 不过你们如果有事, 可以到西卓向林家来找我, 我舅舅是林荆叶。 你是…… 老夫人自己知道就好, 我家中不惜我这段时间在外露面, 所以还请老夫人替我保密, 免得我祖母他们知道, 又得寻我麻烦。 廖少夫人和小公子都还在里面, 你们进去看他们吧, 歇下来的事情, 方大夫已经能够处理了, 我留下药方, 也该回去了。 你放心, 今天的事情, 我不会告诉旁人, 只是刚才的话, 依旧算数。 我廖家上下, 欠您一个人情, 将来, 你若有用得到的地方, 你尽管来安国公府找我。 哈。 你这是干什么? 今天要不是公子, 少夫人和小公子出了什么事情, 我于怀就算是死了, 也没脸去见国公爷。 公子大恩大德, 于怀感激在心, 将来若有吩咐, 岛山活还在所不辞。 你家老夫人和夫人已经谢过了, 起来吧, 本来就摔了腿, 才跪来跪去的, 小心真成了瘸子。 你们要是有功夫的话, 去查查那马吧, 寻常府里拉车的马, 都是性子温和的, 不会随便经着, 而且我之前, 也发现那马, 不像是单纯受精, 反而像是被人用了药。 仔细查查, 说不准, 是有人想要害你们少夫人。 多谢公子提醒, 如果真有人想要害夫人和小公子, 我定会将他找出来, 拔了他的皮。 嗯, 多查查身边人。 公子, 脸色有些不好啊, 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啊? 我出来已经很久了, 得早些回去, 麻烦方大夫, 将我之前说的那些东西准备一下。 我这就去取。 你跟方大夫去一趟。 陈奇今天见识了太多, 到现在都还有些反应不过来, 不过, 他听到云素音的话后, 还是下意识地点点头, 跟着方鹤去了后面库房取药材。 而云素音则是觉得杏林堂里憋闷的慌, 杏林堂门前依旧聚了不少人, 而外堂里那些之前被精麻所伤的人, 也是惨嚎声不断。 云素音站了一会儿, 只觉得有些头疼, 就转身朝着一旁的院子走去, 想要清静一下, 却不想, 刚出去时, 就觉得脑子一晕, 脚下踩空之后, 整个人朝前栽去, 原本所想着的剧痛没有出现, 云素音下意识地按了一下身下, 云素音有些发愣, 脑子懵懵地抬头朝着上方看去, 他微仰着小脸, 满眼迷茫, 手里抓着的地方软绵绵的, 云素音下意识地捏了捏, 就听到头顶传来一声低哼, 而自己的手被人猛地按住, 你摸哪儿呢? 见着蠢兔子趴着眉起来, 还一副傻愣愣地抓着他要害捏了又捏, 还不松开? 云素音这下彻底清醒过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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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 君什么? 小子, 见过君王爷, 小子? 这蠢兔子装模作样的本事倒是一流, 不过君王爷, 这什么鬼称呼啊? 倒是第一次有人这么称呼本王。 是我冒昧, 见过摄政王。 你认识本王? 以前见过一面, 王爷风姿绰约, 显身难忘。 是吗? 刚才外面的事情本王看到了, 身手不错, 医术也挺高。 谢老爷夸奖, 不过还得多谢您府上的夏侯沈医, 要不是他帮忙, 这事情也没这么顺利。 王爷, 是个好人。 人人都说我很多阴历, 你倒是第一个说本王是好人的, 这次的事情, 最大的功劳还是在你。 夏侯虽然出身一股, 但是没这份本事, 偷腹渠子的胆子他也没有, 倒是你, 以前在京城从未见过你, 你叫什么? 我叫韩富贵, 跟着我师父从南地渠州来京中游历, 今天师父让我过来杏林堂里买些东西, 没想到就遇见了这事, 我当时也是吓到了, 可是想着我师父说的行走江湖要行侠仗义, 所以才壮着胆子出手救人, 值不得王爷这般夸奖。 哦, 是吗? 不知道你师父叫什么? 我师父是掩饰高人, 平常不在外露面的, 而且我还没学成呢, 他说我就懂了他点皮毛, 不准我在外头拿着他的名声招摇过世。 你这般手段还没出师, 看来你师门要求很严呢。 是啊是啊, 我师父说, 以我现在的医术, 少说还得跟着他学上十年八年呢, 他这次就是带着我出来见识一下, 赶明儿就得离开京城了。 是吗? 那真是可惜, 你这么好的医术不能留在京城。 是啊是啊, 真可惜呀。 他一副不能留在京城发光发热的遗憾模样, 斗得君久渊, 险些没捧住笑出声。 云素音丝毫不知道, 自己的小马甲丝毫就掉了个干净。 王爷, 我关你气色有些不好, 不知道有句话当说不当说。 说吧。 王爷体内可是中了毒。 哦, 你从何得知啊? 为人医者, 望闻问妾是最基本的功夫, 我关王爷面色苍白, 气息虽强, 却又见性隐弱, 体内分明有内进, 却又像是被什么东西压制着, 体表也有异色蔓延, 分明是中毒之症。 所以呢? 所以才要诊治啊, 王爷刚才不是说我医术高超吗? 不如我替王爷诊诊脉, 就算我救不了王爷, 可我不是还有师父吗? 你和本王无亲无故, 这么殷妾做什么? 嗨, 当然是因为王爷人好吧, 再说, 医者父母心, 总不能见着王爷中毒而不说, 那有为师父教导? 本王的毒, 治不了。 治不治得了, 得我说了算。 云素因建军九院半点不配合, 索性, 也懒得等他开口, 就直接伸手, 朝着他万肩抓去。 王爷, 蝼蚁尚且求生, 更何况是人, 您权倾朝野, 又还这么年轻, 就算不为着你自己, 也得为着在意你的人, 和你心中所想的人, 多几分求生的念头。 这世间没有解不了的毒, 只在乎难与不难, 时间长短, 你如果坚持, 总有一线生机, 可如果连你自己也没了求生的念头, 就是大罗神仙来了, 也救不了你。 没人会在意本王生死。 云素因想起军九院的那些过往, 想起他曾经被父母所弃, 被至亲折辱, 被逼成为药人, 剧毒缠身, 忍着每一次毒发时, 几乎濒临死亡的绝望, 一步步爬到了现在。 怎么会没有呢? 这世上, 总会有那一个人, 在意你的生死, 胜过世间万物, 只是你也许还没遇见, 也或许, 遇见了, 自己还没察觉。 是吗? 当然, 就像我, 我跟王爷萍水相逢, 就想着救王爷性命。 其实, 这也算是在意王爷, 不是吗? 所以, 王爷别心急, 早晚会有那个, 在意你胜过一切的人出现在你身旁, 从此, 护你, 胜过自己性命。 荆九渊看着女孩轻声哄着她, 认真的, 好像是在许诺誓言一样。 她眼里的寒霜散去, 嘴角忍不住地轻弯了起来。 王爷该多笑笑的, 你笑起来很好看。 好。 夏侯文生刚刚清洗了血迹, 从里面走出来, 远远地就看到, 院子里坐在轮椅上的王爷, 还有他身前蹲着的人, 他下意识地开口。 王, 噓, 别说话, 怎么了? 让你别说话就别说话, 瞧了就行了。 这是怎么回事, 王爷认识她? 何止认识, 我跟你说, 咱们王府里指不定, 就要有主母了。 你说王爷喜欢她? 可是她是个男的? 难不成, 王爷有断袖之痞。 瞎说什么呢? 你哪只眼睛看到那是个男的? 那是个姑娘? 啊,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你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 王爷铲除南楼, 因那些杀手现身的事情吗? 当时, 南楼的人结了个孩子, 有人出手帮了我。 你是说, 那是出手的人? 就是他, 当时虽然只是匆匆一眼, 可他是女子装扮, 而且王爷也瞧见过她。 王爷素来洁癖, 所以是不喜欢近身, 那姑娘要不是得了王爷的眼, 怎么可能靠近王爷? 还能与王爷说笑? 而且你看看, 王爷瞧着人家的眼神, 温柔的跟着什么似的。 我敢打赌, 王爷肯定是对人家动了心思, 咱们府上啊, 快要有主母了。 王爷体内的毒有些复杂, 好像不止一种, 而且有一部分也已经侵入骨髓, 融入身体, 怕是少说, 也有十年以上了。 可能解? 暂时不能, 王爷可否取一些血给我, 让我回去, 和师父研究一下, 说不定就能找到办法。 可以。 君久渊主动伸出手来, 让她扎了一针, 还放了些血在她取来的瓶子里。 云素因将瓷瓶封口, 又仔细用东西包着, 避免自己粘着, 这才将两个瓶子贴身收好。 王爷, 你身上的毒, 我得研究研究才知道怎么解。 不过, 现在倒是能先想办法, 抑制一下你体内的毒, 让它们不再侵蚀你五脏六腑, 而且你的腿和脸上的毒, 也能想办法去掉一些, 其他的得慢慢来。 你说你能控制住王爷体内的毒? 应该可以。 还请公子替王爷解毒? 现在恐怕不行, 我刚才用过金针, 损耗太大, 而且王爷在这里解毒, 也有些不方便。 去我府上, 京中想要本王性命的人很多, 在这里解毒怕是不出半日, 所有人都知道了, 本王倒是无人敢碰, 可到时候会有人为此寻你麻烦。 外面那么多人, 我和王爷离开。 本王不会让人知道你是谁。 好, 我跟王爷去府上。 二, 公子, 你真要去摄政王府? 我答应王爷替他看病, 所以要跟着去一趟, 你先带着这些东西回去, 记得, 帮我留意着主要那边的动静, 我会尽量早点回府。 可是, 那摄政王阴晴不定, 性情暴力, 他万一伤你。 我是大夫, 你见过哪个大夫上门看诊, 还被人怠慢的? 那, 你一定要万事小心。 嗯, 好, 王爷还喜欢吃甜食? 本王不喜欢, 只是本王养着的小家伙喜欢, 他每次瞧着这些东西都高兴得很, 本王见你年少, 想着你或许也会喜欢。 云素音隐约觉得, 君酒渊嘴里的那个小家伙, 说的是他。 呃, 是吗? 王爷还养宠物啊? 嗯, 是只血兔, 很可爱。 云素音, 一口红豆卷卡在了喉咙里, 君酒渊连忙伸手, 替他拍着后背, 云素音伸着脖子, 拼命咳嗽的时候, 好不容易才将喉咙里卡着的东西咽了下去。 吃这么着急干什么? 你要是喜欢待会儿, 咱让厨房给你做些送来。 不, 不用了,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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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我只是没想到, 王爷会用好色来形容一只兔子。 是不该这么说, 他也不算好色, 毕竟他只是偷亲本王, 趁着本王睡觉的时候, 在本王身上蹭来蹭去罢了。 这臭男人, 他什么时候蹭来蹭去了? 这是什么鬼畜的形容词啊? 他, 好吧, 就算他偷偷摸过他的腹肌, 偷亲了他的脸蛋, 可他还救了他的命呢? 他出卖点色相, 被他吃点豆腐怎么了? 呃, 呃, 那他应该挺喜欢王爷的美色。 也许吧, 是那只小眉良心, 隔三差五就往府外跑,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呃, 王爷, 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开始试针吧。 不再休息一会儿吗? 本王不急。 你不急我急啊, 我已经休息好了, 而且王爷的情况也拖不得, 早些替王爷试完针, 我要好早些回去, 免得我师父等急了。 你是大夫, 你说了算, 既是要行针, 可要本王解医。 哦, 要的, 王爷将上衣脱掉就好。 嗯。 衣衫顺着身上滑落时, 云素音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好香魔呀, 君九渊侧眼见他满是迷蒙地瞧着自己的身体, 好像很是喜欢的模样, 他突然间就对自己曾经无比厌恶的身体多了几丝满意来。 可以了吗? 不可以, 继续拖, 云素音心中疯狂叫嚣, 那满是色心的小恶魔, 恨不得能爬出来亲自去把男人衣裳, 好在他理智尚在, 强忍着那股子色胆包天的冲动, 或有些遗憾地咽了咽口水。 可以了, 再拖下去, 他怕他把持不住, 他一边心中嬰嬰嬰, 一边面无表情地坐在一旁, 一本正经地说道, 等一下我替王爷行针的时候, 王爷若有不适, 可直接开口。 好。 我与金针封闭了你心脉和脏腑周围, 里面的毒素虽然没有完全拔出, 可大部分已经被驱逐到了丹田周围。 待会儿, 我会调配一些汤药, 你照着喝, 很快就能将你五脏六腑的余毒清理出来。 剩下的那些毒, 暂时没办法彻底去除, 但只要你不动用内力, 就不会再次毒发, 等我找到办法, 就替你将那些毒全部拔出来。 军酒员感受着体内从未有过的轻松。 我动用内力就行。 嗯, 你身体情况有些不好, 其他地方根本承受不住这些毒素, 也困不住它们, 只有借着丹田内劲, 才能暂时压制, 不让它们复发。 你体内内劲极强, 可压制那些毒后, 便等于被毒牵制, 所以你要切记, 在我彻底帮你解毒之前, 不要动用内力, 否则, 没了内力约束, 这毒再爆发起来时, 会比以前更加凶险。 好。 你腿上的毒, 成的倒是可以, 你这面具…… 你替本王摘吧。 而军酒员感受着脸上面具被移开时, 心中猛地紧张了起来, 突然伸手抓着云素音的手腕。 怎么了? 本王的脸有些吓人。 小兔子喜欢他的美色, 垂涎他的身体, 可要是看到他那张如同鬼魅的脸后, 他…… 有多吓人, 我可是大夫, 什么样的伤势没见过呀? 再说了, 王爷长得这么好看, 比我以前见过的所有人都好, 就算脸上多些花纹, 那也是美男子。 王爷别怕, 不难看, 等我替你解毒之后, 你就不用再戴着面具了, 到时候, 满京城的姑娘, 怕都要追着你走, 咱们王爷风姿绰约, 好看着呢。 军酒渊心中震动, 看着他小心将针落在脸上。 阿英。 云素音手中一抖, 我养的小家伙叫阿英, 我有些想他了。 云素音看着他眉眼, 浅浅温柔, 他心中, 仿佛被什么撞了一下, 满脑子都想着, 要不要变回兔子, 回来看看他。 只想着手头的事情还没做完, 他只能忍着冲动, 避开军酒渊的目光, 低声说, 他肯定, 也想你。 军酒渊见他这般, 忍不住滴滴笑起来, 云素音嘴角也是氧起, 被人惦记的感觉, 还挺好的。 云素音替军酒渊拔毒之后, 他脸上的黑纹淡去了许多, 云素音替他戴好了面具, 又将身上金针取了下来之后, 这才走到一旁, 取了纸笔说道, 我将药方留下来, 你让人照着上面取药肩服, 记得年份、品质, 一点都不能有差错, 而且, 切记, 见药的时候, 要你身边人亲自看着, 不要让人动了手脚。 好, 你腿上的毒尚未退进, 等一下, 我会交代夏侯如何行针驱毒, 你每日记得, 用药汤泡腿, 再让人帮你暗揉穴位, 不出五日, 就能恢复知觉, 只是感觉到腿上能动之后, 也别急着起身行走, 毕竟, 长时间未曾站立, 贸然下地行走, 容易伤了腿骨, 要慢慢借助外力锻炼, 不要心急。 等见他将药方写好之后, 又连着叮嘱了他许多事情。 你要走了? 我师父还在等我。 金九渊就那么看着他, 他明白, 小兔子既然不愿意告知身份, 就说明, 他眼下还不愿意与他相认, 云素音被他看得心软。 我真的有事情还要去做, 不能留在这里, 而且你体内的毒暂时不会复发, 等我找到办法, 定会回来替你解毒。 好, 这是本王的银龙令, 见此令如见本王, 以后要是在京城遇到麻烦, 就拿着这令牌去找银龙卫, 凡京中助手之人, 成位巡守, 皆可调动。 给我? 给你。 你就不怕, 这东西给了我后, 我拿着去为非作歹。 你知道本王在外的名声吗? 本王从来就没什么好名声, 外头的人也说本王残暴阴历, 杀人如马, 你就算拿着这银龙令去为非作歹, 也没什么大碍, 杀人放火, 本王都替你兜着, 所以, 收着吧。 云素英看着他轻描淡写, 将他护在羽翼之下, 不问缘由就愿意护着他的模样, 眼眸微弯了起来, 将那银龙令收下之后, 揣进了怀中, 笑容灿烂至极, 君九渊将人送出府后, 摸着他留下的药方, 眼里满满都是笑意。 王爷, 那姑娘是谁家的呀? 要不要奴才让人关照一下? 不必。 他总觉得, 小兔子大概是不喜欢让人暗中盯着他的, 而且, 以他的本事, 性情, 要是不愿意留在摩恩侯府, 早就已经走了, 可他却依旧还留在云家, 怕是也有他自己的打算, 他贸然让人上前, 万一坏了他的事情, 小家伙恐怕得气得炸毛。 父亲, 阿音还没来吗? 对呀, 侯爷, 阿音怎么还没过来呀? 这四皇子府接亲的人都在路上了, 他要是再不过来, 来会儿, 怕是就赶不上送亲了。 娘, 那个讨厌鬼那么惹人烦, 又总叫你和姐姐不高兴, 你让他过来干什么? 别吼说, 他是你二姐。 母亲, 家慈也没说错, 今天是大姐大喜的日子, 你叫云素英过来干什么? 他到底是你姐姐, 月儿出阁, 他也该送送假。 大姐出嫁, 有你和祖母还有父亲送就行了, 再不计还有我跟家慈呢, 干什么要嫁他来呀? 他一直都嫉妒大姐, 比他好, 比他温柔, 现在又嫉恨大姐得了四皇子的眼。 他以前那副温吞不争的样子, 根本就是装的, 心狠手辣, 又心眼极小。 就算他真过来了, 也不可能真心实意地跟大姐道喜, 你干嘛让他过来给大家添堵啊? 父亲, 云素英就不是好东西, 我觉得你还不如所幸将他关在锦绣院里面, 别让他出来了, 免得他故意捣乱了大姐婚事怎么办。 你给我闭嘴, 你姐姐是云家嫡女, 是你大姐的妹妹, 你大姐出嫁, 她要是不来送嫁, 别人看到了会怎么想啊? 你亲自去锦绣院看一看, 催一催阿音, 让他快些过来。 祖母不必让人催了, 我已经过来了。 祖母, 父亲。 云离安神色恍然了一瞬, 他这个女儿, 原来这么好看吗? 你来了, 快起来吧。 我既然答应了祖母要来送云素月出阁, 自然就不会出尔翻尔, 云素月看着身着红衣的云素音, 忍不住在心中嘀骂了一声贱人。 妹妹今日可真好看, 你以前总喜欢素色的衣裳, 还从来没见过你这般打扮呢。 没想到, 妹妹穿红衣居然这么好看, 倒是趁得我这个新娘子, 都有些不如你了呢。 你本就不如我。 阿音今日的确很美, 叫我也忍不住迷了眼呢。 只是今儿个毕竟是你姐姐大喜的日子, 你穿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有些不大好啊? 你是怎么回事啊? 让你来给你姐姐送假啊, 你穿得这么招摇干什么, 让人瞧见了像什么样子, 还不赶紧回去换一身衣裳? 我穿这衣裳怎么了, 又有哪里招摇? 我既没穿龙凤长裙, 这衣裳也不是正红色, 她既然要让我送假, 我总得穿得喜轻一点, 还是父亲想要我回去换一身白衣送她出格呀? 说起来, 这套衣裙招摇吗? 我还以为他们母女很喜欢呢, 要不然, 他们也不会选择太后娘娘轰饰时, 国桑期间, 让人给我送过来。 还框着我说, 这衣裳与我般配, 让我穿着去赴生平像王侍郎家的宴, 我还以为你很喜欢这身衣裳, 刚好, 今天云淑月出嫁, 所以我特意找了出来, 穿着过来, 送你女儿出格, 以表孝心, 没想到你原来不喜欢这衣裳, 那你当初送给我做什么, 让我摆着好看吗? 这衣裳是你送给她的? 好也, 我, 我, 我不是, 闭嘴! 阿英穿着一身自然是极好的, 这身红色也衬你, 父亲, 妹妹难得这么装扮, 你就别教训她了, 再说, 我与她是亲姐妹, 怎么会计较她抢我风头呢? 而且今日, 是我和四皇子大喜的日子, 她穿的喜青鞋也好, 这样, 才能祝福我和四皇子白头偕老。 她想要看到云素音露出极度怨恨之色, 想要看她听到四皇子时痛苦, 可谁知道, 云素音听了她的话后, 脸上却什么神色都没有, 不可能的, 云素音明明那么喜欢四皇子, 怎么可能说不喜欢就不喜欢了呢? 云素音一定是装的。 阿音年纪也不小了, 打扮好些也好, 今日前去四皇子府赴宴的年轻俊杰很多, 到时候, 指不定就能有人看上了阿音, 说不定, 也能成就一顿良缘呢。 阿音呢, 等我和四皇子成婚之后, 你也该好好找个人家, 等你大婚的时候, 我和四皇子也定会来给你送嫁, 到时候, 也让妹妹嫁得风风光光的, 让人羡慕, 我肯定是能找到好人家的, 倒是你, 四皇子风流, 就你这样的, 云家妓女, 又怀着深运进的皇家, 抢的还是嫡出妹妹的婚事, 你当全天下的人都是傻子吗? 等你早产生下肚子里的这块肉后, 能不能坐稳那四皇子妃的位置, 让我出嫁, 还说不定呢, 不过你放心, 就算到时候你真被四皇子弃了, 我也会送张喜铁给你, 喜酒就不请你喝了, 就让你瞧瞧, 我过得幸福就成。 你, 阿音, 我一片好心为你将来, 你, 你怎能这么助我? 云苏燕, 今天是大姐出嫁的日子,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 你简直恶毒至极, 我看大姐和四皇子恩爱般配, 反倒是你, 你这种心肠歹毒的女人, 才会嫁不出去, 就算嫁出去了, 也会被人抛弃。 云苏燕抬眼看着她, 云锦园身上一寒, 你看我干什么, 你这么狠毒, 谁敢娶你? 云苏燕, 你干什么? 父亲看不出来吗? 我在教训这个木屋长姐, 吃里怕外的东西。 你, 云苏燕张嘴就想骂她, 云苏燕猛地抬头, 对着她时, 那眼里的寒光, 让云苏燕吓了一跳。 我才是你亲姐姐, 是那个会舍出命去喂你的人, 从云苏燕害我那一刻起, 我就跟她势不两立。 你以为, 要不是为了你这个 狼心狗肺的东西, 我今天会来这里, 会忍气吞声地送她出嫁? 你, 你个贱人, 你, 却被云苏燕抓着手指头, 用力往后一折, 一脚踹在她膝盖上面。 云苏燕另外一只手, 反手一耳光, 就落在云锦园的脸上。 云锦园, 我只跟你说一次, 你再敢骂我一个字, 我就打你一耳光。 你再敢指着我说这些乌言会语, 我就剁了你的手。 别以为有父亲和祖母护着你, 我就不敢动你。 祖母, 父亲, 救我! 云苏燕, 你疯了, 他是你弟弟, 你还不赶紧松手? 我可没有这么狼心狗肺的弟弟。 云联安大怒, 伸手就想朝着云苏燕打去。 你打, 今天那么多宾客在场, 你打了我, 正好叫所有人都看看, 父亲你是怎么偏心妓女, 磕带敌女, 为了这么个下贱东西, 就抢了我的婚约, 还出手伤我。 哼, 我有时候真怀疑, 你当年对我母亲的那点深情, 到底是真是假? 阿茵, 别乱来, 你父亲只是一时气急, 他怎么舍得打你呢? 你弟弟有错, 教训就是了, 先放开他吧, 别真伤了他的手。 云苏燕闻言, 手中微松, 云锦园就亮呛着躲在云里安身旁, 眼泪直掉, 他整个手已经红肿了起来。 你这个孽女, 心肠怎么这么歹毒? 你弟弟还要读书科举, 你真想毁了你弟弟的手不成? 要是读书人都像他这样, 狼心狗肺, 不知好歹, 学得李毅廉耻, 长幼尊卑都进了狗肚子里面, 那还不如打断了他的手, 免得侮辱了圣贤师叔。 你…… 我说错了吗? 我是他长姐, 他却一口一个直呼我明慧, 开口就是贱人, 闭口就是狠毒。 我倒是想要问问父亲, 他这种行径, 难道就不该教训? 是他平日里读书就是教了他这些? 还是父亲觉得, 我就该不言不语, 由着他辱骂? 要是他有朝一日, 指着父亲的鼻子, 骂你忘恩负义, 卑鄙无耻, 父亲也能由着他吗? 云黎安脸色顺变, 那句忘恩负义戳到了他心虚之处。 我今天为什么来这里, 父亲想必比谁都清楚, 我原本只想好好送了云淑月出嫁, 就算完成了祖母的吩咐, 可他非要自己撞上来, 装模作样地拿着四皇子来刺激我。 怎么, 从我手里抢走了四皇子, 不择手段夺了婚约, 就这么得意? 他还没嫁去四皇子府呢, 就得意得这么早, 也不怕最后阴沟里翻了船, 到时候, 可别拉着整个摩恩侯府 都跟着一起丢人现眼。 阿依,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我从来就没有那意思, 你要是真不想送我出嫁, 那就不来就是了, 为什么要这么咒我呀? 你当我愿意来, 别摆出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你跟四皇子上床勾引他的时候, 可不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看着你这张脸, 就想透。 云苏妍, 你别太过分了。 我过分? 还有更过分的, 你们信不信? 你们别忘了, 这婚约本是我的, 是你们欠我, 不是我欠你们。 我要是你们呢, 得了便宜, 就该缩着脑袋做人, 你们再敢招惹我, 在我面前炫耀着婚事, 我就算得不到, 也能毁了他, 叫他云苏月, 今天嫁不进四皇子府。 够了, 脑够了没有? 穆金, 是云苏妍的欺人太甚。 你给我闭嘴, 就你一天闹得厉害, 你是嫌府里的麻烦事情还太少了, 是不是? 别说今天是你们先挑事, 就算真的是阿音欺人太甚, 那也是你们该受着的, 你别忘了, 你女儿身上这桩婚事是怎么来的, 也别忘了, 她都对阿音做了什么, 要不是阿音愿意忍让, 要不是她不跟你们计较, 你以为, 你女儿能这么安安生生地嫁进四皇子府? 穆金, 你也给我闭嘴, 别人不知道这事情的缘由, 难道你也不知道吗? 你昨天夜里来找我说的那些话, 都忘了干就是不是? 还有你, 阿音是你姐姐, 谁教你的张口闭口就是贱人, 这就是你学来的教养, 别说你姐姐只是打你两巴掌, 就算是打死你, 那也是应该的, 大好的日子, 非得闹得不得安宁, 照你们之前所做的事情, 阿音肯答应来给你送亲, 就已经是顾全府中颜面, 你们要是再闹, 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你把眼泪给我收手, 大喜的日子, 叫人瞧见了像是什么话呀? 陈嬷嬷, 找人给大小姐洗洗脸, 重新上庄, 奴婢这就去, 你跟我出来, 云素音敏敏唇, 直接跟着云老夫人出去, 你呀, 这般要强, 既然来了, 又何必跟他们闹腾呢? 我没想跟他们闹, 可是祖母也听到了, 是他们不想让我好过, 我早就不是当初忍气吞声的性子, 他们都欺负到我头上了, 难道我还要忍着? 要不是你穿了这么一身过来, 能让他们找你麻烦呢? 我穿这个怎么了? 王氏当初在国丧的时候, 想哄着我穿着去赴宴, 我要是真如他意了, 祖母想没想过, 我那天会是什么下场, 我没为着这事找他麻烦, 只不过是穿着他给我的衣裳, 去给他女儿送嫁, 我有什么错? 祖母, 我已经够忍让他们的了, 也已经照着你说的, 不找他们麻烦, 可是连我穿件衣裳, 替他天天夺也不行吗? 你看看锦园被他们交成了什么样子, 上次来我院子里带了刀子, 险些划破了我的脸, 这次更是当着你和父亲的面, 就敢那般骂我, 我有时真是怀疑, 他到底还是不是我的弟弟, 我为他做了那么多, 为他处处隐忍退让, 我总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值得, 我是不是也该为自己多想想? 你这孩子, 胡说什么呀, 锦园是你一母同胞的亲弟弟, 是你最亲的人, 我知道, 他这几年性子有些左, 可他到底是你亲弟弟, 你难道真舍得不管他吗? 他就是个半大孩子, 你也别与他置气, 等着这事过了之后, 祖母帮你教训他, 到时候, 把他从前院挪出去, 放在锦绣院旁边, 你们是血脉至亲, 多相处相处, 感情自然也就有了, 祖母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 那骗他的, 可就多了去了, 你现在也大了, 既然接过你母亲的嫁妆自己管着, 叫锦园住在锦绣院旁边, 你亲自教导, 想来对他也更好, 锦园是嫡子, 又是长子, 将来总要继承侯府的, 老是跟王氏也不是个事, 云素音瞧着这老太太, 一副真心为着他们姐弟着想的样子, 只觉得, 云老夫人这打一棒子给个甜枣的手段, 用得可真熟练, 空手套白狼的本事, 更是炉火纯青, 大从他从南地回来之后, 云老夫人光许给他的承诺, 就不知道说了多少了, 而那些里头, 十个有九个都不会兑现, 他这会儿提起世子和爵位的事情, 不过是想要让他安心, 怕他真舍了云锦园后, 没了束缚, 坏了今天的好事, 云素音对于云老夫人的打算, 心知肚明, 脸上好像什么都没听出来, 只是露出高兴之色, 祖母, 府中果然只有您最疼我, 刚才的事情我也有不对, 我就不该跟他们计较, 要不然我回去换一身衣裳, 换什么换的, 你又没为难他们, 是王室自作自受, 你出出气也好, 再说, 不过是一身红衣, 穿了也就穿了, 也好叫他们长个记性, 祖母既然说不换, 那我就不换了, 只是王室和云淑月小气, 他们怕是还记恨我, 觉得我抢了他风头呢, 云淑月嫁去四皇子府, 对咱们侯府来说也是好事, 能叫父亲还有警员他们, 将来仕途更为顺遂, 我也不想跟他闹了, 我叫人从母亲的嫁妆里, 挑了几件东西带了过来, 祖母帮我交给云淑月吧, 就算是我给他的贺礼, 也省得他, 老觉得我好像记恨着他似的, 云塑音朝外叫了一声, 这里头放着房契地契购物章, 全都是京城里最好的地段, 还有龙凤琉璃八宝镜, 和那雪山湖一样, 都是极为珍贵稀罕的东西, 叫云淑月带去四皇子府后, 也不至于溜了咱们侯府的脸面, 这些都是你母亲的嫁妆, 嗯, 我知道祖母和父亲 已经替云淑月备好了嫁妆, 可总要有两件能拿得出手, 叫人瞧见的宝物才行, 祖母觉得, 这些东西可够了, 够了,够了, 你能这般主动与他们修好, 祖母很欣慰啊, 你放心, 他们定会记得你今日待他们的好, 我才没想跟他们修好, 我只是不想祖母和父亲为难, 谁要他们欺着我都好啊, 好好好, 是你孝顺祖母和你父亲的, 跟他们没关系, 还是我的婴儿大方啊, 是咱们侯府里正正经经的小姐, 哪像是他们那般小家子气呀, 祖母啊, 果然没白疼你, 云素音配合着撒娇, 逗得老太太没开眼笑, 龙凤琉璃把宝镜, 夫人, 这可是好东西啊, 你眼光倒是不错, 居然还认得这个, 当然认得, 我记得这个好像是前头那位夫人带进府里来的, 原来在夫人这里, 这也是小姐的陪嫁吗, 哎, 夫人可真舍得呀, 只要是将琉璃镜绑了红绸放在显眼的地方, 那回头四皇子府的人看到, 怕也会瞧花了眼, 这东西可是连宫里都没有几个, 你把这琉璃镜拿去, 用红绸包起来, 放在嫁妆箱子的最前头, 记得弄得显眼一些, 叫所有人都瞧见, 这女人可真蠢, 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就敢随便朝着嫁妆箱子上放, 龙凤雕纹, 那可是宫里才能用的东西, 这玩意儿可是遇刺之物, 敢随意强夺拿去当嫁妆, 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云素因算计起王室的时候, 都被他蠢得有些不忍下手了, 他原本还只是打算叫王室, 只是将这些东西装在箱子里, 带去四皇子府来着, 没想到他这么配合, 小姐, 他就没打听打听, 这东西是什么? 他眼里啊, 大概只看得到, 这镜子值多少钱了, 待会儿, 阿罗跟着我陪着云淑月初府之后, 你跟春梅就回去, 带着诚儿还有剩下的人离开侯府, 那库房那边, 那里面可还放着夫人的嫁妆, 放心吧, 那些东西, 云家不敢动的, 你们离开时走后门, 陈奇会让人在那里接应你们, 等出了侯府, 就直接去林家, 那小姐您呢? 我呀, 我和阿罗还要去趟四皇子府, 给他们送一份大礼, 阿阴? 女子归名不是谁都能叫的, 还请四皇子自重, 阿阴? 旁边的阿罗就直接上前, 伸手擒着慕容争的手腕, 殿下! 阿罗, 别伤人, 放开他吧, 你? 刚才丫鬟一时情急, 有所冒烦, 还请殿下恕罪, 阿阴, 你别走, 我有话想跟你说, 阿阴, 殿下身为皇子, 该懂得什么叫礼仪廉耻, 我叫你一声殿下, 是顾全你脸面, 也不想自己跟你一起, 成为旁人眼中的笑话, 你今日取的是我季节, 我在这里, 也只是为了送亲, 我跟你之间, 没有任何话可说, 阿阴, 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想的什么样你很清楚,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慕容争, 别说得你好像很了解我一样, 我不想跟你撕扯开来, 只是不想大家都难堪, 可你要是不懂得什么叫自重, 不想要脸的话,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外头那么多人瞧着, 我想你应该也不想让人知道, 你和云淑月之前, 干了什么龌龊事情吧, 阿阴,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 我知道, 你气我娶了你姐姐, 可是我也是逼不得已啊, 我不知道, 你当时出了什么事, 你父亲, 他们也骗我说你重病难愈, 父皇赐了婚后, 这婚事就没有更改的可能, 我也是逼不得已, 才将这婚约换给了你姐姐, 要是早知道你父亲他们是骗我的, 我是绝对不可能答应换亲的, 阿阴, 你该知道, 我对你的心意的, 逼不得已, 你跟我订婚, 却跟云淑月暗中往来是逼不得已, 还是你背着我顶着赐婚的名头, 却跟他上床是逼不得已, 慕容正, 你毁了婚约, 娶了云淑月, 我好歹还觉得, 你有那么点担当, 能顾着你的真爱, 可如今, 你却来跟我说你逼不得已, 怎么着, 要不是你背信弃义, 寡怜闲耻, 云淑月就在脱光了衣服头怀送抱, 难不成还能逼着你跟他行房, 让他怀上你的孩子不成, 云塑音, 我本来想给你留点脸的, 是你自己非要撞上来, 你既然选择了云淑月, 那我跟你就再无半点关系, 别在我面前摆出一副情非得已的模样来, 叫人恶心, 还有, 我的名字也不是你能叫的, 别把我名字叫脏了, 你, 殿下, 殿下息怒啊, 让开, 殿下, 您别冲动, 急时快要到了, 外头还有好多人等着您接四皇子妃出去, 你是在将我做事, 奴才不敢, 殿下行事自有章程, 只是这里是莫安侯府, 里外到处都是人, 您要是真在这里跟云二小姐争吵起来, 让她再说出什么不该说出的话, 到时候别说云侯爷脸上会挂不住, 四皇子妃也被折了颜面, 要是再传出去, 一点半点的, 旁人知道之后, 也会议论您跟四皇子妃的事, 连您的名声也会受到影响, 那云二小姐不识好歹, 奴才知道您气, 可是眼下最要紧的, 还是您和四皇子妃的婚事啊, 只要您顺顺利利的将四皇子妃取进府里去, 旁人也说不出什么来, 至于云二小姐, 殿下难道忘记云侯爷跟你说的事情了, 殿下如果真想教训她, 往后机会多的是, 何必给予这一时啊? 这个贱人, 敬酒不吃吃罚酒, 亏她还想着将来能对她好一些, 以弥补之前的愧疚, 可如今, 等她将她拿下, 得了邻家的助力之后, 看她怎么收拾她, 二小姐, 老夫人今日没有过来, 大小姐身边陪嫁的嬷嬷, 又是刚入府不久的, 奴婢有些不放心, 您现在这儿跟其他人聊聊天, 待会儿快行礼时, 会有人过来叫您, 陈嬷嬷将手里握着的手炉递给了云素音, 奴婢记得二小姐怕冷, 这个您拿着, 那嬷嬷慢些走, 小心摔了, 等她走后, 云素音拿着那手炉, 轻嗅了嗅, 就闻出那里头有着一股梨香, 隐约的, 还有一股十分轻微的香气, 找个安静的地方灭了, 小心收起来, 待会儿当了罪证, 你自己也小心一些, 别吸了里面的香气。 姑娘是…… 慕婚侯府云素音, 见过诸位夫人。 哦, 原来是云二小姐, 听闻你之前大病一场, 连婚事都无法继续, 只能让给了你气节, 如今瞧着, 倒是挺精神的, 这病是好了。 只可惜啊, 你这病好得晚了些, 要是早点好起来, 说不定, 今日的风光大婚的就是你了, 又哪轮得到你季姐呀? 你是…… 我父亲是刘尚书。 哦, 原来是刘小姐, 你刚才说得对, 别说你觉得可惜, 其实, 我也觉得挺可惜的, 我那季姐毕竟不是贵女出身, 配四皇子, 的确高攀了, 要是早知道刘小姐清新四皇子, 对她婚事这般在意, 我倒不如让父亲求了陛下撤回旨意, 改替刘小姐赐婚, 想必, 刘小姐跟四皇子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哎呀, 不过现在也不晚呢, 这大婚还没开始, 刘小姐还有机会。 你胡说白道什么呀, 谁惊心四皇子了? 咦, 不是吗? 那你这么关心四皇子婚事做什么, 我瞧着你刚才那遗憾的样子, 就好像是恨不得能取代了我那季姐, 成了四皇子妃似的。 我没有, 你别胡说, 我这是合理怀疑, 毕竟, 你要不是喜欢四皇子, 这未出嫁的姑娘, 谁会跟你这般似的, 凑上来逼顾人家娶不娶谁, 刘娇气得浑身发抖, 刘小姐这是怎么了, 怎么脸色难看成这样, 是因为四皇子吗? 哎呀, 对我心直口快, 不该这么说你, 就算你真嫉妒我那季姐, 迁怒我几句, 我也不该为难你, 毕竟, 喜欢的人就要娶妻了, 娶的还不是自己, 多可怜呐, 实在是对不住, 我不该笑话你。 月素颜, 你也用不着拉我出来转移话题, 我看呐, 分明就是你极恨你的季节, 抢了你婚约, 这四皇子妃, 原本就是你的, 结果如今嫁进四皇子府的却是别人, 我就不信, 你半点都不嫉妒, 我为什么要嫉妒啊? 不嫉妒, 你穿这一身红衣给谁看呐? 自然是给我自己看的, 女卫月即者容, 毕竟, 我长得这么好看, 对着镜子都舍不得一眼, 我喜欢我自己不行吗? 要是刘小姐,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以己夺人, 你说我穿着这身衣裳不合时宜, 那我是不是也能说你今天打扮得这么花枝招展的, 是为了四皇子啊, 瞧瞧你这妆容, 这唇枝, 这眉眼里头, 都带着春情, 还带着鸳鸯配呢, 不是我说刘小姐啊, 你要真喜欢四皇子, 可别跟我在这磨蹭, 要是赶紧些的话, 还能拦得住前面拜堂呢。 你, 你, 你不要脸, 不是你先提起四皇子的吗? 怎么就成我不要脸了? 溜娇, 你这理亏了说不过, 这动手的性子可真是一点都没变, 风冠冠, 你叫这么大声干什么, 我耳朵又没聋, 你, 别你呀我呀的, 瞧着你现在这样子, 猙獰了跟什么似的, 是你自个儿没事先找人麻烦的, 心眼不好, 说不过人家就想动手, 也不嫌丢人, 你可要想清楚了, 这里是四皇子府, 别说外头那么多宾客, 就是这花厅里, 也这么多人瞧着, 袁二小姐是侯府之女, 嫁人的还是她姐姐, 你这一巴掌扇下来, 明儿个, 你爹就得替你去请罪, 况且外头那么多人看着你跋扈伤人, 往后, 你可就装不了温柔贤淑了, 刘娇脸上红了白, 白了紫, 最后气得一跺脚, 说了句, 我记住你了, 转身, 捂着脸就哭着跑了, 云素音无语, 这战斗力不行啊, 就这弱鸡似的, 三两下就哭成这样, 还来找人麻烦, 那小姑娘怎么想的, 我也没想到, 刘小姐脾气这么大, 她拿四皇子跟我玩笑, 我也就随口一说, 哪想到, 她居然就哭了, 打扰诸位兴致, 实在抱歉, 啊, 云二小姐说笑了, 是刘小姐挑事在前, 是啊, 大喜的日子, 云二小姐别与她计较, 她惯来就是那般霸道性子, 其他人都是笑言了几句, 就将话题扯到了别的事情上面, 唯有一个年轻妇人多看了她一眼, 云素音好奇地朝那边看过去, 就见了妇人转身出去, 那是刘少夫人, 刘娇的大嫂, 你别担心, 刘娇和她大嫂不和, 她大嫂不会踢得出头的, 为什么? 刘娇的大哥是数出过计, 天生就比刘娇要矮一头, 而她大嫂出身也不算高, 上头又有刘夫人拿笑道压着, 刘少夫人没少被刘娇欺负, 我听说, 刘少夫人前头那个孩子, 就是被刘娇弄霉的, 后来就一直没在怀上, 当时, 刘娇大哥差点把她送去官府, 后来被府里压下来, 兄妹感情却一直不好, 刘夫人宠爱女儿, 帮她压着她大哥和刘少夫人, 你没瞧见刘少夫人身上穿的, 都很肃静吗? 嗯, 的确是肃静, 刘少夫人也可怜, 她不会帮刘娇的, 不过, 今天刘夫人也来了, 只是不在这里, 你待会儿小心点, 那刘夫人十分疼爱刘娇, 直到你跟她吵嘴, 坏了她名声, 一准来找你的麻烦, 云素因文言笑了声, 她最不怕的, 就是有人找麻烦了, 那什么刘夫人敢来, 她就能怼得她怀疑人生, 你叫冯官官是吧? 你为什么帮我? 我就是看不惯刘娇, 四皇子之前还没定亲的时候, 曾经有段时间, 跟刘家走得很近, 好多人都说, 刘家有机会成为四皇子妃, 他也没少拿这事炫耀, 可谁想到, 后来, 四皇子却突然定了旁人, 刘娇丢了脸后, 就跟个疯狗似的, 见谁都有,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四皇子早些时候, 还留找过我呢, 我爹是御史中成冯寿, 我祖父是冯阁老, 云素因文言瞬间明白, 感情人这四皇子, 还有当海王的前置呢, 撒网, 后捞鱼, 想当八爪鱼, 我早就看穿他了, 他之前还想约我单独出府, 朝我动手动脚, 被我让人找着机会打了一顿, 那之后就没来过了, 我跟你说啊, 你没嫁给四皇子那是好的, 为什么? 四皇子跟你那个姐姐, 早就有一腿了, 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了呀, 就上次宫里设宴的时候, 你家里说你病重没去, 你姐姐替你去了, 然后我瞧见, 他跟四皇子表面一本正经的, 可后来却背着人去了暗处, 两个人搂搂抱抱的, 最后还亲上了, 那两个人要不是早有一腿, 我跟他们姓, 你这么生气做什么, 他们偷情背着的又不是你, 可四皇子跟你有婚约呀, 你难道不气吗? 不气呀, 我又不喜欢他, 有什么好气的, 再说了, 我连更厉害的都见过了, 不过是搂搂抱抱, 亲亲嘴儿算什么, 云素音见小姑娘张嘴惊恶的模样, 朝他勾勾手指, 等风关关支着耳朵靠近之后, 云素音在他耳边, 滴语了几句, 什么? 你说的真的假的? 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就陛下赐婚后没多久? 他们怎么敢? 有什么不敢的, 这男女凑在一起, 情龙难以自持, 还好之后有了孩子, 又有什么奇怪的, 要不然, 你以为他们的婚期, 怎么会定得这么仓促? 那你之前, 也没病重, 你看, 我现在像是大病出狱的样子吗? 他们怎么能这样? 好了, 别气了, 恶人自有天收, 指不定回头, 他们就得倒大霉了, 临近黄昏时, 正礼才开始, 等四皇子和云素月 拜了天地之后, 府中才在前院开宴, 云素音心里记挂着, 邻家的人什么时候才过来, 见冯冠冠跟着人去后院看新娘子, 她懒得过去, 就推脱了开来, 等着去后院的人回来时, 前面开席, 云素音入座之后, 没瞧见冯冠冠, 只以为她被安排在了别桌, 云二小姐, 今日是你姐姐大喜, 怎么不见你去后院陪她呀? 她成亲, 我陪着她干什么? 她毕竟是你姐姐嘛, 今天又值她大喜的日子, 有你陪着, 她总能安心些呀, 我陪着, 她安心什么? 待会儿, 她可是要跟人洞房的, 难不成, 刘夫人家中与人不同, 嫁女儿的时候, 还得有个姐妹在旁边瞧着洞房, 免得姑娘紧张, 我不过是关心几句, 云二小姐就对长辈这般无礼, 当真是好家教啊, 我哪里无礼了, 不是刘夫人问我, 我才答的吗? 你们刘家的人怎么都这样啊, 非得追着我问人家新郎官的事情, 连人家洞房的事都得管着, 我说了你们还不高兴, 你们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 云二小姐, 你别胡搅蛮缠, 我不过是寻常长辈询问一句, 你何正于污蔑我? 长辈? 我们莫恩侯府跟刘尚书家有殷亲吗? 我怎么没听父亲他们提过呀? 你…… 哎呀, 好了好了, 多大点事啊, 可别闹起来让人笑话, 是啊, 今儿个可是四皇子大喜的日子, 大家都是来道贺的, 都消消气, 哑间嘴利, 难怪会被退了婚事, 不及刘夫人养了个 禁于皇家婚事的闺女, 只可惜, 送上门了, 人家也瞧不上啊, 刘夫人气得直哆嗦, 云素音却半点不怕她, 只是看了刘娇一眼, 见她从头到尾都是低着头, 居然都没有开口骂人, 有些稀奇, 宴席过半, 风冠冠身边的丫鬟喜鹊突然找了上来, 她跟阿罗嘀咕了几句, 阿罗就凑了上来, 等跟云素音耳语了几句之后, 云素音就直接起身, 怎么回事, 什么叫你家小姐不见了, 她不是跟冯夫人在一起吗? 之前小姐说要去后院看新娘子, 跟着那些夫人一起去的, 可是刚才夫人们她们都回来了, 小姐却不见了, 夫人以为小姐跟您在一块儿, 也没多想, 可奴婢刚才过来时却没见她, 月儿小姐, 你有看到我家小姐吗? 之前从花厅出来之后, 她就没跟在一块儿, 她不见多久了, 小半个人时镇了, 小姐不在这里, 奴婢却跟夫人说, 先别去, 今天四皇子府有很多难客, 而且里里外外都有人, 她这么长时间不在, 恐怕会被人说了闲话, 你先别慌, 我去后面看看, 你悄悄找机会, 跟冯夫人说一声, 别惊动了旁人, 官官, 救命, 救, 救我, 官官, 怎么回事, 怎么会掉到这里来? 我, 我刚才从后院过来的时候, 见着冰湖旁边有梅花, 就好奇过来看了一眼, 没想到被人从上面推了一把, 谁干的? 她换了斗篷, 捂着脸, 可是我抓住了这个, 云素英顿时寒了眼, 是流娇, 云素英蹲下身子, 替冯官官检查了一下, 就发现她腿骨折了, 脚踝也肿得跟馒头一样, 腰上和后背也都有伤, 我记得刚才来时, 那边有个被封的亭子, 我带她过去, 你去找冯夫人过来, 要逼着人吗? 不用, 等云素英将人背着走到那亭子里时, 就感觉到身后的人歪倒了下来, 云素英连忙将人放下, 冠冠, 冠冠, 云素英不敢迟疑, 生怕她是刚才摔下去时, 撞到了什么要害, 连忙翻开她的眼皮看了看, 用伸手朝着她身上看去, 想要替她检查, 却不想, 就在这时, 脑后却是突然传来一阵进风, 居然会舞, 你是谁, 她想要起身, 却只觉得手脚泛软, 体内一股燥热之意, 汹涌而上, 你们拿她来吊我, 你倒是挺聪明的, 见云素英竭力想要起身的模样, 她说道, 我劝你别挣扎了, 这药的功效, 没人比她更清楚, 就是使女, 都能变成猎女了, 将人放在一旁靠着懒胆, 片刻之后, 就抓着另外一个人扔了过来, 被扔过来的人像是神志不清, 云素英在那人身上, 闻到了山塔谷的味道, 也猜到了自己刚才中了什么, 她只觉得心中生寒, 云二小姐就好好享受吧, 亭子里只剩下三人, 风冠冠躺在地上昏迷不醒, 而云素英则是整个人 被身前那人死死缠着, 她已经泛了红的眼中, 划过某杀意, 手腕一转之间, 便夹着金针, 猛地就朝那人的脖梗上炸去, 那人惨叫了一声, 疼得有瞬间的清醒, 可却抵不住药性, 还想朝着云素英扑来, 云素英发了狠, 这一次, 直接抓着金针, 就朝那人的眼睛扎去, 顺带着, 奋力朝着她身前一撞, 那人捂着眼睛惨叫着, 踉跄后退了两步, 直接在台阶上踩空, 一咕噜就滚了下去, 不远处有凌乱的脚步声过来, 云素英脸上红得吓人, 她衣衫凌乱, 发迹也散了许多, 她不能这个样子被人看到, 不然, 哪怕什么都没发生, 她也完了, 她发狠之下, 就抓着金针, 想朝着头顶扎去, 想要靠着九针秘术, 冒险激发身体潜能, 强行压制体内药性, 谁知, 就在这时, 一颗石子却是突然急射而来, 打在了她的手腕之上, 云素英手中一歪, 脱力之下就朝下栽去, 下一瞬, 就感觉到有人快速靠近, 一伸手将她揽进了怀里, 王爷, 万军见到军九渊起身, 吓了一跳, 她知道王爷腿上恢复了些知觉, 可却根本还站立不稳, 眼见着军九渊抱着云素英, 一起摔在地上, 她连忙上前扶人, 军九渊回了轮椅之上后, 她将人捞着抱在怀中, 看着她衣衫凌乱, 呼吸急促的样子, 眼中全是寒色, 阿音, 军九渊, 她喃喃叫了声军九渊后, 脑子里就失去了一切冷静, 只知道体内的火快要将她烧死了, 整个人就朝着她身上缠了过去, 不远处, 脚步声跃尽, 隐约已经能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 把她打晕, 黄叔, 摄政王, 冠冠, 而阿罗看着亭子里的情况, 也是大惊失色, 连忙跑了过去, 小姐, 把小姐给我, 是王爷救了你家小姐, 阿罗顿时一愣, 你家小姐被人所害, 有人下药, 想污她清白, 幸好王爷及时赶到, 才救了她, 阿罗顿时想起之前扔掉的那个手炉, 再看地上躺着的那人脸色潮红, 眼睛上还插着他家小姐的金针, 顿时面露凶恶之色, 抬脚就朝着那人两腿之间踩去, 那人从昏迷中腾醒, 捂着下身全成了虾, 万军眼皮子直跳, 而从前院过来的那些男兵, 也都是脸色发白, 下意识地并紧了双腿, 好, 好凶残啊, 君九渊感觉到, 怀中之人身上烫得吓人, 手中更是朝着他衣服里面探去, 他连忙伸手抓着他的手, 呼吸一致, 黄叔, 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在这里, 本王还想问你, 堂堂皇子府里, 有人暗害官员之女, 竟然还有人敢当住, 掳掠覆宴之人, 你这皇子府里的护卫, 都是干什么吃的, 本王从外面进来时, 一路如入无人之境, 此处有人谋害伤人, 呼救之时却无一人听到, 是你整个皇子府的人, 耳朵都聋了, 还是分明知道, 却视而不见, 四皇子, 我冯家这一心诚意来跟你道贺, 你们府上之人却这么害我女儿, 到底意欲何为, 不是的, 这是意外, 不管是不是意外, 人是在你府上出事的, 你就逃不掉干系, 君九渊能感觉到, 怀中的人身上温度越来越烫, 整个人已经有些神志不清, 朝着他身上贴来, 影子, 王爷, 让人封锁四皇子府, 府中所有人等都不得离开, 去找夏侯过来, 是, 王爷, 冯小姐从高处摔下, 身上有伤不易移动, 先寻地方安置, 等大夫来看诊之后, 再行审问今日之事, 今日所有敷衍之人, 未得本王允许, 谁都不准离开, 否则, 杀, 王爷, 此事与我们无关, 本王的话从不说第二次, 那人惨叫了一声, 捂着耳朵时, 手上鲜血直流, 安排客箱, 阿音, 云素音恩了一声, 别看我, 忍一下, 下后马上就能过来, 乖, 他遮着云素音的眼睛, 将他手臂按了下来, 困在怀里, 想要让他冷静一些, 可是云素音脑子里, 却是混乱极了, 他伸手触到他脸上赤金面具之后, 整个人缠在男人身上, 朝上仰头时, 让得他的手滑落下来, 不要, 阿音, 君九渊刚想说话, 就感觉到掌心一热, 下一瞬, 就见他朝着自己缠了过来, 直接, 就封住了他的嘴, 君九渊僵住, 只觉得原本的坚持溃散, 见他毫无章法地胡乱触碰着, 明明声色至极, 却让他也一时有些失了神志, 猛地轻身之时, 伸手按着他后, 反客为主, 云素音抓着他的衣襟, 有些摇摇欲坠, 却又不愿意退让, 直到将人呼到软软的床上, 连衣襟都撕扯了开来, 我是谁, 难受, 我是谁, 告诉我, 君九渊 云素音不耐地, 仰头咬得猴结, 身子蹭他 阿渊 怪, 本王帮你 衣衫未解, 却大汗淋漓, 云素音摊在床上, 眼中迷茫, 君九渊却满是隐忍, 只伸手拨弄着他身上 阿渊, 抬头 云素音茫然看他, 就坠入那蕴满暗色的黑毛之中, 仿佛山湖海啸之时, 将身子都要拉扯开来, 脑子里什么都不剩下, 下一瞬, 就见到眼前男人惊恶地看着他, 君九渊垂眼看着身下的眼睛红红的少女, 就见他青丝之中, 冒出一对兔子耳朵来, 呃, 耳朵, 怎么会有耳朵, 毛茸茸, 甩绵绵, 是兔子,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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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别怕, 阿渊很可爱, 他靠在那兔耳朵旁边揉了揉, 像是之前哄着那血兔时一样, 云素音歪着头时, 神色黄黄, 他总觉得男人的反应有些不对头, 看到耳朵, 不该吓一跳吗, 下一瞬就感觉男人突然靠近, 耳朵上传来轻微的刺疼, 云素音身子猛的一抖, 像是过电一样英明出声, 别, 别咬, 女子隐隐哭泣传来时, 不远处厢房之中的喜鹊和冯夫人, 都是浑身僵硬, 夫人, 云二小姐他, 他什么事都没有, 你今天什么都没听到, 也不准出去胡说, 明白了吗, 喜鹊连忙点头, 摄政王府找来的大夫是夏侯闻生, 他听说四皇子府这边出了事情, 还关乎云家那位二小姐时连忙仓促赶过来, 只是没等入内, 就被万军拦在了外头, 只得先过来查看冯冠冠的情况, 冯小姐从高处跌落, 身上多处受伤, 腿上骨头也断了, 好在他运气好, 直接掉进了冰窟了, 下面的水好歹缓和了一些冲击, 否则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 他恐怕会直接没命, 那他现在怎么样, 冯小姐运气好, 掉下来的时候没伤到脏腹, 而且又及时被人从冰窟窿里拖了出来, 那冰湖之中湖水刺骨, 他要是在冰窟窿里泡上一会儿, 不丢了性命, 从此也得了寒疾缠身, 眼下他还算好, 原二小姐懂些医术, 应该帮他处理过伤势, 及时又将人背了上来, 只要好生敬仰些时日, 就不碍事了。 冯夫人听到这话, 才算是彻底放下心来, 随即对着云素音感激至极, 只恨不得能当场拉着他道谢, 夏侯文生开了些伤药, 让冯夫人替冯冠冠处置伤口, 而他交代好了这边之后, 才又去了隔壁院子, 而之前紧闭的房门则是已经打开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万军脸色发红, 想起刚才里面的响洞, 面无表情, 不拦着他, 让他进去找死吗? 干嘛不说话, 赶紧进去。 夏侯文生总觉得万军奇奇怪怪的, 跟着进去之后, 就嗅到屋中有一股子奇怪的味道, 那云家小姐衣衫整齐的躺在床上昏睡着, 而王爷则是靠在一旁, 整个人后背都是湿的, 就跟做了什么大事一样, 整个人都犯着一股子疲惫。 替他看看, 云素音这是中了药了, 还是最为猛烈的山塔谷, 只能靠着那些事情才能解除。 如今, 云素音体内药性已经解了大半, 可是他手工纱还在, 分明还是顽臂之身, 王爷他…… 眼睛不想要了。 夏侯文生脸色古怪的收回目光, 他刚才没看错的话, 王爷……脸红了? 他怎么样了? 云二小姐是中了山塔谷毒, 药性极强, 不过这东西除了让男女动情之外, 解了药性之后倒是不会伤及身体, 王爷替他…… 被军酒渊冷冷一眼之后, 夏侯文生连忙收了后面的话, 敷衍了过去, 眼里却忍不住压着笑。 现在, 云小姐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只是体内还有些药性没解干净, 又太过疲惫才会昏迷。 等我取了药丸过来, 让他吃了, 很快就能醒过来。 王爷其实不用这么隐忍, 就算真怎么着, 云二小姐也不会怪你, 更何况, 这山塔谷毒, 男女欢爱解毒最快。 滚出去, 你活得不耐烦了。 王爷也敢调侃。 我这不是替王爷的幸福着想吗? 反正云二小姐中了药, 王爷就算是真跟她欢好了, 那也是为了救她。 夏侯文生, 我什么都没说, 王爷高洁大义, 我去替云二小姐取药。 你干什么? 不装睡了, 韩富贵。 忧人死了。 害羞了? 走开。 那一日, 你调戏本王的时候, 可没半点害羞的, 那双眼睛瞧着本王的身子的时候, 像是恨不得将本王给吃了。 不过, 阿音这么可爱, 软软绵绵又香又甜, 就算吃了本王, 本王也开心。 别说了。 金九燕拉着她的手, 在她掌心里亲了亲, 云素音脸上一寸寸的变红, 有些恼羞成怒的看着她。 你到底什么时候知道的? 知道什么? 你, 你明知故问。 之前在姓林堂时, 你明知道我是谁, 还看着我胡乱吹牛, 是不是看我笑话? 怎么会? 云素音才不信她, 伸手抓着她衣巾说道。 说, 你什么时候知道那血兔是我的? 很早以前。 有多早? 你还是兔子的时候。 怎么会? 我那时候明明很小心的。 君九渊垂头, 啄了她嘴角一下。 再小心, 也有漏了痕迹的时候。 之前好几次, 你都聪慧的有些过头了, 能听懂人言, 能辨别读悟, 甚至每次有人跟我禀报一些事情时, 你也能听得津津有味。 我原本以为你是山中精怪, 可后来那次进宫, 就发现你对摩恩侯府的事情, 格外感兴趣。 起了质疑后, 再想要查证身份并不难, 比如兔子出现的地方, 就是压解允肃因那些差异出世的地方。 再比如, 允家小姐, 允家管家出殡的那一日, 正好是你从王府失踪的时候。 你就算怀疑, 怎么能相信兔子会变人的? 我是不相信, 可谁让我亲眼看到了呢? 你那天晚上, 是醒着的? 当然醒着, 要不然怎么知道, 本王养的小兔子这般好色, 趁着本王睡着时, 又亲又摸, 还占本王便宜。 我去, 太尴尬了。 你, 你, 你干嘛? 你说呢, 阿英把本王都看光了, 难道不该负责吗? 云素英看着他眼底细血笑意, 恼怒之下, 恶向胆边生, 突然就伸手, 搂着他脖子, 翻身, 将人压了下去。 你刚才, 不是也把我看光了吗? 我…… 负责就负责, 反正我觊觎你好久了, 咱俩都互相看光了,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的了, 我盖章了。 君酒渊乐了, 伸手将人拉进了怀里, 封上了他的嘴。 这, 才叫盖章。 呼吸交融, 两人靠得极近, 身稳之时, 几乎要将呼吸都阻断似的, 云素音刚开始, 还不甘示弱, 与他势均力敌, 想要将人的气焰压下去, 可过了一会儿, 就被吻得脑袋晕乎, 整个人趴在他身上时, 胸腔都要炸裂开来, 好不容易分开时, 他气喘吁吁地趴在他身上, 眼中都染了情巢, 君酒渊拇指摸缩着他的脸颊, 低头亲着他的眼睛。 别这么看着我。 他会忍不住。 你这模样, 瞧着跟欲求不满的色狼一样。 君酒渊瞪他, 伸手朝着他衣裳里探去, 就想让他知道什么叫色狼。 那一股子凉意, 惊得他回想起刚才的事情, 连忙求饶。 我错了, 王爷最矜持了, 我才是欺负梁家妇女的地痞流氓。 闭嘴。 撒娇似地拱了拱他的脖子, 男人瞬间没辙。 别闹了, 再闹今天就别下床了, 也别见外面的人了。 他忍了这么长时间, 要是再闹下去, 他怕理智真崩溃了, 将这小丫头就地正法。 这里是哪儿? 四皇子府, 你之前被人设了局, 借着冯家女儿又来后院然后中了药, 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 当时的情况不好离开, 你身上药性发作, 也不能让别人看到。 我就让人封锁了四皇子府, 这里是四皇子府的偏院。 给我下药的人呢? 之前想要污你清白的人, 已经抓了捆着扔在前面, 下药的人还没找到。 不过今天来四皇子府赋宴的人, 还有四皇子府里的下人, 也全都在府里。 我让人将这里全都封了, 一个都不会逃出去。 你要自己去审, 还是交给官府? 我自己审? 对了, 冯家小姐呢? 她没事, 向后已经看过了, 在隔壁院子里冯夫人陪着, 若是要审的话, 连带着冯家这份也得一起。 先让人过去吧, 也叫醉魁跑了, 我的事情晚一些再告诉你。 想问什么就问, 想如何审就审。 万军, 王爷, 听从云二小姐调遣, 想清楚今日谋害她和冯小姐之人, 谁若敢捣乱, 展。 是。 多谢王爷。 阿阴, 你这是做什么? 今天是你姐姐大喜的日子, 王爷在这里, 又有这么多长辈在前, 哪轮得到你来说话? 为父, 刚才听到你出了事情, 赶紧让我看看你好不好, 有没有受伤。 云侯爷还是退后的好, 阿阴。 侯爷这么着急干什么呀? 你往日也没关心过我受不受伤, 是否安好? 如今突然这么热情, 倒让人觉得, 你像是做了亏心事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怎么不关心你啊? 是吗? 那我刚才出事的时候, 侯爷在哪里呀? 我…… 我们的人在云大小姐的婚房里, 找到了云侯爷。 侯爷跟云淑月就算关系再好, 他也只是你妓女, 王日在府中亲密也就算了, 今日可是他出嫁的日子, 你一个大男人, 在他婚房里做什么? 我不懂规矩, 还请问诸位谁家继父送嫁, 送他妓女婚房里去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当时婚房里还有其他人, 我只是舍不得月儿 跟他说几句话。 宋家之前该说的都说了, 侯爷可真是慈爱, 到了皇子府还依依不舍。 阿银, 我知道你恨我和四皇子的事情, 可是是你自己兵中让了婚事, 如今却来这般诋毁我和父亲, 你要是怨我, 你就直说, 为什么要这么为难父亲呢? 你这个孽障, 居然用这种龌龊心思诋毁为父, 你简直大逆不道。 他上前就想朝着云素音动手, 却被万军拦着。 王爷这是什么意思, 您就算是位高权重, 也没资格拦着我叫女, 你赶紧跟我回去, 之前就够丢人现眼了, 如今还想怎么样? 你本就污了清白, 如今无你生父, 别以为王爷护着你, 你就真的连半点脸面都不要了。 君九渊眸色一冷, 身上气压瞬间冷沉下来。 放肆, 王爷也是你能智慧的。 侯爷不愧是侯爷, 三两句话就给我定了罪, 还暗示我与王爷早有牵扯, 你这是迫不及待的, 想要让人觉得我水性洋花, 不知廉耻吗? 我倒是好奇, 你既然是我父亲, 不懂得维护我也就算了, 这么长时间也没想过追究今日是谁害我, 你这么急着想要我离开, 到底是因为觉得我忤逆不孝, 还是你们心中有鬼? 云黎安被戳中了心思, 恼羞成怒, 杨首就想要去打云素音, 说话就说话, 父亲又想打我吗? 你心中要是没鬼, 自然坦坦荡荡, 这样子越来越像是干了什么, 怕被人知道一样。 我和四皇子被赐婚的事情, 想必大家都知道, 我从来都没有病重, 也没有主动让过婚约, 周围人被这话说得一片哗然。 云素音! 你疯了, 你给我闭嘴! 侯爷既然心中无愧, 干什么让我闭嘴啊? 我跟云淑月的事情, 没人比你更清楚, 今天云淑月大婚, 我本不想前来, 是你和祖母拿着家中生育, 弟弟虔诚, 拿着林氏一族女儿的教养逼迫于我, 我不想让府中难堪, 才答应替云淑月送嫁, 甚至还忍了他拿着我母亲的嫁妆来冲门面, 可谁想到, 你们得寸进尺, 居然在四皇子府里谋害于我, 想要回我清白, 便带着冯小姐一起, 也险些丧命。 你胡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会害你, 我图什么? 图什么? 就只有侯爷自己知道了, 那狼楼兵狐并不偏僻, 可周围却跟提前清场了一样, 没有半个人影, 四皇子殿下府里这些护卫是都死绝了吗? 整个狼楼周围不见半死人烟, 甚有歹人朝着我和官官下手, 就无人阻拦, 到底是四皇子府穷得连护卫都养不起了, 还是早就有人内外勾结? 这些都是意外? 不是意外, 云素英朝着阿罗看了一眼, 阿罗直接上前, 展开掌心时, 里头握着一枚鸳鸯佩。 这不是刘小姐的玉佩? 不, 不是我, 我玉佩之前就丢了, 那可真巧, 这鸳鸯佩, 是我和小姐在找到冯小姐的时候, 她手里握着的, 她被人从冰湖旁边的廊桥上推了下去, 慌乱之下, 从凶手身上撤下了这东西, 冯小姐运气好, 砸在了冰窟之中, 抓住了岸边的枯木, 才能撑到我和小姐找到了她, 当时冯小姐身受重伤, 小姐便背着她, 去了那亭子里被封之处, 让我去找冯夫人过来, 没想到, 我才刚走, 小姐就出了事, 我女儿到底怎么得罪你了, 竟将你对得下这种狠手, 你居然想要置她于死地, 不是我, 我没有, 我没推她, 定然是你, 之前在花厅那边, 你故意寻寻袁二小姐, 拿她跟四皇子的婚事嘲讽于她, 结果被袁二小姐反驳之后, 就想动手, 后来, 是冯小姐出面拦住, 又扫了你的颜面, 你肯定是记恨于她, 才朝着她下死手的, 而且, 袁二小姐这样, 说不定也是你, 你别胡说八道, 不过是几句口角, 怎么就能说是我女儿对她下死手的, 娇娇她不会的, 那玉佩, 定然是她不小心丢了, 关关亲口说的, 这东西是她从害她的人身上扯下来的, 是, 是有人想要陷害娇娇, 她哪来那么大的脸呢, 谁都不陷害, 就害她, 你要是没瞎, 就看看她这张脸, 心慌意乱, 满眼心虚, 恨不得将我是凶手几个大字, 都写在脸上, 你跟我说别人害她, 木槿, 木槿我没有, 你别信她, 你信口雌黄, 娇娇是闺中女儿, 被你冤枉, 怎么能不害怕, 单凭着一枚玉佩, 怎么能定娇娇的罪, 是不是害怕, 审了就知道, 万军, 把人抓出来, 是, 王爷, 照着规矩审, 要是不招, 就一寸寸碎了她的骨头, 王爷, 你这是多有私刑, 我夫君是力不上数, 我身上也有皇家告命, 我女儿是官员之女, 你无权对她多有私刑, 我要给陛下告你, 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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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娇疼得惨叫出声, 不是我, 我没有, 我没推的, 木槿, 我没有, 木槿, 救我, 呜, 周围的人看着刘娇身上很快就溅了血, 而刘夫人眼睛通红不断挣扎, 目自欲裂之下, 嘴里不断发出呜呜的声音, 你要是说了, 冯小姐没死, 你将她推下廊楼顶多也只是杀人未遂, 可你要是不说, 等着冯小姐醒来之后, 你这顿杖刑白受了不止, 还要担上与人串通, 谋害我性命的罪名, 不是我, 你确定你要死咬着不说, 替那幕后之人偿命, 刘娇心存侥幸, 也许, 云素音不敢打死了她呢, 什么样的硬骨头我都见过, 不过, 就像是王爷说的, 骨头一寸寸打碎, 就懂得疼了, 她突然伸手抓着刘娇的手指朝后一折, 刘娇疼得满念青筋之貌, 可云素音却没停下来, 又抓着两根手指朝后一按, 刘娇嘴里的惨叫就越发起立, 整个人疼得几乎晕厥过去, 却不等她翻眼, 就被下一次的疼痛折磨醒来, 眼见着她手垂了下来, 而云素音浅笑着, 朝另外一只手探去, 别过来, 你别过来, 我说, 我说, 是我, 是我推了冯冠冠, 可是我没想害她的命, 我没有的, 说, 刘娇虽然恼恨冯冠冠和云素音, 可是根本奈何不了他们, 后来在廊楼上推冠冠冠那一下, 也是脑子发热, 等到把人推下去之后, 见到冯冠冠整个人扎在冰壶里惨叫时, 就傻了, 她本来想跑的, 没想到被人瞧见了, 当她以为自己完了的时候, 那人不仅没去救冯冠冠, 反而还拦着当时胆小想要下去救冯冠冠的刘娇, 她说那么高的地方, 风冠冠摔下去肯定活不了了, 就算我把人救上来, 她也不会饶了我, 她还说, 反正周围没有人, 只要我自己不说, 就没人知道是我, 所以你就眼睁睁看着我女儿去死, 我没想要的命的, 我就是一时冲动, 我, 我不是故意的, 刘夫人也是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听到刘娇的话, 险险晕过去, 那我呢, 你是有意借着冠冠将我引过去的, 刘娇咬唇不敢说话, 云素音狠狠朝着她手上一折, 不是我, 不是我, 是那个人说的, 他说, 他能把我报复你, 说只要不管风冠冠, 让人去引你过来, 他就能让你身败名裂, 到时候, 他家都顾着你的事情, 也不会去管风冠冠, 到时候, 你被撞破跟人苟且, 他们只会, 以为是害你的人推的风冠冠, 没人会知道是我, 那人是谁, 我, 我, 我不知道, 他蒙着脸, 我没看清他的样子, 只知道是个男人, 穿着, 穿着四皇子府下人的衣服, 今天府中人来人往, 说不定, 是有人冒充府里的人, 想要谋害他们, 嫁祸于我, 是不是谋害, 把所有人都找来, 让我看看就知道了, 慕容忠只能让人, 将府里的下人, 全部聚集了过来, 我, 我认不出来, 那人当时蒙着脸, 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云素音微眯着眼, 自己上前, 人群里却有人心中不屑, 他动手的时候, 蒙着脸, 也换了衣服, 而且变了身形和动作, 他相信根本没人能把他认出来, 果然, 云素音从他跟前走过之后, 根本没有停留, 那人心中痴笑了一声, 正是得意的时候, 谁想到, 刚走过去的云素音, 却是突然调转回来, 猛的一掌, 就朝着他劈来, 那人脸上惊恶掩饰不住, 突然遭遇偷袭, 下意识地伸手反击, 砰的一声, 撞在云素音手臂之后, 整个人后退了半步, 而下一瞬反应过来不对时, 却已经晚了, 哼, 一个皇子府的管事, 伸手倒是挺高, 抓住他, 那人顿时一慌, 转身就想要跑, 可是, 影子早就盯上了他, 直接朝着他掠去之后, 两人交手片刻, 就直接将人拿了下来, 四皇子府里, 可真是藏龙卧虎啊, 慕容征认出了那人, 赫然是他身边的长使之一, 名叫于松元, 早前算得上他的幕僚, 也十分得他信任, 你, 慕容征有些不敢置信, 殿下, 不是我, 我只是跟人学了点拳脚功夫, 可是之前一直没去过后院, 我怎么可能害云小姐他们, 是不是误会啊, 他怎么可能害你, 你朝着我动手的时候, 的确蒙着脸, 衣服也换了, 还故意变了身形, 可是有一点你忘了, 当时, 我打了你一掌, 万军, 扯开他的衣服, 万军伸手就抓着于松元的衣服, 朝旁一拉, 所有人都看到, 他身前左肩之上, 有一块青子, 于松元神情惊恶, 他是感觉到云素音打了他, 可是, 半点都不觉得疼, 活动自如之下, 连他自己也没察觉到有任何不对, 怎么会有这么一大片的青子留下来呢, 我当时打到了你的奸疗学, 用了特殊的手法, 虽然不疼不痒, 可是半个时辰后, 却会出现大面积的青子, 而且, 就算用药疗伤, 一天之内也不会散去, 你朝我撒药的时候, 虽然故意用了右手, 可被我击退的时候, 身子却下意识左边着力, 要是我说的没错, 你平时应该是左撇子才对, 四皇子府里与他相熟的人, 都是下意识的变色, 慕容争也是神色难看, 这人, 的确是个左撇子, 山塔谷姓烈, 文之必重, 想要防备着自己不被山塔谷影响, 他身上一定带着跟山塔谷相克的郁金藤, 或者, 用过跟郁金藤相关的药物, 夏侯文生一听这话, 就明白了云素音的意思, 他上前, 朝着于松原搜身, 却没在他身上找到郁金藤, 不过, 他却抓着于松原的手, 放了一些血, 那血落在地上时, 隐隐散发出一股异香, 而原本干净的地面上, 不过片刻, 居然就爬出了许多虫椅来, 朝着那血落下的地方凑了过去, 郁金藤能解山塔谷, 却扶植有一香, 齐血引蚊虫, 虚了三个时辰, 才能彻底将药效散去, 我没有, 你不愿意承认也没用, 郁金藤的药效不散就是铁证, 四皇子要是不信, 大可以找别的大夫来替他诊治, 我想你们府上应该是有府衣的吧, 陈大夫, 那边有个上了年纪的人走了出来, 上前看了一眼, 殿下, 于长使体内所用的的确是金玉藤, 这位公子没有说谎, 你个混账东西, 是谁让你干的, 于松原被踹翻在地, 紧咬着牙, 没有吭声, 你可以咬死了不说, 万军, 去将他家里人全部抓起来, 最不及亲属, 这事跟他们没关系, 你害我和冯小姐时, 我们与你又有什么仇怨, 我这人牙字必报, 你对我做的事, 我绝不会轻易放的你, 你要是不说, 我就只能找你家里人动手, 我想, 他们未必不知道你干了什么, 也总有人会开口, 于松原听着云素音的话后, 顿时心慌, 他张嘴就想咬蛇, 却被万军眼疾手快地, 朝着下额上就是一拳, 你怕是误会了, 咬蛇是死不了的, 就算你舌头针断了, 我今日也有办法让你开口, 他朝着腰间一摸, 手中突然出现一叠金针, 直接抬手就朝着他身上扎去, 可不过片刻, 整个人全成了瞎子, 嘴里发出像是疼痛, 又像是隐忍的声音, 喉间那断断续续的声音, 嚷得周围人都是脸色变化, 你们既然这么喜欢给人下药, 那就自己常常被人下药的滋味, 你放心, 我的针法虽然不如服了山塔谷那般猛烈, 却能让你绵绵不绝三日不止, 你要是不说出是谁指使你来害我, 我就让人把你扔去南风馆, 再不然, 扒了衣服, 扔去城门口, 也好让人好好看看你的男儿本色, 保证你能明镇京城, 从此,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于松原浑身发软, 如同服食了药物一样, 他不怕云素因用刑, 也不怕他杀他, 可是这种手段却让他浑身发抖, 说不说, 于松原死死咬着牙, 一声不吭, 有骨气, 万军, 把他扔去南风馆, 等他去了之后, 将他的家里人绑了, 也跟着送去, 好好欣赏他的风资, 别, 不要, 我说, 是, 是云侯爷, 还有四皇子, 是, 是他们让我做的, 你放屁, 我什么时候让你做过这种事情, 你别胡说八道,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我是他的父亲, 我怎么可能让人做这种事情, 却害他明杰, 牵连我侯府, 他是真的不认识于松原, 他的确是让人做了些手脚, 想要毁了云苏阴, 可却根本不像是于松原这种, 直接动手, 还差点弄死了冯家人呢, 这于松原, 是在陷害他, 阿阴, 我知道你脑恨刺婚的事情, 可是你是我女儿, 是木闻侯府的小姐, 你要是名声毁了, 对我有什么好处, 金元还在府里, 你跟侯府更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我怎么可能拿着你弟弟的前程, 和府中名声去害你, 这个人根本就是被人收买了, 想要误害我和四皇子, 云侯爷怎么能翻脸不认人, 明明就是你找了府里的人, 说是要我们在今天对着云小姐下手, 你还给了我五百两银子, 收买府中的护卫, 还叫人在云小姐的手炉里面下了药, 想要将她送去厢房那边, 毁了她明解, 那手炉里的药, 还是我给你的, 只是云二小姐防着你们, 将你们给的手炉扔了, 也根本不碰府里吃喝之物, 你没办法, 才将我改了方法直接朝她下手, 你胡说, 她怎么知道手炉的事情, 陈嬷嬷也是脸色大变, 不可能, 那手炉她从没经过别人的手, 这四皇子府的管事怎么知道, 你说云侯爷和四皇子害她, 理由呢, 当然是因为四皇子, 四皇子最早的婚事, 是定给云二小姐的, 可是后来却被云淑月, 跟云侯爷哄骗着换了婚事, 临近大婚之前, 四皇子又后悔了, 觉得云淑月只是云家妓女, 二小姐身后却站着邻家, 她后悔换了这桩婚事, 可大婚在即, 却已经来不及了, 云侯爷察觉四皇子心意, 想要讨好四皇子, 又怕邻家追究, 就想着, 毁了云二小姐的名解, 也不必让她真的被人怎么样, 只要忠目睽睽之下没了清白, 再让四皇子拿以前的情谊出面, 主动纳了云二小姐为侧妃, 到时候, 不仅能让她和云淑月共事一复, 让所有人都称道她重情重义, 又能得了邻家亲眼, 让他们祝四皇子夺嫡, 父亲, 你, 你闭嘴, 我没有, 这个人胡说八道, 我从来就没找过他, 他是被人收买了想要误害我, 桑元, 我待你不忙, 到底是谁让你来这么害我, 我怎么敢害殿下, 这事情不是殿下跟云侯爷说好的吗, 你也默认了让云侯爷在府里行事, 否则, 我怎么能调动府里的那些侍卫, 让他们逼人, 你放屁, 慕容正上前, 就想朝着他踢过去, 却被万军拦了下来, 阿阴, 我真的没有做这些事情, 你是我的女儿, 我怎么可能让你给别人做侧妃呢, 你别信她的话呀, 做没做, 侯爷最清楚, 阿罗, 去把那个手炉拿来, 阿阴, 我能忍他云书月和四皇子苟且, 朱胎暗结, 我能忍你为了皇家婚事, 纵容云书月害我性命, 我能忍你以前忽视我, 苛待我, 甚至为了保住婚事和莫恩侯府名声, 险些直接将我生造, 云书月介于陛下赐婚, 未夺婚事迫害于我, 四皇子背心弃义, 与云书月苟且, 你明知道他害我, 却一再护着他, 这些以前的事情, 我通通都可以忍了, 可是云侯爷, 上次我从城外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告诉过你, 再有下一次, 我绝饶不了你们, 到底是什么给了你自信, 让你觉得, 你想要害我的命, 我还要再忍, 阿阴, 有人直接抓了陈嬷嬷, 而阿罗出去了门一会儿后, 就捧着一个十分精致的手炉过来, 云素英交给了下侯闻生, 这里面掺杂了蛇乐子和五味子, 还有极浓的瓷产额粉, 虽然用月刃离香压住了, 可是只要是大夫都能闻得出来, 全都是极为烈性的魅药, 云小姐, 这手炉是谁给你的, 云素英看向陈嬷嬷, 陈嬷嬷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你这个雕奴居然敢出这种被主的事情, 我云家什么时候亏待过你, 竟是叫你想出这种恶毒主意来害我女儿, 说, 是谁让你来害阿阴居然还想嫁祸我和四皇子, 你在府中当差多年, 母亲待你一向不保, 替你安顿家中照顾一家老小, 你就这么回报她的, 你简直狼心狗肺, 侯爷饶命啊, 饶命啊, 这东西不是奴婢的, 奴婢怎么敢害小姐呢, 那是谁的, 是, 是, 是夫人给的, 这手炉是今天离府的时候夫人给我的, 她说, 想要跟二小姐修好, 特地选了这手炉给二小姐, 选的还是二小姐最喜欢的云青红眉, 夫人说, 让奴婢替她和大小姐说说好话, 让二小姐别记恨大小姐, 奴婢真的不知道, 这里面居然混着这些东西啊, 奴婢糊涂啊, 明知道夫人对二小姐心怀恶意, 却还是信了她的话, 险险害了二小姐, 奴婢糊涂, 奴婢有错, 这个美脑子的奴才, 你胡说什么, 大小姐, 是老奴糊涂啊, 夫人一直愿和二小姐的母亲得侯爷深情多年, 可奴婢没想到, 她居然会做这种糊涂事情, 奴婢知道, 此事与您无关, 您已经嫁入四皇子府, 又怎会去害二小姐呢, 是奴婢糊涂, 险些酿成大祸, 奴婢愧对老夫人, 也愧对死去的夫人呢, 陈嬷嬷的话, 让得云淑月瞬间僵住, 原本到了嘴边, 想要替王氏辩解的话, 却怎么也说不出来了, 沉默下来时, 却憋屈得眼睛都泛了红, 是奴婢的错, 奴婢不知道夫人跟谁来往, 竟是被人利用至此, 险些害了侯爷和四皇子, 奴婢害了二小姐, 愿意以死谢罪, 场面上顿时混乱, 不少妇人都是惊呼尖叫出声, 还没死, 别让他死了, 保住他的命, 送去刑部, 让人严审, 所有跟此事有关之人, 一个都不准放过, 原侯爷当真是好手段, 王爷, 您听我解释, 此事, 要不要本王替你报仇, 不用了, 就听王爷的, 让刑部去审, 放心, 谁动手的, 本王都不会饶了他, 你怎么这么好啊, 你这么好, 真想亲亲你, 回去再亲, 旁边, 夏侯文声面无表情地, 看着两人握在一起的手, 明明周围还围着一群人, 两人却好像自带着隔绝空间, 浑身上下, 都像是冒着粉红泡泡泡的气息, 牙好酸, 陈嬷嬷和那四皇子府的管事被带走, 血淋淋的流娇也没逃过, 君九渊正想着, 让云素音直接跟他回王府时, 王爷, 林家那边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林家怎么了, 林家见了刺客, 林老爷子受惊晕厥, 林家五爷身受重伤, 现在林家那边乱成一团, 云素音刷得起身就想离开, 本王跟你一起去, 派人送冯夫人和冯小姐回去, 将今天的事情告知冯哥老他们, 安顿好这边的事情, 将该送去刑部的人全部送去, 其他人可各自离开, 他抬眼看向人群之中, 今天的事情, 我想你们都知道该怎么说, 阿阴是本王心悦之人, 若是叫本王在外面听到半句不该听到的话, 你们…… 君九渊抬眼看着众人时, 明明坐在轮椅上, 甚至也没说什么威胁的话, 可是所有人都听出了, 他话中的警告之意, 那句心悦之人, 就代表了云素音在摄政王心中的地位, 等他们走后, 云黎安和慕容征才仿佛有一种逃过一劫的庆幸, 等到厅内只剩下他们三人的时候, 慕容征才朝着云黎安怒声道, 都是你干的好事, 你疯了是不是, 你就算是想要对云素音下手, 也该找个隐蔽的地方, 想办法, 收干净收尾, 可是你居然敢拉着我府里的人, 直接朝他下药, 还用这么蠢的手段, 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这个亲爹想要去害你的亲女儿, 把他送给我作妾是不是, 殿下, 真不是我, 我跟你府里的那个管事从来都没打过交道, 又怎么可能让他来干这种事情, 我是什么样的人, 殿下难道也不相信吗, 慕容征心中认定了云黎安狡辩,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也不管你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收买余松原, 这乱子是你给我热出来的, 你就要替我摆平干净, 让你们府里的那个嬷嬷闭紧了嘴, 否则, 殿下, 父亲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我娘也不会, 你别信了小人哪, 别碰我, 殿下, 别这么看着我, 当初你主动脱了衣裳, 朝我床上爬的时候, 就该想过会有什么下场, 滚回你的院子里去, 好生养着你肚子里那块肉, 要是再闹出什么事情来, 休怪我对你无情, 老哥, 阿姨, 你怎么来了, 见过摄政王, 不用多礼, 你先别顾着行李了, 到底怎么回事, 哪来的刺客, 白宫和小舅怎么样了, 府里其他人呢, 先进去边走边说吧, 本来答应了你今天, 要去四皇子府的, 谁知道临时出了问题, 今天没事吧, 四皇子府那边, 可遇到麻烦, 我没事, 都很好, 遇到些麻烦, 不过都已经解决了, 你先别说我, 你们这边到底怎么回事啊, 大家都还好吗, 府里其他人都好, 我爹和大伯, 因为在书房一时, 避让了过去, 大哥和三哥, 为了护着祖父受了伤, 小叔伤势最重, 那些刺客, 像是冲了他来的, 没一招都下了狠手, 小叔为了保护祖父, 将那些人引开, 要不是后来惊动了府里的护卫, 小叔他怕死, 小舅伤得很重吗, 外伤击重, 眼下昏迷着, 那外公呢, 祖父伤到了胳膊, 可也昏迷不醒, 林老爷子经历无数风波, 又见识过深, 如果只是刺客伤了他手臂, 受到惊吓断然不至于晕厥, 他可是有别的麻烦, 林月有些防备地看着军久渊, 哎呀, 你看他干什么, 外公到底怎么了, 祖父中毒了, 有没有抓到刺客, 死了几个, 其他跑了, 那林老爷子中毒的事情, 可有查出什么, 查了一些, 可是所有线索都断了, 给祖父下毒的人, 一个时针就已经死在自己屋里, 身边没有任何线索, 有人想害外公, 先进去看看情况再说, 两人被林月领着进去时, 就在后院门前, 见到了林家大爷林延青, 还有林家二爷林松平, 见过王爷, 不知王爷深夜过府可有什么事情, 本王是陪着阿音过来的, 你是阿音? 舅舅 好, 好孩子, 回来就好, 是舅舅对不住你, 欣了云丽安那狼子野心的东西, 是他们无耻, 不怪舅舅, 眼下, 外公和小舅要紧, 我刚才听七表哥说, 祖父中了毒, 小舅也身受重伤, 情况危急, 到底怎么样了? 你小舅外伤极重, 流了很多血, 你外公也是中了毒昏迷不醒, 我们已经让人去请大夫了, 可是他医院的人还没过来, 京中的大夫又棘手, 能让我们进去看看吗? 这是摄政王府的大夫夏侯文生, 医术极好, 我也懂一些医毒之术, 林延青和林松平文言, 顿时大喜, 没想到, 云素音能将夏侯文生请过来, 两人也顾不得去管, 摄政王来这里到底为了什么, 连忙就先带着几人入内, 夜里刺客来得太过突然, 你外公中毒也毫无痕迹, 我们怕那些人再去而复返, 两边之影恐怕力有不歹, 所以就将你小舅和外公放在了一起, 林大人, 这老爷子体内的毒物, 我们真的没办法, 五爷身上的伤也是厉害得很, 我们几个实在是没本事帮他, 还请您另请高明, 舅舅, 先让他们走吧, 林延青点点头, 让林宗平将人送了出去, 我去看老爷子, 你去看我小舅, 云素音先是伸手, 替林老爷子把脉, 然后又翻开他眼瞼和口鼻看了看, 拿着金针, 取了一丝血出来, 等清秀了秀后, 才神色有些难看的说, 外公的确是中了毒, 应该是三十化神毒, 什么叫三十化神毒? 就是以三种剧毒的兽类尸体, 提取出毒素, 在混义人死之后提炼出来的尸毒, 用特殊的方法炼制出来的剧毒, 这种毒中了之后, 先会晕厥, 随即, 四肢僵硬, 毒素朝着人脑蔓延, 直到侵蚀死海, 神智丧失, 如果不能尽快解毒, 等到毒素蔓延全身之后, 就算能够救回一条命, 人也会变成毫无神智的行尸走肉, 不知痛苦, 不知喜怒, 感受不到外界的一切, 也不能言语, 与人交流。 那这毒, 你能解吗? 不能, 要解这毒, 不仅先要知道 电池毒素的三种剧毒之物到底是什么, 才能对症下药, 解除其中毒素, 而且最关键的是, 想要解尸毒, 还需要一种极为稀有的解毒之物, 那东西名叫赤竹松唇, 是极为复杂的条件下, 才能诞生的东西, 林家就算是再厉害, 眼下也未必能找得到这东西, 外公的情况, 怕是也等不及, 不过, 我不能解, 他能解。 我? 你忘了之前我中毒的时候, 夏侯跟你说过的话吗? 你是说, 用我的血替林老爷子解毒? 嗯, 我之前不是取了你的一点血回去试验吗? 发现, 你血中药性极强, 而且, 你之前为了解毒, 曾经服食过赤竹松唇, 数量还不少, 赤竹松唇的药性能够在体内两年不散, 连带着血液也会染上其中药性, 用你的血虽然不能替外公全部解毒, 可是, 也能压制毒素, 保住他性命, 君久冤文言, 就想开口答应, 却不想, 那边原本在替林经夜看伤的夏侯文声, 突然大声说, 不行, 云小姐, 我知道你担心林老爷子身体, 可是王爷体内的毒, 好不容易才压制下来, 如果要取走药性的毒血, 就必须先激活毒性, 那岂不是要王爷毒发一次? 我能保住你的性命, 也不会让那些毒全部复发, 等一下, 我只是激活一小部分毒性, 取些毒血, 其他部分毒性, 还是会压制在你的丹田附近, 绝不会伤及你性命, 你只是会有一点难受, 取吧, 王爷, 您不能答应, 要是您体内毒性再次发作, 您会没命的, 阿英说不会复发, 可是, 不用再说了, 本王相信阿英, 他既然说不会伤及性命, 就不会伤及, 况且本王这条命, 本来也是他捡回来的, 别说他说没有危险, 只是难受一点, 就算真要冒险, 为了阿英的外公也值得, 王爷, 要怎么取血, 是我自己动手, 还是你来取, 我来, 舅舅, 麻烦你安排一间房间给我, 让人守在外面, 不能让任何人打搅, 我去替王爷取血出来, 好救外公, 哦, 旁边就有房间, 夏侯, 麻烦你帮我护着外公和小舅, 我等一下就来, 夏侯闻声怒哼了一声, 显然, 极为恼怒, 云素英居然拿着王爷当了工具人, 用他来冒险取血救旁人, 我知道, 你担心王爷, 我跟你保证, 哪怕取血, 也绝不会伤及他性命, 而且, 他也是我在意的人, 我绝不会让他出事的, 我外公的情况真的支撑不了多久, 他体内的毒太过凶险, 但凡有别的办法, 我也绝不会取王爷的血来救人, 王爷要是有事, 我就一针扎死他们两个, 林延青和林宗平都是一怒, 云素英确实松了口气, 你放心, 我舍不得的, 最好如此, 舅舅, 带我和王爷过去吧, 好, 对不起, 如果不是不得已, 我不会让你冒险取血的, 外公体内的毒要是不压制的话, 他怕是熬不住这一关, 本王说过, 本王的命都是你的, 只是一点血而已, 本王受得住, 剑云素英抿着唇, 神情有些不开心, 他低头, 啄了啄他嘴角, 阿阴, 你可是跟本王盖过章的, 说过本王是你的人, 你知道吗, 本王在意你, 所在意的一切, 愿赠你所愿赠的所有, 本王很高兴能帮你, 也高兴能替你护住你在意的人, 君九渊, 你怎么能这么好啊, 很疼吗? 君九渊原本是不觉得疼的, 他以前毒发的时候, 疼痛要比这厉害十倍百倍, 那时候他尚且能够忍住, 更何况是现在, 只是, 对着他琉璃般的眼睛, 君九渊开口时, 却戴上了三分楚楚可怜, 疼, 云素英见他薄唇泛着白, 手臂上是凝聚的毒素, 他有些心疼地吻着他说, 再忍一忍, 等取完血就好, 阿阴, 再亲近, 云素英盲低头风唇, 安抚式地亲了亲后, 见手臂上毒素已经溶于血中, 连忙起身去取了容器, 放在他手下去血, 等用那药碗, 将带着乌黑的血迹装满之后, 他连忙拿着帕子摁着伤口, 将药碗放在一旁桌上, 就想去取纱布回来, 替他包扎, 阿阴, 君九渊伸手想要抱他, 那腕上的血瞬间溢了出来, 别, 云素英看着那血落下时, 顿时大惊, 刚张嘴说了一个字, 就被君九渊抱了个满怀, 那血落在他手上时, 云素英脑子里瞬间晕眩, 那熟悉的感觉传来之时, 整个人就在君九渊满是惊恶的目光里, 快速缩小, 片刻后, 竟是直接变成了一只兔子, 跌落在榻上, 君九渊伸着想要抱抱的手, 目瞪口呆, 而云素英则是气得跳脚, 我, 我不能, 我不能见血, 兔子说话时有些不利落, 可可巴巴气急败坏的样子, 逗笑了君九渊, 原来你沾了血, 也会变兔子, 还有别的吗? 云素英气得要死, 他哪知道啊, 他到现在都还没摸准, 这身体到底还有哪些情况会变兔子, 感觉着男人摸着他背脊, 爱不释手, 他连忙挣脱开来, 顺着他身上往上跑, 等凑近他嘴边亲了一口, 过了片刻便回了人身, 只是光溜溜地趴在他身上的模样, 嚷得君九渊眼神瞬间按下来, 不许看, 却被君九渊拉了回去, 抱了个满怀, 两人肌肤相贴时, 都是生出一股战力, 云素英跌下去时轻呼了一声, 随即就被封住了嘴, 阿阴果然是妖精, 将人神魂都能勾走了, 是来收复本王的, 怎么办, 你这么头怀送抱, 本王不想放开你, 云素英伸手轻推, 男人却食髓之位, 直到女孩英宁时笑脸通红, 被他招惹极了般伸手掐他, 他才抵在他耳边戏血, 真甜啊, 下次洞房时, 阿阴自己罗伤, 倒是方便了, 云素英听着他这话, 顿时大气, 嗷一声就朝着他脖子上咬了一口, 谋杀亲夫, 做皮, 以前倒是正正经经, 可没想到, 不正经起来, 骚断腿, 再骂, 本王让你变兔子不能亲, 云素英万万没想到, 他居然能这么无耻, 伸手就想挠他, 却忘记, 自己还光着身子, 两人来回折腾时, 君旧渊只觉得一股火气朝上冒, 君旧渊只觉得自己是在自找苦吃, 连忙圈着他说, 本王知错了, 阿阴, 好疼啊, 疼死你算了, 本王死了, 阿阴岂不是要当寡妇, 阿阴舍得本王吗, 呸, 快速从他身上起来之后, 将衣服穿上, 等做完这些之后, 再去看他胳膊的时候, 就见那腕上的伤口流了不少血, 毒素也有扩散的迹象, 你简直不要命了, 还流着血呢, 去耍流氓, 阿阴, 云素英扭头冷哼, 阿阴别不理我啊, 好疼啊, 云素英明明纯, 到底还是没再推他, 替他将伤口处理好后, 又将他体内毒素压制了下去, 等做完这一切后, 见他冷汗直流的样子, 俯身碰了碰他嘴唇, 没有不理你, 他替他拉好衣巾, 扶着他坐回轮椅上后, 才问道,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头晕, 手也疼, 刚刚湿血会头晕一下, 我让林家熬点汤药, 你喝了应该就能好些, 至于手臂, 毒素蔓延之后会难受两日, 晚些热敷一下, 再沾酒一会儿就能好些了, 他替君酒渊把脉之后, 见他脉相还算平稳, 毒素也没有蔓延的迹象, 这才松了口气, 下次别这么胡闹了, 你体内这毒丸笑不得, 要真复发了, 连我也救不了你, 我没事的, 有你在, 本王舍不得死, 云素蔓只觉得, 心口像是被什么撞了一下, 忍不住就蹲着, 亲了他一口, 这男人, 怎么这么讨人喜欢, 我先进去, 替白宫解毒, 王爷, 您怎么样啊, 本王无事, 多谢王爷, 肯蛇血相救, 不管我父亲最后如何, 我们林家上下, 都会记得王爷恩情, 不必谢本王, 林老师当朝大儒, 于大计, 于天下, 都是难得可贵之人, 也是本王最为钦佩的长辈, 且阿音又救过本王的性命, 你们是他至亲之人, 能护着他所在意的, 本王甘之如矣, 王爷和阿音, 本王心仪阿音, 那阿音他, 阿音说本王是他的人, 门外一时安静的吓人, 旁边, 林月有些受到惊吓, 猛地打了一个阁后, 见三人都是看着他, 他连忙捂着嘴急声说, 我不是, 我就是惊讶, 我, 我没想到, 阿音和王爷这么要好, 本王也没想到, 会和阿音心意相通, 林大人, 本王和阿音的事情,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等有机会, 再与你们细说, 先进去, 看看林老爷子, 王爷说得对, 你和阿音的事, 稍后再说, 二弟, 我们先进去看附近, 外公体内的毒, 也已经解了大半, 剩下的毒性也压制下来了, 不过, 还是要尽快找到赤卓松唇, 才能替外公彻底解毒, 我会立刻交代下去, 让人去找, 本王府中虽然没有现成的赤卓松唇, 不过先前既然能够找到, 应该能够找到一些踪迹, 等稍后, 本王也会让人去找, 多谢王爷, 林大人, 本王今日身子受损, 又耗了太多血气, 不知道, 可否在林家休养几日, 林延青隐约猜到, 军酒渊这么做, 是为了护着林家, 王爷今日, 本就是为着父亲, 才会虚耗了血气身体受损, 自然是要留在林家休养的, 王爷放心, 我这就让人安排住处, 还麻烦林大人, 安排时, 将本王和阿音的住处放近一些, 本王体内的毒, 还要靠阿音帮忙压制, 好, 你留在这里, 摄政王府那边怎么办, 王府在那放着, 谁能做什么, 林家才刚遇刺, 四皇子府的事情, 也还没完, 云家那边, 未必肯善罢甘休, 你就算办了林家主, 恐怕, 也会有麻烦上门, 本王若是走了, 你怎么办, 我自己能应付, 可本王舍不得, 本王知道你很厉害, 可是那些脏眼睛的事情, 本王舍不得让你一个人去面对, 本王陪着你, 你想留就留下吧, 正好, 你的伤也还没好, 我, 我去看看小舅, 君九渊见他逃走, 忍不住低笑出声, 他家小兔子, 害羞了, 他怎么样了, 伤势极重, 身上外伤有十几处, 腿上都溅了骨头, 最严重的, 就是当凶那一刀了, 要不是稍稍偏了一点, 避开了心脉, 他怕是早就咽气了, 你们一定要时时让人看着, 每日换药, 擦洗伤口附近, 别叫感染, 好在眼下是冬日, 伤口不会怎么, 染疾化浓, 那小叔是没事了, 有没有事情, 要看他能不能熬过今夜, 要是高热起来熬不过去, 那也没辙了, 等一下, 给你们开个方子, 让人去煎了药汤, 晚上, 必须有人时时守在他身边, 一旦高热, 立刻叫人过来, 有我和夏侯在, 小舅不会有事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邻家这边好端端, 怎么会进了刺客, 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吧, 别吵着外公和小舅休息, 夏侯, 你帮忙去写下方子, 看着人熬药, 表哥, 你守着外公和小舅一会儿, 舅舅, 今天的事情, 连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没有, 那些刺客来得突然, 下手又极狠, 你外公院中的几个护卫, 都死在了他们的手上, 好在你三哥他们挡了一会儿, 阿易又赶了过来, 这才护住了你外公, 我跟你二舅舅当时都在书房, 对这边的事情一无所知, 等我们听到动静赶过来时, 你外公已经中毒躺在了地上, 而阿易引着那些刺客出了院子, 当时的情况混乱极了, 那些刺客来得突然不说, 又好像不是同一波, 陆陆续续来了好几波人, 如果照你这说法, 岂不是今天来林家的有好几波刺客? 这些刺客里面, 有一部分是冲着林家老爷子来的, 还有一部分, 怕是冲着林精业, 只是谁也没想到, 两拨人会碰到一起动手, 那些刺客的尸体呢? 还有之前林公子说的那个, 给林老下毒最后自尽的人, 他的尸身和身边的东西可有什么? 已经搜过了, 他房中和身上除了一些金银细软, 其他什么都没有, 至于那些刺客的尸体, 都还在后院摆着, 原是想等着官府的人过来之后交给他们, 我们去看看, 如何? 灰王爷, 这些人身体都有旧伤, 嘴里藏着毒药, 而且他们舌根都被割过, 就算是被捉了活口, 也审问不出来任何事, 被割了舌根? 这意思是, 这些人都是哑巴? 也不全算是哑巴, 一些特殊的阴结, 还是能发出来的, 只是这些都是有特定的人, 才能听懂, 寻常人是从他们嘴里, 问不出来什么东西的, 能不能看出他们的身份, 这种手法, 在很多地方都有, 一般都是为了培养死尸所用, 这些人几乎在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被割断舌根, 如同杨谷一样, 用一些特殊手法培养起来, 没有常人的感情, 被当成死士, 去做一些常人难行之人, 半点线索都没有吗? 其实, 也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 这些死士身上, 干干净净查不出什么来, 但是那个自禁的人身上有些东西, 应该能查到点线索, 什么东西? 影子伸手摊开来后, 手中放着一个荷包一样的东西, 这荷包有什么问题吗? 荷包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这布料, 这布料是南岳的东西, 南岳的布料, 这不是很寻常的布吗? 只是看着寻常而已, 可实则却是麻料, 残了流续, 柔显支撑的, 在南岳是最下等的布料, 在南岳只有最底藏的人家才会使用, 而大进这边, 一些商户虽然也会购买南岳的布料, 却都是最上等的云棉纱和鼠云锦之类的, 像是这种布料因为价格低连运回来, 根本就没人会买, 恐怕连马车钱都赚不回来, 换句话说, 这东西只有南岳的人才有, 这应该是女人家的东西, 舅舅, 这个人娶妻了吗? 我刚才问过了, 他早年间娶过一房妻子, 只是那人早逝, 后来他就一直没有再娶妻, 家里也没有女人, 让人去查, 他最近跟谁往来, 又常去什么地方, 这荷包里的干花上, 香气还没有彻底散掉, 佩戴之人送给他, 应该还没多久, 好, 我这就去, 影子, 你带人跟着林公子一起去, 尽快将人查出来, 让京中死门留意, 这两日, 看是否有南岳的伤队, 或者是南中, 往南岳的人离开, 是, 王爷, 这事怎么好劳烦王爷啊? 如果今夜行此之人, 当真是南岳的死事, 此事就不仅仅只关乎你们林家, 本王倒是有些感兴趣, 南岳的人, 是怎么混进京城的? 先查吧, 看能不能将那个女人找出来, 如果真与南岳有关, 总能寻到些线索, 你毒性未散, 要少动怒, 不然, 激发了毒性会难受的, 舅舅他们, 也真够放心你的了, 难道, 阿音不垂眼本王? 垂血又怎么了, 盖了张, 就是他的人了, 等下厨房那边送来了补气血的东西, 你记得都吃掉, 我让人去熬些汤药过来, 这几天好好喝着, 你之前毒发本就损耗了身体, 现在, 又流了那一大碗血, 也不知道, 要多久才能补回来, 别担心, 我没事, 再说了, 只是放点血而已, 能让舅舅和外公他们放些芥笛, 不阻拦你和我的事情, 还是值得的, 你这算盘, 打得真精, 不精一点, 怎么能越过外公他们, 把你带回府去啊, 谁是你外公啊, 你说呢, 你这人, 不许撩我, 不然, 怕你办了, 想怎么办本王, 本王等着, 大伯, 父亲, 这件事, 绝对不能这么算了, 表妹毁了明节, 云家难辞其救,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 大哥, 摄政王虽然救了阿音, 可是, 经此一遭, 阿音的明节怕失, 再难也如从前啊, 我看摄政王对阿音挺好的, 而且为阿音还肯放血救祖父, 如今更屈尊留在咱们林家, 替我们挡住外民那些人的目光, 他不是说了, 他信仰阿音吗, 如果他们在一起, 这事情也就没什么了, 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是, 那摄政王府, 有哪里是那么好劲的, 难道, 咱们林家的姑娘, 还配不上摄政王吗? 不是因为这个, 阿音既然跟慕恩侯府翻了脸, 往后就留在林家, 有林家撑腰, 自然朝中谁都配的, 只是, 大哥是担心陛下那边, 这几年, 陛下越来越容不下摄政王府, 寻着机会, 便想朝摄政王府下手, 我听说, 前面好几次, 摄政王遇刺都和皇室有关系, 咱们林家的事情你们也知道, 本就是先花着锦烈火朋友, 父亲又握着文人命脉, 陛下怎么可能愿意, 让阿音跟摄政王联姻呢? 罢了, 反正摄政王还要在咱们府上休养几日, 等问过阿音的意思之后, 他若对摄政王也有意义, 到时候我们再找个时间, 好好的跟摄政王谈谈。 小舅, 你醒了? 我…… 先别说话, 云素因快步起身走到一旁, 倒了些白水过来, 也没直接喂给他喝, 原是想要找个什么东西替他润唇, 可左右看了一眼, 都没有合适替代棉签的东西, 他只能拿手指沾了一些, 落在他唇上, 你伤得很重, 心肺受损, 还不能喝太多水, 待会儿汤药过来, 喝了之后, 就能一并润了嗓子, 小舅先忍忍, 临京夜只感觉到唇上温热, 有些愣然地看着云素因, 怎么样? 有没有好点儿? 我没事了, 只是身上还有些疼。 疼就对了, 小舅身上伤得这么重, 要是感觉不到疼, 那才完蛋了, 我让人去熬了些止疼的汤药, 待会儿喝了就能好一点。 怎么你在这里, 其他人呢? 父亲呢? 还有府里的人? 别乱动, 你不想要命了。 外公没事, 体内的毒已经解了, 府里其他人也都没什么大碍, 你昏迷之后, 那些刺客已经有人去追查了, 外头的事情, 有大舅他们打理着。 你身上的伤口不是儿戏, 昨天夜里, 差一点连命都捡不回来, 如今好不容易过了鬼门关了, 你可别费劲折腾了,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安心躺着, 别的事情用不着你理会, 要不然, 伤口再裂开了, 到时候, 还得你自己遭罪。 好在伤口没裂开。 临京夜见他伸手, 摸着自己身上, 哪怕知道他在检查伤口, 依旧瞳孔微缩了缩, 见他收回手后, 他才有些不好意思地侧开眼。 怎么这么重的酒味? 之前你发了高热, 用酒替你擦身降温。 你, 你替我? 小舅想什么呢? 不是我, 是府里的丫鬟采运替你擦身的, 他出去取东西去了, 我留在这里, 是怕你伤势再有反复。 那就好。 小舅放心吧, 你的清白还在, 我替你盯着呢。 阿姨。 临京夜脸色更红, 云素音却是忍不住直笑。 君酒渊怎么会和林家车上关系, 又怎么会住到林家去啊? 摄政王是跟着云家那位二小姐去的, 都是你干的好事。 父皇, 你给朕闭嘴, 当初是你说你心目云素音来求朕赐婚, 朕怜惜你的母妃早亡, 又对云素音一片深情, 才准了这婚事。 可是你倒好, 他念美色, 急于七戒, 费尽心思换了婚约, 如今又垂眼林家权势, 想要反悔, 闹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 你个混账东西。 父皇, 儿臣没有, 儿臣也是被沐文侯府的人给骗了, 是他们说, 云素音重病, 也是云黎安说, 他无法维系婚约, 儿臣喜欢的本就是云素音, 儿臣也是被人蒙骗, 可是儿臣真的没有让人给他下药啊。 四弟这话说的, 如果不是你有心的话, 沐文侯府的人怎么能骗得了你啊? 那云二小姐可是你未婚妻子, 他有没有重病, 你难道就没有去探望国吗? 还是四弟沉浸在美人榻上, 早就忘记了父皇赐你婚尸? 我看四弟不是被人骗了, 而是腻在云大小姐那柔情蜜语里难以自拔, 又哪还能记得云二小姐啊? 父皇, 儿臣可是听闻那位新进门的四嫂, 还没大婚时, 腹中就已经有了四弟的骨肉了, 算着月份都快三个月了, 三个月前, 父皇才刚嗣婚没多久呢? 四弟要是喜欢的云大小姐, 该早日告诉父皇才是啊, 这般暗中的来往, 猪胎暗节, 还闹出这么大的乱子, 可真是丢尽了咱们皇家的脸, 慕容贤, 你还有脸跟你二哥叫羞? 既谈林家的事, 又管不住自己下半身, 我慕容家怎么会有你这种混账东西? 要不是看在你, 已失去母妃的份上, 朕早将你赶出皇室, 免得皇家跟着你一起丢人现眼, 父皇! 四皇子, 持身不正, 拖出去, 给朕仗则二十, 四皇子妃云淑月, 无廉耻之心, 谋夺嫡妹婚事, 手段污浊, 不堪为皇子正妃, 却封号废赐婚, 贬为四皇子辅妃, 父皇! 四弟, 我知道你心有不满, 可是你这次实在是太过了, 四弟可别怨恨父皇, 你将婚事办成这样, 又闹出这么大的乱子, 先不说摄政王跟林家这边, 那冯家小姐据说, 到现在还没醒, 父皇总是要给冯阁老他们一个交代啊, 来人, 把他拖出去给朕打! 人拉下去之后, 殿外片刻就响起了打板子的声音, 父皇息怒, 四弟也是一时糊涂, 您必气坏了身体, 是啊父皇, 此事您也是被人蒙蔽, 只可惜看摄政王的模样, 怕是真对云家二小姐动了心思, 这要是两家联姻, 那林家……, 不过云二小姐到底是父皇赐过婚的人, 又是四弟对不住他, 替他寻一门好心事, 本就是咱们皇家该做的, 只可惜了, 四弟做事太不留余地, 否则这婚事, 倒也能换个人重新继续, 摄政王的脾气暴力阴冷, 又断腿毁容的, 云二小姐也不知会不会怕, 仙儿, 你觉得云二小姐如何? 父皇? 跟父皇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云二小姐容貌出众, 性情也是极好, 其实很久以前, 儿臣跟云二小姐有过一面之缘, 当时便惊为天人, 只是后来四弟与他定下了婚事。 你不介意昨天的事情? 父皇明鉴, 昨天的事情本就是小人作乱, 云二小姐也是受害者, 儿臣又不是那种不明事理的人, 怎会因此怪罪他? 况且儿臣也打听过了, 云二小姐体内的药, 是摄政王府的那位夏侯公子给借的, 那人是一股传人, 医术极高, 云二小姐和摄政王的关系, 也不是外面传言的那样。 嗯, 朕明白了, 你这孩子也是, 既然早对云二小姐有所倾心, 也不懂得来寻父皇做主, 如今他身上也没有了婚事, 你们年轻人倒是可以多见见, 正好朕也担心林老的身子, 你这两日就替朕去林家探望一下。 是, 父皇。 我还道你今天怎么这么积极地来说老四的事, 原来是打着林家的主意, 我倒是小瞧你了, 为着林家那点助力居然肯委屈求全, 让一个毁了清白的女子, 占着你正非的位置。 大哥说什么呢, 我听不懂, 云二小姐本就是无辜的, 更何况, 她容色清澄, 性子又大方萨爽, 我对她倾目已久, 并非为着其他。 哼, 是不是为着其他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也别高兴太早, 父皇让你去林家又怎么样, 摄政王还在林家住着, 你想去挖他墙角跟他抢人, 也不嫌自己命长。 林家的事可不是那么好得的, 老四栽在那云素音手上, 你以为你就能得下他? 再说摄政王就算是断腿毁荣, 那摄政王妃的位置, 也比你这个二皇子妃的位置要好, 别觉得自己就能稳操胜券。 她等着看老二哭的那天, 云素音狠狠地睡了一觉, 等着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云素音有些懒洋洋地靠在榻上, 没事行吗? 要不要再去睡会儿? 云素音摇摇头, 外套的事情怎么样了? 早上倩云帝叫了几个皇子进宫, 慕容征挨了板子被人抬出来的, 云书月也被去了正妃的位置, 变成了侧妃。 那慕恩侯府那边呢? 王氏已经去了刑部了, 王爷叫得下来, 刑部的人自然不敢耽搁, 昨夜里连夜就去慕恩侯府拿人了, 还从王氏的住处搜出两包妹情药, 刚好跟那手炉里的一模一样。 今个一早就审问了王氏, 只是他不肯招人, 一直说那手炉不是他给沉嬷嬷的, 那妹情药也跟他无关, 还一个劲地喊着叫冤。 这事本来就不是他干的, 他自然要叫去。 你觉得不是王氏做的? 王氏要是有这本事, 我早就死在他们娘俩手上了, 哪还能活到现在呀? 这事啊, 十之八九, 是我那个祖母干的, 王氏只不过是被他推出来, 当了替死鬼。 那老太太平常瞧着, 最是慈爱, 可实际上, 整个摩恩侯府最心狠的就是他。 你还记得我刚回京的时候吗? 那天回去的时候, 侯府外面挂满了白帆, 连灵堂都已经设好了。 要不是我回去的及时, 他早就答应让云丽安将我生葬了。 还有这是? 可不是, 是不是瞧不出来? 以前在府里的时候, 王氏和云淑月欺负我时, 他从来都没护着过我, 只有每次事情闹大之后, 他才会出面找我, 摆出一副疼爱我的样子, 哄着我不跟王氏他们闹。 云丽安是自私自利, 太过看重利益虔诚, 可是对云淑月这个亲女儿时, 好歹, 还有点辞负之心。 可云家那老太太, 才是真正心狠的那一个, 只要对云家有利, 亲孙子孙女, 谁都能够舍掉。 你说云淑月是云丽安的亲生女儿, 她不是王氏带去的妓女吗? 你们见过谁家对妓女好过亲生女儿, 还采着亲女儿的命, 去送妓女上位的吗? 云丽安是何其自私良薄的性子, 她对我这个从小长在身边的女儿, 都没有半点疼爱之心, 又怎么会是对一个妓女掏心掏肺, 甚至不惜将皇家的婚事也给了她的人。 京中这些权贵人家, 就算有人娶妻, 谁会选择一个死了丈夫, 还带着个女儿的妇人呢? 更何况, 云淑月进入莫恩侯府不到一个月, 就改了姓氏, 入了云氏的族谱, 还占着嫡女的位置, 让我称呼她一生姐姐。 你们觉得, 她要不是云丽安的亲女儿, 她能替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妓女 做到这份上? 你说云淑月是云丽安的亲生女儿? 二舅舅, 你刚才说的话都是真的, 那个云淑月真的是云丽安的亲生女儿? 我现在也只是猜的, 不过, 我了解云丽安的性情, 而且, 王氏跟云淑月也曾经说漏过嘴, 说云淑月本就该是侯府小姐。 云淑月比你还要大上许多? 嗯, 她比我大将近一岁。 这个王八糕子, 那你准备怎么做? 先派人去查报, 这次四皇子府的事情没有证据对付云丽安, 领多只能将王氏咬下来, 可如果她真的早就已经跟王氏有了关系, 她已经生女, 那她当年骗婚我母亲, 就成了铁证, 而且, 我总觉得我母亲当年难产的事情有些不对劲。 你说什么? 先前, 我收服了陈嬷嬷的一个侄子, 从她口里得知, 陈嬷嬷这些年没少替祖母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当年我母亲怀胎的时候, 祖母曾经在外面置办过一个院子, 养着好几个产婆, 后来, 我母亲血崩而亡之后, 没过多久, 那院子就突然起了火, 随即, 几个产婆全部都烧死在了那院子里, 一个都没逃过, 我总觉得这事情有些太过凑巧了, 而且, 我记得母亲生产之前, 府里还请过大夫, 都说她身子康健, 生产一定会顺顺利利, 可怎么就突然难产, 死在了那天夜里呢? 查, 一定要好好地查, 林大人不必这么气怒, 云丽安如果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阿姨母亲的事, 那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虽然时间过去这么久, 但是当年的人也未必全部死去, 至少那个陈嬷嬷肯定是知道其中一些事情了, 本王会想办法让那个陈嬷嬷开口, 舅舅放心吧, 只要云丽安做过, 我们就定然能够找到证据, 对了, 舅舅, 这个时间, 你怎么过来了? 你外公醒了, 他想见你, 我这就去见外公, 阿姨啊, 你去见外公的时候, 你母亲的事情暂时不要告诉他, 他身子还没好过来, 我怕他承受不住, 嗯, 我明白, 小五, 外公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想起你母亲了, 你, 就是阿姨, 拜见外公, 云素英功功敬敬地朝着林老爷子行了个礼, 只是还没跪下去, 就被一双手抬着拉起来, 他顺势坐在床边, 便先替他把了把脉, 外公身子瞧着, 倒是好了很多, 你自己觉得, 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我很好, 这次的事情, 我听你舅舅他们说了, 多亏了你和摄政王赶了过来, 才能救了我和京业一命, 否则林家现在, 怕是早就乱了套了, 外公安好就好, 您不知道, 昨天夜里, 您吓坏了舅舅他们了, 我也没想到, 事出突然, 会闹出这么大的事来, 我本还想跟你舅舅他们去四皇子府, 替您撑腰的, 这些年哪, 怪我太倔强, 如果我早些让人去云家见你们, 早些察觉到你们的处境, 你也不会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有外公疼我, 阿音不委屈, 况且, 您没瞧见, 我在四皇子府的时候, 可是大杀四方, 不仅吓住了那些坏人, 还让云丽安和慕容忠的脸都清了, 外公可别为他们生气, 您还要好好地养着身体, 长大杀, 你的事情, 我已经听你舅舅说过了, 云丽安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还有云家跟四皇子, 无论是这次的事情, 还是以前你受的那些委屈, 外公肯定会替你讨回公道, 嗯, 好, 你这身医术, 是跟谁学的呀? 小时候, 遇到个人教我的, 他说我挺有天赋, 教了我一些医毒之术, 又怕我受人欺负, 教了我一些武功, 只是以前, 总想着讨好父亲, 能多得点关爱, 也知道他不喜欢女儿家学这些, 所以就没怎么多学, 前段时间, 我被云书越害了, 去南地逃出生天时, 我就明白, 云家是靠不住的, 想着总要有一技之长, 就把这些东西捡了起来, 没想到, 真还有救人的这一天, 林老爷子看他说得轻描淡写, 却能想见其中辛苦, 阿茵娜, 你和摄政王之间, 是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要拦着你和别人的事, 只是摄政王的情况跟其他人不同, 您若真要跟他在一起, 会很麻烦, 您是我外公, 想要知道这些事情很正常, 您不必解释的, 我之前被云书越所害, 被人带到南地的时候, 虽然侥幸逃脱, 当时受了重伤, 滚落悬崖, 差点没命, 是刚巧砸在了军酒院的马车里, 才捡回了一条命, 当时, 他将我留下后, 就带着我一起回了京城, 后来, 他两次遭人暗杀, 又都碰巧被我碰上, 我们也算是同生共死好几次了, 是我先对他动的心思, 这次在四皇子府里, 我遭了人暗算, 是军酒院救了我, 后来知道外公被人行刺, 他就跟我一起过来了, 你喜欢他? 喜欢, 那他呢? 他也喜欢我, 要不然, 他怎么会赖在这里不走呢? 外公, 我知道你担心我和军酒院的事情, 可是我们跟母亲当年不一样, 军酒院不是云丽安, 我也不是母亲, 我虽然喜欢他, 可是, 不会像母亲一样, 如同兔丝花般依附着他, 祖父要是不放心的话, 就养好了身子, 替阿英亲自看着他, 要是他欺负了我, 祖父替我教训他, 林老爷子的心不由就安定了下来, 哄着老爷子说了会儿话, 见他有些疲倦的模样, 云素音才扶着他躺下休息, 林延青见老爷子睡着之后, 才和云素音退了出来, 阿英啊, 你外公他们这一次多亏了你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大舅, 从我昨天来了之后到现在, 你都说了好多次这话了, 你都说了他是我外公了, 要是再继续跟我说谢谢的话, 就真的是不把我当自己人了, 那样的话, 我可不敢继续赖在林家, 受你们庇护了, 瞎说什么, 林家就是你的家, 什么来不来的, 那既然是自家人, 舅舅又何必跟我道谢呀, 林延青被他说得耶住, 林宗平在旁瞧着自己大哥被堵得说不出话来, 也是忍不住直笑, 大伯, 父亲, 表妹, 怎么了, 二皇子来了, 他来干什么, 他说他是奉了陛下的旨意, 前来探望祖父的, 摄政王府的人将他拦在外面, 可是他没走, 还说得了陛下的吩咐, 要知道祖父是否安全才能离开, 我想着他是从宫里来的, 要是真的把人挡在外面, 指不定陛下会怎么想, 我们去看看, 那大舅, 你们去忙吧, 我先回去了, 你可能还不能回去, 怎么了, 锦园来了, 他来干什么, 不知道, 锦园只说是要找你, 我看他脸色有些不好, 而且来时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跟二皇子撞到了一起, 昨天四弟俯身的事情我也听说了, 有二小姐受了委屈, 不知道身子可还有大哀, 多谢殿下关心, 已经没事了, 四弟当时真是糊涂, 居然能纵容府中的人干出这种事来, 要不是我昨天有事没去他府上, 我定会替云二小姐好好教训他, 云二小姐受委屈, 我替四弟跟你道歉, 四皇子做的事情, 跟二皇子有什么关系, 二皇子替他道歉,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也牵涉其中, 二皇子神色一僵, 舅舅, 你们和殿下慢慢聊, 我先带锦园去后面与他说话, 去吧, 锦园是第一次来府里, 给你姐姐在府中多待一会儿, 等舅舅忙完再与你说话, 多谢舅舅, 我见外头守着人都是摄政王府的黑甲银龙卫, 皇叔还在你们府上住着, 回殿下, 王爷昨夜来时遇了风雪, 又身子不适, 所以便在府中住下, 那皇叔现在可还好, 王爷的事情微臣不太清楚, 那院落也只是临时借给王爷的落脚处, 内外都是王府的人守着, 殿下若想知道王爷身子如何, 不妨亲自过去询问, 林大人说笑了, 我是替父皇来探望林老的, 那殿下, 里面请, 你来干什么, 这里是我舅家, 你能来, 我怎么不能来, 你当然能来, 只是我瞧着你这模样, 不像是来探望舅家亲戚, 倒像是来找茬的, 你刚才不是跟人说想要找我吗, 说吧, 有什么事情啊, 你还问我有什么事, 你知不知道, 大姐姐被夺了正妃的位置, 母亲也被人给抓了, 知道啊, 我不仅知道, 你大姐姐没了正妃的位置, 还差点掉了肚子里的那个孽种, 对了, 你那位母亲, 被抓进刑部之后, 也被用了刑, 听说, 血淋淋的, 可凄惨了, 只可惜啊, 我有些见不惯的血腥场面, 要不然, 真想去看看他们现在的模样, 一定精彩得很, 你, 你怎么这么狠毒, 你既恨大姐也就算了, 居然还这么害她, 母亲根本就不会做那些事情, 是不是你故意陷害母亲他们, 云所印, 你跟我去衙门解释, 放母亲出来,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 再对我动手动脚, 我就废了你, 你, 你将我的话当成耳旁风, 还是觉得, 你跟我是一个鸟生的, 我就舍不得动你, 你知道, 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又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 他们朝着我下药, 想要毁了我的清白, 甚至, 想要把我送去四皇子府里做妾, 你知道, 做妾是什么意思吗, 不可能, 他们不会的, 不会, 你来邻家之前, 就没去打听打听, 昨天出了什么事情, 没去问问, 你那个好母亲到底担了多大的罪名, 所有去四皇子府赴宴的人, 都知道他们做了什么, 你来跟我说, 他不会, 就算, 就算他们真的做了, 那也是为了你好, 反正, 你之前失踪半个月才回来, 将来传出去之后, 也会没了名声, 母亲也是为了你好, 才让你去给四皇子做妾, 再说, 再说那是皇子侧妾, 跟普通妾是不一样, 京中多少人求着想去, 皇室的妾就不是妾了, 你既然觉得很好, 那我不如, 也送你去好不好啊, 我记得, 南越眼王好南色, 最喜欢你这种, 鲜嫩俊俏的男孩, 不如, 我也将你脱了衣裳, 送进眼王府, 以你的身份和姿色, 说不定, 也能拽回来一个南非的位置, 也让你, 得了这旁人不敢得的富贵, 你疯了, 我跟你怎么能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是你比我多了胯下二两肉, 还是你比我没有脑子, 你疯了, 我跟你怎么能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是你比我多了胯下二两肉, 还是你比我没有脑子, 你自己都不愿意去做的事情, 凭什么觉得我愿意去做, 昨天在四皇子府里, 要不是我命大, 现在的我, 就该身败名裂, 轻欲净毁, 要是我性格要强一些, 这会儿, 早就一根白铃掉死在了屋里, 你口口声声说, 他们是为了我好, 怎么轮到你自己时, 就不肯接受这份好了, 我, 你不过就是又蠢又毒, 拿着自私狠毒当天真, 云锦园, 你以为我要是真入了四皇子府为妾之后, 你能好到哪里去, 你以为, 慕恩侯府会要一个, 有这个做妾的姐姐的儿子来当世子, 你信不信, 我昨天要真是着了他们的道, 被送进了四皇子府当了妾, 你云锦园不出三个月, 就能意外死在了侯府里, 等铲除了我们姐弟, 云嘉义, 就是侯府世子, 而王氏, 就能彻彻底底的, 抹除了母亲在府里留下的所有痕迹, 谁也记不得你到底是谁, 不会的, 母亲才没你这么恶毒, 你胡说八道, 他恶不恶毒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他们这次, 谁都别想逃过, 你怎么这么狠毒, 就算母亲他们真的错了, 可我们是一家人, 只要你松松口, 他们就能没事, 你何必这么斤斤计较, 那你又凭什么, 要让阿阴松口呢, 你怎么来了, 过来看看你, 云锦园, 你很在意王氏, 王爷, 母亲他是被冤枉的, 他不会害人的, 你没在场, 怎么知道他不是害人的, 我, 我就是知道, 母亲他心善, 可陈某某亲口招供, 那香炉是王氏给的, 府衙的人捉捕时, 也在他房间中, 搜到了药物, 你怎么就认定他是被冤枉的, 那是有人陷害, 是吗, 人物正物俱全, 单凭你一个人之词, 怎么证明他被人陷害, 不如这样, 本王送你去刑部大牢, 你去替王氏作证, 只要你能经过刑部的严刑审问, 还能咬定王氏无辜, 说不定, 他们能信你几分, 或者就算他们不信, 你直接替王氏顶罪, 只要你说那手炉里的东西是你放的, 是你想要谋害亲姐, 王氏屋中的药物也是你放进去的, 行不着的真凶就自然能够放王氏出来, 这样, 也算是成全了你对王氏的一片孝道之心。 云素英原本被云锦元气的, 还想抱垂他的狗头, 想着, 要不然弄死了这小崽子算了, 可是, 听到军九渊这话后, 顿时嘴角一抽, 险些笑出声来。 怎么, 你不愿意? 你刚才不是还说你跟王氏母子情深, 觉得他是被人冤枉, 云书月也是受了无妄之灾吗? 本王见你孝心可嘉, 又跟他们感情极好, 难得好心成全你一回, 你不领情? 我, 我, 王爷别开玩笑了, 那行不, 我怎么能进得去? 怎么不能, 只要本王开口, 这京中赵玉随便你去, 没本王的吩咐, 谁也不敢将你放出来。 云锦园顿时噎嘱, 军九渊姿态随意, 可要是熟悉他的人就能知道, 他动怒了。 怎么, 怕刑部的人因为本王偏思阿阴, 不肯公正处理此事, 那本王再给你寻一条路, 直接去宫门, 告狱状。 灯文古知道吗? 就在皇宫前面, 只要敲了灯文古, 挨上八十大棍, 到时候就一定能够面见圣言。 您有天大的委屈, 都能亲自去跟陛下分辨, 自然也能够替王室申冤。 还有云书岳, 说不定你跟陛下瞧瞧情, 陛下就能收回之前的旨意, 赴了他四皇子妃的位置。 云公子想必是不知道文灯谷在哪儿。 万军, 你亲自送他过去。 王爷放心, 属下一定会将云公子送到, 亲自帮他敲响灯云谷。 我, 我不去, 你放开我, 我不去。 云锁音, 你不能送我过去, 父亲不会饶了你的。 王爷, 王爷饶命, 我不要去, 你放开我。 姐姐, 姐姐我错了, 姐姐救我。 军酒渊朝着万军看了一眼, 万军这才松手站在一旁。 怎么不去了? 你不是跟王室母子情深, 不是要替你大姐姐名不平吗? 关乎到你自己的时候, 就知道怕了, 知道去了宫门前, 去了刑部会有什么下场, 知道要拿你的性命前程 去换他们的安宁, 你就不愿意了。 那你凭什么要我拿着我自己的清白名声 去替他们遮掩呢? 云锦元, 你这种人就是心肠歹毒而不自知, 康他人之楷做得这么顺了, 还不是仗着你姐姐在意你从不跟你为难, 所以才会肆无忌惮, 从来不在意他这么做了之后, 结果会如何。 阿罗, 小姐, 把他捆了, 扔去我院子里的柴房, 没有我的吩咐, 任何人都不准去见他。 你不能管我, 我要回去, 父亲知道我来了, 你敢管我, 他不会放过你的。 我什么时候管你了? 不是你关心外公伤事跑来邻家探望, 自愿留在府中, 替他老人家市集吗? 把他送去柴房, 再派个人去莫恩侯府告诉他们, 就说, 云锦元多年未见旧家亲戚, 又担心外祖身体, 所以, 留在邻家小住。 云锦元, 你…… 我记得我告诉过你, 你要是再敢朝着我叫嚣, 我就打烂你的嘴, 叫人看着他, 敢往外跑, 就给我打, 只要留他一口气, 也打死了就行。 你也跟着去, 派两个人看着他, 你就这么把他留在林家, 云里亚那边恐怕不会罢休啊。 不罢休又能怎么样, 他难道还敢闯进林家抢人? 云锦元就是个没脑子的, 与其让他出去到处闯祸, 到时候被云家的人拿捏着, 来对付我和林家。 倒不如, 将他绑了留在这里, 外公疼惜母亲, 对他的孩子也十分在意, 云锦元就是个没脑子的东西。 他今天跑来林家找我, 他也是得了别人的吩咐。 要不是刚好遇到了二皇子, 舅舅他没有分身乏术, 没时间招呼他, 你信不信, 他指不定能为着王室去求救救他们, 甚至, 拿着他自己去逼舅舅他们放了王室。 君九渊见女孩满脸阴云, 只觉得有些心疼。 阿阴, 来。 云素阴走到他身旁, 别难受, 我在。 你说, 世上怎么有这种亲人, 恨不得能将至亲死死踩在脚下, 送进地狱深渊永不超生。 君九渊还着他, 脑海里突然想起很久以前, 他那个永远都不会对着他笑, 看着他时仿佛蝼蚁的父皇, 唯一一次朝着他笑时, 就是将他送去, 当了药人, 十股之痛折磨他时, 那个男人却冷漠地交代。 他有朕的血脉, 是最适合替朕试药的人, 有什么药在他身上试就行, 他的命是朕给的, 理当回报给朕。 因为他这一句话, 原本还有留守的太医, 彻底没了顾忌。 有些人生来就是畜生, 自然不能奢求他懂什么叫亲情。 云素英感觉到身前之人的僵硬, 陡然就想起君九渊曾经的那些过往, 他忍不住, 更加用力地抱着他蹭了蹭。 要不要, 我替你安置云锦元。 怎么安置? 外出求学, 君忠历练, 随便找个借口, 让他离开京城。 他这么大年纪却不知事事, 不过是吃的苦头不够, 只要吃够了苦头, 再蠢的人也能学得聪明。 等等吧, 等云家的事情处理干净之后再说。 好, 锦元呢, 怎么不见他? 我揍了他一顿, 让人把他关起来了。 关起来了? 云锦元是来替王室求情的, 他怨恨我没有把昨天的事情压下去, 不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坏了云淑月大婚的喜庆, 也不该事后追究王室, 将人送去了刑部, 所以特地来给他们求情。 当真? 嗯, 舅舅别管他了, 我把他关在林家, 是为了怕云家的人拿着他说事, 到时候借着他当法子, 眼下就让他在柴房里待着, 等关上他几天, 他也就安分了。 二舅舅呢? 他去送二皇子了, 慕容显来做什么? 啊, 他说他是代替陛下来探望父亲的, 还说陛下要帮着府里追查昨夜, 刺客, 还说跟本王有关。 二皇子的意思, 说王爷留在府上太过招眼, 还说陛下有一派人来保护父亲。 皇帝既然想让君九渊走, 又让二皇子来传话, 二皇子干什么不自己进来? 下一道圣旨也好, 有的传了口语也罢, 至少, 好歹让人知道这是庆云帝的意思, 他却什么都不来说, 反而让舅舅碾人, 他这是想让林家得罪摄政王府, 他们慕容家自己站在后面得利? 他还说了什么, 其他倒也没什么了, 就是说了几句四皇子被杖责的事情, 话里话外, 像是踩着四皇子偏向阿阴, 还说之前说话时, 有些冒昧, 有机会再跟阿阴赔罪。 他跟我赔哪门子的罪啊? 哼, 他不是赔罪, 怕是生了不该生的心思, 王爷的意思, 二皇子看上阿阴了? 他不是看上了阿阴, 而是看上了阿阴身后的林家, 要是平常阿阴跟慕容争闹翻之后, 又闹出了昨天那种事情, 庆云帝是绝对不可能再让阿阴嫁入皇室, 可天生本王跟阿阴亲近, 又住进了林家, 庆云帝想必是着急了, 怕本王得了林家的事, 所以才生出念头, 纵容慕容贤来接近阿阴, 想要将先前慕容争的婚事让给慕容贤, 他们怎么敢? 慕容争才刚丢人现眼, 他们皇家成了笑柄, 他哪来的自信, 觉得我会嫁给他另外一个儿子? 他大概觉得, 只要赐婚, 你就非嫁不可。 他真能这么无耻? 哼, 他更无耻的事情都做过, 更何况是这个, 他本忌惮本王, 到时候他随便找个借口, 说皇室在婚事上亏欠了你, 二皇子又早就对你倾心, 为了弥补将你赐给二皇子, 你觉得外头的人会怎么想? 外头的人大概会觉得他和邻家占了便宜, 毕竟一个不洁的女人居然还能嫁给嫡出皇子当正妃, 对于那些人来说, 是想都不敢想的福分。 那怎么办呢? 本王娶阿阴, 陛下不会答应的。 本王会让他答应, 邻大人, 本王想去见见邻老, 好, 我带王爷过去。 我也去。 你先回去吧, 求取之事, 我去就行, 你若去了, 老爷子还以为你恨家, 到时候会笑话你的。 呸, 你才恨家? 放心吧, 你先回去, 我等一下就来。 安倍见过林老, 老爷子身子可还安好。 林老爷子听着他这称呼, 就没心直跳, 摄政王冷利很辣, 这世上能受他晚辈礼的人可没几个, 有资格的也早就被他送去了皇权, 而他突然这般姿态, 不是有所求, 就是有所图。 已经好多了, 还要多谢王爷之前取血相救, 否则老夫这条命, 怕是已经没了。 您客气了, 我所做, 不过而, 你能安好, 劝好阿音, 有阿音在, 老爷子不会有事的。 哈哈, 阿音很好, 可也还要多谢王爷的元首啊, 王爷今日来见老夫, 想必不是与老夫叙旧的吧, 您帮过阿音, 又庇护过林家救过老夫一条性命, 王爷有何事不妨直言, 若我林家能做到的, 必当竭理报答。 我想与您求取阿音, 我愿阿音两清相悦, 愿聘阿音为妃, 还望老爷子成全。 不行。 林言轻易惊, 生怕君九渊会动怒, 可谁知, 君九渊听到林老爷子拒绝, 却半点怒涩都没有。 王爷对林家有恩, 若求其他, 我林家上下必定应运, 可是阿音不行, 王爷若是求他, 便不要再提了。 老夫和林家欠王爷一个人情, 将来王爷如果有别的要求, 尽可跟老夫提, 只要老夫能够做到的, 定不退子。 只是眼下老夫身子也好, 林家也不需要王爷费心看顾, 未免人误会, 王爷该回摄政王府了。 本王就现在回去, 老爷子觉得, 宫中那位就能安心了, 庆云帝能让慕容显来, 就是已经打上了阿音的主意, 以老爷子的睿智, 不该看不出来。 他向来就是多疑善计的性子, 除非您将阿音嫁入皇室, 如庆云帝所愿, 让他与皇子联姻, 否则就算本王现在离开, 他依旧会怀疑林家选择了本王。 怀疑又能如何, 只要阿音未嫁于王爷为妃, 陛下就不敢动林家分毫。 您在时, 他是不敢动林家, 可天又不测风云, 若有一日您不在了, 您所留下的那些人脉, 又能护林家几时啊? 王爷, 我无意诅咒林老, 只是生老病死, 谁也难以预料, 意外这种东西更是谁都说不清楚。 林家这些年在大进地位超然, 皇室官宦皆是必让, 其中原因, 我想林老和林大人心中都很清楚, 林老在, 林家才能维持住这份超然和显赫, 一旦林老出世, 林家就如大树失了根系, 繁华锦楼失了几粮, 顷客之间便会大煞崩塌, 届时, 您那些弟子如生, 又有几个会为了护着您的家人, 和林家上下豁出性命。 我要是庆云帝, 想要对付林家, 只需要让您意外而亡, 林家自散, 您连林家都未必能庇护, 又怎么能护得住阿音呢? 庆云帝若真下旨赐婚, 您是接, 还是不接? 林延青脸色铁青, 林老爷子紧抿着唇时, 眸色冷沉, 握在身侧的全心, 显示他心中不平静。 阿音不是龙中雀, 他也不可能嫁入谁家之后, 就安守后宅相赴教子, 除非您想打断他的骨头, 折断他的一身傲气, 送他远离京城, 否则这京中, 除了本王, 没人更适合娶他。 况且, 本王也绝不会将阿音让与旁人, 谁敢娶他, 本王就将他扒皮拆骨, 灭他九族。 旁人娶了阿音, 会委屈他, 你难道就不会? 你要怎样, 才肯相信我? 我知道, 您是怕我负了阿音, 可诺言契约随时能毁, 海誓山盟想命您也不信, 我就算答应了您什么, 回头若想反悔, 您也奈何不了我, 我只能与您说, 本王一生只有阿音一人, 从今往后, 他便是本王的命, 他喜我喜, 他忧我忧, 他生我生, 他死, 我死。 怎么去了这么久, 外公怎么说的, 他有没有答应啊? 这么着急嫁给本王? 呸, 谁着急了, 我是怕你这能让小儿提哭的名声, 说要娶我后, 会让外公生气。 老爷子是挺生气的, 还险些将本王撵出府去。 真的? 怎么回事? 快说说。 你这么兴奋干什么, 本王被撵出去, 你很高兴。 君九约腻了眼云素音, 见他没良心地弯着眼, 半点不为婚事操心, 他忍不住伸手将人扯进怀里, 朝着他脸上轻咬了一口, 哎, 你干嘛? 属狗啊, 还带咬人的? 还想不想听了? 将榨了毛的小兔子圈进怀里, 他才继续说。 老爷子不想让你嫁进皇室, 也不想让你跟本王有所牵扯, 他大抵是想让你寻个温和乖顺的夫君, 不被牵扯到皇室争斗的泥沼之中。 那你怎么说服他的? 你怎么知道本王说服他了? 云素音翻了个白眼, 要不是说服了林老爷子, 君九渊也不会这般轻松。 本王告诉老爷子, 你寄予本王美色, 要了本王的身子, 本王已经是你的人了, 你只能嫁给本王了。 君九渊, 我, 我咬死你。 说, 你到底跟外公说了什么? 就说你喜欢本王。 你又胡说。 哪里胡说, 难道你没觊觎本王的身子, 垂眼本王的美色? 锁骨上突然一疼, 他腰间用力翻身而起, 直接将人压了下去。 你, 你干什么? 你说呢? 细密地吻, 来得猝不及防, 云素音整个人都有些发软, 脑子里更是晕晕乎乎, 下意识地伸手想要攀着男人肩头反击时, 却骤然听到耳边传来一声低笑。 下一瞬, 体内内骨子熟悉的气息传来时, 眼前的一切骤然变大, 云素音伸着爪爪, 啪唧一下落在了榻上, 经酒烟擦了擦指尖挂着的血, 那满是色气的模样, 让他雪团子不争气地咽了咽口水, 下一瞬, 像是察觉到了危险, 转身就跑。 往哪儿跑? 雪团子拼命蹬着爪爪, 羊躺着露出白嫩嫩的肚皮, 四脚朝天地对着那双满是浓墨的黑眸时, 满是粪粪。 君酒烟, 你, 你无耻! 竟然咬破手指, 让他变兔子。 本王无耻? 君酒烟嘴角轻扬, 微凉的手指在那粉红色的耳朵上游走时, 原本张牙舞爪的云素音瞬间软了身子, 一股股战力顺着尾椎骨朝上涌来时, 那红彤彤的眼睛里瞬间就弥漫上了雾气。 别。 耳朵被揉捏, 那大手在身上撸过, 舒服的他恨不得躺平在他的掌心里。 谁无耻? 你, 嗯。 还敢咬本王吗? 咬, 别你, 君酒烟, 你, 你别让我变回去。 变回去怎样? 我, 我咬死你。 看来阿音觉得本王做得还不够啊。 手上的动作越发厉害。 你, 混蛋。 还吗? 外面, 万斤和影子原是守在门口, 听到里面的动静飞快退开。 我错了, 我, 我真的错了。 哎, 别你, 那里不行, 君酒烟。 里面的动静越来越不对, 听自家王爷强角这种不要命的事情, 还是少做。 殿下, 摄政王难不成真看上了云二小姐? 林家那般人家谁会看不上? 殿下, 那咱们怎么办? 摄政王在林家近随楼台, 万一林家松口…… 慕容贤脸色微沉, 这事情他不能冒头, 不过还有父皇。 对了, 云锦元呢? 先前他跟云二小姐去了林家后院之后, 就一直没出来, 听说是林老爷子伤势颇重, 他留在林家, 是极了, 让人盯着一些, 等他回云家的时候告诉我, 是, 殿下。 云锁音再变回人的时候, 整个人身上都是红彤彤的, 实在是兔子比人还要敏感, 而那男人坏心眼的, 专找着他难受的地方揉拟, 一遍又一遍地磨着他认错, 说着他喜欢的话, 让他刺激得活都快没了, 等变回去时, 云锁音腿软得几乎站不住, 瞧着君九月那张脸, 就气得一斤针扎到痛穴上, 将人一脚踹出了房门之后, 到第二天早上都没打理他, 等他一觉睡醒时, 才听影子说, 他已经回了摄政王府, 你家王爷都走了, 你还留着做什么? 王爷说, 陛下既然已经派了二皇子过来, 也让官府接受邻家之事, 他若继续留在这里, 难保宫中不会找邻家麻烦, 他暂时退去准备与您定亲的事情, 让属下留在邻家彻查先前南越行刺一案, 王爷担心小姐安全, 也怕有人趁机坐了手脚, 再伤了邻家之人, 所以留下一些暗位, 听从小姐调遣, 行刺的事情有线索了, 那个香囊查到人了? 查到了, 是金月楼那边, 一个叫清姬的女织女。 金月楼? 属下审问了一番, 才知道她是南越留在京中的细作, 负责替南越皇室打探消息, 而窜夺罗海给林老爷子下毒的事情, 也的确是她做的。 他为什么要毒害外公? 清姬说, 林老爷子这些年留在大祭, 说是不入大晋朝堂, 可是林家子嗣, 有不少都留入朝中为大晋所用, 林家在大晋一日, 在文人世子之中的号召力便无人能抵, 大晋也能借她抱懒保学之事。 南越想要除了林老爷子嫁祸朝中, 再引天下世子群起公职。 他说谎, 南越如果容不下林老爷子, 不会等了这么多年才动手, 还用这么粗劣的手段。 属下也觉得他这话不是实话, 只是倾机嘴硬, 属下用面大行, 他都不肯开口。 金月楼呢? 跟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 应该没有, 金月楼后面站着的是明氏商行, 而明氏商行的东家, 极为神秘, 从不插足诸国之间纷争, 也不轻易与与人结仇, 万事只讲饮简。 属下去抓青鸡的时候, 金月楼的人丝毫没有阻拦, 甚至青鸡逃走时, 也是他们的人拦住之后, 属下才能追上。 截若非他们配合, 属下也没这么快, 插出青鸡的底细。 这明氏商行很厉害。 明氏商行是诸国之间最大的商行, 在诸国之中皆有商行, 明面上是靠着经营米粮布匹为生, 实则, 那明氏商行也不知道背后之人是谁, 只知道凡有想要之物都能在他们那里寻来。 明氏商行刚开始时不慎有名, 直到四年前, 北帝和戎族交界的赤燕国 从明氏商行买了一批物资, 却在拿到东西之后杀了他们运送物资的数十人, 扣下了所有的东西, 不肯交付钱款。 明氏商行知道此事之后, 与赤燕国交涉不得结果, 半月之后, 就直接发了一纸通杀令, 凡杀赤燕国朝堂无品以上亿人, 不论官职皆能领赏五十斤, 杀皇室一人能领五百斤, 杀皇子一人能领万斤, 若能杀了赤燕国皇帝, 五十万斤相奉, 云素音听得泽舌, 这金子不当钱使吗? 后来呢? 后来赤燕国如同被捅了蜂窝, 接连十日, 皇城日日渐血。 赤燕国的人也想过要反击, 可是江湖中人根本抓之不尽, 他们又找不到明氏商行的老巢, 相职了一个月后, 北戎大军趁机压境, 陷陷灭了赤燕国, 赤燕国皇室才不得不认栽, 赤燕国的人不仅将当初 借走的物资十倍奉还, 还另外赔付了三百万两银子, 答应将国内一座铁矿 交由明氏商行开采, 并应允他们在赤燕国境内行商, 几乎掏空了赤燕国的国库, 这件事情才算是过去。 找个时间, 我去见见那个清姬。 小姐要审她? 她既然是唯一的线索, 总不能断了。 大爷, 府爷, 府外来了个人, 说要找表小姐。 什么人? 她说, 她叫陈琪。 你让她等等, 我出去见她。 阿音, 陈琪是什么人? 她是云家那边的下人, 是老夫人身边那个陈嬷嬷的侄子。 之前我刚从南地回来的时候, 云家借口我病重难愈, 更换了婚约, 怕我出现在外人面前, 被人知道我没有生病, 坏了云淑月的婚事。 所以, 云老夫人就让陈琪看着我, 后来被我想办法收复之后, 她就留在云家, 替我监视云老夫人他们。 你别出去了, 去把那人带过来。 小舅, 你该好好休息。 我已经睡了好几天了, 浑身骨头都散了架, 正好让她过来听听她有什么事情, 也好让我动动脑子, 不然我真怕生锈了。 见云素音迟疑。 那天我本来答应过你, 要去四皇子府的, 可后来因为意外没去, 你总要给小舅一个表现的机会啊。 云素音闻言, 扑持笑出声, 便也没再拒绝。 你怎么过来了? 是云家那边出了什么事情? 小姐之前, 让小的盯着赫明院那边。 今天, 紧直突然找到小的, 说老夫人病了。 病了? 昨天, 公子来林家找了小姐之后, 就一直没有回去。 等林家下人送消息说, 公子留在林家市集后, 老夫人和侯爷大吵了一架。 侯爷怨怪老夫人, 不该让公子来林家, 说是唯一能让小姐心软的把柄也没了。 公子留在林家市集, 刑部那边又拦着侯爷, 不准她与夫人见面。 老夫人怕夫人咬不紧牙关, 并将侯爷扯进水里, 又怕小姐和林家继续追究, 就想着借病重逼着小姐回去。 她得到好主意, 想得到, 她是真病假病啊。 早间, 老夫人还进了两碗燕窝粥。 能吃能喝, 哪里病了? 锦芝知道这件事之后, 就急忙来告诉我了, 我赶在侯爷之前, 过来就是要提醒小姐一声, 免得小姐措手不及。 我出府的时候, 侯爷也已经出府了, 我朝着小路过来的, 侯爷怕也要快到了, 小姐还是早做应对才好。 云丽安的王八蛋赶来, 我非要打死他。 大爷, 不好了, 外头来了好多人。 云丽安还真敢来, 我去会会他。 不是的, 大爷, 来的不是云侯爷, 是四皇府的人。 四皇子府? 那四皇子侧妃, 身边还带着五六岁的孩子, 两人站在外面也不进来, 只说要找表小姐。 是云书月和云嘉义。 我出来的时候, 侯爷已经走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来的, 是大小姐他们, 之前仅值说是侯爷来的。 云丽安最要脸面, 他就算想拿着老夫人病重, 来逼着我和云锦园回去, 也不会自己出面, 否则, 要是撕破脸皮闹起来, 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我出去看看。 我跟你一起, 我也去。 麻烦管事通传府内, 求阿音出来见我一面, 我知道他恨我, 我也不为之前所作解释。 青南自尽时做了错事, 我愿意跟他父亲请罪, 他说想要, 我也能将四皇子还给他。 我不过一介孤女, 得侯爷后代才能入了侯府, 我不该奢求, 我不能碰触之物, 也不该羡慕他跟侯爷父女之情, 四皇子待他情深义重, 所以才与时想错, 只是我从来都没有害他性命之心, 我母亲也不敢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云测飞, 您和表小姐的事情, 我们这些下人都不知道, 我们已经派人去禀报了, 您有什么话你起来再说, 别为难我们这些下人呢。 我不起来, 阿音若不见我, 我就跪死在这里。 你…… 阿音, 我知道你恨我, 可府中其他人无辜, 祖母因为之前的事情 记得已病不起, 病中思念的, 只有你一人, 你不愿见我, 还将锦园也留在了林家, 祖母他老人家怎么承受得住呢, 还有嘉义, 他是你的亲弟弟, 血脉相连, 你就算不愿见我, 也该见见他呀。 云淑月一掐云嘉义, 云嘉义疼得哇的一声哭出来, 阿音, 你要是恨我, 他可冲着我来, 要打要骂, 我都受着, 我只求你和靳元回去见见祖母, 只要你肯回去, 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我求你。 云淑音和林延青他们出来的时候, 还没到大门前, 就听到外面的声音了, 这个女人脑子有病吗, 她一个皇子侧妃, 跪在咱们门前, 是想干什么, 叫人看见了, 还以为咱们折辱皇室的人, 我弄死她。 表哥, 别去, 你别拦着我, 我不拦着你, 表哥去了想干什么呀, 跟她动手吗, 林月顿时噎主, 云淑月带着云嘉义这番做胎, 为的就是想要逼我们出去, 拿着云老夫人和孝道让我服软, 眼下, 她还只能拿着老夫人的病情说事, 你要真伤了她和云嘉义, 到时候, 错的就是咱们了。 听你表妹的, 别冲动坏事, 哼, 真他妈晦气。 云素音安抚出了林月之后, 这才跟着林延青他们, 一起出了林家大门。 阿爷, 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 阿爷。 刷她一下, 她才刚叫了一声, 来不及脉惨示弱, 就被云素音用力抓着两侧胳膊, 强行拽起来了一心。 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叫祖母病了? 你出嫁那日, 祖母不是还康见着吗? 昨天警员过来给外公试急的时候, 还说祖母一切都好, 怎么才半天的时间就突然病重, 甚至连床都下不来了。 云淑月被她提起来时, 吓了一跳, 谁知, 胳膊上两只手却好像铁钳一样, 死死地抓着她, 突然就传来一股剧痛, 让她疼叫了一声, 她下意识地朝着云素音一推, 云素音踉跛着松手, 错身时一脚勾在云淑月腿上, 云淑月就只感觉到腿上一疼, 整个身子砰的一下就跪坐在了地上, 膝盖撞在地面上时, 疼得脸都扭曲了一瞬。 你干什么呢? 阿音只是问问老夫人的情况, 你推她干什么? 疼, 我的手好疼。 你别撞不作样, 阿音可没碰你, 你以前在云家的时候, 你就总是欺负阿音, 装着柔弱陷害她, 刚才我们可是看见了, 阿音可没怎么找你, 你别来我们临界前面碰瓷, 云侧妃还请自重。 周围的人看着倒在地上的云淑月, 都露出古怪来, 他们可看得分明, 那云家二小姐只是情急之下, 拉了一下这位四皇子侧妃, 一个姑娘家, 能有多大的力气啊? 可这位倒好, 先是叫疼, 然后推了人家不说, 还自己朝着地上一躺, 这是想干什么呀, 碰瓷吗? 侧妃, 您没事吧, 快起来。 别碰我, 疼, 侧妃, 地上寒凉, 您, 您先起来, 我, 我痛不了了。 云淑月只觉得, 胳膊上像是被火灼烧一样, 一阵阵地发麻, 甚至小半边身子都没了知觉。 你, 你怎么这么狠毒? 我只是让你回去见见祖母, 我已经愿意把四皇子还给你了,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害我? 我好疼啊, 快, 快去叫大夫, 我好疼啊。 我没有, 你个贱人, 你个坏女人, 聂种, 你不许欺负我姐姐, 不然我叫爹爹打死你, 把你送到尼光安去, 嫁个赖皮狗, 永远都回不来。 周围的人瞬间哗然, 你个小兔崽子, 你胡说什么? 你个坏蛋, 你放开我。 云家一拼命扑他, 林月抓着他脑袋一按, 直接被他一口就咬在了手腕上, 疼得倒吸了口冷气。 你们都是坏人, 我要叫我爹爹打死你们, 云素燕你个贱种, 坏女人, 你才不是我们云家的人, 你不得好死。 谁教给你说这些话的, 这就是你们沐安侯府的教养? 下一不是有意的, 是云素燕欣伤我, 他不懂事, 只是护着我。 我知道阿姨恨我之前所做的事情, 可我今日来, 是真的为了赔罪, 也只是想要让他回去看看祖母, 祖母最疼的就是他, 如今病重, 也只惦记着他, 我只是想要让他回去看看他老人家, 可他却先伤我, 我没碰你。 云素燕紧抿着唇, 跟哭闹不休的云淑月不一样, 之前撞到的地方像是受了伤, 手臂有些不自然地垂着, 却只是抿唇, 露出几分绝窖, 黑毛里委屈, 却未曾落泪, 这么多人看着, 我从头到尾都没伤你, 你以前就总用这种办法来害我, 假装受伤, 让父亲罚我跪祠堂, 一跪就是一两日, 可我从来都没有碰过你, 每次都是你自己作戏, 我没有, 明明是你伤我, 我身上好疼, 我站不起来, 既然你说我故意伤你, 那就去请大夫, 我不怕跟人对质, 大舅舅, 麻烦你去请个大夫, 替云侧妃看看, 她要是没受伤, 我今天绝不罢休, 云淑月莫名偷然生出一股不安, 去请大夫, 不用去请了, 老夫替她看看, 胡太医, 您怎么来了, 刚才贵府的人去了太医院, 说是府上有人重病, 百般恳请, 老夫出诊, 回大爷, 事务爷听说, 云老夫人重病, 就让我去太医院里请胡太医过来, 好能跟表小姐一起回去, 替老夫人看病, 可是没想到, 居然撞上四皇子府的 莫恩侯府的人在这里, 云瑟妃, 小人虽然不明白老夫人重病, 你为何要来邻家哭闹, 可要真是突然急症, 也该先请了太医, 替老夫人诊治才是, 不知道贵府可有请人了, 要是有的话, 我就将胡太医送回去, 也免得到时候, 两位太医一起有所冲撞, 云书月脸色一变, 可是对着周围那些目光, 他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只是掉着眼泪喊疼, 这是怎么伤的, 疼得这么厉害, 他伤的, 胡太医替他看了片刻, 确实皱眉, 哼, 简直胡闹, 你这什么事情都没有, 叫什么疼啊, 不可能, 他明明伤了我, 我身子都动不了, 胡太医皱眉, 又替他仔细看了看后, 甚至还伸手捏了捏他的手臂, 却依旧什么毛病都没有, 老夫已经检查过了, 你身上无伤, 怎么会动不了, 不可能, 你, 你肯定看错了, 老夫行医多年, 更在太医院里任职, 又岂会看不出你这身上到底有没有事, 别说你身上没有外伤, 脉相平稳, 就连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没有办点事, 你想诬赖伤人, 也得找个好些的理由啊, 你要不信老夫, 大科再找别的大夫过来瞧瞧, 看你到底有没有伤着, 你疯了, 你不是说阿音伤了你疼得厉害吗, 不是说你身上动不了了吗, 怎么, 突然又能动了, 云书月坐在地上时, 指着林月的动作僵住, 满脸不可思议的看着自己的手, 不可能啊, 刚才明明还疼得发麻, 整个手都动不了的, 你们云家的人还当真是无耻, 你娘想害阿音姓名, 你夺了阿音的婚事不说, 如今还跑到我们林家的门前来陷害她, 你要是要点脸, 就该滚回四王子府去, 好好养着你肚子里那块肉, 别出来丢人现眼, 我, 我, 我不是, 我, 我没有, 我刚刚明明很疼的, 我, 无耻啊, 难怪突然换了婚约, 原来有了孩子, 我就说嘛, 好端端的干嘛跑来林家门前又跪又磕头的呀, 原来还以为是为了云老夫人, 没想到居然还想着害人家云家二小姐呀, 什么为这老夫人哪, 要真顾着老夫人, 就该去请太医, 人家林家人都能想到的事情, 他们想不到吗, 跑来人家门前闹腾, 难不成, 原二小姐回去, 那老夫人病就能好了, 呸, 不要脸, 一只安静的云肃音突然闷哼了一声, 像是吃痛一样, 阿音, 胡太医, 你快过来, 替我表妹看看呢, 胡太医听到林月叫他, 顿时一惊, 连忙过去看了一眼, 你这是怎么搞的, 骨头都错位了, 赶紧别站着了, 老夫替你看手, 别, 祖母还病着, 先去摩恩侯府, 去什么去, 你看看, 你都腾成什么样子了, 还去侯府, 你这胳膊不想要了, 是不是啊, 要针坏了手, 你将来怎么办, 可是祖母还病着, 我担心她身体, 麻烦胡太医, 跟我去一趟侯府, 替我祖母嚼嚼身子, 我手没什么事, 她刚说完, 就不小心碰着错位的地方, 嘴里闷哼一声, 疼得脸都白了, 周围人瞧见她那模样就知道, 她伤得有多严重, 云二小姐, 你还是先让太医替你看伤吧, 那云老夫人也不在乎这一会儿时间, 就是啊, 怕是刚才被这云家公子撞着了, 可别摔断了手, 这伤了骨头, 可大可小, 先去看祖母, 你, 林延青确实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她刚开始还没明白云肃音想做什么, 以她的医术, 连老爷子和林荆叶都能救得回来, 那么严重都能让他们保住性命, 又哪能让自己这么难受呢, 你只想着你祖母, 怎么就不替你自己想想啊, 大舅舅, 行了, 你别乱动了, 我知道你担心老夫人身子, 可也不能不顾你自己, 林月, 你赶紧扶着你表妹回去, 找个大夫, 给她看守, 我带着胡太医, 一起去摩恩侯府, 来人, 把云侧妃扶起来, 你今天来林家到底是为了什么, 大家有眼睛的都能看得清楚, 如果你是想要让阿音回去, 大可派人来请, 可是你来了之后, 不让人通传, 不入府中商议, 只带着个智领小儿朝着门前一跪, 将阿音推到风口浪尖, 恨不得能将他名声毁得一干二净, 你堂堂皇子侧妃跪在我林家门前, 是想让人骂阿音不孝不敌, 还是想让人以为, 我们林家仗势欺人, 欺辱他们沐恩侯府和四皇子, 我没有, 我只是想救阿音回去, 大夫人病重在床, 重病在床阿音回去又能如何, 她被你弟弟伤了手, 之前又被你母亲所害, 险些没命, 她自己身上都有伤, 她又怎么给云老夫人试急, 还是偌大的沐恩侯府, 请不起一个治病的大夫, 用不起一个伺候老夫人的痒痪, 我林家请了太医, 我林延青亲自去试急, 你要是还觉得不够, 我林家上上下下所有人都能去云老夫人床前侍奉, 府中丫鬟轮流让她使唤, 云素音听着林延青的话, 在心中暗暗替自家大舅舅鼓掌, 林大人不用了, 只要阿英跟我回府就好, 阿英又不是灵丹妙药, 她回去能干什么, 老夫人是思念成疾, 别管是什么成疾, 既然是疾那就是病, 有病就得治, 你带着你弟弟过来, 跪在我们林家门前又哭又闹, 想来云老夫人的病症极为严重, 既然如此, 你现在又拦着我们不让胡太医前去替她诊治, 是为了什么, 我, 阿英被你弟弟伤了手, 你却非逼得她回去不可, 到底是云老夫人重病, 还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些都是假的, 你们不过是想找个借口来逼着阿英回去, 想要害她, 我没有, 父母是真的病了, 既然病了, 就立刻去看, 来人, 快去, 请大夫, 一声骨头被挪正的响声, 原本还白着脸的云素音挥了挥胳膊, 你, 你的手, 表哥忘记了, 我自己就是大夫, 他不是忘记了他是大夫, 而是他没有想到, 自家表妹这么生猛, 你手没事了? 没事了, 就是寻常脱臼而已, 他用了点小手段, 让自己看着严重, 要不是他当时自己做了手脚, 落地的时候, 谢力卸了自己的胳膊, 以云嘉义的力道, 也伤不了他, 所以之前, 云水月喊疼, 是你弄的? 一点小手段, 点了他疼穴罢了, 他想找我的麻烦, 我总不能半点回报都不给他吧, 林月瞧着笑眯眯的表妹, 背后, 生出一股寒意来, 好凶残哪, 还好表妹是他家的, 行了, 你去看看小舅, 让他别担心外头的事情, 我先回去了, 对了, 晚些时候我要出府一趟, 去见青鸡, 我也去, 不行, 为什么, 我是去审问青鸡关于刺客的事情, 好能查出到底是谁想要害外公, 到时候, 可能会用一些手段, 你确定, 你要跟着我一起去看? 算了, 我不去了, 你小心一些, 身边, 记得带人, 放心吧, 王爷给我留了人, 到时候, 影子跟我一起去, 姐姐, 云嘉义有些害怕, 他从来没见过姐姐这个样子, 姐姐, 我怕, 怕什么怕, 云淑月一巴掌打掉, 他想要来抓自己袖子的手, 吓得云嘉义哇的一声哭出来, 你哭什么哭, 刚才在邻家门前的时候让你哭你不哭, 你现在哭还有什么用, 我之前让你在邻家门前装委屈, 装可怜, 让你见到云素音的时候就抱着他哭, 你为什么不听话, 你居然还骂他,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还动手去推他, 云淑月气不过, 伸手拧了云嘉义一把, 云嘉义吓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一边疼得尖叫, 一边抬脚踹他, 你不是我姐姐, 你走开, 我要娘, 我要娘, 我的肚子, 云侯爷, 阿燕知道, 云老夫人重病之后极为担心, 只是她被你幼子所伤不能前来, 怕回来之后反倒是耽误了老夫人的病情, 所以我特地带着胡太医过来, 胡太医, 云老夫人的病就麻烦你了, 林大人放心, 老夫定会竭力, 替云老夫人医治啊, 云侯爷, 有什么事情稍后再说, 老夫人病情要紧, 胡太医见她挡在前面不动, 皱着没说, 云侯爷, 云侧妃带着你幼子去了我们林家, 又是哭求, 又是大闹, 说老夫人病重, 还说让阿燕回来见她最后一面, 这么严重的病情, 还不让胡太医去诊治, 云黎安正想拒绝, 谁知道, 一早回来的陈琪, 却是突然站出来, 胡太医, 老夫人的院子在后院, 向人领您过去, 云黎安怒视着陈琪, 可陈琪却只是低着头, 而胡太医也没多想, 就直接带着药童, 跟着陈琪朝着贺明院而去, 云黎安想要上前阻拦, 却被林延青拦住, 你拦着胡太医想干什么, 大哥, 别叫我大哥, 我可受不起, 跟老夫人身子安好, 卖戏强健, 顶多就是有些多思多虑, 云侯爷让她少私虑别算计, 老夫人自然长寿, 老夫太医院里还有事情, 就先告辞了, 胡太医黑着脸, 直接就走, 林延青听懂了胡太医的意思, 抬头看向云黎安, 大哥, 我只是想要阿音回来跟她解释, 你不用说了, 你到底做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 大哥, 我真的没有, 我和阿音是有误会, 我那么爱阴阴, 怎么会去害她女儿啊, 你别给我提我妹妹, 云黎安, 你好得很, 这些年你借着我妹妹吃了我们林家多少好处, 我要你一分不少地吐出来, 林延青说完之后, 转身就走, 这个废物, 他骂了一声云淑月, 转念又想起刚才冒出来带着太医进贺明院的陈琪, 怒气冲冲的, 就想要找他麻烦, 可谁知道, 让人去找他时, 才发现陈琪居然不见了, 云黎安气得险些透血, 匆匆进了房中之后, 跟云老夫人就是一顿争执,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办法不行, 那林家是什么地方, 你居然让着他们去闹, 现在好了, 胡有鱼肯定不会替咱们瞒着, 林延青也会落井下石, 你简直老糊涂了, 你个混账东西, 你居然还来怪我, 我之前让你去做这事的时候, 你难道没有答应吗, 啊, 是谁去找了云淑月, 让他带着嘉义去的, 你还好意思来怨我, 要不是你当初没长脑子, 纵容王室母女欺辱阿音, 又明知道云淑月害了阿音, 却还把四皇子的婚事换给了她, 今天又哪里会生出这么多的事情来, 你口口声声说我糊涂, 怎么不想想, 当初要不是你管不住自己, 明明得了林家这么大的好处, 还放不下王室, 有哪里会有这后来的一切, 要不是我帮你处理尾巴, 就你做的那些混账事情, 早就被林家的人扒皮抽筋了, 哪还有脸, 在这里怨怪我这个一心替你着想的母亲, 母亲, 我, 我没有怪您, 我只是一时情急, 我原想着, 阿月能把阿音骗过来, 可谁想到来的居然是胡太医, 她要是出去一阵乱说, 那咱们, 乱说又能怎么样, 去闹的是云淑月, 实在不行, 就把她推出去, 说她为了替她母亲说情, 才出此下策, 我们对此事全部知情, 太医来时才知道她做了什么, 可是, 可是什么, 你要是心疼你这个女儿, 那就别怕丢人现眼, 反正我一大把年纪, 半截身子都已经入土了, 就算真闹出什么笑话, 也无所谓, 你要是不怕丢了你这爵位就行, 云黎安原本还有些犹豫, 可听到云老夫人的话后, 顿时一咬牙, 儿子, 听母亲的, 天色暗下来时, 就跟着影子出了府, 等站在摄政王府门前时, 她邪逆影子, 你别告诉我, 青鸡被关在摄政王府, 青鸡是南越戏座, 从金远楼被抓之后, 救人小灭口, 而她身上有石官两国, 暗探来往的渠道, 王爷担心会有人接求, 而且这京里面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王府, 所以, 所以对着云素音面无表情, 还有些编不下去, 为什么王爷惹恼了人家姑娘, 要让她来背锅呀, 阿音, 过来, 叫狗呢, 你怎么才来啊, 本王等你好久了, 薰大王爷, 你的脸呢, 在阿音手里, 那样子, 像极了咬着尾巴讨好的大狗子, 阿音, 这男人到底哪里学的, 这么会, 他被蹭得板不起来脸, 只能用力掐了一下他的脸, 撒娇也没用, 阿音, 别蹭, 阿音, 下次, 不许那样了, 好, 听阿音的, 反正成情之后, 床上的事情, 阿音说了不算, 男主内, 女主外嘛, 这次, 就原谅你了, 阿音真好, 影子和万军齐刷刷地朝着一旁扭头, 没眼看, 这绝对不是他家王爷, 轻机被拖上来的时候, 身上看着像是被动用过大型, 摄政王就别白费功夫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也交代不出来你们想要的东西, 你有种杀了我, 这么我一个弱女子, 算什么男人, 她是不是男人, 不需要你知道, 我知道就行了, 不过, 你这种能杀人能卖交的弱女子, 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你是谁,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 你只需要知道, 你之前哄骗罗海下毒, 差点要了我外公的命, 惹恼了我, 我这人吧, 别的什么都不怎么在乎, 可唯独有一点不好, 那就是记仇, 云素英上前踩着青鸡的手, 捏着他有些痴疼的脸, 是个美人, 不过, 就是走错了道, 我给你一个机会, 交代出你身后的人, 还有对凌家动手的目的, 要是不说, 可就别怪我不怜香惜玉了, 不过就是个规格小姐, 他连摄政王府的人的手段都不怕, 酷刑之下不也熬了过来, 又怎么可能去怕他一个, 连血都未必见过的娇小姐, 先让其他人出去, 君九渊朝后看了眼, 影子和万军就带着人退出了大牢, 哼哼哼哼, 没想到啊, 堂堂大进摄政王, 居然也能被一个女人左右, 我还真当你不尽女色, 跟传闻一样, 是个活太监呢, 不过, 王爷的眼光可不怎么样, 不过就是个美人, 我难道不如他? 轻机侧脸, 露出个魅惑的笑来, 他心中冷笑了一声, 这君九渊传闻厉害, 却也不过是个自大的蠢货, 一个断了腿的瘸子, 一个没武力的娇小姐, 真当他这细作什么都不会吗, 居然敢单独面对他, 眼见着他手, 都快要掐住云素音的脖子了, 那边, 君九渊居然还不为所动, 轻机心中划过魔古怪, 上起来不及细想时, 就突然感觉到腿上一疼, 却是云素音一脚踩在他膝盖上, 那脚用力一踢时, 他腿上一麻, 而身前以为娇弱的女子, 行住了他的手腕, 用力朝后一搬, 你会我? 当戏做得什么时候这么蠢, 都不好好打听打听消息吗? 见到轻机脸色巨变之下想要挣扎, 他手腕一转之时, 手里就突然多出两根金针, 在轻机满眼惊惧想要反抗的时候, 就突然扎到了他的颈侧, 轻机身形一僵, 整个人浑身一麻, 瞬间就动弹不得, 而云素音却还没停, 只将另外一根金针扎入他的百惠穴, 他眼前一昏暗, 脑子里瞬间就迷惑了起来, 看着我, 金针弹明起来时, 云素音声音带着又哄, 手指放在他脸侧, 指尖带着某种诡异的规律, 轻点着他的肌肤来回反复, 而他嘴里轻哼着奇怪的血, 军酒渊神色混沌了片刻, 就猛然惊醒, 这是, 射魂? 你叫什么? 清姬, 你的身份? 南越善王府细作, 潜伏大经十年, 暗中替南越传递消息, 为善王谋事。 你是死士, 还是有短处被善王拿捏? 我以前只是杀手, 后来, 父母和弟弟, 被善王带走后, 就成了细作, 被派王大进探听消息, 只要我安心替王爷办事, 王爷就会护他们周全。 军酒渊挑眉, 他跟善王打过交道, 那人阴损狠辣, 行事也是不择手段, 而且喜好南风, 没少弄死一些俊俏少年, 在南越的名声也极差, 只不过他手中握着拳, 又得月帝的心, 所以才能在南越朝中立足。 可是这人, 跟林家应该没有旧仇才对呀, 就算真想做什么, 也不该是对着林家来, 为什么要暗害林老爷子呢? 乖孩子, 既然替善王办事, 那这次, 为什么会对林明淳下手呢? 心机听到善王二字, 脸上突然露出挣扎之色, 像是碰触到了什么一样, 眉心皱了起来, 云素音连忙手中继续轻点着他脸侧, 对他下着暗示, 片刻后, 他才又安静下来。 心机乖, 回答我的问题, 为什么要杀林明淳? 王爷传讯, 让我找机会毒杀林明淳, 未说理由, 知道, 要将林明淳, 斩草除根。 那林静夜呢? 王爷不许人动林静夜。 林家的刺客, 是你们一起派去的? 不是。 那些刺客跟罗海一起动手, 你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 王爷没有交代, 还有刺客, 京中有摄政王府布控, 四处都有监视之人, 行刺太过, 容易惊动大进官府, 且, 也会让我身份暴露。 王爷交代, 不能让林明淳的死, 和林静夜扯上关系。 所以, 我才选择诱惑林家管事罗海, 让其下毒, 毒杀林明淳。 善王有没有可能, 在你之外, 另外再派杀手? 不会, 我是善王府在大进京城细作之首, 所有联络南岳之事, 皆要经我之手, 王爷所有的交代, 也会吩咐给我, 再由我传达下去, 不会再找旁人。 善王, 为什么要保护林静夜? 不知道, 王爷没有交代。 那林静夜跟南岳可有关联? 没有, 我在南岳的时候没见过他, 王爷以前也没提起过他。 云素音松了口气, 林静夜带他不差, 对林老爷子的关切也不像是作假, 他喜欢这个新任不久的小舅舅, 不希望他会跟林家行刺的事情有关系。 善王在京中还有多少细作? 都是哪些人? 清机乖巧地低声说着, 而云素音凭借着记忆, 将那些人名地名都记下来之后, 走到一旁, 拿着那本来让人招供的纸笔写了下来, 等将那纸上写得密密麻麻, 清机也交代干净, 他才拿着那纸张上前, 让清机盖了个手印。 等做完这一切后, 云素音伸手取了清机身上的金针, 然后在清机耳边打了个响指。 啪的一声之后, 原本乖巧的清机眼中瞬间茫然, 过了片刻后就恢复了清醒, 随即满眼惊恐地看着身前的女人。 你做了什么? 也没做什么, 不过就是知道了, 你是南越善王府的戏作, 从你嘴里套出来了一点东西。 你到底干了什么? 你, 你会妖术? 妖术不妖术的, 你就别管了, 你只需要好好想想, 要是你家那位善王知道你出卖了他, 甚至还将所有戏作的名单都交代了出来, 你说, 他会做什么呀? 说不定他会送你一份大礼呢。 送你, 有这东西, 想必让他配合应该不难, 说不定还能挖出点南越别的东西来, 其他事情我不管, 可是善王给外公下毒的仇, 必须要报。 好。 影子和万军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之前不管怎么行训, 都咬死了牙关, 一脸不逊的青鸡, 面无人色的摊在地上, 云素音有些无趣的掀出了地牢。 我家阿英的话, 你也听到了, 两个选择, 要么替本王办事, 本王保你弟弟和父母平安, 要么, 本王现在就让人, 将这名单上的人全部抓回来, 斩断了善王所有的手脚, 再将你的口供送去南越善王府。 青鸡的犹豫只有片刻, 奴, 愿效忠摄政王, 影子和万军的下巴都差点掉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不过出去了小半炷香的时间, 这青鸡居然就主动服了软。 青鸡已经服软, 反了善王将他所知道的事情, 全部招供出来, 稍后, 我会安排人顺着他的路子, 去南越走一趟。 放心, 善王伤了外公多少, 本王便要他还回多少。 你就不怕吗, 没什么想要问我的。 问什么? 妖术啊, 那个青鸡的情况你也看见了, 你就不怕我这么厉害会对你不利。 那你会对本王不利吗? 那可不一定, 你哄着我对你动了心, 万一哪一天你干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 我就像是控制青鸡一样, 也把你给催眠了, 然后让你脱光了衣裳, 去城门前跳舞。 他说话间择了一声, 朝着君九渊下腹部看了一眼。 看哪儿呢? 别瞎想, 我没看, 他闻言将人拉过来, 轻咬了他嘴唇一下, 见他不满得哼哼, 这才说, 哼, 你刚才的目光, 就像是恨不得拔了本王衣裳, 虽然早知道你垂眼本王美色, 可也含蓄一些, 本王受不住。 君九渊撕磨着他嘴唇, 捧着他后脑勺, 亲吻了片刻, 才哑着声音说, 我虽然不知道, 你所谓的催眠是什么, 可想来应该跟南疆夺人神智控制人心神的秘法差不多, 要是没有秘药配合, 一直坚定的人, 你应该是控制不了他, 对吗? 本王不是轻机, 没那么容易被人控制, 而且本王也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再说了, 舍得让本王脱光了衣服, 去给别人看吗? 云素音被他亲得脑子糊里糊涂, 身子热腾腾的, 手里朝着他下腹摸去, 被他一把抓住。 再乱摸, 吃了你。 云素音别别嘴, 他倒没想到, 君九渊一眼就看出了催眠的破绽, 他有些不情不愿地咬着他脖子, 磨了磨牙。 我是控制不了你, 可你要真敢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我就剁了你手脚, 弯了你眼耳, 把你塞进罐子里泡酒。 这么凶残。 怕不怕? 啊, 本王怕死了。 那你以后就乖乖的, 要敢背叛我, 你就完了。 好, 本王永远都乖乖的, 求阿英联系。 这人怎么这么会啊, 让他有些扛不住, 从刚开始的彼此逗弄, 到后来都动了情巢, 云素音被君九渊推开的时候, 还满眼茫然, 有些不高兴得别别嘴, 还想要缠上去, 却被他抵着脑袋推了回来。 你干嘛? 君九渊自己憋得难受, 见他脸色飞红, 眼角全是情动的艳丽。 现在不行。 为什么?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 有什么不行的? 本王说了不行, 还没成亲。 那有什么, 我又不介意。 可我介意。 他喜欢他, 将他视为珍宝, 就想要给他最好的一切。 所以, 四皇子府中, 哪怕他中了药, 行动时那般吃馋, 可他却也没有真的跟他欢好。 只是用手替他解了药性, 却憋得自己难受的险些爆炸。 乖, 本王会尽快娶你, 也想将最好的一切都留在洞房花中。 阿音, 我不想与你之间有任何遗憾, 也不想怠慢了你。 云素音神色微正, 见男人喘息着, 像是难受极了, 却依旧忍着眉眼都泛了红。 他有些不高兴地嘀咕了一声, 老骨板, 可嘴角却是忍不住泛着被人珍重的喜色。 你的腿最近感觉怎么样了, 有好些吗? 已经有知觉了, 照着你之前说的, 每日都用药玉泡脚, 又让夏侯以针灸疏通经络, 现在已经能短时间扶着东西站立了。 那就好, 药玉和针灸不能停, 要每天坚持着, 以后每隔几天, 我就过来替你行针一次。 照着这情况, 再有一两个月, 你这腿就能完全康复了, 到时候, 再慢慢复健, 要是好好锻炼, 就能和常人一样, 能跑能跳了。 他总能从他嘴里听到一些新奇的词, 比如催眠, 比如之前在姓林堂时的恒温, 还有刚才的复健, 这些词他都是第一次听说, 心中有些疑惑, 你体内的毒压制得也很好, 脸上的毒素再有一两次就能完全消退了, 等我找到办法, 替你解毒之后, 你就能比常人更健康了, 以后, 你也不用再怕这毒发作, 不过, 还得等一段时间才行。 他体内的毒有些复杂, 他得好好研究研究。 你不用着急, 慢慢想就行, 之前夏侯说, 万毒冰残, 能够解世间所有的毒, 我已经打听到了那东西的下落, 回头, 我让人找来跟你玩。 我那是解毒, 什么叫玩啊? 再说, 这世间哪有什么能解万毒的东西啊? 世上万物, 都是相生相克, 此之甘露, 彼之披霜听过吗? 能够解毒的, 都是对应了相对的药性才能生效, 那个万毒冰残, 我也听夏侯说起过, 如果是天生天长, 是不可能解所有的毒的, 能被他克制的毒, 才能借其解除。 如果不是生来能解毒, 而是人工培育出来的, 那就更不可能了。 我估计, 也是以毒药喂养起来, 达到以毒攻毒的效果, 就像是你体内的血一样, 一些普通的毒, 用你体内的血就能解掉, 那万毒冰残, 指不定, 还比不上你体内的药性呢? 万毒冰残, 可以找来让我瞧瞧, 看看能不能入药, 不过, 想要解毒, 还是得想别的办法, 不过你放心, 我肯定能找到办法替你解毒的。 慢慢来, 不急, 林荆叶的事情, 你打算怎么处理? 清姬招供这些, 你可要告诉外公。 我, 还没想好。 我觉得, 你可以去找林荆叶。 为什么? 直觉, 不管是善王还是那些杀手, 就算真跟林荆叶有关系, 这种关系应该都是对立的, 哪怕善王是让清姬保护林荆叶, 可是他毒害林老爷子, 一旦林荆叶知道, 两人之间, 也势必会成为死仇。 你这些年被困在慕恩侯府, 鲜少跟林家来往, 所以不是很清楚。 林荆叶虽然是林家的养子, 可是林老爷子, 待他跟林家其他子嗣, 没有任何区别。 林荆叶跟林家几个兄长的关系, 也十分融洽, 甚至, 他这人还极为后短。 怎么个后短法? 不问缘由, 只讲情不讲理。 当年林荆叶, 突然气闻从商, 好端端的, 从前程无量之人变成个商户, 满京城的人都在嘲笑于他, 可林家众人却都护了他, 从无一人嫌弃他, 坏了林家清明。 大概两年前, 林宗平外出办事的时候遇了危险, 被双河邦的人所劫, 是林荆叶单枪匹马的, 带着人去将他从双河邦里抢了回来。 你三舅舅林崇锦在渠州那边当官, 也多靠林荆叶替他疏通关系, 以商人的身份帮他联络当地的士族, 才能那么快地在渠州站稳脚跟。 以前林荆曾经惹过一次大火, 打伤了北地来的使臣, 林荆叶不问缘由依旧护着, 赔付了大笔钱财替他消灾, 等回到府中才狠狠地打了他一顿, 听说将人打得一个月都没有下得了床。 善王不管为了什么原因, 毒杀林老爷子就注定跟林荆叶会生仇怨, 虽然我想不明白善王为什么这么做, 但是我觉得林荆叶跟他之间应该也是对立的。 林老爷子年纪大了, 中毒之后身子也没养好, 经不起刺激, 不过你可以把亲戚的事情跟林荆叶说说, 他要是在意林家, 就算不告诉你缘由, 也会想办法反击。 别小看你这个小舅舅, 他不简单。 成, 等我回去之后, 我就找小舅舅问问。 怎么了? 胳膊疼, 就看到他手肘上有一大片青紫。 怎么弄的? 还不是云书月, 下午的时候, 他带着云嘉义跑到林家来, 说是林家那老太太病了, 缠绵病榻的时候, 只想见我一面, 说的跟人快要死了似的, 他们姐弟俩跟脑子进水了一样, 朝着林家大门前就是一跪, 又哭又求又磕头的, 口口声声地说着, 林家的人不讲道理, 拦着我不准回去, 说我不笑, 饮了一堆看热闹的人。 他们伤了你? 他们哪能伤得了我呀, 是我嫌他们俩烦, 而且, 也总不能一直让他们在林家门前跪着, 让林家也跟着我一起, 被人指指点点, 所以啊, 我就用了点苦肉计, 逼他们离开了。 苦肉计? 对呀, 他笑眯眯地将自己做的事情说了一遍, 得意洋洋, 你没看到, 当时云书月那脸呢, 都清了, 被人骂得狗血淋头的, 小舅也厉害, 请了个太医过来, 刚好赶着将人捶死。 往后啊, 看他还敢去林家门前撒泼, 君酒渊脸色, 却半点没有好转, 伸手捏了他一下, 疼疼疼, 你别碰。 吃得疼, 还用什么苦肉计啊, 他们敢在林家纠缠, 让人将他们打出去就行, 怎么值得你伤了自己, 去逼他们退走? 他们都找上门来了, 哪那么容易敢走啊? 不走就打。 他可是四皇子侧妃, 哪能随便打呀? 你还是摄政王妃, 这天下谁不能打? 就是皇帝, 他打了, 他也替他兜着, 云素音听着头顶的声音有些不对, 孩头时候才发现男人动了怒。 阿渊, 君酒渊目光沉沥, 脸上满是阴云,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们, 这伤看着恐怖, 可实际上没什么的, 你看, 连皮都没破。 可君酒渊却是目光沉沉地看了他一眼后, 然后转动着轮椅朝着外间走去, 君酒渊, 那边没人回声, 臭男人, 刚刚明明还好好的, 他胳膊疼都没生气, 他发哪门子的脾气啊? 云素音越想越生气, 起身就朝着门外走, 原本以为出去的君酒渊, 推着轮椅进来了, 去哪儿? 要你管, 放开, 见他紧抿着嘴唇时, 眼里透着委屈, 君酒渊拉着他没受伤的那只手, 没松开, 云素音想甩手, 又怕伤了他, 只能气鼓鼓地被拉了过去, 坐在榻上, 扭头不看他。 唉, 我没有跟你发脾气, 我只是心疼。 我知道, 你顾全林家, 也怕朝着云叔月动手之后, 会让林家受了牵连, 可是你要记得, 你身后还有我, 我希望, 你能活得, 自以快活。 无论是闯祸了, 惹了麻烦, 哪怕就算是捅破了天了, 都有本王替你撑着。 云素音明明纯, 想要说话, 就见他拉着自己纤细的胳膊, 将刚才取来的药拿了出来, 倒了一些, 在手上搓热之后, 才将手放在他手肘的地方, 低声说, 忍一忍, 我将浴血替你推开, 不然明天还会更疼。 男人手中微微用力时, 一阵刺疼传来, 云素音忍不住, 疼得吸了口气。 你先忍忍, 要是疼得厉害, 就咬我。 云素音突然就眼睛有些发热, 君九渊。 嗯, 怎么了? 我下次, 不会再伤着自己了。 君九渊手中停了下来, 神色软和得不像话。 君九渊, 你怎么这么好啊? 我觉得, 我现在有些离不开你了。 那就别离开了。 夜深时, 云素音才翻墙离开。 阿渊, 你瞧我像不像是 夜会小娘子的偷乡贼? 君九渊脸上一黑, 万君和三宝, 肩膀抖了抖, 险些笑出声。 小娘子, 你要好好的养着, 等爷下次再来宠幸你。 他说完, 就翻身跳了下去。 君九渊脸色黑漆漆的, 听到身后稀稀苏苏的笑声, 他扭头, 面无表情。 万君和影子忍着笑意背过头去, 他们呀, 什么都没看到。 云小姐跟王爷感情真好啊。 君九渊面无表情的扫了他们一眼, 他这一世英明啊, 早晚有一日, 得全毁在那小丫头手里。 本王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王爷放心, 已经办妥了。 妥了? 我带着人去四皇子府时, 还没来得及动手, 他们那边自己就先出了乱子。 四皇子妃肚子里那胎本就不稳, 午后又去林家门前闹了一场, 也不知道离开时, 怎么跟云家那位小公子起了生旨, 被他一脚踹在胎死腹中。 四皇子不看中云淑月, 却看中他肚子里的那块肉, 还惦记着想要借着孩子重得圣心。 可如今, 被云家义一脚给踹没了, 再加上之前那些事情, 他哪能放过云家的人呢? 四皇子妃那孩子没得突然, 人又遭受了重创, 眼下那死胎在肚子里流不出来, 四皇子和云家那边正四处求医呢, 不准任何人进入慕容征府里, 替云淑月看诊。 王爷这是想要活活疼死云淑月? 之前慕容征大婚, 动手脚的人查出来没有? 已经查出来了, 表面上是大皇子动了手, 可使得是二皇子, 那个朝着云小姐想要的管事, 是二皇子埋在四皇子府里的钉子, 抓了人, 为了药, 扔去南风楼, 给他个教训。 万军猛的一抖, 那南风楼可是京中最大的小官馆, 能去里面的全是喜好南风之人, 把二皇子灌了要扔进去, 那下场…… 林家, 云素英回去林家的时候, 也没惊动任何人, 原本是想要跟林荆月说说南月的事情, 可是到了院中时, 就又停了下来, 琢磨说辞。 谁在那里? 是我。 啊, 表小姐, 您怎么来了, 是来看五爷的吗? 嗯, 我有些担心小舅, 他情况怎么样了? 五爷情况好多了, 白日里服了药就睡下了, 也没有再经济高热的情况。 那就好, 你夜里守着小舅的时候警醒些, 如果有什么不对, 记得及时让人通知我。 小姐, 要进去看看五爷吗? 我就不去了, 让小舅好好休息, 等明天我再来看他, 你进去照顾小舅吧, 我先回去了。 小姐慢走。 云素英转身离开, 云霄正准备进屋, 就听到身后突然传来一声询问, 云霄。 小姐, 还有什么吩咐? 啊, 也不是什么大事, 之前不是抓住了跟罗海有关的那个南越戏作吗? 我已经叫人审出来了, 那人是南越善王的人, 那些行刺的刺客也有了线索, 等小舅舅醒来的时候, 你跟他说一声, 撵得他担心, 云霄手指紧了一瞬。 我会转告五爷, 夜深了, 小姐回去的时候也当心一些。 嗯, 我知道, 你快进去吧, 我也走了。 从锦西院绕出来时, 云素英脸上的笑容就淡了下来, 想起刚才云霄听到他说起善王时的反应, 哪怕云霄脸上没有半点不对的神色, 甚至连身形都没有变化, 可云素英却已经知道, 林荆叶应该早就猜到那些刺客是谁, 甚至也知道善王, 一般人的反应肯定是追问缘由, 甚至好奇那细作到底说了什么, 可是云霄却什么异常都没有, 甚至没有追问缘由, 这反应本来就不正常, 所以, 这事真跟小舅有关系, 他想要的答案已经有了, 消息也送给了林荆叶, 想要知道他在这件事情里的立场是什么, 就只看他接下来的反应了, 吴爷, 您醒了, 谁来了, 是表小姐, 阿阴, 怎么没进来啊, 表小姐担心扰了吴爷休息, 表小姐挂心您的伤势, 所以特地过来看看, 还叮嘱我好生照顾吴爷, 交代了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 他就是个半大孩子, 比谁都操心得多, 表小姐也是关心您, 母恩侯府跟四皇子府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云霖安和云老夫人, 装病算计表小姐的事情, 已经传出去了, 胡太医被云老夫人要挟不准乱说, 还试图拿银钱让他闭嘴, 他老人家性子倔, 一气之下回去太医院后, 就好好替他们宣扬了一把, 云家那些蠢货, 胡太医是他精心挑选的人, 既出身太医院又家世斐然, 胡太医这人平时不与人为难, 可谁给他气瘦, 他却也能直接跟人掀桌子, 云家的人要是好生好气地哄着他, 他或许不会掺和这些事情, 替他们遮掩了过去, 夫人居然蠢得拿钱想要收买他, 甚至还威逼利诱, 胡太医不掀翻了云家的房梁顶, 将他们的脸皮接下来扔在地上踩才奇怪呢, 云淑月那边呢, 他小铲了, 不是我们人动的手, 是他从府前离开之后, 跟云家那小儿子起了争执, 那云家慈踹了他一脚, 再加上他下午在冰天雪地里又跪又闹, 伤了胎气, 他们从咱们府前离开没多久, 就抬回四皇子府, 说回去的时候, 云淑月就已经溅了红了, 谁在中间搅浑水啊, 二皇子慕容显, 哼, 又是他, 五爷, 先前四皇子府表小姐被人所害也是出自他手, 可要给个教训, 他怎么对我们林家姑娘就怎么给他还回去, 属下明白, 父亲的身子好些了吗, 五爷放心, 老太爷的身子已经好多了, 听说今天已经能下床走动了, 厨房那边送的饭食也都进得香, 还问起了五爷, 要不是外头太冷, 表小姐不让, 老太爷估计还要过来瞧你, 别让父亲过来了, 免得战胜我身上遭的血腥气, 等我好些了, 再去看父亲吧, 表小姐说, 清姬开口了, 善王训下的手段, 五爷也知道, 安理清姬被抓之后, 不可能出卖善王, 可是刚才表小姐却说他, 已经知道清姬是善王的人, 还说之前那些刺客, 也有了线索, 云霄将刚才, 云素英跟他说的话复述了一遍, 才继续说, 表小姐让我告诉四爷一声, 说让您安心, 她哪是让我安心呢, 小丫头怕是起疑了, 怎么会, 表小姐没说什么其他事情, 而且, 属下什么都没有多说, 哼, 就是因为你没有多说才有问题, 清姬是被摄政王府的人, 从金月楼带走的, 她估计, 也是从军九约那里知道了消息, 过来探探的, 原本可能只是有些怀疑这些刺客, 是冲着我来的, 如今跟你这么一说, 怕是确定我跟南岳有关, 那表小姐知道了, 老太爷那里, 父亲心明睿, 恐怕也就早猜到了, 父亲那里, 我会跟他解释, 至于南岳那边, 让韩烈打断山王一条腿, 让山王府三人将他儿子的尸体, 挂在南岳京城墙头, 算是给父亲赔罪, 至于参合这次刺杀我的人, 一个都别放过, 那南岳我不愿意回去, 不代表他们就能肆意妄为, 告诉山王, 下次他如果再敢对父亲做什么, 派人来大进坏了我们安稳的日子, 我就让他们所有人都安稳不了, 对了, 阿殷既然已经回了林家, 先前姐姐带去沐恩侯府的嫁妆, 也要有人盯着, 云淑月出嫁那日, 是不是取走了姐姐的龙凤琉琳八宝镜, 取走了, 而且还寄了红筹招摇过世的, 放在嫁妆盒子上当了头装, 寓刺的东西也敢拿着招摇过世, 说他一句蠢都是便宜的, 去给大皇子那儿套个信, 就说慕容征和云剑谋夺林氏女嫁妆, 善用欲赐之物, 想来, 慕容胜巴不得慕容争更倒霉一些, 慕容争怎么样他不管, 可是云淑月, 哼, 他们林家姑娘的东西, 谁敢染指, 他就剁了他的手, 接下来的两天, 云素音在林家过得格外自在, 替林老爷子看看病, 偶尔去林荆叶那儿瞧瞧他的伤, 他没再提清妻的事情, 林荆叶也没说, 两人像是心照不宣的默契, 只后来听影子说, 京中南月的那些细作和探子, 全部被人拔了, 尸体几乎全在城外找到, 所以, 后来对上笑容温润的小舅, 云素音的态度就更温和了些, 除了给林老爷子和林荆叶看病, 云素音偶尔被两位舅母拉着说说话, 再不然, 就窝在屋中, 翻看林月替他收罗来的画本子, 这古代的画本含蓄, 刚开始瞧着时还挺有意思, 可看多了也就索然无畏起来, 云素音扔了画本, 感慨了一句没心意, 被林荆嘀咕了一通, 他便随便跟她说了个, 霸道女山贼, 抢夺小夫郎的故事, 引得林荆拍案叫绝, 林姐姐, 我好想你啊, 你不知道, 我这段时间都快被闷坏了, 我娘不准我起身, 连房门都没出半步, 你要是再不来啊, 我就快无聊死了, 你母亲也是担心你, 你不知道, 那日得知你掉进冰湖写些没命时, 你母亲她也写些去了半条命, 我知道她担心我, 其实, 我自己也吓坏了, 还好你救我出来, 要不然, 我真死在那冰窟窿里了, 云姐姐, 那个王氏当真是可恶, 她居然这么害你, 好在咱们都没事, 要不然呢, 我爹爹和祖父肯定不放过她, 不过, 我听我娘说, 这事情, 跟云侯岩和四皇子有关, 是真的吗? 当时抓住的人招供是这么说的, 不过, 应该只是说辞, 啊, 不是他们, 嗯, 云丽安虽然早就有害我之心, 也的确是想要把我送去给四皇子府做妾, 可是, 她只会用一些暗中的手段, 不会这么明目张胆的, 害我拖累云家的名声, 至于四皇子, 我在她府中出事, 要是被所有人瞧见, 我跟人苟且, 我自己当然名声全无, 她也落不了好, 再说, 她只是想要毁我明杰, 不是想要毁了我的清白, 姐姐的意思是, 他们也被人陷害了, 算不上陷害吧, 只不过是有人借力打力, 把他们当了刀子, 那, 是, 是谁想害姐姐呀, 这么恶毒, 想害慕容争的, 大概也就是跟她有利益牵扯的那几个皇子, 对了, 云姐姐, 你知不知道, 云淑月小铲了? 啊, 小铲了? 什么时候的事? 就前几天, 我也是听我娘说的, 说她前几天带着云嘉义去别人家里闹事, 回去后就出了事情, 那孩子是被云嘉义给踹没的, 云淑月那孩子被云嘉义踹没了后, 胎死腹中却留不下来, 一直搁在肚子里耗着她的命, 四皇子府和云嘉的人四处去请大夫, 可请了三个, 你猜怎么着, 怎么了? 一个出门前吃坏了肚子, 拉得起不了床, 一个经过闹事的时候, 被从天而降的花盆砸伤了手, 最后一个更离奇, 都已经小心翼翼保护着到了四皇子府门前了, 结果下马车的时候, 踩滑了脚, 滚下来, 直接摔断了腿, 你不知道, 现在外面的人都说, 四皇子府跟大夫犯冲呢, 还说, 云淑月干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所以, 不管四皇子府的人去请谁, 谁就倒霉, 然后, 就没有大夫感激四皇子府的大门了, 后来呢? 后来, 外面的传言就越来越凶, 从刚开始说四皇子妃伤天害理, 渐渐的, 就有人说, 是皇室之人失德, 才天降惩罚于皇室子嗣, 陛下震怒之下, 派了禁军亲自护送宫里的太医去了四皇子府, 云淑月肚子里的孩子倒是强行流了下来, 可是他的身体也被虚耗殆尽, 掩掩一息, 眼下, 就剩下一口气掉着了, 四皇子不肯担师德天谴的名声, 云淑月这事就必须要找一个人来承担罪责, 而踹掉孩子的云嘉义就成了罪魁, 云淑月要是活下来, 有他求情或许能饶了他一命, 可是要活不下来, 无论是庆云帝还是慕容争, 都肯定要找一个出气的地方, 云嘉义必死无疑, 唉, 也不知道云淑月跟云嘉义到底起什么争执了, 那么点大的孩子下手这么狠, 不过我听说云嘉的人还没死心呢, 太医都说云淑月救不回来, 他们却不甘心, 满京城的找一位神医, 神医? 对啊, 姐姐可能不知道, 之前安国公府少夫人外出时出了意外, 所有人都说保不下来了, 就连廖少夫人也是性命垂危, 后来得以神医出手, 不仅剖腹取子, 让她顺利产下双生子, 就连廖少夫人也因她施救, 熬过了生死大劫, 活了下来, 云嘉老夫人亲自去了安国公府, 想要让他们帮忙介绍那位神医, 只可惜, 安国公府的人说, 他们也不知道那神医是谁, 就连姓名堂的大夫也说, 那位神医只是碰巧买药的时候, 遇到了廖少夫人才施以援手, 谁也不知道她的身份, 云嘉的人倒也厚脸皮, 好像认准了安国公府知道那神医身份, 连着好几天缠着人不放, 云老夫人更是日日都去安国公府, 一待就是小半日, 非得逼着安国公府说出那神医的下落不可, 云素音琢磨了一下, 就知道, 恐怕是林月和林家的人怕她糟心, 挡了外头的消息, 云家的人, 这两日还天天去安国公府, 怎么不去啊, 天天都守着, 听说, 昨儿个, 云老夫人在安国公府哭闹的时候, 惊召了两位小公子, 安国公夫人动了怒, 直接让人将他们撵了出去, 结果那老太太倒好, 就在人家门前处着, 哭求让安国公夫人救的孙女一命, 险些没将安国公夫人气个好歹, 等从冯家出来之后, 阿罗嘀声说, 小姐, 回去吗? 不回, 去安国公府。 小姐, 是老夫人? 马车走得近了, 云素音就听到, 莫恩侯府那几个下人, 边哭边求的声音, 而云老夫人虽然没像他们那么狼狈, 却也是瞧着可怜委屈, 云素音冷哼一声, 他们居然还真敢, 他刷的拉开车帘, 就下了马车, 等到了跟前, 云老夫人才认出他来, 刚张嘴叫了一声阿音, 就见云素音仰手, 一巴掌就落在他身边, 哭叫得最凶的那人脸上, 阿音! 二小姐! 阿罗, 给我看着他们, 谁敢再叫一声, 就给我打烂他的嘴。 云素音, 你干什么呀你, 你大姐还等着人救命呢? 他等着人救命, 跟安国公府有什么关系? 他有今日, 那都是他自己作死, 你来缠着安国公府的人干什么? 逼着人家替你请神医, 你跟人家安国公府什么关系? 凭什么要人家替你云家人出头? 你…… 祖母前几日, 不是病得都起不了床了吗? 如今还能领着人来安国公府哭嚎? 您穿着这一身素服, 不知道的, 还以为您给人哭丧呢? 云素音, 我是你祖母! 你要不是我祖母, 我早就让人将你捆了扔回侯府去了, 何至于让你在这里丢人现眼? 云家好歹也是堂堂侯爵之家, 你这么不要脸面地带着人撒泼耍赖, 云家祖宗八辈子的脸都被你们给丢尽了。 甘请几位小哥帮忙通病府上, 请国公夫人一见。 云小姐, 对不住啊, 我家老夫人早就已经说了, 不见任何云家的人。 你去禀告一声, 就说我是云素音, 老夫人会见我的, 那人见云素音说得笃定, 迟疑了一下才答应进去禀告。 阿音, 你和安国公府的人认识, 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的事情你有几件知道, 你除了在佛堂里佛, 捏着你的佛珠串子, 在我跟王氏母女起了冲突, 闹得不可收拾时, 出面叫我服软, 稀释宁人, 你有什么时候关心过我? 阿音, 我, 我是你祖母。 我知道, 你记恨陈嬷嬷的事, 可是他做的那些都跟我没关系,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王氏收买去那么害你。 你已经将王氏和陈嬷嬷送去了刑部大牢, 我之前也病了一场, 咱们府上被你闹个一团乱, 连你父亲的仕途都受了影响, 你如今这般模样, 是想干什么呀? 连我这个祖母也不想认了吗? 我倒是希望不认。 云素因! 我劝你还是别打我的好, 你今天碰我一根头发, 云淑月就直接等死吧, 我保证, 他到死, 你们都找不到想找的人。 云二小姐, 你怎么来了? 我已经说过, 安国公府不知道神医在哪里, 你们怎么还不走啊? 国公夫人,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我那孙女还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若不是神医救命, 她恐怕活不下来呀, 我知道, 你们府上少夫人跟神医有缘, 一双小公子, 也是得她相救才能活命, 你们必定知道怎么找到神医, 还请国公夫人能够告诉我呀。 我说了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那日姓林堂神医救人之后就直接走了, 我们也找不到她。 怎么可能呢? 国公夫人何必这么骗我呢? 那神医后来, 明明还去见过廖少夫人两次, 甚至还来贵府看诊, 若不然, 我也不会找上门来相求啊。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求国公夫人就大发慈悲, 救我那孙女一命, 我给你跪下求你了。 她说话间, 双腿一软, 就想朝着这边跪下, 安国公夫人哪敢受她跪拜啊, 连忙就想上前去打, 可谁知, 却被云素音突然按住了手, 云素音见她弯着腿, 僵在半空, 一声嗤笑, 云老夫人顿时脸上涨得通红, 眼瞅着安国公夫人眼里也露出讥讽, 她咬咬牙, 砰的一声跪了下来, 个得膝盖生疼, 我家老夫人这一辈子都不求人, 如今能为这个妓女做到这地步, 也不容易, 国公夫人便成全了她吧, 可是你, 没事, 我有分寸, 行了, 去扶云老夫人起来, 天寒地冻的, 有什么话进去再说吧, 国公夫人哪, 不知那位神医在哪儿啊, 我该去哪儿请她呀, 老夫人当真想知道, 还请国公夫人告知, 你想知道, 也不是不行, 那神医的确还留在京城, 也跟我们安国公府有所往来, 而且眼下就在国公府中, 啊, 真的, 哎哟, 太好了, 还请国公夫人请神医出来一见, 只要她肯救四皇子妃, 她要什么报酬, 我云家都能给她, 老夫人可真大方, 阿阴, 淑月是你姐姐, 也是四皇子妃, 她的安危, 关系咱们整个云家, 请国公夫人, 让人去请神医过来, 只要她愿意救四皇子妃, 什么条件, 我们云家都能答应, 不用去请了, 你想找的神医, 就在你面前, 啊, 就, 就在我面前, 云老夫人睁大眼, 猛地朝着旁边看去, 周围只站着两个安国公府的下人, 还有锦芝和阿罗, 这些人都不可能是神医, 毕竟, 神医哪能在安国公府当仆人呢, 可除了他们, 她眼神落在云素音的脸上, 瞧着她满是梁博又带着戏谑的笑后, 刷的一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 你, 你是神医, 不可能, 你们合起会儿来骗我, 你有什么值得我骗的, 要不是你不要脸面, 在我国公府门前纠缠, 你以为我愿意搭理你, 云二小姐的的确确就是你要找的神医, 我孙媳妇和两个孩子的命, 也都是她救回来的, 你不是要找神医吗, 神医就在这里, 你, 真的是神医, 要我给你演示演示吗, 云素音手腕轻转, 就见她原本空空如也的指尖, 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两根金针, 被她甩出去后, 就直接朝着云老夫人急射过去, 擦着她耳垂穿过去后, 砰的一声, 挂在她身后不远处摆着的墨竹摆劲上, 云老夫人痛得捂住耳朵, 好久没练过了, 有些失了准头, 还请老夫人莫怪, 云素音, 老夫人, 还想救人吗, 那是你姐姐, 我娘可没给我多生出个姐姐来, 再说, 你刚才还说, 只要能救云书月, 你们云家什么条件都能答应, 怎么, 知道我是神医之后, 就想以老卖老, 不要脸的占我便宜, 咱们虽然是亲戚, 可亲兄弟还明算账, 老夫人, 还是要点脸吧, 你这可不孝女, 我要是孝顺, 这会儿坟头草都该三丈高了, 我这人行医治病, 收费贵得很, 你也要点脸, 别拿着你的身份来压我, 你要我给云书月治病, 也不是不行, 看在好歹都幸云的份上, 将我娘的嫁妆, 原原本本地还给我, 让我带去林家, 我就替你救人, 你休想, 云老夫人脱口而出, 等对上安国公夫人那诡异的目光, 才猛地反应过来, 深吸口气说, 你娘的嫁妆, 是该给你和景元, 可是你还没出嫁, 而且那些嫁妆里面, 有好些铺面田地, 你也打理不好, 景元还小, 将来她取亲席绝, 想走仕途, 都须花小, 你要是将你娘的嫁妆败了, 将来景元怎么办呢? 哼, 感情, 你们云家是离了我娘的嫁妆, 就活不了了, 云景元是我娘的儿子, 可他却还顶着你们云家的信, 信的是你们云家的族谱, 我娘的嫁妆是林家给的, 怎么着, 你们还惦记着, 用我娘的嫁妆, 给你们云家养儿子, 让你们云家子嗣平步青云, 没了我娘的嫁妆, 你们就供不起一个云景元了, 你没学过物事, 怎么能打理那些东西呢? 能不能打理那是我的事情, 我不会, 还有舅母他们, 舅母不会还有外公, 再不计, 我高价买两个人回来, 签了死器, 让他们打理, 谁敢拿我的东西, 我就打断她的腿, 我娘的东西, 我必须带走, 你们要是不给, 那你们就等着云淑月死了之后, 云家义跟着陪葬, 云家上下担着谋害黄寺, 害死黄子妃的罪名, 丢官罢绝, 说不定还能来个边关十年游, 留洗三千里呢, 你别忘了, 你也是云家人, 我是啊, 不过, 我只要敢在你们抄家灭族之前, 把自己嫁出去, 到时, 我可就不是云家的人了, 锦元哪, 他你也不管了吗, 我管他干什么呀,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况且, 他也没把我当姐姐, 那种没良心的小白眼狼, 送你们云家, 跟你们作伴正好, 你, 你, 云老夫人不敢去赌, 也赌不起, 他脑子里急速转着, 对着云素音哆咆逼人, 双眼一闭, 就直接晕过去了, 老夫人, 我劝你还是自己醒过来的好, 否则待会我替你扎针的时候, 要是不小心扎错那么两个地方, 你这一倒, 可就再也起不来了, 云老夫人的眼睫颤了颤, 却依旧装死, 四皇子妃骤诗黄四, 云家一谋害清解, 云老夫人被他们刺激, 伤心惊怒之下, 中风在床, 国公夫人, 你觉得这说辞怎么样啊? 挺好的, 这人老了呀, 总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惊怒之下中风, 也数正常, 你尽管失真, 待会儿, 我让人将他抬回穆恩侯府去, 我们安国公府男儿全数战死, 就剩我们几个女子, 陛下想来, 也不会为着一个瘫痪了的 罪臣之家的告命, 来寻我们的麻烦, 云老夫人心中矩阵, 猛的睁眼, 对上他们满是嘲讽的目光时, 狼狈至极, 怎么不晕了?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说过了, 我要我娘的嫁妆, 当年她带去云家多少, 如今, 我就要带走多少, 连带这些年, 她用嫁妆所生的力, 也要一并给我。 好, 那些东西我可以给你, 只是有些商铺田地需要交接, 你先跟我去救人, 等你救人之后, 我就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给你。 你是觉得, 我傻, 还是你傻呀? 要么现在就给, 要么, 我现在就离开, 你等着给云淑月收尸吧。 我说的是真的, 你娘的嫁妆除了金银钱财, 还有好些都是不好挪动的东西, 一时半刻, 真的给不了你。 不动产不能给我, 那房契有吗? 地契有吗? 还有账策账本? 管事之人? 你别告诉我, 这些东西你都没有。 云老夫人脸色煞白, 她原本想要先把云肃阴糊弄过去, 可没想到她这么精明, 半点都不给她机会。 云老夫人啊, 我听说四皇子妃命在旦夕, 你要是真想救人, 就干脆一些, 否则回头, 她要是真死了, 你们莫恩侯府就算有再多的东西, 也抵不过皇家两条命债。 好, 我给你。 云素阴阳纯, 早答应不就好了, 非得磨蹭这么久。 她让人取了纸笔过来, 递给云老夫人后说, 口说无凭, 写个字去吧, 就写, 临氏死后。 云家未曾照料好其留下的一双儿女, 云丽安所取忌妻很多, 谋害原配敌女。 云家无言面对临氏, 愿让临氏儿女归于临家, 且自愿归还, 当年临氏带入云家之嫁妆, 以及多年所产利息。 从今往后, 临氏儿女与云家再无牵连, 云家绝不自扰。 不可能, 竟然是云家嫡子。 云家不是还有一个儿子, 云家亦也是嫡子。 你想留着我们, 无外乎是基于云家威势, 想要借着我们, 拉拢临家, 借临家的东风。 可是你觉得, 经过四皇子府的事情之后, 云家还可能跟以前一样, 处处帮着你们。 云丽安纵容王室害我, 养废了云锦园, 陈某某那里到底有没有旁人手笔, 也还未必。 临家不找你们算账, 就已经不错了。 你要是现在答应让我和云锦园离开云家, 并且归还我母亲的嫁妆, 以临家轻正之风, 他们也不会怎么跟你们为难。 而且, 你和云丽安还能博得一些好名声, 可你们要是还一直纠缠。 你信不信, 就算这次云书月死后, 陛下饶了你们, 临家也不会放过你们。 云素英看着云老夫人脸上变化不断, 满是迟疑, 就再添了把火。 我没想离开云氏一族, 只不想继续留在云家, 往后住在林家罢了。 让你写个字句, 也是怕你们再来骚扰林家。 云锦园依旧还是他儿子, 该孝顺的还是会孝顺, 逢年过节, 给他坟头烧点纸钱, 上炷香, 也是孝顺。 好, 我写。 云素英就在一旁看着, 免得云老夫人在字面上钻空子, 这些想要的意思将字句写完, 又落了手印之后, 云素英才将那张纸收起来。 国公夫人, 还烦请您派几个人, 跟着老夫人一起去墨恩侯府拿东西, 先将东西暂时放在你手里。 我会去四皇子府, 暂时保住云淑月的命, 等你将东西送到安国公府, 国公夫人派人来去任无误之后, 我会给他救治。 我娘的嫁妆当年是在官府有备案的, 所以老夫人别存着侥幸心理, 到时候, 大家扯破脸皮了, 彼此难堪, 云素英的话几乎堵死了云老夫人所有的念头, 连后路都不给他留。 用不着你说, 东西我给你了, 可你要是治不好书月。 治不好就治不好, 如今京城里除了我, 你还能找谁? 云素英的话让云老夫人气得, 简直恨不得挠她的脸。 不过你放心, 我这人呢, 最讲诚信, 我说会治他, 就会尽力去治。 反正你们也找不到别的人救他, 死马当作活马医, 对不对? 你好狠, 我们走。 云二小姐, 国公夫人换我阿音吧。 那, 你也别叫我国公夫人了。 老夫人, 你跟你祖母这般翻脸, 当真好吗? 你眼下要回了你娘的嫁妆, 可你和你弟弟, 终究还是云家的人呐。 等四皇子妃这事过去之后, 他们将来, 照样还是能靠着身份拿捏你呀。 那他们要是没有将来呢? 安国公夫人一愣, 云素英诞生说, 云家的事情, 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四皇子府里我被下药, 云丽安和他母亲都不无辜, 还有我娘的死。 您放心, 我既然敢与他们撕破脸, 就不会给自己留后患。 莫恩侯府那边就麻烦老夫人了, 东西拿回来后, 暂时放在您这里, 等晚些时候, 我再来取。 啊, 那你小心一些, 可要我陪你去四皇子府啊。 不用了, 云素英正想说话, 就听到外面有人急急忙忙地进来通传, 说摄政王来了。 陪我的人来了, 你怎么来了? 不想把王来? 哪有, 他来了才更好呢, 待会儿也就能更嚣张一些。 老申, 见过摄政王。 国公夫人不必多礼, 之前的事情本王已经听说了, 多谢国公夫人替本王护着阿音。 王爷别这么说, 阿音本来就救了我国公府血脉, 要不是我府中的人走漏了消息, 云家的人也不会找上门来让他漏了身份。 这事不怪您, 我若想要隐瞒, 当初在姓林堂的时候, 就不会告知您真实身份。 况且, 云家的人不要脸面, 就算您府中的人没有说漏嘴, 他们也会死缠着您不放。 阿音说的没错, 上次辽少夫人经马的事情, 想必国公夫人也查到了一些, 这经中唯一不想让廖家产子, 承袭爵位, 接管老国公留下来的兵马的人, 国公夫人也该心中有数。 阿音今天过来不仅仅是为了出气, 故意跟云家人为难, 他是怕云家的人真豁出去不要脸面, 拉着你和安国公府下水。 宫里那位, 既与老国公留下的东西已久, 只是一直找不到借口, 要是云家人真拉着你们不放, 宫中那位怕是也会顺理成章地认了此事, 借着你们隐瞒神医, 让皇子妃身亡的事情, 拿你们开刀。 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我和王爷想的一样, 就是担心云家拿着安国公府顶罪, 所以才会过来。 我这身份, 本来也没有想要瞒着, 被人知道了也就知道了, 就算他们知道我身份, 也奈何不了我, 反倒是您和安国公府, 能不跟他们牵扯, 就最好不要牵扯。 您府上, 就只有几个女眷, 两个孩子又还在抢宝, 有些事情, 您还是当心一些。 其实, 按理说, 去云家拿东西的事情, 也不该让安国公府的人出面的, 不如这事就算了, 我通知林家那边, 让舅舅派人过去。 不行, 今天这趟我去定了, 你救了侍情母子三人, 就算国公府替你出头, 也没人能说出什么话来。 这事, 你别操心了, 林老爷子身体还没好, 林家那边也忙着刺客的事情, 待会儿, 我亲自带人去摩恩侯府, 将房器、地器和帐策之物拿回来。 你手里捏着云老夫人写的字句, 官府又有你母亲嫁妆的备案, 两他们也不敢乱来, 云素英见他这么说, 也歇了推举的念头。 万军, 属下在? 你带几个人陪着国公夫人一起去云家, 若有人为难, 不必留守。 多谢王爷。 阿渊, 你怎么来了, 是想我了? 这几天你没出林家, 我去找你, 都被林家的人给挡回来了。 你去过林家了? 去了, 还不止一次。 第一次见到老爷子, 被他拉着欣赏了一下午的名画古籍, 第二次直接被你大舅舅挡在了外间, 跟我讨论了两个时辰的朝中正事。 然后, 一老一少, 恭恭敬敬地把他请出了林家大门。 还笑? 你怎么这么惨呢? 君九渊脸色黑漆漆的, 伸手掐他脸颊。 我不笑了, 我不笑了。 君九渊手一松, 结果, 他又笑了起来, 他瞇着眼, 正考虑着是不是要收拾一下胆子越来越肥的小兔子, 满是威胁地掐着他的腰。 我真不笑了, 别掐别掐。 他一把搂住君九渊的脖子, 讨好的亲了一口之后才说, 我错了。 君九渊见他嘴里说着错了, 一双性眼却溢满了笑, 有些生气地咬了他一下, 见他捂着嘴巴叫疼才说道, 本王受这气都是为了什么,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 这哪里是受气? 冲其量, 就是娶媳妇的必经之路, 你都想要拱走人家小白菜了, 人家哪还能敞开白菜地的欢迎你啊? 见他抿着薄唇, 有些不高兴, 云素音亲亲他的嘴唇。 别不高兴, 外公和舅舅他们就是心疼我。 再说, 你想娶人家府上的姑娘, 总得多表现表现呢, 谁叫你以前的名声那么大, 他们也是怕我吃亏啊。 揽着女孩的腰回稳了过去, 像是不高兴地宣泄, 又像是郁闷之下的可怜巴巴, 他动作极雄, 像是惩罚着幸灾乐祸的小姑娘, 直到, 将人亲得气喘吁吁, 自己也憋着一股子火气, 难以发泄, 他才抱着他, 在他耳边叹气。 本王怎么就栽在你手里了, 马上年节了, 除夕宫宴, 你可要进宫。 嗯, 舅母说, 玉妃点名让我去。 玉妃是大皇子生母, 你先跟四皇子闹翻, 二皇子又出了丑事, 他怕是看出林家对你的看重, 想要趁机拉拢你和林家。 应该吧, 不过, 他拉拢我也没什么用, 外公和舅舅虽然疼我, 可事关林家虔诚, 却不是我说了算, 就算他和大皇子 指望着从我这里挖点什么, 最后也得失望。 对了, 二皇子的事情是你做的吧? 什么事? 就南风楼啊, 你可别说你不知道, 昨天二皇子被人灌了药, 扔去南风楼, 险些当着好多人的面上演活春宫, 这事满京城的人都知道了, 听二舅舅说, 早朝的时候冯玉使还弹劾了他, 二皇子几乎成了满京城的笑柄了。 知道。 所以这事真是你做的? 之前在四皇子府里收买那个管事谋害我和冯官官, 后来又嫁后给四皇子和云丽安的, 就是二皇子对不对? 你是在替我出气? 你不觉得我这么做太过狠毒? 哪狠了? 啊, 他都想要我身败名裂了, 他在四皇子府里给我下药, 想要毁了我的时候, 怎么不觉得狠毒啊? 现在, 也只是一报还一报, 要是换做是他, 他做的比军酒渊还要更狠呢。 他亲了军酒渊一口, 你替我报仇, 我很开心, 奖励你的。 我家阿英果然跟旁人不同啊。 我选的男人也一样, 就喜欢你这么干脆利落, 有仇必报的。 慕容争对云素英存着恨意, 那目光就像含了刀子。 你要是不懂得怎么收好你那双眼睛, 本王不介意教教你, 皇叔今日怎么来我府中了, 也不叫外面的人来通传, 本王想去什么地方, 何时需要跟人通传, 别说是你这皇子府, 就是皇宫大内, 也没这规矩。 见慕容争紧咬着牙关, 面带恨意。 怎么, 挨了一顿板子长脾气了? 侄儿不敢。 黄叔是陪云二小姐过来的吧, 不知道云二小姐有什么事吗? 我听说, 四皇子侧妃并重垂危。 你是来探望她的? 怎么可能, 四皇子可别误会, 我跟你家侧妃之间, 可是有仇的。 她这种人, 就是死了我也懒得多看一眼, 不过是云家的人今天花了大价钱, 求到了我面前, 让我救她一命, 我瞧着他们挺大方, 就过来看看。 云家求你? 你是那个神医? 我说了云家的好处, 来替云淑月看诊, 四皇子还请行个方便, 慕容争脸色变化不断, 这样他还怎么拿安国公府 给父皇献礼呢? 你怎么可能是神医呢? 那就廖少夫人的分明是个男子。 四皇子是锅落寡闻, 还是没听说过, 什么叫女扮男装? 我是从安国公府过来的, 是云家老太太使了大把的家财, 跪着求我, 才将我求过来的, 见慕容争横在他们身前, 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 都说, 四皇子和四皇子侧妃, 间谍情深, 为替其求医, 跑遍整个京城。 如今我这个神医来了, 你却挡在这里不肯让我进去。 怎么, 四皇子是不想救你的侧妃, 还是有什么别的打算呢? 你别胡说, 我能有什么打算? 他感觉到, 一旁君九渊的目光, 凝在他身上, 眼里透着寒凉。 慕容争冷汗瞬间迎满了后背, 袁芒解释道, 黄叔别误会了, 我只是没想到, 云二小姐, 居然就是那位神医。 阿月受伤这么长时间, 我们满京城的找大夫, 求了一遍又一遍, 没想到, 大夫居然就在眼前。 二小姐要是能早些过来, 阿月也不至于受那么大的罪, 我那可怜的孩子, 也不会没了。 我说四皇子殿下, 麻烦你搞搞清楚, 我跟你家那位侧妃是有仇的, 你跟云立安算计我的事情, 我也还没跟你们算账呢, 别说你那孩子是云家义给揣霉的, 就算我真能保他, 我凭什么帮你啊? 要不是为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他才懒得搭理这些人呢。 云家不要脸, 合着你也不要了, 请你和云淑月对我做的那些事情, 你们两个就算死在我面前, 我也不会去救。 你哪来的脸, 还想着要我主动上门送人头? 要不要找个尺子来替你量量看, 你这脸皮到底有多厚? 你 别你呀我呀的, 云家找我过来, 付的可不止万金, 你确定要拦着我在这里说话? 回头云淑月要是断了气, 你可别赖我医术不惊, 我也会跟云家那边的人实话实说, 是你拦着, 不肯让我救人。 你那侧妃要治的话, 就带阿阴过去, 不治, 本王就带阿阴走, 离了这次, 回头你们要是再敢去纠缠安国公府的人, 打扰老国公留下的遗霜, 本王就打断你的腿, 把你送去国公爷布下的军营里, 也好叫他们好好照顾照顾你, 我带皇叔过去。 里头气味难闻, 我先进去看看他, 你在外面等我。 这个给你。 云素因疑惑, 接过来后看到里面的东西时, 顿时惊讶, 手套。 上次跟我说过之后, 我就找人照着你提起过的办法, 尝试了一下, 用焦灵丝, 混着软银, 编织而成, 里面取了牛长衣, 做了李琛, 算得上时水火不侵, 也不怕沾上血迹, 你试试看大小, 要是不合适, 我再让人重新去做, 里头误会血迹太重, 你带着这东西, 免得脏了你的手。 慕容征听到那句脏石, 总觉得君九渊是在嘲讽他, 手套下面还压着一条面巾, 也是用同样的材料支撑, 戴上之后, 能将他下半张脸和脖梗全部遮住。 怎么样, 合适吗? 嗯, 合适, 也不管慕容征还在一旁, 就凑上去, 亲了亲君九渊的脸颊。 我很喜欢, 谢谢我家最最体贴的阿渊, 你先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我进去看看就出来, 你也在大名候着, 我要替你家侧妃检查身体, 男子不便入内。 君九渊耳尖有些微红, 滴咳了一声后, 忍不住, 每一眼都泛着笑。 慕容征心底生出一股不平来, 紧咬着牙食, 有些不甘心地说, 皇叔就这么纵容云素音, 她是本王选定的摄政王妃, 皇叔难道不介意, 她曾经跟我定过亲, 她以前对着我时, 可装得像是贞洁猎女, 连根指头都不愿意让我碰, 口口声声说, 喜欢我, 却转头就对着皇叔, 却这么亲热, 简直不值廉耻, 而且那天, 她众目睽睽, 被人下药, 也施了明解, 皇叔娶她, 就不怕被人吵, 影子, 张嘴, 殿下, 慕容征被删的, 牙根都有些不稳, 张嘴就是心田, 皇叔, 我说的是实话, 你可知道, 她以前是怎么对我的, 她以前替我绣过荷包, 偷偷跟我见面, 叫我慕容哥哥, 一说话就红了脸, 还说她永远都只喜欢我, 皇叔, 她曾经那么爱慕我, 可一转头就跟了你, 指不定回头, 还会再有旁人, 我…… 君久渊体内隐隐作痛, 那内力涌窜之下, 毒素仿佛有发作的迹象, 压下那股剧痛之时, 感觉到那毒素隐隐地沉积下来, 她才冷立着眼, 看着慕容征, 有些话本王只说一次, 阿音是本王的摄政王妃, 论理你该叫她一声黄沈, 以后见到她, 给本王恭恭敬敬地候着, 要是本王再在你的嘴里听到这些话, 你这张嘴也就不要了, 本王让人拔了你的舌头, 本王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你功夫退步了, 回去驾训, 两巴掌居然都没打掉慕容征的牙, 要不是阿音再三吩咐, 她体内毒素被压制之后, 绝对不能动用内力, 她非得打烂慕容征的脸, 叫她居然敢提以前跟阿音的事情, 想起阿音居然跟慕容征定过亲, 君九渊眼底就闪过抹杀意, 醒了, 云素阴, 你来干什么, 看, 看我的笑话吗, 你有什么好让我看的, 看你这半死不活的样子, 还是看你说句话都费劲啊, 那满大街的杂耍唱戏的, 不比你精彩, 云淑月想要起身, 就感觉下身一股剧痛, 猛地跌回去后, 疼得叫出声, 你已经病入膏肓, 我只不过是暂时替你止了血, 详情用金针将你唤醒, 那金针还在你身上, 你要是嫌命长了, 就尽管折腾, 你们说个话, 不然呢, 你不会感觉不到, 你现在游进灯窟, 不过靠着外物吊着一口气吧, 见云淑月死死地看着她, 你也别这么看着我, 我今日不来, 三日内, 你照样会死, 我来了, 好歹还能让你醒过来, 不至于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明白, 你会这么好心, 我当然没那么好心, 谁叫你那祖母跪在地上, 捧着大把的银子求着我来, 连身份颜面都不顾了, 在安国公府门前撒泼呢, 云淑月愣了下, 神色微缓了下来, 是不是觉得, 她对你还挺好的, 为了你, 能豁出老脸, 出去求人, 别瞎想了, 要不是你肚子里这块肉, 是被云嘉义踹掉的, 你死了之后, 云嘉上下也得跟着陪葬, 背上谋害皇嗣, 害死皇子侧妃的罪名, 你以为, 他会为着你做到这种地步, 云立安又会答应, 让他出去丢人现眼, 你后说, 不可能, 父亲他不会, 他要是真不会, 就不该早知道, 你和四皇子苟且, 却装作不知, 不该纵容着他最疼爱的女儿, 跟人猪胎暗截, 甚至, 还暗中给你方便, 让你跟四皇子来往, 你该不会以为, 你跟四皇子偷情的事情, 做得有多隐蔽吧, 能瞒得过云立安, 瞒得过云嘉上下所有的人, 屡次来往, 都从没有被人察觉, 你那好父亲跟你的祖母, 不过是睁只眼闭只眼, 怕我拴不住四皇子的心, 保不住云嘉的荣华富贵, 所以, 才任由你出卖美色, 去当那个随时可以顶替我, 替他们拴住四皇子的人, 试问这天下, 有哪个心疼女儿的父亲, 会让自己女儿去做这种事情啊? 云素音见他浑身微颤, 脸上白的更加厉害, 再接再厉, 他要是真疼你, 以沐恩侯府的情况, 他大可以替你找个出身家世, 样貌品行都出众的夫婿, 要真疼你, 也不会明知道你身份尴尬的情况下, 还在你跟四皇子婚宴之上, 朝我下药, 毁了你大婚的好日子, 事后, 还将这些事情, 推给了你母亲和陈嬷嬷身上, 王世丹这个谋害嫡女的罪名, 又险些害死冯家女儿, 得罪了当朝阁老, 你没了四皇子宠爱, 失了地心, 连肚子里唯一能让你翻身的黄寺也都没保住, 你觉得, 你现在对于云家来说, 还有什么用处啊? 你活着, 所有人都会记着云家女儿跟四皇子苟且, 婚前失节, 你死了, 云家反而能断尾求生, 舍了你这个污点, 就算四皇子不喜, 他们也大可以再想办法, 跟其他的皇子来往, 云家嫡出虽然没了能与人联姻的女儿, 可旁之里面, 容貌秀美, 性子乖巧, 世灵的女孩却多得是, 哪一个不比苟延残喘的你要强? 要不是踹掉你孩子的是云家义, 云家怕你死后, 他们也会跟着陪葬, 他们恐怕早就送你一程了, 又怎会舍出脸面去求我来救你? 哪怕有金针压着, 云淑月也被这无比现实的话打击得气血翻涌, 忍不住张嘴吐出一口血来, 脸上的仅有的生机都散了大半, 云素音也不怕将人气死了, 她那百年身份的效果可没那么差, 过了一会儿, 云淑月才缓了过来, 你到底, 到底想干什么? 你为什么, 要告诉我这些? 自然是要你死个明白, 免得做个糊涂鬼。 你到底, 到底想干什么? 你为什么, 要告诉我这些? 自然是要你死个明白, 免得做个糊涂鬼。 当然, 在她死前气一气她, 也算是替原主报仇了, 云淑月气若犹思, 仿佛下一瞬那气息就要断掉, 云素音见江人气得够呛, 这才上前朝着她身前拍了一掌, 将一枚金针彻底没入她生死穴中。 我在替她施针, 谁都不准进来。 没听到阿阴的话, 她说了谁都不准进去。 皇叔, 阿阅叫得凄惨, 我就进去看一眼, 绝不打扰。 本王的话你听不懂, 阿阴说的不能进去, 谁都不准踏入半步。 影子, 守在门前, 谁敢进去直接打死。 房中, 血气弥漫, 云淑月生不如死。 云素音, 你杀了我, 杀了我。 你本就死定了, 我何必杀你, 丧了我的手。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 我跟你做个交易怎么样? 你现在气血两虚, 死胎留在肚子里, 没有排劲, 精气耗尽, 最多只有三天时间。 我刚才打了一根金针 进入你的生死穴中, 将你这三天时间也彻底耗尽。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 就让那金针留在你体内, 让你腾足十二个时辰断气。 要么, 我替你压制体内的疼痛, 你替我办件事情。 十二个时辰? 还要腾十二个时辰? 他怎么能忍受得住呢? 你也不用想着, 有人会提前送你走。 四皇子虽然不想让你活, 可明知道你快死了, 他绝不会在这个时候 落人把柄。 而云家, 一定会想尽办法替你续命, 说不定, 还能让你在十二个时辰后 再多熬几个时辰。 你…… 你能救我? 不能。 那你还想, 我, 我跟你做交易。 我是不能救你, 可却能替你压制疼痛, 至少让你在死之前 不用受太多的罪。 你想想, 反正你都要死了, 又何必折磨自己呢? 我, 我答应你, 你想要我做什么都行。 云速音撇撇撻嘴, 他还真当他能扛下去呢, 他上前走到云书月跟前, 隔着手套, 将人半提了起来, 取出金针便横刺入他后颈挤出药穴, 吃尖片刻之后, 那原本游走于他四肢百脉中的血腺, 快速收缩起来, 像是受到蟹一样, 朝着那金针所在的方向快速汇集, 而云书月嘴里的惨叫也逐渐淡去。 云速音手中一松, 他就那么光着上身如同一滩烂泥, 瘫在了床上。 他将金针收回来后, 云速音扯过一旁的被子, 扔在云书月的身上, 而云书月浮在那里喘息了一会儿, 才扯着被子满是怨恨地看着云速音。 我能让你不疼, 也能让你比刚才还疼, 你要是再这么看着我, 我保证, 让你知道生不如死的极限, 你远远还没有体会到。 你到底想要我干什么? 我要你以血书指证四皇子府那一日, 是云立安吓要害我。 你疯了? 我没疯, 不仅如此, 我还要你亲笔写出这些年, 云立安纵容你屡次行凶, 故意养费云锦元, 唆使你也有四皇子, 更与四皇子一起算计林甲, 想要有我外公设足皇权争斗。 云书越不敢置信地看着云素音, 而紧接着, 云素音说出来的话, 更是让他险些跳了起来。 云立安挺起另取, 明明早与王室成婚, 甚至怀上了你这个女儿, 却觊觎林甲与文人之间的威势, 哄骗我母亲下嫁之后, 却未曾与王室断绝往来, 将王室跟你豢养在外。 在我母亲去世之后, 他更堂而皇之将你母女接回林甲, 以祭世妓女为由, 纵容你们折辱林家血脉, 妄图谋财害命, 杀害我后, 图谋我母亲留下的嫁妆。 你……你…… 他怎么可能知道呢? 他是怎么知道的? 云素音原本还只是猜测, 可是现在, 看着云书越那副见了鬼, 满眼不甘慌乱的模样, 就知道他果然猜得没错。 想问我为什么知道? 你也不想想, 你和王室这么多年做得有多明显, 要不是有前仇救援, 我一个失去母亲庇护的女孩, 怎么就值得你们那么朝死里针对? 你和你娘贪心不足, 明明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 也让云丽安偏宠你们, 几乎忘记还有我这么个女儿, 可你们却还不放过我娘留下的孩子, 对我赶尽杀绝, 连半点活路都不给我。 你知道什么? 你从出生起就是侯府嫡女, 从小就长在莫恩侯府, 人人都知道你是云家的女儿, 你又怎么知道我的苦楚? 你知道我那些年过得有多狼狈吗?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恨你? 明明我也是侯府嫡女, 却只能当着妓女, 哪怕我姓云, 可谁都知道我不是原家的人, 高门大后的那些人瞧不上我, 小门小后的嫡出也能比喻我的出身, 我也是父亲的女儿, 我娘更在你娘之前, 凭什么你能站着侯府嫡女的位置? 而我却只能是个妓女! 你怎么不去死? 你怎么不死在南地? 只要你死了, 我才是云家唯一的小姐, 是不妻唯一的女儿! 云素音就那样静静地看着云淑月, 突然就冷笑了一声。 你想什么? 我笑你可怜, 笑你自欺欺人, 更笑你, 果然不愧是云丽安的种, 跟她一样, 像自私刻进骨子里。 你和我占了你嫡出的位置, 那你怎么不去怪云丽安抛弃弃子? 是她贪慕林家权势, 骗了我母亲, 也是她想要仕途虔诚, 听妻令曲, 抛弃你们母女。 是她让你身世不能陆于人前, 也是她把你当了棋子, 送给了四皇子, 这所有的事情, 都源自于她的贪婪和欲念。 你不去恨她, 反而来恨从来就没有为难过你, 甚至从头到尾都不曾知道云丽安过去的我。 你不恨云丽安, 不过是贪图她能带给你的富贵生活。 又舍不得侯府小姐的荣耀, 你不敢将你心里的不甘怨愿落在她的身上, 就挑着软柿子来捏, 把一切发泄在我身上。 你明知道我和我母亲无辜, 却从来都视而不见, 你总觉得全天下都欠了你, 却从来不去想想, 云丽安有今天的辉煌, 全是因为我母亲和林家帮扶, 你和王氏享用着云丽安踩着我娘尸骨 转回来的富贵青云, 用哪来的脸来怪我占了你的位置? 有本事, 你倒是离开了云家, 舍弃这些荣华富贵啊。 你要是能像你对我那样, 心狠手辣地弄死了云丽安, 将云家家产夺走, 让这个为了虔诚试图 抛弃你们母女的男人身败名裂, 一无所有, 我还能佩服你有仇必报, 是个人物, 可你现在这样, 废物点心。 云书越被她的话说得, 面皮更白, 之前被云素音压下去的那股疼痛, 好像又翻涌了起来, 我不管你是真恨我也好, 还是将自己的无能迁怒到我的身上, 我要的东西, 你要么现在就写给我, 要么, 我就送你一程, 我保证, 能让你在死之前, 尝尽这世间最苦的事, 后悔, 来人间走着一遭, 我可以写, 可是你要答应我, 事后, 要放过我娘。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 你连这点要求都不愿意, 我凭什么死前还要帮你毁了云家, 你想要的, 不过是毁了云家, 毁了父亲, 我能帮你, 我还知道别的事情, 只要你放过我娘, 我能留下血书, 就算我死了, 由我留下的血书为证, 你也能跟云家, 彻底脱离关系, 我娘嗜好强, 她也记恨夫人, 可是, 她从来没做过伤人性命的事情, 是我恨你, 才处处为难你, 也是我恨你, 才会让人把你拐去南地, 想要毁了你, 这一切, 我娘都没经手, 她做得最大的, 也只是在生活上苛待你几分, 如果她真想要你的命, 你小时候那么多机会, 她都能害死了你, 不止于等到今天, 云素音听着她的话, 对她口中这些, 不置可否, 阿音, 我这辈子都没跟你孵过软, 这一次, 我求你, 我求你, 碰过我娘, 我可以答应你, 只要王氏没做过不该做的事情, 云家势必之后, 我不会要她的命, 见云书月还想说话, 云素音谋色冷沉, 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 好, 云素音替云书月重新止血, 以金针赐穴, 勉强稳住了她的情况之后, 就站在一旁, 看着她拿着卷布, 以血书写云丽安的过往, 等她写好之后, 留了姓名, 按了手印, 云素音将血书收起来才说, 云丽安当年跟你娘成亲时, 可有婚书, 有, 东西在我舅舅家保管着, 你可以让人拿着我的信物去取, 所谓信物, 就是云书月的一枚玉佩, 云素音将那玉佩收起来后, 突然开口, 看在你这么老实的份上, 我提醒你一句, 也免得你死得不明不白, 那天你们从邻家离开之后, 云家义那一脚, 虽然踹得你动了胎气, 可只要有大夫及时过来, 你的孩子未必保不住, 而你, 也不会胎死腹中, 落到这般田地,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听说, 从你流产之后, 当那死胎留在你腹中, 整整四天, 热大的四皇子府都没请来一个大夫, 四皇子只扣押了云家义, 追究云家, 伤害皇嗣, 谋害侧妃之罪, 要不是云家怕担罪责, 满京城的找大夫闹得太大, 消息传进宫中, 丢了皇家颜面, 之前你府上那位太医还未必能过来, 你是说, 四皇子, 慕容争哪怕落魄, 他也是皇子, 在宫里挨了板子都有太医过来看他, 可到你的时候, 却没有一个大夫能踏进四皇子府大门的, 我已经替你止了血, 时针之后, 我会开服汤药给你, 让你最后这两天时间活得体面一些, 能如正常人一样, 两天之后, 你的时间也知道了, 好好珍惜吧, 云苏音, 你别走, 你把话说清楚, 你刚才到底是什么意思, 苏菲, 莲心, 你告诉我, 那天我回来的时候, 我的孩子还在吗, 还在, 只是后来流血过多, 大夫来不及赶过来, 才, 还没保住, 那后来呢, 后来为什么没请大夫, 不, 不是没请大夫, 福利去请了, 云家也请了大夫过来, 可是每个大夫过来的时候, 要么是路上出了意外, 要么, 就, 就在府门前摔断了腿, 后来, 后来外头的人就说, 您, 您是灾星, 说您是干了太多坏事遭天遣, 不仅拖累了殿下被陛下厌恶惩罚, 还害了那些替您看病的人, 然后, 然后就没有人再敢过来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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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群淑月, 你看看你费尽手段, 丧尽天良抢来的是个什么东西, 侧 侧 侧妃 您还好吗 我好得很 我的二妹妹医术高超 已经将我治好了 她说 只要我静养几日 就无大碍了 真的 太好了 是啊 太好了 好在她还有两天时间 好在 她还有机会知道真相 慕容争 你害死我的孩儿 害我性命 我就算做鬼 也要拉着你一起下地狱 怎么样了 阿月的病情能不能治啊 我要的东西 已经全部都给了安国公夫人了 你既然给了东西 我当然也会好好替她医治 云淑月已经没事了 我开副汤药给她吃着 明天就能活蹦乱跳 好了就好 好了就好啊 殿下 阿月已经救回来了 阿月最疼的就是她弟弟 那天的事情恐怕也是一场误会 不知道殿下能不能先放了嘉义啊 她之前情况那么严重 连太医都说她已经没多少时间了 你当真能救她回来 就没救回来 你自己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云老夫人有些不放心 连忙快步朝着屋中走去 阿月啊 你怎么样啊 祖母 我没事了 阿音的医术很好 我感觉 我现在好多了 云老夫人忍不住后悔 早知道云素因这么厉害 她一定会想办法将人留在府中 慕容争看着精神奕奕的云淑月 却是脸色阴沉 我说四殿下 之前我来给云淑月看诊的时候 你拦着 现在我替她医好了 你又这副死了人的脸色 你到底是希望她康复呢 还是不希望她康复 你要真不希望她好 我再给她扎上一针 送走归西 云淑月原本还笑盈盈的 听到这话 手里一紧 原来 刚才云素因来替她看病 慕容争还拦着她了 她就这么想要她死 你别胡说 我当然是希望阿月好的 只是阿月缠绵病她这么多天 你一下子就说将她治好 我有些难以置信 难以置信 就去请个别的大夫瞧瞧 可别回头我治好了 前脚刚走 她又出了什么毛病 你们再来怪我 有纸笔吗 那丫鬟偷看了自家殿下一眼 连忙走到一旁 取了纸笔过来 而云素因服案 将药方写好之后 就直接递给了云淑月 这方子里的药煎好之后 每三个时辰 必须喝一次 别忘了时间 看在云家请我来花了大价钱的份上 我提醒你一句 这药 能医活人 也能弄死人 里头的计量一丝都不能错 否则 你的小命 可没人能保得住 可不是人人都希望你能活着 稍后 我会送两个丫头过来 亲自盯着尖药 绝不会出差错的 怎么尖药是你们的事情 你要我做的事 我也做完了 她直接大步朝外走去 等久了没 没有 这地方乌烟瘴气的 待会儿 他们还有得闹呢 咱们走吧 从府里出来之后 云素因趴着窗口 叫见卖糖葫芦的 连忙叫停了马车 让人去买了两串回来 嗯 好甜呢 你也尝尝 君九渊没吃过这种东西 先是拒绝 尝尝嘛 真的可好吃了 她有心想要拒绝 就瞧见被她咬过一块的地方 突然心中一动 忍不住 张嘴就着她咬过的地方咬了一口 一股酸味直冲脑门 只觉得酸的牙都快掉了 连忙将果子吐了出来 怎么样 是不是很甜呢 这只坏兔子 君九渊气恼 伸手就将人扯了过来 哎 我的糖葫芦 我替你拿着 就见 君九渊咬了一口果子后 便直接低头堵住她的嘴 那果子上的糖浆 被两人胶底着吃干净后 红彤彤的果子便全然都是酸色 搅弄着半晌后 那咬碎后的果汁 顺着嘴角流下来时 君九渊才放过气喘吁吁的她 低头在她嘴边喊了喊 嗯 是挺甜的 云素音脸上全是红霞 忍不住朝着她腰间就掐了一把 凑过去就想在她胸前胡蹭 君九渊连忙拦住她 被她用了巧劲撞进怀里时 就突然闷哼了一声 云素音刚想笑她装模作样 谁知 就见她脸色突然泛白 她连忙爬起来急声说 怎么了 没怎么 君九渊正想安抚 就被她直接抓住手腕 下一瞬就见她伸手去扒她衣裳 阿音 大庭广众呢 闭嘴 怎么回事 你的毒怎么破散出来了 你用内力了 我没事 就一点点 一点点也不行 我之前说的话你全都忘了 你这毒是我强行压制下来的 在彻底解除之前 你不能动用内力 要是再爆发起来 到时候你会活活疼死的 是慕容争招惹你了 我去收拾她 是我教训了慕容争 将她打得受了内伤 你怎么还去收拾人家 那也是她先招惹了你 你这户短户的都不问缘由了 赶明儿 我要是真的杀人放火 你难不成还在旁替我忘风 云素音瞪她 别气了 是慕容争跟我提起 你们以前的那些过往 我一时吃醋 才没忍住动了手 她说什么了 说你以前喜欢她 对她情深不已 还说你叫她慕容哥哥 跟她花钱月下 说非她不嫁 她胡说的 你还真信呢 可你和她定过亲 也为她绣过嫁衣 那嫁衣早就被我一把火烧了 可我还是嫉妒 你跟她定期那么久 彼此还有过去 你曾经也是喜欢过她的 要不是云淑月 你早就嫁给了她 那些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那会儿不懂情爱 懵懵懂懂的 哪知道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再说了 我现在喜欢的是你 你跟她吃什么飞醋啊 君九渊轻叹了口气 垂着眼睫不说话 那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吗 你这么不高兴 要不然 我去打死慕容争德了 算了 她对你还有心思 你哪能舍得打死她 君九渊 她刚想生气 就见君九渊抬头时 黑毛里带着些委屈 像是被抢了心爱东西的大狗狗 她招招手 等她靠近之后 凑到她耳边 低语了几句 云素英眼睛越睁越大 等她说完之后 整个人弹射开来 瞪圆了眼 休脑地说 你想都别想 半个时辰后 马车停在了一处酒楼前 阿罗被打发回林家去传信 跟林老爷子说 他今夜会留在安国公府 跟廖少夫人叙旧 而云素英跟着君九渊 一起进了酒楼之后没多久 君九渊就一个人出来了 影子推着君九渊 回了马车上时 听君九渊说回府 还一脸疑惑 王爷 不等云小姐了吗 不等了 她有事先走了 走了 她刚才没瞧见云小姐出来呀 走吧 而君九渊 这才将袖子里的雪团子抱了出来 见她眼睛红彤彤地瞪着自己 拿着爪着蹬她 她捏了捏她耳朵 就见她浑身一哆嗦 毛毛都泛了红 云素英咬她 说好了 不准捏耳朵的 君九渊喉间憋着笑 见她四肢爪着并用 想要爬到身上来亲她 她两根指头 就将她拎了下来 然后手指熟练地 在她身上轻柔 不过片刻 就见云素英瘫软成了一团 连耳朵都忍不住轻颤 一双眼睛红彤彤地望着她 她忍不住笑 可说好了 一整天 云素英又气又休脑 她真的是每次昏头了 才会觉得她可怜巴巴 答应她这种离谱的要求 这男人明明就是个 不要脸的大尾巴狼 这些东西是你母亲的 你母亲走后 就该留给你跟警员 从来没有说 是娘家在将嫁妆收回来的道理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你要是觉得自己打理不好 我跟你几个舅舅 可以派人帮你打理 可东西 还是要留在你自己手里的 无论你将来嫁人也好 还是想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有这些东西在 你才有足够的底气 外公还有一些私产 等你出嫁的时候 也会给你 只是你舅舅他们 毕竟还有妻儿 所以这些 你要握紧了 谁也别轻易给了 明白了吗 谢谢外公 你跟云家这般撕破脸皮 连你娘的嫁妆 也要了回来 是有什么打算 云素英迟疑了下 有些事情 早晚都得告诉林老爷子 所以 他将云书月写的那封血书 递给了林老爷子 这是什么 这居然是血书 林老爷子连忙仔细看起 那血书上所写的东西 从刚开始的凝重 到后来的呆滞 片刻之后 眼睛逐渐变红 呼吸急促起来时 紧紧抓着那封血书 几乎要将其撕碎 外公 眼见着老爷子气息不对 憋着一口气 身子都在发抖 外公 呼气 他怎么敢 他怎么敢 我察觉到 他骗了母亲时 就不愿再任他当我父亲 我也一直都在找证据 直到这次 云书月病重 我才撬开了他的嘴 云丽安不仅骗了母亲 骗了您和舅舅 就连母亲当年的死 也绝非是意外 你说什么 是我的错 我明知道 他狼子野心 明知道他图谋不归 我当年为什么跟阴阴之气 都是我的错呀 外公 这不怪您 是云家的人无耻 是云丽安卑鄙 是他们骗了您 外公别哭 我会替母亲报仇的 我会查清楚当年的事情 如果母亲真的被他们所害 我定会让云丽安 身败名裂 让云家所有人 都跪在母亲坟前叩头 为他们以前所做的事情赎罪 您放心 云家给予母亲多少 我会替母亲 一分不少地讨回来 我要替你母亲报仇 我要杀了云丽安 好 等扶着林老爷子躺下 拿着金针 扎了昏睡穴 让他好好歇着后 自己退了出来 你母亲 是被云丽安害死的 我还没找到证据 不过 八九不离时 云丽安那个狗东西 血书给我 这血书我还有用 而且云家的事情 我自己也有打算 小舅伤势美好 不必挂心外面的事情 对了 这几天 我会放云锦园回云家 大舅舅知道他如今的性子 我想好好磨一磨他 所以 接下来无论他出了什么事 大舅舅和府里的人 都不要插手 你想做什么 做点让他知道 人是险恶 不再那么天真的事情 大舅舅也不想 让他一直这么蠢下去吧 好 我不插手 这事你也不要做得太过了 你们毕竟是亲姐弟 往后 还有彼此扶持 好 你确定 你母亲的事情 不要我帮你 如果需要的时候 我不会跟小舅客气 云素音走后 林延青看着他的背影 忍不住说 阿阴的性子 真的跟他母亲完全不同 阿爷啊 你有没有觉得 阿阴对我们虽然亲近 也处处照顾 甚至护着林家的人 可他和咱们中间 总好像隔着一层 他大概还是记得以前的 这些年 不管我们是因为误会也好 还是被云丽安哄骗也罢 没护着他 终究是我们的错 他不愿意全然信任我们 也没什么奇怪的 慢慢来吧 不管怎样 他对父亲 对咱们都是还是好的 你到底怎么想的 你说要叫锦园做人 难不成就是放他回去 吃吃喝喝 我可是听说了 他回去安稳了几天 左个就跟京中一帮顽固 去了醉香楼 这都快过年了 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 该不会要等到过完年吧 你急什么 你说我急什么呀 你这啰啰嗦嗦的 还不如我直接找个机会 照了云丽安麻袋 揍他一顿打断他的腿 你到底行不行啊 要不然 让我跟小叔帮你 你说林家上下都是读书人 外公舅舅还有大表哥他们 都能忍得住性子 耐得住脾气 怎么就你急急躁躁的 你现在去把云丽安打绝 除了让云家有机会 抬着他来抹我 去孝道替他看病 还有什么用处啊 你能用那花生米大的脑子 好好想想吗 谁脑子不好了 云素音满是威胁的 眯着眼看他 我脑子不好 行了吧 可是你总也得告诉我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告诉你也没用 你又帮不上忙 云家那边我自有主张 而且也快来了 什么快来了 林月糊里糊涂的 有些听不懂云素音的话 表小姐 外面有人找您 是四皇子府的人 说是有事 要想求见你 呢 来了 云二小姐 小人是四皇子身边的双锐 特地过来府里 来请您去府上出诊 侧妃近日 早起时突然病情反复 眼下已经下不了床了 还请云二小姐 能够前去诊治 你开什么玩笑 云淑月的病 是我替他看的 他身体什么情况 没人比我更清楚了 我早就已经替他去了病根 只要好好养着 就绝无大碍 而且后续的 要用到的方子 我也让丫鬟给他送了过去 他怎么可能病情反复呢 可是他的确重病在床啊 那也跟我没关系 我治好的人 就断然没有再出事的 他既然出事 就肯定是有别的人动了手脚 我跟云淑月可没什么交情 算起来 甚至还是有仇的 云家之前所付给我的东西 也值不得我再三替他看诊 你哪来的 回哪去吧 云二小姐 侧妃 当真是病情严重 她若是出事 云妃名声也不好 我家表妹已经替他续了命 而且前两日 也有大夫去过四皇子府 替他看诊 所有人都说他已经大好 性命无碍 就算他今天真的病情反复 那又跟我家表妹有什么关系 况且我表妹的医术谁不知道 这蛮精诚的 你去打听打听 哪一个我表妹救过的人 出过问题的 偏偏就你家侧妃突然出事 我还说 是你家四皇子嫌弃他那侧妃 害他丢人现眼 所以害死了侧妃 回头嫁祸给我家表妹呢 赶紧滚蛋 别把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都朝着我表妹脑袋上扣 我邻家可不是吃素的 我表哥不过是随口几句 你这副心虚模样是干什么 难不成 真被我表哥说中了 四皇子还真想弄死了 云淑月嫁祸我 不是 我家殿下没害侧妃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要是不说实话 那你就回去吧 要不是云家送了那些东西 我巴不得云淑月早点去死 我可没兴趣去掺和 你们家殿下夫妻间的事情 小人请云二小姐过府 不是替侧妃看病 而是替我家殿下 趁起时 我家殿下跟侧妃 起了争执 不是说了什么 两人吵犯了脸 殿下失手打了侧妃之后 侧妃也上了殿下 殿下伤势极重 这满京城都知道 云二小姐医术超群 所以小人才过府来请 还请云二小姐 能够去救治我家殿下 那你该去请太医 而不是来找我 我对外伤不怎么擅长 府上已经去请过太医了 可是太医对殿下的伤势 也没办法 您先前 连廖少夫人都能救回来 也定然能够救下我家殿下 还请云二小姐一步啊 只是外伤而已 怎么可能连太医都没办法 伤到了哪里 就 就要害 要害也分很多地方 你这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既然要请人去看诊 却连病情都不愿意细说 再说了 就算真受了外伤 就算断胳膊断腿 太医院的人也能医得了吧 何必非得让我表妹前去啊 表妹 我看这事你还是别管了 她连话都说不清楚 还想指望着你 去替四皇子看诊 我觉得 指不定这四皇子又闹出什么事了 想要害你 你还是离他们远一点 少搭理他们 说吧 到底伤哪了 我家殿下伤了男根 男 男根 怎么伤的 可是断了 没断 可也是伤得极为厉害 侧妃下手极狠 我家殿下也疼得厉害 太医说就算能保住 怕是 元二小姐 还请您能救下我家殿下 对不起 这东西 我还真救不了 元二小姐 您是神医 这满京城都知道 您医术高超 您怎么会救不下呀 这跟医术没关系 你家殿下是个男人 伤得又是那种地方 我看不了 双瑞文言就想再劝 你这人听不懂话吗 阿音说他救不了 这东西又不是胳膊腿 就连太医都说没救了 阿音去了又能怎么样 可是当初太医也说 侧妃没救了呀 那能一样吗 不是你们侧妃是个女的 阿音什么手段都能用 而且她又不是受伤财垂威 跟你家殿下情况一样吗 再说了 我表妹是个女子 你让她去替你们殿下 看她命根子 你们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呀 不是 你们让她以后还怎么做人呢 滚滚滚 赶紧滚 你们殿下那病怎么回事 你心里没点B数嘛 赶紧滚出去 要不然 我让人家你打出去 元二小姐 医者人心 我的人心凭什么 要给害过我的人 况且 你也说 我是医者 我是神仙 你家殿下的伤 我救不了 我家殿下可是皇子 你当真 要见死不救 你就不怕陛下问罪 伤了那里死不了 顶多就是当太监而已 宫里那么多太监 不照样活得格外滋润 至于皇子不皇子 我如果因为 没有给你家殿下 看命根子就被陛下问罪 那我到时候 倒是要问问陛下 他家敢把皇家的姑娘 送出去给男人看命根子吗 也想问问 皇帝的儿子 是不是就真的那么贵重 贵重到 可以污了朝臣之女 污了清贵之家女儿的清白 我劝你还是 别在这里纠缠我的好 好好去请你家殿下 多请几个德高望重的大夫 说不定 他那东西还有的救 如果你再在这里纠缠 我现在就出了林家这大门 跟整个京城的人 都好好宣传一下 你家殿下伤了何处 到时候 你家殿下 要是丢了人没了面子 可别怪我 你 你要是说出去 殿下不会饶了你和林家 只要你家殿下 别来招惹我 我没兴趣把他的私事告诉别人 我和表哥嘴巴都紧 不会说什么不该说的 只不过 你这么大张旗鼓地到处请大夫 别人说不说 我就不清楚了 你与其在这里纠缠我 还不如早些回去 看看你请的那些人怎么样了 该怎么 才能想办法堵住他们的嘴 双热以心中一荒 想起府里的那个太医 还有昏迷不醒的慕容针 连忙转身就跑 你说这四皇子怎么想的 这种事情不该藏了掖着吗 怎么这么离谱啊 居然叫人来找你去看诊 应该不是慕容针让他来的 不是他 你想想 先不说他这伤是怎么来的 就说慕容针是皇子 他还想要的皇位呢 别管他的伤能不能治好 可一旦传出来他不行了 甚至将来生不了孩子 对他来说 就是莫大的打击 朝中的那些人 一个比一个精明 他们掺和尽夺敌 为的就是丛隆之功 他们不会辅佐一个无后之人 而陛下 也不可能会让一个 断绝子嗣的皇子 来当储君的 所以 慕容针就算是伤得再厉害 他也绝对会把这消息隐瞒下来 私下 再去找绝对可靠的人来替他医治 而不是像刚才那人一样 病急乱投医的 满京城找大夫胡来 慕容针估计是重伤昏迷 所以才闹成这样 那四皇子岂不是 被他身边的人给坑惨了 这要是醒过来 还不得气死啊 嗯 所以这事 你别插手 这几天也好好地待在府里 也别出去 跟人都说什么 省得回头 慕容针受伤的事情传出去了 他们怨在咱们脑子上 您姐姐 你这段时间在京中可有名了 我在府里都听见那些丫鬟 说你的事情 就连我爹和祖父都提起过你 说你眼下 可是抢手的香 波波 那就那么夸张啊 怎么没有啊 你都不知道 那安老王爷都半身不随的躺了多久了 安王府满天下的寻找名义都没用处 顶多只能让他勉强保持清醒 和你一去 不仅让安老王爷恢复神志 听说 如今都能开口说话了 那安王府 简直逢人就夸你艺术高超 简直啊 把你当成救命恩人了 啊 还有大长公主 她当年遭了意外留下的病根 这么多年 一直都没好彻底过 如今喝了你的汤药 听说 精神头特别的好 你不知道 我大哥都说我踩了狗屎运了 这一交朋友 就交了个这么厉害的 知道你来府里看望我 好多那些有关系没关系的人 都跑来套交情 可我哪有那么傻呀 把他们通通都撵出去了 我聪明吧 云素音被她逗笑 对了 云姐姐 你知道四皇子府的事情吗 怎么了 就云树月呀 她遭报应了 而且 我听说 她死笑还很是凄惨呢 四皇子府对外说 她是病情反复 突然暴毙 可是 我听外间有传言说 她是被四皇子打死的 还说 她的尸体被人发现的时候 被关在四皇子府的暗室里 身上有好多遍布纵横的伤口 那张脸 都毁了大半 看着特别的惨 那四皇子平日里瞧着 也是个思思文文的人 没想到 这么很多 你从哪听来的 就外头说的呀 你不知道吗 听说 云叔月死的那天 跟四皇子起了争执 说是她毁了四皇子什么东西 惹恼了四皇子后 被她打得遍体鳞伤 后来忍不下去了 反手时 还伤了四皇子的命根子 四皇子激怒之下 更下了狠手 把她拖去暗室暴打 结果不小心 把人给打死了 等四皇子回过神来 想要对外隐瞒的时候 云家先前送去服侍 云叔月的丫头里 有一个跑了出来 这才把消息送出来 云家这段时间 没少上门闹呢 云叔阴闻言 却是哭笑不得 没想到 这事情居然传成了这样 云叔月暴毙 那是注定的 四皇子那会儿 也伤了命根子 昏迷不醒 他哪能暴打云叔月 还将人活活打死啊 双睿那天来林家的时候 虽然瞧着 像是恨极了云叔月 可是没有慕容征的吩咐 四皇子府的人 也绝不敢真打伤人 而那时 慕容征十有八九 昏迷不醒 连自己隐私暴露 都来不及去捂住 云叔月那身伤 只有可能 是他自己弄的 为的 就是嫁祸给四皇子 这云叔月看着娇娇弱弱 没想到 也是个狠绝的 要慕容征 断子绝孙不说 还给他这么大一口黑锅 扣在脑袋顶上 有这么个 虐打弄死妻子的名声 就算慕容征这次 命根子没断 保住了下来 往后要再想取一个 何欣义 又能帮衬他的妻子 那简直 就是在做梦 那个云叔月呀 也是罪有应得 坏事干多了 糟报应了 不过云姐姐 你说四皇子那伤 到底是真好了 还是假好了 我听说 男人那地方 可脆弱得很 一不小心 他崩一下就碎了 你都哪听来的 这些东西啊 要是让冯夫人 知道你说这些 非得怪你禁闭不可 坏本子伤看到的呀 我 我就是好奇嘛 哎 你说 云叔月都被打成那样了 还不得朝死里反抗啊 那天 四皇子受伤的时候 还满京城的请大夫了 瞧着 像是严重极了 可后来 那些大夫又跟锯了嘴的葫芦似的 要么不开口 要么 就只说 四皇子已经无碍了 你说 他是真有事 还是没事啊 这要是真没了那什么 那 岂不成了太监了 云素因察觉到身后有人靠近时 想要提醒风官官时 已经来不及了 风官官那嘴 坏得跟什么似的 等说完之后 才感觉到一股凉风 笼罩在自己后脑勺上 四皇子 见过四皇子 风雨时果然是好家教 连一个无知女子 也敢议论本皇子的事情 怎么 你们冯家就这么希望本皇子 落魄倒霉 善意皇家之事 你们冯家就不怕 抄家灭族吗 四皇子恕罪 是臣女无装 口出狂言 此事跟家父没有关系 冯家也断不敢 思议皇家之事 上行下效 要不是冯胜纵容 你岂敢这般狂辈 风冠冠脸色惨白 满心懊悔 要说上行下效 那四皇子流连花色 未信弃义 虐打妻子至死 岂不也是必下纵容 云宋阴 我觉得四皇子 还是小声点的好 这里是官道 再走一劫 就能到殿前 周围这么多的人看着 四皇子当真 要因为一个小女孩 无知之言 跟我们在这里争执 回头 人家要是询问起来 事情缘由 对四皇子来说 也未必有什么好处 慕容征脸色阴沉至极 而云素阴伸手 将冯 mim官拉了起来 文官刚才的确不对 不该议论殿下 可是 先前她也曾因殿下贪婪之心 在你腹中牵连受过 险些丢了性命 如今她与殿下 便当是扯平了 那些话 都是外间传言 是人胡说八道的 四皇子好端端站在这里 身上的伤势自然已经不要紧了 还不跟殿下道歉 对不起殿下 我不该听行外间传言 胡言乱语 官官还是个小姑娘 一时失言 有所冒犯 殿下大人大量 想必不会与他计较 失了皇子风范 殿下既然是来参加公宴的 还请先行 免得有人看见我们同行 会生出误会 影响了殿下清明 是怕影响我 还是影响你呀 我倒是没看出来 你居然这般 牙尖嘴利 当真是勾引上了皇叔 所以连当初的谨小慎微都没了 云素音 要论作戏 可真没人比得上你 我再厉害 也不如殿下 明里温柔无双 跟我情义绵绵 暗地里 搂着我季姐 恩爱缠绵 烟乱捣缝 说起来 我那季姐也真是可怜 以为勾搭上了你 攀上了一份好前程 却没了孩子 又没了命 也不知道 是他命不好 当真是灾心 还是殿下命太硬 客妻客死 说起来呀 我是不是 还要谢谢殿下不娶之恩 否则 今日被殿下虐待至死的 恐怕 就是我了 至于你家皇叔 他比你英俊 比你有能耐 比你有担当 他重情重义 体贴温柔 有他护着我 我自然不用谨小慎微 毕竟 回头我进了摄政王府 也不能坠了我家男人的脸面呢 我倒是不知道 原来王爷 在云小姐眼里这般厉害 多嘴 王爷 那四皇子也太不知礼数了 对王妃半点不尊敬 要不要奴才去教训一下四皇子啊 不用了 让他自己玩吧 他家小兔子可不吃素 纯肉食动物 凶猛得很累 走吧 进宫 待会儿 还得给他准备惊喜呢 说起来 还真要谢谢殿下 背心弃意 取云书月 否则 我哪有这么好的姻缘 能遇上你皇叔 也躲不开陛下暴虐了 本皇子没有虐待他 那谁能知道啊 殿下 该去跟云家人解释啊 你 毕竟 他的尸体还在云家人手里 听说 特别的惨 慕容争嘴唇极颤 猛得上前一步 恼羞成怒之下 想要动手 怎么 殿下自己嘴毒 别人说了实话就想动手 我劝殿下动手前 还是多想想 这里是皇宫 不是你的四皇子府 而你 也还不是这里的主子 我入宫赋的是陛下的眼 众目睽睽之下 要是受了伤 别说你不好交代 就是陛下也说不过去 还是殿下忘记了那天 在你府上的那顿打了 你都说我勾得上你皇叔了 你还敢这么跟我说话 小心回头 我给你皇叔告状 给他吹枕边风 让他打断你的腿 到时候 可就是真的断了 你不吃廉耻 多谢夸奖 你最好祈祷皇叔一辈子护着你 否则 他非得要将他扒皮抽筋 扯断了他的舌头 打烂了他的嘴 叫他生不如死 四皇子慢走 四皇子走后 云素音也冷下了脸 云姐姐 你这么得罪四皇子 真的没事吗 我不得罪他 他就能放过我吗 对不起 是我不该胡说的 还连累你惹恼了四皇子 我跟他早就有仇 惹不惹恼都一样 也不在乎多这么一桩 我跟四皇子的事情 跟你没关系 只是官官 你以后说话做事 还是要留意一些 这里毕竟是宫中 有些话说出去了 就是杀头的罪过 要不是四皇子有所顾忌 怕被人一轮他受伤之事 伤了他颜面 你刚才那话 指不定 还得连累了你父亲和祖父 冯官官脸色发白 别怕 四皇子那里不会为难你的 只是 你也别再去招惹他 别再跟人提起四皇子受伤的事情 待会儿再遇见他 也必让着些 嗯 我知道了 云二小姐 刘绍夫人 云二小姐 还记得我 当然还记得 那天在四皇子府里 刘绍夫人 让人惊讶 刘绍夫人听着云素音 意有所指的话 想起那天在饭桌上 她偷笑婆母 为云素音 瞧了个正着的事情 她有些尴尬的笑了笑 跟你玩笑呢 让云小姐笑话了 其实那天 刘娇被带走 原是她自己活该 使她害人在前 险些害死了冯小姐 牵累了你 她被惩戒送进狱中 也是理所应当 只是我的婆婆 回去之后却怨怪我 未曾帮她 我和夫君前些日子 已经从府里搬出来了 也曾去跟冯小姐道过歉 只是云小姐这边 一直忙不过来 我和夫君 念也没去讨扰 挺好的 刘娇对你 没有什么尊敬之心 想来 对她兄长 也没有丝毫敬重 刘夫人一味后短 不是好事 刘娇早晚会闯出大祸来 你们搬出来也好 省得往后被她牵连 我跟你想的一样 那刘娇 从来就看不起我们夫妻俩 与其处处被他们压着 让他们想尽办法地折辱 倒不如搬出来后痛快 言二小姐 其实 我还要谢谢你 要不是你那天拿住了刘娇 让她犯了大错 而母亲 又一心护着她 想要拿着整个刘娇去换她 我们也找不到机会 能从刘娇出来 我今日来找你 除了跟你道谢之外 也还有一件事情相求 什么事啊 袁二小姐可知道 我以前 是怀过一次孩子的 只是那时候 有孕快五个月 却被刘娇给撞没了 那孩子掉了以后 好几年时间了 我一直都没再开怀 你可找了大夫替你看过 看过了 先前那两年 大夫说我上次那个孩子 留掉之后 伤了身子 要好好调养一段时间 等慢慢就能好起来 后来过了两年 我再请大夫来看时 就都说 我身体没有问题 可是我跟夫君一直要好 他也从未纳妾有旁的人 如今 都快六年了 我却还一直怀不上孩子 我听闻云小姐医术高超 所以 想要你替我看看 我是不是 没机会了 这里不太方便 等会儿公宴结束 我去你住处吧 真的 多谢云小姐 放心吧 待会儿要会结束 你别走得太快 等我一起 好 我说四弟 你这眼神当真是不怎么样啊 你说你当初怎么就舍得这么个人间角色 反而挑了这个次品呢 这山鸡永远都是山鸡 哪能比得过这真凤凰 不过说起来我也真是替四弟可惜啊 这位云二小姐 可比你娶回去的四弟妹要强多了 别说是她身后的邻家 就只是她那神医的名头 这满京城 谁不争着抢着去娶啊 四弟原来是 该把人娶回去的 只可惜错把珍珠当鱼木 反倒把个瓦砾当了珍珠 我可真是同情你 到手的好处都能白白放跑了 眼睁睁看着人家大放异彩 倒真是可怜啊 二哥 还是别可怜我了 毕竟我再怎么样 也没混到二哥这种去南风楼里跟人当街私混 也不知道二哥被男人压在身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是不是也和女人一样 所以才变得这么嘴碎啊 我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你心里清楚 是我一时不长才会着了你的道 可不管怎么着 我也没混到你那地步 虐打妻子还被人伤了命根子 四弟啊 你可要好好保重 可别变成了太监 我好的很 就不劳二哥操心了 二哥还是想想怎么应付你那些蓝颜之己 毕竟好男色好得你这样 不惜当下面那一个皇家子弟 普天之下也就你这么一个了 我说了那天是被人陷害 可我看着二哥挺沉醉其中 谁知道呢 斗吧 使劲斗 最好两败俱伤 朕听闻进来京中 突然多了位神医 臣妾也听说了 据说那位神医不仅医术高超 就连模样也是一等一的好 旁人还给他取了个玉面观音的名号呢 臣妾对他慕名已久 今天还特地叫他进宫来了 哦 云二小姐还不上前见驾 臣女云素音见过陛下 嗯 是个美人胚子 可不是吗 臣妾娘家那侄儿 自打见过云二小姐之后啊 那就是魂不守舍的 说着普天之下 就没有比他更好看的人了 今儿可是除夕 本就是大喜的日子 臣妾还有个不情之情 想要求陛下一份恩赐 也算是喜上加喜 玉妾既然知道是不情之情 就不该开口为难陛下 陛下 臣妾喜欢云家这小姑娘 正巧 显儿还缺位正妃 不知道臣妾可否替显儿 求了这门亲事啊 皇后娘娘说笑了 雁二小姐曾与四皇子定亲 如今怎能转定给二皇子啊 他们可是亲兄弟 况且二皇子前些时日 也闹得实在是 听说 殿下府中蓝颜知己甚多 元二小姐嫁过去 又怎能得了殿下欢心呢 这般乖巧的小姑娘 难道皇后娘娘舍得 让她年纪轻轻 就守了火寡 我那侄儿身份 虽然不如二皇子尊贵 可好歹 喜欢的是女儿家 又对元二小姐 早就有好感 慕名已久 待他们成亲之后 定会好好对元二小姐 他们二人也会情色和谐 恩爱至极的 四皇子早已娶亲 她跟元二小姐的婚事 早就不作数了 定给显儿又能如何 显儿是中宫嫡子 身份何等尊贵 难道 不比你的斗鸡遛狗的侄儿 元二小姐 这也是你自己的婚事 由不得别人来说 我家显儿先前便于本宫提过 对你颇有好感 也愿意给你皇子正妃之位 不知你意下如何呢 云二小姐 本宫侄儿乃是郑国公府嫡子 郑云平 虽不如皇子尊贵 可过府即是嫡妻 她性子虽有些玩闹 却也从未做过什么 伤风败俗之事 你若愿意这桩婚事 她必定全心待你 也绝不会 那男色给你添堵 就像是皇后娘娘说的 你自己的婚事啊 得你自己做主 你大哥想个喜欢的 不必害怕有人从中作梗 玉妃 你什么意思 臣妾只是随口说说 皇后娘娘何必动怒呢 云二小姐是怎么想的 多谢玉妃娘娘好意 也谢谢郑公子垂青 只是我与她无缘 这婚事实不敢受 同样也多谢皇后娘娘美意 只是二皇子身份尊贵 阿茵与她不顺相配 云素茵 你可想清楚了再说 二皇子乃是中宫嫡子 本宫成义替她求取于你 不仅不计较你之前那些事情 也愿与你正非之位 等你过府之后 便是二皇子府的女主子 多谢娘娘 阿茵不愿 你 你既看不上郑国公府的儿子 又看不上二皇子 难不成还觉得朕的儿子 配不上你这个神医 臣女不敢 神医之名 不过是旁人所言 只是二皇子喜好男色之事 众所皆知 臣女无意入她府邸之后 将来与男人争冲 放肆 你敢诋毁皇子 慕容显跟男人私混苟且 众目睽睽之下 只差当场演了活春宫了 陛下耳聋眼瞎装不知道 将你儿子当成了宝 难道还不准别人说一句实话了 君九渊 君九渊对上云素茵眼里的惊喜 嘴角轻扬了一瞬 摄政王 你的腿 本王唤疾多年 得云二小姐妙手医治 方能缓解 救命之恩 当一身相许 且本王与云二小姐情投意合 已定她为王妃 方才玉妃想要给本王妃 说亲 摄政王误会了 我先前不知云二小姐跟王爷之事 所以 才会应了我娘家侄儿所求 替她求亲 可云二小姐既然与王爷情投意合 我自然不会做那强差姻缘之事 云二小姐 你说不惜本宫侄儿 此事 便全当本宫媒体 陛下和皇后刚才逼迫本王王妃 本宫何事逼迫了 不过是显而对云二小姐有意 况且 王爷跟云二小姐的事情 之前怎么没听说呀 那慕恩侯府也曾传出 云二小姐重新定亲的消息 本宫之前见过慕恩侯和云老夫人 他们也有意 让云二小姐跟显儿结亲 这结亲的事情 总要讲个先来后道 且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王爷就算倾慕云二小姐 也不能强求对吗 慕恩侯算什么东西 他也配对阿阴婚事指手画脚 摄政王还是慎言得好 慕恩侯乃是云苏阴生父 骨肉至亲父母之命 他自然能决定女儿嫁于谁人 他既已与皇后说定 这婚事自然也就定下了 你来晚了一步 难道还想抢亲不成 慕恩侯 你说呢 陛下所言甚是 皇后娘娘和二皇子 早已经经过为臣和臣的母亲 已经定下了阿阴的婚事 摄政王虽然有意求取 可您晚来了一步 实在是对不住啊 定亲 是 我怎么不知道 我自己定亲了 你这段时间都在你外祖家中 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二皇子成意求取 我跟你祖母都觉得 这桩婚事极好 就先替你答应了下来 父亲可真是疼我呀 明知道二皇子好男色 与男人私混于人前 且还瞒着我 替我定下这么一桩 好亲事 你别胡说 那些只是传言罢了 二皇子身份贵重 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情 所有人的经验看到 他被男人压着 还是谣传 慕容贤脸都情了 那是被人陷害 父亲倒是对二皇子的事情 清楚得很 只我记得 你不是跟四皇子相熟吗 与他风血和谐 关系极好 什么时候 又跟二皇子 走得这般近了 云素音的话 让得云丽安脸色一变 而那边 席间一直冷眼旁观的慕容征 也是冷笑了一声 他就说 当日大婚那日 云丽安做事 怎么会那么不着调 感情 他早就脚踏两只船 一边跟他示好 将云淑月嫁给他 另外一边 又投向了老二 还帮着他来害自己 慕容争气狠了 咬着牙看着云丽安时 只恨不得能撕了他 难怪慕容显出事之后 就觉得是他所害 怕是他自己做贼心虚 所以一被人陷害 就条件反射 想到了他头上来 云侯爷这招三目四的本事 我实在是佩服 只可惜 云侯爷就算跟二皇子交好 可这婚事 怕是你说了不算的 阿音 我是你父亲 我可没有拿着我代嫁而辜 去换取自己荣华富贵的父亲 云素音伸手 在袖中取出一张纸来 展开后 对着云丽安说 云侯爷要是长了脑子 就该还记得 你娶回去的妻妻妻女 是如何谋害于我 你们为求我救你的妻女 保住你们云家荣华 你母亲云老夫人 又对我心有愧疚 早就写下放亲书 放我归于林家 借自愿归还我母亲的嫁妆 从今往后 我为林氏女儿 与你云家再无牵连 云家 也绝不自扰 白纸黑字 还有云老夫人手印 云侯爷有什么资格 决定林家女儿 嫁于谁人 云丽安 你先前害阿音名声不成 想要将她送去四皇子府 作妾 如今 还想来害阿音 将她嫁给后男色之人 阿音的婚事 是我林家的事情 我父亲未曾开口 还轮不到你来做主 不可能 你祖母怎么会写这种东西 云侯爷还想装傻 你母亲的字 你该认得吧 这上面 是云老夫人亲笔所写 还有她撕印手印 安国公夫人和安国公府 一众下人皆可作证 云侯爷要是不信 大可将云老夫人 请来跟我对质 我倒是要问问 你们云家 到底哪来这么厚的脸皮 你祖母年纪大了 这种东西 怎么能做数 况且那一日 是你拿月儿性命相逼 年纪有多大 比老身还大嘛 大到老眼昏花 写了什么都不知道 云侯爷说话 还是慎重些好 云老夫人告命在身 所写的每一个字 无论撕印手印 都是能送交官府的 当日老身就在一旁 亲耳听到你母亲承认 对阿音有愧 也承认 王氏和四皇子侧妃 曾经谋害阿音性命的事情 你母亲答应 将林氏嫁妆归还 且亲笔写下放阿音和他弟弟返回林家的字句 如今又想反悔 老身可不答应 既有字句 就是有凭可依 云老夫人亲自所写下的东西 由不得云侯爷不认 且我也听说过 云家将嫁妆归还林氏的事情 难道云侯爷想要反口抵赖 旁边也有人附和 云素因这段时间在京中救过不少人 而所救之人无一不是身份极高的 此时众人开口时 对着云立安怼得毫不留情 云侯爷这般作态 是不想认此事 还是打算 不认你母亲写的东西 当个不孝子了 云侯爷平日里 没少拿孝道压我们家阿音 想来不会连你母亲的字迹都认不出来吧 要真认不出来 就像阿音说的 即刻去请了云朗夫人过来 与她对质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云家的脸皮有多厚 云立安刚开始 只想讨好皇后和庆云帝 想仗着父亲的身份 压着云素因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有这么多人替云素因说话 我母亲只是一时糊涂 阿音是云家嫡女 我疼爱她还来不及 又怎么会让她去邻家 你们邻家就算再好 也总不能强夺我的女儿 本王所见 可没觉得你将阿音当成嫡女 若是嫡女 当初怎么会在你那女儿谋害阿音之后 想着直接将她生葬 保住你云家跟四皇子府的婚事 四皇子大婚那日 你又怎么会与人勾结下药给阿音 逼嫡女为妾 丝毫不顾及她明节性命 只想着拿她换取你云家荣华富贵 你云立安的锦绣前程 那是王氏和陈默默所为 本侯什么时候害过阿音呢 王爷难不成强夺 亲事不成 空口白牙 就想污蔑本侯 云立安指着君九渊 话还没说完 就见 眼前寒光一闪 纸头突然就被斩掉了一截 谁给你的胆子 让你指着本王 我 上下不分 尊卑不便 在本王面前 也敢你你我我 指着本王慢骂 本王现在就算是要了你的命 也无人敢说二话 王 王爷 本王没让你开口 君九渊 你放肆 穆恩侯不懂尊卑 污蔑本王 以下犯上不知分寸 本王不过是给他个教训 还是陛下要为了这么一个 穆恩侯跟本王为难 你是朕的弟弟 是我大进摄政王 朕何必与你为难 可是穆恩侯乃是朝中重臣 他就算是有所冒犯 也是情非得已 况且关乎他女儿婚事 他也不过是与你辩解几句 你如果就这么无缘无故的 生他性命 就不怕朝臣议论 君九渊文言冷哼的声 云二小姐 皇后不过只是跟云家一亲 想要替二皇子求求你而已 你父亲终究是你血亲 大赢婚事也是为了你好 你难道真的要看他死在这里 云素音伸手 拉了下君九渊的衣袖 君九渊看了他一眼 这才手中一抖 那软剑瞬间回到了他腰间 一下严重 王爷不过教训云丽安而已 他没那么容易死 皇后娘娘说 你跟云家人一亲 甚至还定下婚事 只可惜 你这亲事 怕是白亿了 云侯爷早在想要害我性命之时 就已经不是我的父亲 你若想要让二皇子娶云家女 那恐怕 只能找别人了 陛下若想替二皇子赐婚 也只能寻其他人 我与摄政王 早已经得了我外公准允 定了亲事 算起来 我已经是摄政王府的人 恐怕 嫁不了你儿子 慕安侯终归是你父亲 陛下说笑 云丽安望恩负义 卑鄙无耻 早有妻事 却挺妻令曲 哄骗我母亲下嫁在前 欺瞒林家 想要强占我母亲嫁妆 害我性命在后 我可不敢 有他这种心狠歹毒的父亲 云素音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是你父亲 你怎敢这么污蔑我 云丽安 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只也包不住火 你做过的那些龌龊事情 你真的就以为冷抹得干干净净 永远都不让人知道 他说话间 直接从袖中又取出一叠东西来 这是云家妓女 也就是四皇子侧妃云书月 还没死前留下的血书 上面清楚地记载着 云丽安当年所为 十七年前 云丽安还是小小的门手教位 无意偶遇我母亲之后 进于林家全世 作曲英雄救美 与我母亲结识 明明早有妻室 却挺妻令曲 哄骗我母亲下嫁 将原配王室养于外室 并带下一女 云丽安多年以来 用着我母亲嫁妆 养着外室妻女 且拿着我母亲 从林家得来的好处 供养整个王家 让得王室母女 跟王家多年富贵 我母亲却蒙在鼓里 十二年前 我母亲难产崩世 云丽安表面深情 暗地里却欣喜 堂而皇之将王室母女 接回慕恩侯府 宋荣王试及其女云淑月 陷害哲乳母亲留下的血脉 数月前 因云淑月与四皇子狗 且破了身子 身怀有孕 便想要替其女 谋夺我身上婚事 与其联手害我性命 将我拐去南地 幸得摄政王相救 才得以逃脱 你这个诸狗不如的畜生 云丽安断指之处 疼得撕心裂肺 他只觉得自己完了 却依旧不死心的撕声说 你胡说八道 我跟你母亲情投意合 才会成亲 王室 也是在你母亲走后进了府的 云苏燕 我知道 你怨恨我在四皇子的婚事上 没有帮你 也误会王室 害你的事情跟我有关 可我从未曾伤你 你也不能这般忤逆不孝 污蔑你的生父父亲 你让你弟弟以后怎么做人 让你母亲在地下 怎么安息啊 你不配提我母亲 你以为 我敢在这里说这些 会没有证据 云苏燕 倾口所说 留下血书为证 你跟王室当年的婚书 你这些年跟王室还有王家往来的信件 还有当初 与你合谋 装作劫匪为难我母亲后 被你打退 来拿了你银子的那些人 我都已经找到了 你以为 单凭你说几句话 就想把事情遮掩过去 是你嫁货给我 收买了那些人想污蔑我 云苏燕 你好恶毒的心啊 污蔑 你大可信口辞黄 随意狡辩 可人正物正不会说谎 你跟我母亲相遇到如今十余年 期间跟王室王家往来信件 不可能造假 你们二人婚书 也早过过官府 王室祖籍之地 也有你们二人婚书记录 陛下 云丽安跟王室的婚书 还有他跟王室所做的那些事情的证据 以及他强害于我 依托我母亲的嫁妆 甚至想要借机谋害林家的证据 我都已经提交给了经兆府衙 这是云淑月死前留下的血书 上面有他亲手所写云丽安所做之事 还请陛下过目 并且替我母亲 替林氏一族讨回公道 搞定 清云帝原本拿着血书时 还不以为意 就算云丽安真像是云素音说的 做了那些事情 跟他也没有多大关系 说出来 只是云家的家丑 可谁知 当清云帝看清楚 那血书上所写的东西之后 却是猛的手中一抖 抬头看向云素音 还请陛下 为林氏一族作证 清云帝捏着血书 手里力气大的 险些要将那东西撕碎 这是云淑月亲手所写 是 都还有谁看到过 云淑月写过之后 便一直交由陈女保存 不过 陈女怕血书遗失 所以当时 让他写了两份 清云帝脸上变化不断 刚刚生起的 想要毁尸灭迹的心思 瞬间没了 云立安 你好大的胆子 身为朝廷官员 欲奉侯爵 居然敢做出这种厚颜无耻 卑劣至极的事情来 陛下 我打尽 我打尽 容不下这等无耻之人 再朝为官 来人将云立安打入诏狱 掩查当年临时之事 陛下 陛下 臣冤枉啊 闭嘴 不中用的东西 还不给朕堵了他的嘴 拉下去 高秦眼疾手快的 拿着东西 堵了云立安的嘴 让他只能瞪大了眼 我 你倒是个厉害的 朕听闻你跟云淑月不合多年 竟然能让他留下血书 人知将死 一脚踏足黄泉地狱时 总会担心 生前所作恶事 会以灭债 报应到自己的身上 这血书 是云淑月自知命不久已时 亲手所写 陛下若不信 可将这血书交给刑部 或是大理寺彻查 想必上面所写的东西 是真是假 一查就能知道 清云帝脸色一冷 若这血书能够见人 他何至于让云立安下狱 这些东西 朕自然会让人去查 只是你这女子 倒真是胆大 云立安是你生生父 你却连她都敢壮高 臣女眼中 只有是非黑白 我母亲跟她的婚约 本就是她哄骗而来 既然连开始都是错误的 我又怎么可能 让她继续拿着深情的幌子 侮辱我母亲 多谢陛下明辨是非 替我和林家讨回公道 如果能让云立安为她所做的事情 得到应有的报应 让当年所受冤屈之人 得以平反 我母亲全下有之 也只会觉得欣慰 绝不会怪我 哑见嘴吏力 朕即将她收押 自然会让人审清临时之事 只是你身为人女 状告生父也实在不该 该罪当施账责 云二小姐 你恐怕不知 咱们晋朝早有规矩 明告官账三十 此告父账八十 云立安乃是你生父 你当朝状告令其下狱 照规矩是该受账责 云立安的事情 朕会让人去审 只是父子伦常不可破 来人将云肃因带下去 账八十 本王看谁敢动他 摄政王 你莫不是要不顾朝中律法 偏袒云肃因 陛下这话是在说笑吗 父不辞则子不孝 云立安骗婚在前 栽赃嫡女在后 血书乃是云书月所写 所状告之事 也只是经由阿阴之手 交给官府 陛下若真想账则也行 来人 却将四皇子侧妃的尸身 抬进宫来 让陛下惩处 静云帝脸色一青 或者陛下觉得 账则尸身不够 也可有人代替 女子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儿子不叫父之国 嫁人之后有错 自然是夫君之国 四皇子侧妃已死 不如就由四皇子 剃了这八十丈 陛下意味如何呀 这个不要脸的 抢了他的女人不说 如今还想尽办法 变着法的 给他找麻烦 四皇子跟侧妃 间谍情深 不惜背信回诺 也要跟云丽安一起 合谋换了婚约 迎娶云书月入府 想必替你心爱之人 受这八十丈 应该不会拒绝吧 黄叔 我 怎么 你不愿意 看来四皇子 跟云书月之间情谊 也不过二 那种种深情 也只是为着你 贪花好色 与人苟且的遮掩 先前外间传言 你与云书月翻脸 害死他腹中孩子 虐打他致死 本王还觉得 是人信口无言 如今瞧着 倒真有几分可能 多情人是寡情郎 四皇子可真是 叫本王大开眼界啊 我没有 是他自己病故 我没碰他 是吗 那你对他依旧情深 就是愿意替他 受着仗责了 我 怎么你到底是爱他 还是不爱啊 若爱 便替他受了账责 完成他的遗愿 让云离安 罪有应得 要是不爱 哼 已经薄情寡义 要了人家的命了 又何必装着情深呢 让人作呕 慕容盛在旁看着笑话 只觉得慕容争 当真是蠢得厉害 没看出来 摄政王多厚这云苏阴 居然还凑上去找死 既然四皇子 不知道怎么选 不犹如陛下体的选吧 是要让他当一个情种 还是让他当个 薄情寡信的父亲郎 话说 你别欺人太甚 本王从不欺人 他欺的 都是畜生 你说本王欺人太甚 那你刚才是想做什么 你可是亲口 篡夺你爹 仗责本王王妃 也是陛下亲口所说 子告父不容天地 父子刚长不能乱 朝廷礼法不容挑衅 怎么 轮到陛下亲儿子时 倒是舍不得了 天子犯法尚且与庶民同罪 难不成陛下想要庇护亲子 违背 伦理刚长 乱了朝中计法 庆云帝只觉得 一口气堵在喉咙口 觉得君就冤诡辩 却偏偏 找不出话反驳 眼看着剑拔弩张 整个大殿之上 气氛都紧张了起来 殿前那些人 都提起了心 生怕一个不对 摄政王跟庆云帝 就直接打起来 爆发一场大战 陛下 王爷 可否听本宫一言呢 荣县大长公主 是皇室长辈 是先帝的包姐 也是庆云帝 跟君久渊的亲姑姑 朝中虽有 子不告父的律法 可说到底 是云黎安有错在前 蒙骗林家 林氏所行卑劣 更何况 云老夫人亲笔所写 让云二小姐归了林家 虽未去掉族谱 更名唤姓 可云二小姐 其实也算是林家的女儿 今日 是已死林氏 状告云黎安骗婚 血书 又是四皇子侧妃 临终前所写 算起来 与云二小姐 没什么关系 她不过 是替林家和云淑月 递个状旨 将此事 成于圣前 自然 也算不得 可此告父 陛下 云二小姐性子忠直 虽当殿咒怨云黎安有错 可念起悲愤亡母冤屈 也算是情有可原 您想来宽忍 不如就饶了她这一回 姓云帝心里憋着火 可看着君九渊那般张狂的神色 又忌惮她手中所握兵权 实在没有把握能将人拿下 也暂时不敢与她当真翻脸 姑姑说的有道理 既然姑姑替她求情 此事便也罢了 多谢陛下 王爷 你与云二小姐情投意合 今夜 也算是将定亲之事 昭告天下 本是大喜之日 又何必多见血光呢 到时候 反倒是给你们二人婚事 蒙上阴影 倒不如握手言和 云二小姐 你觉得呢 大掌公主说的有理 荣县大掌公主看向君九渊 君九渊收起手中软剑 诞声说 本王与阿音定亲自然是大喜 只是本王 原还以为陛下重规则 却没想到 天家之子跟旁人不同 要是这样 将来万一哪位皇子一时想歪 为着皇位对陛下下了毒手 本王也不好教训呢 君九渊 庆云帝被诅咒的顿时大怒 云素音见他憋着气的模样 伸手拉了下君九渊 让他别做得太过了 要不然 真将这皇帝老儿气得失了理智 豁出去动手 对谁都没好处 君九渊别人的话不听 可云素音的却是听的 今日出席公演 本王入宫来 原是想要让陛下替本王和阿音赐婚 却没想到 有人会横插一脚 本王和阿音情投一合 生死相许 与林家提亲之后 愿聘阿音为摄政王妃 执掌王府中愧 今天间也已经看了极期 二月初二是个好日子 本王也觉得极为适合成婚 到时候还请大长公主 历领王府替本王和阿音主婚 至于陛下 陛下之前一直操心本王的婚事 想必本王娶亲 陛下应当开心才是 到时陛下赏赐也不必太多 照着亲王娶亲加倍送礼就行 本王会派人亲自进宫 来领赏 你跟他情投一合 自然是好的 朕操心你婚事已久 你能找到喜欢之人也是好事 只是这婚期 也未免太仓促了一些 况且如今云林安还在狱中 他与林氏之事尚未审结 云素因终归世的女儿 若是父亲下狱之时 外嫁 难免引人闲话 不如等此事完结之后 朕再另外替你们责选一个良辰吉日成婚如何 只要错过了今天 回头什么时候是良辰吉日 就是他说了算 他大可以再找别的借口 拖着二人不让他们成婚 有婚约又能如何 等过上一两年 这两人死了 伤了 或者失踪了 他君久冤 又去找谁完婚呢 多谢陛下好意 只是不用了 二月初二就好 谢陛下关心 不过臣女觉得王爷选的这个日子 极好 多谢陛下关心阿音婚事 只是王爷早已经来府里提亲 也与微臣父亲商议好了大婚之事 我父亲对王爷极为满意 邻居上下 也早就已经在替阿音筹备婚礼 只是婚期来临之时便能出嫁 所以定在二月初二 也算不得仓促 既然你们已经选好了日子 那朕也不能多说什么 只愿你们二人能白头偕老 拥结童心 早日诞下子嗣 替皇室开枝散叶 最好永远都怀不上孩子 到地狱里白头 多谢陛下祝福 我和阿音定会恩爱到老 早日生下孩子 让他接替本王的摄政王位 辅佐新君 镇守大计 清云帝讽刺不成反被讽 脸都轻了 他寻了个借口 拿着那血书拂袖而去 皇后和二皇子 也是脸色难看 跟着离开 父皇 父皇您等等 您就当真 要让君九渊 跟云素银成婚不成 那摄政王府 如今已经全情朝野 君九渊 也嚣张跋扈 肆无忌惮 他要是再得了林家的助力 得了文臣拥促 将来父皇 还怎么潜着得住他呀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君九渊在大殿直上张狂 眼中全然没有父皇 那云素银更是不知好歹 顶撞于您 林家上下也都不是好东西 竟敢瞧不起咱们皇室 反正眼下君九渊 他们都在宫中 不如让人杀了他们 一了百了 父皇 你是在讽刺镇 这个皇帝无能 压不住君九渊 我不是 儿臣只是想 替父皇分忧啊 君九渊 然后呢 杀了他和云素银 再灭了林家上下 将今夜所有在场之人全部灭口 让大晋朝堂空无一人 等今夜过后 全天下的人都会说朕昏庸残暴 再被天下文人世子群起而攻之 好能换个新君 让你去当皇帝 儿臣不敢 这看你没什么不敢的 怕是早就惦记着朕身下这个位置 想要取而代之 才敢对着朕指手画脚 叫朕做事 陛下息怒 显儿只是恼怒 摄政王之前对陛下无礼 他无意冒犯 闭嘴 他无意冒犯 朕看他的胆子比谁都大 想要杀君九渊和林家的人 他哪来的胆子 一个没脑子的混账东西 你以为君九渊是你这种废物 他要是说杀就能杀了 你以为朕会等到今日 让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来跟朕胡说八道这些狗屁东西 你以为朕不想除了他 你以为朕愿意让他在朕面前 长狂吗 你信不信 你今夜敢在宫里对他下手 明日你的脑袋就能被挂在皇宫门前 让世人瞻仰 还有林家 你说云俗音和林家不知好歹 那是因为他们眼睛没瞎 朕给了你机会去讨好林家迎娶云俗音 也给了你机会 敢在君九渊之前拉拢他们 可是你倒好 跟男人私混被人抓个正着 丢人现眼倒成了满京城的笑话 林家怎么可能会将云俗音嫁给你 云俗音又怎么可能瞧得上你 儿臣 那是被人所害 是四弟害儿臣 那也是你先害的他 你别以为朕不知道你先前干了什么 你让老四大婚至上丢人现眼 拿着云俗音的明解让他声名狼藉 却不知道收干净尾巴 被人抓到报复那也是你活该 身为中公嫡子 你本来就比他们多了更多的优势 可你却生生作践自己 用些尚不得台面的手段 还自作聪明被人抓个正着 我慕容家怎么会有你这种 没脑子的蠢货 没那本事就别去算计别人 算计不成反将自己坑了 滚回你府中去好好想想 你这个皇子是要当逆了 朕就废了你 也免得你以后再丢人现眼 眼见着庆云帝转身离开 慕容显浑身发软的跌坐在地上 父皇 父皇他知道 殿下 那房御史从来都是个知道分寸的人 也从不与任何一位皇子结仇 可是那日早朝 他却亲自参宁 与男子私婚败坏得行 言辞横力巨巨如刀 而您前往林家探望时 林老爷子连剑都未曾见您 林家更对你没有半思善意 您难道就没有想想这些事为了什么吗 可是云所言刚才还说 这些是云立安做的 那不过是云二小姐 想将云侯爷置于死地 显示他状告生父是因为被逼到绝境 也好给云侯爷多添一份罪状罢了 可事实到底如何 殿下难道不清楚吗 林家从不参合皇权争斗 性子清高 冯家虽然不好招惹 却也从不主动与人为敌 更何况 您好端端的在陛下面前提起摄政王干什么 高晴跟着庆云帝多年 也是亲眼看到军九渊 是怎么从当年那个不受恩宠 被当作要人人人可欺的皇子 一步步走到后来成为大禁摄政王 当年他率兵围攻京城 屠戮皇室 他还记得摄政王当年手中提着先帝的脑袋 浑身浴血地闯进宫中 逼得陛下几乎无路可退 而陛下对军九渊 既有忌惮 怨恨 更多的 还是害怕 说句不好听的 慕容显就是嘴太欠 老奴受过皇后娘娘恩惠 也只能提点您到此了 往后别在陛下前提起摄政王 高晴也不敢多说 点到极止地提醒了几句后 匆匆朝着庆云帝离开的方向追去 你的腿是什么时候好的 才好没多久 云素音摸着他手里的湿润 扭头在灯光之下 才看到他略带苍白的脸色 他连忙从他身前坐了起来 伸手就想去掀他一摆 被军九渊一把按住 阿阴这般急色吗 我替你看看腿 片刻就见他膝盖处已经泛红 整个腿上都像是吃力疼得轻微发抖 他顿时看得心疼 就说你怎么好得这么快 也不看看你的脸色 竟会逞强 云素音起身想要去取金针 却被他拦住 不是逞强 虽然有一点点疼 可是对我来说 却没有于比你顶情更高兴的事了 我只是想要给你最好的 也不愿意让旁人看低了你 你知道 我不在意这些 我知道 可是我在意 阿阴 我想要给你最好的 也想要旁人看见你我时 只有羡慕 我想跟你并肩站在一起 我会爱惜自己 因为有了你 和阿阴 你就让本王成强这一次吧 别在这里施针 至少等出了宫 也不知道 哪里学来的甜言蜜语 君九渊将他重新拉进了怀里 我这叫无视自通 这么会说话 笑我都舍不得放开你了 那就别放开 舅母 你和舅舅先回去吧 我有事情 晚些回去 阿阴 你 不行 你们还没成亲呢 云素音见自家舅舅 满眼恼怒地瞪着君九渊 一副还没大婚 就想拐着自家闺女过夜的架势 她老脸一红 连忙说道 舅舅 你想哪儿去了 我是有事情 要去刘少夫人那儿一趟 刘少夫人 那不是刘娇的嫂嫂吗 你去他们那儿干什么呀 刘娇是刘娇 刘少夫人是刘少夫人 刘少夫人身子有些不适 想要让我瞧瞧 之前在公宴上 我不好替她拔麦 免得引人侧目 正巧 晚上去他们府上 替她看看 晚一些我就回去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呀 等过几日不行吗 是我答应下来的 总不好食言 舅舅 你和舅母先回去 我去一趟就回来 可是 京中有宵禁 我陪着阿姨去 今儿个除夕 京中宵禁暂解 正好 我也有事 找刘芳明 我陪着阿姨去一趟 舅舅舅母放心 晚些时候 我会亲自送阿姨回去 你们就住这儿 你们搬出来后 刘家就真的不管你们了 芳明本来就是数字过忌 不得夫人老爷看重 平日里在府中 也是看人脸色行事 如今得罪嫡母 被生父厌弃 刘家 又怎么还会再管我们呢 夫人想要芳明去救刘娇 我们不愿意 她也就容不下我们 那天 离开得偷然 我们什么都没带走 身无常物不说 连租着小院的银子 还是芳明的朋友 临时借给我们的 刘芳明一个月 才发一次俸禄 而离着下个月 还早着呢 刘少夫人平时 就被刘夫人打压 过得很是清贫 而那天 他们与其说是自己离开 倒不如说 是被刘夫人给赶出来的 自然什么东西 都没来得及带走 这刘家做事 还真是绝呀 刘家 想要你去救刘娇 见刘芳明点头 他顿时冷哼了一声 本王让人看管的人 凭他们也想捞出来 他害了冯家女儿 和阿音的事情 还没查清楚 刘家就敢捞人 本王看他们 是活得不耐烦了 刘娇的事情 本王会去找刘家 至于你们 既然被赶出来了 就别回去了 刘芳明和刘少夫人 都是脸色微变 摄政王这意思 是要清算刘家 我先替你诊脉 看着你身体到底怎么样 刘少夫人伸出手来 云素音手指 轻搭在他万间片刻 才皱眉说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 脉象平稳 人也扛健 那 那我为什么 一直怀不上孩子呀 关你脉象 你身体并没有什么问题 小产 也没有留下隐疾 算了 也许是缘分没到 只要你身体没事就好 孩子的事情别强求 就算真的 一直没有 也没关系 有你陪着我就好 云二小姐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有没有住院的汤药 或者 别的什么东西 只要能怀上孩子 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这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 也不是什么缘分没到 如果凭缘分的话 你们怕是一辈子 都别想要孩子了 云二小姐 你 这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你们俩怀不上孩子 不是缘分不到 而是有人动了手脚 刘少夫人的确是没问题 身子也糠健 有问题的是你 我 就是你 我之前在宫宴上 见到刘少夫人的时候 就闻到 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 枫茄花的味道 那香味若有似无 应该是尝在身边 才能沾染上的 可是我关她身上 却无香包之物 也没佩戴任何 跟枫茄花有关的东西 刚才见到你时 那枫茄花味 就变得重了些 这东西 应该是在你身上 这 怎么可能啊 我也不带香包啊 将你身上所有的东西 发式腰带 玉佩手链 反式外物 全部取下来 刘芳明文言 也顾不得失礼不失礼 连忙照着她的话 将身上所有的外物 都取了下来 而云素音 则是一一辨别 等检查完了之后 却发现 那些东西里面 都没问题 她不由 轻拧着眉心 突然走到刘芳明身边 清秀了秀 衣服脱下来 啊 刘芳明迟疑了一下 扭头见君酒渊 虽然脸色微黑 却没有开口阻拦 她壮着胆子 连忙将身上衣裳脱了下来 而云素音 则是捏着那衣服袖口 清秀了秀 随即脸色一动 直接将那衣服 摊平放在桌上 袁二小姐 这衣裳有问题 哼 你自己看 她要了把剪刀 直接将那官袍上 袖着官补的地方 划破开来 就看到那官补下面 居然多了个夹层 而夹层里 放着薄薄一层干花 而那一层 像是透明的干花之中 还有一些细小的 像是要玩的东西 以及一些红色细长的花蕊 原来还混着别的 这些都是什么 这黑色丸子 是熊射体内的当门子 又叫圆寸香 这些 你们或许没听过 摄像应该知道吧 这是其中最为厉害的一种 这红色的 是灵月花花蕊 比葬红花的药效 强上十数倍 女子怀孕说是碰触 不出两日 一定落胎 至于这个 叫蜂蜜花 又叫醉鲜花 原本是用来当作麻醉剂使用 跟麻服散相似 可同样 它也有剧毒 如果物服 或者剂量用的太多 会让人出现幻觉 神志不清 渐渐四肢麻痹 直到丧命 你这是得罪了什么人了 这些东西里既有害命的 也有避孕的 甚至 就连意外怀孕之后 落胎的都给你准备上了 这么周全 别说是五六年了 就是十年 你们也不可能有孩子 而且 你们应该庆幸 你们没怀上孩子 否则 就算是侥幸怀上 有这些东西日日在旁 那也只能是畸形 或者死胎 是谁 是谁这么狠毒 竟然这么害我 蠢不蠢呢 能在你棺袍里动手脚 又能这么多年 不被你发现的 除了刘家的那些人外 还能有谁 他 他为什么 我已经处处忍让了 哪怕 过继成嫡子 我也从来都没有 这身份占过半点好处 我处处护着刘家 忍着他 踩着我们抬高他女儿 就连父亲偏宠刘娇 让他伤了我孩子 依旧护着我也忍了 我从没有想过 要刘家的东西 甚至愿意将家产 给刘娇当嫁妆 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害我 你怎么这么天真呢 你以为你表现得 不争不强 表现得无欲无求 旁人就真的会觉得 你什么都不想要吗 你既然站着嫡子的位置 哪怕你什么都不想要 那刘家将来 也势必会有你的一份 你现在让着刘娇 是因为他们还在 有他们压着 你自然要护着刘娇 可如果你有了自己的孩子 等他们走后 你又怎么可能 护得住刘娇一辈子 可你没有孩子的话 就不一样了 你如果没有孩子 刘家必定 要另外找一个孩子 来传承香火 而谁的孩子 能比刘娇 这个亲生血脉来得更好 到时候 你过进了刘娇的儿子 你们夫妻 再因为常年受毒物影响 失了神志或者丧命 这偌大的刘家 就落到了刘娇的儿子手里 依旧还是刘娇一个人的 而你 不过是被当个名头 让刘家名声更好听一些 让刘娇能够名正言顺地 将刘家所有家产 全部收入囊中的踏脚石罢了 而且 如果你那嫡母 早就打定主意 算计这些 恐怕你夫人先前那个孩子 也并非是刘娇 不小心撞掉的 几年前 刘娇还是个小孩 而想要唆使小孩子 做点什么事情 闹出意外 事后 再以小孩子不懂事来推托 确实容易得多 而且你也别觉得 你那爹无辜 你们俩的孩子 是刘家嫡长孙 被刘娇撞没了之后 你那嫡母 护着他女儿也就算了 可是刘鹏举 也护着他 连追究都没有 要么就是他老糊涂了 从没把你当嫡子去看 要不然 就是他早就知情 怕你们追究下去 会闹出家丑 可不管是哪一种 那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们从刘家搬出来 还真是对了 就你们这被人害了 还依恋天真 自以为隐忍的样子 继续留在刘家 早晚被人吞得 骨头渣子都不剩 没孩子投生到你们膝下 那是他运气好 否则要真成了你们孩子 就算不是死胎 被生下来 你们也护不住 白白拖他出来 死伤一回 行了 别说了 王爷的话虽然难听 可道理却是这么个道理 你们两个这性子 也太简单了些 往后 离刘家远着些吧 那刘夫人的道行身 你们比不过 再来往 指不定真被啃的 骨头渣子都剩不下了 刘芳明和刘少夫人 没被他劝道 反而又被渣了一刀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我要他扯命 光放狠话有什么用啊 你若早点骨头硬起来 也没这么多事了 你闭嘴吧你 屋里 君九渊和云素音坐在一旁 而对面刘少夫人跟刘芳明 都沉浸在这意外揭开的秘密冲击里 等了许久 见他们还一个个的掉眼泪 君九渊不耐 还没哭够 两人一哆嗦 眼泪挂在眼睛里 云素音横了他一眼 对着二人安抚道 你们也别太难过了 好在 你们从刘家搬出来了 刘夫人之前 顾忌着他女儿 还没嫁人生子 所以 这些东西给的分量都不多 你们两人身上 虽然染了药性 可只要把这些东西除了 再服饮汤药 调养一段时日 就能把体内毒性去了 那 那孩子 没了这些外物 养好了身体 孩子会有的 在身体调养好前 也要孩子 不然对胎儿不好 林素音让刘芳明去取了纸笔 替他们把药方写好了之后 交代道 你们照着方子 去姓林堂取药 那里的药材最齐全 煎药的方法 我也写在里面了 照着弄就是 你体内毒性较深 一天三次 不要断药 至于刘夫人的毒性 要弱一些 一天一晚跟着喝就是 等十天之后 这些药喝完了 你们再来林家找我 我替你们看看情况 再换药 两人连忙小心翼翼地 将方子收起来 刘少夫人转身进了里间 片刻出来之后 手里就握着个盒子 冤二小姐 多谢你愿意 来替我们夫妻看诊 若不是你 我们夫妻怕是到死都不知道 自己遭了人算计 我们二人身无常物 也没什么别的东西 能够报答你 这是我祖上留下的东西 送给你 便全当是我们二人的谢礼 不用了 你我有缘 这次三亿诊 我不收诊金 哎呀 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就是两枚平安扣 因为颜色特殊 所以才保存下来 您若不想当枕金 便当是我们夫妻二人 送给您和王爷大婚的贺礼吧 祝福您和王爷平平安安 恩爱白头 也算是我们二人的一番心意 枕金肯定是不要的 可贺礼这东西 云素因不要 旁边的君九渊 却是直接伸手拿走 这贺礼本王收了 你们的心意 本王也感受到了 你们二人不必担心刘家 再找你们麻烦 好好过日子嘛 刘家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刘芳明倒是不错 有什么不错的 天真无能 软弱可欺 被人害了多年都不知道 连儿子 舌在里面 还一直试图讨好忍让 这种人 要是放在宫中 早就死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他也就是现在 突然想明白了 敢带他夫人离开刘家 要不然就这种耸包 还真配不上 刘少夫人对他一往情深呢 我怎么觉得 你对刘芳明格外不喜啊 就是觉得 刘芳明挺蠢的 算了 不说他了 先看看这盒子里有什么 这盒子 可是上好的紫檀香木 上面的雕工 也是大师级的 这里 这里 还有这里 应该都留有暗扣 瞧着像是没打开过 虽然不知道藏着什么东西 可是光是这盒子 就能卖上百斤 真的假的 诶 等等 你该不会 之前就看出来这盒子值钱 才收了人家的谢礼吧 还有 你说这盒子上有暗扣 没被打开过 你这是瞧上了 藏在里面的东西 瞧上又怎么了 你替他们看诊 本王替他们揭穿留下阴谋 加上替他们那已逝的孩子 掀出了冤案 还有将来 没出世的孩子 咱们也算是救了他们 四条人命了吧 除夕夜 本王还和你出来出诊 要点诊金 也不过分吧 你堂堂摄政王 还缺这点银子 本王自然是不缺的 可该本王的东西 一礼都不能少了 我堂堂摄政王 大半夜的跟着你 替他们出诊 还帮他们解决后患 要点报酬怎么了 难不成他们还想着白吃食 况且本王还得准备聘礼呢 本王将整个王府 都当作聘礼送给你了 如今就是穷光难一个 云素音笑也不是 说他也不是 君九渊把玩着那盒子 将里头放着的平安扣 取了出来 这东西 怕是值不少钱 红艳传情 难怪刘少夫人 将这个送给咱们 正好一对 咱们一人一个 你还真不打算还人家了 还什么还 你不喜欢 喜欢 倒是喜欢 那不就得了 喜欢就带着 算了 带着就带着吧 等回头找个机会 给刘芳明夫妻 送些银子过去 补偿他们一二 云素音好奇地 看着那盒子 摩索了一下 君九渊之前说的暗扣 却不知道应该怎么打开 这东西 要怎么弄开啊 君九渊接过那盒子 伸手摆弄了一会儿 只听到咔嚓一声 原本的镂空雕纹之下 松起开来 而他继续朝着两边 也摆弄了一下 就见 那盒子顶盖之上打开 居然露出了一层 足有两指宽的夹层来 那夹层里 铺着一层防水防潮的油纸 而里面 放着几张大小不一 泛黄的东西 摸着 像是动物皮子 上面继继继续护着 上面继继续护着一些奇怪的图样 除此之外 还有一枚 嵌在盖子上的 只有指尖长短的金针 那金针明明极细 上面居然还雕刻着东西 工艺瞧着精湛至极 这 该不会是藏宝图吧 君九渊也是惊讶 他有些好奇地 将那几块继着同样的动物皮子 拼接起来 等拼好之后 才发现 还真的像是地图 只是 那地图中间 缺少了至关重要的一片 怎么还缺了一块啊 能看出来 这上面是哪里吗 缺了最主要的地标 看不出来 这条水路 看地形变化 有些像是陵江 不过陵江一路从北到南 途经石域城 而中 蜿蜒绕山的地方也不少 地形相似的 更是多了去了 这少的一块 应该是最重要的地标 有了这东西 才能知道这图到底在哪 没了这东西 就算照着这地图上的地形去找 她也难以找到具体的位置 奇怪 这东西应该是 刘少夫人组上留下来的 照理说 既然藏得这么隐秘 怎么会少了关键的一块 难道还藏在其他地方了 她拿着盒子翻看了一下 上面没有其他机关 云素音放下盒子 好奇地伸手去拿 嵌在盒子夹层里的金针 只是刚碰到那金针时 就惊呼了一声 怎么了 这金针上有暗刺 耳朵冒出来时 云素音简直是猝不及防 身上冷热胶体质感出现的时候 不到片刻 她就直接变成了兔子 扒击一下 就朝着地上 一脑袋栽去 军九渊眼疾手快地 将她捞了回来 这才免了 她扑该的下场 怎么又变了 云素音睁着红彤彤的眼睛 朝着她翻了个白眼 她怎么知道 那金针上还有暗刺啊 连忙顺着她的胳膊朝上攀 好不容易亲着她 便回去后 只觉得脑袋上 有些痒乎乎的 她伸手揉了一把 摸着那毛茸茸的触感 一脸震惊 诶 耳朵怎么没变回去啊 云素音连忙盘着军九渊 又亲了一口 反手一摸 耳朵还在 她不甘心地凑上去撕磨 捧着她的脸 亲了半赏 却半点作用都没有 脑袋上的耳朵 依旧迎风招展 军九渊见她在自己身上折腾 光溜溜地蹭来蹭去 像是完全忘记了 自己变回来后 没穿衣服 眼见着她瞪圆了眼 还想上前 她一把抓着她的腰身 将人拉了下来 摁在怀中 别动了 我这耳朵 怎么回不去了 军九渊取过衣服 替她披上之后 皱眉 是不是变化的时候 出了什么问题 不如再变一次试试 云素音连忙点头 取了点血抹在手上 安静地等着再变回去 可是等了半天 体内依旧有那股冷热交替的感觉 身子也虚软了一会儿 可是 却依旧好端端地浮在军九渊的怀里 脑袋上的耳朵还在 却并没有变成兔子 云素音和军九渊都是面面相去 见血 也不顶用了 外间马车突然停了下来 万军说 王爷 到林府了 继续走 找个安静的地方停一会儿 三宝只以为 自家王爷是想跟未来王妃 顿腻歪一会儿 体贴地催着万军驾车走慢一些 绕着正街 一路朝前拐了一大圈 然后 找了个安静的地方 将马车停下来 就拽着一脸茫然的万军 离马车远了些 一个毛 你懂什么 不懂情趣的武夫 难怪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媳妇 万军心口感觉中了一刀 怎么办 好像真的变不回去了 我以后不会一直顶着这么个模样吧 不会的 刚才不是还变了吗 而且耳朵还在 应该是还能变回去了 你刚才碰了这金针 才出了问题 说不定问题 在这金针上 你先别急 也别乱来 我们先回府 等回去之后 再想想办法 可是林家 我派人去林家 跟外公他们说 就说 本王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是一人 手太碎太孤独了 想你留下来陪我 今夜 就在摄政王府 云素音别别嘴 也只能这样了 怎么回事啊 这耳朵还回不去了 你刚才是 变身之前 有什么异常吗 就是 身体里有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不对劲的 跟以前比 有什么分别吗 没有 他就是碰到金针上的道次之后 不小心溅了血 就变了兔子 等等 金针 云素音神情一顿时 撞上君九渊的目光 两人同时朝着一旁 放着的盒子上看去 难不成 是这金针有什么问题 君九渊伸手 将那盒子重新打开 隔着衣袖 将那金针取出来时 就发现 那金针上染了血迹 那些血色 顺着金针上的雕纹 浸了进去 他下意识地 想要将那血迹擦进 可拿着帕子擦了擦后 那上面的血迹 依旧还在 而帕子上 干干净净 那些血 就好像 融入了金针里面 看着极为诡异 怎么会这样 这玩意儿 还带吸血的 君九渊眉心青龙起来 也觉得这金针 有些古怪 见云素音伸手 想要去拿 他叮嘱道 小心点 没事 云素音避开了 针上道刺的地方 这血还真渗进去了 阿渊你看 这针 并不是石芯的 上面有好多细口 镂空的 阿渊 有石墨吗 就是没有用过的 君九渊点点头 领着人走到一旁 从桌旁的匣子里 取出了一方 还没有用过的 尚好石墨 而云素音 则是又找了一张 极薄的宣纸 将宣纸 附在那金针之上 然后拿着那石墨 在纸上涂了起来 君九渊 有些好奇地 站在一旁看着 不过一会儿 就见那宣纸上 一层浓郁的墨色之下 渐渐地勾勒出 一些浅色的阴影 云素音将宣纸 绕着那金针四周 都涂了一圈后 等将纸取下来时 上面居然隐约 出现了几个古怪的图形 这是什么 你认识吗 有些像是 南疆巫族的字 你怎么认识巫族的字 我不认识 只是很早以前 偶尔看过一本游记 里边记载着一些巫族的事 上面 也有几个巫族文字 跟这些图形 有些相似 而且早年 我为了解读 也曾派人去过南疆巫族 只是 不得其门而入 南疆巫族人口不多 总共也不过 才七八百之数 不过他们族人 极为排外 一直居住在 南越边境 丛林障旗之中 跟南疆比邻而居 却从不跟外间族群来往 极为神秘 大越国几乎不对外开放 也不容纳外界之人 凡是误入大越领地的人 要么永远都留在 那片瘴气林子里 从此 再也不曾出现在外界 要不然就是昏迷不醒 等醒过来后 人已经在那片林子外面 大概三十几年前 大越国内乱 巫族圣女失踪 大越国曾经派出巫族之人 外出寻找 这事 一直不见其下落 后来巫族动乱 南越想要趁机吞并 数万大军压境 进了那仗林子里 却被巫族之人 用秘书所困 最后 只有不到三千人活着出来 这么厉害 就是这么厉害 不仅如此 巫族的人还极为记仇 南越那次 想要吞并巫族 虽然没有得逞 却也毁了他们 赖以生存的仗器林子 大越国内 就派出数十巫族之人 混进南越皇城 险些灭了南越皇族 只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罢首 南越皇族也不知道 跟巫族之间达成了什么协议 南越皇族派人 替他们重造了帐气林 而且每隔三年 就会送一些粮食 还有日常所需之物 去大越国 而巫族的人 不仅重新退回了帐气林中 从此跟南越 秋毫不犯 甚至 最近十年来 还派遣巫族之人 留在南越皇室 充当类似于 国师一样的角色 在南越境内 庇护南越皇族 军九渊当年 曾经跟南越交战数回 也曾率兵 夺过南越数城 只是巫族手段神秘 他带兵一路南下 几乎打到南越皇城时 便有巫族之人出手 他那次险些重招 虽然侥幸回来 身边之人 却死了好几个 而派去南越皇城之中 行刺那巫族之人的人 也几乎都有去无回 几年前 他带兵围困皇城 帮扶慕荣家众人时 也是南越突然起兵 大军压境 要不是不想将 大晋江山拱手 让给南越 白白替他人做了嫁衣 他也不会那么容易地 放过了庆云帝 让他留在皇位之上多年 照你这么说 巫族的人既排外 又牙子必报 怎么南越就能 合了他们的眼了 具体的 我也不清楚 南越皇族那边 凡是与巫族有关的事情 都极为隐秘 知晓内情的 就那么几个 我曾经派人打听过其中消息 却一直没有结果 不过我想着 能让巫族妥协 又能让他们心甘情愿 守着南越皇族 不是南越割舍了 足够多的利益 就是他们手中 有什么让巫族忌惮的东西 你说 我这变兔子的事情 会不会跟巫族有关呢 不知道 你这样的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 而且以前 也从未听说过 有跟你一样的 等过些时日 我派人去一趟南越 想办法打听一下消息 云素英叹气 也只能这样了 南越与巫族来往 有不少人都认识巫族的文字 我会想办法 去打听一下 上面写的是什么 说不定 与你变化也有关系 把字拆开去问 你当我傻吗 找机会 你也问问刘少夫人 看这东西 是他娘家的人 从哪里得来的 过几天 他跟刘芳明 来找我换药方的时候 我会趁机问他们 两人暂时定下了 这些事情后 云素英的耳朵 却还没解决 他朝着踏上一滩 有些郁闷地说 可是我这耳朵怎么办啊 总不能一直都 躲在你府里吧 唉 先等等吧 等明日再看 若是真便不回去 我便再想办法 提前完婚 那你估计 得被外公打死 要真打死我 那也还不是为了你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 还幸在乐祸 你是我男人 总不能我挡在你前面吧 要真是不行的话 你就认了 看在我肚子里 宰宰的份上 外公顶多将你打个半死 不会让宰子没爹的 本王到现在还没动你 你肚子里哪来的宰啊 这叫云阳宰 你懂什么呀 你别咬 别咬 君子动口不动手 本王这就动口 君酒渊含着他耳朵丝膜 这才是动手 他伸手掐着他的腰肢 将软成一团的人捞回来时 大手落在他细腻的腰间游翼 不时的点火 云素音又痒又麻 被他逗弄得哆嗦成一团 奇奇爱爱的扭着身子求饶 两人闹成一团 爷 你怎么了 我难受 哪里难受 君酒渊伸手扶着他 手放在他额上 就察觉 手下有些发烫 而云素音只觉得 额头上的手 冰冰凉凉的 格外舒服 他体内 像是有火在烧着 整个人都要炸裂开来 君酒渊身形僵了一下 见怀里的人 脸颊贴在他身上 舒服溃弹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伸着手指 贴在云素音的额头上 将他推开了一些 阿音 兔子发情 再几月 阿音 你先冷静一下 云素音脑子里全是浆糊 完全没听清楚 君酒渊在说什么 君酒渊瞧着小兔子耍流氓 手忙脚乱 想将人拉开 却被缠着不放 你怕是 又和之前一样 因为兔子的原因受了影响 我带你去泡水 君酒渊先是将人 放进了药泉里 见他脸色更加红了 嘴里细碎的声音 越发撩人 只能咬咬牙 将人捞进了一旁的青池泉中 入水的凉意 有一瞬间 压下了体内的扫热 云素音脑子里清醒了些 哆嗦着 瞧着站在全边 满脸担忧的君酒渊 又气又恼 他没想到 自个儿会在这个时候 突然发情 更没想到的是 自己缠着他 又磨又蹭 这男人居然还能忍得住 要不是之前 他试过他的尺寸 他都怀疑 他到底是不是男人 周围的水 冷得人发抖 而体内被压下去一些的潮热 逐渐又生腾了起来 云素音知道 发情期没那么容易过去 而且他这会儿 满脑子都想着吃肉 眼珠子一转 突然生出坏心眼来 整个人朝后一仰 便直接朝着水下沉去 阿音 他朝着中间游过去时 就想去捞沉入水里的云素音 可谁知 才刚靠近 一具火热的身体 就直接缠了上来 衣袍全解 那紧贴着肌肤的温润 让他忍不住就沉了眼 阿音 别闹 谁闹了 阿渊 我难受 我去找小猴过来 哎呀 你找他干什么呀 他又不是兽医 你是不是男人呢 每次在前 还想着找别人过来 有你就行了 池水翻涌 那温泉池水溅了一地 云素音格外痴缠 而君九渊 本就被撩得火气直冲头顶 开了婚戒之后 简直如同恶狼 等云素音 瘫软成一团 窝在君九渊怀里 被爆出温泉时 整个人 已经昏睡了过去 腰疼 腿疼 全身都疼 活该 谁叫你昨夜 非得使坏缠着我 这下知道厉害吗 你正叫得了便宜还卖乖 给你吃肉了 你还吓唬我 你们男人是不是都是这个德性啊 提了裤子就不认人了 胡说八道什么 什么叫我们男人 你除了我这一个男人 还跟谁这般亲近 我打断他三条腿 醋痰子 见他实在难受 君九渊取了些活络的药 倒在掌心上 搓热了之后 替他捏着腰间 他手中力道恰好 指尖温热时 揉得格外的舒服 躺在床上 被捏得哼哼唧唧 让他刚才才尝过昏的君九渊 被他叫得气血翻涌 不准是坏 只是捏捏腰 干嘛叫得跟什么似的 是你思想龌龊 自己想歪 要不要本王让你试试 什么叫龌龊 你想干嘛 你说呢 他轻咬了下他的锁骨 让他顿时一哆嗦 而感觉到他手中朝上探来 我错了 王爷饶了我吧 哼 再敢撩本王 看本王怎么收拾你 我喜欢你吗 这叫爱的痴蝉 你哪来的这么多的歪理邪说呀 替他揉了会儿腰 又按了按腿 眼见着云素音昏昏欲睡的模样 君九渊将人拉了起来 娶了之前就让三宝买回来 放在成名堂中的女装 替他穿上 干什么呀 我好困 你不回林家了 今儿个可是大年初一 现在已经过了晌午了 你要是再不回去 我怕外公跟舅舅 直接打上门来 可是我耳朵怎么办 诶 耳朵回去了 你才发现 昨天夜里 咱们还好之后没多久 你耳朵就回去了 今天早上也不见再出来 我趁着你睡觉的时候 帮你试过了 你如今一般情况下 间歇之后 虽然还是会变化 可是几乎是在一个时辰之后 而且亲吻 也能变回来 我估计 你昨天耳朵突然变不回去 除了那金针的原因之外 恐怕也是因为发情期到了 所以才会突然出了意义 可是 发情期怎么办呀 你现在是人神 发情期换好之后 就能解决 你今天先回林家 要是有什么问题 夜里再回来 至于之后 每隔几天 我会找借口 让你出来一次 等熬过了发情期后再回去 咱们 婚期只剩下一个月 二月初 二大婚之后 就不必担心了 云素音想了想 也只能这样 你说 咱们这样 像不像是偷情啊 再闹 你今儿个就别回去了 云素音却半点也不怕她 只眨眨眼 笑得开心 表小姐 您可回来了 谁来了 大过年的 怕人家屋里来这么哭嚎 不知道的 还以为哭丧呢 是 云老夫人 就她来了 还有 云家两个小公子 他们一早就来了 哭着求着 说要见您 老爷和几位爷 不好说您不在府中 怕他坏了您名声 就只能将人放进去 结果进去后 老太太就豪哭起来 说什么都要见您 先去看看 林贤侄啊 我知道此事是我们云家不对 是侯爷隐瞒在先 可是他对阴阴也是一片深情 情难自已 才会隐瞒王室之事 而且侯爷就算再有不对 他也是阿阴的父亲呢 骨肉亲情 他是我们云家的顶梁柱啊 王室已经入了大牢 如今连侯爷也被下狱 你们这是要断了我们云家的命啊 怎么着 他停期另去骗了我妹妹 骗了我们林家多年 我们还得谢谢他对我妹妹那一片深情啊 什么狗屁深情 姑姑要不是被他骗了 怎么可能会下嫁给他 我看 云丽安深情是我们林家的权势 看上的是我们林家能让他平步青云 能让你们云家凭借富贵 鸡犬升天 他这种人也配谈深情 我呸 你们云家要真是想占着林家的便宜 想着姑姑扶持你们家 当年就该让云丽安入坠我们林家 毕竟他出卖色相 好好地讨好姑姑 我们林家怎么着也会赏你们云家一口饭吃 别劈着张人皮 占尽了好处 害他们来说委屈 就你们云家这样的 真是要了你们的命 那也是活该 您哪 就哪来回哪去 别搁在这儿 以老卖老丢人现眼 林贤侄 就算不念阴卿之情 我好歹也是你们长辈 你就这么看着你府中小儿 欺辱于我 呸 我们家可没你这种不要脸的长辈 大过年都跑人家府上来找晦气 还他们一老卖老 我呸 小七 老夫人 我林家的孩子向来都是直性子 说话不懂拐弯抹角 直来直去 难免有所得罪 不过 小七说的也没错 你我两家早就不是婚亲 我妹妹跟云黎安的婚事 等到当年事情神清之后 我林家自会让她跟云黎安一决 将她尸身排位 迁回林家祖宅 小七出言冒犯 我替她赔罪 只是眼下还是年节 我父亲伤势未遇 林家今年也不开门待客 只有那等事情泼妇才会强闯他人府中撒泼吵闹 为难余人 老夫人向来自觉李树周全 想必不会做这种事情 对吗 林家舅舅 你干嘛一定要为难祖母 祖母只是担心父亲母亲 况且我们只是想要见见二姐 别瞎叫 谁是你舅舅 我们林家可没你这种便宜亲戚 你舅舅是王家的人 要叫去王家叫去 哥 你说话呀 云锦园满脸木然 见云老夫人也是扭头看她 她却只是冥冥唇闭开眼去 丝毫没有像是云老夫人来时交代的那样 帮着他们出头 我知道 你们林家门地高 看不上我们云家 可是侯爷是阿阴的亲生父亲 他难道真的要置他于死地吗 他难道就这么狠心 盼上了摄政王府 连他亲生父亲也不要了 他就不怕旁人戳他跟摄政王的几两骨 说他们不笑吗 这世上想戳本王几两骨的人不少 可有胆子伸手 却戳得早就被本王砍了爪子 你想跟本王谈孝顺 那不如让云丽安去地下跟本王那死鬼父皇好好谈谈 看本王到底笑不孝顺 老太太 你想得王爷的孝顺 你是把你自己比作皇室老太君了 还是把云丽安比作先帝了 君九渊虽然改了姓 也从不给皇家人颜面 可论真起来 他曾是皇子 是真真切切皇家的血脉 老太太 说话前还是先过过脑子 冒犯皇室善比先帝 那可是要诸九族的呀 到时候你也别救云丽安了 恐怕得带着你这两个孙子 一起去牢里 跟你儿子儿媳一家子团聚 说不得回头还能一起去了奈何桥 见见你那早死的孙女呢 阿爷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只是没想到 刚到门前就听到里面的哭嚎 还以为是哪个不要脸的泼皮 这么没规矩的 大过年的 闯了咱们邻家门庭 鬼哭浪嚎的 却没想到 是云老夫人在咱们府上高谈阔论 所以 老夫人 你是想要当皇室老太君呢 还是觉得云丽安堪比先帝 所以 才敢对着王爷指责他不孝 王爷误会了 我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您和阿阴既然已经定亲 那就是自己人 老身和侯爷 多少 也算是长辈 想当本王长辈 你可知道本王的长辈 如今都在哪里 阿阴哪 你就真的这么绝情 不顾你爹爹死活 当初云锦园将我推进水里 王室将我关进地窖 云书月将我掳去南地时 也没见他在意过 我的死活呀 那刘管家下葬的棺木 原本可是替我准备的 我那一天要是没赶回来 此时 早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老夫人 你该知足了 我没直接要了他的命 已经是我格外仁慈了 他是你父亲 是不是 还不一定呢 云锁音一句话说出 让云老夫人如遭雷击 连带着一旁林延青他们 也是豁然看向他 你 你 你什么意思呀 他 他不是你父亲 是什么 那谁知道呢 毕竟 虎毒还不识子呢 这世上 像是他这么狠毒 毫不在意骨肉筋情的 又有几个呀 我有时都怀疑 我到底 是不是云立安的女儿啊 云素音看着他那手脚发软 满日经济的模样 吃笑了声 行了 你要是来替云立安求情的 就别开口了 他付了我母亲 我跟林家 势必是要替我母亲 讨回公道的 至于别的事情 只要他没害过我 没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 顶多就是在牢里 待上一段时间 丢了那爵位而已 可是云立安做了呀 云老夫人刚想求情 君九渊就开口说 阿音不过是 想替他母亲讨一个公道 并没有将云家置于死地 你这么心慌就来求饶 甚至不惜在林家 撕扯撒泼 到底是怕云立安丢了前程 你们云家被打回原刑 还是心虚 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没有 既然没有 那就滚回去 本王脾气不好 也不想是 阿音和林家人那么好说话 你要是再敢来林家纠缠 纠缠阿音不放 本王保证 云立安的脑袋 留不到开审那日 本王现在就能送你们云家老小 去地下团聚 万军 把他们扔出去 再敢踏足林家半步 就打断他们的腿 今天夜里的事情 是本王有错 阿音从留家出来之后 本就该送他回来 只是本王孤单多年 也从未有人陪着琐碎 如今好不容易 密得喜欢之人 又与阿音定下亲事 再加上 醉酒之后 迷了心职 才会强留阿音到今日 还请外公和几位舅舅原谅 林延青黑着脸 林宗平瞪着他 林荆叶摸了摸手指 微眯着眼 满是危险之色 嗨 王爷这说的哪儿的话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你跟阿音都定了亲 这大婚 也只剩一个月 不过是一起守岁罢了 王爷这么多年 都是一个人 留了阿音也正常 有什么好怪罪的 你给我闭嘴 林宗平瞪了自家蠢儿子一眼 林老爷子瞧见满心诚恳的君酒渊 还有一旁装着乖巧 实则古灵精怪的外孙女 也知道 昨天的事情啊 指不定是谁吃了谁呢 况且 他跟云素音虽然相认不久 却也知道 这外孙女 和当年那个不知世事的女儿不同 他行事自有分寸 不会拿着自己儿戏 林老爷子收了脸上神色 轻叹了口气说 唉 罢了 小七说得对 你们二人情投意合 又已经定亲 一同守岁 也没什么 只是 还请王爷记得 阿阴 是我们林家的珍宝 还请王爷 真知重知 莫要怠慢 外公放心 我知道 外公 我可是他好不容易才求回去了媳妇 他要是敢对我不好 您和舅舅就替我做他 他不敢换手 好 不换手 怎么说话呢 没规矩 我跟他才不讲规矩呢 谁让他喜欢我呢 阿阅 你说对不对啊 对 你是本王好不容易才求来的媳妇 不必讲规矩 只要你开心 怎么样都可以 王爷让着你 你也不能太过分了 等成婚之后 你们便是夫妻 夫妻双方 要彼此爱惜 互相容忍 才能和美 王爷 也别太纵着他的性子了 阿阴这样很好 本王喜欢 他冲着我使性子 剑云素音得意的 挑着眉毛哼气出声 林老爷子 又是无奈 又是好笑 外头 万军回了时 带回来云老夫人和云锦园 他们离开后的消息 听着他说 云老夫人把云锦园给扔了 屋中气氛一鸣 你说 他当着云锦园的面说 他没了用处 还把人给扔了 不止 属下当时跟过去时 就听见云老夫人 在骂云公子 说他没有替云锦园求情 那云老夫人 骂得难听 说云公子 最会一哭二闹三上吊 却只会对了您使 还说 他之前 要是肯学了对付您那招 对付林家 豁出去 血见林家大门 指不定 救老爷他们 便会松口答应 放云锦园出来 这老前婆 简直不要脸 他之前几次 仗着她是阿阴祖母 吵闹想要害阿阴明姐 就连四皇子府那事 说不定 都是他指使 那个什么陈嬷嬷干的 我就说 他不是个好东西 我以前 还权当云立安 干的那些事情 是他一个人所为 可如今看来 他怕是早就知道 阿阴在侯府 受到的那些委屈 可他睁着眼闭着眼 只装看不到 到头来 在万事无辜说 他毫无知情 云立安 跟王室成过亲的事情 他母亲 不可能不知道 可他纵容云立安 听其令曲 轰遍柔音 又在柔音走后 又答应云立安 将王室母女 接回侯府 他要是真是个正直的 哪怕稍有良心一些 也断然不会 坐视不理 外公说的对 要说云立安无耻 那他就是卑劣 不过 是披了张人皮遮掩 让云立安他们在前 冲锋县阵罢了 大人扔了 然后呢 然后云老夫人 就带着人走了 那云锦元呢 云公子 怕是受到刺激了 躲在巷子里 嚎啕大哭一通 然后就走了 属下跟着他 走了一小段 见他没回云家的意思 也没想着 要来邻家 找您和旧老爷他们 属下 让人跟在他后面瞧着 应该不会出事 不过王妃 云公子瞧着 也挺惨 可是 要属下让人 把他带回来 带回来干什么呀 你让人跟着他就行 只要别让他死了 其他不管伤了 饿了 被人打了 或者他做任何事情 都不准理会 也不准插手 阿阴 锦元还小 小 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 已经懂得看人脸色 隐脸偷生 被关在地窖里 饿得半死 也不敢掉半滴眼泪 他姐姐在受苦病痛时 他高床软疹 锦衣玉食 他姐姐被他推进湖里 险些淹死时 他在跟人嬉笑玩闹 将他当个笑话 云素阴眼底满是寒意 震住了林延青 阿阴 舅舅 我知道你在意母亲血脉 挨屋及乌 想要庇护云锦元 可是你现在 要是将人接回来 只会害了他 云锦元的性子 早就被王氏和云立安 他们给养佐了 善恶不分 是非不便 耳根子又软 你们别看他 好像跟云家翻了脸 可你们要是现在 就去把他接回来 对着他嘘寒问暖 你们信不信 下次要是再遇到云家有难 云家的人过来 跟他哭求一通 他就能立刻软了心肠 朝着死里坑我们 阿阴不过是 在教他弟弟罢了 云锦元没遇到过 一份残忍的天真 这世上 有些苦得他自己尝过 他才不会轻易去说原谅 也只有让他见识了 人心险恶 他也才会明辨是非 懂得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要是不让他经历一回 让他刻骨铭心 他不会知道 他错在哪里 祖父 我觉得阿阴和王爷说的对 云锦元那性子 是真的被教坏了 他是非官早就没了 要是不给他扭转过来 对他对阿阴 甚至对咱们林家 都不是好事 您和大伯 要是现在心疼了他 可不是在帮他呀 反而是在害他 好 锦元的事情 我跟你舅舅他们 都不插手 外公 放心吧 他是我弟弟 我总不会弄死他的 顶多 就是让他下回地狱 游荡几日 叫他脱层皮吧了 别吓唬外公他们 云锦元咧嘴笑了笑 到底没再说什么不好听的 撇开了云锦元的事 哄着林老爷子 他们脸色好起来之后 他们才有心思 关注军九渊的腿 王爷 您这腿 昨个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今儿个 又突然坐上轮椅了 外公别担心了 我这腿已经好了 只是太久没有走路 所以暂时 还不能长时间站立 阿阴怕我伤了筋骨 非得要我坐着轮椅 所以才会这般 等再过上一些时日 就不必再用这个东西了 林老爷子闻言 松了口气 只要好了就好 否则 要是大婚之日 还得坐着轮椅 那多不好看哪 天悲不醉 军九渊靠在踏上装傻 依旧迷迷等等 小舅他们人都走了 你还装呢 你是不是忘记 我是学医的了 军九渊听着小兔子的话 却依旧不肯睁眼 反而耍赖似的 凑上前去 抱着他腰身 便去亲他 嘴里滴滴沉沉地叫着 阿阴 王爷再装 我可就要给你醒酒了 阿阴这么狠 还有更狠的 王爷要不要尝尝啊 阿阴 哼 怎么不装了 军九渊也没有被拆穿后的尴尬 滴滴地笑道 没装 是真醉了 本王体内这药性的确能压得住酒气 可是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酒不醉人 人自醉 阿阴就是醉人的酒 你是吃糖了 嘴不这么甜 我没吃糖 你尝尝 不就知道了 亲了亲他的嘴唇 他才搂着人说 我是怕你今夜会再变出耳朵 也怕发情期没过 万一你这边出了问题 我就不在 到时候你怎么办 我看哪 你是吃了肉后 食髓之味 舍不得走吧 难道阿阴舍得 我当然舍得 云素音被吻得气息紊乱 嘴里说着舍得 手中 却爱不释手地 占着他的便宜 嘴硬 两人亲密了一会儿 军九渊却没真要了他 只是将人按在怀里 平覆着喉尖喘息 阿阴 别聊本王 不然待会儿 你又得求饶 昨夜闹得太过了 你也得好好休息 不然身子吃不消 早些休息 本王陪着你 那 你唱歌哄我睡觉 喷王可不会唱歌 云素音也不说话 就那么睁圆着眼 看着他 眼睛水汪汪的 无声撒娇 军九渊满心无奈 侧身躺在他身旁 嘴里低哼了起来时 伸手轻拍着 靠在他身边的小姑娘 王爷居然在哼曲儿 影子坐在树上 也是诧异了一瞬 能让他家王爷哼曲儿 哄着睡觉 这世上 怕也只有王妃这么一个了 想知道我母亲 还有那些人的死 到底是意外还是人为 恐怕 还是得从云立安 还有云家的老太婆身上下手 我打算这几天 找个时间去一趟牢中 见见陈默默和王室 你想见他们倒是容易 等回头 我让人替你安排 只不过这段时间 他们已经遇袭好几次 那刑部大楼跟筛子似的 进过好几拨刺客了 刺客 杀王室和陈默默的 年前的时候就去过两拨 不过手段粗烈 公宴后就越发厉害 昨天夜里 还有一波人混进了牙卫差役里头 在狱中饭菜里动了手脚 险些为了毒死陈默默 弄死整个刑部大楼里的犯人 好在我派去的人及时发现 只可惜 混进去的人服毒死了 没抓住活口 这么狠 云家人干的 不对 云家那边没这本事 是庆明帝干的 君酒渊淡然点头 还真是他 沉默默关乎的 只有云立安的生死 他跟云立安怎么回事啊 居然费这么大的力气 去帮云立安 云立安握着他的把柄 还能为着什么 云立安如今的罪名 只是挺其另取 欺瞒林家 真论起来 顶多也就是人品败坏 按照朝廷利率 他这种情况严重些 也就是摘了脑袋上的冠帽子 说不定 连那沐恩侯府的爵位 都能保留下来 可如果是骗婚在前 又杀害发妻在后 谋夺发妻嫁妆 意图谋害亲女 甚至连带着 当年邻家失踪的那些人 以及那几个稳婆的命 都舍在他的手里 这林林总总算下来 云立安就真的是 死最难逃了 云立安握着他把柄 那他直接弄死了云立安不就得了 干嘛费尽心机的 去弄死陈嬷嬷他们呀 对了 将云书月写的那张血书 让人临摸下来 上面添上去的那句话 那扶牛岭和铁重山 是什么意思啊 跟云立安有什么关系 清云帝又为什么会这么忌惮 你之前应该听说过 安国公府了解的事情吧 是听过一些 那句话 该不会跟安国公府有关吧 让老安国公丧命的那场大战 就是铁重山一役 而安国公府 十数男儿以及麾下数万大军 战败之后 葬身之地就在扶牛岭 当时清云帝还只是皇子 我那个没脑子的父皇 就是个蠢货 听信谣言 觉得安国公府图谋不轨 也觉得 劳安国公 功高震竹 有谋利之陷 所以在铁重山一役当中 坐视他们与达旦大战兵力不足 却迟迟不愿下旨 让人增援 那时候 朝中还有几个正职之人 朝中军中联媚尚书 朝野沸腾之下 先例逼不得已 派了援兵 送了粮草 哪怕时间晚了足足一月 可对安国公等人来说 已是万幸 既然增派了援兵军须 那安国公他们怎么还会战死呢 还有 这事 跟云立安 还有庆云帝有什么关系 因为那些援兵和粮草等物 根本就没送到战场 当时庆云帝 还只是得先帝看中的皇子而已 管着户部的事情 他为拉拢朝臣 帮着自己夺敌 跟当时另外几个皇子 争夺朝权 亏空户部大量裁减 又跟当时他侧妃的父亲 也就是如今玉妃的父亲 大皇子的外祖 兵部尚书江高明勾结 一次 冲号换了粮草跟兵器 挪用了兵部 原本用来采买军须的银子 那些所谓堆在兵部的粮草 全是沉迷混着砂石状态 而盔甲兵器 更全部都是一折就断的东西 他不敢将这些东西送往战场 江高明也跟他一样 两人合谋 想尽办法 收买了当时奉命押送粮草 援兵铁重山的军须官 让他们在路途之上出了意外 甲义运送粮草的船只漏水沉入河底 而所有的军须 也跟着石沉大海 援兵更在半途之中被人截留 迟迟无法增援安国公 安国公率兵在铁重山 苦苦等了大半个月 始终没有等来援兵 最后战败 被逼逃亡扶牛岭 在北地打打大军围困之下 活活耗死在了扶牛岭 庆云帝京居南安之下 又唯恐此事被人知道 在先帝想要趁机问罪安国公府时 主动出面替安国公府女眷求情 得了安国公府这份人情 也同样得到了那些 原本追随安国公的军中将领的认可 也正是因为如此 当初军九渊率兵围困京城时 庆云帝才能有资本与他抗衡 甚至后来趁着南越派兵北上之时 逼迫军九渊暂时休战 从而顺利登基 以摄政王的位置 安抚军九渊后 成了如今的庆云帝 当时率兵增援押送军需粮草的军需官 就是云立安 是他 这个无耻之徒 他害了安国公府上下 又充当了安国公府的恩人 拿着安国公府的便宜登上皇位 他不对安国公府感恩戴德也就算了 上次为什么还会朝着廖少夫人下手呢 还能为什么 不过是斩草除根罢了 廖少夫人腹中 是安国公府唯一的血脉 他自然会想办法弄死了他们 这样就能彻底断绝了安国公府的将来 也能永远都不必再担心 他当年所作之事 有朝一日会被人掀出来 也好在那一日廖少夫人的出事时 刚好遇到了你在姓林堂 否则还真就让庆云帝得逞了 难怪云立安那天的反应那么奇怪 也难怪庆云帝看到了血书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让人堵了云立安的嘴 所以云立安那里 是有庆云帝当年收买他做这件事情的把柄 云立安这些年晋升的有些太快了 而且后来他突然风绝 仔细想来也有些突兀 云立安这人既是小人 背叛高位也不择手段 他既然能让庆云帝这般情况下 还不敢动他姓名 手里握着的应该是书信 或者是别的实证 东西可能不在他手上 也许在云老夫人那里 也或许在别人的手中 这件事情 安国公夫人他们知道吗 暂时不能让他们知道 你跟安国公夫人有过来往 应该知道他的性情 安国公夫人是个烈性之人 虽然安国公麾下将领 都是对国公府遗孀 多有照顾 可安国公 毕竟已经过去这么多年 那些人之中 有一些投奔庆云帝后 早就不如当初纯粹 要是让安国公夫人知道 铁重山一役的真相 他定不会隐忍 而单凭安国公府如今的情况 一旦揭露事情 庆云帝必定会不顾一切除了他们 他就不怕天下人议论 他是皇帝 真撕破了脸 难道还怕几句谐言碎语 他要是真破罐子破摔 将知情人全杀了就是 至于其他那些人云亦云的 你觉得安国公府的人 一旦死绝了 还有多少人会冒着性命 顶着皇权替他们出头啊 我知道你心中有所不愤 本王也可以保住 安国公府遗孀的性命 可是阿隐 安国公跟本王的情况不一样 本王本就是以谋逆起家 当年也杀尽了皇室族人 身负恶名不惧流言蜚语 也百毒不侵 无所谓外人怎么看待 可是廖家上下不同 廖家替大晋征战百年 祖祖辈辈都是忠臣名将 他们一旦跟本王私混在一起 名声纠缠 就算真的只是为了替安国公讨回公道 最后落在旁人眼里 也会变成 未夺皇权 谋逆叛乱 到时候 安国公府百年轻语 毁于一旦 就连安国公 哪怕得一兆学 恐怕在地上也难以安息 安国公夫人 是不会选择让本王庇护他们的 而如果单凭他们自己 却跟庆云帝对上 逼得他下罪 以诏承认当年所做的事 替安国公昭雪 你觉得可能吗 就算真有一日 想要替安国公昭雪 要问罪有罪之人 也不该让他们染上任何恶名 那就这么放过他了 怎么会 他是皇帝 自然不好让安国公府跟他对上 可如果换一个皇帝呢 他自己不肯下罪以诏 那就让人来帮他 庆云帝是个怕死的 皇权更迭 性命攸关之时 他就算不想认下这些罪名 也由不得他做主 你想夺皇权 本王可不想 当皇帝多累啊 什么事情都要操心 做什么之前 都得顾忌朝中天下 那御史大夫的脑袋 比宫门前十柱子还硬 本王要真当了皇帝 怕是朝里的御史 都得撞住而死 当皇帝没什么好的 又累又憋屈 本王还是觉得 当这个摄政王更好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哪怕肆无忌惮一些 也无所谓 不过 阿殷若是想当皇后 本王也可以忍耐一下的 我不想 阿殷不愿 那本王就不多 你是想 推一个皇子上位 算是吧 那你看好谁了 阿殷觉得 谁更顺眼 大皇子 云素英试探道 他好像看着 比另外两个聪明些 玉妃 也算得上实时务 是不是聪明 实时务 现在还不知道 得看关乎 母族利益的时候 他们下不下得去手 你是说 名部尚书江高明 如果想要替安国公府 昭雪 就势必要逼着 庆云帝下罪一招 而庆云帝一旦承认 当年的事情 江高明也难以幸免 江高明是玉妃的父亲 也是慕容胜 如今最大的倚靠 建云素英 皱眉犹豫 也不只是慕容胜而已 庆云帝膝下 还有些皇子 年岁比他们小些 虽然不起眼 却也不是不能选择 就算这些皇子里真没人 慕容家也还有别的血脉 了不起 换一个人当皇帝就是 你也不必现在就想 等你处理完了 云立安和云家的事情之后 咱们再慢慢选 云素英原本还在仔细考虑 这些个皇子的优劣 等听到君九渊的话后 突然就反应过来 你就知道戏弄我 哪有戏弄 还说没有 你这把幻皇帝说的 跟过家家似的 本王这不是见 你想的挺认真的 所以配合一下 你怎么还恼羞成怒了 呸 不闹你 安国公府的事情 就算想要处理 也得先拿到 云立安手里的证据才行 当年铁冲山一役之后 知情的人大多都没了 如今 恐怕也就只有 云立安手中 还能有点证据 而且想让庆云帝 放任你找云立安麻烦 弄死云家上下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一剑一剑的来吧 要你说 挑拨离剑 坑蒙拐骗 呸 挖坑埋人 他最拿手了 我走不动了 你背我 你前几天 还心疼本王腿还没好 闹腾着非要本王 坐轮椅不可 今天就不心疼了 我刚才替你检查过了 你的腿已经好了很多 而且 只要不是剧烈运动 都不会有事 再说 我这可是在给你 做负重训练 帮助你尽快恢复呢 负重训练 嗯 就是带着重物 走动 跑跳 甚至是加入日常训练 不仅能够增加肌肉强度 和骨骼承受力 而且还能提升人的抗压能力 以及协调能力 所以你这意思 除了腿伤 其他地方 也能单独训练 当然可以 不过 这种训练 必须得有懂的人指点才行 否则 如果自己贸然去练 很容易伤了筋骨关节 甚至 让人变成残废 这方法能晋级开来 平常人也能练吗 当然可以 怎么样 想学吗 想 那你夸我几句 只要你哄得我高兴了 我全都告诉你 他扭头 便亲了他一下 这不算 云素音刚想说 轻轻不算讨好 就感觉到 原本搂着他的手一松 便将他从后面 捞到了身前 云素音翘眼一瞪 就想说话 谁知 他就直接将它压着 靠在了一旁的桃花树上 轻身便压住了他的嘴唇 阿音好甜 这个 这个不算 哦 他侧身咬着耳朵 那 这样呢 这里也甜 这里也甜 阿音浑身上下 都是甜的呢 云素音被轻得招架不住 那滴滴沉沉的声音 更是叫人骨头都软了 好了好了 算了 你想要干什么 我 我都教你 真可惜 阿音要是再晚点说 本王正好能吃了你 流氓 你 你耍赖 不耍赖 我家阿音 长筋绝带色 富氏清成姿 眉如翠雨 齿如寒贝 肤如白雪 腰如树素 阿音的眼睛如虎珀成澈 阿音的嘴唇 艳若樱桃 阿音的笑容 百花盛放 叫人能迷了心神 本王一见阿音就神魂颠倒 宁愿阿音赴一场乌山雨 哪怕怀中望断肠 闭嘴 你想学 我交给你就是 别说了 这男人说起魂话时 脸不红 气不喘 可他却觉得莫名羞耻 身手狠狠拧了下他的腰肢 这坏蛋 外公今儿个感觉怎么样 我替你拔把脉 我感觉 身子已经好多了 只是 早起时 还有些晕眩 别的 倒是没什么了 外公身子没什么大问题了 头晕也不是什么大碍 是之前中毒之后 去血太多 血气有些虚弱 正巧 这山山来得及时 等一下呀 我让下人去弄血下来 让厨房熬点鸽子参汤 补一补就行了 对了 正好 小舅也是气血两亏 我让厨房那边 多熬点鸽子汤 给小舅也送点过去 他先前受伤 气血大亏 虽然瞧着没什么大碍了 可到底伤了根子 多补一补 好能早些恢复过来 你小舅那份 就先别做了 他不在府里 啊 不在府里 嗯 他生意上 出了点问题 所以 一大早 就出府去了 每个十天半个月 恐怕不会回来 不过 你也别担心 他说 他会尽快处理好 外面的事情 赶回来 送你出嫁 可是 小舅身上的伤 都还没好全呢 什么生意上的事情 不能让云霄 和随风他们去做吗 云霄他们 毕竟是下人 怎么能 事事都处理好啊 而且啊 有些事情 得你小舅亲自去办 他也不是孩子 那么大的人了 身上的伤势 也知道分寸 他每年啊 总有那么几个月 都在外头跑着 经常小半年的 都见不着人呢 府里 就已经习惯了 你啊 别操心你小舅的事了 忙着你自个儿 跟王爷大婚的事情就行 你小舅疼你 等你大婚之前 他肯定能赶回来 他赶不回来 要是我出嫁 他都不回来 外公 您可得揍他 好 外公 帮你揍他 我之前让你去问的事情 问出来了没有 回小姐 我已经跟我爹打听过了 我姑姑小时候 就被卖去了云家 是云老夫人的贴身丫鬟 后来云老夫人 嫁给云老太爷的时候 他也当了陪嫁 去了云家 云老夫人带他一直 都挺不错的 银钱上门 也不吝啬 我听我爹说 就连我姑姑 想要嫁人的时候 也是云老夫人主动 归还了卖身旗 放了我姑姑离开 还给他 背了一份嫁妆 你是说 你姑姑嫁人之后 就离开云家了 是离开一段时间 只是后来 我姑姑生死之后 他男人就意外死了 我家中清贫 我爹也没什么本事 养活了一家老小之后 根本就 再养不活姑姑 和他孩子 而 姑姑回来的时候 半点积蓄都没有 带着孩子 也没办法生活 是云老夫人 重新找到姑姑 说是 让他回家去伺候 也帮着他 安置了好孩子 姑姑打那以后 就留在了云老夫人身边 一直到现在 陈嬷嬷的孩子呢 是男是女 是个女的 她嫁给了一个举人 后来 也当了官夫人 现在 就住在 承西那边的 荣华坊 你说 陈嬷嬷的女儿 嫁的是个举人 小姐 也觉得惊讶 别说是你 就是我爹他们当年 也觉得惊讶得不得了 那个举人 虽然名利末端 可却功名在身 后来 更是在云家的照付下 得了个官位 你说我姑姑 就是个下人 虽然没有卖身器 可身份家事 在那放着 我表姐 也没有母族帮衬 可她嫁的那个人 却从没嫌弃半点 云家这些年 一直帮衬着我表姐 前些日子 她小女儿嫁人时 听说 那人还是 云夫人帮忙挑选的 就连婚宴 也是云老夫人 让人操持的 说起来 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云老夫人 待她很好 我那表姐跟姑姑 并不亲近 反倒是 跟云老夫人关系更好 这些年 时不时的还会去云家 探望老夫人 云年的老太太 可不像是这种 重感情的人 陈嬷嬷嫁的那个人 是叫周沛 对 就是她 万军查过这个人 只知道 她以前做了点小生意 死了也快四十年了 时间过得太久了 想要知道详细的 还得再去查 你有没有问过你爹 陈嬷嬷的男人 是怎么死的 具体 我爹也不知道 那个姑父不是京中人士 我姑姑嫁过去后 就没怎么跟家里来往 后来 过了有一年多吧 有一天 我姑姑突然回来时 就说 她男人出了意外死了 当时 我姑姑 是大着肚子回来的 对于我那个姑父的死因 也很少提及 后来 她月份 建大 云老夫人 就找上门来 说是 让我姑姑 回去伺候 就连我姑姑那孩子 都是在云家生产的 等满月之后 才让人送出来的 我爹说 那孩子 送出去的时候 白白胖胖 身上穿着戴着的 都是跟大小姐相似的 就连后来 托我家照顾时 云老夫人那头 也时常会上银子 我表姐在我家 养到16岁才出家 一嫁 就嫁了个举人 那嫁妆 比寻常富贵人家嫁女还多 后来 还当了官太太享个福 我爹娘时常都说 她这运道好的 简直不像话 就跟 老天爷都疼她似的 云素音安静地 听着陈琪的话 可越听 就越觉得 事情没这么简单 你说 你表姐就住在荣华坊 对呀 我表姐夫叫洪月海 是光禄寺蜀城 先不去行部大牢了 你出去赶车 去荣华坊 你表姐家中 啊 陈琪惊愕 不是说 要去见她姑姑吗 怎么突然 又要去见她表姐了 让你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你怀疑陈某某那个女儿 有问题 你不觉得奇怪吗 以云家那老太太的脾气 哪能这么重情重义啊 如果不是 真重情义 就是有所图 只是 她图什么呢 要是图陈某某忠诚 完全没必要做到这种地步 君九渊也同样觉得奇怪 陈某某那个女儿多大了 陈琪 你表姐今年多大了 虚岁 虚岁应该三十八了吧 她几月生辰 八月 云烈安今年三十七 虽然是八月生辰 可差了一岁 时隔一九 云家的下人早就不知道换了多少步了 如果他们真是有心换子 只要模糊了年岁 一口咬定二人岁数不同 其他人又哪能知道真假 林王换太子呢这是 你说这事 陈某某知情吗 知不知情 待会儿问问就知道了 本王和王妃 有些跟云家有关的事情 要问你们 所以才深夜过来 想必洪大人应该不会介意 本王饶了你和夫人的好梦吧 王爷 我夫人虽然是周辰式的女儿 可她之前做的那些事情 我们全都不知道啊 王妃 我早早就嫁来了洪家 那之后 就一直跟我夫君住在这边 跟我娘亲也不亲近 她做的那些事情 我真的不知情 陈某某是你娘吧 你可知 她被主害我 要是罪名落实 那可是死罪 你就没打算 替她求求情 她就算被处死 也是罪有应得 是她掀起了害人之心 我要是替她求情 岂不是 是非不分 你倒是明辨是非 舍得大义灭亲 行了 你也用不着担心 我今天过来 不是为着陈某某的事情 是有别的事问你 云素音让两人起身后 才朝着周氏问道 我听说 我那祖母对你很好 啊 老夫人 带我娘很好 对我也算是爱屋及乌 这些年 偶尔会照应洪家几分 偶尔照应几分 就替你置办嫁妆 帮你寻觅夫郎 连带着你女儿的嫁妆和婚事 都她一手操办 刚才在外面的时候 我看着你们府上十分简朴 可进来后却发现 里面那有乾坤 这么深的亭境 洪大人 你们这宅子 应该占地不小吧 可有 七进出 九进出 还有个后花园 本王记得 洪大人 只是个从无品的 光禄四属城 什么时候朝廷的俸禄 这般丰厚了 竟是能叫你这么个 无品小官 买得起一品大圆的宅子了 是洪大人组上家财丰富 还是你女人 贪污受贿 中饱私囊了 王爷 微臣没有 微臣只是个 魏莫小官 哪来的本事贪污受贿啊 这宅子 是我家夫人 嫁过来时 娘家配赠的嫁妆 微臣是万万买不起的 原来是你的 我倒是不知道 陈嬷嬷在侯府当差 居然能攒下 这么多的家当 我记得 陈嬷嬷的月历银子 不到十两 那还是我那祖母 特意开恩给的家的 算上府中 一年上下的赏钱 顶多百来两银子 可这宅子 想要买下来 至少也得上万两银子吧 陈嬷嬷不吃不喝不花销 攒上三十年 也不够买这宅子的边角 她哪来的那么多银子 给你置办这么多嫁妆啊 王妃误会了 这宅子 虽然是我夫人嫁妆 可却不是岳母给的 是云老夫人 云老夫人感激岳母 在旁侍奉多年 又疼爱我家夫人 所以当年 我家夫人出嫁的时候 就替她 置办了一些嫁妆 这宅子 便是其中一样 其中一样 那看样子 还有别的 还 还有几处店铺 和银产 难怪你这穿的用的 都比你娘臣嬷嬷的还要好 感情 是我那祖母给的 王妃 老夫人只是宽厚 宽厚到 拿着自己的家底 来贴你这个下人的女儿 我那祖母 就是个冷心长的 我们府里几个小的 都从来没有得到过 她这般照福 她却将满腹热情疼爱 都给了身边嬷嬷的女儿 不知道的 还以为 你才是她亲生的 王妃 特别折杀我家夫人了 老夫人 虽然疼爱她一些 可也是看在 周辰氏的面子上 我那岳母 在云家伺候 也有好多年了 老夫人 才格外宽厚一些 我家夫人 怎么会有那福气 去当老夫人的女儿 她说着说着 见云素因似笑非笑地 看着自家夫人 而周氏 则是脸色惨白 像是被揭穿了 什么事情似的 一脸的心虚慌乱 你 你 你该不会真的是 老夫人的女儿 你胡说什么 二小姐 不要折煞我了 老夫人 可是侯爷的母亲 是侯府贵人 我哪有那运到 能当她的女儿啊 老夫人带我的确是 好了一些 可也只是因为我娘 贴身伺候她多年 而且老夫人膝下 只有侯爷一个孩子 年轻时便想着 要一个女儿不得 所以才对我偏爱了一些 是偏爱一些吗 她是什么样的人 我比你更清楚 你觉得 陈嬷嬷何德何能 又替她做过什么 值得她这么贴心贴肺地 去照顾她家中之人 要是真相是你刚才说的 云老夫人 是因为陈嬷嬷才这般待你 你跟陈嬷嬷起了嫌隙之后 就不怕失了因她得来的 这份后代 还是因为 你本就知道 云老夫人这么对你 根本就不是冲着陈嬷嬷去的 所以 你才肆无忌惮 冷待她这个生母 你知道 就算没有陈嬷嬷 我那祖母 也会对你贴心贴肺 好好照顾你的生活 因为她对你心中有愧 我没有 老夫人对我 能有什么愧疚 而且 我跟我娘 也只是没有那么亲近罢了 我自小就养在舅舅家中 我跟她不亲近也正常 可是 我待她还是好的 你待她的好 就是在知道 有人为她找上门来时 祸不及待地 跟她撇清关系 陈嬷嬷入狱 也已经一个来月了 你去看过她几回 你没功夫去搭理 你在狱中的生母 倒是有功夫去 沐文侯府探望云老夫人 直到云家有人过来 迫不及待地就赶过来 生怕云老夫人 有什么事情 你这个女儿 当得可真是孝顺 还有云老夫人 她宁肯隔着一层关系 因为陈嬷嬷来对你好 也不曾想办法 去救牢中的陈嬷嬷 甚至还落井下石 恨不得她能早点死了干净 这就是你说的爱屋即屋 也不说别人了 我就只问洪大人一句 你以前可有见识过 谁家这般爱屋即屋的 周氏被云素音的话 说得面无人色 而洪玉海也在旁一时无言 你不想说是吗 你得知道 有些事情 不是你不说就能藏得住的 陈嬷嬷和云丽安 马上就要问沈 而云家跟我之间的事情 想必你也清楚 我是断然不会放过云家上下的 至于你 你要是老实将事情始末告诉了我 我可以当你未曾掺和其中 不做牵连 你帮我做个证 我也就放过你了 并且不会追究此事 也不会将你跟云家的关系 告诉旁人 可如果让我自己查出来 你跟云家的过往 到时候 就别怪我无情了 你倒是说呀 周氏张张嘴 想要说话 可是想起云老夫人 想起牢中的陈嬷嬷 想起以前 云老夫人跟她说过的那些事情 还有将话 咽了回去 你以为 你不说就瞒得住 我今天夜里能来这里找你 就意味着 我未必真要你开口 才知道真相 只是有些事情 想要找你求证罢了 你既然不肯说 那就别说了 王爷 当年我娘带进云家的那些嫁妆 我虽然都抬回了林家 可是回去清算的时候 却发现少了很多东西 银钱也短缺了一大截 这宅子 指不定就是其中一件 万军 立刻去带人过来 将洪家上下全部锁拿 追讨王妃母亲留下的东西 还有那个刚嫁出去的 既然都是云家给的 用的恐怕 也是岳母那份嫁妆 却找人追回来 与之有关之人 也全部抓起来 王爷 这些东西 都是老夫人给的 不是临时的东西 云家上上下下 都靠着本王岳母的嫁妆起家 你口中的老夫人给你的 也几乎都是本王岳母留下的东西 这宅子里所有的东西 都不是红玉海的凤露 能买得起的 而这些东西说不定 都是云家拿着本王岳母的钱财来买的 你要是觉得冤枉 去牢中跟府衙的人身边吧 可如果查出来 真是岳母的东西 你就是偷盗林家家财 你不是说 云家的事情跟你没关系吗 那云老夫人又没养过你 你难道还真想为了他们 把命都豁出去不成 你不跟王爷他们说实话 是想拉着我们全家老小 去给云家陪葬吗 云素音见他脸色苍白 却还是不肯开口 便也歇了劝说的意思 算了 红大人也别劝了 他既然喜欢跟云家同生共死 那就成全了他吧 只是可惜了你和你那双儿女了 王爷 我们走吧 你倒是说呀 不能说呀 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能说 你以为你不说 就能瞒得住吗 王爷他们能连夜找到这里来 就说明 他们早就知道了这事情 想要找你 也不过是为了求证罢了 你就算是不说 你以为这件事情 能瞒得住多久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说 我今儿可就休了你 免得你糊涂地拿着全家老小 去给云家抵命 我说 我说 红玉海将人请回来后 云素音和君久渊 重新做回上手 我 我的确是老夫人的女儿 是老夫人 将我换到了陈家 当年老夫人 嫁进云家之后 久久不运 天生府中老太爷 纳的那几个姨娘 一个接一个地生 与老太爷喜爱美色 又极为宠爱其中一个姨娘 更在她生了儿子之后 又休了老夫人 向那姨娘扶正的意思 刚巧 老夫人怀了身孕 才打消了老太爷的心思 保住了正气的位置 老夫人怀孕五个月时 就托人请了经验丰富的大夫 替她诊脉 却诊出 腹中是个女胎 而她要真的生下个女儿的话 势必难以抗衡府里的姨娘 就在这个时候 陈嬷嬷死了男人 凑巧怀着差不多的月份的胎 回了京城 老夫人就将人接回了云家 借口 让陈嬷嬷在她身边伺候 将人留在了云家 是凑巧 还是故意 是 是 是故意 陈嬷嬷嫁人的事情 也是她故意安排的 老夫人嫁入云家五年都没身孕 她怕早晚会丢了正气的位置 被人取代 所以 就 就起了借父生子的心思 云老夫人下定决心之后 就安排了一场偶遇 让陈嬷嬷遇到了心仪之人 那个周沛看着清正 可暗地里却是个好赌之人 身上背着一屁股的赌债不说 还有嘴滑舌 最擅长甜言蜜语 仗着一张不错的脸 哄得陈嬷嬷动了心 云老夫人任由两人暗中来往许久 又找了个机会 撞破两人私会 她不仅没有责怪陈嬷嬷 反而还十分大方地 表示愿意送她出嫁 她不仅将卖身器还给了陈嬷嬷 给她置办了嫁妆 放她跟夫君成婚之后离开了京城 甚至还替她们找了一份营绳 对她们多有照福 而陈嬷嬷也因此对她感激至深 离开京城之后 陈嬷嬷也没跟云老夫人断了联系 云老夫人不仅以主仆情义困住了陈嬷嬷 更是拿捏着陈嬷嬷那个夫君的把柄 拿着她欠下的那些债条 要挟她看管住了陈嬷嬷 根本就不怕两人能飞出她的掌心 只等着陈嬷嬷怀孕之后再做打算 后来呢 后来陈嬷嬷就怀孕 老夫人也扬坐 自己有了身孕 她原本是想拿着周沛 欠下赌债的事情 逼迫陈嬷嬷产子之后 卖了儿子抵债 再将儿子神不知鬼不觉的 带回京城 冒充是她自己的孩子 可谁知道 没过多久 她却居然 真的查出有了身孕 这事情就暂时压了下来 她本已经打算自己有子之后 就放过陈嬷嬷了 可是 周氏有些说不下去了 可是 她腹中怀的 却是个女胎 根本就不能帮着她在云家安身立命 也不能帮着她保住云夫人的位置 所以 她就又瞄准了陈嬷嬷肚子里的孩子 云老夫人 想要陈嬷嬷腹中的那个孩子 又想瞒过所有人成功换子 就必须要陈嬷嬷怀着身孕回到京城 而且还要跟着她一起生产才行 陈嬷嬷嫁了人 自然可以不离开夫君单独回京 而想要她无依无靠 只能一副云家而活 这个时候 那个周沛又突然意外死了 所以周沛的死 是不是云老夫人让人做的 是 周沛好赌成兴 以前是由老夫人压着 又源源不断地给她银子 她才能瞒着陈嬷嬷 做个温和善良的丈夫 可后来 老夫人想要让陈嬷嬷回京 自然就断了她的银子 才故意 让人引诱周沛去赌 周沛越赌越大 以前的事情也就瞒不住了 她欠了钱 又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 被追债的人 堵在暗巷之中活活打死 而陈嬷嬷变卖了所有的嫁妆 将家底全部掏空 才勉强还上了她欠下的那些债 事后 身无分文 又有韵在身 只能回京 逃奔她兄长 难怪姑姑一直 都不愿意提起姑父是怎么死的 而且当年老夫人给了她那么多嫁妆 她回京的时候 却那么落魄 继续说 云老夫人让人替陈嬷嬷看过 她腹中孩子是个男胎 就借口见她落魄 不忍她受苦 将她带回了云家 云她继续在身边伺候 陈嬷嬷产子那一日 云老夫人也 也意外生产 两个孩子几乎是前后脚落地 所以 云丽安是陈嬷嬷的儿子 周氏嗡了声 陈嬷嬷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 她产子之后 两个孩子就被换了 她就没有半点怀疑 而且孩子怀了那么长时间 她自己就没有问过人 腹中是男胎女胎 陈嬷嬷那时候被养在云家 根本就接触不到外人 而且 被周沛骗过之后 她只信得过老夫人 而且 她也没想到老夫人会这么做 老夫人早早就让人特地替她看过 告诉她 腹中是个女儿 老夫人跟陈嬷嬷一起生产 当时场面一片混乱 而两人生产的时候 就在同一个院子里 中间只隔着堵墙 老夫人原本是想让人 在陈嬷嬷生产的时候动手脚 让她难产而亡 将两个孩子都冲作是她生的 对外就说 她之前怀的是龙凤胎 可谁知道 陈嬷嬷居然撑过来了 而当时 府里也出了点意外 云朗她也赶了过来 亲眼看到两个孩子落地 老夫人也不好再朝着陈嬷嬷下杀手 就只能将孩子换了 把我放在了陈嬷嬷身边 将陈嬷嬷的孩子 抱到了她的床前 你既然知道 你才是云家的女儿 是云家的嫡出小姐 而云丽安就是个冒牌货 你难道就没有想过 将身份换回去 我 我以前不知道的 以前老夫人待我好 我只以为 真是因为我娘 哦 因为陈嬷嬷的原因 直到后来 无意间发现之后 我才知道 原来 我是她的亲生女儿 周氏心中 虽有些不愤 可到底 也不敢真跟云老夫人翻脸 她明白 慕恩侯府显贵的是云丽安 却并非云家本身 就算她真把事情掀了出来 将身份换了回去 云丽安 依旧是慕恩侯 她却只是云家小姐 而云家没了云丽安 又怎么还能有那些富贵呢 而且她也感觉到 云老夫人对她 是有愧疚的 只要有了这份愧疚在 而且也算是抓着云丽安的把柄 与其回去云家 揭穿云丽安的身份 倒不如就这么安逸下去 两人心有默契之下 就这么瞒着其他人 母慈子孝到了现在 小姐 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 我虽然是老夫人的女儿 可是 她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告诉我的 王妃明鉴 我夫人一年到头 去到侯府也就那么几次 而且 还要瞒着那陈嬷嬷 不被她察觉身世 她真的不可能跟老夫人有什么的 否则 陈嬷嬷 早就察觉到她身份了 我们夫妻二人 不是那种胆大之人 顶多 就是贪点侯府的东西 偶尔 让侯爷帮臣帮臣 可是 别的真的是老实本分 什么恶事 都不敢做呀 行了 我要问的就是你这身份罢了 别的事情 想你们也不可能知道 周氏 我问你 你是想脱离云甲 往后跟洪大人好好生活 不牵连儿女子孙 还是稀罕着云家的富贵 想要赌一赌 云家跟我 事后谁胜谁负 我听二小姐的 只要能保住洪家和我一双儿女 二小姐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行 周氏咬咬牙 点头 那你就跟我去一趟刑部大牢 把你刚才跟我说过的话 再原原本本地 跟陈嬷嬷说一遍 我 要去见陈嬷嬷 她不敢 你不用害怕 你只需做到 我让你做的事情 我保证 事后陈嬷嬷嬷不会伤害你 而且你跟云家那边的关系 也会脱离得干干净净 洪家不会牵连其中 除了我们几个以外 也不会再有人知道 你们之间的关系 周氏迟疑地看了眼洪玉海 洪玉海问 可是 如果陈嬷嬷知道云侯 也是她的儿子 她就算知道了 老夫人患子的事情 恐怕也不会背弃云家 那要是云丽安 早就知情呢 云侯也知情 放心吧 你只管将你知道的事情告诉陈嬷嬷就行 至于别的 你们不需要理会 好 我跟二小姐去 二小姐 陈嬷嬷还认得我 我还想着 你被关了这么长时间 指不定都认不得外头的人了 想当初在云家时 你是最体面的嬷嬷嬷 别说是府里的下人 就算是外头那些 稍低一些的官宦人家 见着你 也得行个礼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每次想要去见老夫人时 都得朝着你一求再求 只盼着你能替我 在她跟前说句好话 如今瞧着 嬷嬷怎么就落到这般田地了 说起来 你那老夫人如今在府里 还紧一遇时的 怎么也不知道替你打点打点 看看你这模样 真可怜 用不着二小姐来挑拨奴婢和老夫人 奴婢虽然是下人 可是老夫人带我去极为恩后 二小姐也不必冷嘲热讽 奴婢当日害你是我有错 你要是想要见我落魄 也不过如此 这牢中阴寒湿冷 可别葬了二小姐的贵族 你对云家倒真是忠心呢 都落到这地步了 居然还想着替云丽安母子顶罪 奴婢听不懂二小姐在说什么 奴婢只是一时贪心 收了夫人的银子 才会险些害了小姐 那香炉里的东西也是夫人放的 跟老夫人有什么关系 二小姐就算攀附上了摄政王府 得了摄政王青睐 也不该这么污蔑长辈 巧人知道了 对二小姐也没什么好处 你知道 云丽安下狱了吗 沉默默神色一浆 猛地抬头看着他 看来是不知道了 也对 自打四皇子成亲那日之后 你就被抓进了刑部大牢 外头的事情 你恐怕还全然不知 那我就跟你说说 这段时间的事情吧 王氏被抓进大牢后 云淑月因与四皇子婚前苟且 被陛下贬成了侧妃 后来又被云家义踹掉了孩子 死在了四皇子府 他临死前心怀怨恨 留下了一封血书 将云丽安和云老夫人 曾经所做的那些事情 都写了出来 那封血书 如今 已经递到了盛前 云丽安被打入诏狱 云家恐怕 也在劫难逃 说起来 你这罪名也算是白替他们顶了 到头来 你被主而死 却也救不了云丽安 和你的那位老夫人 哎呀 可真是可怜哪 不可能 大小姐怎么会出卖侯爷 侯爷怎么会下狱 你骗我 你骗我 我骗你干什么 云丽安除夕下狱 满城皆知 而他挺起令曲 哄骗林家 又谋财害命的事情 谁不知道 说起来 他们对你也真下得去手 你进了这大狱不过一月 来刑部杀你灭口的人 一只手都数不过来 你这边忠心耿耿的 跟条狗似的拿命 护着你家主子 可在你家主子眼里 你却是个随时都能出卖他 也没了用处的畜生 死了一条 还能再找到新的 你闭嘴 其实 你也真够蠢的 护着你的老夫人多年 临了 拼了命也想护他周全 却不知道 他从头到尾 都不过拿你当个笑话 你胡说 老夫人待我很好 他视我为手足 哼 手足 他的手足 就是杀了你男人 坏了你儿子 在掠失恩情 困住你给他 当了一辈子奴才 陈嬷嬷呆住 什么杀了他男人 什么坏了他儿子 他在胡说什么 不 云素音是故意的 他只是想要 他背弃老夫人 他一定是在说谎 他就是想要挑拨离间 让他跟老夫人 起了嫌隙 他不能听他胡说八道 你跟着云老夫人 几十年 脑子里怕都是 他塞给你的 那些豆腐渣吧 我想我说什么 你都不信 那就找了个 说了你能信的人吧 周氏 进来吧 周氏在门前迟疑了下 才壮着胆子入内 而陈嬷嬷看到他的时候 顿时激动起来 祥云 你怎么来了 你 你有什么冲着我来就是 你别动祥云 他跟云家没有任何关系 他什么都不知道 二小姐没杀害我 是我自愿跟着他过来的 你 祥云 你别信云素音 他跟我有仇的 他跟云家有嫌隙 他说的话 你什么都别信 云家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你也早就嫁去洪家是洪家的人了 你赶紧走 快点回去 侯爷和老夫人会救我的 你快走 原侯爷 已经下狱了 他救不了你的 不可能 二小姐刚才没骗你 大小姐已经死了 就死在四皇子府里 连尸体都还在侯府停着 侯爷在除夕宫宴上 被皇上下旨打入诏狱 慕恩侯府也乱成一团 老夫人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来救你 而且刑部的大人也说 从你进来之后 就有好些人都想要杀你灭口 二小姐说的都是真的 陈嬷嬷原本笃定的心 瞬间乱成了一团 你们好歹也当了几十年母女 虽然是假的 可想必 还是有很多话想说 我先出去 你跟她好好聊聊 等你们说完之后 我再进来 向云呢 她 她在说什么 她那话是什么意思 我不是你的亲女儿 你 你胡说什么 你是不是听云宿阴说了什么 向云 你别听云宿阴胡说八道 她统统都是骗你的 她为的 不过就是挑拨我和老夫人的关系 你别被她骗了 不是二小姐说的 是我本就知道 我真不是你的女儿 你不是我的女儿还会是谁啊 是 是云老夫人 你胡说八道 是真的 我是听老夫人亲口说的 我不是你的女儿 是她在你生产的时候 趁着你虚弱 换了我和云侯爷 云侯爷 才是你的亲生孩子 云宿阴站在牢门外面 靠着墙壁 无聊地翻着手指 身后牢门里面 周氏叙叙叙叙的声音传来 而陈嬷嬷从最初的难以置信 到后来的神色恍惚 再到最后满是凄厉的哭喊 身后牢中周氏出来时 脸上留着极深的巴掌印 脸皮上还有被抓破的痕迹 看着狼狈极了 二小姐 我已经跟她把事情 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你怎么样 我没事 这些都是我该受的 你先出去吧 跟红月海回去之后 别跟人提起 今天夜里的事情 还有云家那边 要是有人问起 你知道该怎么说吧 我知道的 二小姐 你要我做的事情 我已经做了 父亲也打算 带着我离开京城 去外地夫人 绝不会再忏悔云家的事情 你 我说过不动你们 就不会动你们 回去吧 其实 你本该有不错的人生 哪怕为奴为婢 可只要到了年线 嫁一个老实本分的人 生个孩子 留在主家 也能安安稳稳地生活 可云老夫人给了你希望 又生生毁了一切 你一辈子都被她握在掌心里 如同一个玩意儿 笑话 却还满心 将她当次救赎 诸心以报 到了现在 你还想着护着她吗 你是怎么知道这事的 很难吗 你那老夫人看着慈眉善目 实际上 却是最心狠歹毒 刘管家 云淑月 云锦园 还有我 哪一个不是她至亲至信的人 她能为着云家颜面 除此伺候云家多年的刘管家 丝毫不在意云淑月名声 任由她跟四皇子苟且 还有云锦园和我 我们就算不得云丽安看重 也是她的孙儿 可她能够任由王室将云锦园养歪 任由云淑月害我性命 不惜朝着我下药 回我明节也要保全侯府 这种人 怎么会那么善待你这个仆人呢 她对你好也就算了 还爱乌吉乌 将你女儿 甚至孙子孙女都捧在掌心里 把连给她自己亲孙子都没给过的慈爱 给了这些毫不相干的人 长脑子的人都会知道 这其中肯定有问题 你跟了她这么多年 想必也知道她心性手段 你该不会真的觉得 你能成为那个 唯一能让她心存善意的例外吧 是啊 我真蠢啊 可你 不也一样的蠢 你告诉我这些 无非是想要从我这里知道云家的事情 让我帮你对付他们 可是云素音 你都说了 云丽安是我儿子 我怎么可能帮着你对付他呢 那可不一定 毕竟 你这儿子 跟别人的儿子不一样 他能对着亲娘下手 推着你去死 能为着权势富贵 做事你为奴为婢多年 临了了 让你顶罪 你要是还护着他的命 那你可就不是一句蠢能形容的了 他肯定不知情 你是在说服我 还是在说服你自己啊 云家那点破事 连周事都能知道 更何况是云丽安 你以为 云丽安是什么 纯白无瑕的小绵羊 他是怎么一步步 爬到今天这个位置的 你不知道 像他这种人 生性多疑又容不得人 只要有蛛丝马迹 就一定会寻根究底 连我知道周事的事情之后 都会起疑 你觉得 他这么多年帮衬红家 会没想过 他会不知道 自己亲娘为什么会 那么善待一个下人的女儿 甚至 恨不得将家底都贴给周事 他 他不会 是他不会 还是你不相信你亲儿子 明知道你是谁 却依旧送你去死啊 你想自欺欺人 我也没什么办法 我的确是想从你这里知道一些事情 可是你要是不愿意说 我也无所谓 反正云淑月该说的都说了 也足够要了云丽安和云家上下的命 云素英有意借着心理学的暗示 稍微偷换了概念 让陈嬷嬷以为云淑月也知道云家那些事情 有云淑月留下的血书 有王室作证 其实 有没有你 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我来找你 不过是觉得 你这一生过得也实在是可怜 效忠了一辈子的主子利用你 生下的儿子害了你 你本该有大好的人生 却毁在那个 跟云家联手骗你的恶劣男人手里 袖连云丽安 也是那个骗子的肘 身上流着那个骗子的血 云素英的手指 在地面轻敲着 我要是你啊 反正都已经落得这般田地了 何不让自己痛快了一回 让云丽安身败名裂 让云老夫人罪有应得 让那个骗了你的男人 死了也难以安生 免得黄泉路上 奈何桥边 再来懊悔 到死都没出得了这口气 只要云丽安死了 那个男人就断了香火 只要云家灭了 云老夫人追逐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就都没了 他们罪有应得 你也能出了这口恶气 不是吗 陈嬷嬷本就因为骤然知道真相 心防溃散 此时被云素英蛊惑 脸色渐渐猙獰了起来 是啊 是他们骗了他 是他们害了他 他落到这般田地 全是因为他们 他曾经也是良善之人 如今却手染鲜血 恶贯满盈 那个骗子的孽种 凭什么好好活着 只要你告诉我云家的事情 我保证 让他们母子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不会让他们死得那么容易 会一点点折磨他们 让他们受尽苦楚 求死不能 云素英声音微缓 带着特有的韵律 只要你说了 等云家问审之后 让你亲眼看到他们的下场 我就给你一个痛快如何 让你不用再留在这黑漆漆的地方 被关到老死 云素英的声音 好像带着诱人的魔力 而话中所说的那些 也让人无比心动 他恨极了云家人 也怕极了这黑洞洞的牢房 他神色恍惚地说 我不要 不要留在这里 那你就告诉我 你知道的东西 只要你说了 我就放你出去 我说 云素英手中动作一顿 手指打了个响指 对面陈嬷嬷便清醒过来 她看着眼前的云素英 迷茫了一瞬 脑海里却还记得那极深的怨恨 和急于发泄的怒气 说吧 陈嬷嬷心里被中了暗示 此时也对云老夫人恨极 就连云丽安 在她眼中也不是自己的儿子 而是那个骗了她的男人 留下的孽种 她丝毫没有隐瞒 将云家当年骗婚 还有临时嫁入云家的那些事情 通通说了出来 包括云老夫人当年是如何害死云老太爷 又将府中遗娘庶子通通铲除 替云丽安藤露 我想听的不是这些 该明白 我想知道的是什么 云丽安既然觊予云家全世 又想要云家帮衬 那个时候 她也还没有成为侯爷 云家也不如现在显赫 她为什么会朝着我母亲动手 我母亲生云锦园那天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那是因为 夫人听到了不该听的东西 夫人怀公子的那段时间 正值云丽安升迁的要紧时刻 可临家那头却不肯帮她说话 临老爷子怨夫人在老夫人去世的时候 未曾回去祭拜 所以对临家冷淡了许多 云丽安曾试着想要让夫人低头 去求求临老爷子替她说情 可夫人胆怯不怨 云丽安气急之下 便与王室往来的多了些 险些被夫人撞祸 还是老夫人及时出现才隐瞒了过去 临时到底还是心软 她原是打算偷偷回临家 事情办成之后 再与云丽安说 可那一日到了门前 突然胆怯 就想着让云丽安陪着她一起 可谁知道 这一回去 就撞上了云丽安跟云老夫人争执的场景 云老夫人刚替云丽安擦了王室的屁股 怪云丽安不该还留着王室 而云丽安当时本就气恼临时不肯帮她 更不知道 临时已经打算回临家 她只说 临时不过就是个玩意儿 娇滴滴碰不得 还说 王室才是她心爱之人 更脱口而出 说了不少魂话 两人吵嘴时 不仅将王室母女扯了出来 甚至还说了一些不该说的事情 临时当时已经怀胎九个月 眼见着快要临产 她躲在门外 听到二人争执的那些话时 急怒攻心之下 直接动了胎气 惊动了里面两人 而云丽安和云老夫人满脸惊慌的 从房中出来时 就见临时腿下 全是血 惊慌失措之下 连忙将人送进了产房 这就是临时之所以会在那天难产的真相 只是王室母女而已 我母亲就算知道 以她的性情 只要云丽安好生说上几句吼一吼 她就不会再计较 怎么会让他们狠下杀手呢 因为 她听到了不该听的 绝不可能原谅侯爷 而且 会跟侯爷拼命 当年 云丽安和夫人新婚时 王室突然找上门纠缠 侯爷对王室心中有愧 再加上王室那会儿吃馋劲厉害 不让侯爷跟夫人远访 侯爷那时候年少气盛 也觉得与夫人在一起是委屈求全 怨憎之下 就 就 就什么 就 就在夫人的胶杯酒里 下了药 让 让旁人与夫人远的房 云宋因手中一用令 骨节都犯响 与我母亲人放的是什么人 不知道 那天京中出了事 乱成一团 宫中派了进军捉拿逃犯 刚好有人闯入了府中 那些人身上带伤 个个凶悍 还带着一个浑身浴血的人 见人就杀 老夫人和侯爷 仓促之下躲了起来 可夫人中了药 根本没办法离开 我跟老夫人他们藏在密道里 只听到 他们说 要找女子裁补 替人疗伤 而刚好 夫人就在房中 又中了极为烈性的药物 昏迷不醒 后来 后来 那些人里为首的人 便要了林氏的身子 云林安原本安排了人 跟林氏做戏 想要安抚王氏 可哪想到 那天晚上 府里居然真的来了人 他安排的人被杀了 可林氏 依旧没了清白 林氏那夜 本就中了药 全然昏迷 根本不知道 身上的人是谁 就那么凑巧 一次而已 他就怀上了孩子 所以 我不是云林安的女儿 不是 云林安是想要打掉这个孩子的 可是夫人却十分欢喜 云林安哄骗夫人下嫁 本就是为了林家的权势 可林家之人气性极大 林老爷子更是放话说 不认这个女儿 所以 就算云林安跟夫人成亲 却也根本就没得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 反而 林家处处都给他使绊子 云林安想打掉这个孩子 可云老夫人却直说 这孩子来得正好 说不定 能挽回他们跟林家的关系 强行将孩子留下来不说 还让云林安 世事关心 处处深情 比之前带林氏更好 林氏怀胎十月 生下云素因后 林家的态度果然就缓和了下来 林老爷子虽然依旧 没有说原谅的话 可林家那几个舅爷 却私下见过云林安 更将林氏的嫁妆补了过来 暗中在仕途上 帮扶云林安 夫人单纯 根本不懂这些事情 而云林安为了让夫人一心依赖 让他能从林家得到足够的好处 所以处处隐瞒 从未告诉夫人 林家暗中做的那些事情 老夫人跟他时不时地 从中挑拨几句 再加上林老爷子态度强硬 所以夫人一直都以为 林家还在为难云林安 甚至还因此心有怨愤 云林安就这么两头遮掩 一边骗着林氏 一边骗着林家 愣是借着林家的权势 平步青云 所以我母亲是因为这个 才被害死 那天老夫人跟云林安争执时 无意间提起了二小姐 也让夫人知道了这桩往事 动了胎气 夫人软弱了一辈子 却偏偏在那一日强硬了起来 哪怕被送进产房 疼得死去活来时 却依旧说着要回林家 任凭云林安怎么哀求赔罪 都不肯原谅 云老夫人是个心狠的 见林氏什么都知道了 而且没有半点心软的迹象 直接就对林氏起了杀心 再加上林氏当时动了胎气 情绪激动之下 有了难产的迹象 索性就一不做二不休 要了林氏的命 公子是从夫人肚子里 生泡出来的 娶了孩子之后 老夫人和云丽安 又任由夫人活活流血而死 对外直说 夫人缠死血崩 云素音安静地 听着陈嬷嬷说着 想起林氏的死 也不知道该说的什么好 该强硬的时候不强硬 该服软的时候不服软 哪怕当时她知道了真相 稍稍敷衍云丽安母子一会儿呢 他们恐怕 也不会那么容易生出杀心 偏偏 她在那关头 却愣是不肯松口 明知道这二人恶毒狠辣 却还拿林家来逼他们 不仅逼得他们铤而走险 也生生逼死了她自己 林氏的死说一句 因她自己求来的都不为过 当年知道 我母亲难产而死真相的人 当真全死了 也不是全死了 除了老夫人和云丽安 还有我以外 当时那些产婆里面 有一个人在出事之后 曾经给她家中之人去过信 还将老夫人给她的银票 也送了回去 事后 老夫人让人追查 可那家人早就搬走了 这么多年 也一直都没下落 那其他人呢 其他都死了 把那家人原本的地址给我 还有 那个强要了我母亲身子的男人 有没有线索 没有 那天事发突然 而且进军捉拿逃犯 外面也极为混乱 后来云丽安去打听过 却什么都没打听出来 只知道那天的人 应该不是咱们大进的人 啊 对了 那个人有些奇怪 我当时偷偷看了一眼 他眼睛是红的 而且流的血 也跟平常的人流的不同 带点蓝色 当时老夫人还说 他是妖怪呢 那些人走了之后 我们替夫人收拾时 发现他身边留了半块玉绝 什么样的玉绝 通体翠绿 里头还嵌了点金丝 好像是什么动物的形状 那东西呢 在老夫人那里 你说他跟我母亲之后 身上的伤就好了 也不是好 就是看到那伤口皮肉长起来 原本还流血不止 也停下来了 云素音瞳孔猛缩 这玩意儿怎么听着这么邪乎啊 像是传说之中的财补之书 还有没有别的 我就只见过那人一次 那之后再也没见过了 至于老夫人 我知道的也都已经告诉你了 老夫人行事向来谨慎 也不留任何把柄 知道她事情的人大多都死了 二小姐如果想找证据的话 只能去府里 老夫人平日最常待的那个小佛堂 那佛堂里面 佛像之后 有一处暗阁 打开后 就能进入里头的一间密室 密室里有什么 里面全是放着长明灯 每一盏灯的灯芯 都是用 被老夫人害死过的人的生辰八字做的 还请了昭云寺的高僧 以佛法加持 为着的就是镇压亡魂 不被恶鬼缠身 他居然还姓鬼佛 这人恶毒起来是真恶毒 可胆小起来 却又是真胆小 等云立安开审之后 会传你上堂 二小姐 我能不能问你一句话 云素音看着她 恩了声 你在南地的时候 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奴婢也算是亲眼看着你长大的 你从南地回来之后就性情大变 对老夫人 对于立安都没了半点往日亲情 奴婢知道 你并不懂医术 你 你真的是 二小姐吗 你觉得是就是 觉得不是就不是 说不准是你家那老夫人 忘记放我的长明灯了 恶鬼锁命呢 云素音满是恶劣的勾了勾嘴角 转身就走 可陈嬷嬷却整个人僵在原地 脸色惨白 她果然不是二小姐 她是从南地回来的孤魂野鬼 这世上果然是有报应的 而云素音就是云家和她的报应 冬刑部大牢出来 云素音神色有些恍然的站了许久 怎么了 他们都招了 那不是好事吗 你一直都在追查你母亲的死因 有他们开口 你也就能知道真相 她说到这里 顿了顿 见云素音抿着唇 神色有些不对的模样 怎么了 是不是还有别的事 陈嬷嬷说 我母亲的确不是难产死的 而且 就连生产那日 也是出了意外 才会提前动了胎气 她听到了云丽安和云老夫人说的一些事情 情绪激动之下才会提前生产 而云丽安和云老夫人 是将云锦园 从我母亲肚子里生抛出来的 临时难产那日 园主就在院子外面 她亲耳听到她母亲的一声声惨叫 却不懂得那惨叫代表什么 所以 她到死都未曾想过 自己会有那么不堪的身世 她母亲也死得那么凄凉 别难过了 阿渊 我不是云丽安的女儿 你想找你的生父吗 找她干什么 一个强行跟女人发生关系的男人 不管她为了什么原因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没打算跟她相认 不过 我得知道她身份才行 陈嬷嬷说 那天夜里 她看到那个男人的时候 她眼睛是红的 而且血液 也跟普通人不同 发起狂乱时 如同野兽 我想着 她说不定 跟我的情况一样 那你是怀疑 你能变化的原因 是因为那人 云素音点点头 我如果真的是那个人的血脉 那这变化的能力 肯定也与她有关系 而且照着陈嬷嬷的话 那人拥有财补的能力 能靠着与人欢好 修复自身伤势 阿渊 你以前有没有听说过 这种类似情况的人 没有 我倒是听说过 江湖上 有财补女子 修炼内力的事情 这种大多 一旦露面 就会被人所杀 但是 靠着欢好疗伤 甚至 还有这么强的自愈能力 这东西 怎么听着都邪乎 所以 得知道那人的身份才行 想办法摸清楚 这玩意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照着陈嬷嬷的说法 当年的事情 应该有迹可寻 回头 我让万军去查一查 那天京中出了什么事 捉囊的逃犯 是什么人 隔了这么多年了 能查得到吗 查不查得到 先查着再说 当年的人 也没有死绝 总有那么一两个知情的 对了 陈嬷嬷说 那人当年留下了半块玉绝 在云老夫人手里 还有那佛堂的事情 找个机会 让人把东西取来 也算是她的罪证吧 云家的事情 你别管了 回头本王找人去一趟就是 陈嬷嬷说过没有 她把那半块玉绝 藏在什么地方呢 没说 不过 按照她那心理 我猜 她要么贴身收藏着 要么 就在那小佛堂里 我先让人去一趟佛堂 要是找不到的话 再从她身上下手 这是阿音 这件事情 你可要让云家封口 封不封口又能如何 他们就算说了 有几个人会相信呢 更何况 云丽安不敢说的 他自己必死无疑 可云锦园跟云家义还在 他敢说出我母亲的丑事 我就弄死了云家义他们 叫他段子绝孙 古人最重香火 就连云丽安也不例外 否则之前 云家义踹死了云淑月的孩子 被四皇子抓走时 他也不会那么迫切地 想要将人救出来 至于云老夫人 云丽安都不承认的事情 他一个人就算说了 又能怎样 到时他嚷嚷出来 别人也只会觉得 他是个疯婆子 因为被揭穿了 干的那些坏事 所以随意攀咬 根本不会有人相信 他所说的这些 无比荒谬的事情 你倒是一早就考虑好了 那当然 我怎么 也得后着云家才行啊 对了 咱们原本是打算先成婚 再让刑部开审云丽安的事情的 静云帝也想拖着这事 可眼下 我想先把这事情办了再成婚 他可不想顶着云家女儿的名头 嫁进摄政王府 便宜了云丽安 这个免费的老丈人不说 还指不定 云老夫人走投无路 会干些什么呢 能不能把开审的日子提前 先把这事处置干净 到时候 咱们再安安稳稳地成婚 这个容易 我会吩咐人 将时间提前到开朝之后 正月十六开朝 开朝之后 哪一日都行 就十七吧 早处理 早完事 省得拖着 宁阿燕 你现在可是个大忙人 我都约不出你来了 我这不是忙着大婚的事吗 况且 今日你叫我 我就来了呀 我听说 王爷让整个京城 几十个最好的绣娘 感知了嫁衣 而且 就连大婚药用的东西 也都是她亲自准备 怎么样 那嫁衣 是不是很漂亮啊 是挺好看的 王爷对你可真好 你用不着羡慕我 等你找到喜欢的人时 他也会对你很好的 唉 我倒是想找啊 可我未来的夫君 他到底在哪啊 唉呀 老天爷快点让他来找我 要不然 他媳妇就该被人拐跑了 你也不害臊 就算真有那俊俏郎君 瞧着你这如狼似虎的模样 也得吓得掉头就跑 呸呸呸 我这么浴血聪明 乖巧可爱 哪个男人见了舍得跑啊 除非 他瘸了眼 是是是 咱们冯小姐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马车见了都得她 谁敢不喜欢你啊 哼 还是阿英有眼光 你呀 也就是仗着冯伯伯他们宠你 只是这些话 在我和云小姐面前 说说就算了 可别再别出去说 小心其他人笑呵你 姜姐姐放心 我又不傻 哼 我看到你就是最傻的 三人在灯混上逛了一会儿 又猜了灯迷 看了咋耍 三人就去了一旁的凤仙居 这凤仙居的碧玉汤团还不错 云小姐尝尝 你与关关事朋友 叫我阿英吧 这云小姐云小姐的叫着 叫得我浑身不对劲 姜直也不是扭捏之人 也就从善如流地叫了声阿英 就是 叫什么云小姐啊 多见外 还是阿英好听 你倒是不见外 你之前不是还叫我姐姐 还说呢 我一直都以为你比我大 可前几天才知道 你跟我居然是童年的 而且 还比我小一个月 云素颜挑眉 上下看了冯冠冠一眼 目光停在他平平坦坦的胸上 哎 你那是什么眼神啊 没什么 只是觉得 等回去后 我得开点方子 替你补补 啊 补什么补啊 我身体都好了 都需要补了 那不行 还是需要补的 要不然 你未来的夫君 会怪我的 啊 官官乖 等回去 就给你送补药 我只是为了你和你夫君的幸福着想 冯冠冠刚开始 还没反应过来他到底在说什么 可见僵侄在旁笑得直哆嗦 顿时反应过来 云素音让他补什么 云素音 他有凶好吗 小龙包 难道不是包子 怎么了 你 你 你修不修啊 不修啊 我这是在替你未来的夫君谋福祉呢 你还说 他又修又气又恼 一个虎扑就朝着对面的人扑了过去 还恼死他 我错了 我错了 你错什么了 你取笑我 让我的心灵受伤害了 简直几尺大辱 我难辱你了 我这是为了你好 你还说 冯冠冠掐他的腰 好好好 不不 我不给你补了 谁说不补了 补 回去就补 冯小姐想要补什么 是上次落水之后 身子还没好吗 原本嬉笑的三人听到声音后 都是神情一顿 不请自来是为贼 二皇子没听过这话 冠冠的身子如何 跟你有什么关系 本皇子是在跟冯小姐说话 云小姐插什么嘴啊 冠冠 二皇子想跟你说话呢 我跟二皇子 没什么话好说的 我只是关心冯小姐罢了 冯小姐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 多谢二皇子 不过 无必了 冯小姐 我只是关心你身子 我与冯阁老 也算是有一些师生之遗 听闻你之前大病一场 方才又说要补身子 我服上正好 得了一颗上好的血身 不如 我派人送去贵府 我都说了不用了 殿下 冠冠既然已经拒绝了 你又何必强求 冯家也不缺一株血身 当时殿下 贵为皇子 天皇贵昼 又早早就在宫中进学 当该明白 什么叫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我们几个女儿家规格闲话 二皇子在旁偷听 是不是太过失礼了 放肆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跟本皇子这么说话 我的确不算什么 可我也是大敬臣民 奉要皇室忠心陛下 为君者尚可与天下博弈 殿下身为皇子 却不允天下人说天下话吗 我与殿下不过就事论事 殿下张嘴便口出恶言 这就是殿下身为皇子的风度 你是什么人 好大的胆子 我父亲乃是大理寺卿江戎 殿下有何指教 你是江戎的女儿又如何 本皇子是君 你们是臣 你对本皇子这般无礼 你们江家 想跟本皇子为敌 我说慕容显 给脸就要懂得收着 叫你一声殿下 也不过是因为你头胎头的好 要不然 你算是什么东西 还不是皇帝呢 就想摆着皇帝的谱了 怎么着 这满天下的人 见着你二皇子 都得磕头跪拜 才不叫跟你为敌 云素音 你 我什么 二皇子觉得我说错了 还是你觉得 你这还没登上皇位 就该先摆着皇帝的谱了 要不要 让江大人也来跪跪你 提前认个主啊 慕容显哪敢应承他这话呀 云素音见他这怂样 失笑了 没那胆子 就别干那事 仗着身份欺负个姑娘家 你倒是有本事了 丢不丢人呢 云素音 你别得寸进尺 二皇子是不是忘记了 论长幼尊卑 你还得叫我一声皇神 你若再这么不尊长辈指着我 我就算是剁了你的爪子 你也得瘦着 慕容显脸上顿时将轻 二弟 今夜龙午灯会 父皇他们都还在城墙那边 你怎么跑来这里了 皇后娘娘刚才还到处找你呢 慕容显脸色乍青乍白 看了云素音一眼 转身就走 没有礼貌 江小姐 对不住啊 我二弟她年轻气盛 刚才言语有所冒犯 还望江小姐恕罪 将只不敢 见过皇婶 我跟阿约还没成亲 这身皇婶 也不过是跟二皇子说笑的 皇婶跟皇叔天作之和 婚妻也近在眼前 提前叫一声也没什么大碍 倒是二弟刚才捣扰了皇婶 与冯小姐 江小姐的玩乐的兴致 还请皇婶莫要与她见怪 公宴那天 二弟跟皇婶求亲不成 事后又被父皇责骂 就连皇后娘娘也受了牵连 二弟这段时间因此极为阴郁 又见冯小姐在此 她也不是故意捣扰皇婶 大皇子有话 不妨直言 先前二弟 被人扔去南凤楼的事情 想必皇婶清楚 事后冯玉使又上折子 弹劾二弟不休私得 让父皇恼怒之下 卸了他身上的差事 二弟好像知道了其中缘由 所以与皇后娘娘商议 想要竭力弥补 皇婶性情直率 皇叔也不会让人委屈了你 可是 别界的不同啊 冯阁老对父皇向来忠耿 说人话 二皇子府正妃之位 空缺已久 皇后娘娘有意 让冯小姐入住二皇子府 谁要入二皇子府 她一个瘫痪喜好难色的 先求了阿音 又来求我 她要不要脸 冠冠 殿下此言 可是真的 皇后娘娘真有此意 皇后娘娘 早就有意 替二弟求一位新的正妃 公宴那日 也本是想要撮合皇婶和二弟 只是没想到 皇婶跟皇叔情投一合 二弟虽然名声有损 可到底是敌出皇子 父皇就算再脑 她也不会真让她伤了颜面 几天前 皇后娘娘就跟父皇提了此事 我母妃刚好也在场 就帮忙打岔 错开了话题 可是皇后娘娘 既然提起了此事 想必就是动了心思的 而她和二弟的性子 如出一辙 都是想要什么 就一定要弄到手 眼下父皇还没下旨 此事尚有转环余地 可若赐婚 旨意下来 大皇子应该不是这么好意 单纯来提醒此事的吧 我母妃那日 也向皇婶求亲 而且还险些 因为我表弟的事情 让皇后娘娘 从中为难了皇婶 今日的事情 就全当是我代替 我母妃 跟皇婶赔罪了 而且我府中 七眷仰慕皇婶已久 若有时间 想请皇婶过府做客 父皇他们 还在城墙那边上灯 我也不好在此多留 皇婶 江小姐 冯小姐 先行告辞了 这个二皇子 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他求求阿音不成 就想求求我 他把我们冯家 当什么狼 我就算是死也不嫁给他 阿音 大皇子刚才说的那话 什么意思 他为什么说 二皇子被扔去 南风楼的事情 你清楚 还提起 冯伯伯谈劾的事情 他想要去关关 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关 你知道 关关在四皇子府 被人陷害落水的事情吗 那事 是二皇子做的 二皇子不知道 从哪打听到 我那个便宜父亲和祖母 要害我的事情 又知道 四皇子跟云淑月婚前苟且 住胎暗结 所以顺水推舟 收买了四皇子府的人 在四皇子大婚那天 谋害关关 又给我下药 他本是想要害死了关关 毁了我明节之后 下货给四皇子 让林逢两家跟他翻脸 将四皇子置于死地 只是他没想到 那天阿渊会去 所以 是他让人推我 吊入冰湖里的 也是他让人给你下药 云素音点点头 这个不要脸的王八蛋 所以 二皇子在南风楼 云素音笑了笑 没说话 相指 却已经有了答案 忍不住 咽了咽口水 所以这事情 冯伯伯他们也知道 嗯 他事后 虽然想要嫁活给大皇子和四皇子 可是手段粗劣 形势也不算太隐蔽 阿渊查出来后 就告诉了冯大人他们 可他都知道 冯伯府中知晓此事 他为什么还要去冯伯呢 大概是他觉得 他那皇子妃的位置 足以弥补 冯伯丢的那半条命 也觉得 只要他主动示好 舍了皇子妃的位置出来 就能够跟冯家 化干戈为玉伯 他想得美 我就算是嫁猪嫁狗 也不嫁给他 皇后要真求了圣旨赐婚 我就缴了头发 当姑子去 你以为 当姑子那么容易啊 况且 就算你缴了头发 那也是抗旨 会牵连你府中上下的 那 难道我真要嫁给他不成 当然不可能了 咱们官官这么好 哪能嫁给他 这种混账玩意儿了 我不会让他 有机会来缠着你的 阿渊 阿渊 你想干什么 不干什么 就给这位二皇子殿下 找点事做 阿渊呢 不是说好了 在这里等他吗 去县灵堂了 二皇子和皇后 想要打冯小姐的主意 王妃有些不高兴 说要给二皇子 找点事干 帮他 醒醒脑子 王妃说 替二皇子 静个身 省得 他老想祸害人家姑娘 所以他就领着冯家 和江家女儿 去杏林堂了 王妃说 他之前配了些药 还放在杏林堂里 顺道去取了 他把王爷来了之后 不见他 就让我留下来跟王爷说一声 对了 王妃说 待会儿他来找您 让您等他一会儿 知道了 你去安排个人 把慕容险 从城墙上引下来 王爷 主子这不拦着王妃 还从中打配合 记得 让人跟着阿淫他们 替他们扇尾 他倒是不担心小兔子 云素音机灵得很 好路自有一招 关键 他身边还带着另外两个小丫头 那冯冠冠和江纸 瞧着就是拖后腿的 他怕这两个小丫头 拖累了自家小兔子 你们在这等我 记得 不管什么动静 都别凑上前去 待会儿我来找你们 人呢 引他过来那人说话时 洋装惊愕 怎么不见了 我明明让他在这里 等着殿下的 慕容险是因为听说 找到了南风楼之情人 才跟过来的 咦 云素音诧异 没想到 慕容险居然被人打了闷棍 殿下 人已经晕了 拔了他衣服 带回露台 接下来的事情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 人已经安排好了 只要将二皇子送过去就行 真是殿下 您真这么做的话 二皇子醒来恐怕 要疯狂反扑啊 反扑 他屡次跟男人私混 本就是声名狼藉 这一次 更是让父皇亲眼看到 他与人苟且 被人压在身子下污秽 哪怕知道他是被冤枉的 父皇也绝不会再容忍他了 至于别的 南风楼的事情是摄政王府做的 就算这次他出事 无论是父皇还是旁人 也只会以为是摄政王 雅兹必报 再次动手 跟我有什么关系 把人送过去之后 记得留点线索 还有 让跟他苟且那人 一口咬死了摄政王府 你告诉那人 只要他将此事 替本皇子办成 事后他家中亲眷 我会替他照料 说好的一千金 也会全数 交给他妻儿手中 可他要是说了 不该说的 那我就只能送他妻儿老小 去地下跟他团圆了 云素音躲在暗处 听着慕容征的算计 简直被他气笑了 他原是想着 教训慕容险而已 倒没想到 居然调出慕容征 这么条死而不僵的臭鱼来 这王八蛋 当他是什么人物啊 居然还想 一石二鸟 云素音无声冷笑 转身退出了暗象之后 就躲在人群之中 等见着人 扶着昏迷的慕容险 从里面出来 而慕容险等了一会儿 与那些人错开 走出来之后 他戴着面具 闷头朝着那边撞去 一头就撞在了慕容征的身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不是有意的 下次走路长眼线 是 是 谢谢公子 慕容征满是嫌恶的 拍了下身上的衣袖 隐约一阵浅香 他只以为 是刚才这女人身上的味道 云素音溜到了一处小摊后面 看着慕容征 秀了秀自己衣裳 然后气急败坏地离开 他这才将面具 推在头上 秀着空气中 那若隐若现的 金风玉露香气 勾了勾嘴角 殿下 请饮茶 放着吧 这茶水 正热时才未纯 若放凉了 便会苦涩 难以入口 殿下 还是趁热喝好 你 黄婶 你怎么来了 你既然叫我黄婶 我自然是来给你送福利的 露台后面 王者第三间相方 有一份大礼送给殿下 前当殿下今夜告知 冯家之事的谢礼了 不过 殿下可要快一些 茶要趁热 这事儿 也得趁着热闹起来 我瞧着二皇子和四皇子的 身子骨都不大好 要是去晚了 到时候没了便宜捡了 殿下可就不能怪我 没告诉你了 云素英说完之后 也没多留 端着手中的盘子 转身就走 慕容胜心中微动 连忙朝着暗处招招手 那边 原本守着的大皇子府长使 就走了过来 殿下 慕容胜附在使清耳边 低声说了句什么 使清面露微压 连忙点头就退了下去 大概过了有小半盏茶时间 原本离开的使清 就匆匆忙忙地回来 他快步到了慕容胜跟前 压低了声音 说了几句 你说真的 真的 奴才去看过了 那外面守着的 全是四皇子府的人 隐约能听到 里头有人欢好 迷乱之音 奴才虽然进不去 可听到了 二皇子的声音 慕容胜心中涌出一股 极致兴奋来 同时也有些忐忑 殿下 属下瞧着那头 正在关头 要不要引陛下过去 你去跟母妃说一声 让他引父皇去那边休息 不行 这件事不能让母妃出头 可是 二皇子那边 你说你刚才 过去的时候 那外面有四皇子府的人守着 是四皇子身边的近卫 虽然未曾在门前 可却守着朝那边的通道 像是 在房子有人提前发现什么 你先别去找母妃 只当不知道这事 让人盯着那边一些 如果 再过展查的时间 这边依旧没有动静 你就让人假装 跟四皇子府的人起了冲突 强行冲进去 记住 找一些面生的人 做得不着痕迹一些 你自己不要露头 别被人察觉 这事跟你有关 奴才明白 眼见着时间 一点点过去 却依旧 没有任何动静 慕容胜有些坐不住了 他正想着 让使清那边动手 就看到 原本坐在 庆云帝身旁的 丽贫 突然捂着眉心 轻哼了声 丽贫是 心进的妃嫔 最近这段时间 急得庆云帝宠爱 见他有些不舒服的模样 庆云帝看他 怎么了 陛下 臣妾有些头疼 娘娘这段时间 本就有些风寒 兴许是这墙头风大 才会吹照了 丽贫娘娘 陛下 既然丽贫身子不爽 不如臣妾 让人先行送他回宫 您还要留下来 点龙头灯呢 这百姓和朝臣 可都还等着 也不能为了这丽贫 就坏了规矩啊 臣妾没事 臣妾还没见过 点龙头灯的盛事 不想回宫 陛下 臣妾只是有些头疼 不碍事的 只是眼下才刚正月 天气还冷着 这城墙上 风也极大 陛下是万民之主 总不能也在这冻着 不如 先寻个地方歇一歇 等最后点龙头灯的时候 再出来 朕的确有些吹的话 就照着丽贫的意思 朕记得 露台后面有几处消息的地方 就去那儿暂时歇歇 诸位爱卿 也可随意走动走动 今夜风大 这城墙上也冷得慌 既然父皇去露台休息了 各位大人不妨 也去后面避避风 等着待会儿点龙头灯时 再过来 啊 殿下说的是 我们这把老骨头 实在是扛不住洞啊 慕容胜走在前面 几人说说笑笑 跟在慕容胜身后 慕容胜并没领着这些人 直接去之前 云素音说的地方 反而拐了个弯 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 可谁知道 他们才刚走了几步 就听到涌到尽头 传来一声吏贺 还有皇后和玉妃的尖叫声 父皇 来人 护驾 慕容胜急叫了一声 就快步转身 朝着那边跑了过去 一副像是担心 庆云帝他们安危的模样 其他那几个老臣和林延青 也是一惊 顾不得身上冷不冷 同样跟在大皇子身后 朝着那边急步而去 慕容胜快步到了那边门前 就见到门里一片狼藉 他朝内扫了一眼之后 就脸色大变 像是被吓到了后退了半步 扭头看着匆匆过来的老臣时 他连忙伸手一挡 急声说 诸位大人 里头没事 还请诸位大人现行回去 哪怕有慕容胜伸手挡着 他们依旧将里头的情形 看了个一惊二处 几人脸都清了 撞破了皇家这种丑事 麻烦大了 原本还淡定的傅丞相 看到跪在地上 满身狼藉的慕容针时 也险些晕了过去 他忍不住急声说 四殿下 这是 怎么回事啊 哇 我也不知道 他是真不知道 只要一想起刚才清醒时 自己趴在慕容显身上的疯狂 慕容针猴头就一阵恶心 滚出去 滚出去 谁让你们过来的 滚出去 门口的那几个朝臣连忙垂着头 林延青也是不敢多看 谁让你们过来的 父皇 是儿臣的错 跟几位大人无关 陛下 此事与大皇子无关 是老臣几人觉得年事已高 受不住城墙上风吹 且也见陛下过来歇脚 所以才同大皇子一起过来避避风 我等不知道这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且也是陛下 云与老臣等人随意活动 而且我等刚才 也并非是朝着这边来的 是啊陛下 大皇子也不知情 我等只是想要在后面避风处暖和一下 刚才 我们去的另外一处方向 是听到陛下立鹤和皇后娘娘哭嚎声后 以为有人行刺 我等才闯过来 并非有意撞见此事 微臣等人 也不知道四皇子和二皇子会在此 还请陛下恕罪 门前几位老臣 除了傅丞相满脸惨白之外 其他人都是纷纷开口求情 陛下 二皇子跟四皇子在此私混的事 别说是圣儿 就连您和臣妾等也不知情 而且先前在前面 也不是圣儿让您来此处歇息的 甚至臣妾和皇后娘娘 还想要送丽萍回宫 是丽萍一心想要带着陛下过来的 臣妾和皇后娘娘只是作陪 圣儿和诸位大人 不过是凑巧撞见 陛下可别冤枉了好人哪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陷害皇子 说 是谁让你这么做的 臣妾不知道 臣妾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臣妾只是想要陪着陛下歇歇脚 臣妾也不知道 而皇子他们会如此 你给本宫闭嘴 你要是不知情 为什么会引着陛下来此 这露台这么多休息的地方 你为什么偏偏会选在此处 静止带着陛下就朝着这边走 而不是别的地方 陛下 礼宾与人勾结陷害二位皇子 齐心可诛 二皇子和四皇子 也绝不会做这等事情 他们二人必定是为人所害啊 老臣女儿早亡 就只剩四殿下这么一个外孙 如今却有人这般害他 他简直是想逼死殿下和老臣 求陛下为四皇子做主 也替二皇子查清真相 还他们二人一个清白 陛下 谢儿是您的嫡子 他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混账事情 定是有人想要害他 求陛下为我们母子做主 丽贫 你还不说实话 丽贫只跪在地上大空 却一直不肯说话 父皇 二弟和四弟的人品 儿臣知道 他们绝不会如此胡来 眼下人多眼杂 最重要的是 且莫让人将今日之事走漏出去 否则皇家颜面尽失 至于二弟和四弟今日之事 有什么 大哥回去之后再审 我相信 若是二弟和四弟冤枉 父皇 定能还他们一个公道 还不赶紧让人取衣裳过来 替他们遮着 还嫌不够丢人 本王不过来闪个灯而已 居然能碰上这么热闹的事情啊 我说 禁帝陛下 原来你们大禁的皇子 这般开放 却是比本王 还要更厉害一些啊 所有人都是脸色一变 善王 南越的善王怎么会在这里 赵阔 禁帝陛下有何指教 废物东西 你们是怎么守露台的 什么人都敢放进来 那些禁军都是脸色发白 普通跪在地上 禁帝陛下 可别牵连无辜 这些人不是不敢拦着本王 只是 谁让本王 是被贵朝摄政王 给领过来的呢 我说 君九渊啊 本王之前 还烦你压着本王过来呢 如今却发现 这热闹看得可真直啊 之前挨的那几下 本王 不跟你计较了 君九渊 你到底想干什么 今日露台盛宴 你带善王过来干什么 陛下这话问的就奇怪了 善王突然来京 被本王发现 本王想着 他好歹是南越之人 私自入京不知想做什么 我想着 将人带过来跟陛下说一声 免得哪天被他混进了皇城 摘了脑袋 陛下都不知情 可谁知道 本王才刚过来 就撞上了 这么精彩的一幕啊 陛下找本王麻烦之前 是不是先该问问 你这两位皇子 就算真有什么特殊的喜好 是不是也该找个隐蔽的地方 关起门来玩啊 大庭广众之下 他们不要脸 我大劲还要呢 轻云地气的 脸皮直抖 只恨不得 割了君九渊的舌头 皇叔 是你害我 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 让我让你这么对我 本王要是想害你 就该挖了你医生 扔去人堆里 而不是让你躲在这里 更何况 本王想要谁的命 何须这么麻烦 砍了手脚扔出去就行 那城墙上 本王挂过的人头 尸体还少吗 自己管不住命根子 跟人胡来 却来本王动手 可真有出息 父皇 儿臣是被人所害 儿臣和二哥 绝无任何苟且 之前二哥离席 儿臣只不过是 担忧二哥安慰 才被人引过来 是有人想要害儿臣和二哥 才会让儿臣落到这般地步 陛下 县儿绝不会跟老子活来 求陛下扯查 还县儿一个公道 陛下 此等歹毒 狠辣之人 祸害皇室子孙 危及皇室清语 还请陛下定要派人 将其抓住啊 既然四皇子说 他是被人所害 皇后也说二皇子无辜 那就查吧 除了丽贫之外 今日看守露台之人 附近巡逻的禁卫 都逃不掉干系 凡是知情之人 全部抓了 送进去招狱 让人用刑 总有一两个能开口的 来人 将他拉下去给朕打 定要从他口中 问出今夜之事始末 还有陆台守卫 这么大的事情 绝不可能是丽费一人所为 全部给朕抓起来 挨个挨个的神 朕倒是要看看 到底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居然敢做这种事 查出来是谁 朕定要将他 无马分尸 慕容争心慌意乱之下 再加上计谋败露 自己被坑 脸上白得跟鬼似的 四皇子这是怎么了 脸色这么苍白 刚刚才经历一场情势 莫不失耗了太多精气 所以体虚了吧 我说你们这 晋朝的皇子不行啊 这才一两个人而已 就虚成这个样子 金帝陛下 可得好好替这位四皇子补补 免得甚须丢人 找苦啊 善王 善入我大晋皇城的事情 还没说清楚 我大晋皇子的事情 也轮不到你操心 我看善王还是先操心操心你自己吧 本王有什么好操心的 带着国书来的 不过忘记提前打招呼罢了 再说本王也是好心提醒 这男人家 甚虚多可怕呀 这位晋朝四皇子是吧 本王那有位神医 专修条理阴阳之道 医术堪比那神医骨传人 下猴闻生 而且长得也是极为俊俏 不如本王介绍给你 慕容正又羞又怒 君九渊有些嫌他锅躁 冷视他一眼 闭嘴 见善王张嘴还想说话 他面无表情 你要是学不会闭嘴 本王教你 善王到底还是识趣 收声站在一旁 没再逗弄慕容正 本王记得 四皇子跟二皇子应该不合吧 你刚才说你是见到二皇子 突然离席 担心他安慰 才跟着他过来 紧接着才被人算计的 我 怎么 不是 还是本王刚才听错了 慕容正张张嘴 看着猛地看向他的皇后等人 那一句不是 卡在嘴边说不出来 王爷 四皇子也是受害之人 此事还需细查才是 而且 说到底是咱们自家事情 善王还在 不如有什么回宫再说 父相这么着急干什么呀 既有冤屈 自然就尽早查明了好 善王再正好也能做个见证 免得冤枉了不该冤枉的人 既然立贫之情 也不必带回去了 万军 王爷 去神神立贫 看看是谁在捣鬼 摄政王 难道陛下不想知道 今夜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皇家的事情回去后再审 陛下确定 要回去后再审 这露台之上这么多人 赵阔更是个大嘴巴 要是不直接在这里把事情审问清楚 还二皇子和四皇子一个清白 恐怕不出明日 他们兄弟乱伦当众苟且的事情 就能传遍整个京城 到时候 若再传到南越 丢的可就是陛下和整个皇室的脸 本王是无所谓啊 反正他们又不是本王的儿子 丢人现眼也丢不到本王身上来 可陛下舍得 让你这两个宝贝儿子 落得名声尽毁 皇室生语全无的境地吗 你要是舍得 那就将人带回去吧 全当本王多此一举 慌说 怎么 本王替你做主 你还不愿意 你既然说你是被人陷害 为何不想让本王查清事情的真相 还你清白 你在害怕什么 此事与皇后跟二皇子也有关系 四皇子不肯 那皇后娘娘呢 你可愿意让本王替二皇子查清楚真相 本宫愿意 显而无辜 本宫也问心无愧 自然不怕人查 陛下 摄政王刚才的话说得对 此事不宜挪回宫中再审 否则传扬开来 还不知道外头的人 会将咱们皇室子弟传成什么样子 既然丽贫之情 摄政王也有办法 还请陛下准允 请摄政王出手 审问丽贫身后主使 还显儿一个公道 好 你神 万军 不过片刻 那边就传来一声声惨力叫声 我说军九渊啊 你怎么还是这么不懂得怜香惜玉啊 慕容争如坐针毡 听着丽贫惨叫越来越凄厉 后来又渐渐淡下去 隐约听到他私生说着什么 他脸上血色一寸寸的消散 而当看到万军提着浑身浴血的丽贫进来时 他整个人险些瘫软在地上 浑身都在发抖 完了 丽贫已经照顾 说吧 是谁指使你引陛下来此 是 是四皇子 是四皇子让我做的 陛下 臣妾只是被四皇子吼骗 是他让臣妾引陛下过来 臣妾什么都不知道 你胡说八道 你胡说八道 陛下 李贫分明是在胡乱攀咬 四皇子若真跟他合谋 又怎么可能会自己也在此处 他分明是见着事情不对 才想要诬陷四皇子 隐藏真正的幕后珠谋 我没有 我父亲是四皇子身边清晨 当初也是四皇子引见我入宫 想要让我讨得陛下欢心 在陛下面前听他说下 四皇子生母早逝 后宫之中无人帮衬 而玉妃和皇后娘 要用几次期待皇子二皇子筹谋 让他格外焦灼 他见我姿色不错 就想要与我联手 说只要我能得陛下恩宠 对他有所注意 等他将来登记之后 就奉我为太后 以生母尊宠代之 清云帝猛地扭头 看向慕容争 眼里几乎喷火 傅丞相也是难以置信 他居然想奉他人为生母 陛下 臣妾是冤枉的 是四皇子窜到臣妾 求陛下饶命 你这个贱妇 来人将礼品拖出去乱棍打死 还有他身边的那几个狗奴才 统统给朕打死 一个不留 陛下饶命 陛下饶命 臣妾也是被四皇子骗了 陛下饶了臣妾 父皇 父皇你听我解释啊 不是的 儿臣也是被人陷害了 真的不是儿臣 那礼品说的 是真是假 礼品说 是你 让他入宫来窥探地宗 也是你今夜 让他引朕来死 这些话是真是假 你若说不是你 朕便相信 你是被人所害 今夜的事情朕会彻查 好好查清楚到底是谁所做 只要你敢与朕说 礼品刚才说说的话 都是假的 父皇 儿臣 你不是说你无辜 说你被冤枉的吗 那你怎么不敢跟朕说这些 不是你做的 你可真是朕的好儿子呀 啊 慕容争 你可真好 父皇 儿臣只是一时想错 儿臣只是想要报复二哥 可是后来的事情真的跟儿臣无关呢 儿臣也是被人害了 你相信儿臣 跟你无关 要不是你想害你二哥 要不是你心怀不轨 先用了这种龌龊手段 别人就算想要害你 又怎么能找到机会动手 是你害人在前 将大好的机会 送到人家眼皮子底下 你变成这样 那都是你活该 当初 朕就该活活打死了你 也好过 让你闹出今天这种仇事 丢进我慕容家的脸 是 我是丢了慕容家的脸 可是当初的事情 是谁做的 父皇难道不知道吗 要不是慕容险害我 要不是他让人 在我府中朝着冯冠冠和云素阴动手 让我丢进了颜面 让我大婚之日 成了满京城的笑话 我怎么会用这种手段对他 他害我名声尽毁 我也不过是 让他体会一下 我当初的境遇 我有什么错 你给朕闭嘴 来人 慕皇子狂被木屋军上 把他给朕拖下去 慢着 慕皇子 你刚才提及老臣孙女 还有摄政王妃 说是二皇子害了他们 这是什么意思 冯青 冯克老 你别听慕容陈胡说八道 他只是胡乱攀咬 是不是攀咬 老臣自会判断 老臣孙女之前 在四皇子府中 无辜被害 先歇丢了一条性命 刑部 将某害他之人 抓捕之后尚未开审 那人就身死欲重 不聊了之 如今四皇子却说 其中还有内情 跟二皇子有关 还请陛下 让他把话说完 冯哥老说的对 我家阿阴和冯家官官都被人所害 此事既与二皇子有关 还请陛下让四皇子把话说完 我邻家上下 也绝不会容忍有人迫害府中之人 清云帝又气又怒 那天的事情到底如何 冯家早就知情 否则冯官官的父亲 怎么可能会在后来 那般处处针对慕容贤 有些事情既有遮掩 当初那被抓住的主谋 也已经死了 冯家就算想要追究 也没办法 这些事情 便只能心照不宣 却无实证 就连君九渊 也只能暗中教训慕容贤 可如今 慕容征却把话摆在了明面上 直接将慕容贤扯了出来 冯家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而君九渊 清云帝看向君九渊时 果然见他开口 阿阴乃是本王王妃 四皇子刚才的话说清楚 什么叫二皇子 害了阿阴和冯小姐 若有半计虚假 本王割了你舌头 舌正王 陛下 等我问清楚此事之后 本王再跟陛下讨论 四皇子刚才口中 所说包庇之事 我 我胡说八道的 是吗 即使胡说八道 那就是蓄意陷害 当初阿阴和冯小姐 在你府中 被你手下长矢所害 想必你也知情 既无旁人插手 那就是你主谋 黄叔 摄政王 阿阴是本王心爱之人 谋害他便是谋害本王 本王从不留祸害 你既然不肯说 那本王就只能先解决了你了 我说 是慕容显 慕容显知道云丽安 想要将云素音 送进我府中给我当妾 好能借此拉拢林家 所以 他才借记收买了我府中常使 在那一日 朝着云素音下药 冯冠冠跟云素音交好 又是冯家嫡女 慕容显拿他当诱饵 既能吊云素音上钩 好能朝着他下药 又能挑拨 我跟冯家的关系 所以 才险些要了冯冠冠的命 你说的都是真的 是真的 我开始 也不知道此事 只以为 是云丽安所为 直到后来 无意间抓到了这几个人 才从他们口中得知来龙去脉 生出 想要报复慕容显的心思来 你刚才说 陛下之情 不是 父皇不知道 我不是说父皇之情 我是 愿怪父皇 明知道我不是这种人 也绝不会做这种事情 可他当日 却依旧打了我板子 让我成为满京城的笑话 清云帝微松了口气 冷着脸说 你还有脸怨真 要不是你毁魂在前 换魂在后 与人苟且丢人现言 何至于闹出这么多乱子来 以你做的这些事 朕只是打了你几十板子 算是便宜你了 儿臣知错了 之前不知情 也就算了 如今陛下知道了 还问陛下打算 怎么处置他们 这些事情 只是慕容昌一人直言 未必与我显儿有关 更何况 显儿如今已经变成这样 你们还要如何呀 陛下 你难道真想要逼死贤儿吗 风格老 林爱卿 此事还没查清楚 光且二皇子也算是受到了惩罚 不如此事就此作罢 不过就是跟个男人欢爱了 怎么就受到惩罚了 这四皇子和地上躺着的这个人 长得都还不错啊 他就算被压了也不算吃亏 倒是人家两个姑娘 一个险些没了命 一个差点被人糟蹋 这两者怎么能一样啊 善王说的对 二皇子落在这般地步 是他咎由自取 也是他和四皇子之间的私事 与阿音和冯小姐有何关系 自古以来都由功不能抵过之说 更何况是一过抵过 更是华天下之大计 皇后若觉得二皇子委屈 大可找四皇子问罪 可老臣的孙女 和摄政王妃却与此事无关 之前遭二皇子迫害 险些丢了性命 还请陛下给老臣孙女 也给摄政王妃一个公道 君九渊收回手中软件 冷淡地说 此事本王绝不善罢甘休 若陛下不处置 那就只能本王自己动手 侮辱阿音者 死 二皇子无德无贫 不配为皇室之人 即日起割除皇子身份 贬为庶民 四皇子歹夺狠辣 陷害兄长 无兄弟由爱对君父不逊 亡顾振恩 不知收敛毫无敬德 特封为连郡王 法配克州 五兆不得回京 望你能懂得 首连回过 陛下 皇后教导皇子不立 不曾约束规劝 禁足凤灵宫三月 不得外出 若不思悔改 不懂得身为中宫 可尽职守 那你这个皇后 也就别做了 父皇 父皇我错了 父皇 儿臣知道错了 求父皇饶人生一次吧 儿臣再也不敢了 陛下 此时是二皇子有错在先 也是他先行陷害之事 此皇子即便有错 也罪不至此啊 又因为他只是报复 朕才没意气废了他 陛下 你不必多言 朕对他已经是格外留情 是他自己不懂得收敛性情 也是他自己走到这一步 丞相若觉得 这郡王之位不足以跟他匹配 那朕就索性将他也逐出皇家 贬为庶民 正好也让他跟二皇子一起作伴 林爱卿 风格老 还有摄政王 朕 这般处置他们二人 你们可还满意 多谢陛下 陛下 英明 既然陛下已经惩处 那此事便算了 只是从今往后 若叫本王知道 还有谁人敢算计本王府中之人 到时候就没这么便宜了 怎么现在才下来 我都等你好久了 得处理好剩下的事 还得把善王送去一馆 省得他在外面 胡乱惹麻烦给我添乱 你说 刚才站在你旁边的那个花蝴蝶 他真的是南越的善王 花蝴蝶 可不就是吗 一个大男人 穿着粉紫色的衣裳 大冬天的还摇扇子 浑身上下挂了一堆的坠实不说 那一双桃花眼 更是恨不得直勾勾地朝着人家说 让人家上他 关键 那人还涂了脂粉勾了眼线 从人群里过去时 就留下一股子香气 女儿家家的 说话别这么直接 那要怎么说 骚包 算了 还是花蝴蝶吧 先下来 云素音轻了他一口 不要 我这么热情似火 你难道不喜欢 君酒渊一手按着他后脑勺 就朝着他嘴上咬了一口 别胡闹 再闹 吃了你 后面的话虽然没说 可男人那幽暗 泛着火气的眼神 让云素音忍不住直笑 他歪来倒去地 挂在他身上 又被他按着惩罚了一通 不闹了不闹了 我错了 哪是错了 我 我不敢撩你 下次再敢胡闹 看本王怎么收拾 将人放下来后 君酒渊见他蔫蔫的样子 忍不住就捏了捏他脸 今天夜里 不是玩得很高兴吗 被哭散着脸呢 你怎么知道是我做的 还跟着踩了一脚 本王能不知道你 慕容正就算再蠢 也不会算计人时 把自己也框了进去 能这么神不知鬼不觉 叫他中招的 只能是用药 既然都知道是他做的 他自然要踩上一脚 让他高兴了 你不是教训慕容险吗 怎么把慕容正也给带上了 他怎么得罪你了 那王八蛋 想要害慕容险 嫁活给你 君叔月死后 我本来都没工夫搭理他了 可谁知道 他居然还想来算计你 所以 是为了我 那当然 你可是我男人 君酒渊听到他口中 毫不犹豫的话后 忍不住 就低笑了起来 完了 我忘记冠冠和僵侄了 阿音 之前露台上出了什么事情啊 今夜点灯的人 怎么变成了大皇子 是啊 你知不知道 你快吓死我们了 我们还以为 是你在上面被人给抓了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才回来啊 简直吓死我了 露台上是出事了 不过 出事的不是我 我不是上去 想要引二皇子下来吗 谁知道 去了之后 却发现 他跟四皇子先斗了起来 四皇子想要害二皇子 结果 被人给一起坑了 两人在露台上撕混时 被陛下当场撞破 那些朝臣和禁军 也看了个正着 撕 撕 撕混 嗯 二皇子好难色 四皇子也凑了上去 当时 屋中还有一人 三人 三 三人行 被陛下他们撞见了 他们 可是亲兄弟啊 就是因为是亲兄弟 所以事发之后 陛下才会动了雷霆震怒 废了二皇子 将他贬成了庶民 四皇子也被封了脸郡王 发配克中 啊 二皇子被废了 不仅他被废了 皇后也被禁足宫中 三月不得外出 而且 慕容显之前 收买四皇子抚装时 害你性命的事情 也被人揭穿了出来 太好了 这下 我们就能放心了 无必再担心有什么麻烦 只是官官 之前二皇子求亲的事情 毕竟没有对外说过 皇后娘娘 也只在陛下和玉妃那里 提过一句 大皇子好心提醒了咱们 眼下 二皇子又已经被废 这件事情 往后别对人说 只假装不知道就行 我当然不提了 是大皇子通风报信 告诉我这事 我才不会害他呢 你江姐姐的意思 不是怕你把大皇子牵连进来 今天的事情 他不无辜 而且 大皇子跟我们通风报信 也是有原因的 并未存了什么好意 他之前提醒我们 二皇子想要求娶你 本也是想要挑拨我们与二皇子的关系 免得冯家成了二皇子的助力 而且今日的事 我也已经给了他足够的报酬 所以 官官 你不必惦记着他所谓的恩情 也别觉得 大皇子好像是帮了你 往后见着他时 也必远一些 你回去之后 也别将今日见过大皇子的事情 告诉你祖父他们 全当不知道就行 阿姨说的对 这件事情 你全当不知道 别跟旁人提起 也别跟冯伯伯他们说 啊 我知道了 我不会跟祖父他们提的 说什么悄悄话呢 这可不能告诉你 别打劲了 小姑娘家的闺房密话 你听来干什么呀 你说 慕容胜是不是以为 这储君他当定了 慕容显被废 慕容争发配 朝中如今成年的皇子 也就他风头最盛 而原本跟着那两人的朝臣 恐怕也会投慕容胜回下 只不过 庆云帝那人 向来不喜欢有人太过出挑 怎么说 你没觉得之前 朝中的局势有些奇怪吗 慕容显是中宫敌出 慕容胜是长子 慕容征 却又有丞相在后辅佐 即得庆云帝偏爱 慕容显身后 有皇后母族 慕容胜有御妃 也有兵部尚书江高明 唯独慕容征母妃早逝 虽有丞相帮臣 可父家 却有那么几个不愿意参合夺嫡 也不想支持他夺嫡的人 你的意思是 之前慕容胜他们三人之间 是庆云帝故意左右权衡 才让他们形成三足鼎立之局 差不多吧 先帝在时 皇家之中皇子争斗 就格外残酷 而庆云帝那时候的日子 也不好过 他亲眼看过皇室之人 未夺皇权的冷酷 按理说 应该早早定下储君 稳定朝局 也打压其他意图 争夺皇位之人才对 可偏偏 他对人生性多疑 又好掌权势 怕太子早立朝中分权 也怕朝臣早早投入太子麾下 影响他在朝中集权 所以才一直仰坐犹豫不定 今儿个重重这个 明个儿又看中那个 对谁都亲近给他们希望 却又从不确定 到底偏向于谁 他管这东西叫帝王权术 自以为能平衡朝堂 那眼下 慕容显他们失事 他恐怕 也不会让慕容胜一人独大 你的意思是 清云帝会再扶植新人起来 牵制慕容胜 平衡朝局 大概吧 所以慕容胜和玉飞高兴得太早了点 那不行 之前咱们还说 要替安国公府讨一个公道 替廖家上下 还有战死的那些人 让清云帝谢罪 眼下这机会正好 不管是推慕容胜 还是选别的人上去 这个时机最为方便 要是让他扶植几个起来 将朝局又变成以前的样子 那岂不是白费了咱们一番功夫 其实慕容胜这人还算是识趣 脑子也够聪明 至少比起慕容显和慕容针来说 当皇帝倒也不是不可以 我知道你的意思 若真想让慕容胜当储君 那也得等到 云家的案子审结之后 我已经交代下去 刑部定下了云黎安过堂的日子 就在正月时期 慕容胜到底 够不够资格当这个皇帝 还得等审了云黎安才知道 你说 慕容胜会怎么选择 看他聪明不聪明了 江家跟慕容胜 其实一直都不算特别和睦 江高明有两个儿子 暗中跟慕容显来往过数次 一直都有私交 江高明虽然是慕容胜的外祖 可江家却并没有将所有的砝码 都压在慕容胜身上 江家这么脚踏两只船 慕容胜不知道 知道又能怎么样 慕容胜 离不开江高明和江家 而且江家虽然暗中亲近慕容显 可整体上依旧还是向着慕容胜和玉飞的 对外跟慕容显之间的关系 也是江高明那两个儿子的私交 哎呀 他们这算计可真够深的 世界大族之中大多如此 一切事情都比不过家族兴衰 江家也算是传承了好几代了 怎么可能将所有筹码 都压在慕容胜身上 他们替自己找了一条退路 而慕容胜和玉飞 未必不知道此事 只是他们奈何不了江家 也离不开江高明帮臣 慕容胜和玉飞 对江高明未必没有怨恨 而且给他一个机会 在储君和江家之间做选择 舍了江家之后 就能得到安国功福 甚至朝中一众武将福祉 更能得到天下民心 慕容胜要是足够聪明 他就该懂得怎么选择 对了 善王怎么会突然来了京城 我也不知道 他是暗中过来的 只是进城之后 就被我的人察觉 刚好又在灯会上遇见 所以就将他抓了 交给庆云帝 我瞧着他那条腿 好像断过 是你让人打的 我是派了人过去 只是还没动手 就已经有人抢先了 而且我也知道 你性子 要教训善王 也不会只打断他一条腿 怎么着 也得毁了他面皮 才能让他知道教训 有人抢先 动手的人 名叫韩令 是江湖顶尖的高手 平时神出鬼没 很少在外面露面 可这次 却直接闯了善王府 杀了善王三个数字 打断了善王一条腿 那三个善王府数字的尸体 被发现时 挂在南岳城墙之上 警尸意味浓厚 瞧着像是有人复仇 也像是在 警告善王什么 那韩令 应该是替人动手吧 对 韩令身后有人 不过我派人查过 只查出 他跟宁氏商行有点关系 至于旁的 就不知道了 也不知道 具体是谁指使他动的手 这善王 也真是能耐 仇家遍地呀 不过 如果真的是宁氏商行 那岂不是说明 善王知道 明是商行真正的主人 你说 善王死了三个儿子 还被人挂在墙头 可我刚才瞧着那善王 笑咪咪的模样 完全不像是 死了儿子的人呢 他府里有十六个儿子 大概死上三五个 也没什么吧 呃 十六个 三年前是十六个 过了三年 应该又多了几个吧 对了 还有七八个是女儿 我记得 外界传闻 不是说善王好男色吗 好色男 也不妨碍女色 他在南院有个庄子 名叫春色满园 那里住着的 全部都是跟他的男男女女 各个姿色都是极好 你还记得清姬吗 他在来大晋当探子之前 也曾经是善王身边的人 经久渊见云素英 一直在问善王的事情 有些吃醋 他低头 擒着他的嘴唇 那善王不是个好东西 而且向来贪心好欢 你离他远些 还有不许打听 别的男人的事情 好 不打听 也不靠近他 你放心 那花蝴蝶要是主动靠近我 我就揍他 经久渊眸色微暖 搂着怀里的小姑娘 恨不得将他融进骨子里 外头灯会还在继续着 而屋中两人 唇色缠绵 慕容针尾顿在地上 痛哭失声 整个人都沉浸在 失败的颓丧之中 事已至此 你就算再哭再闹 除了让别人多看点笑话 给那些好事之人 多添一些茶余饭后的笑料之外 还有什么用处 以后 外公 我还能有以后吗 怎么不能有 这历朝历代皇帝之中 并非人人都一帆风顺 也不是所有人 都从储君一步步走上来的 君久渊是先帝最小的儿子 是先帝久后 与宫女所生 身份卑微至极 自幼在宫中 被人欺辱打骂 先帝视他为耻辱 皇子也从不认他这个兄弟 先帝为解锁中骨毒 为求长生不老 将君久渊交给了药师 当了药人 他日日受着人世疾苦 刀斧烈焰加身 那毒毁了他身体 毁了他容貌 甚至一度让他残废 面目猙獰 可是 他依旧一步步走了出来 成了如今 权倾朝野的摄政王 你不过是丢了点名声 被陛下咽弃而已 可当年的君久渊 却什么都没有 比起君久渊当年的处境 你如今不知道好了多少 连他都能走出来 甚至成为权倾朝野的摄政王 凭什么你就不行 还是你甘愿就此颓败 从此往后成为人人眼中的可怜 对不起 外公 是我糊涂 跟我说说吧 今天夜里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突然对着二皇子下手 还将你自己也害进去了 我大婚那日的事情 外公应该知道 我恼他屡次害我 就想找机会报复他 拿着他被人扔去南风楼的事情 做银耳 引他下了露台 然后将人打晕 送去了那房中 我原是安排着 让他跟人苟且 再让丽贫引着父皇过去 能够当场抓他个现行 事后 无论他怎么辩解 父皇都绝不会轻饶他 可我没想 你没想到 你做螳螂 却有黄雀在后 原本你拿来陷害二皇子的局 却变成了困住你自己的 连你自己也被陷进去 你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 做什么事情之前 也不知道跟我说一声 外公 我知道错了 是我任性妄为 辜负了外公的期望 你做这件事情都有什么人知道 可想清楚到底哪里出了岔子 是谁在背后害你 我并没告诉太多人 只有我身边最为亲近的几个亲信知道 而且为了怕走路消息 连他们在今天之前 也不知道打算做什么 他们只知道 我会对付慕容险 却不知道会用什么手段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 从头到尾 也没接触过其他人 可是上了露台 我准备回去露台那边时 就突然没了意识 等我再有神识的时候 整个人就像是陷入迷幻之中 脑中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浑身上下也像是中了毒 可却控制不了自己 等我彻底清醒的时候 父皇他们来了 而我 你当时既然有神识 为什么没叫人 外面应该留有你自己的人吧 你被人偷偷摸摸地送进去 只要发出一声响 就能够惊动你的人 让他们将你提前带走 说 怎么回事 我当时中了药 那药有治患的成分 我 我以为 在我身下的是云素因 所以你当时是有神志的 只是没控制住自己 慕容正满是难堪的 咬着牙 鼻恩了一声 你 你 你是没脑子 还是瞎了心眼呢 你跟云素因是什么情况 你自己不清楚吗 他已经和军九渊定亲 是摄政王妃 他怎么可能在你身下 折服任你玩弄啊 我看你是猪油蒙了 心了你啊 唉 你确定 你今天夜里除了二皇子 和你身边那几个人外 就一个人都没遇到过 慕容正正想摇头说 没有 可不其然的 就突然想起了那双眼睛 他猛的正中 云素因 居然是他 云素因 当时他做了伪装 也戴着面具 可是如今想来 他两次主动转过来 还曾经碰过我的衣衫 这整个京城之中 谁不知道云素因一毒双绝 除了他 还能有谁弄出这么厉害 迷人心智的药物出来 还能神不知鬼不觉的 下在我身上 还有军九渊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害我 你什么时候 又招惹他们了 何时招惹过他们 自从他们定亲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 跟云素因和军九渊 有过来往 甚至平日里都逼着他们 我要告诉父皇 今夜的事情 是军九渊做的 是他和云素因害我 没用的 为什么没用 父皇那么讨厌摄政王 陛下再讨厌摄政王 可你及时看到过 他在明面上为难摄政王 出席公宴 露台之上 摄政王那般打陛下的脸 可你看到陛下 可有对他怎样 没有人当场抓到云素因 你没有任何证据 能够证明今天夜里的事情 是他做的 你现在进宫去告诉陛下这些 除了让陛下更加恼怒 觉得你无能之外 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你现在揭穿这件事 对你毫无半点好处 而且就算你真找上门去 摄政王也不会怕了你 反而还会逼着他对你动手 那难道 我就要吃这个亏吗 不吃亏还能怎样 谁让你行事不够小心 你也别生气了 有些事情也怪你自己 要是你当初没有闹出那么多事 没背着我私下换了婚约 跟云淑月乱来 又哪会有后面这么多的事情 外公 我不想去克州 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去克州的 外公有办法留我 办法是有 可有些冒险 什么办法 如今想让你出京的是摄政王 陛下发配你 也是为了安抚摄政王夫妻 只要能让他们松口消了怨怒 而且又能让陛下觉得 你并非一无是处 这克州之行 自然就能免了 我看到你在露台上 找了大皇子 还穿着工人的衣裳遮掩掩 今夜露台上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是不是你跟王爷做的 也不是我干的 是慕容争自己想要算计慕容险 我 我才顺水推舟 居然真的是你啊 我就说我当时看到那人影 想极了你 还以为收眼花了 没想到居然真的是你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呀 那二皇子和四皇子 是那么好陷害的吗 你要是一不小心 失了手怎么办 王爷就这么纵容着他胡来 就算二皇子和四皇子 真有错处 你们用什么手段不行 为什么要选这种 男子乱伦 还挑在那般地方 稍有错漏 阿音就会成为众食之地的 本王会护着阿音 你护着他 你护得住他一条命 能护得住他名声吗 挡得住他人闲言碎语 天下人的目光吗 他要是真被人抓住 就算你能逼着陛下放了他 可他依旧会付出代价 阿音行事自有分寸 不会惹出乱子 而且他从来都不会冒险 做他自己没把握做的事 本王也让人跟在他身后 就算真有差错 也足以保他脱身 不会被宫中的人抓到他 舅舅 这事情跟阿渊没关系 他事先不知情的 我原本也没想着 要用这种手段去害谁 是因为偶然听到 慕容争社局陷害慕容险 却又要将事情 架活到摄政王府头上 他留了线索 又收买了陷害之人 打算等去云地 撞破慕容险与人苟且之后 架活到阿渊身上 我也是一时生气 才顺水推舟推了他一把 这事情不是阿渊做的 顺水推舟 你顺水推舟 就是用这种卑劣手段 芸素音 你是个姑娘 芸素音正主 我知道你受过委屈 也知道云家待你不好 让你性情与寻常归宿不同 可这不代表你走错了路 行事不择手段毫无下限 慕容争害慕容险 那是他卑鄙无耻 可你却用同样的手段去害他 那你又成了什么人了 我和你外祖父光正了一辈子 可你却用这种手段去害人 所以 舅舅是嫌我心狠手辣 行事下作 大哥 阿渊 你大舅舅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不想你走错了路 活成你自己都讨厌的样子 够了 你是不想他活成了他厌恶的样子 还是怕他活成了你厌恶的样子 无了你们林家的门楣 你嫌他心狠手辣 行事下作 怎么不去想想 他以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你从生下来 就有老爷子庇护 有林家荣光 活得平安顺遂万事如意 你让一个踩着磨难 困苦生死中挣扎出来的人 活得跟你一样高风亮节 不觉得可笑吗 你能以德抱怨 那是你的事 可本王和阿音信奉的 却是一抱还一抱 人若伤我一点 我必伤他百倍 王爷 大哥不是这个意思 他只是怕阿音走错了路 出了事 本王不想听 本王不管你们是好心坏心 可希望你们记得 你们从来都没有参与过阿音的过去 就没有资格管束他的将来 林家若觉得他手段不堪 尚不得台面 觉得他行事下作 如了你们林家门美 那他的将来就由本王负责 别说今夜之事 阿音只是反击 就算他真有一日 为恶天下 那也是本王纵的 走吧 跟本王回王府 云素音捶着眼 转身朝外走时 眼里泛着泪 林宗平快步上前 阿音 你大舅友不是责怪你 他只是担心你安危啊 怕你行事太过偏激冒险 怕你有朝一日 踏错之后 没有了回头之路啊 悬崖峭壁不易走 稍有踏错 就会粉身碎骨 他只是想让你 像是个普通小姑娘那样 平平安安啊 二舅舅 我知道大舅舅是想要我好 可我不是好人 也做不了你们眼中 正直光明的人 旁人若害我 我会百倍奉唤 我也永远都做不到 以德报怨 委屈求全 我牙字必报 也心眼极小 容不得任何人 伤害我在意的人 不管是你们 外公 还是阿渊 谁也不行 所以哪怕重来一次 今天的事情 我也照样回做 慕容正想害阿渊 我就会让他身败名裂 没机会重头再来 大舅舅大概也不想见我 我先去摄政王府 二舅舅别担心 我没事的 大哥 你解释一句啊 你又不是嫌弃阿渊 你只是怕他出事 林延青素着脸 没说话 你 别难过 我不难过 救救他们光风计约 林家也满门清贵 他们不喜欢我行事卑鄙 毫无瞎先 也正常 只是 我本来就不是好人 还觊觎着不该觊觎的亲戚 贪心的 让人生厌 不准这么说你自己 你没做错 他们不懂而已 别难过 我陪着你 老朽久闻摄政王妃贤惠 却一直 无缘一见 今日一见 果然是资荣抉择 与王爷天造地设呀 我记得 我跟四皇子订婚也有数月 中头也曾跟他去拜访过相府 只可惜 相府门第太高 相爷也贵人事忙 无暇拨空 来见一见我这种寂寂无名的小辈 老夫那天有些事情才会摊个 我知道 您是相爷 贵人事忙 反正在你眼里 我这个云家小姐 也不过是用来给慕容成踩脚的玩意儿罢了 只要能跟林家攀上关系 见不见 又有什么分别呢 毕竟 相爷府上 也不缺晚辈 王妃何必咄咄逼人呢 我就是这种人 你要是觉得不满 认为我咄咄逼人 那你可以走啊 何必委屈求全留在这里呢 你 王爷 你就这么纵容他欺负老臣 阿音是摄政王府的主子 他的话 就等于是本王的话 傅相要是觉得委屈 可以离开 本王让人送你出去 傅相刚才说 有事情跟本王说 有话就直说吧 本王很忙 没时间与傅相兜圈子 我今日来找王爷 是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 是想要问王爷露台之事 不知道 我那外孙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得罪了二位 要让二位下这般狠手 他自己找死 陷害人不成 反成猎物 关本王什么事 四皇子要真是行事不慎 落到这般田地的确只能怪他自己 可要是有人故意夹害呢 四皇子说 他在上露台之前 曾经撞到过一个人 那人与王妃的身形眉眼极为相似 且王妃一毒双绝 世人皆知 想要给人下药 自然能神不知鬼不觉 是我又如何 要是我下的 人也是我送进去的 为什么 四殿下与你的婚事早就作废 而他在云书月的事情上 也得到了报应 王妃为何还要下这般狠手 回他前程 报应 他的报应 不过就是死了个侧妃 名声坏了一点 就算命根子被踹 那也未曾断死绝孙 等过上几年事情淡去 他依然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四皇子 能够娶妻生子 能够绸缪皇位 运气好点的话 将来还能在万人之上 得那至尊之位 可是云素音呢 他却已经死了 傅伯中听着眼前女子 这毫不客气的话时 又是神情一愣 总觉得他言语之中那个云素音 说得好像不是他自己 可又觉得古怪 阿音 你也不用把慕容征说得多无辜 当初他若无心娶我 就不该百般心思撩拨求娶 求了陛下赐婚之后 却又与人苟且缠绵 害得我被人掳去南地 你可知道我在南地经历了什么 又知道我当时有多绝望 他不过是毁了点名声 又怎么抵得过他和云书月 对我做的事情 更何况 若非我命大 他大婚那日 身败名裂的就是我 卑鄙为妾的也是我 傅相来说报应 你觉得这点报应够吗 当初的事情 的确是他对不起你 可是他已经知道错了 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而且 你也密得良缘有了王爷 从此往后 会比嫁入四皇子府 过得更加贤贺尊荣 你又何必咄咄逼人 非得对他赶尽杀绝 我赶尽杀绝 那相爷知道 他又做了什么吗 他今夜 本是想要踩死了慕容险后 将事情嫁祸给摄政王府 他要是真觉得他之前对不起我 就不会借着慕容险 害我和冯冠冠的事情 挑起冯林两家 与慕容险身后势力的纷争 你那个外孙 自持聪明 想着算计我们 怎么 只准他算计别人 就不准别人来算计他 你要是过来 只是为了这件事情 那本王不妨直接告诉你 本王和阿阴 没再打算对付慕容险 是他自己撞上来的 就怪不得我们教训他 他要是没有害人之心 阿阴没机会 送给他这一场造化 本王也没机会落井下石 说到底 不过是他自己咎由自取 你若替他觉得不平 大可去找皇帝 有什么手段 本王接着就是 王爷误会了 老臣并无此意 您是四皇子尊长 四皇子年轻不懂事 冒犯在前 行事不端 惹怒王妃 王爷和王妃 身为长辈教训他 也是理所当然 老臣又怎会因此 而怨怪王爷 你说你来找本王 是有两件事 另外一件是什么 说吧 另外一件 是跟王妃有关 老臣冒昧问王妃一句 您 可是打算将云侯爷 置于死的 我和云家的事情 跟父相 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我就是想知道 王妃对云家 是怎么看的 您若对云家 还留有情面 那我之后的话 也就不必说了 可若 您想让云侯爷 身败名裂 想要云家 家破人亡 再无其父之力 那老臣的话 或许能帮王妃一把 王妃对云家 应该没什么感情了 而且 也是想要让云家 再无翻身之力 那又如何 父相今日过来 应该不是想要跟我们显示 你有多睿智吧 我只是想说 如果你的目的是想将云里 安置于死地 只想取他的命的话 也就算了 可如果 你是想要让他身败名裂 掀开往事 替你母亲讨回公道再死 甚至 想要将云家 彻底拉下来的话 恐怕陛下 不会让你如愿 有话直说 王妃可曾想过 云里安这侯爵之位 是如何得来 就算由林家 从中帮忙 可若无天大功绩 陛下也绝对 不会轻易地 封赏爵位 还让云家 显赫这么多年 云里安与陛下来说 不是寻常臣子 你若想在堂上 审礼云里安 让他认罪服法 陛下定会护着他的 而我 或许能帮王妃 做到 你想做的事情 你觉得本王的王妃 需要你帮 你想说的 无非是云里安 替庆云帝 做了一些 见不得人的事情 又事关皇权安危 庆云帝 为着怕他走漏消息 要么提前送他走 要么就是 想尽办法 保住他的命 可你觉得本王 就应付不了庆云帝 王爷知道 你觉得这大晋朝堂有什么事情 是本王不知道的 所以王爷也知道 云里安和安国公府的事情 王爷既然早就知道 为何一直不提 本王为什么要提 那王爷如今既然知道 却还纵容王妃将云里安送进大牢 甚至让刑部过几日开审 您就不担心彻底与皇室撕破了脸吗 您该明白 安国公的事情绝不能被外人知晓 而陛下也是绝对不会让云里安开口的 王爷难道已经打算与陛下翻脸 在其战事 本王无所谓 那王妃呢 王妃难道也要看着王爷 为这区区一个云里安和沐文侯府 为这你一己私欲 在其战事 让这大晋天下生灵涂瘫 相爷拿天下苍生来逼我 你眼中既有苍生 那当年庆云帝陷害安国公 让那数万将士葬身铁重山 安国公府上下晋亡的时候 相爷怎么没站出来 指责他为了一己私欲 害人性命啊 铁重山战败 敌国险邪攻入大进腹地 那边将之上多少百姓亡死 又有多少人死于庆云帝私欲之中 相爷怎么没站出来 指责他歹毒狠辣 让天下生灵涂炭呢 那不一样 当年我并不知情 那后来不是知情了吗 相爷做了什么 是替那些亡死的亡灵讨了公道 还是替安国公府满门英烈昭雪 亦或是 为你口中的天下苍生 讨了个公道 相爷从头到尾 都没想过要做什么 满口仁义道德 便念着天下苍生 可实际上 却是把这事 当成了你和静云帝博弈的筹码 当成了富家和四皇子 最后一丝底气 拿着这些人的死 来保你们荣华富贵 高枕无忧 你口中的天下苍生 只在于你有用时 才被你提起 无用时 你何曾在意他们的死活 那已是时过境迁 他们死了这么多年 在贸然掀起 除了葬送更多的人命外 没有任何用处 那你今天又为什么 拿着这事情 来找我跟王爷 你隐忍这么多年 要是真的为了苍生不再生乱 你就该死死将这秘密 咬死在肚子里 不被任何人知道 可你今天却拿着这事情 来跟我和王爷谈条件 是觉得 跟慕容争的前程皇位比起来 你口中天下苍生的命 已不足惜 富博中哑口无言 别拿着你自己都没在意过的大义 来压我和王爷 别说我俩不在乎 就算在乎 那又怎样呢 天下苍生的命是命 那数万将士和安国公府的命也是命 我母亲临时的命更是命 众生皆楼矣 都是第一次做人 谁比谁高贵啊 既然当年他们能死 那如今再死一些 又有何妨 别说我和王爷没打算再起战事 就算我们真起战事 那也比你这种冠冕堂皇的小人要来得强 远的不说 年前雪灾 朝中缺钱赈灾的时候 相爷可曾捐过一钱银子 送过一粒米粮 那城外石州的棚子里 有没有一个挂着你们丞相府副家的牌子 君九渊在旁边 看着自家小兔子将人怼得无言以对 论嘴炮毒舌 就没人比得过他家媳妇的 我家王妃向来心直口快 也不喜欢跟人兜圈子 副相如果只是来跟本王和王妃说交 那还是回去吧 本王怕待会儿手痒 会对不住相爷 或者是相爷觉得 慕容征发配克州太轻松了些 那本王不介意再送他一场好造化 王爷 我今日来此是真的想要帮王妃的 云丽安事官安国功夫 陛下不会让他轻易唐审 王爷固然全是滔天 可为了区区慕恩侯府 在先战事全无必要 而且 王妃之前救过廖家之人 又跟廖家交好 总不想见他们被赶尽杀绝 所以呢 我能助王妃一臂之力 既能让云丽安身败名裂 云家再无其父之力 又能让陛下不插手唐审之事 副相总不会无缘无故帮我 我帮王妃 也请王妃和王爷帮四皇子 不许让他无罪 只要将人留在京城就行 副相觉得我傻 我跟慕容争是有仇的 留他在京城 难不成还给自己留个祸根 我能约束四皇子 绝不会让他跟王妃为难 你要是能管束得住他 早就管束了 又哪里还会有后面的那么多事情啊 他不会的 这次事情已经足够让他知道教训 四皇子也定会改过 不会再跟你们为难 那谁能知道 人性经不起赌的 他现在落难 自然会隐忍折服 可万一有朝一日 他得势之后呢 你能保证 他不记恨我和王爷 今天做的这些事情 我知道王妃心中担忧什么 也知道 我现在说任何承诺 都难以让你们安心 所以 我今日来寻王爷之前 带了东西过来 只要王妃和王爷看了这东西 就能明白 四皇子致歉的诚意 他直接从袖中取出一叠东西来 朝着云素音递了过去 这是什么 王妃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云素音有些疑惑的结果 还没打开时 就闻到一股子血腥气 他莫名就想起了之前 云淑月写的那封血书 等打开来 那果然是仿照着云淑月 当初所写的一样 只是里面的内容 让云素音有些惊讶 是什么 你看看 王爷应该认得四皇子笔记吧 这是四皇子亲笔所写血书 上面记着他 之前对王妃所做种种事情 还有他与云丽安 云淑月换婚 苟且谋害王妃性命的证据 除此之外 还有他之前 谋害其他皇子 以及在朝中经营的证据 这上面不仅有四皇子亲笔画鸭 以及手印四张 还有老臣所述辅证 以及老臣四张签名 只要有了这东西在手 不管四皇子留在京城 有没有机会崛起 也不管他将来能够走到多高 他都绝不敢再伤王爷和王妃半点 凡二位所过之地 他必退让 凡二位不喜之人 他也绝不会亲近 王爷应该明白 身为皇子亦是天子 这些事情暴露出去 意味着什么 王爷和王妃 只要拿着这东西 随时随地 都能将它从高处拉下来 甚至连带着老臣和傅家 也会毁于一旦 我想 这应该足以让二位 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傅伯中看着二人神色动容 又接着递了一卷东西过来 这是 圣旨 虽然没该预洗 可格式 却是圣旨的模样 用的 也是圣旨所用的明皇锦伯 上面 有慕容争的明慧 手印 和丝章 内容的地方 却全是空白一片 我知道 皇权 对于王爷来说 从来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而且将来之事 谁也说不一定 可是万一 万一四皇子 这次得王爷相助留在京城 将来有朝一日 真有机会登得大宝 这就是他给王爷和王妃的许诺 无论大进将来如何 摄政王府就绝无任何人敢冒犯 而王爷 亦能捏着四皇子命脉 哪怕他登基成了天子 王爷依旧是这大进朝中第一人 王爷不惧皇权 可有了这东西 却能省去很多麻烦 不是吗 丞相下这么大的血本 就不怕本王拿着这些东西 先要了慕容争和傅家的命 王爷 不会的 你倒是知道本王 四皇子和傅家的诚意 王爷相必也看到了 不知道您和王妃觉得怎样 你先说说 你打算怎么帮着王妃对付云丽安 王妃想要的 不过就是替你母亲和林家讨回公道 让云家身败名列罢了 而宫中想要的 则是云丽安闭口 不提安国公府之事 云丽安之所以有恃无恐 是因为他一直觉得 当年之事只有他一人知晓 可若秘密不再是秘密 而他也从守密之人 变成了泄密之人 王爷和王妃觉得 他会如何呀 王爷的确是手握并权 也有能力掀了大进皇室 可安国公府呢 廖家上下都是汉勇忠臣 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与王爷一起走上谋逆之路 廖家最后的结局 恐怕是真的是血脉尽绝 而王爷依旧还是王爷 陛下也依旧还是陛下 所以你想如何 与其撕破脸皮 逼着陛下认错 王爷和王妃何不再忍一忍 拿到云丽安手中的证据 再留下他口中证词 等到安国公府至子长大 或者是有愿意澄清当年之事的心地出现之时 再献出此事 这样既能保安国公府 不比王爷大兴战士 也能让陛下心甘情愿地 不插手云丽安神训之事 让王妃得偿所愿 你觉得呢 有几分道理 只不过你刚才说 皇子成年更替皇位 以心地逼迫当今认罪 相爷该不会 想要王爷扶持慕容争登基 当然不是 我只需要王爷和王妃高台贵手 留四皇子在京城 至于以后的事情 无论是争权夺敌 还是他有没有希望登上皇位 都和二位没关系 四皇子若能登基 自然记得二位近日恩情 所作承诺依旧有效 可如果他没有那个能力 最终被旁人打压下来 那也是他和我父家的命 我们绝不会牵扯到王爷身上 我可以答应相爷 因丽安的事情 你若替我解决妥当 替安国公府拿到一道护身符 慕容争可以留在京城 王后他若不招惹 我和王爷也不会再朝他出手 王妃的意思就是本王的意思 只要慕容争安分 本王没心思对付他 王爷放心 四皇子绝不会冒犯王爷 王妃 老臣替四皇子叩谢二位宽宏 心情好些了 袁素音恩了声 这个傅伯忠 倒是个聪明人 他要是不聪明 也当不了丞相了 傅伯忠这人有能力 有心计 先帝那般殷勤不定 有多疑之人 他也能得了他青眼 一路入了内阁当了丞相 就连庆云帝 也与他有半师之意 你看庆云帝 对谁都是防备着 可是对傅伯忠 却极为信任 就算慕众忠出了事 也没想过牵连傅家 他要是没点能耐 哪能做得到啊 嗯 这倒是 说起来 慕众忠也算得上 是得天独厚了 有天生皇子的地位 又有傅家帮衬 这傅伯忠一人 就能比得过慕众 圣他们身后所有人了 有这么个老谋身算的人 在旁帮衬着 他居然还能将自己 弄到这般地步 也算是厉害了 傅伯忠教过慕众忠不少 也替他拉拢了不少朝臣 帮他铺路 只可惜慕众忠以前处境太好 有万事都有傅家 替他出头解决 就算惹了麻烦 也从来没闹过乱子 之前 咱们还想着自己去见云立安 想办法解决安国公府的事情 眼下有傅伯忠出面 倒是更好 他想的 倒是跟我们之前想的差不多 有他在中间动着 心地的事情 也不用咱们再操心太多 不过阿音 要是慕众忠留在京中 有傅家帮着 说不定真的有机会 能够再翻身 到时候 他若夺权登基 可要拦着 拦着干什么呀 咱们之前 本就想着推一个新地出来 提安国公府平反 慕众忠要真有本事 胜过慕众忠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挣脱困境得了皇位 那也是他的本事 这皇位上去了 又不代表能一直坐着 慕众忠满心以为咱们会帮他 傅伯忠又下了这么大的血本 要是让他们知道 你这么想的 怕是能生生气死 那不能怪我 我又没承诺他们什么 你呀 本王看你 就不该是兔子精 该是狐狸精才是 你才狐狸精呢 云素音撑了他一眼 笑着就朝着他怀里一撞 金九渊一边还着他 免得他撞着 一边还得防着他乱蹭 手忙脚乱下 被他扑在榻上 两人彼此赖在一起 顿时笑成一团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云黎安怎么牵扯到安国公府就是 他本就是当年害过廖家的人之一 顺势牵扯出来 也是理所当然 这群畜生 廖家上下为国征战 那数万将士舍神忘死 云黎安他们居然做出这种事情来 他们怎么敢 所以你早就知道此事 嗯 也不算太早 是云淑月死后才知道一些 我之所以在公宴上 状告云黎安 拿着那血书 逼着庆云帝下旨 将他打入诏狱 就是因为 云黎安手里 握着庆云帝的把柄 若不如此 他必定袒护云家 可是 你既然知道 这件事跟陛下也有关系 甚至当年之事 更是他为主谋 那他怎么会任由这件事情 被翻出来呢 而且 若照你们所说 云黎安手中 有陛下的把柄 那他为何 没一次要挟宫中 保采性命啊 那是因为 他手里的把柄 已经落到别人手上 于他而言 已经不再是保命符 而是催命符 至于庆云帝那边 他肯定让云黎安 受审 闹出今天这一通 自然是已经想好了办法 要弃足保车 而且 江高明就算入狱 他恐怕 也没机会开口 你是说 江高明活不了太久了 王爷是说 陛下会灭口 哎 不是陛下灭口 而是他自己 不得不死 不仅要死 还要死得干净 死得果决 死得不牵扯到皇帝半点 否则 江家上下 就得给他陪葬 那 安国公府那边 我已经和安国公夫人通过气 等江高明死后 会有一份罪证到他手中 而安国公亡死 就按先出 皇帝若想稳坐皇位 甚至不被牵连 就势必需要 弥补廖家上下 廖家拿着这些东西 足以保证一家老小 无人感动 那这事 难道就这么算了 不是算了 而是眼下还不是彻底清算的时候 安国公那双孩子还小 经不起折腾 而云立安和江高明 也不会指证庆云帝 庆云帝更不会容忍 有人触及到他最为在意的皇位和皇权 想要彻底清算 就只能撕破脸 王爷固然能做到 可到时候 必定掀起战事 闹得天下大乱 安国公府 也会落得一个谋逆犯上之名 与其如此 倒不如暂且隐忍 这世间 不是没有天理公道的 而想要替安国公府讨回公道 也还有其他的办法 只是实际未到 等过上几年再说 外公 母亲的清白已经得了 云家的事情 也算是了结了 母亲跟云家这场婚事 本就是欺骗而来 如今 既然已经有所判决 还麻烦您替母亲 写一封一决信 晚些时候 我会去见云立安一趟 到时 会顺便带去让她签字 然后送交官府 要回当年婚姝 明天我会带人 去云氏族中 将母亲的尸骨和牌位 取出来 送回林家 这样 也算是让她彻底 跟云家了断关系 荒泉人间 都不必再跟那家人 有任何牵扯 好 我回去后 就写 阿燕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吧 我也一起 嗯 那大表哥和七表哥 明天早一些去王府 我们一起去云家 我早前就打听过了 云家那些人 没少仗着云立安的事 横行相礼 那云家村 更不是什么好相处的地方 咱们这次过去起坟 怕会遭人阻拦 不如让我爹和大伯一起去 不用了 本王会陪着阿燕去 可大伯毕竟是林氏族长 有他出面 哪怕去云家起坟 也能更名正言顺呢 阿燕 就回去吧 暂时还不能回去 阿燕 舅舅 我待会儿 还得去刑部大牢 见云立安他们 而且 还有点其他的事情要做 今儿个肯定是回不去的 等明天一早 你们和表哥 直接来王府找我 到时候 让阿燕带着黑甲银龙卫 跟着咱们一起去云家村 既能震慑着那些云氏族人 让他们不敢乱来 也正好 让阿燕去见见母亲 你是说 让我同去 那当然了 您可是母亲的亲哥哥 想必 也是他最想见的人 而且 我们几个毕竟是晚辈 就像是七表哥说的 到时候去云家起坟 也名不正言不顺 有舅舅出面 云家也没有理由阻拦 到时候 送母亲回林氏族中安葬 还得大舅舅主持 我和阿燕有些事情没做完 等母亲灵舅回京之后 我再回家中 到时候 还要舅舅送我出嫁呢 好 好 明天一早 我和你二舅舅 就带你表哥他们 去王府 跟你们一起 早就听说 有人 俘获了君九元的心 本王之前 还到人家胡说八道呢 如今一见 倒也有些明白 这冷冰冰的木头疙瘩 为什么会变成绕纸柔的 姑娘 貌美无双 清诚之姿 不知姓氏名谁 本王可有荣幸知道 姑娘方明 你不认识我 我该认识姑娘吗 不对啊 你这么好看的女子 若认识本王 必定一生难忘 我是林荆叶的外甥女 油嘴滑舌的善王 脸上顿时僵住 林荆叶 刚才门外那是我外祖父 他旁边站着的 是我其他几个舅舅 我记得 没多久前 王爷还派人夜闯邻家 给我外祖父下毒 险些弄死我舅舅和表哥他们 我还以为 王爷是认得他们的 怎么 你连他们也没认出来 说起来 上次王爷下的那毒 也极为歹毒 要不是我外公福大命大 又遇着恰好能救命的人 这辈子 怕是早就进了黄泉了 我原还想着 王爷费这么大功夫 不惜动用埋在大晋多年的暗装 只为了要我外公性命 想必 应该是跟我外公和林家 有深仇大恨的 可你居然 连林家的人都不认识 不知道王爷能不能告诉我 既然不相识 你为什么会想要娶我外公性命 林家何处得罪你了 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本王可是好人 哪能干那种给人下毒的事情啊 我不过是早闻林老爷子大儒之名 想着让人拜见一下 求父莫往 可谁想到 难远离大晋太远了一些 中间又有 急恨本王的歹毒之人 动了手脚 故意歪曲了本王的意思 这才让他留在大晋的人 自作主张伤了老爷子 哎呀 本王也是很愤怒啊 若能见到那几个混账东西 本王定会取了他们的脑袋 给林老爷子赔罪呀 是吗 恰好这些人都在摄政王府 既然王爷这么有诚意 阿罗 你跟万军去一趟王府 把那些人全部带来 正好让善王示意一下 怎么赔罪的 杀人多不好 反正都落到你们手上了 你们处置就是 那怎么行 要是我们处置了 怎么能显示出 善王殿下向林家道歉的诚意啊 况且 有人敢善改王爷意思 窜戳着王爷手下探子 伤及林家之人 要是王爷不给他们一个教训 将来王爷手下 人人都敢罔顾上意 阴奉扬为 王爷乃是南越贵主 身份贵重 若不震慑住麾下之人 说不准哪一天 就在睡梦里 被人砍了脑袋扒了皮 那多可怜呢 君九员 你找的这王妃也太凶了些 那也是你活该 你先上林家在前 就别怪她找你麻烦 没见面就弄死你 已经算是她心善了 说吧 为什么要朝林明纯下手 见善王张嘴就想胡说八道 狡辩几句 你也用不着 说那些鬼话糊弄本王 你虽然向来不靠谱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却跟林家从无仇怨 林明纯和林家上下 也算得上是与世无争 就算林延青他们进了大进朝堂 可林明纯也从未以大儒身份 偏邦大进 你们南越朝中还有他不少弟子 你要是不说实话 本王就把你那些探子的脑袋 一个个扔去你们的南越皇城 再将你派人 行刺林明纯的消息 宣扬天下 哪怕你是南越皇族 也有的是人会出头替林家 要你的命 要不要这么狠啊 还有更狠的 王爷恐怕不想知道 好吧 本王告诉你们也无妨 我早前曾邀请过林明纯 带着林家人前往南越 可他不愿 后来又曾让他带着林家 前往边境之地 至少不留在大进皇城 可他依旧不同意 就因为这个 就因为这个 你既然能得君九元 另眼相看 相比心思也该聪慧 你应该明白 林明纯在文人之中的地位 他这些年一直留在大进京城 虽然说 看似未曾插手大进朝政 也从不与大进皇室有所牵扯 可就是因为他在这里 林家的大进扎根不说 那些文人世子 也将这大进京城 当成了朝圣之地 你也别怪我下手太狠 有些事情潜移默化之下 影响早就已经超过了世人所见 林明纯的存在 终究还影响了大进和南越平衡 他是当世大儒 本王也舍不得朝他下手 可谁让他不识抬一句呢 既然如此 清姬为什么说你下令毒杀我外公 对林家其他人也不必留情 却唯独要把我小救林京叶的命 他长得好看呢 林京叶可是出了名的美人 反正他就是个经商的 又没继承林明纯的衣钵 那自然要留下来 卢走送的南越 让本王赏心悦目了 算了 我们走吧 怎么就走了 再坐着聊一会儿 君九院啊 本王还没跟你叙旧呢 而等着人走后 山王才有些异性阑珊的 轻叹了口气 哎 这美人怎么都这么大脾气 王爷 你没事吧 本王呢有什么事啊 大庭广众之下 他们还能吃了本王不成 陛下 山王所中的毒极为罕见 伟臣实在是没见过 伟臣是照着正常解毒的方法 替他解毒 可是 可是那毒不仅没解 反而越发凶猛 那毒能致人身体僵硬侵蚀神志 而且毒素一路朝着脑中蔓延 这若是不解 怕是 怕是 怕是什么 怕是不出两个时辰 山王必定云命啊 废物 山王怎么能死呢 他要是死在宫里 南岳那头怎么交代啊 陛下 山王的毒太医治不了 可还有摄政王妃 当初林老中毒险些身亡 听说找了好些大夫过府 都说已经没救了 是摄政王妃想办法救回来的 而且王妃医术高超 他或许能救山王 你怎么不早说呀 来人 去传摄政王妃入宫 回来的人不仅没带回云素音 反而还说 摄政王 带着王妃出城踏青去了 这个时间 这个点 他们踏哪门子的轻啊 你有没有告诉摄政王府的人 说中毒的人是善王 奴才说了 可摄政王府的人 却说摄政王跟善王不熟 还说王妃进来犯了小人 心情欲竭 也不能寐 怕夏真 有误罔顾了善王性命 到时候影响南岳和大晋邦交 让陛下另请高明 陛下 王爷虽然平日里 不愿意跟宫中多来往 可与南岳的事情 却不会含糊 而且 王妃先前行医救人 瞧着也是个性子好的 如今 却这般对善王 陛下 善王于午后 见过摄政王和王妃 三人还曾在酒楼里单独 相处过一会儿 你们王爷 怎么得罪军酒员了 我家王爷 不过跟他们偶遇 偶遇他们 善王能变成这样 禁帝是说 是贵国摄政王 朝我家王爷下毒 朕可没说 你家主子出去偶遇军酒员的时候 难道就没打听打听 他的王妃在京中的名声 一毒双绝 就连神医谷的人 都跟着他在学医 云苏音虽然心狠 可也算与人为善 极少主动商人 你家主子 到底怎么得罪了他们了 禁帝此言何意 我家王爷何曾得罪过摄政王 我们不过刚来大进数日 王爷就与这般凶险 禁帝却说 是我家王爷招惹 我家王爷 是奉国主之命出使大进 要是王爷出了任何事情 我南岳必定 与大进不死不休 阿牧 你干什么 我带王爷去摄政王府 你去那干什么 他们既然 不肯进攻救王爷 我就去找他们 他们要是不肯替王爷解毒 我就杀了他们 你别冲动 王爷是在皇宫出事 未必是军酒员做的 就是他们 那个云苏英 是林明纯的外孙女 你跟我一起出宫 王爷在到摄政王府前 要是出事 我要了你的脑袋 你跟他一起去 务必保住善王性命 独成 你送他们 去摄政王府 那边 阿牧见庆云帝答应下来 抱着善王 转身就朝外急驰 哼 这些混账东西 陛下 南岳这些人提起林家时 气焰瞬间就压了下来 而且先前林老也曾中毒 您说善王中毒 会不会是跟此事有关呢 你是说 之前暗害林家的那些人 是善王的人 奴才也是猜测 要是林老的毒 真是善王做的 那他朝善王下手 也没什么不可能 真不是圣心的东西啊 你亲自去趟林家 将善王中毒 只有云素银能救的事情 告诉林明纯 接他去摄政王府 不管怎么样 善王绝不能死在京城 更不能是宫中厌隐出事 懂吗 奴才明白 王爷 王妃 他们打我 谁打的 他 王爷 王妃 这位南狱的大人 也不是有意的 实在是善王情况太过危险 他也是一时心急 才会动手 一时心急 就敢伤本王府中的人 那是不是本王急一急 也能要了他的脑袋啊 谁让你们带人围了王府的 王爷误会了 微臣只是奉陛下之命 护送善王过来 求见王妃 绝不敢冒犯王爷 胡说 王爷 他们哪里是求见的 明明就是强闯嘛 奴才都跟他们说了 您和王妃不在府中 出城去了 可他们却非要闯咱们王府 要不是您及时回来 他们怕是都要杀人了 简直吓死奴才了 误会 都是误会 是你们朝着王爷下毒 饭可以乱吃 话可别乱说 我和王爷今天一下午都在城外 你家主子重不重毒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王爷今日 见过你们 笑话 你家这花蝴蝶的主子 城市里都在见人 身边更是侍从无数 我们是跟他见过 众目睽睽之时我们离开 他可还是好好的跟你们在一起 而且我就不信 他见过我们之后 就没再见过其他人 怎么着 见过你家王爷的 就是谋害他的人 那这满京城里 他就没几个干净的了 你还打算一刀一个 全宰了不成 别人没有害王爷 只有你 你是为着林明春 阿牧 为着我外公 善王怎么着我外公了 值得我为着我外公 朝他下手 摄政王妃恕罪 阿牧年少不懂事 刚才都是胡说八道的 我等久仰林老风采 只是一只无缘一剑 王爷还打算过几日 亲自登门拜访 王妃 阿牧不是有心冲撞于您 实在是我们王爷情况凶险 我等都听闻王妃一束惊觉 还请王妃出手相助 替我家王爷戒毒 王妃 善王身份贵重 绝不能死在京城 还请王妃出手相助 不救 王妃 摄政王 您难道真的要坐视不理吗 我知道 我们王爷或许 有得罪二位的地方 可事关两国邦交 您难道 真要眼睁睁看着我家王爷 死在京城 让得南岳与大晋交恶不成 南岳什么时候 跟大晋交好过呀 早些年 南岳肆虐大晋边关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们 顾忌着两国邦交 这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别说善王的事情 跟本王和王妃无关 就算真有那么一点关系 你既然知道 他得罪了本王 就不该找到这里来 至于别的 本王府中王妃为大 本王俱内 本王瞧着你们王爷 快没气了 赶紧找个地方 求救去吧 别回头 死在本王府门前 晦气 你 两方剑拔弩张时 外头突然有马蹄声传来 住手 王爷息怒 王爷息怒啊 杜大人 你这是怎么做事的 陛下只是让你带着使臣来摄政王府求助 谁让你带这么多人 还在摄政王府门前动了刀剑 我 诸位大人 摄政王妃身份高贵 就算诸位想要求助 也得照着咱们大进的规矩来 哪有你们这样直接堵了王府大门的 误会 都是误会 我等指示 来求摄政王妃出手相救 绝无半点冒犯之意 王爷恕罪 南岳之人不懂咱们大进规矩 才会冒犯了您与王妃 还望 王爷恕罪 你怎么也来了 奴才是奉陛下之命 求王妃替南岳善王解毒 还不服老爷子下来 谁让你惊扰我外公的 阿音 您怎么过来了 我没事 是我自己愿意跟过来的 阿音啊 你先替善王解毒 外公 您知不知道 善王做了什么 他 我知道他做了什么 也知道你为何恼怒 只是 这其中有其他的缘由 你先替他解毒 等一会儿我再说与你听 不是为着大忌和南岳 是他眼下还不能死 否则对你和王爷 都不是好事 善王不仅仅是南岳的王爷 身份更有其他特殊之处 他要是云民在此 会给你们招来麻烦 听外公的 先替他解毒 其他的事情 稍后我再告诉你 把人抬进去 三宝 让人再去熬点姜汤过来 里面添几粒红枣 给这小子也喝剩一碗 他是 锦缘 云速音恩了声 又对着三宝说 先带他下去 洗洗 换身衣裳 然后在后堂等着 待会儿我过去 小公子 这边请吧 去把你自个儿洗干净 要是待会儿见着时 还这么脏兮兮的 我就把你扔出去 免得碍眼 不要 姐姐 我洗 王妃 我家王爷瞧着月发不好了 还请王妃先替他戒毒 急什么 又死不了 再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我就弯了你的眼睛 再一针扎死了他 阿末大怒就想说话 云速音就一针扎在 善王脖梗之上 那阿末脸色瞬间就白了 所有的怒气 散了个一干二净 你对你家主子倒是忠心 把他上衣去了 阿末连忙动手 扶着善王 快速替他脱了上衣 云速音将金针 借着旁边的火苗消毒之后 又将上面擦净 这才直接 一针便刺进了 善王心脉附近的位置 王妃 这可是心脉 你是大夫 还是我大夫 我不知道这是心脉 你要是不放心我 要不你自己来 荣芳连忙闭嘴 云速音又落了几针 在善王身上之后 众人就见他 突然伸手 扶过之前心脉上的金针 似是在那针尾 轻轻一弹 那针 便瞬间 快速震叉了起来 耳边更能听到嗡鸣声 而那金针周围 其他几根 也好像受到牵引一般 紧跟着 微颤起来 善王胸口的那些黑色珠网 快速收缩 像是被什么吸引着 朝着中间凝聚而去 眼见着凝郁一点时 云速音半点 连香西域也没有 也不像是当初 缓缓替林老爷子驱毒时 那般谨慎 反而直接拔了心脉上 还在震颤的金针 然后起身 朝后退了半步 王爷 疼 疼就对了 要是不疼 怎么叫三师化神毒 阿末条件反射的 掏出个瓷瓶来 就想取药 原来 善王府真有这解药啊 我还当我是误会了 不过 就算真有解药 我劝你们还是别给他吃的好 毕竟 这毒可是我拿着我外公之前 体内提取出来的毒素 又混了点别的东西做出来的 云 素 阴 王爷这般恼怒干什么 你对着我外公下毒 我也朝你下点毒 一报还一报罢了 很公平不是吗 我劝王爷还是别动怒的好 你这毒还没去干净呢 要是待会儿再复发了 毒人心脉肺腑 伤了神志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只要你替本王解毒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我想要你的命 王妃何必玩笑 你该明白 本王不能死在这里 否则 你也没必要救本王 本王知道 你是替灵老爷子报仇 本王可以赔偿 也可以亲自与他道歉 只除了这条命 本王不可能给你 你也要不起 云素音挑眉 正想说 这世上就没有他要不起的东西 阿音 见灵老爷子朝他摇摇头 他才转了话头 行 你不是想要道歉吗 也容易 我外公就在这里 我也不要你多做什么 给我外公磕三个想头 拿你自己的脸发誓 从今往后 绝不找灵家的麻烦 若是违背誓言 你就容貌尽悔 从此不能人道 善王的脸色都轻了 你要是不愿意 也没什么 反正你体内的毒 也解了一半了 十天半个月内都死不了 你可以快马加鞭 回南岳看看 说不准 能找个神医替你解毒呢 不过 你也该知道 三师化神毒的毒性 要是你走得慢了 没敢在毒素 跑进你脑子里前 找到人解毒 到时候 你四肢僵化 神志被视成了傻子 可怨不得我 毕竟 这东西是你自己 导不出来的 我也不过是 借花献福 勿归远主 扶我起来 先前冒犯林老 是我有错 还请林老原谅 我赵阔发誓 只要云苏银替我解毒 从此往后 绝不动林家之人 也绝不因今日之事 牵连林家任何人 若为此事 便将我容貌尽回 从此不能人道 行了吗 这里面的药丸 每日一粒 能缓解你体内疼痛 连服一月之后 就能彻底清除 你体内毒素 一个月 怎么 嫌久 你要是嫌时间太久 那就另请高明吧 一个月就一个月 只希望王妃信守承诺 替本王将毒解了 否则本王刚才说的那些 便也不作数了 威胁我 不是威胁 实话实说而已 本王朝着林家出手 是本王估量错了 没想到林家还有王妃这等人 本王认栽 不过 你要的东西 本王已经给了 若本王这条命 再丢在你手里 就算本王死了 也照样会有人 替本王讨命 放心吧 只要你自己不去找事 你这条命 肯定能留着 安安稳稳地回去南岳 你体内的毒 已经压制住了 这要带回去吃就行 每日一例 戒酒戒色 别动用内力 一个月后 这毒自然就解了 对这个高琴 好像有所不同 嗯 他是先帝留下来的人 很久以前 就已经在宫中当差 那会儿 我还在废宫里时 他是宫中除了三宝之外 唯一一个 没有为难过本王的人 庆云帝那人 当真是无耻 自己应付不过来南岳的人 就大半夜地 劳烦着外宫跑着一趟 您身子本就不太好 要是着了凉 我跟他没完 哪就那么虚弱了 外宫 您是什么时候知道 是善王朝你下毒的 就高琴 来找我的时候 你 也未必太大胆了些啊 当众朝善王下毒 就算他是死在宫中的 南岳 论真追究下去 你依旧逃脱不掉干系 那总不能让外宫 白白受苦了 要是您 之前他险些害您性命 您又何必替他求情呢 不是替他求情 是不想你们 招惹麻烦 我知道 你是想替我和你舅舅 他们报仇 可是善王 身份特殊 就算 不为这大晋和南岳邦交 他 也不能死在京城 外公 那善王不就是南岳的王爷 有什么特殊的 之前您在外面说 他不仅仅是南岳的王爷 他 还有什么别的身份不成 我很早之前查过善王 他的确是南岳皇室的人 也未曾见过 有何特殊 你们 可知道巫族 外公的意思 善王跟巫族有关 不错 阿阴 或许不怎么了解南岳的事情 可是王爷应该知道 南岳跟巫族之间的关系 这些年 巫族一直派有族人 留在南岳皇室 守护南岳皇室之人 对外 也宣称是南岳国师 他们几乎大半时间 都留在南岳皇城 寻常之时 也不会插手南岳与其他几国之间的事 可一旦遇到生死存亡 或者有人危及皇城 以及皇室时 就会断然出手 王爷应该知道此事 这跟善王有什么关系 善王身上有巫族血脉 是被巫族认同过的半个族人 王爷难道就没奇怪过 他手无兵权 也并非是南岳当代国君的亲生子 可是南岳皇帝 却对他纵容置疾 不仅让他地位高于他一众亲子之上 甚至就连善王在皇城 肆意胡闹时 也从未训斥过半句 所以当年巫族 打入南岳皇城 险些灭了赵氏皇族 后来却突然罢首 反而变成守护南岳皇族 就是因为善王 不全是因为他 不过也有他的原因 可是据我所知 大岳国巫族之人 从不与外族人通婚 且极为抗拒 其他人污染巫族血脉 他们怎么可能 跟南岳皇室的人生下孩子 善王的母亲 该不会是当初 巫族失踪的那个圣女吧 不错 他母亲的确是巫族圣女 外公怎么会知道此事的 巫族圣女的事情 一直都不为外人所知 就连阿渊之前派人查探 也只知道 那圣女失踪之后下落不明 也没查出 巫族为何会跟南岳交好 南岳将善王的身世 瞒得死死的 恐怕 就连南岳皇族 都鲜少有人知道 他是巫族血脉 您是怎么知道 他是巫族人 而且 还是巫族圣女之子的 我早年间 曾经四处游学 也曾经去过南岳 侥幸见过 那巫族圣女一面 所以 才会知晓一些事情 可巫族圣女当年失踪 是去了南岳 还跟南岳皇族的人 留下了血脉 具体的事情 我也不大清楚 只知道 他的确 是在南岳生子 后来 巫族追寻他下落 到了南岳时 他便又消失不见 再后来 就一直 下落不明 巫族 想来庇护族人 也极为看重 血脉传承 善王 是被他们认同过的族人 他要是在经中出世 哪怕明面上 他是死在宫中 也与你们二人无关 可阿阴的巫族之数 知晓的人太多 单单只是你 见死不救这一点 巫族的人 就会直接缠上你 我知道 你和王爷 不惧于南岳交恶 也未必会怕了他们 可是 巫族的手段 向来诡异莫测 跟人结仇之后 也从来都是不死不休 王爷当初 跟他们打过交道 应该知道巫族的厉害 善王 虽然朝林家下手 也朝着我下毒 可说到底 我眼下安好 你们 实在没必要 因为这事 要了善王的命后 而去招惹上巫族啊 外公 那你知不知道 善王为什么会朝你动手 大概是觉得 我留在这里 偏帮了大进 只是因为这个 那他为什么又会下令 保小舅的性命 那天夜里 除了善王的人以外 还有另外一批人 闯进林家 墓地却跟善王完全相反 对于林家其他人 没有什么恶意 却想要将小舅置于死地 小舅在外行商 就算招惹了仇家 可敢闯进京城 冒这么大风险 直接去林家行刺的 应该没有几个 而且 还跟善王的人 撞在一起 这 真的只是巧合 不是巧合 还能有什么 你小舅在外行商 利益相争之下 自然 也有劫仇之人 前段时间 他从别人手中 夺了一处矿产 遭人嫉妒 才会惹来杀身之祸 而那些人 不敢动我和你救救他们 也是怕林家出事之后 他们会惹来大祸 所以 才只将你小舅引走 未曾伤及府中 其他人的性命 之前 我与你说 你小舅出去办事 就是因为 他查到了 是谁在那夜动手 这次出京 也是为着解决这件事 你若是不信 等过几日 你小舅回来了 你问他便是 那小舅怎么没告诉我和阿渊 也好让阿渊派人帮他呀 你们二人的性子 谁不知道啊 要是真让王爷派人过去 也太过兴师动众了 而且 你小舅跟那人之间 还有些别的事情要处理 所以 就没告诉你 免得你担心呢 那我现在也会担心呢 能买凶杀人 派人闯进林家行刺的 肯定是穷凶极恶的人 小舅看着文文弱弱的 他能应付得过来吗 你可别小看你小舅 他呀 精明着呢 你也别担心 前两天 你小舅还烧信回来 说事情 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他那边 收拾干净之后 再有几天就能回京了 肯定能赶上 你跟王爷大婚 那就好 先不忙着让他回林家 晚些时候 我带他去见一趟云立安 云立安毕竟是他父亲 不管怎么样 总要让他见上最后一面 而且有些事情 也得让他清楚明白 他才能知道善恶是非 外公 你也别担心 他终究是我弟弟 等去云家村起坟 将母亲切回林家时 再让他跟着一起回去 夜色已深 与云素音说了会话后 君九渊就派人 送了他回林家 外公在说谎 你那小舅 恐怕不只是林家 顾交之子那么简单 老爷子对巫族 和南远的事情 太过了解了一些 而且他好像有意在 隐瞒林经夜的事 外人只知道 林经夜是 老爷子顾交之子 父母双亡之后 被他收养 自幼便长得林家 可是老爷子好像 从来都没有提及过 他这位顾友是谁 云素音抿了抿唇 总觉得林老爷子 瞒着他们很多事情 你要是想知道 我替你去查 算了 怎么了 我是挺想知道 小舅到底是什么人 也想知道 外公跟巫族 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可是外公既然不想说 显然是心有顾忌 外公既然不想让咱们知道 那就算了 等他哪天想说了再说 见云素音不愿意去查 也没多说 只亲了亲他脸颊 那就别皱眉头了 云素音松了眉心 凑上去 亲他嘴唇 两人赖在一起 腻歪了一会儿 逗得彼此一身火气 云素音险些扒了 君九渊的衣裳时 被他按着手 干嘛 忘记待会儿 还要去刑部大牢了 云锦园还在府里等着 先玩一会儿 又耽误不了什么事 你确定 不会误事 要真胡闹起来 一会儿哪够啊 怕是今天夜里 谁也别想下床了 君九渊也是被撩得 一身火气 翻身将人压在 身下断背之上 就狠狠地亲了一通 等瞧着他脸上 仗得通红 整个人都软眠了下去 这才放开了他 乖 别闹 再闹今夜 你就别去了 云素音对着他 满是隐忍的黑眸 抱着他脖梗亲了一通 在君九渊忍不住 想要将他 按住就地正法时 他在床上一滚 就从他夜下溜了出去 我先去见云锦园 待会儿 就去刑部大牢 这兔子 简直越来越嚣张了 等他回来之后 非得好好教训他 一顿不行 让他撩腾 你来了 怎么 我已经落到这般下场了 摄政王妃还不知足 还想要亲眼看看我这个 被你亲手送上绝路的亲爹 有多凄惨 我的确想看看你狼狈 如同丧家之犬的样子 你这个孽忠 早知道你这么不孝 居然敢凡事生负 当年我就该直接将你掐死 说得好像你没有动过这心思一样 我娘当年生下我时 你不就是想要直接掐死了一了百了 只可惜你基于林家权势 就想着拿我这个我娘的血脉 去让林家心软 所以才将我留下来 说起来我也真是同情你 当年你要是真能有魄力一点 直接将我弄死了 你也不至于会落到今天之地步 看看你自己 费尽心思 忍着绿云罩顶的耻辱 却为着权势 还得对着我这个孽种充当辞负 只可惜啊 你这么多年忍成了乌龟王吧 到头来 还是落得一场空 唉 多可怜呢 姐姐 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说笑的吧 你就算要气他 也别辱你自己啊 你怎么可能是 是什么 孽种吗 对林家来说 我的确是孽种 毕竟 我不是你亲爹的种 你 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 是我胡说八道 还是你不敢承认呢 你该不会以为 我能说服陈嬷嬷当堂 指认你杀妻 指认你家那老夫人谋财害命 她还能替你藏着这些 你自以为隐秘的事情 云丽安 都落到这种境地了 你怎么还这么天真呢 怎么 我娘当年对你一往情深 她满脑子都是你 蠢的信任你每一句话 从未曾怀疑过你对她的深情 可你 却能做得出来那种混账事情 如今 倒觉得心生愧疚了 我 我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当年的事情不怪我的 我很爱你娘 我也只是吓唬她而已 我没有想要让人 辱了她清白 那天晚上 我已经收手了 还把那人赶了出去 是后面那些人突然闯进来 跟我没关系 你要脸吗 跟你没关系 要不是你新婚夜给她下药 她何至于昏迷不醒 要不是你跟王氏心生龌龊 她何至于出了那种事情后 还被你蒙在鼓里 我 我也后悔了 呸 你说你后悔 你的后悔 就是瞒着她那么多年 你的后悔 就是在她知道真相时 她去找了林家 毁了你大好前程 所以 活泼了她的肚子 娶出了你儿子后 眼睁睁看着她活活疼死 群立安 都到了这种地步了 你还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你就不怕 我娘她化成厉鬼来找你吗 你 你生破了我娘 哼 你也用不着否认 要不是你当年害死我娘 你今日 也不会落到这般地步 不过也是 什么样的人 就能养出什么样的儿子来 你家那老夫人 当初能弄死了你亲爹 将你亲娘哄到了京城 换了她的儿子 还让她被蒙在鼓里 心甘情愿地替她做尽了恶事 如今你这样 倒也是跟她一脉相承 您说什么 我说 你根本就不是云家的儿子 你在堂上不惜揽下所有罪名 也要保她性命的那个 也不是你亲娘 怎么 你别告诉我 你从来都没有想过 以你娘那么自私私利的人 怎么会对一个下人的女儿那么好 不仅给钱给物 还让你替她男人谋取官职 恨不能将家底都贴给了他们 不过 你家那老夫人倒是比你聪明 同样是养了这么多年 你凉薄无情 逼得我反咬一口 将你置于死地 可你家那老夫人 哪怕知道你不是亲儿子 也能表面上护着你 让你不肯深究当年往事 哄得你 到死都还想着替她脱身 将所有罪名都揽在自己的身上 她这一辈子 倒是也值得了 你说谎 你就当我是说谎吧 反正死到临头 真真假假对你来说 也没什么区别 你死了之后 杀了你亲爹的仇人 还能苟且数日 说不得 还能让你小儿子 将她奉为至亲 替她养老送终 可你 将来却连半座孤坟都没有 你学来了 你那养母的歹毒狠辣 却半点都没学到她的精明 当真是 蠢得可怜 你也没几天可活了 看在你也算养了我几年的份上 我带你儿子来送你一程 你留在这儿 给你父亲叙叙旧 别忘记我跟你说的话 我在外面等你 姐姐 云锦元见她离开 连忙追了上去 她不想留在这里 也不想面对云立安 姐姐 云锦元 你该明白你欠了你母亲 欠了你姐姐什么东西 有些事情不是过去了 就真的能过去了 你母亲的命 你姐姐曾经受过的苦 至少有一半 是因你而起 你想要弥补 想要让我知道 你对我们心怀愧疚 至少 要让我看到 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心 要做的事情 我已经告诉你了 如果你连这点事情都办不了 那你还是跟着云家的人 一起出京去吧 我就全当没有你这个弟弟 姐姐 我去 我会替母亲拿到义绝书 姐姐你信我 好 我在这里等你 半个时辰你要是没出来 这事情 我会亲自去办 云锦元进去之后没多久 就隐约 传出云立安 声嘶力竭的骂声 片刻后 那骂声退去 里头的声音 又变小了起来 云素燕也没兴趣 偷听这父子两人在说什么 只又等了大概斩查时间 云锦元才从牢中出来 这是义绝书 他已经签了字 还有这个 这是他亲手写的断亲书 他又答应让我们去云家村起坟 将母亲尸骨和牌尾带走的文术 怎么想到要这两样东西 他是罪臣 对姐姐又从未有半点疼爱 姐姐大婚在即 总不能因他之死 还要与他守孝 被人议论 我以前去过一次云家村 那里的人蛮横不讲理 而且 祖坟又关乎族内命脉气韵 他们恐怕不会轻易答应让咱们起坟 我知道姐姐和王爷不怕他们 可是母亲起坟是大事 能不打扰了他安宁 就不打扰 看来你这段时间 在外面也没白呆 你拿什么换他答应写这些的 没什么 我答应他 以后不换姓氏 逢年过节 替他烧炷香 还答应他 尽量照顾云家祠 他说完 像是生怕云肃因会误会 急声说 姐姐 我只是跟他说说而已 我没想过 替他上香拜祭 云家祠那边 我只会给他点钱财 我会拿着姐姐和林家的东西 来护着他的 母亲的事情 不宜对外人讲 就算有断亲书 也只能断了父亲 断了云丽安 在人眼里云家祠还是姐姐的弟弟 他年岁上小 要是不管不顾 别人会说姐姐绝情 而且万一 王氏他们拿着他年幼 来攀扯姐姐 姐姐也总不能将人打杀了 云丽安告诉我 云家在别的地方 还有一些钱财 他全部都留给我 我不想要他的东西 所以 想索性直接给了云家祠 让他跟着王氏他们 一同发配出境 姐姐 我知道王氏他们不好 可家祠还年幼 我 我不能完全不管他 我给他些钱财 这样能保住他的命 也不会让他以后 再来骚扰姐姐和外公他们 他说着说着 见云素音一直没开口 就那么安静地看着他 原本嘴里的声音 渐渐就低了下来 有些迟疑 姐姐 我是不是 又做错了 你这样很好 云家祢跟我没什么关系 可跟你却是亲兄弟 而且以前在侯府的时候 他对你也十分亲近 跟你这个哥哥很是要好 都说 质子无辜 你想要保住他的命 没什么错 那姐姐是同意了 嗯 云家的那些东西 既然留给你了 你自己决定就好 只不过 你有没有想过 云家翼还那么小 而且发配之后 路途遥远 押送的牙钗 也未必是好相遇的 一个质子身上 带着那么多的钱财 对他来说 可能是灾祸 我 我没想到 那你现在就可以 好好想想了 云家翼是跟王氏 和云老夫人 他们一起发配的 就算你能想办法 打点了牙钗 让他们不朝着云家翼下手 可等走到了发配之地 有王氏和云老夫人活着 那些银钱 依旧落不到你弟弟手里 发配之地 几乎都是穷凶极恶之徒 你让你弟弟手里 拿着这么多银钱 招摇过世 不仅不能保他安稳 反而 还好给他惹来杀身之祸 有些地方是没有秩序可言的 而流放犯人 无论是在官府眼里 还是在其他人眼中 都是不足为重的 就算真有人弄死了你弟弟 抢走了他的钱财 官府也不会替他追究公道 你想要保他的命 想要让他过得轻松一些 就得顾虑了这所有的事情 而不只是单单将钱财给了他 明白吗 云锦元脸上变换不断 像是听懂了他的话 行了 离他们发配的时间 还有好几天 你慢慢想 现在 先跟我去办其他的事情 云老夫人之前 得了军酒院的吩咐 单独关押起来 而王氏跟云嘉义 陈嬷嬷 则是关押在一起 让云锦元去见王氏他们 而他 则是去见了云老夫人 你来了 这么多年 我真的是小瞧了你了 要是早知道你有这种本事 当初 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云黎安 纵容云书岳害你 其实想起来 整个云家之中 最像我的 反而是你 有手段 也狠得下心来 你要是早些能显露出 你这些手段 我一定会把你当成 亲孙女来疼的 我要是早显露出有这些手段 相比将我视若挤出好好疼爱 恐怕 你会更想弄死了我 以绝后患 老夫人 我的确有手段 也心狠 同样不是什么好人 可是 我跟你终究是不同的 人会分亲疏远近 会心有偏袒 可畜生却会觉得 所有人都一样 只分 能用 和不能用两种 你精明了大半辈子 其实 我也挺佩服你的 只可惜 身为人女 总要做到 为人子嗣的本分 阿罗提着手里的包袱 就进了大牢里面 这些东西 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就算是我替我母亲 回报了你当年 对她所做的事情 你想干什么 你把这些带来干什么 拿出去 那可由不得老夫人了 你在府里 日日供奉他们 一年四季登游不断 如今你在牢中 总不能让他们 太过孤苦 就让他们来陪陪你 也偿还了你这么多年 替他们念经 送佛的恩情 你 云老夫人想要说话 就被阿罗 直接在脖梗上 按了一下 她喉间剧痛之下 发不出半点声音 阿罗见她面露惊恐 只面无表情地 将那些长明灯点燃 然后 就直接朝着外面 走了出去 你陪了他们大半辈子 如今 也让他们陪陪你 这么长时间不见 我想 他们应该会很思念你的 她声音微雅下来时 隐隐带上了奇特的韵律 这长明灯下的符咒 已经没了 你说 他们得了解脱 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云老夫人瞪大了眼 张大了嘴 想要尖叫 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而浑身上下 也丝毫动弹不得 等到整个牢中 只剩下她一人时 周围那些烛光 在黑暗的牢房之中 熠熠生辉 那原本城隐的灯心 陡然变成了深不见底的黑色 就连长明灯上的烛光 也变成了诡异的幽蓝 别 别过来 别过来 我不怕你们 我不怕的 云锦园去见过王室和云嘉义出来之后 就一直极为沉默 他脑子里全是他那亲祖母陈嬷嬷说的那些话 等出了牢门之后 月光落下来 将身前人影照得清清楚楚 可他却总觉得 眼前站着的人 像是他姐姐 却又不像 就好像朦朦胧胧的 隔着一层什么 姐姐 嗯 你说 这世间真的有鬼吗 云素音挑眉 这问题 想起上次见过之后 就有些半疯掉的陈嬷嬷 他隐约猜测 这小崽子 怕是听到了什么东西 来找他求证来了 你觉得呢 我觉得没有 这世上怎么会有鬼呢 要是真有鬼 也不会有那么多坏人了 云家的事情 也不会瞒这么久 让姐姐查了这么久 才翻出来 姐姐 我说的对吗 既然觉得没有 那你在害怕什么呀 我 云锦元 你在怕我 我没有 怎么 看到云家的下场之后 觉得我是恶鬼 发现我不再像是以前那样 处处护着你 所以心中惊惧 是不是觉得 我要是恶鬼转世 你就能心安理得 无必再愧疚 小孩脸色煞白 别做梦了 别说我不是恶鬼 就算我真是 那也是被你和云家人 逼进地狱黄泉 没了性命的 就算我是恶鬼 那也附着着你姐姐 到死都难以消散的怨念和恨意 你永远 都欠她一条命 云素英看着小屁孩被吓得 满脸惊恐地望着她 也想着能寻到一些借口 就能找到心理安慰 你觉得 你会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别人 贪婪成性 怯弱无能 戴毒自私 还不便善恶 你问我这世间有没有鬼 我告诉你 有 这世间最大的恶鬼 就是人心 他藏在你这里 被良知束缚 而曾经的你 经手拆了那束缚恶鬼的牢笼 让他破球而出 向你姐姐吞噬了个干净 云锦元趴在地上 眼泪大滴大滴地朝下落 哭得狼狈至极 云素英就那么站着 任由他哭着 等过斩查时间 哭够了吗 够 够了 够了就走吧 都后半夜了 阿渊 哎呀 别闹了 你不是喜欢吗 昨天夜里 是谁一直缠着本王 说春宵一刻 闭嘴 见身前少女 翘生生地瞪她 她在捂着她嘴的手上 亲了一口 乖 还早呢 再睡一会儿 哎呀 不早了 待会儿 还得去云家村 替母亲起坟 舅舅他们也差不多 快过来了 来了就来了 让他们等着 君九渊不喜欢 林家的人后 对着他们 也没值钱的好态度 王爷王妃 刑部人来了 快起来 有事了 别管 哪能不管呢 说不定是有什么 要紧事情呢 好了 先起来了 还有正事要办呢 等办完之后 回来再休息 她搂着她脖子 在她脸上亲了几下 又低声哄了半嗓 答应了好几个不平等条约 以做补偿之后 这才哄着男人放开了她 刑部的人来干什么 说是有要紧的事求见王妃 跟云家的人有关 你先把人引到花厅那边 让她等一会儿 我马上就出去 死了 什么时候的事 就走个后半夜 瞧着那些像是被吓死的 王妃 这她人已经死了 您看她的尸身 你们看着处置就行 她本就不是我亲祖母 死了也跟我没什么关系 老李的规矩 像她这种重犯意外身亡的 要是有家人收尸就自己抬走 没有的 就是直接卷了草席扔去乱葬岗的 云家已经没别的人了 剩下的也都发配出京 没有资格收敛尸骨 王妃要是没意见的话 那我们就照着规矩 将人送去乱葬岗了 你们自己安排就行 孙大人 云家发配是在什么时候 二月初 眼下官道上还有地方冰雪未化 押送犯人出京容易出事 所以最早也得二月初了 王妃可有什么吩咐 没什么 我就是随便问问 那下官就先行告辞了 孙大人慢走 你不是说 好好折腾折腾云家人吗 怎么就直接将人弄死了 我哪知道 她胆子这么小 你说 她也饿事做尽了 手头染的人命 还是连她自己都数不清楚 怎么还能真的怕鬼 被猴猴吓死了 大概是人老了快死了 所以就开始改姓鬼神了 嗯 也许还真是 就这么让她死了 简直便宜她了 哎 阿爷 你怎么这么快就把人给找回来了 不是说要叫她接受社会的毒打吗 毒打些时日 叫她知道人间疾苦就行了 要是放在外面太久了 连一身骨头都抹软了 没了心气 那也就是个废物了 那倒也是 我看她这次回来之后 倒是改了很多 人也懂事的不少 你这法子还真不错 经历这么多事情 她要是还不懂事 就真是无药可救了 那也没必要在她身上耗费心思 直接将人打发走了 随她是死是活 反正我觉得 至少现在瞧着 是改了不少 希望她这次之后 是真的得了教训 能够记在心上 祖父昨夜回来之后还说 想要将她送出京城去 她老友的书院里去进学 送她出京是好事 反正 我是觉得 要是我是锦园的话 我也不会想继续留在京城 这棺材里 有些不对劲 不对劲 不可能 刚出云立安他们来葬临氏的时候 我全程都跟着 而且这坟修好之后 也没人敢乱入内的 你们看看这些陪葬品 要是真有人碰了尸身 怎么会没碰这些陪葬的东西 王爷 你会不会听错了 军九渊也没跟他们多说 只是朝着万军看了一眼 万军就直接上前 伸手提着那棺材一头 也未曾太过用力 就抓着棺材 将其提了起来 那棺材朝着一边倾斜时 里头就传来砰的一声 而万军将其再推高些时 又是一声撞击 就像是有石头 撞上另外一边 碍着地面的棺木 这次的声音 不仅仅是军九渊他们 就连后面跟着过来的 云家村的人 也听得一清二楚 开关 我娘的尸骨 不可能发出这种声音 等过了片刻 云素音才直接上前 朝着棺木里看去 就见到 那棺材里 赫然放着两块石板 我小美的尸骨呢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啊 当年云里安送回棺材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村里的人 都是跟着一起 看着棺材下葬的 后来也没来起过棺啊 你不信 不信的话 可以问其他人 他们里头 好些人都是看到过 当年下葬的场景的 我真的没有说谎 你就没说谎 这棺木没人碰过 临时下葬的时候 我还亲眼看过呢 棺材是封了口的 根本不可能有人 把石头换进去 我也是 我也亲眼看到过 他当时下葬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连外面的棺果 都是一模一样 绝对没人碰过 我也看到过 不可能的 当年我娘的棺木 是直接从京城 运来云家村的 云里安中途 有没有去别处停留 没 没有 当年临时死后 因要葬回云家祖坟 照着我们这边的规矩 是要有族中老人 去招魂引路的 当时 我还有村里的几个老人 都是去了京城 等到京中丧仪结束之后 再跟着云里安一起 抬着临时的棺木回来 村里的规矩是 不到时辰不能下葬 否则会影响生人气运 所以那天夜里 就将临时的棺木 停在了村里祭祖的祠堂里面 夜里 你父亲亲自守着 等到第二天 到了时辰下葬时 又是他亲自跟着 送了你母亲棺木入土 除了抬棺木的人之外 根本就没人碰过这棺材 更别说 看到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了 我是真不知道 这棺材里没有尸骨啊 这事也跟我们 其他人没关系 你信我们 你说我娘棺木停在祠堂 祠堂在哪 李政也不敢迟疑 连忙带着云苏音他们过去 我娘棺木停在这的那夜 是云丽安亲自守着的 还有没有别人 有 就侯府的几个下人 当时你爹 云丽安 他看着挺伤心的 眼睛都是红的 他说 他要亲自替你娘守灵 而且也不想让外人打扰 他跟你娘最后相聚的时间 所以将我们所有人都打翻了出去 当时云丽安在这祠堂里 外头就只有几个侯府的下人守着 我们这些人都被他赶走了 等到第二天天亮之后才又过来 当时他就在这祠堂里 看着还挺憔悴 那天 祠堂里没有其他人来过 应该没有吧 我们走吧 阿燕 你怎么就走了 姑姑的尸身 我娘的尸身不在这里 云家村的人也没必要动他的尸骨 我刚才看过我娘的棺木 那上面完完整整 没有二次封关的痕迹 那坟墓周围的土石 也没有任何松散 不像是被人掘开又重新盖上去的 所以 我娘的尸骨 恐怕是在封关下葬之前就已经没了 我娘的尸骨 要么是在京城就已经没了 要么就是亭关那一夜被人掉了包 可不管是哪种情况 都跟云家村的人没什么关系 对对 这事真的跟我们没关系啊 我们真的不知道临时的尸体去了哪里 备车 回京 军酒院吩咐了一声 万军就直接安排了下去 阿燕 你说姑姑的尸身去哪了 不知道 我娘当年在京城办丧礼的时候 你去了吗 去了呀 我还记得当时祖父难过极了 我爹还跟云丽安动了手 祖父本是想要把姑姑的尸身 还有你和景元一起带回林家去 可是云丽安不肯 景元哭闹不休 而你也满是害怕的躲在云丽安怀里 说是要留在云家不肯跟我们走 最后祖父才罢休的 只是他回去之后就大病了一场 你们当时看过我娘的尸身吗 当然看到过 我还记得姑姑躺在棺木里的模样 而且送她出城那天 我也在 是亲眼看见 云丽安他们抬着尸身的棺材出了城 先别急 你母亲时身寻常 不会有人去碰 说不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等回到了京城 见到云丽安 问清楚之后再说 等回去后 就直接去刑部大牢 看云丽安怎么说 希望能找到我娘尸骨 放心吧 肯定能找到 姐姐 阿元 你没事吧 大舅舅 我没事 银子 银子 买包子 有银子 傻妞 你不好好待在家里 跑这里来干什么 你还敢抢人家东西 还不赶紧把东西还给人家 我的 是我的 抢东西 你是坏人 你的个屁 这是人家贵人的东西 你不要脑袋了 敢抢人家东西 眼见着她不肯松口 李正伸手 就去打她 想要让她松开 谁知道 傻妞吃痛之下 直接张嘴 就一口咬在了李正的手腕上 哎呀 松嘴 你这个疯子 云金水 云大善 你们两个混账归儿子 还不赶紧把你们家妹子拖走 哎呦 对不住 对不住 李正 没伤着你吧 你没长眼睛啊 没看到 她把我咬成什么样子了 早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她就是个疯子 你们把她看好了 实在不行 哪根绳子绑着拴着也行啊 上次她才把人给伤了 你们赔了银子 才把事情糊弄过去 现在又敢把她这么放出来 伤了人 还冲撞了贵人 抢了人家东西 你们有几个脑袋能赔啊 哎 俺 俺关着她了 还交代她不准出来 可谁知道 出去砍柴的时候一不小心 又跑出去了 我今天早晨 就去了城里替人做工 也才刚回来 不知道傻妞 在外闯了祸 李正 别生气 我们这就把东西还给贵人 我的 是我的 不要我的 你们是怪物 你们小 娘 姐姐 这玉佩也不值什么钱 不如就给了她吧 我 我不白给她的 回头 我会努力抄书 我听说 抄书可以换钱的 我会把玉佩钱 还给姐姐的 就你那狗扒一样的字 抄了书卖给谁啊 回去后好好练字 等赚了钱再给我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我回去之后 一定好好练字 你们两个别抢了 别摆坏了她的手 那玉佩就给她了 可是这 别这样那的 我弟弟既然说了给傻妞 那就是给了她了 谢谢小公子 谢谢姑娘 便宜你们了 既然王妃答应给你们了 就赶紧带着人走 回去好好把她拴起来 别再叫她跑出来伤人了 要是再有下一次 就算是我 也保不住你们 是是 李正放心 不会有下次了 我们一定看好了傻妞 不让她再出来 快点走 赶紧走 别碍着贵人的眼 不要 不要 不回去 傻妞又犯病了 对不住 对不住啊 她掐着傻妞的脸 也不顾傻妞挣扎 就跟着云大山 一起拖着人朝外走 拖拽着她时 腿也在地上磨得见了血 姐姐 就算人疯了 她们是不是太狠了点 这到底是不是她们妹妹啊 怎么下手这么狠 等一下 那边云氏两兄弟 都是心中夜荒 下意识 拽着傻妞 就走得更快了些 阿罗瞧着那傻妞 脚上都被拖得磨破了皮 直接一甩手 没听到我家王妃说 让你们停下来吗 我 我没听着 她是你们妹妹 对 是妹妹 贵人不信的话 可以问其他人 王妃 这傻妞的确是云大山 她们的妹妹 虽然不是一母通胞 那也可是堂妹来着 她以前 嫁进隔壁村子里的人户之中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疯了 婆家不要她了之后 就将人撵回了我们村子里 她爹娘又已经死了 亲姐姐嫁了人 不肯收留她 还是云大山 跟云金水两兄弟 接纳了她 将人留在了自己家里 傻妞疯疯癫癫的 隔上几天总会犯病一次 发病的时候 又吼又叫还会伤人 有时候连她两个哥哥都不认 要不是大山他们兄弟 两得住地方偏僻 我们村子里 怕是早就不敢留着她了 是我们没看好傻妞 才让她冲撞了贵人 还请贵人见谅 你读过书 我看你说话的样子 像是进过学啊 唉 我以前跟着夫子读过两年书 只是后来家里条件不好就没去了 再后来 妹妹脑子不大好 我和大哥要养着家里 所以就在附近镇子里 寻了个营生 你们既然是她哥哥 就好好带她走就是了 别拖坏了她的腿 阿罗 取瓶伤药给他们 还有宁心丸 也给他们一盒 阿罗直接从袖子里 套出一瓶伤药来 又取出个巴掌大的锦盒 递给了两人 这瓶子里装的是疗伤药 待会儿回去给她腿上敷一些 那个盒子里装的宁心丸 有宁神尽心之效 往后她要是情绪激动 有伤人倾向的时候 你们就给她吃上一颗 能够让她快速安静下来 谢谢王妃 谢谢王妃 傻妞乖 快给你哥哥他们回去 快给你哥哥回去吧 以后乖一些 傻妞 走吧 不走 不走 疼 傻妞疼 救傻妞 傻妞 云家两兄弟险些吓傻了 连忙上前来 就想将人撕扯开来 走开 走开 不要你们 她转瞬 就到了云宿音身后 别 不回去 傻妞疼 姐姐 救傻妞 傻妞 你疯了 王妃 傻妞 她不是故意的 你们别生气啊 傻妞又犯病了 我们带她回去 不急 疯癫之症发作的时候 最忌讳的就是有人刺激 你们越是强硬对她 她就越会害怕挣扎 你们别刺激她 稍微顺着她一些 哄着她些 她就能慢慢平静下来 要不然 她情绪只会更加激动 傻妞别怕 姐姐不会伤害你 你 她刚想哄着傻妞 安静下来 可手指落在傻妞 万脉上时 却是神情一愣 下一瞬 她嘴里的话停了下来 只拉着傻妞的手 将她衣袖扶了起来 就看到 她手腕往上 那些纵横交错的伤痕 你们打她 俺不是故意打她的 是她有时候跑出去后 胡乱伤人 上次还抢了一个过路货廊的东西 被人家追到家里 俺只是教训她一下 吓唬她 让她别往外乱跑 我大哥很疼傻妞的 就是有些时候 她不太听话才会教训一下 没有朝她下狠手的 阿音 怎么了 她怀孕了 傻妞怀孕了 哇 怎么可能啊 她不是都从夫家 回了好些年了吗 后来疯疯癫癫的 也一直没说亲 她怀哪门子的孕了 怎么可能 傻妞怎么会怀孕 她不仅怀孕了 而且已经快三个月了 你们是她的兄长 又日日跟她在同一个屋檐下 难道就不知道 她有了身孕 我和大哥白天几乎都不在家 而且傻妞有时候 也会跑出去一两天 才被我们找到 我们也不知道 她是怎么怀孕的 对对对 我们也不知道 她也没什么异常 这不可能啊 傻妞都疯了好几年了 她夫家的人 把她赶出来后 就从来没有看过她 而且咱们村子里的人 也没人会去碰她呀 王妃 你会不会是诊错了 我家王妃 乃是京中出了名的神医 怀孕没怀孕 怎么会诊错 我看傻妞的情况有些不对 李政 你这里有没有干净的房间 让我再用一下 替傻妞看一下病 王妃 要替傻妞看病 怎么 不行 不是不是 当然能行 这旁边就有几间房 是谁家的来着 李政 是我家 云素英看了那人一眼 让阿罗给了她几粒碎银子 把你家里的卧房收拾出来 让我再用一下 再烧些热水 弄个火盆给我送进来 好嘞 没问题 我这就去给王妃烧热水 王妃 傻妞一直都是这样 不用诊的 她疯病诊不好也就算了 可肚子里的孩子你们也不管 要是真照着你们说的 她是被畜生不如的东西欺负了 那她肚子里的这孩子就是孽种 留下来对她来说 也不是好事 待会儿 我直接替她拿掉 那怎么行 怎么能拿掉孩子 大哥 王妃 我大哥的意思是 这毕竟是傻妞自己的孩子 也是一条生命 怎么能说拿就拿 而且傻妞这个样子 我跟大哥早晚也会老的 到时候 总得要有个人照顾她 她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孽种 生下来之后 也未必能养大 更何况 想要让孩子 能照顾她少说 要二十几年 到时候 傻妞是什么样子 谁都不知道 这孩子 只会使她拖累 怎么会 俺会帮着她养着的 有碗一口吃的 就饿不着他们 那是活生生的孩子 打了会造孽的 不能打 要不要留这个孩子 你们两个说了不算 阿罗 你跟我进来 阿渊 你和舅舅他们在外面等一会儿 拦着他们兄弟俩 别让他们进来 好 傻妞 我们走 怪了 这傻妞不是疯了吗 怎么会这么听她的话呀 我瞧着她刚才好像又不疯了 没看她挺安静的嘛 还能听得懂人叫她过去呢 大山金水 这傻妞到底怎么回事啊 她怎么会突然好像听得懂人话了 我也不知道傻妞是怎么回事 她之前还疯疯癫癫的 我偶尔出去替人干活回去时 还见她挠大哥 连大哥都不认得 也不知道 她为什么会突然跟王妃这么投缘 之前 大哥脸上还被傻妞挠出了伤来 就这几天才好了一些 大哥 对不对 哦 对 有点说的对 傻妞她就是疯疯癫癫的 还被抓伤过我好几次呢 傻妞 姐姐 能不能告诉姐姐 你身上的伤 是谁打的 是谁欺负你 见傻妞只是歪着头看她 好像不明白 欺负是什么意思 云素英换了个说法 那你告诉姐姐 之前 是谁压着你 或者 像是姐姐之前那样 脱你衣服 还弄疼了你 哥 哥哥 哥哥 哥哥打 打傻妞 头 是哥哥欺负了傻妞 是大哥 还是二哥 大哥打傻妞 二哥脱衣服 傻妞头 她们绑着傻妞 姐姐 她们不好 坏人 姐姐 怕 傻妞乖 不怕 姐姐给你吃糖 这两个畜生 老妃 不能放过她们 你放心 我饶不了她们 你先替傻妞上药 然后换好了衣服 梳好头发再出来 我先出去 云家那两兄弟呢 他就在外面 我让万军 带人看着 阿爷 这是怎么了 跟出去看看就知道了 秦水 你说她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大哥 她们恐怕知道傻妞的事了 她们 肯定会打掉傻妞的孩子 那说不定 是大哥的骨肉 而且这些人来头太大 要是真追究的话 咱们恐怕谁都活不了 都怪我不好 我不该让傻妞留下来 都怪我害了大哥 往后爹娘的坟 怕是也没人扫了 不关你的事 是俺干的 他们要是想干啥 就冲俺来 大哥 云金水眼见着云素音 他们出来之后 看着满眼冰寒的云素音 心里就是一咯噔 她深吸口气 压下脸上慌乱 只杨座担心 满脸着急地走上前 急声说 王妃 我妹妹她怎么样 周围的人都是吓了一跳 这些人 这些人怎么随便打人呢 王妃 没等她惨叫出声 云素音就直接抓着她的手掌 朝上一拧 看着她整个手掌 就见到 她手掌之上整整齐齐 虽然不是特别好看 可指节上也没有任何异常 你干什么 你放开俺弟弟 把她的手拉出来 云大山的手指 短而粗糙 其中右手食指 还比其他手指少了一节指节 而之前傻妞身上的那巴掌印上的模样 正好跟她对得上 王妃啊 您这是 大山他们兄弟俩怎么了 是不是傻妞做了什么 还是她又冲撞了王妃 他们都是乡下的泥腿子 没见过世面 要是有什么得罪了王妃的地方 我替他们赔个不是 还请王妃大人大量 别跟他们计较 王妃 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了您 要让您对我们大打出手 要是玉佩的事情 我们还给您就是 你不知道为了什么 傻妞的孩子怎么来的 你说什么 什么怎么来的 不是有人欺负了傻妞吗 把他们两个带进去 还有李正一起 等进了院子里后 林宗平就忍不住说 阿英啊 到底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云素音没说话 只是突然抽冲到房门边上 放着的扁担杆子 朝着云金水和云大山腿上 就打了过去 他手中丝毫没留手 抽在他们膝盖上时 就听到骨头都好像裂开的声音 云金水和云大山都惨叫出声 傻妞的孩子 是他们的 怎么怎么会 他们不是傻妞的哥哥吗 这就要问问他们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畜生 才能对着风傻的妹妹下手 你胡说八道什么 什么叫傻妞的孩子是我们的 我跟大哥根本就没碰过他 他 他像是看到了云大山脸上的苍白 声音渐渐没了 只看着云大山震惊地说 大哥 你 你怎么敢 傻妞是我们的妹妹 她虽然不是叔父亲生的 可她是妹妹啊 你怎么能 是俺做的 跟俺弟弟没关系 云大山 你疯了 傻妞是你堂妹啊 她 又不是俺亲堂妹 她是那寡妇带过来的妓女 又不是俺叔的亲女儿 我们又没有血缘关系 再说 俺养了她这么多年 让他替俺生个孩子 有什么不对的 反正 他就是个傻子 也没人要他 正好 让他跟俺凑合凑合过日子 给俺生个孩子 俺也能养着他后半辈子 臭声 你说的什么狗屁话呀 就算是没有血脉亲缘 他也是你妹妹啊 妹妹怎么了 又不是亲的 他娘带着他 来我们村上的时候 就是 遭了宰死了男人的寡妇 俺叔收养了他们这么多年 俺跟金水 又照顾他一个疯子 要不是他还能生孩子 俺凭什么白白养活着他 反正 他一个疯子 也没有人要 跟着俺怎么了 至少 俺还能给他口饭吃 要不然 他早就饿死了 我呸 那他是自愿跟着你的吗 你个王八蛋啊 占了你妹妹便宜 还有脸说的这么冠冕堂皇 你简直是无耻啊 你既然这么理所当然 那为何 偷偷摸摸的 你要是真觉得 你占了傻妞的便宜是对的 那你倒是直接找了乡里 除了你跟傻妞的关系 堂堂正正将人娶了 何必暗地里仗着 干这种龌龊事情 大哥何必问他这些啊 他要是真有那胆子 也干不出来仗着人家吃傻 就暗地里毁人清白的事情 你这个不要脸的混账东西 亏我还以为你护着傻妞是因为惦记着你已经死了的书婶 以前还处处护着你们兄弟俩 感情你居然想着这种污糟之事 你个鬼孙啊 你简直丢人现眼 你是不是知道你大哥的事情 还是你也跟着他一起参合里头 你个混账玩意儿 鬼孙还觉得你是个独树人 处处照应着你 不管金水的事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我 我不知道 我一直在镇子上帮工替人作账 偶尔还会回村子里一趟 家里大多都是大哥和傻妞在 我之前是看到几次傻妞抓到我大哥 还将人弄伤 可是大哥只说是傻妞 疯病发作 在这之前 他有发疯也伤人的事情 我也没多想 我没想到大哥他 他居然会 他说着说着 眼泪就流了下来 都怪我 我不该将傻妞和大哥一起留在家里 我该时常回来看看 要是我早些察觉到我大哥的心思 拦着他 也不会让他闯出这种 滔天大祸来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是我 对不起傻妞 害他受了苦 云金水哭的情真意切 而且那思思文文的样子 也的确不像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人 林延青他们见状 不由有些动容 就连林月也是满脸迟疑 王爷 王妃 金水他应该不会欺负傻妞 他在镇子里做工 的确隔上很长时间 才会回来一趟 住上几天 就又离开 而且金水长得好 也能赚钱 我们村子上 好些姑娘都想嫁给他 给他说亲的媒人 也从来没少过 就连镇子里 好些大户人家 也有意让他入赘 你说你不知情 可傻妞却说 你脱她衣裳 还伤害过她 你可别告诉我 你一个读书人 不懂得什么叫做男女 受受不亲 也不懂得 你这么大一个男人 该跟你妹妹之间避嫌 金水 你 王妃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碰过傻妞 有什么时候伤害过她 王妃 傻妞她脑子不好 根本分不清是非对错 也不知道她自己在说什么 她以前疯病发作 摔伤的时候 我的确替她擦过药 可那也是 只是挽着腿和衣服而已 从来没有对她 做过什么不轨的事情 王妃怎么能听着 一个疯子的话 就来污蔑于我 王妃要是觉得我骗人 那我大可让傻妞 出来跟我对质 而且也不怕上官府 我云金水对得起天地良心 绝对没有做过这种 丧尽天良的事 我要是干过 就让我天打雷屁 傻妞便不清楚真假 她脑子混沌 说的话也不能作数 不过 你说的倒是能作数 既然你能发了毒誓 说你没做过这些事情 那就吃了这个 这是 土针丸 我亲自研制的 只要吃下这药丸 就只能说真话 但凡有半句假话 就会气血翻涌 胸腹疼痛 超过十次 就会直接毒发 侵入血脉心脏 暴毙而亡 王 王妃 您别开玩笑了 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 有没有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你既然说 你没伤害过傻妞 也没做过 畜生不如的事情 那你就吃下去 只要你说的是真话 这药丸就不会有任何作用 也不会伤害你半点 可如果你说谎 她就会要了你的命 你不是说你没干过吗 连天打雷劈的毒事都敢发 还怕用一用 这土针丸 可是 是要三分毒 万一这丸要 咳咳咳咳咳咳 她张嘴干呕时 却什么都吐不出来 你不用白费心思了 这土针丸入口即化 此时 已经进了你的肚子里面 你要是说真话 她会安安静静地待着 我会伤害你半点 可你要是说假话 那她就会立刻生效 到时候 长川肚烂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既然王妃不愿意相信我 那好 你问 我就不信 我根本就没说谎 王妃还能害死了我 你叫什么 云金水 云家村人 你平日在外做什么事情 在哪家做工 在云莲镇里 园外府上当账房 偶尔还会在外面 接些超书的活计 赚些银钱 补贴家用 云素音陆陆续续地 问了几个问题 而她体内吃进去的土真丸 也没有任何反应 就好像之前吃进去的是 糖豆子一样 云金水心里讽刺 只觉得 这摄政王妃 果然是故意吓唬她的 你可曾偷过主家钱财 或者蒙骗过主家 当然没有 我虽然家境不好 也没有好的出身 可是爹娘教过我为人 必须要正直 我做事情 从来都是对得起天地良心 也对得起自己 我从来没碰过 不属于我的东西 云金水那番替自己 变白的话还没说完 就只觉得 一股剧痛 从腹中涌了上来 她惨叫了一声 就好像是有人拿着刀子 朝着她肚子上捅了一刀 王妃 她说谎 所以土真丸生效 王妃 我没有说谎 明明是你拿着药丸害我 李张 救 救我 王妃 她这 我早说过了 扶了土真丸的人 是不能说谎的 只要说真话 自然就不疼了 我 我没有 有没有你自己清楚 而你要是不愿意相信 我也没有办法 我没有说谎 我没 你越说谎 就会越疼 而谎话说的越多 就越会激发药性 土真丸的药性霸道 也会损伤人体 而且这种损伤之后 也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恢复的 你每说一句谎话 药性就会发作得越烈 等到药性侵入骨髓心脉 你就会常穿肚烂而死 不过土真丸只要你说实话 承认自己说谎 就能暂时压制住药性 止了疼痛 你是想要疼死 还是想要活着 看你自己怎么选 我说谎了 我说谎了 我偷过主家钱财 还拿过主家东西 我说谎了 她这话刚一说出 就感觉到 体内那原本撕心裂肺的疼痛 好像缓和了下去 你拿了那些东西去了哪 换来的银子呢 都花了 云大山知情吗 不知道 她只以为 那些是东西发给我的银子 而且我也只给了她一点点 就能打发了她 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 坑人性命的事情 你最好想清楚再回答 土真丸发作之后 每一次都会比上一次更加剧烈 而且也会需耗人精气性命 我 我没有 我没有伤人性命 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这一次 土真丸没有任何反应 云金水没有感觉到疼痛 正松了口气 隐约觉得自己猜到了真相 云素音不过是拿着什么有问题的药丸子 来诈活她 她正准备继续说话 谁知道下一瞬 那熟悉的剧痛再次传来 而这一次的疼痛 远比之前那一次还要厉害好几倍 你又说谎 我 我没 云金水疼的惨叫 她猴头一阵兴田 竟是直接张嘴透了一口血 我 我说谎了 我说谎了 我之前 被这钱财跟人起了冲突 还偷偷 可口过村子里修建族学的钱财 她说完之后 那疼痛却依旧没有退去 我已经说了 我说谎了 好疼啊 你说的不够详细 而且也有隐瞒 土真丸不能撒谎 不能隐瞒 更不能遮遮掩掩 我 我还害死过人 为了怕被人发现 我就将人尸体 埋在镇子上外面的小柳子里 我 我仗着东家的地位 打着他们的皇子 骗过别人的钱财 我还跟城里的混混 一起冒充山匪 抢过过路的富户 我只是想要钱财 结果他们失足 摔死了 我都说了 我真的都说了 好疼啊 那傻妞呢 傻妞的事情 到底是谁做的 欺负她的 是你 还是云大山 是 是我 是我喝醉了酒 对她动了歪心 傻妞虽然疯疯傻傻 可收拾干净了 却长得很好 那天夜里 我跟大哥喝醉了酒 傻妞在后院洗衣服 我喝的太多 也使脑子糊涂酒 傻妞傻乎乎的 可那也受了伤 我怕出事才绑了傻妞 又将我大哥 拔了衣裳 跟她送作一团 然后 我就回了镇子上 只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云金水 你怎么能这么对俺 俺是你亲哥哥 云金水却没有去看云大山 满是不敢置信 又愤怒的目光 感觉着体内的疼痛 还没退去 云金水只以为 是自己交代的 还不够清楚 我怕大山不信 而且傻妞 也让人食髓之味 就又回来过几次 每次灌醉了酒后 就将大哥 跟傻妞推在一起 后来有一次 再假装装破了这事 大哥只以为 真的是 她要了傻妞的身子 又被我撞破之后 吓得不行 生怕我将她供出去 想要将傻妞送走 是我告诉她 傻妞要是被送走了之后 那满身痕迹 会被人发现 而且说不定 她肚子里还有了大哥的肿 然后 再从旁鼓动了几句 她就动了让傻妞 替她生孩子的心思 她娶不到媳妇 也没人瞧得上她 反正傻妞以前也不傻 是被人吓得 如今 就算生了孩子 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那之后呢 云大山就没怀疑 她蠢得很 跟傻妞稀里糊涂的 有过几次之后 就觉得 反正都已经做了 破管子破摔 索性将傻妞 当成了发泄的东西 再后来 不需要我做什么 她就开始主动 去找傻妞 我每次回来的时候 就避开她欺负傻妞 等她快要发现的时候 再嫁祸给她就行 反正 她蠢得从来都没发现 一直都以为 傻妞身上的伤 是她弄的 我 我都说了 我全都说了 我没说谎 疼啊 君金水 你个混蛋 俺到底哪里对不起你 你要这么对俺 你个没良心的狗东西 那是你蠢 再说 要不是你自己 起了歪心思 后来 我又没脱你衣裳 逼着你跟傻妞上床 你 所以 你早就想好了 要拿俺顶罪 所以刚才在外面时 他才跟她说那些话 你个没良心的狗东西 俺要杀了你 俺打死你个 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他整个人 扑在云金水的身上 劈头盖脸的 朝着他就打了过去 把他们两个 牛送到官府 别让他们死在路上 再将今天的事情告知府衙的人 让他们严审 是 王爷 不是俺 跟俺没关系 是云水 这狗东西害俺的 刚开始的确是他害你 那后来呢 也是他逼着你的 云大山掖住 从你自己虐打傻妞那天开始 你就跟云金水一样 只配当个畜生 把他拖走 疼 哎呀 好疼啊 你说过 我不说谎就能不疼的 王妃 王妃 我都说了 我没有说谎了 你说的 不说谎就不会疼 我没说谎 我没说谎 没说谎又怎么样 像你这种畜生 就该活活疼死 堵了他的嘴 送去抚牙 告诉那边 不准轻易让他死了 是 王妃 云素英看向李正 李正浑身一哆嗦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 我真的不知道啊 你是云家村的李正 这事情不是你一句不知道 就能推诿得了的 王妃 傻妞我要带走 她既然不是云大山 他们的亲妹妹 你就将她从你们云士族 谱上划掉 从今往后 她跟你们云家村再无关系 带傻妞走 怎么 你不愿意 不是 不是 傻妞 本来就不是云家村的人 王妃 要是想将人带走 直接带走就行 这边没人会堕嘴 傻妞的真名叫什么 好像叫东随 说是生在岁末 是个游方先生给娶的 他亲爹 也不知道是姓王 还是姓李 他娘嫁给大山他叔 也没给他改姓 东随我就直接带走了 之后这边的人 该怎么解释 你自己看着办 等到府衙的人来问话时 你实话实说就行 那个 土真丸 你别想了 你那画本子就已经让你赚得盆满钵满了 小金库都快装不下了 你也别来打这东西的主意 别说这世上根本就没什么土真丸 也没有那种吃了就能让人说真话的东西 就算真有啊 我也不可能给你 我都还没说呢 你怎么知道我想干嘛 不然呢 好端端的你来问我这东西 难不成 你还想拿着土真丸自己吃着玩啊 嘿 那 我不就是想赚点银子吗 那也得有命拿才行 你今天要真得了土真丸拿出去卖 你儿个 静云帝就能派兵围剿了林家 就算不敢对外公和舅舅下手 可弄死你 却还是容易得很的 你就等着亡命天涯吧 哪有这么严重啊 那不然 你试试 不卖就不卖嘛 这么凶干什么 不过那土真丸真的假的 那云金水刚才怎么一说假话就变成那样 那土真丸 就是我之前打发时间弄出来的毒丸子 毒性并不致命 却能折腾的人 愈生愈死 这种毒丸的特性就是 服用之后不会立即发作 而发作的条件 就是人心跳和血液流动速度超过一定的界限 云金水刚服药时 根本不信这世间有土真丸 而且我问她的那些问题 几乎全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她自然不会紧张 也不会诱发药性 可是后来 我突然问到她主家的事情 又涉及到她偷盗之事 她向来在外界维持着斯文儒雅的模样 和重情重义的好名声 突然听到我说起 跟她平日里为人相悖的事情 又怎么可能会不紧张 无论是气愤恼怒 还是心虚 这些都能够激发了药性 造成土真丸说谎的效果 东随歪着头 看着她胸前 眼神有些奇怪 怎么了 云素音有些疑惑地低头 而之前 随意挂在脖子上的红绳露了出来 绳子下面挂着的 是从云老夫人的小佛堂里 找出来的半块玉绝 傻妞 你是不是认识这个 或者 以前见过 兔子 你怎么知道是兔子 你以前 见过这玉绝 嗯 不是这样 是 方的 绿色的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是什么时候看到的 在什么地方 东随有些懵懵懂懂 云素音耐心地问了两次 他才断断续续 说出他们想知道的东西 他只说 是在大大的房子外面 还说 看到有好多人 扛着个人 从里面出来 当时 东随是去偷东西吃的 结果 跟那些人撞了个正着 东随吓坏了 而那些人见到 他不过是个傻子 疯疯癫癫的 也没为难他 还有个人丢了块银子给他 后来 被云大山抢了去 云素音文言 不由醋眉 云家村最大的房子 莫过于祠堂 而祠堂里面 常年供奉 也的确会摆着 很多吃的 再加上 东随说 有人从里面 扛着个人出来 他脑子里莫名 就想到了 离奇失踪的 林柔音的尸身 再加上 东随看到的 那块玉绝 难道 是当年那个男人 找到了云家村来 可是 林柔音已经死了 他要林柔音的 尸身干什么呢 等回去之后 把灯随留在府中可好 你想替他治病 嗯 他不是疯了 而是脑子受了伤 所以反应有些迟钝 我想回去之后 跟夏侯商量商量 说不定 能找到医治的办法 想带回去 就带回去吧 府里不缺他口粮 等回去之后 让三宝给他找个地方 安顿着就行 不用另外安顿了 让他跟阿罗他们住一起 随你心意 怎么了 打从回来就不高兴 不回去不行 干嘛非得回去不可 咱俩还没大婚呢 虽说不在乎旁人怎么想 可外公的颜面 总是要给的呀 而且 我还没跟人成过亲呢 还想着能 风风光光地嫁上一回 我要是留在王府 你总不能让我大婚那日 从王府出阁 然后 再被抬回王府来吧 就是 舍不得 有什么舍不得的 就几天时间而已 要不然这样 你要是实在 耐不住相思之苦 就悄悄翻墙 去林家找我 到时候 我给你留门 只是 别叫外公他们发现了 要不然 救救他们 铁定打断你的腿 本王要是断了腿 就赖了你一辈子 说得好像 你不断腿就不赖着似的 赶紧起来吧 再不走 天就得黑了 天黑 就明天走 明天又明天 要真脱下去 就没完了 我答应外公要回去的 快起来 你干什么 你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就行 诚儿 走了 我将阿音 交给王爷 还望王爷 真知爱之 好好善待于他 外公放心 本王已幸免起事 庇护他一生 阿音 要 好好的 外公放心 阿音 一定会很好很好 阿音是灵家的珍宝 若有一日 王爷不再喜欢 也还请将他 还回灵家 不会有那一日的 即时已到 新娘出阁 阿音 我送你出府 这天地里 总有分不不休 此去空走 山水一顶消瘦 阿音 嫁人了 也别忘了表哥 偷偷王爷要是欺负你 你告诉我 表哥 去偷偷照他麻袋 好 父亲别伤心了 阿音出嫁是喜事啊 对 对 是喜事 走吧 该去王府了 你来干什么 我记得我好像警告过你 你若是再敢骚扰林家的人 我要了你的命 哼 你这么冷淡干什么 我好歹也算是你叔叔 我不过 是来瞧瞧那个险些要了本王命的女人 恰人是个什么样 说起来他这匹性倒是像极了你呀 你费了本王一条腿 他险些要了本王的命 本王一直在想 当初那般对林家是不是太便宜你们了 所以你就被阿音教训过了 哼 你向来肆无忌惮惯了 我就说你这次怎么这么安分 眼巴巴的跑来大进皇城却什么都不做 感情是踢到铁板 那是本王让着他 就你 还能让着别人 你这人从来不将旁人的命放在眼里 也总不会为着其他人委屈自己 被教训了 就是被教训了 何必来跟我成口舌之快 哼 我早就跟你说过 别来招惹林家的人 我那外甥女性子可不如我这么好 你要是想活命 就别再去招惹她 否则就算你是巫族之人 她也不会给你半点面子 虽然巫族的人会庇护你 你这些年也仗着他们肆意妄为 可你要是真的死在了大进皇城 就算巫族的人手段再厉害 也不可能将阿阴和君九渊如何 而他们也没有死而复生的能耐 到时候 死了 可就真的死了 赵叶 王爷可别叫错了 我叫林经叶 不是什么赵叶 你就算是否认又能如何 你身上流着赵氏皇族的血 是我南越皇族的人 就算你不愿意承认 你骨子里也是南越赵氏族人 那又如何 血脉能代表什么 就像你 不过是巫族杂血 赵家却将你当成宝贝 他们知道你在巫族眼里是个什么东西吗 你 我什么 你舍不掉你那点血脉 不代表我也跟你一样 只要我不愿意 这世上就永远只有林经叶 没有赵叶 我也奉劝你一句 守着巫族给你的那些好处 安安稳稳过日子 别想着拿我去博你不该得的东西 你要是想安宁回到南越 最好就闭紧了嘴 否则 阿阴不要你的命 我也会将你留在大尽 毕竟你该知道 就算我弄死了你 也没有人会替你跟我讨要公道 包括你身后的巫族 王爷 还是安安稳稳的 待在驿站的好 否则哪一日横市街头 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王爷 这个混账玩意儿 老子好歹是他叔叔 这林家到底有什么好的 他放着堂堂的皇子不当 非得留在这儿 还有那个云素阴 那个女人 早晚有一天 本王非得让他哭着 跟本王求饶不可 去摄政王府 阿渊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春宵一刻值千金 洞房花烛夜 本王总不能将时间都留给外人 让王妃独守空房 我看 是你心急了吧 外公他们不是说 还要与人敬酒吗 你就这么跑了 不怕人笑话 谁敢笑话本王 这么迫不及待 别 别什么 小杯酒还没喝呢 再睡一会儿 再睡一会儿 你陪我 好 瞧着那兔子耳朵 随着他睡去安静下来 君酒员清了清后 也抱着他睡了过去 等到再清醒时 耳边隐约传来外间的声音 王爷呢 还睡着呢 怎么了 王爷 是善吗 怎么了 没什么 十万君有事找我 你再睡一会儿 云素阴身上还累着 他呢喃着低恩了声 山王要干什么了 昨日 山王来了王府观礼 后来匆匆离开之后 就回了驿馆 属下怕他会闹出乱子来 就跟去了驿馆 结果入夜之后 就见他派遣了安卫 送了消息出城 属下觉得有异样 便派人跟着 那消息 出城进了南越营地后 就另有人朝着南越送信 属下已经看过了 只是上面的东西看不太懂 怕有问题 所以 去来给王爷过目 君酒员皱眉 拿着那信纸展开 巫族的字 这信上的字符 跟他们上次 从刘少夫人手里 得来的那金针上 拓映下来的字符一样 甚至隐约 有几个字还完全相同 除了信之外 他还做了什么事情 暂时没有 不过 山王的人今日进宫去了 跟陛下说 山王身子不爽 一管之中太过寒凉 他想要出城 去黄庄那边住上几日 陛下已经答应了 说是派请了屠岳 上午之时 亲自送山王出城去黄庄 还点了二百禁卫随行 这会儿 山王应该已经到庄子上了 你亲自带人去黄庄盯着他 落屋一动 无需理会 只让他安静 待在黄庄那边就行 若是他擅自离开黄庄 跟着他看清楚 他想要干什么 如果做了什么 不该做的事情 废了他 将人带回来 属下明白 让万军跟你一起去 别出了娄子 是 怎么醒了 肚子饿了 睡不着 我让三宝贝的吃的 是送你来吃 还是洗漱一下出去吃 出去吧 云素英松开他腰 就想起身 可一动时 腿上就泛软跌了回去 听到头顶传来的笑声 云素英忍不住就瞪他 笑什么笑 都怪你 这哪能不怪我 是谁拉着我不肯松开 说什么 洞房花烛 一辈子就一次 还拉着我 非得说着 要尝试 云素英脸 瞬间红了 他连忙伸手 去武军酒院的嘴 做事就想要咬他 却不想 下一瞬 就整个人腾空起来 你干什么 别找我 不然 别吃东西了 要不是我找你 耳朵被咬了一下 再乱动 就吃了你 没了以前的 本就不多的顾忌之后 不过是帮着他穿衣 军酒院压着自己 到底没忍住 等着收拾妥当 已经是半个多时辰之后 还是张妈做的酒酿园子好吃 你要是喜欢 让他跟着去往府 别呀 张妈是府里的厨子 外公他们都喜欢他的手艺 你把他带走了 邻家这头怎么办呀 本王再找个厨子 给他们就是 别闹 张妈都在邻家干了多少年了 外公他们早就习惯了他的手艺 哪能说换就换的 再说 哪有三招回门连吃带喝 最后 还将人家厨娘都带走的 反正都在京城 离得又不是很远 我回头 要是想吃张妈做的菜了 回来就是 没必要将人带回去呀 清酒渊文言 却有些不满意 好了 别想着张妈了 我有正事跟你说 是真的正事了 这才是正事 云素英有些招架不住 被亲了一会儿 自个儿也迷了神 等气喘吁吁停下来时 人已经瘫在他怀里 暗音如今 越来越经不起折腾了 哪还有半点 当初说要将他带张时的凶悍模样啊 云素英文言 就直接掐了他一把 不是他变弱了 是这男人变骚了 两人胡闹了一会儿 云素英脸上红侠才退了下来 被人抱在怀中时 说起了林荆叶的事情 你说林荆叶是 宁氏商行幕后的那个人 那宁氏商行的前身 本就是小舅最初的 那个林氏商行 只是后来做大之后 不想给府中惹麻烦 才随便改了个名字 真够随便的 那宁氏商行有巫族的背景 这些年 小舅也时常出入大越国 巫族背景 嗯 那宁氏商行的收益 巫族占了七成 这些年 巫族与外族之间的交易 已几乎是经了小舅的手的 我就说 那宁氏商行出现的有些古怪 突然崛起 不经意间 就已经成了庞然大物 让诸国忌惮 这些年 也没少有人打听商行的消息 却什么消息都探不出来 原来有巫族 在后门作保 不过林荆叶是怎么跟巫族联系上的 仅靠着他会做生意这点 可谓必让巫族 将这么大的产业和族中命脉 交到他这个外族之人手中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总觉得 小舅还有其他事情瞒着我 而且 他跟巫族 跟南越之间 他还有其他关系 你竟然怀疑 为什么不问呢 他不想说 我问了也是白问 唉 我能感觉到 小舅对咱们没恶意的 而且 还很是护着我 我想 他不敢说的事情 恐怕不是什么小事 就算逼着他 也未必曾开口 你要真想知道 未必要去问他 别忘了善王 善王当初对林荆下手 却不敢动林荆叶 而且林荆叶打断了他一条腿 又杀了他儿子 屡次冒犯 他却根本不敢找他麻烦 要么是林荆叶的身份 比他高 要么 就是林荆叶跟巫族的关系 比他跟巫族的血脉关系 还要更加重要 可不管是哪一种 善王都是肯定知情的 否则 以他那么雅兹必报的性子 哪能容得下林荆叶呀 你要是真想知道 林荆叶隐瞒了什么 我让人将善王抓起来 问问就知道了 正好 本王也好奇 那密药到底是什么东西 值得善王这么大费功夫的折腾 问密药可以 至于小舅的事 算了 等小舅想说的时候 他自己就会说了 反正知道他不会害咱们就行了 说你心软 你还不认 唉 谁叫他们对我好呢 别闹心了 明跟我带你出城去玩 去哪儿啊 狩猎 这段时间天气暖和下来 西郊林子里多了不少野雾 反正在京中憋门的话 我带你出去逛逛 上次不还说想吃鹿肉吗 好啊 叫上表哥跟观观他们 我出来前就跟林荆说了 至于冯家那边 待会儿派人去说一声 他们要是去的话 明早直接在城外回合 嗯 好 风观观 挺有毛病啊 你想害死我是不是 你到底是不是大家闺秀 居然还会吹马哨 谁跟你说的大家闺秀 就不能吹哨了 再说 祸害一千年 谁死了都轮不上你 我要骑他 你另外选一匹马 凭什么 先来后到懂不懂 那我还是姑娘家呢 你一个男人 懂不懂谦让啊 就你 还姑娘家 你不说的话 我还以为 是谁家男人 扮了娘娘腔 我呸 你才娘娘腔 瞎了你的狗眼了 老娘哪里像男人了 你哪里不像了 虽然长得还勉勉强强 可一点都不温柔贤惠 乖巧可人 性子这么凶悍 难怪嫁不出去 那是我不想嫁 谁跟你似的 去不着媳妇 自己哥家里 写那些脏了吧唧的东西 观观 林七公子写什么了 他写 没什么 就是一些名著古籍 有本画册什么的 是冯小姐误会了 屁 你明明是写 冯观观 你别乱说 你别乱说话 我马上给你看 你这什么眼神 说给你了 还想怎么样 冯观观踩了他一脚 那你别乱说话 你脏不脏啊 牵过马的手 又来捂人家嘴 那你不要了 马我骑 你想的美 明月 那马鞍我瞧着不舒服 你替我换一个呗 你自己没长手啊 哎呀 江姐姐 我刚才说到哪来着 啊对了 林七他呀 换换换换换 我给你换 早答应不就行了吗 快去 记得替我换一个舒服的啊 阿英 他们 没什么 就两人闹着玩呢 别理他们 让他们闹去吧 我带你去选马 啊 我 我不太会骑马 没事 我听阿渊说 这马场里 有几匹温顺乖巧的母马 待会儿替你挑一匹 你骑着 先在马场跑上两圈 要是不想进猎场 就不进 嗯 那我先试试 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哼 你还知道过来呢 哎 哪家的醋盘子打翻了 酸的呢 好了 别吃醋了 你眼里不能有别人 只能有本王 是是是 我不仅眼里有你 心里也只有你 满眼满心 只装得下你 打从遇到你以后 就注定跟你生死相缠 这一辈子呀 都再也容不下其他人 去瞧瞧别人 沉一笑 你将心 听跳得这么晚了 你们还不困吗 不困 和我困了 关关 咱们去歇着吧 明天 不是还要去钓鱼吗 再不睡的话 女儿可哪能起得来呀 那 好吧 阿渊 他们困了 你还不困吗 不然咱们三个 再玩一会儿 赶紧滚 笑什么笑 笑你惨呢 你过得不好 我就高兴 还不滚去休息 你吓唬他干什么呀 谁让他这么没眼色 他就是喜欢玩罢了 你干嘛连他的醋也吃啊 嗯 瞧瞧这酸味 都快飘满天了 咱们以前 那高贵冷军的摄政王 去了哪儿了 小没良心的 看本王怎么收拾你 仗中胡闹起来时 那压抑的低吟声 让得人面红耳赤 等着泪急了 瘫软在柔软的皮毛垫子上时 云素阴朝的君九渊 就轻踹了一脚 换来男人猴奸逼笑 不准笑 关关他们还在呢 脸就 也不嫌害臊 本王和王妃欢好 天经地义 有什么可害臊的 再说 阿殷刚才不是很喜欢吗 等闹了一会儿 才筋疲力尽地 瘫在榻上 气呼呼地 瞪着君九渊 不累吗 不累再来 别 不明天还要骑马呢 别闹了 我好累 不准乎来了 好 不闹你了 睡吧 阿殷 王爷他 是不是对你不好啊 昨天夜里 你 你哭了 云素音脸上刷得胀红 口水呛着了自己 姐姐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云素音一把按着云锦元的脑袋 将人推了回去 然后才拉着冯冠冠和姜纸 走到了一旁 压低了声音 我没哭 可是 云素音见两人一脸茫然 这才想起 古代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启蒙教育 他拉着两人凑到耳边 嘀咕了几句 冯冠冠忍不住瞪大了眼 耳朵染上了红霞 而姜纸更是脸上爆红 满是轻饿的看着云素音时 羞的 显些跳起来 你 你 你们 你俩也别这副样子 等你们嫁人了就知道的 这事儿 也挺有意思 特别是跟心爱的人一起 乌山云雨 情意相通 你别说了 你脸皮这么薄 下人以后怎么办呢 哎呀 你还说 再说 我 我走了 好好好 不说了 不说了 这不是你俩先好奇的吗 不跟你俩闹了 赶紧走吧 咱们还要去钓鱼呢 气表哥 姐姐她们在说什么呢 我哪知道 你很好奇 云锦元点点头 那 你去问问 表哥 你去问 我又不蠢 东水呢 他刚才说 想去小姐 我说陪着他去 他不让 我想着 就在旁边 怎么还没回来呀 去了多久了 有一小会儿了 云锁音问了方向 阿罗就连忙起身去找 只过了小片刻 就听到那边传来 呛的一声 什么人 有外人 万军 君酒烟声音刚落 万军和影子 就几乎同时 朝着那边急迟过去 表哥 你守在这里 云锁音让林月 看着冯冠冠他们 自己也是展身 朝着那边而去 王妃 人已经断气了 这般手段 不像是寻常刺客 阿罗已经跑到了 东隋身边 将人扶起来后 逼叫了两声 东隋却全无动静 他中了药 先把您带回去 这猎场怎么会有死事 难道是来对付王爷的 应该不是 这些人要是来对付王爷的 他们不可能朝着东隋下手打草惊蛇 而且奴婢刚才过去的时候 他们也没打算再过来 反而扛着东隋想走 那样子 不像是冲着王爷和王妃来的 倒好像 是来找东隋的 王爷 属下问啊 人追丢了 看得出来是什么人吗 属下跟踪了一路 只知道那人身发疾快 可用的武功武器 都是最寻常的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那你还记得刚才的事情吗 我去如厕 回来时 这里头 然后就不知道了 那你刚才 有没有看见什么人 那最近呢 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他依旧摇头 说没有 那些人的目的是东隋 一次不得手 恐怕不会善罢甘休 咱们先回京吧 省得再出了问题 君九渊自然没有意义 其他人也纷纷点头 谁知道 东隋就捂着脖子 逼叫了一声 兔子 兔子不见了 兔子 玉绝 阿罗连忙拉开东隋的手 就见到 他脖子上原本挂着的红线 和绑在下面的玉绝 都已经没了踪影 而在他颈侧的位置 有一缕细长的 像是被什么东西 勒出来的血痕 他出庭之前 玉绝还在身上吗 在 东隋很喜欢那枚玉绝 而且 又是王妃送给他的东西 他连睡觉都不会取下来 一直都带在身上 什么玉绝 东隋带着的 该不会是 你那般块玉绝吧 云素音未曾出声 还真是 你怎么能把那块玉绝 给他带着 那可是 行了 那块玉绝 一直没人留意 东隋喜欢阿音 才给他带着的 人也一直都留在身边 谁也没想到 会有人来抢 那现在怎么办 这些人如果真的是 冲着玉绝来的 那势必与当年闯入云家 那人有关 光是那块玉绝 抢回去也没用 看他们刚才的意思 恐怕是将东隋 当成玉绝的主人 打算一起带走 如今东隋 被阿罗救下了 那些人未必 会善罢甘休 也必定 会再想办法 来接近东隋 咱们先回京 等回去之后 让人守着东隋 寸步不离 先回京 君九渊 朝着旁边影子 叫了一声 让人到了跟前之后 就对着他 低语了几句 而影子那 灌来冷漠的脸上 露出某惊讶之色后 低声与君九渊 耳语了几句 君九渊恩了声 你先去 影子点点头 领命先行离开 刚才那几个死事 我已经查看过了 嘴里喊的是 剑血封喉的剧毒 身上也藏着 四尽用的戾气 显然在来之前 就已经做好了 被抓之后 绝不留活口的心思 能派这种人 来抢的玉绝 那玉绝关系的 恐怕不仅仅是 绅士和当年那个人而已 动手的人 与当年那人 应该有些关系 这是不像是有仇的 否则刚才 就不只是弄晕了冬髓 而该 直接要了他的命 也不知道 是什么人动的手 应该不是惊重之人 为什么 惊重的人 没这么大胆子 也没这本事 能豢养出 能从营手下 逃脱的死事 有这本事 又敢在本王 眼皮子底下动手的 也就只有庆云帝了 他那里虽然的确 养了一批暗卫 可都是在替他 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自打上次他派人行刺我 被我缴了他 养在暗中的人后 他就不敢再 让那些人动手 也一直都防备着本王 就算他真发现 这块玉决想要干什么 也不会冒险 让人在猎场动手 反而会想办法 暗中接近东隋 再徐徐徒指 除了剑云帝以外 京中其他几家 有能力豢养死士的 我心中都有说 他们也不敢朝着 本王府里的人动手 也就是说 这些死士 是外头人带来的 善王 我怀疑是他 他这次来大进 表面上只带了一些随从 可是以他的身份 身边必定有暗卫和死士随行 否则 南越皇帝 绝不会让他踏足大进 之前他中毒之后 他带来那些人 就有些异动 只是后来被压了下去 这次 他突然要求出城 去黄庄休养 而且 又以密语传信 去南越 你还记得 善王那信上写的什么吗 那郁绝 就是善王之前提起过的密钥 嗯 十之八九 否则也不值得他 动用死士来抢 不过 你也别担心 这些目前 也只是咱们的猜测而已 具体是不是善王动手 等影子带着人 将他捉回来 问一问就知道了 所以 你之前就派了影子 去黄庄了 去晚了 我怕他跑了 恐怕影子现在过去 也未必能拿得住他人 所以 就要看那块玉绝 赵库 你越界了 本王能容你在京城胡闹 却不代表 真不敢要你的命 本王无意与你为难 也知道 再次动手 犯了你的忌惑 只是本王 也别无办法 君就约 本王只要你腐中一个 无关紧要的丫头 只要你将他给本王 本王立刻带人离开 事后 也必定会厚礼相赠 以做补偿 猎场里 想劫东隋的人是你 他与我有些渊源 凡宁高抬贵手 将他给我 就算本王欠你个人情 如何 王爷之前突然出京 就是为了东隋 是 既然你已经调查过了 那想必也该知道 东隋是我从云家村 带回来的 你说要就要 总要给我和王爷 一个理由 是按王张嘴 刚想说话 云素音就直接打断 不必说什么 渊源不渊源的 我早就已经打听过 东隋的身世 他母亲那边 祖祖辈辈 都是大静的人 跟南岳 没有丝毫关系 你之前也从来 没有去过云家村 更不可能 跟他有任何交集 王爷虽然贪荒好色 可一向眼高于底 想来应该不至于 对一个痴儿一见钟情 不惜与大静交恋 也要将人 强夺过南岳 这般禽兽吧 善王听着 袁素音的话 远都绿了 这个可女人 简直就是他的克星 心狠手辣 嘴巴还毒 性子雕钻得很 我和我家王爷 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却也没冷却到 不顾一个痴儿死活 你要是说不出来的理由 东隋我是不可能 交给你的 好吧 既然你这么说的 那我就实话实说吧 东隋可能是本王 流落在外的女儿 我知道你们难以相信 可这就是事实 那日你们大婚之时 我曾去观理 当时这丫头 也在礼堂之上 我看到她没眼时 就觉得十分眼熟 后来又在她身上 看到了这半眉欲绝 当年 本王曾来大进牛里 与一女子相恋 男女子救过本王姓名 又温柔可人 本王曾想带她回南岳 却不想中间出了意外 不得不先回去 就只能留下这半块欲绝 当作信 等本王办妥事情 再来寻她时 她已经不知去途 这些年 本王每每想到她时 都是情商不已 她是唯一一个 不因本王身份 而对本王真情之人 也是本王 最早喜欢过的女子 她身上带着本王的欲绝 又与她母亲 长得一模一样 算年岁 也与本王当年的 她的母亲相恋时 时间相等 她既是本王的千金 又怎能留在摄政王府 本王自然要带她回南岳 认足归宗 也算是不偿本王 对她母亲的亏欠 善王见他们面无表情的样子 连忙说 怎么 你们不信 不信的话 咱们可以滴血艳亲 行 艳 阿龙 举水 是 王妃 等等 这荒山野外的 艳行也不方便 不如 你们先将本王的女儿给了本王 回头再演 哼 是不方便 还是不敢呢 你说你跟东隋的母亲相恋 那你倒是说说 你们是在何处相遇 何时分开 东隋生辰是在何时 他母亲姓什么叫什么 当年生他时 有多大 善王张了张嘴 被问得哑口无言 善王若诚心想带东隋走 就该直接来摄政王府 表明了态度 与我们说清楚其中干系 在光明正大的认了东隋 而不是想着 让人偷偷摸摸地将他绑走 你这瞧着 可不像是什么慈父 反倒像是别有所图 我能图他一个痴儿什么 那谁知道 说不定 就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心思呢 毕竟 世人皆知 南越善王男女不济 好色至极 东隋长得这么好看 谁知道你有什么龌龊心思 善王无语 虽然这话让他松了口气 没朝着欲绝上想 可却同样让他憋屈至极 行了 你也用不着 找这些不着调的借口 你怕是 连你那春色满园里 有多少人都记不清楚 又怎么可能记得一个 十几年前跟你好过的人 东隋是阿阴的人 不可能给你 一个无关亲压的丫头而已 军九渊 你当真不给 不给 那就别怪本王 除了东隋 杀无赦 保护王爷王妃 原本空空如也的四周 忽然有吉营闪过 片刻后 却是有人自外间朝着这边袭杀而来 他们有援兵 要援兵又如何 杀了军九渊 不准放火口 表哥 你护着冠冠和阿执 不准动用内力 有寒光闪过 长剑袭来 军九渊手动软剑 直接将人搏梗划断 军九渊手里握着软剑 脸色冷逼至极 眼看着几人 雷上了云素音 被他手动骨粉逼退之后 很微提魅力 下部就猛地拒空起来 知道 是被云素音封在丹田里的巨龙作损 军九渊紧咬的牙 突然扭头 看向被阿罗护在身后的冬随 阿罗 过来 阿罗抓着冬随 边杀 边到了军九渊二人身边 冬随 姐姐对你好吗 好 那这些人想杀姐姐 你该怎么办 不 不准杀姐姐 军九渊目光柔和下来 朝着阿罗看了一眼 阿罗瞬间就明白了军九渊的意思 一拳打飞了靠近了人后 直接护得军九渊离开了马车 阿罗下手很决 专潮着要害而去 而军九渊不动用内力 单凭伸手也足以应付一两人 每当人多之时 军九渊便直接叫绷随到身前 那动手之人几乎都会停下来 被军九渊和阿罗反杀 云素音周围的人逐渐多起来时 他坚决吃力 后背被人划伤时见了血 他却好像感觉不到疼痛 反手将人击杀 正当眼角渊光看到有寒光袭来 必知不及准备应航时 一道纤细身影 突然挡在身前 正可疑了 却下一瞬 见原本砍过来的寒光 硬生生停在半空中 云素音抓着冬髓腰身 将人拉了回来 反手朝上一滑 直接要了那人的命 善王下了严厉 必须留着冬髓的命 而军九渊他们虽然人少 却握着冬髓这道 免死金牌 军九渊 你卑鄙 本王从来就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人 你们当真 我舍不得杀那丫头 那你动手啊 你 看来冬髓对于你来说 真的很重要 既然如此 那本王就不客气了 走 他抓着冬髓挡在身前 护住自己和云素音 而万军他们则是靠拢之后 将剩下的人也全部围在中间 一行人丝毫不恋战 直接转身就朝外走 而有冬髓性命要挟 那些死士哪怕阻拦也大多丧命 反倒让军九渊他们无断退离 王爷 前面就是关道了 不能让他们离开 那冬髓 到底有什么要紧呢 能让您不惜动用所有死士和安慰 甚至大进交恶 也要在这里与军九渊动手 这是大进地界 不是难愿 那女子如今被军九渊拿走 想要将她夺过来根本就不可能 反倒是让她成了王爷你的软肋啊 一旦放任军九渊他们上了关道 咱们就不可能再追击 若让军九渊逃生 王爷怎还可能做得出大进 不必顾起东隋 留下军九渊 小心 他一把抓着挡在身前的东隋的腰身 用力朝后一拉 转身时 那剑锋直接划破他衣衫 在他胳膊上留下一道极深的血痕 阿阴 姐姐 沈王洞杀心了 阿罗 护好东隋 万军等人压力数斤大了起来 阿罗抓着东隋闪躲 和林月护着冯冠关堂的时 身上片刻就溅了血迹 而云素英和军九渊 也同样鲜血淋漓 身上伤势见多 军九渊看着云素英身上伤势 眼中一寸寸赤红起来 不准动用魅力 阿阴 我说不行 就是不行 云素英咬咬牙 伸手朝着腰间探去 片刻 手中就多了一枚药丸 挥手撒出一把毒粉 逼退身前之人 他仰手便将那药丸塞入嘴里 那药入口即化 顺着喉尖被吞咽下去之后 云素英眼睛越发红了起来 身体之中血脉膨胀 他原本因受伤泛白的脸色 瞬间红润起来 护扎冤 他嘀喝了一声 转身就朝着人群之中激劣而去 云素英抱起得太过突然 本该力竭之人 却忽然间有如神柱 而且像是陡然间增长的内力一般 比之顶尖高手还要更加煞气凛然 手中短剑寒光闪烁 周围人便不断倒下 而他不时冒出来的毒粉 毒液 更是让得那些人几乎无寡尽身 眼看着他直痛善亡而来 阿末立刻一声 让人护着善亡退走 自己就直接冲了上去 手中弯刀朝着云素英要害斩去 两人交缠在一起 阿末大开大合 招招狠命 而云素英却身形灵活 丝毫不与他硬扛 反而整个人犹如灵蛇 脚下踩着十分奇怪的步子 游走婉转之间 那手中尖锐如致命之物 每一下都朝着要害之处 好诡异的身法 阿末眼中满是惊骇 闪身躲过突如其来的攻击之后 整个人后退了万步 而那边 云素英却像是抓住了机会 脚下一蹬地面 就坐视朝着善亡扑去 王爷 阿末大惊 连忙追了上去 挥刀朝着他后肩砍去 两人靠近之时 眼见着那弯刀刀锋近在咫尺 云素英却突然以极为诡异的角度 折腰转过身来 丝毫不曾闪避 迎面而来的弯刀 反倒用自己的尖头 硬挨了一刀后 趁着阿末手中一顿之时 左手指缝间 细长寒光 挥手就一掌拍进阿末胸前 在他吃痛之时 丝毫不顾尖头血流如注 剑花一碗 狠手一划 就直接在阿末腹部 划出一道极深的伤痕 两人同时闷哼了一声 却各自抬脚 狠狠撞上之后 同时击退 阿末砰的一声 撞在身后树上 眼前一黑 亮呛着 疼得血血晕过去 而云素音 则是惨白着脸 借力疼身而起 整个人如风一样 起落间 就到了善王身前 手中短剑 刺进他身旁 那人背心之中 将人砰的一声 钉在了树干之上 这才一把抓着善王脖子 尽剩的金针刷的 刺进一半 在他颈间 住手 谁敢再动手 我要了善王的命 让他们住手 否则 我要了你家王爷的命 住手 都住手 等那些人停下来时 就团团将云素音围住 云素音 放了我家王爷 你当我蠢 让开 他体内热力散去之后 此时一阵阵的寒意上涌 四肢百骸 都好像要被冻住似的 骨头都疼得发颤 可他面上 却丝毫不露分毫 只抓着善王就朝前走 南岳之人见状 都是脸色难看 有人趁着他不备 想在身后偷袭 却被云素音 抓着善王挡在身前 想要我的命 云素音一把捏住善王肩膀 就听到一声脆响之后 他肩头软了下来 而善王嘴里愈叫愈烈 而他再捏碎了善王手腕 让他半条胳膊都彻底废了 这才抓着善王的脖子冷笑 你们再敢上前 下次我折断的 就是他的脖子 云素音下手太狠 向来注重形象的善王 早就疼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而他拿着一粒药丸 趁着他惨叫时 塞进他嘴里 在他喉间一捏 强逼着他吞下之后 才说 你们要是不在意他死活 大可围上来 我保证 我死之后 他不出一个时辰 就回来地下找我 所有人束手无策 只能眼看着云素音 抓着善王 回了君九渊几人身边 阿燕 王妃 快走 我 我忍不住了 走 君九渊眼中赤红 见他嘴唇泛青 气息更是渐弱 下意识就想要 共用内力救人 别 别祸 丹天 封 封印 找 找 下后 要 要解药 好 我不用 走快点 这君九渊 简直是命硬啊 那个善王 也是个没用的东西 庆云帝满脸阴云 要是早知道善王动手 他就该派人暗中帮他一把 要是能将君九渊彻底留在京郊猎场 而事情又架获在南岳头上 他就能顺理成章地收回了他手中兵权 甚至 能鼓动那些忠于君九渊之人 将一枪怒火对准南岳 那善王呢 还有南岳那些人 善王被摄政王生擒 已经带回了摄政王府 摄政王动了大怒 直接派人围剿南岳之人 那些人如今已经四散 不过 前来出使的南岳朝臣 已经死了好几个 你去传职 善王 是上摄政王 罪无可赦 命刑部严审此事 让林延青逐审 摄政王府大门紧闭 打从云素音从京郊回来 被君九渊裹着披风 抱进了房中之后 君九渊 只为夏侯闻生 要了那所谓的解药 就将自己和云素音 关在了房中 不准任何人入内 包括夏侯闻生 林延夜他们都十分不解 林月见君九渊 将所有人都赶了出来 更是急了 王爷 阿音受伤严重 总得让大夫看看才行啊 他流了那么多血 你见人来在外面 怎么替阿音治病啊 王爷 王妃服药 那解药未必有用 您让我进去看看吧 君九渊看着怀中 已经彻底变了兔子 此时昏睡不醒的云素音 嘴角都抿成了一条直线 而这次 不管他怎样与他亲近 甚至亲吻 怀中的兔子都依旧 还是白蓉蓉的一团 丝毫无法变回人形 他又怎敢让人入内呢 王爷 王爷你倒是说话呀 王爷不敢让人入内 是不是阿音 不会 君九渊 我不管你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可阿音的性命重要 我数三生 你若再不开门 我就让人砸门了 一 二 三 你和向后进来 三宝 送替大人先去休息 阿音他到底 兔子 这不是王爷养的那只血兔吗 这都快半年了 这兔子 怎么还这么小 王爷 王妃呢 您都让我们进来了 总要先给王妃看看伤势啊 我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可是这房中血腥味这么重 王妃又强行用了禁药 那药 本就还没研究完成 药性极为霸道 若不及时替王妃 舒缓体内情况 好好疗伤 恐会伤其筋骨内脏啊 他在那儿 阿 他是 阿音 无言你说什么呢 这兔子哪能是王妃啊 他是我家王爷 以前养的爱宠 脾气娇气极了 后来跑掉了一段时间 不知怎么了 又回来了 我家王妃可是大活人 哪能是兔子 他是 我 王爷 您在说什么 本王说 他就是阿音 夏侯闻声下巴差点跌掉 本王遇到阿音之时 他被人陷害 卢得难递 与人厮杀时沾了血迹 变成了兔子 自悬崖上跌落 刚好掉进本王的马车之中 他身体里 有他生负的血脉 遇血 就会生了变化 变成如今的模样 只有待在本王身边一段时间 才能恢复人性 阿音曾说 你与南越巫族 交际极深 也常有往来 那日他与你说话时 你有未尽之言 本王和他原本不欲深究 也不曾对你有过怀疑 如今这般情况 还请你能帮阿音 唉 我是曾经知晓一些事 可是关于阿音这种情况的 我所知的也不多 无论多少 本王都想知道 好 你先替阿音看看 我 王爷 我从没替兔子看过病啊 阿音虽然变了模样 可体内情况 却与人相同 你先替他止血疗伤 还有 你之前说过的那激发前能的药 留下的后遗症 该如何解决 你依旧照常做就是 可是 阿音这情况 不可能找旁人 好 我先替王妃看 善王为什么会突然对你们动手 他认出了阿音 不是阿音 是这个 这是 这是当年 阿音生父留下的 当年 阿音母亲 被人要了身子 那人离开前 留下这半块玉绝 一直被云绝的人藏着 前不久 阿音才从云绝取来 知晓他自己的身世 善王这次突然动手 位置的 就是这半块玉绝 善王一心想将这块玉绝 还有玉绝的主人 带回南岳 不惜为此与本王翻脸 派人在京郊 猎场外截杀 还有东隋 当年阿音母亲尸体 送回云绝村 停放在宗祠那一夜 东隋曾经意外见到过 有同样佩戴这种玉绝 只是玉绝颜色 和形致稍有不同的人 出现在云家村里 所以阿姐的尸身 是被那些人带走了 十之八九 善王前几日 写信回南岳 曾经提及巫族密钥 本王怀疑这块玉绝 或者是阿音 就是他口中的密钥 你曾在巫族行走 又能自如出入大越国 你可知道 这玉绝到底是什么 亦或是 见过有什么人 东隋说 这块玉绝上 刻着图案应该是兔子 他当初在云家村 见到的也一样 兔子 我想起来了 什么 我的确见过 差不多的玉绝 在大越国少君身上 少君 就是大越国 现在那国主的长子 相当于大晋的太子 储君 我记得有一次 大越国国演之上 他换上了巫族服饰时 身上就带着 差不多模样的玉绝 只是他的玉绝上 并非是兔子 而是麋鹿 只那块玉绝上的花石 跟这半块玉绝 几乎一样 这花 是大越国特有的玄坛 只有在大越境内 才能有 也是巫族圣化 那大越国少君 能不能与阿音一样 一样 这个我不知道啊 我虽然曾在大越国皇宫 待过一段时间 也曾与他们有所来往 可是这般隐秘之事 他们绝对 不会对外宣扬 不过 好歹知道阿音生父 的确是巫族之人 而且善王 既然会出手 抢夺玉绝 想将玉绝主人 带回南岳 就说明 他应该知道一些 关于这块玉绝的事情 你不妨审问一下他 说不定 能从他口中 知道一些什么 本王若杀了善王 杀了就杀了吧 他不过 是巫族杂血 那圣女当年 在南岳流下的血脉 也并非只有他一个人 此次 他主动掀起纷争 由于大进 劫杀于你 就算他死在你手上 巫族也不会因此追究 南岳 也只有理亏 不过 有一点 如若你和阿音 想要前往巫族寻找身世 亦或是有别的打算 那就先别要了他的命 正好能借他 问罪南岳和巫族 我知道 你想将他千刀万剐 我也毅然 可那密钥之事 还没查清之前 留他一条性命 与你 与阿音 都更好 善王那性子 未必肯告诉你一些东西 可我不懂 我与他之间 有些渊源 也能让他开口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帮你去审问善王 必定让他将 该吐露的东西 都吐露出来 而且 人虽然要让他活着 可有时候 活着比死了更难受 好 我让万军带你过去 只是离开之前 他却是突然 被军九渊叫住 还有什么事 你跟南岳 我和善王一样 有南岳皇室和巫族的血脉 只是我自小 被父亲带来大进收养 也未曾认过南岳的人 林经夜离开之后 军九渊敏得唇 目光沉迷 王爷 阿姨怎么样了 我方才看过了 王妃应该没什么要害 之所以昏迷 也是因为那贤能丹的反噬 再加上受伤的体弱 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也没办法替他检查筋骨内脏 不知道有没有内伤 只能先为一些汤药看看 等王妃醒过来 或者恢复了人身之后 才能继续替他看诊 他迟疑了一瞬 才问道 王爷 王妃这样 要什么时候才能变回来啊 王妃的情况 还是要变回来之后 才能好好地诊脉 王妃不知道 五爷 您没事吧 没事 到底以前没用过这办法 第一次用 难免有所不知 待会儿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林强行取了善王的记忆 他怕是以后都只能疯疯癫癫 万一对您有什么影响 不会 赫连庭跟我说过 这能力虽然逆天 却限制颇多 每次用后 都会虚弱一段时间 他不会在这种事情上 哄骗我 五爷 那巫族的事情 您当真要全部告诉王爷 还有那地图 也要说吗 原始不想将 无感紧要的人牵扯进来 也不想让阿音被拖入其中 可如今 他既然拿着那半块玉绝 又是巫族 九寻不惑的密钥 那地图落入他手中 或许只能说是 冥冥之中自有命数 就算我现在瞒着他们 他们早晚也会被 巫族强扯进来 而且阿音现在的情况 恐怕 也要去巫族一趟 五爷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我替您看看 不用了 我只是出门了一趟 有些累罢了 你先去地牢那边 替善王看看 保住他的命 我进去跟王爷说几句话 听到脚步声时 军酒员抬头 问出了没有 问出来了 我先想办法 让阿音醒过来 别的事情 等一下再跟你说 你能让阿音醒过来 试试吧 我也不确定 不过他现在的情况 也只有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你先前曾说 阿音变成兔子之后 待在你身边就能变回人形 对吗 以前他变成这样 只要与我亲近 就能变回来 你去取一小碗血给我 军酒员丝毫没问为什么 直接割破了腕子 放了一碗血出来 够了 林京夜夜照着军酒员的动作 另外取了一只碗 也同样放了一碗血出来 去取个小盆过来 再盛一碗水 将这里面的东西 化在水里 再将你我的血 全部倒进盆里 将阿音放进去 那瓷瓶里装着的 是一块像是营石的东西 落入水中 片刻就融化开来 将水和血 全部倒入盆中 那盈蓝色 瞬间犹如火雾一样 游动开来 那水里放进去的营石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化成水后 刚一沾到两人的血 就瞬间翻滚起来 把阿音放进去 林京夜急声说 军酒员连忙捧着云素音 将它放进了水中 就见 原本已经开始翻滚的液体 更加活跃了起来 就好像洒入油锅中的沸水 不断朝着变成血兔的云素音身上影去 他这是 他在吸收血气之力 我曾经看到过一本 巫族古迹 里面写着 巫族很久以前 曾经有种名为 灵气的巫术 是以纯血的巫族自身血脉 与人缔结契约 而这个人 便能与巫族之人同寿 也能成为巫族伴侣 阿音这种情况特殊 我随未见过 也没听过 可是他既然在变成兔子之后 与你亲近 就能恢复人身 而且 他能得善王那般看重 应该是巫族纯血无疑 我怀疑他 有可能是在他自己也不知道的时候 跟你递集了灵气 这样的话 他就能以你的血为媒介 吸收血气之力 疗伤了 而那巫元石 是巫族圣物当年给我的东西 关键时候 能够保命 我曾经听阿音说过 你当年因为服用太多毒药 体内的血也带着剧毒 而我前段时间刚吃了不少补药 又由阿音特意调养 气血正浓 正好与你中和一下 这些血够吗 够了 再多阿音也吃不消的 他现在的身体就这么大点 吸收太多 会撑坏的 盆里的鲜血 颜色逐渐变淡 那混合在其中的银蓝色 也伴着血气 一丝丝的融入了云素音的体内 只过了斩茶的时间 盆里的血迹 就已经彻底没了 云素音眨眨眼 小舅 变成兔子了 居然还能说话 你差点吓死本王 那日回来之后 你就昏迷不醒 我怎么换你 你都不理 整整三日 你要是再不进来 本王就该疯了 我不会丢下你的 你别怕 我这么个大活人 还在这儿处着呢 你们俩注意一下行不行 小舅又不是外人 那天 我得了消息 山王突然调动南越死士 察觉到不对 就连忙带着人出城 结果 还是没来得及赶上 你回来之后 就昏迷不醒 夏侯拿你这样的病症 也没办法 我只好照着以前看过的古籍上的事 办着冒险试一试 也没想到 还挺有用的 你的身子现在 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没有 君九渊也低声 跟云素音说了他昏迷之后发生的事情 得知 山王被抓回了摄政王府 还是林荆叶主动去审的 而且 林荆叶居然有南越皇族血脉 还跟山王类似 也是当年的圣女的后代 那外公为什么会说 你是顾骄之子 而且 他将你带回大晋 当成林家的孩子养大 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知道 我那时年幼 在南越又出了些事情 父亲见我可怜 就将我带回来养着 那小舅沈闻善王 问的怎样 他招了吗 招了 他对你们动手 的确是为了那块玉绝 那玉绝是巫族之物 也是他之前传信回南越时 曾经提起过的密钥 只不过 密钥并非是玉绝 而是 握着这块玉的人 他其实 也不清楚 这密钥到底有何用处 只之前 回大越国时 听国主提起过一次 也曾在他那儿 看到过这块玉绝的图样 所以记在了心里 他说大越国国主曾说 这块玉绝 是巫族圣物 而持此玉绝之人 则是巫族通往天境的密钥 对于巫族来说 乃是极为重要的东西 巫族密钥 遗失了已经好多年了 这些年里的巫族人 也一直在暗中寻找 国主 还曾告诉我善望 只要能将这密钥巡回 不仅能得巫族全族的庇护 还能跟圣巫提一个条件 巫族并不太在意善望 他自己其实也能感觉得出来 所以这几年 一直想要拉拢我 让我说服巫族那边 助他夺权 我不想参合到南越黄泉争斗之中 而且对于赵家的人 也没什么好感 所以之前拒绝过他几次 没想到 他会动了林家这边的主意 还想着要伤害父亲和大哥他们 来逼我就范 原来是这样 那那次跟着善望的人一起动手 却想要置小旧于死地的 是南越黄室的人 南越黄帝一直派人盯着善望府 他调派人手自然瞒不过宫中 南越黄帝早就对我有所不满 也一直怕我会偏帮善望 说服巫族替他夺权 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对我下手 可借着善望动手的时机 如果能要了我的面 只有善望替他背锅 他大概觉得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见我跟善望对上时 还沾沾自喜 那小旧就没还回去 怎么可能 你觉得我会是白白吃亏的人 他给了我两万百两银子 免了宁市商行在南越两年的税收 付赠的 还有两座在南越境内的矿山 我也就暂时不跟他计较了 所以小旧过年就出了京城 是去处理商行里的那些叛徒了 原先留着他们是觉得无所谓 谁知轻则无虞 宁市商行上下养着那么多人 不可能人人都手脚干净 只要没商及商行根本 有所分寸的 我也懒得理会他们 可他们得寸进尺 敢吃力爬外备主 我也就留不得他们了 那小旧 你觉得我和阿渊这次 该跟南越皇帝要多少赔偿啊 要多少都不为过 南越皇帝这两年越发怕死 而且南越军中也不如当初汉勇 就算是有巫族护着 可挑衅的是南越 他要么就是咬着牙 被裹一层皮下来好生赔偿 要不然就是兵戎相见 你们要是想要赔偿 只管开口 阿渊阿渊 你说咱们该要什么好 不然也跟小旧一样 要银子 还是要珍宝 要不然 咱们管他要两座编程好了 回头 当你的封地 你想要什么去要什么 本王去跟南越皇帝说 他要是不肯 他就自己去拿 阿渊真好 林荆叶仿佛看见了一个祸国妖妃 在他眼前冉冉升起 这君久冤 当真有昏君的前置 阿渊 善王既然已经动手 玉局的事情 估计瞒不了太久 眼下善王他们都以为 那块玉局的主人是东隋 可只包不住火 东隋的身世不难查 早晚还是会有人查出 不对劲来 阿渊现在这样子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变回去 总不能将希望 放在不知 有多少的可能上面 还是得想办法 将你身上变化之力 解决了才是 这次见善王之机 我和阿渊去南越一趟 你们想去巫族 之前我和阿渊就已经怀疑 当年留下玉局那人 应该跟巫族有些关系 只是一直不能确认而已 我们本来就想着 等过些时候 就暗中去一趟南越 想办法接触一下巫族的人 看看我这情况 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 善王会先发现了玉局 对我们动手 如今 正好有善王先动手为借口 我和阿渊去南越 也不会太引人怀疑 小舅也跟我们同去吧 你跟大越国的人熟识 到时与巫族打交道 还得小舅帮我们 你对我倒是不客气 你说我小舅 客气什么 行了 你都这么说了 我还能不帮着你们 你们准备准备 看什么时候去南越 我与你们同行 不过 还有件事情 你得先处理好 嗯 你外公和舅舅他们 知道你重伤的事情 都很担心你 还有小七 这几天 都赖得摄政王府 不肯离开 我虽然想办法 替你掩饰了过去 可不管怎么说 你如果真要去南越的话 得先想办法 见他们一面 至少 得让他们安心才行啊 还有王爷这边 自打善王 被你抓回来之后 庆云帝就一直惦记着 还曾动过让我父亲大哥 他们出面要人的心思 他对你的那点算计 你也清楚 所以你要是打算 陪阿音去南越 京城这边 也得安排妥当才行 别到时候去了一趟南越 后营 却被庆云帝给抄了 林经夜想想 要不然你别去了 我带着阿音去大越国 不可能 好吧 还想着 这小兔子手感极好 能多抓几下呢 既然你要去 就尽快处理好你的事 什么时候安排好了 就与我说一声 我交代人 准备南下的船 好 对了 你之前是不是从 刘少夫人那里 得了一些东西 那些东西 跟巫族也有关系 里面的地图 事关巫族秘境 那金针 也据传是巫族秘宝 我偶尔知道 这些东西后 就一直在暗中寻找 没想到 找到刘少夫人那时 才发现 机缘巧合落在你手里 说不定 何该这东西是你的 你回头去巫族的时候 记得将东西也带着 说不定 到时候会有用处 好 等夏侯文绳回来的时候 就发现 昏迷不醒的小兔子 居然醒了 王妃 你醒了 嗯 刚醒没多久 这几天辛苦你了 辛苦到时不辛苦 我是一直找不到 让你苏醒的办法 王爷差点没杀了我 不过 你现在醒来就好了 哪有那么严重 怎么没有啊 不信王妃回头问问三宝 王爷寸步不离地守着你 那眼刀子 都快将人肉皮 剥下一层来了 这几天 为了唤醒你 我脑袋都快急凸了 就你话多 信不信本王 让人缝了你的嘴 夏侯文生 黑黑一笑 倒也没太多害怕 三人说了几句话后 夏侯文生 就好奇地看着云素音 见他毛色雪白 浅容柔软 夏侯文生 身为毛绒控的天性 逐渐觉醒 眼神亮晶晶地 盯着云素音时 满脸地蠢蠢欲动 王妃 我能不能 不能 王妃 不行 你敢碰我 我剁了你的爪子 你想干什么 没什么 算了算了 小命要紧 哦 对了王爷 刚才我去了一趟地牢 善王疯了 疯了 什么时候的事 没多久前 我听万军和看守善王的人说 善王打从被带回府里后 就一直不肯开口 万军他们用了各种办法 都撬不开他的嘴 今儿个晌午后 林武爷从外间回来 直接去了地牢 见了善王不说 还将万军他们都赶了出来 等他再从里面出来的时候 善王就疯了 真的疯了 应该是的 我替他看过 他像是受了惊吓 神志失常 而且现在也不认得人了 刚才我去时 还跟万军试探过了 他不像是装疯 王爷 要不要 我替他瞧瞧风筝 不用 你替他调着命 别让人死在了大进境内就行 至于他疯不疯的 都不影响本王 过几天 本王和阿盐要去南越一趟 你准备准备 跟我们同行 交代万军和影子 待会儿来见本王 还有三宝 记得 让他们收拾好 本王和王妃出行的携带之物 王爷和王妃 要去屋组 我这次受伤之后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短时间内 便不回人身了 我和王爷得去屋组那边找找缘由 你要是有事 也可以不用跟我们同去 我没事 我去我去我去 我这就去收拾行装 还有路上要用的药材 顺便告诉万军他们 过来见王爷 我先走了 云素英已伤了容颜 不愿让人看到为由 隔着屏风 见了林老爷子他们 林老爷子眼睛泛红 都怪我 要不是我那天 让你救了善王 你也不会被他 害成这个样子 外公别难过 我不是没事了吗 怎么就没事 你身体里的毒 还有你的脸 二舅舅 我真的没事 这毒既是善王下的 南越跟巫族那边 必有解毒之法 王爷会陪我去一趟南越 等毒解了 也就没什么大碍了 至于这脸 我的医术 你们还不清楚吗 等过些时候 伤口好全 再用些驱疤的伤药 自然就能好起来了 本王已经问过善王 阿阴的毒是有解药的 他脸上的伤也能养好 过几日 本王就会带着阿阴南下 去寻找巫族的人 小舅也会陪着一起 阿阴体内毒 让他格外虚弱 更要借忧怒青丝 便让阿阴担心你们 他身子受不住 林老爷子他们知道 云素音身体未愈 说了几句话后 也没多留 只让他们去南越时 万事小心 林越这段时间 一直赖在摄政王府 听着云素音 他们要去南越 开口就想一起 只是被云素音 毫不留情地拒绝了 撒娇耍赖 是没用的 最后 林越只能兴兴然地离开 只是走到门前 又像是想到什么 转头退了回来 对着云素音说 对了阿阴 还有件事情 如果陛下派人来要善王 你和王爷 千万别答应 将人交给他 陛下这段时间 一直在打听善王的事情 也篡得着祖父 跟大伯他们过来要人 祖父和大伯他们不肯 也屡屡推拒 结果 前几天陛下 还亲自微服私房 暗中去了府里一趟 他劝说祖父 以大局为重 还说什么 王爷向来因狠暴力 牙子必报 若将善王留在他手上 到时候 善王身死 两国必定会起战乱 后来呢 外公是不是跟他起了冲突 何止是冲突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祖父的脾气 陛下拿下苍生压他 祖父哪会让他如意啊 他直接就斥责陛下 心思不纯 私心太甚 借口苍生行私举 还说他不配为君呢 祖父说 善王的事情 林家绝不会插手 也说陛下如果想要借善王得力 就自己来设用王府药 让他别自己 怕跟王爷翻脸 就一而再再而三的 拿着林家当法子 当时陛下还辩计呢 说他一心为了大计 结果祖父直接就戳破了他的心思 祖父说 他有私心就有私心了 何必说的冠冕堂皇 还说 咱们林家的人又不傻 让他别拿着天下大义 来行卑劣之事 还说陛下 若再逼他和大伯他们 我们林家就彻底辞官 搬离大计皇城 外公真的这么说 那当然了 你是没瞧见 当时陛下被骂得脸都绿了 云素音扑痴笑出声 心中既是感动 也是好笑 祖父说了 善王的事 让你和王爷看着处置 别理会陛下那边 陛下要是真的厚着脸皮来要人 你们千万别给啊 没道理你白白受伤一场 却叫他拿着善王 去南越要了好处 再说 你们还得去南越 要解药呢 善王在你们手上 也好过跟南越谈条件 要真给了陛下了 他才不会在意你的死活 我和王爷知道的 表哥 你回去之后告诉外公 让他别跟皇帝闹得太僵了 清云帝不是什么善查 舅舅和表哥他们 毕竟还在禁朝为官 闹得太僵了 万一他暗中跟林家使绊子就不好了 林家还怕他不成啊 不是怕不怕的问题 这世上有些事情 防小人 不防君子 阿姨说得对 林家毕竟还要留在大计 没必要跟皇帝翻脸 你回去告诉老爷子 善王的事情 本王会亲自进宫去谈 林家那边不必冒头 好吧 我回去 会跟祖父说 叙叙叨叨说了半天 林越才离开 你这表哥 年纪轻轻的 怎么就跟个老头子一样 这么唠叨 林家这是关心 林家的人也见过了 冯官官和将旨 要见见吗 他们也来了 天天都来 哎 见见吧 省得他们担心 你去让阿罗进来吧 让他陪着我见关关他们 你先进宫去处理你的事 过几天就得离开了 幸云帝那边得办妥 好 你们身边就带来这么点人 也不怕出事 林五爷的商船 要是真的在这水面上出了事 那你这些年在外的名头 也算是白闯啊 你倒是算得精 小舅 你就这么大张旗鼓的乘坐 凝视商航的船南下 不怕被人发现你身份 我这身份 要不是我自己说了 你俩会信吗 云素英和军酒渊都顿了下 这倒是不会 凝视商航 跟很多商航 以及诸国皇室之间 都有生意来往 我表面上的身份 还有那些众人皆知的生意 都曾经 跟凝视商航有过交集 更与凝视商航 几个管事的是不错的朋友 我这次南下 替林家讨要公道 怕路上遇到麻烦 借凝视商航的名头 闭乎一二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就算被人瞧见了 也不会多想 你们启程去南越的事情 瞒不住外门的人 阿阴的事情 倒还好遮掩 借口脸上有伤 不必须见外人 只是 南越那边 已经收到消息 知道善王被你们抓了 巫族的人 我倒是能暂时按耐住 不过 南越皇帝 说不定会在路上 动点手脚 我暗中传信 将善王封了的是 让人告知南越皇帝 应该能暂时安抚他一阵 可谁也说不定 他会不会停而走险 毕竟现在善王要是死了 背锅的 还是你们 我的意思是 咱们路上就不停了 等到了南越之后 将善王扔给南越皇帝 免得 再节外生枝 小舅舅看着安排就是 我和阿阅没什么意见 对了 从这里到南越 要走多久啊 陆陆的话 起码得一个半月 还得看途中 有没有耽搁 全程水路不停歇的话 大概 也就十来天的样子 对了 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东西 你们带上了没有 云素音蹭了曾君九渊的手 笑了声阿渊 示意他取出来 能不能给我看看 君九渊没迟疑 就递了过去 这东西 是当初帮着刘少夫人看诊之后 他送给我当谢礼的 当时随着这盒子的 还有两枚平安扣 那平安扣 我和阿渊直接带着了 但是这盒子里的东西 完全摸不着头脑 我和阿渊刚看到这图时 还以为是什么藏宝图来着 正间还缺了一块 连阿渊都没瞧出来 这图上到底画的是哪里 只说 瞧着地形和上面的那水域 像是陵江 你知道这上面是哪儿 我也只能瞧出 是陵江途径之地 至于具体在哪儿 等去了屋祖找机会问问 这图 小舅收着吧 反正也不知道这头是干什么的 小舅既然在找 想来是有用处的 你先收着 回头要是有什么发现了 跟我和阿渊说一声就行 这金针上面刻着的 应该是屋祖的文字吧 上次我不小心 被这金针戳破了手 见血之后 虽然没变成兔子 可耳朵一直收不回去 过了好些天才回复正常 小舅能认出来 这金针上写的什么吗 你说你碰了这金针 也曾出过问题 对呀 怎么了 这金针 我不知道是什么 屋祖文字 我上次也跟你说过 我只能看懂得一些简单的 既然你碰了这金针之后 会出问题 那这东西恐怕 也不简单 你们先收起来 等去了屋祖之后 我会想办法打听清楚 五爷 太好了 没想到表小姐这么容易 就将这地图给了你 您找了这么久 总算拿到数了 是啊 没想到 这东西兜兜转转 居然会落到阿音的手上 而他 却这么容易的就给了我 五爷 您一直都在找这东西 咱们也是费尽心思 寻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找到了 您不高兴吗 唉 高兴 我是在担心阿音 您也知道这东西是什么 关系巫族隐秘之地 可那金针居然 与这地图放在一起 甚至阿音触碰之后 还会对他有那般影响 我担心 五爷是担心 表小姐跟那里有关系 我在大越国出入这么多年 也跟很多巫族之人打过交道 可却从来没有听说过 巫族的人 有什么变化这呢 就连大越国皇室也是 会不会 那几位少军 满着五爷 应该不会 你还记得 两年前我跟贺连廷他们出游吗 当时遭了意外 被困在绝地 将近十日 他也受了重伤 浑身是血 我照顾他时 几乎寸步不离 贺连廷如果真的能变化 他不可能满得过我 贺连廷是国军长子 在巫族地位极高 甚至有时候 还能够直接求见圣巫 连他也不能变化 巫族其他人恐怕也不能 云霄 我总觉得阿音这种情况 在巫族恐怕也是极少数的 甚至有可能 只有他一人 若他真跟密地有关 与巫族而言的意义 就完全不同 我有些后悔了 五爷 表小姐早在很早以前 就猜到了他自己的身世 可能与巫族有关 这次善王动手之后 就算您不答应 带他们前往巫族 以表小姐这种情况 他和圣正王 也同样会去南岳的 表小姐和圣正王的性子 您也知道 南岳这趟 他们早晚都会去的 只是在于现在 还是将来 无论是表小姐 还是王爷 他们都不可能将自己的命 放在运气这种事情上 善王动手 不过是个契机 与其让他们自己 去了南岳之后 跟无头苍蝇似的乱闯 有您带着他们 至少能省得了很多麻烦 也能让他们和巫族 少了争短 也对 阿音和君九渊的性子 就算我不带着他们 他们恐怕早晚 也有这一趟的 倒是我岂人忧天 还没你看得通透 我也只是太过 担心表小姐了 林青叶撇开了心思之后 倒也不再多想 他垂眼 看着桌上的羊皮纸券 只可惜 中间差了最关键的地标 就差这一块了 你传信给贺连廷 就说 我不日将去南岳 让他若有时间的话 来南岳皇城一聚 我请他喝酒 商船一路难行 一路上 倒是没有遇到人阻拦 本倒是之前跟君九渊他们一起离京 后来假装是押送善王一行 走陆路前往南岳的队伍 离京不过五六天的时间 就已经遇到了好几拨杀手 你俩这命当真是值钱啊 这才几天呢 就又来了一拨人 又是青云帝的人 应该是 之前 还是派人在半路截杀 这次倒是好 直接又是下毒 又是火烧酒楼 险些将你们的人 困死的城里 他还想着 将那些人 伪装成南岳的人 只可惜 南岳的人压根 就没到县城 而且 也干不出来 刘善王活口的事 这青云帝 当真是恨你入骨 抓着机会 就想置你于死地啊 大理石上次 在本王面前丢了脸 也就只能搞这些 鬼鬼祟祟的手段 来替他自己找面子 这次的事情 闹得太大 那酒楼被烧了之后 还惊动了当地官府 你和阿阴 没有再前往南岳的 使臣队伍里的事情 估计 也瞒不住人了 瞒不住 就瞒不住吧 本王只是不想接外生枝 且已经离京这么多天 这茫茫江面之上 除非你这边出了什么问题 就算反应过来 也爱不着我们 我这边能出什么问题 我可不像是王爷 是人人想得的香伯伯 把你宁视伤行 冬季的身份放出去 你肯定比本王招人喜欢 林京叶翻了翻眼皮 他可不想要这种喜欢 见过五爷 周章 怎么是你来了呀 陛下听闻五爷 与晋朝摄政王 同行来了南岳 又押送善王殿下回来 怕下面的人有所冒犯 便让微臣前来迎接 敢问 这位可是晋朝摄政王爷 是本王 下官南岳督旗护领周兆 参见晋朝摄政王 起来吧 王爷 陛下命夏臣 前来接迎王爷 宋王爷与王妃 一同前往驿馆 顺道 所拿罪臣善王 回宫问罪 还请王爷 将善王交给夏臣 想要善王 让你们皇帝 亲自来要 善王伤了本王和王妃 意图取本王性命 还动用南岳使臣之人 围攻本王 你们一句话 就想将人要回去 怎么 觉得本王进了你南岳境内 就奈何不了你们 想要善王 可以 让你们皇帝 亲自来跟本王谈 善王所做之事 不过是他一人所为 跟南岳有什么关系 况且这里是南岳 不是大晋 你就算是大晋的摄政王 也不能这般羞辱陛下 简直妄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那年轻副将 脸色耍白 要不是周兆 这一见下去 他这会儿 恐怕早就没了性命了 你 你们既叫他善王 他就是南岳的人 顶着南岳亲王的壳子 出使大晋 大晋上下旨是后代 可他却借机截杀本王 伤及本王王妃性命 如今 却说与你们南岳无关 回去告诉你们皇帝 本王此行前来 是跟他和南岳问罪的 不是来与南岳建交的 他要是不懂得 该怎么给本王一个交代 本王不介意 编程三十万大军 齐发南岳 军九渊从不做没把握的事情 而他敢带着云素英来南岳 甚至身边 只带着这么几个人 就深入南岳皇城 又怎么可能 没有半分准备呢 打从他入南岳那一刻起 编程之上 就已经众军待命 一旦他在南岳皇城 出半点事情 那些人 就会立刻挥师南下 踏平南岳 山王既然有罪 也何该是显地亲自与摄政王 商谈 赌取赔偿之事 在此之前 山王是不可能交给你们的 你们先回去吧 告诉你家陛下 此次不仅是摄政王 我已代表林家 来与南岳商谈 山王谋害我父亲 誓杀老爷子之事 摄政王既是与我同来 此次就不入医馆 直接入住春林居 等到你们陛下 什么时候有空召见之时 再派人来请 只是到时候 若再如今日这般无礼 就休怪我等 不给你家陛下颜面 他们也是奉勉行事 你就别与他们为难了 我那春林居 可比医馆里面舒服得多 走吧 我带你们过去 五爷 春林居里的人 都已经清理过一次 各地也都收拾妥当 您和王爷他们 可以直接入住 之前来的那些人 已经安顿妥当了 在春林居里 这春林居看似不大 实则内力却极为宽敞 且纵横之间 占地极广 里头巫舍极多 足以放得下 近千人居住 林荆叶和军九渊 他们在打算 要来南越之时 就已经先派遣了 一部分人 入了南越皇城 有这些人 留在春林居里 再加上影子那边当儿 一路赶来南越的 近五千人 还有编城三十万大军 足以确保军九渊 和云素因 在南越的安全 这文德院 是整个春林居里 最安全的地方 里头有地道 直通城外 后面也有侧门 能够去到隔壁院落 方便行走 这里 那边 还有院墙 都装了机关 一路往外院走时 绕过前面假山附近 也有一道暗门 能进府中密室 要是遇到突发情况 能够方便藏身 小舅 你这院子搞得 也太密不透风了 没办法 我这不是怕死吗 你也知道 我这绅士 原本一直待在大镜 也就算了 可谁让我喜欢乱跑啊 我刚来南越那会儿 没想着去认皇族 跟巫族的人 可谁知道 先被人给认了出来 那段时间 几乎每天 都有人想我的命 隔三差五的 就会有刺客 在我身边来上一回 我还没活够呢 总不能坐以待毙 等着被人弄死 小命要紧 就只能自个儿 想办法保命 这里主院连着偏院 中间就只有一道海棠门 这段时间 我就住在偏院那边 你们俩住在这里 有什么事情找我也方便 对了 善网 我先关押在暗牢里 出不了事 倒是那个青鸡 他既然冒充着阿音的身份 也不好将人放在别处 否则 以你们之前恩爱 是个人都能瞧出来不对劲来 巫族的人还没有来 阿音的事情 越少人知道越好 免得横生枝节 你们这院子里 有两处相防 离主卧有些距离 不如将青鸡安顿在那里 也好挡挡外头的眼睛 听小舅的 父王知道 王爷入住春邻居 本想亲自过来探望 只是方才进宫 刚被皇祖父训斥了 实在不好过来 再给阿爷跟王爷招惹麻烦 所以只能让我带他 向王爷问好 刚被训斥 为了码头上的事情 赵玉苦笑 他这两年的脾气 可真是越来越差了 码头上的事 又不是你们魏王府办的 好端端的 骂你父王干什么 无能迁怒 反正都习惯了 皇祖父但凡心情不好 总得找我父皇 骂上几句 他也就只能巴拉着你父王欺负 晚辈之前听闻王妃 受伤颇重 不知眼下伤势可好些了 已经好多了 只是还在休养 不便见客 这是自然 王妃本该好生休养 他从秀中 取出一个锦盒 这是我之前 得来的药仙芝 虽然不是什么稀罕物 可胜在年份已久 女子用了 能够补血养颜 也能做药 便赠给王妃当作见面礼 还望王爷不要嫌弃 云素音听到药仙芝三个字 顿时来了精神 这可是军酒渊解毒 要用到的药眼之一 他忙伸着爪爪 挠了挠军酒渊 军酒渊议会 本王倒是听说过药仙芝的名头 你这药仙芝看上去 有些年头了 足有百年 药效齐家 否则也不好意思送给王爷 既是心意 那本王就收下了 等人走后 云素音就迫不及待地 蹦到了桌上 瞧着那盒子里的东西说 百年份的药仙芝 没想到 这么容易就找到了 我也没想到 贝王府能送来这个 这药仙芝 在南越不算少见 可这么高年份的到手 找叶这次 倒是替咱们省了事了 赶紧让人 把这药仙芝给夏侯送去 先把药性提炼了 你们要的其他几位药材 我已经吩咐下去 让人再找了 要是外间找不到 等贺连廷来了之后 我与他商量 去大越国的药库找找 他们的药库里 放着不少好东西 巫族里 也有一脉 是专门培养药草的 以前 偶尔也会送出来 走商行这边 换取银钱 说不定 万毒金蝉 也在他们那儿 小舅 刚才那个赵玉 跟你关系很好 关系好也谈不上 就是 稍微顺眼点 南越皇室 比起大晋皇室 要乱得多 显帝西夏的儿子 有将近二十个 最大的就是魏王 已经四十 最小的一个 还是三岁的奶娃娃 那些个没成年的 也就算了 翻不起大浪来 可成年里头的 大多都已经封王毕府 也都成亲生子 各有心思 要不早早移了皇权 也就算了 偏显帝把握朝权不放 迟迟不肯立出 以至于南越皇权争斗 远比大晋要残酷得多 显帝的那些个儿子 个个都精明 也都继承了赵家的贪婪 早前知道我身份的时候 就想着要将宁市商行 据为己有 觉得我是南越皇族血脉 就该替他们赵家效力 那时候 巫族认我不认皇室 我又不愿意改回姓赵 不肯入皇室御蝶 这些人大概 就觉得我不是好歹 一口一个野种 说我胳膊肘往外拐 军酒渊听得直皱眉 云素音痴笑了声 蠢货 的确是够蠢的 刚开始那几年 他们闹不少次 软硬气势 就想从我手里 拿走宁市商行 那几年 想救过得很难吧 难倒是不难 只是当时年轻 脾气不大好 这些人找我麻烦 我便也寸步不让 他们敢对付我 我就十倍百倍地还回去 就连险帝有一次 都差点死在我手里 事情闹得不可收拾 好在这次商行 还有大半跟巫族有关 他们不可能 瞧着我去死 而坐视不理 那会儿靠着巫族中 从中周旋 也算是在南越立足 等到后来 不必再依靠巫族的时候 南越皇族的人 也不敢再跟我为难了 那时候年少轻狂 如今年纪大了 性子也磨平了不少 再来看这些人时 就只觉得可笑 你这话说的 好像你现在七老八十了一样 我这是心中沧桑 都怪我长得太好 总让人忽略了我内心的成熟 云素音面无表情地扭过头 轻呸了一声 做了个呕吐的动作 一副被他这自恋模样 恶心到了的样子 林京也不迟笑出声 君九渊也是忍不住失笑 南越皇室里的这些人 大多都跟险帝一样没脑子 唯独魏王心思清静 也是赵家这么多人里面 唯一一个觉得宁史商行 本王瞧着赵狱对你颇为热气 想必是你对他们表露过善意 你不是个愿意吃亏的 行商之人也讲究利益在前 想必你不会白白与南越皇室的人交好 怎么 你想扶持魏王父子夺权 你怎么知道 我是有这心思 小舅想要掺和南越皇权 也不是参合 宁史商行有许多生意都在南越 而巫族大越国也离南越最近 很多时候走伤也得经过南越皇城 与其让一个不顺眼的人上位 将来想尽办法地给我使绊子 倒不如推一个更顺眼的人上去 魏王主和有为君者的人赐 也在意边关百姓 不愿意轻易掀起战事 让魏王登基 掌了南越皇权 无论是对南越还是对大晋来说 都是好事 找个时间 见见魏王 见是没问题 我想着魏王应该也是想见你的 不过事儿得等着巫族的人来了之后 魏王父子跟我交好 贤弟本来就不喜欢他们 只是为着牵制其他人 才没有动魏王府 咱们先前在码头上 没给贤弟留颜面 魏王遭他训斥 十之八九是替咱们说话了 贤弟本就是小心眼 要是让他知道 魏王这个时候私底下见你 怕又得闹出一堆事来 我估计南越这边的国宴会 拖到巫族的人来了之后才办 贤弟十之八九还想着 到时推巫族出来 跟咱们交涉善网的问题 你也别急着见魏王 等何连廷他们来了之后 入宫赴宴时 我再找个机会 王妃 我刚才已经试过药性了 的确是百年以上的药先知 有这些 足够替王爷入药了 眼下 莲花石和药先知都有了 还差范叶花 霍园草 和淮叶半枝东 这几样 小舅已经吩咐下去 让宁市商行那边的人 在南越这边寻找 影子他们也在暗中询问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都能找到 唯一难找一些的 就是万毒兵蝉 林五爷那边 也没消息 小舅说 他之前只听说过这东西 具体在哪里不清楚 我上次听到消息 也是万毒兵蝉 在南地出现 后来隐约听到 到了南越之后 就突然下落不明了 夏侯闻声紧紧皱眉 好了 既然已经来了南越 万毒兵蝉要是真的在这里 总是能找到的 就算真找不到 阿音不是说过 没了那东西 也能解毒 只是麻烦一些 不是麻烦 是不能彻底解毒 那也一样 只要能解除大半 不让本王被这毒影响 剩下那点毒 也没什么大事 胡说八道什么 既是解毒 自然是要彻底将毒性拔除 否则留下的毒素 依旧还是会影响你的身体 甚至影响兽数 我这命可还长着呢 说不准 活个百来岁 你要是真的毒法短受 难不成 你打算自个儿先死了 留着我 去找别的男人 君久冤脸上一黑 伸手就捏住他的耳朵 你敢 本王会让人去寻找 万毒兵蝉 东西既然在南越 绝地三尺 本王也会找出来 想找别的男人 简直是做梦 云素音抱着君久冤的手 这才乖 君久冤冷哼了一声 夏侯文声无语 他就不该在这里 林大哥 公主 我听哥哥说 林大哥来了 就要求着他 带我一起过来 林大哥这次 可要在南越多停留几日 哥哥很想你 我可没想他 他又不是什么角色美人 我一个大男人 想他干什么 倒是有些人 想他想的 麻烦不思啊 哥哥 贺连兄说笑 林公子 林经夜看他时 眼里有瞬间的嫌恶 只很快就遮掩了过去 凤山长老 贺连庭知道 林经夜不喜欢凤山长老 他自己也不喜欢 只是这次来时 父皇却让凤山长老随同 他也没有办法 林经夜直接错开身来 领着贺连庭他们进了梁庭之后 这才介绍到 王爷 这位便是大越国少君 贺连庭 这两位分别是公主贺连如月 和大约黄庭 凤山长老 贺连 这位就是晋朝摄政王 君九渊 君九渊只是微台眼帘 诞声说 见过贺连少君 贺连庭也没介意他冷淡 哈哈 原来你就是晋朝摄政王 九阳大明啊 君九渊目光在贺连庭腰间扫过 这一眼就看到了他挂在腰间的玉绝 果然跟云素因生父留下来的那半块玉绝 有几分相似 他目光一扫而过 并没有停留 只开口时 嗓音却温和了许多 本王对巫族和大越国的事情 也闻听已久 只是一直无怨一见 小舅曾说贺连少君是他至较好友 为人大方义气 今日一见果然不假 小舅 那子是林家的姑娘 林京燕有些好笑的 逆了君九渊一眼 他可是记得 这思之前除了还没迎娶阿音时 叫了他两声小舅 后来就一直直呼其名 如今突然改口 一准是在打什么主意 摄政王妃是我外甥女 王爷便随她叫我一声小舅 哈哈哈哈 哎 我跟阿燕的确是好友 你即是他家中人 自然也是我朋友 等你在南越的事情处理完之后 可以跟阿燕 一起去大越国做客 到时候我好生招待你们 好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可安顿好了 就刚到 还没去驿馆呢 就先过来看你来了 少君 那驿馆已无人居住 总少了点人气 我看大进一行人 都住在姓林居中 未曾下他驿馆 林公子与少君之交莫逆 不如林公子也收留我等 将姓林居 介于我们一株 可别 阿燕很宝贝这姓林居的 连南越皇帝之前相见都不行 人家君王爷和王妃 傻业亲戚 而且大进使臣 既然住了进来 姓林居里 怕这早就满了 咱们这一大堆人 要真住进这姓林居 哪能装得下呀 我可没那么厚脸皮 凤山长老脸色 顿时阴沉了几分 我们等会儿 先带人去驿馆安顿 还得跟南越皇室的人 打声招呼 等闲下来了 我再找你喝酒 好 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跟我开口 放心吧 我肯定不会跟你客气 哥哥 这姓林居里景色甚好 我能不能留下来呀 反正去了驿馆之后 我跟你也不住在一起 能不能 让我留在姓林居里住几天 林大哥 我就只要一小间房子就行 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 阿燕 你也知道 我这妹妹 交惯得很 那一管理的确不好住 人来人往的 也嘈咋 我跟凤山长老两个大男人 也就算了 如月跟着去 倒是真是委屈了 不如 就让他带着丫鬟 在你这住几天 可好 赫连兄这么说了 我哪能拒绝 你好色我不管 和你好歹收敛一些 君九渊可不是那些 你以前随随便便 就能玩弄的人 少君说笑了 哼 我可没功夫跟你说笑 君九渊不是南越皇室的人 也不是要靠着 咱们巫族的赵家 当年 他打到南越腹地的事情 也该知道 少去招惹他 否则回头惹了事端 连累了大越国 到时候回去之后 我定会一五一十的 禀告给父君 他说完之后 也懒得理会凤山 转身就走 长老 少君他 多必理会 他就是胆子太小 去春色满园 你先带赫连公主下家安顿 我跟王爷 还有事情要说 公主一路颠簸 不如先去休息 若有什么需要 告诉云霄就好 那我之后 还能见到林大哥吗 我还会在南越 逗留一段时间 之后 也会去大越国一趟 公主跟赫连兄 自然能够与我相见 那就好 对了 林大哥 我来之前 听说摄政王妃受了伤 不知道 他伤势好些了吗 他也住在姓邻居 我可以去探望他吗 等过几日吧 他伤了面容 不好意思与人相见 等伤势好些 有机会让你们见面 善狼可真可恶 居然伤女子容貌 那等他好些了 我再去看他 林大哥让他也别伤心 我总有好些 能恢复容貌的伤药 等会儿我就传信回去 让人送来 多谢公主 不客气 云素音瞧着那姑娘走后 这才忍不住 不吃轻笑出声 然后掐着嗓音 学着他娇娇柔柔的教导 林大哥 林京月脸色一黑 君九渊也是侯坚一出笑来 我说小舅之前 怎么会突然留在京中 那么长时间 而且云霄也说 比上次你去大粤国 都一年多了 感情 是惹了桃花债了 我瞧着这赫莲公主挺好的 人美心善又乖巧 关键 满心满眼的都是小舅 要不 就让他来当我舅母吧 我看着 小舅跟他也挺般配的 你还想不想 替你男人找药了 见他恼羞成怒 云素音爪爪捧着肚子 笑得耳朵一抖一抖的 连君九渊 也是跟着弯了眉眼 林京月任由两人笑了半啥 才瞪着云素音说 这话 别在赫莲如月面前说 我不喜欢他 也对巫族的人无异 那小丫头心眼不坏 人又单纯 别戏弄他 我看 小舅挺在意他的 不是在意 就是不想招惹 我若有喜欢的人 便会对他一心一意 在这之前 不想招惹不想干的姑娘 你总不想让我变成 云黎安那种混账吧 嗯 这倒是 赫莲婷瞧着 倒是与你关系不错 也还算护着你 不过那个凤山长老 我看他好像跟你不合 嘖 那老东西 只跟善王那色批 臭味相投 凤山极好美色 比之善王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为人阴沉 手段毒辣 性子 也有些扭曲 之前你们见到善王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 他那人脑子 有些不好 善王最早的时候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他虽然贪花好色 也喜欢美人 却只是放浪一些 远不到这般 积不择实的地步 而且他以前 性子也挺正常的 我听卫王说 巫族 还没跟南岳关系 这么亲密 善王 也刚知晓自己 身世那几年 他虽然张扬 却也没示人命如草芥 直到后来 遇上了凤山 两人走得太近 他的性子 才越来越作 那脑子里 就跟灌了水似的 在男女知识上 更是跟脱江的野马一样 拽都拽不回来 再加上 南岳皇室有意放纵 险帝可以捧杀 他才变成了 如今这个样子 那个凤山 一直觉得 宁是商行 交到我这个巫族 杂血之人的手中 对于巫族来说 不是安稳 也好几次都曾提过 要大岳国君 将商行收回去 或是 在我体内留下巫种 巫种 那是什么 就是类似于一种 古树 将沉睡中的古虫 种进人身体之内 能够 用这种办法操控他人 将人当作傀儡 或是轻易 置人于死地 哼 他倒是敢想 那后来呢 后来 自然是没中 凤山不肯善罢甘休 非说巫族杂血不可信 不仅暗中朝我下手 还做了一些事情 逼我放弃宁是商行 我见他这么 心心念念的想要 也就将宁是商行 交给了巫族的人 只不过 他们大概不善于经商 三个月后 他们又恭恭敬敬地 给我还了回来 还惩处了凤山一顿 小舅做了什么 居然能逼着巫族妥协 也没什么 只不过 就是让宁是商行 亏损过半 凤山跟汕王关系很好 那春色满园 有一半都是 汕王为着他建的 等他知道汕王 还在你手里之后 恐怕会来给你找麻烦 你们 对他小心着些 他那个人 手段有些龌龊 所以这段时间 巫族送来的东西 你们别碰 也少跟他们肢体接触 他们想要动手 必须要与人接触才行 大部分是 只有巫族里 有几个手段通天的 能不需要任何东西 就隔空商人 但是巫族之人的修炼 讲究天地人和 越是厉害的巫族人 就越不会轻易商人 也很少做一些 损因得的事 这些年 反而还时常 接着宁是商行的名义 在各国不失 只有凤山这种 半上不下的巫族 才会弄些阴损手段伤人 对了 你们刚才 他们看到贺连廷身上 挂着的玉绝 可有相似 看到了 他那块玉绝 跟阿姨那半块 有些相似 特别是镂空花纹 我看 刚才贺连廷 他们都没留意到我 而且 也没察觉到我有不对 贺连廷他们去了驿馆 我想找机会 接触一下贺连如月 看他是否知道些什么 你是想试探贺连如月 能不能变化 不仅是能不能变化 还有他知不知道 这种幻化动物的能力 如果贺连如月 也和我一样 或者 是知道我这情况 那这种能力 在巫族 恐怕也算不得奇怪 应该是很常见的事情 到时 去大越国 查询身世的时候 就不必遮遮掩掩掩 可如果不是 连他都没有变化之术 更不知道 能够幻化动物的事情 那他生负的身份 恐怕 就远比他们之前想象的 还要更加神秘 那到时候去大越国 就得小心一些了 粉蛋 你说 这位社长王妃会喜欢我吗 公主将双铃丹都给了他 他自然是喜欢的 双铃丹是我自愿给的 跟他没关系 我只是觉得 林大哥很喜欢林家的人 我又一直没机会去大进 要是之后 能跟他当朋友就好了 这样 我也能知道一些大进的事情 以后跟林大哥一起 也能有更多的话说 公主 您是大越国的贵主 何必这么讨好林公子 我就是喜欢林大哥 我知道林大哥不喜欢我 可我喜欢他呀 我喜欢他 是我的事情 只要他还没有喜欢的人 那我就还有机会 只要我努力一些 说不定 哪一天他突然回过头来 就能看到我 反正 我不会放弃的 那要是林公子 有喜欢的人了呢 嗨 林大哥要是有喜欢的人了 那 那我就祝福他呀 反正我努力过了 要是林大哥还是不喜欢我 肯定是我不够好 到时候 我就求求父君 送我去圣屋足地 说不定 我还能当上下一任的圣女呢 到时候 我就学习圣屋术 替林大哥和他喜欢的女子祈福 这不是刚才那只兔子吗 好漂亮的血兔呀 小兔子 你怎么跑出来了呀 粉黛 他喜欢我呢 粉黛也很是惊奇 这小家伙 居然愿意被自家公主抱着 丝毫没有害怕的样子 公主 这兔子真可爱 小白 原来你在这里 吓死我了 贺怜公主 刚才小白趁着奴婢不注意 一时偷跑了出来 没想到 在您这里 多谢公主帮奴婢寻找小白 她要是丢了 王妃和王爷 肯定会罚奴婢的 啊 我也是在这边看到她的 她还这么小 你们得看好一些 要不然 万一真跑丢了 她就找不回来了 嗯 多谢公主提醒 奴婢记得了 她伸手就想去接兔子 却不想 兔子却埋在贺怜如月怀中 不肯抬头 哎呀 她很喜欢公主呢 啊 是吗 小白一直被养在王府 除了王爷和王妃 从不亲近任何人 只是王妃病了之后 日日用药 她又不能靠近 王爷又有事跟母爷外出 小白正无聊呢 她难得这么喜欢公主 不知公主 可否陪陪她 不然 奴婢将她带回去后 她怕这又要闹脾气了 当然可以 慢慢吃 还有很多呢 我还是第一次 见到小兔子喜欢吃糖豆的 啊 小白跟其他兔子不同 她能吃人吃的东西 反倒是不喜欢兔子吃的那些 原本 王爷他们还担心她吃坏了肚子 可后来发现 吃完之后没什么问题 也就由着她了 她叫小白吗 嗯 王妃给取的名字 她十分灵性 也能听懂一些人言 我家王爷和王妃都十分疼爱她 所以这次来南越 哪怕王妃病着 也依旧带着她 也就是 王妃身子不好 要不然 她肯定整天都黏着王妃的 王妃的伤势很重吗 其实 伤势算不得重 我家王妃 本就一毒双绝 又有药王骨传人在旁 身上的伤 早就好了大半了 就是不知道 善王用了些什么手段 让王妃一直觉得不是 王妃总说 她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却又说不上来 公主 该不会是凤山长老 啊 凤山长老怎么了 我族 有养骨的习惯 凤山长老所在的凤氏一族 更是其中翘楚 她跟善王关系极好 难保不是她给了善王 什么自保 或者伤人的手段 我这就去找大哥过来 公主且慢 奴婢虽然不懂您说的古术 可是五爷既然来了 又时常跟贺连少君在一起 他定会告诉贺连少君 而且 凤山长老今日才来过姓邻居 被五爷的人赶走 且善王也在我家王爷手中 他正恨着王爷和王妃 要是被他知道 王妃体内可能有骨 他必定会借此来要挟王爷 奴婢知道公主是好心 可是如今善王的事情 已经不是王爷一家之事 而是关乎整个大靖和南岳 公主要是贸然去找贺连少君 惊动了凤山长老 反而对我家王妃无异 公主 他说的对啊 您不能去找少君 那 就让林大哥去找我哥哥 我哥哥虽然不如凤山长老古术厉害 可也能探出王妃体内的情况 而且 你们也别太担心 凤山长老这次来南岳 并非是为着善王 他跟我哥哥一样 都有别的药物 他不敢闹出太大的动静来的 否则回去之后 我父君和祖宗都不会饶了他 是吗 奴婢还以为 他是为着善王来的 以前在大靖的时候 就常听人说 善王对巫族而言十分重要 巫族也是因他 才会长留南岳 充当南岳国师 庇护南岳皇族 这次 王爷他们来南岳时 就曾做好了 巫族万一力保善王 与巫族冲突的准备 怎么可能 他不过是当年巫族 叛逃圣女在外留下的血脉而已 就算是巫族之人 也不过是寻常族人罢了 巫族怎么可能因为他 就庇护南岳一国呢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巫族和大岳国 必识数百年 之所以会突然与外界来往 并不是因为善王 也不是因为那个圣女 巫族之中 圣女身份虽然特殊 却并非不可取代 而且当年的圣女 逃出巫族之后 就已经被族中除名 巫族之所以出现在外界 除了当年跟南岳那场大战 扰乱了巫族安宁之外 更因为 族中圣巫算到了 巫族将来 会有灭族之祸 圣巫还算到 巫族需得出世 才能寻到破解之道 那巫族跟南岳皇室 那就是一场交易罢了 巫族庇护南岳皇室 南岳皇室也得提巫族办一些事情 而且 圣巫预言之中也说过 巫族将来的命脉 跟南岳有些关系 所以巫族这些年 才派人留在南岳皇城庇护赵甲的人 善王的确跟巫族关系更亲密些 可能也是因为 他体内有巫族血脉 比起南岳其他人 对巫族来说 他也算得上是自己人 我们这次来南岳 是因为圣巫算到了 与巫族命脉相关的密钥 出现在南岳 凤山长老 也是奉命来寻找密钥的 他要是真敢因为善王 为难你们王爷王妃 甚至给族中招去灾祸 父君不会饶了他 等回到族中之后 也会有族规惩戒他 密钥 什么密钥啊 是钥匙吗 不是钥匙 是一个人 人 既然是人 为什么会叫密钥啊 我也不太清楚 圣巫也只说 那人与巫族命脉相关 再具体的 我就不知道了 年前时 圣巫就已经隐约补算出来 说密钥现实 只是身处混沌 算不出来方位 直到前不久 圣巫才说 密钥会在南岳皇城出现 我父君原本是要派其他人来南岳寻找密钥的 只是后来 恰好林大哥送信给我哥哥 说他要回南岳 约我哥哥在南岳皇城相见 我哥哥就顺道领了这差事 不过 我父君没派凤山长老过来 是他自己主动请愿 跟着我们一起来南岳的 哦 原来是这样 那密钥 是男是女 长什么模样啊 如果真要寻找 其实 可以让五爷帮忙 凝世商行在南岳的势力极大 若是五爷帮忙 应该能很容易找到 我也不知道 是男是女 不过圣巫说 那人既然身负巫族命脉 体内便有巫族最神圣的血脉 容貌气度 肯定非常人可比 而且我哥哥来南岳的时候 还带着圣巫祈福过的圣灵骨 只要遇到密钥 圣灵骨就会出现异状提醒哥哥 到时候 自然也就知道生物要找的人是谁 云素音心中咯噔了一下 阿罗知道云素音想要打听什么 不过一会儿 就又从他们嘴里 套出了不少有用的消息 云素音在旁听着 等瞧着阿罗基本上 将该问的事情都问了之后 他才突然蹦到了桌角 发出一声叫声 就朝着地上摔了过去 小白 赫连如月吓了一跳 连忙伸手去捞腾 公主 我没事 小白受伤了 阿罗也是惊了一下 连忙上前 将云素音捧了回来 等检查了一下之后 他才松了口气 还好 只是划破了皮毛 真的不要紧吗 它这么小 要不要再看看呢 不用了 我跟着王妃也学过一些医术 王妃那边也有伤药 倒是公主 伤事可要紧 要不要奴婢让人过来看看 我不要紧 就是蹭破了皮 等一下上点药就好了 那就好 小白害得公主受伤 实在是抱歉 不过奴婢也出来很久了 得带着小白回去 否则 王妃会担心的 那我之后 还能去找小白玩吗 这个 奴婢做不了主 不过 小白灵性 也能自己认路 她若是愿意 会来找公主的 啊 那好吧 王妃 您就算想要试探 赫连公主 也没必要 弄伤了您自己 奴婢弄些血就可以了 要是王爷知道 您弄伤了自己 又得生气了 我没事 你让人注意庆园这边 嗯 王妃放心 奴婢已经交代了 来时就跟云霄说过 她那边已经派了伺候的人 留意着庆园 赫连公主要是有异变的话 瞒不住庆园的人 我有些困了 先回去吧 你突然变回来 跟赫连如月有关 什么跟赫连如月有关啊 王妃变回来了 您是怎么变回来的 身体可有异样 夏侯文声替她把脉之后 脸色惊讶 你这身体 怎么了 没什么 王妃的身体 好得有些不像话啊 王妃 你这是吃了什么灵的妙药了 怎么了 你整个人都像在冒光 云素因面无表情 她又不是灯泡 冒个屁的光啊 不是那种光 就是珠光宝气 灵药啊 灵物上面才有的宝光 反正看着 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阿姨 你突然变回来 是不是跟赫连如月有关 我也不知道 我去试探了一下赫连如月 回来之后 就有些困倦 然后睡了一觉 等我醒来的时候 等等 好像真的跟她有关系 我 我碰到她的血了 云素因连忙低头 朝着自己腕上看去 却发现 之前刚醒来时 分明还浮现在 左手手腕上的金色胎记 消失不见 她确定 之前看到的那一幕 不是幻觉 可为什么 突然又没了呢 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 云素因没有贸然提起 金蝉的事情 之前我试探 赫连如月的时候 故意弄伤了手臂 阿罗和承儿 还替我包扎过 可是 伤口不见了 自愈 嗯 你还记得 陈默默曾经说过 我生父当年 出现在云家的时候 也曾显露过 自愈的能力 她与我母亲欢好之后 身上的伤势 便能慢慢恢复 我之前受伤之后 是没有这能力的 可是如今 突然有了 她总有种 她体内 好像觉醒了什么的感觉 你这情况 怎么像是修炼了邪功似的 嘿 会不会说话呀 除了自愈 你身上还有什么不是 或者变化吗 别的没了 就觉得身体倍儿棒 比之前在大劲的时候 感觉还要更好 巫族唇血 对我来说 好像是大补之物 能不能弄一些 巫族人的血回来 其他巫族人的血好弄 可是赫连婷 和赫连如月 恐怕不行 而且阿音这情况 也不知道 对其他巫族人来说 是好是坏 先弄一些 其他巫族唇血回来试试 少去一点 也用不着伤及人命 让阿音看看 她是否对巫族的血 有反应 这个倒是没问题 林静夜答应下来 夏侯文生 又替云苏音 检查了一下身体 确定没事之后 就取了她一点点血 但看到她手上伤口 慢慢愈合 就满是兴奋的 拿着血走了 像是想要去研究 她突然生出的愈合之力 我已经试探过赫连如月了 她应该不会变化 也不知道巫族变化的事情 换句话说 这种变化之力 在巫族之中也不常见 而且极有可能 只有我一个人有 而且我从赫连如月那里 知道一个消息 赫连亭跟奉山长老 这次来南越 并非是为着小救和善亡 而是为着巫族密钥 林静夜和君九渊 都脸色顺变 巫族圣巫 于月前补算出来 与巫族命脉相关的密钥 会出现在南越皇城 赫连亭他们此次 便是奉圣巫之命 前来寻找密钥的 他们都已经知道 密钥是人 而且赫连如月还说 他们此次离开大越国时 赫连亭身上 还带着圣巫赐福的圣灵谷 一旦与圣巫 让他们寻找的人相遇 圣灵谷就会生出异常 让他辨别出谁是密钥 圣灵谷 嗯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但是赫连如月说的 应该不是假的 而且密钥之事 对巫族来说不是隐秘 赫连如月 跟我和阿罗提起来的时候 也没什么隐瞒 那个圣巫 好像算到了我 还算得极准 那个圣灵谷 是在赫连亭身上 嗯 赫连如月是这么说的 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跟赫连亭虽然交好 可是对于巫族的事情 也是一知半解 赫连亭 也不是什么事情都会告诉我 赫连亭待我是不错 可这不错的前提 是我跟巫族之间 没有利益冲突 他是大越国少君 又是巫族纯血 圣巫的存在 对于巫族人来说 就如同他们向往的神明 只要圣巫开口的事情 巫族的人都会拼尽全力去做 赫连亭也是一样 那圣灵谷 如果真的在赫连亭身上 想要悄无声息地拿回来 根本不可能 至于破坏 哼 赫连亭可不是赫连如月 那般天真的小姑娘 而且她的巫术 在整个巫族也算是精神的 就连凤山 要是跟她真生死交战 怕都是逊死她一筹 你们别看着赫连亭大大咧咧 好像万事都不赢于心 可实际上 她性子十分谨慎 咱们但凡多试探几句 恐怕就会露出马脚 而想不惊动她回了圣灵谷 也几乎是没可能的事情 既然回不了圣灵谷 那就看能不能想办法 从赫连兄妹那里确认 他们找着所谓的密钥 目的到底是什么 阿罗跟赫连如月套话的时候 他曾说 这次寻找密钥 不是什么隐秘事情 巫族那边 可能还会动用南越皇室的力量 小舅手里握着凝视伤行 能耐和人脉 远比南越皇室还要厉害 你若说帮忙寻找 赫连亭应该不会起疑 这容易 我明天去见赫连亭 到时候会试探着问她 南越皇室操办的国宴 就放在三天后 我原本觉得 你变回人身是好事 可眼下这情况 却比之前还要棘手 如果这三天内 你恐怕就不能现身 否则 要是撞上了赫连亭 让那圣灵谷有了反应 暴露了身份 那就麻烦了 林经夜又跟云素英二人 说了一会儿话 就有些忧心忡忡地离开 等她走后 云素英扭头 就看到君九渊 满是尘力之色的眼眸 你也别担心了 传到桥头自然指 是福是祸 咱们竭力去做就行了 再说 我瞧着赫连兄妹的性子 不是那等恶毒之人 巫族寻找着密钥 也应该不是为着什么坏事 否则 他们该偷偷摸摸地 暗中搜寻才是 哪会这么大张旗鼓啊 只可惜不在大进 嗯 在大进怎么了 在大进 本王就直接拿了他们 严刑拷打 总能问出一二来 别这么暴力 巫族对咱们也没做过什么 总不能 一上来就喊打喊杀的 就算咱们还在大进 遇着这种事情 依旧会是慢慢试探 哪有直接地对人家动粗的 再说 我挺喜欢赫连如月 那个小姑娘的 说起赫连如月 云素英就突然想起 之前她送来的那个双灵丹 你先等等 我拿个东西 这是什么 说是巫族那边的密药 叫双灵丹 在巫族那边 极为稀少 这东西里头 混了替你解毒的几位药 所以 这东西能替我解毒 那不行 这里面除了你要用到的 那几位药材 还混了好几位其他的 而且 经过炼制之后 药性早就已经生了变化 对于你解毒无用 不过 这双灵丹的确是好东西 虽不说 生死人 肉白骨 可拿来保命 却是一等一的 这个 你好声收着 随时待在身边 别离身 关键时候能够保命 既然这么好 你拿着 你的命 比本王的命重要 阿渊 只要你安好 本王才能安好 你若没了 再多的灵丹妙妖 本王也不要 君九渊 你怎么能这么好啊 本王什么时候不好了 听隋风说 你去见赫连亭了 怎么样 打听到什么吗 差不多吧 我试探着 问过赫连亭 他再三交代 寻人的时候 千万不能伤了人 要将其当成 巫族贵客 这么说 我之余巫族 应该不是坏事 应该是 若不然赫连亭 也没必要这么 小心翼翼 大可用别的手段来找 那怎样才能确认 阿渊就是巫族 要找的密钥 还有那个圣灵谷 当真能确定 阿渊的身份 那个圣灵谷 估计跟阿渊 真的有些关系 之前赫连亭 就已经见过阿渊 只是没直接接触 而且昨天 阿渊变回人参之后 圣灵谷就生出了变化 直接融入了 赫连亭的手心之中 变成了胎记一样的东西 连赫连亭现在 都满心茫然着 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胎记 什么样子的 有些像虫子 圆糊糊的 还有翅膀 是不是蝉 好像是有些像蝉 你怎么知道 我昨天变回人参的时候 手腕上 也出现过蝉形的胎记 不过是金色的 而且只出现了一会儿 就消失不见了 因为就那么一小会儿 我还以为 是我的错觉 那胎记之前就在这里 后来就消失了 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昨天睡醒之后 变回人参的时候 只不过错眼间 就又没了 你居然也生了印记 看来那圣灵谷的异变 真的跟你有关系了 眼下 已经知道巫族寻你 应该没有恶意 至少赫连亭离开大越国前 得到的交代 是绝不能伤你 而且巫族纯血 对你有大补 你身上的变化 也跟巫族 有脱不掉的关系 而且有件事情 我还没告诉你们 我刚才问过何连亭 那万毒兵蝉 有名血骨蝉 就养在巫族圣地的 万古池之中 而且全天下 恐怕也只有那里才有 巫族这一趟 恐怕非去不可呀 你们是什么打算 是小隐门阿音的身份 还是先接触一下 何连亭 让他知晓 阿音就是巫族所寻之人 小就是说 万毒兵蝉 不是 就是血骨蝉 就在巫族 对 王爷之前听闻的那次 应该就是赫连亭说过 巫族意外放出血骨的那次 那血骨蝉 是横与长老所养的 因为那次意外 被他浸在了万古池身处 想要讨要的话 恐怕也只能找他才行了 如果你不愿意 让巫族知道你身份 我也可以去跟 宇恒长老求这东西 看在伤行的份上 他应该不会拒绝 阿音 你怎么想 巫族这趟 我肯定是要去的 之前赫连如月 给我的双灵丹里 用到的药材之中 就有阿元解毒 需要的那几位药引 如今 就连血骨蝉也在巫族 无论如何 我得将东西拿到手 你能确定 赫连亭没有恶意 至少现在没有 我未曾流露出 跟密钥有关或是相识 他没必要骗我 况且他现在 也没有弄清楚 圣灵谷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我套过赵玉的话 赫连亭跟他说的 与跟我说的没什么差别 再加上赫连如月之前所说的 我觉得 他说的应该是真的 至少眼下来说 巫族 是没有恶意的 不过 我以前未曾听说过 密钥的事情 巫族那边找到阿音之后 具体到底想要干什么 也只有圣巫知道 那就见见赫连亭吧 我明天让他过来 嗯 好 到时亲自试试 那圣灵谷 到底是不是因我一变 你别担心 那太记的事情没告诉你 是因为跟我以前有些关系 我也不确定 那时候看到的是真是假 为何这么说 花缝 还记得吗 记得 你想不想知道 我以前的事情 你愿意说 我什么时候瞒过你 以前不说 是觉得没有必要 我人在这里 以前如何 连我自己都不在意 又何必跟你提及呢 不过 属性巫族的事情 跟以前染上关系 你要是想知道 我就告诉你 我想知道 云素音点点头 低恩了声 缓缓跟他说起 上一世的事情 有他幼时与人搏杀 也有后来遇到了老头子 他提起 他以前做的那些任务 灵酒区的人 是没有朋友的 因为 那里鱼龙混杂 什么都有 为着任务和报酬 彼此厮杀 暗害的事情常见 所以 很少有人 会真将那里的人 当成朋友 也不会将自己 后背交给他们 我跟花凤之所以 关系不错 是因为我有一次 凑巧救过他 他欠我一条命 而且 他也跟我们这些 靠着灵酒区 活着的人不同 我们是无法离开灵酒区 也不能离开 而他入了灵酒区 却只是为着寻找自己 我最后一次出任务时 极为危险 花凤怕有事 将这些人的便室给我 那东西是黑巫族代代相传的圣物 名叫 千魂骨 跟圣灵骨有关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腕上出现过的胎记 就是千魂骨的模样 花凤跟我说 这东西能够保命 是黑巫族代代相传下来的质保 我当时只以为它是说笑 便也带着 谁知 那一次任务出了意外 被追兵所伤 葬身大海 等我再醒来的时候 人就已经来到了这里 附身在了已死的云家嫡女身上 我能记得以前所有的事情 可身体却不再是自己的 再后来 我杀了那几个意图占我便宜的牙钗 见血之后 变成了兔子 摔下了牙鞭 就砸穿了马车 遇到了你 你都不知道 我当时摔下去的时候 也因为自己死定了 后来好不容易苟活 结果变成兔子 被你拎着耳朵时 还以为自己会被炖了汤 好在你当时够机灵 动得讨好卖乖 哎 生活所迫 卖艺艰难 还好 本王一时心软 要不然 媳妇都没了 所以 你怀疑你能来到这里 是因为牵魂骨 我也不知道 只不过 花凤跟我提起过 他们黑乌族内 也有个万古池 而且昨天我手上出现印记的时候 赫连亭那边 圣灵骨也发生了异变 我在想 会不会是花凤族中 跟这里的乌族 本就有些关系 我死之前 又带着花凤给我的牵魂骨 所以才能来到了这里 你别怕 我不会离开你的 等南越失了 咱们就去乌族一趟 到时候 肯定能彻底解决清楚我身上的事情 那如果你能回去了呢 你会走吗 你在这里 我能去哪啊 我本就是孤儿 无父无母 也没有任何牵挂 唯一的亲人 就只有老头子了 老头子走了之后 那个世界对于我来说 就再没有什么不同 也没有任何东西 值得我不顾一切地回去 你说什么 我说 你要找的人 我给你找到了 找到了 怎么可能 我都还没去看过 你怎么知道就是那个人 而且我昨天才跟你说了 你今天就找到了 你虽然昨天才告诉我 可 在你跟我说之前 我就已经知道 巫族密钥的事情 你早就知道 不仅早就知道 我们这次来南越 本也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你该不会告诉我 你们是从善王口中知道的 难道善王之所以朝着军九渊他们动手 就是因为发现了密钥 我要找的人 在晋朝摄政王府 差不多 还真是 到底怎么回事 你赶紧跟我说说 山王年前去大晋时 因为之前朝着林家下手 险些害死我父亲的事情 跟阿音起了冲突 阿音教训山王 本也是打算让他早些离开大晋 可谁曾想 山王却在阿音大婚那日 在他救回来的一个小丫头身上 看到了半块玉绝 玉绝 对 就是玉绝 跟你身上挂着的这块 有些相似 只是图案不同 山王看到那块玉绝 就一口咬定 带着玉绝那人 是巫族的密钥 传信回南岳 被阿音他们截获 久等不到南岳回信 就铤而走险 想要强行将那丫头带走 什么玉绝 我怎么不知道 那人身上还有什么玉绝 能证明身份呢 这就要问你了 圣巫让你们来找人 从未提及半点特征 就连你 也只能凭借圣灵谷 来判断那密钥 到底是什么人 可是山王居然知道 玉绝之事 而且单凭半块残缺的玉绝 就能确定了 所谓密钥的身份 赫莲 你们巫族那边 除了圣巫 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也早就知道此事 甚至一早 就已经开始寻找 密钥的下落了 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只是提醒你 如果圣巫要找的人 针对你们巫族那般重要 你们巫族之中 恐怕有人生了异心 这件事 我会禀告夫君 也会传回族种 你能想明白就好 那个人呢 他可还好 山王之前在大静 可又伤了他 还有 他这次是不是 随同君九渊 他们一起来了南越 人自然是来了 等一下你过去之后 就能见他 那还等什么 赶紧走啊 方才进来时 阿爷便与我说起 山王在大静所作之事 你便是他口中 所说的那个人 嗯 是我 那 那半块玉绝 可还在你手中 能不能给我看一下 当然可以 谁知才刚触碰到了玉绝 掌心就突然灼热起来 他倒吸口气 连忙松手 和掌心里的热议 却丝毫没有散去 反而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赫连少君 赫连挺手心 已经疼得有些发麻 来不及说话 就感觉掌心里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蠕动着 就见到掌心里 那块红色胎迹浮现出来 犹如活物 蠕动了片刻 突然就从他掌心脱离 一道虚影腾空而起 这是什么 云素音睁大眼 还没看清楚 那红色虚影是什么 就感觉到 手腕上也是疼了一顺 他连忙伸出左手一看 就见 之前突然出现过 金蝉印记的手腕上 那痕迹再次浮现出来 红色虚影仿佛 感受到了他身上的气息 如同受到了吸引一样 嗖的一声 就朝着云素音那边急射而去 不瞒赫连少君 我和阿音这次来南岳 除了问最善望的事情 跟南岳交涉之外 也是想要查清阿音的身世 还有这块玉局的处处 善望所作 让我二人心生忌惮 今日让赫连少君过来 也是想要问少君一句 那巫族秘药 到底是什么 还有 巫族对于阿音 到底是敌是友 我也不知道 巫族秘药到底是什么 是听我父君说起 好像跟巫族秘地有关 只是 那里除了圣巫之外 没有人能够进去 所以 你们若想知道具体的东西 只有见到圣巫之后才能清楚 不过 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 巫族对于所寻之人 绝对没有恶意 巫族 虽然是小族 可若是倾脚而出 想要找个人并不是男士 阿爷和君王爷 也都应该 是我们巫族之人的手段 若真对谁心怀恶意 便不是这般寻找 我们对你绝无恶意 圣巫已然 否则 他也不会交代出来 寻你之人 绝不可伤人 贺连婷像是怕云素音不信 他突然朝着云素音那边一挥手 两人明明间隔很远 可云素音却莫名感觉到 周围凝智下来 像是有什么东西朝着他身上看来 肉眼却几乎看不到分毫 他脸色一变 抓着君九渊的手 两人同时朝着身旁退了半步 而他 则是挥手一掌 就听到虚空之中 传来一声沉闷的撞击声后 仿佛有什么被他击退 而他掌心之上隐约泛红 诶 你居然能感觉到巫族灵力 巫族灵力 跟你们习武之人的内力有些相似 只是更加诡异无形罢了 你们也看到了 我若对你们心有恶意 大可不必询问你们的意见 直接强行将你们带回巫族就是 巫族不是没有一些特殊手段寻人 只是族鬼有令 无圣无准许 有些手段不得在外间使用 巫族也不得主动与外界挑起战士 参合外族兴衰皇权 所以当年你们险些灭了南越皇族 也是真的 那是他们挑衅在前 巫族不与人交恶 却也非与人为善之族 你刚才说的灵力 巫族所有人都能够修习 怎么可能 想要修炼得先拥有灵脉才行 我们赫连势力 能够修炼的 除了父君和哥哥之外 也就屈指可数的几人 就连我都不行 巫族之中 能修炼的人也不多 大多族人 还是以普通巫术和古术为主 而且巫族也分了很多知脉 并非人人都是灵修 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灵修的天赋 巫族族人分之众多 比如 凤山所在凤氏 便是黑骨一脉 横与长老 则是药屋一脉 还有玉氏 天生毫无灵脉 缺焰力大无穷 体质比之常人强壮 所以 无力至强 而且修炼你们所炼的内心功法时 也比外界之人更容易得多 除此之外 司空主会者 赫连主权者 没认的圣巫 几乎都是出自司空三族 即使圣巫 也同样是司空之主 明幻司空 而大越国国君 则是出自赫连市 主巫族与外界往来 很少会出现变动 总之 巫族族人的能力 十分的纷杂 一句话两句话的 也跟你说不清楚 你要是觉得好奇 想要知道的话 可以随我去巫族看看 到时候 让他们给你们表演 他们各自的能力 而且巫族 有一座藏书库 里面有很多外界难寻的古迹珍藏 我记得阿叶说 你精通一读指数 恒云长老的医术 也是极好的 而且他们难以卖中 也有擅使读物的 你还可以跟他们交流 让他们教你 要无指数 我能学你们巫族的东西 当然可以 巫族秘术 对于别人来说 肯定是不能学的 可你不同 你既是圣巫所寻之人 又是咱们巫族血脉 等去了圣地 见过圣巫之后 这些东西 对于你而言 自然也都是能够知道的 圣巫向来大方 特别对于看重之人 我信 你问阿叶 他当年 虽然没去过巫族圣地 可是圣巫对他 却也未曾小气 给了他不少 连我都没见过的好东西 这个 他倒是说的没错 圣巫是个很大方的人 怎么样 我没骗你吧 要不要跟我去巫族 跟你回巫族倒是可以 只不过 我有两个条件 你说 我要阿叶和小舅同行 还有 我身边的几人 他们既然来了南越 自然要跟我一起 阿叶可以 他本就是巫族之人 君王也 应该也没问题 不过 其他人 巫族一般 不允许外族之人入内 到时候 他们可以跟着你们 先去大禹国 等我和父君 跟族内秉明之后 要是族中允许 他们 也可以一同进入族内 只是圣地那边 你们前去 朝见圣巫之时 他们肯定是不能去的 他们不能进入圣地 不仅是因为族归 也是因为 非巫族血脉 进入圣地 会承受不住 圣地之中 弥漫着血脉灵气 对于巫族之人 大有弊 可对外族人 却犹如毒物 沾染上之后 还会让他们身体出问题 所以 他们肯定是 进不了圣地的 既然如此 我也不强求 到时 若实在不行 就让他们留在大越国 托贺连少君照顾 没问题 那 另外一个条件呢 我要血骨蝉 不只是血骨蝉 还有百年份的范叶花 破园草 以及怀叶半枝冬 请你们得先将这些东西 给我之后 我才进巫族 阿爷之前说的 那个需要血骨蝉解毒的人 是你们 是本王 阿渊早些时候 深重歧毒 必须要血骨蝉 和这些药材解毒 我们这次来南越 也是为了此事 只要你能让你们族中 将这些东西给我 我便跟你一起回巫族 去见圣巫 你可以传信给你们族中 他们若能将这些东西给我 到时候 不管巫族所求 只要不伤及性命 不怀有恶意 我都尽力配合 绝不食言 就只是这些 就只是这些 阿渊体内的毒 被我暂时以亲针封印 可这封印 只能再维持两个月左右 所以 只要你们能赶在这之前 把东西给我 与我 与阿渊来说 就是救命的大恩 我们夫妻二人 向来恩怨分明 有恩必报 只要能替阿渊解毒 届时 巫族所需 我们也会尽量满足 绝不推脱 当然 前提是 巫族没有加害之心 当真 嗯 一言就定 好 我虽不知道 圣巫寻找密钥 到底是为了什么 可我信他 他绝不会伤害无辜之人 族中讨要血骨禅 至于其他药材 大越国国库就有 只是那血骨禅 剧毒无比 若是运来南越 稍有不慎 就会惹出麻烦 不用送来南越 留在大越国就行 巫族的事情既由你出面 善王我们也不必再拿着 稍后国宴之后 跟南越交涉 将他们动兵仪式处理好后 我们将善王交给了南越 就随你一起去大越国 到时候 借少君的地方 替阿渊解毒 好 我这就让人传讯父君 你放心 那血骨禅 肯定没问题 到时若是可以 让横宇长老 也去一趟大越 说不定 还能帮上你的忙 让君王爷 能够彻底解毒 恢复如初 那就多谢贺连少君 阿渊所说 便是本王之意 善王的事情 要不要我帮你们 跟南越皇室去谈 不用了 这是大进跟南越的事情 巫族不必惨可 对了 我可以见见善王吗 关于巫族密钥 还有那半块玉绝的事情 我得问清楚善王 是怎么知道的 可以 他脑子里 被人中了东西 哼 我就说 他怎么能咬死了不开口 石髓骨是什么东西 就是以人脑随为实 能够在不破坏外表的情况下 将人脑子掏空 而人死后 若不破开头颅 是完全发现不了的 石髓骨被下了禁止 将与巫族密钥的事情 全数锁了 善王但凡开口提及半句 就会处罚 不过你们放心 这东西我解不了 族中有人能解 等我把善王带回族中 让人解了他体内的石髓骨 自然也就能知道 是什么人在搞鬼了 你未必能将他活着带回巫族 阿渊的意思是 那石髓骨 如果真像是赫连少君说的那么厉害 也就意味着 给善王下骨 让他暗中搜寻密钥的人 早就防备着他开口 连你也解不开的禁止 想必 不是巫族人人都能做到的 换句话说 你就算真将他带回巫族 也未必能让他活着 到禁止解开 开口的那一日 你们是说 这次巫族来的人里 就有与善王有关的 善王不是傻子 无力可图的事情 他也绝不会做 换句话说 能让他帮忙寻找密钥 甚至明知道 有可能会冒犯巫族 却依旧答应下来的 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人而已 巫族中 谁与他交好 谁又能不知不觉地 对他下了石髓骨 而不被人知道 有谁 有那个能耐 落下连你也解不开的禁止 很明显不是吗 明大哥是说 凤山 不可能 他没那本事 凤山的确是精通巫术 可是 石髓骨不是那么容易 养得出来的 关键 他也没能力 想那种禁止 他是没本事 那他身后的凤氏呢 而且 他不是还有个叔父吗 我记得凤山那次 朝我下死守的时候 按照巫族族规 他早该被带回圣地受罚 且以巫族的族规 他至少二十年内 是不能出禁地的 更不可能继续留在大越国 当凤氏长老 当时就是他那位叔父出面 将他救下来的吧 我记得 他叔父在巫族之中 地位应该不低 而且凤氏 本就以修炼黑古术为主 那位圣地长老的古术 更是整个巫族之中顶尖的 你是怀疑凤岩长老 不是怀疑 而是很有可能 不是吗 那位长老就在圣地 前与圣巫 也时常相处 他有些什么手段 知道密钥之事 在告知凤山他们 应该不是奇怪的事 而且以他的本事 想不惊动外人 给善王下骨 设下禁止 应该不是难事 凤岩长老 的确有能力做到 可他为了什么 他性格不争 对圣巫也极为尊宠 而且凤岩长老 对巫族兴衰 更是看得比什么人都重 凤山上次犯事了之后 虽然被凤岩长老压下来 可事后 凤岩长老 却延长过他了 他为什么要暗中寻找密钥啊 这就要问你们自己了 巫族的事情 我知道的不多 就连着密钥的事情 我也是刚听说不久 阿音对于巫族来说 到底是用处 也只有你们自己清楚 至于那个凤岩长老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他对巫族忠诚 不代表不济于密钥之事 对阿音也毫无恶心 人心本就多变 谁能保证 谁就真的是彻底的好人 毕竟 哪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山王跟凤山相交 就被人下了骨 而且凤山之前来后 第一件事情 也是讨要善王 你难道不觉得 这些巧合的过分了一些吗 其实想要知道 是不是那个什么凤岩长老 也容易得很 赫连少君也说过 善王身体里那个禁止 你虽然解不了 可巫族之中有人能解的 你只要假意 要带善王回去 若真跟凤山他们有关 他绝不会让善王活着 回到巫族 好 我会跟南岳皇帝提起此事 到时候 带善王一同回巫族 王妃 王爷这是 刚才在海里 我们被海兽围攻 阿渊不得不动用了内力 金针禁止被破了 恒与长老帮忙压制了 阿渊体内的毒性 能保他暂时无碍 待会直接带他过去解毒 真的 太好了 君王爷没事吧 还有王妃 你们也太不小心了 怎么会掉进了海里啊 这片海域里海兽极多 今天更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都疯了似的攻击船只 好在少军不顾危险的去救你们 又有 恒与长老亲自露面施救 否则 怕是你们真会殒命在这里 不过 你们也是运气好 那么多海兽围攻 都能平安回来 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 眼下虽然已是春天 可到底海水寒凉 刚才 又有那么多海兽围攻 还是快将君王爷送去宫中吧 你们也好去看看 看有没有被海兽伤着 凤山长老 好像很关心我们 你们是族中贵客 我自然关心 况且 也相识一场 若是他们出了事 我也会心中难过的 是吗 没想到相识不久 凤山长老对我们的感情 居然这么深了 只是不知道 善王和青鸡如何了 说起来 他们此次来巫族 也是为着要事 若是在海中遗失 又撞上了那些海兽 有个什么万一 可实在可惜了 那主伯二人 青鸡 什么青鸡啊 那船上 有叫青鸡的人吗 那人不该是东隋吗 凤山长老不知道吗 我们此行南下时 除了抓住了善王之外 还有他曾经放在 大镜经中的密探青鸡 那青鸡 可是绝艳美人 一身探子的本事 无人能比 我和我家王爷惦记着 这种美人 善王应该愿意赎回 原想着此次 到了南越之后 用他换取南越皇室赔偿 可后来想着 他跟善王主仆情深 就索性 让他跟着善王 一起来了巫族 你同情他们主仆之情 可他们却是命不太好 之前船上出事的时候 那青鸡就跟善王一起 被海中暗流卷走 他不是叫东隋 谁告诉你他叫东隋的 我们王府里 的确是有个叫东隋的丫头 可他身骄体弱 又恰好身子落了伤 就留在大镜养着 哪能长途跋涉来南越呢 可是善王 你们耍我 你这么动怒做什么 青鸡不是密钥 被卷入海中暗流里的人 不是你们巫族想找的人 不是好事吗 凤山长老忠于族群 该觉得高兴才对呀 可你现在的这副表情 脸上写满了不甘和愤恨 你才愤恨什么 恨你费尽心思 闹出这么大一出戏来 最后弄走的却是个冒牌货 还是恨你在船上 推我和阿渊入水 就没将我们和赫连少军 害死在那海域里 你胡说八道 什么推你们入水 刚刚明明是你们自己 掉进水里的 还有你说的青鸡 它不是密钥 当然是好事 我只是以为密钥出事 所以才会担心 我是关心族中的事情 哼 关心族中 你要是真的关心 之前船只出事 青鸡丢失时 怎么不见你下水去寻呢 反而只眼睁睁 看着你们族中密钥丢失 你到底是怕密钥出事 还是因为你弄错了人 心有不甘 你 别污蔑我 是不是污蔑 你心里清楚 那满船之上 只有你以为那船舱里面 关着的是你们巫族的密钥 也只有你 才在乎 善王是生是死 之前一路上 你几次想要派人 入他们船舱的事情 你以为没人知晓 还是觉得 你去探善王化石 想要接近青鸡时 做得有多隐秘 哼 你早就对密钥心存不轨 怕善王在大境截杀不成 后又想要在南越出手抢夺 要不是赫连少君和我们 一直都防着你 将人安置在姓林居中 根本不给你机会靠近 说不定 早在南越时 你就已经对密钥动了手 云素音 我知道之前在南越时 我跟你们有所误会 早前跟林京夜夜 曾有嫌喜 你们因为他而厌恶我 却不能因此 就信口雌黄地污蔑于我 密钥关于巫族命脉和将来 我只不过是因为奉命押送 想要看护罢了 何曾起过半点歹心 至于善王 我的确跟他交好 可那也是因为族中 与南越关系莫逆 我与他算得上有几分私交 却也仅仅只是私交而已 可上级密钥 他在大进截杀之事 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他们所拿善王那么长时间 他可有提及过是我指使 林京夜 早前咱们的确有过摩擦 我也曾因一时之气 做错了事情 可当时族中已经惩罚过我 那之后 我对你处处避让 你却还是咄咄逼人 因那点旧怨 就教唆旁人来这般诬陷于我 是否太过了一些 你若对我有怨 大可直说 可是密钥之事可大可小 更关乎巫族将来 你怎能借慈士 和少军联手故意害我 你算什么东西 值得我跟人联手陷害你 你说我们陷害你 那你倒说说 山王脑子里的食髓骨 和禁止是谁下的 还有嗜血骨 你在外动用禁术 擅自用嗜血骨吞噬 他人血气生机 用作自己修炼 也是假的吗 别以为山王没了 嗜血骨死了 你就能够狡辩的了 那中了嗜血骨的人 还活着呢 至于山王 我也用刘影石 复刻了当时 审问他的情形 别以为 山王死了就死无对证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已经很长时间 没去过南越 也没见过山王 从不知他体内 还有什么食髓骨 山王的事情先不提 我和我家王爷落水的事情 你认 还是不认 当然不认 我又没做过的事情 凭什么要认 你可知道 我修的是医毒之术 那又如何 不如何 只是在登船之前 我就防着你会对我和阿渊 还有小舅动手 所以 我们三人身上的衣衫之上 都沾着我独门秘制的七药箱 寻常接触不会激发 可若是以内力碰触过我们三人 或者是伸染离心伞的人 意图攻击我们 碰触过我们三人的地方 就会出现中了七药箱的毒 整个船上 只有你们巫族的人体内 被我下了离心伞 哼 什么七药箱离心伞 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不必吓唬我 我根本就没动过你们 是吗 那你的意思是 你用不着我替你解毒了 什么叫巫族的人体内 被你下了离心伞 你该不会给我们也下了吧 下了 我信不过你们 自然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 就跟着你来巫族 你与其在这里狡辩 你没有做过那些事情 倒不如先看看你自己的手 七药箱和离心伞结合之后 便会毒发 刚开始不会有太大的反应 只会让人身体发麻 半个时辰后 毒素爆发 就会开始腐蚀骨肉 你居然下毒 你要不是朝着我们动手 又怎么会激发离心伞的毒呢 说起来 整艘船上中了离心伞的人 比比皆是 怎么就只有你一个人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本想着你要是实话实说 我还能饶了你 可如今毒发 你就好好受着吧 凤山文言刚想说话 就感觉到胳膊上一阵剧痛传来 像是千万只蚂蚁 在啃视着他的胳膊 他下意识地挥手 想要甩开那些异物 却不想 刚一甩时 就听到什么东西 啪哒一声 落在地上 哎呀 周围的人都吓得 骑爽爽地倒退开来 满眼惊恐地 看向凤山 而刚才 被他甩掉的东西 赫然正是只剩下 半面白骨的手掌 那手掌齐腕而断 上面的部分 也只剩下森森白骨 腐肉还在继续往上蔓延 横宇长老 横宇长老救我 横宇长老也是吓了一跳 他连忙一把抓住 身旁人的长刀 抬手就朝着凤山右臂砍去 凤山疼得惨叫出声 而不断朝着他身体上蔓延的那些青黑之色 可不等横宇长老松口气 下一瞬 凤山却又继续疼得叫了起来 就见他被砍掉的右肩之上 本来的血色之上 弥漫出一些青黑细腺出来 随即像是有什么东西蠕动 那些青黑再次凝聚起来 重新开始了吞噬 速度虽然比之前慢了一些 却依旧没有停下来 更可怕的是 刚才落在地上的断臂上的污血 沾染上了凤山的腿上 那一点乌黑 瞬间腐蚀了他身上的衣物 他腿上也开始像是刚才的胳膊一样 露出一大块的白骨来 血肉化成乌血 落在地上 滋滋冒着白烟 都脆远点 别碰他 横宇长老手中拿着化毒丹 想要给凤山喂下 离心伞是以心脉为瘾 化毒丹只能保他一时 等药效一过 他体内的毒只会成倍地返还 知道什么叫离心伞吗 古有秘术 能将活心剥离而人不死 以剧毒吞噬脏腹 套空骨倔筋脉 只留下一张完好无损的皮子 和一颗跳动的心脏 视为离心 只可惜啊 我只学到了一点皮毛 做不到古人那般神迹 所以 这离心伞 只有一半功效 能够让你哪怕浑身腐烂 血骨分离 却还能保你心脉不绝 它会一点点腐蚀掉你的身体 骨骼 却不会朝着你脑袋里蔓延 有心脉维持 神石不散 说不定 你还能亲眼看看 你那颗心 到底是个什么颜色 云素音的话 吓住了周围的人 也同样吓住了凤山 我 我错了 我不该动你们 我错了 求你饶了我 求你饶了我 云素音面无表情 是我脑子糊涂 是我退军救援入水 我错了 我求你饶了我 我再也不敢了 海兽的事情 是不是你搞的鬼 是我 是我 是我愿和你们在南岳再三不给我脸面 也恨贺连亭帮着外人遮住于我 我早就对你们怀恨在心 所以 才故意弄掉了 玉手香 拿着族中的 粉叶化粉撒在了船上 还在你们身上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谋害族人 你知不知道 那船上有多少人 又知不知道 那些海兽发起风来 根本不会辨别落水的人 到底是谁 要是之前真的被海兽毁了船只 所有人都落水 今日会有多少人 丧生在海兽口中 那些人里 可有过半 都是咱们巫族的人 凤山疼得速速发抖 至于别的人 是生是死 与他何干呢 横宇长老或许是反应过来他的心思 脸色越发难看 怒吃道 那善亡体内的食髓骨呢 是谁下的 是谁让他去搜取密钥 还暗中下手掠夺 凤山疼得惨叫不止 根本说不出话来 云素音皱眉便可 冷声说 张嘴 凤山下意识张大了嘴 就感觉到 他弹了力什么东西 到他嘴里 而原本不断吞噬蔓延的毒 竟是被暂时压制了下来 袖连的剧痛 也减低了一些 凤山脸上露出欣喜 别搞兴得太早 这只不过能抑制 你体内临心伞半个时辰 半个时辰后 若无解药 你依旧没命能活 说 是谁下的食嘴骨 你要是不老实交代 今天就算云素音饶得了你 我也饶不了你 我想 你应该不想体会 被扔进万古池里 是什么感觉吧 那食嘴骨是我下的 善王也是听我的话行事 胡说八道 凭你的古术 怎么可能有本事 借着食嘴骨下了禁制 连我也无法解开 而且你从哪里 知道密钥的事情 深屋之前 一直未曾下令 让人寻找密钥 族中之人也是 月余钱才知晓 密钥的存在 可是善王居然在半年前 就知道了这事 还知道密钥身上 留有我巫族玉爵 甚至还在大劲动手 想要杀了他 你说是你干的 那你倒是说说 你从哪里知道 这些事情呢 连圣巫都未曾提过 那块玉爵半句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凤山紧抿着唇 那仅剩下的一点理智 告诉他 绝不能将叔父牵扯进来 叔父在 至少还能保他 可叔父要是出事 别说是他 就是整个凤事 上下都完了 是我无意间听到的 还真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呀 既然他不肯说 那就别说了 等到他化成一堆烂泥 只剩颗心 还跳动的时候 赫连少君记得 将他的心拿去交给 他想要保护的人 好好看看 也免得他的忠心耿耿 到死都没人知道 你还不说 这般剧毒要是现在止损 还能保住你一条命 可要是等真的 腐蚀到你五脏六腑 就算是神仙也保不住你 你真要嘴硬到送命不成 我说 我说了 你就饶了我 看你说的是真是假 好 我说 那十骨髓 的确不是我下的 是 他说话之时 眼里瞬间露出恶毒之色来 仅剩下的那只手 猛的一撑地面 就朝着云素金扑了过去 是谁下的 你变成了鬼 再去地狱里问阎王去吧 云素金早就防着凤山偷袭 横身一闪 抬脚就踹在了他腰腹之上 直接将人踢了出去 吃饱了吗 似是听到他的声音 两只小东西摇摇晃晃的 飞到了云素金的身边 你 你才是密钥 原来你才是密钥 金蝉似是能感觉到人性善恶 也能感觉到 他人对于自家主人的恶意 他扇动了翅膀 突然飞了起来 猛地朝着凤山那边 急驰而去 金光落在凤山身上时 他顿时惨叫起来 小家伙 回来 那金蝉像是听懂了似的 又叽叽叫了一声 才飞回了云素音的手中 也理他 他活不了了 小家伙叽叽地叫了几声 他想要我的命 我自然不会放过他 就算我饶了他 巫族的人也饶不了他 小家伙闻言 这才高兴起来 我没事了 你先回去 我不叫你 先别出来 小东西轻叫了一声 这才化作一道金光 重新回到了 他左手手腕之上 你也回去 记得 帮我护着阿渊 小家伙蹭了蹭他指尖 像是答应他一样 发出一些叫声后 就化作一道红光 朝着军酒渊急射而去 片刻 消失在他手腕之上 阿渊 你怎么样 我没事 吓死我了 刚才那些蛊虫突然出现 我还以为 还好你们能够克制蛊树 你这个疯子 要是阿渊出了什么事 你们奉侍 满足上下的性命 都赔不起他一个人 那又如何 他既然是密钥 本来就该是我巫族之物 我不过是想要将他带回族中 我手段已激励了一些罢了 我跟他有仇 他就如此害我 要是将来你们跟他起了嫌隙 那离心散督发 他也绝不会放过你们 到时候 今天的我 就是明天的你们 你们也会跟我一个下场 哈哈哈哈 凤山正哈哈大笑时 却好像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了魔梗 整个人更是被无形的 能量拎着脖子 重重地摔在地上 荒谬至极 傅君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三人奉圣巫之命 前来保护密钥 却没想到 刚刚从圣地出来 就听闻贺连廷那小子 领着密钥乘坐的船只 出了问题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代表族中 我巫族怎么出了你 这么个歹毒狠辣的玩意儿 就凭你 也敢挑拨女娃娃 与族中的关系 密钥对巫族而言何其重要 举族之力也得护着他一人 更别说是你先对他们起了恶意 朝着他们动手 人家就算是真的将你大卸八块 那也是你活该 我看族中谁敢替你出头 为难人家女娃娃 敢伤密钥者 就是与整个巫族为敌 密钥对巫族来说无比重要 圣巫也曾说过 绝不能伤密钥半点 凤岩长老觉得呢 还是凤氏与咱们其他族人不同 凤山 是谁让你擅自做主 朝着密钥动手的 你可知他对我们巫族有多重要 又知道他关乎巫族将来 叔父 你行事向来肆无忌惮 我从不与你追究 只要你不违背族规 凤氏上下也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可是你这次 居然敢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 做手脚 甚至闲些毁了圣巫的交代 亏得我之前还再三叮嘱你 让你定要好好护着密钥回族 你就是这般去做 我交代给你的事情 叔父 是谁所使你朝着密钥动手 甚至想要害我们凤氏于不义 你这么做 对得起你的父母亲人 对得起族中多年养护吗 凤山满眼不敢置信地看着凤眼 明明是叔父让他去找密钥 也明明是叔父告诉他 只要找到了密钥 得了他体内骨血炼花 他们从此往后 就不必再受司空挟制 也不必再看圣巫的眼色 凤氏也能成为巫族之主 凤山脑子里乱成一团 满眼通红地 抬头看向凤眼 可当目光触及凤眼 满是冷漠的眼时 却是陡然 像是被人泼了一盆冷水 瞬间冷彻心扉 他不是一个人 他还有父母亲人 还有凤氏上下无数族人 凤山眼中的怨恨 一点点退去 对不起叔父 是我一时糊涂 起了邪念 邪念 你可知道 你险些回了巫族的将来 我没想过背叛卒中 也没想过要回了密钥 我只想先赫连世一步找到密钥 将他带回来 为凤氏为功劳 是我对不起凤氏 也是我起了贪心 出生东西 凤氏像是怒急 朝着凤山猛的一挥手 就见一道黑影 朝着他蹊跷里钻了进去 随即就听到凤山一声惨叫 那脑子突然爆裂开来 鲜血四溅的 是凤山死不瞑目的眼 凤氏 你 敢伤及族中利益 背弃巫族之人 死不足惜 就算死不足惜 也该等到审过之后 再由圣巫定夺 圣巫已经闭关 谁也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才会出来 圣巫闭关之前 将族中之事 交由我们来处置 不过是一个背叛巫族之人 何须再审 我奉侍忠于族中 从无背叛之心 容不下这种为一己私利 就罔顾族中命脉前程之人 若是圣巫出关之后怪罪 我一力承担 小姑娘 你就是贺连世找回来的密钥 凤燕长老有何指教 你不必这般敌视凤氏 我等从无伤你之心 凤山所为 也是他一人贪欲所起 跟巫族其他人没有半点关系 我凤燕以凤氏长老之名 在此跟你保证 带你去族中之后 便是凤氏上下贵客 若有谁人敢伤及你半点 我凤氏 绝不与他善罢甘休 也定会护着你 在竹中安全 凤山之士 老夫也欠你一个人情 还望你大人大量 别因此事迁怒了巫族 凤燕长老口齿伶俐 我自愧不如 不过 你有句话还是说对了 我没理由怨恨巫族 我本就不是巫族之人 不过是用赫连少君邀约 才来巫族一趟 凤山背叛的是巫族 不是我 他所行之事丢的 也是巫族的颜面 不是我的颜面 如果连凤燕长老和巫族各位 都不曾生怨 我一个外族的人 又何必去恨一个已死之人呢 至于别的 我跟凤氏上下并无交情 也不是什么以德报怨的人 我这人生来就心眼极小 凤山害我夫君独发 险些要了我们夫妻二人性命 所以 凤燕长老的好意 我先领了 那所谓的人情就算了 凤氏如果针对我们夫妻 有半分歉意 那就离我远一些 否则我怕凤山留下的阴影 会让我忍不住 对凤氏之人动手 到时候伤了大静 与巫族之间的和气 反倒不美 横宇长老 我家王爷毒发耽误不得 不知道血骨缠在什么地方 我得先替他解毒 哦 我带你们过去 君九渊吸收药力 足足用了近两个时辰 再睁眼时 一股隐隐的暖流 迎满体内经脉各处 盘踞在丹田之中 整个身体变得轻盈 又充满了力量 君九渊从桶里起身 只身形微提 人就已经轻飘飘地 从水中盆空而起 落在一旁的地面上 感觉怎么样 很好 好得有些过分了 云素音上前 握着君九渊的手腕时 正想用内力查探他体内 却不想 原本能够顺顺当当 进入他身体里的内力 却在探入片刻 就被弹了回来 啊 隐约反噬 让得云素音闷哼出声 君九渊连忙控制住 体内乱窜的力量 我体内力量 有些控制不住 应该是你吸收了 那些药力之后 体内能量增长太快 所以一时间不能适应 我瞧着 你身体是无恙的 而且 气血充盈 情况好得不得了 等过上几天 你慢慢适应了 身体里的力量 也就能够控制了 看来 这次解毒的效果不错 谢谢你 阿印 从此往后 你不用再被体内的毒影响了 也不用再实时担心毒素爆发之后 会要了你性命 我们 能一直一直地在一起了 夏侯文生看着抱在一起 你弄我弄的二人 他面无表情地翻了个白眼 心中咆哮 能不能看看这屋子里面 还有别的人呢 能不能考虑考虑 他这单身狗的感受啊 这是我父亲留下的东西 也只有我们这一只 才有权力支配 如今 我便将它赠给你们 这千年十种乳灵液 能够萃体 亦能够做灵力修炼 催炼灵脉气海 我能感受到 你开启了灵脉 希望此物 能够助你早日踏足真境 成为巫族壁堡 君酒焰愣住 云素焰愣住 林经夜几人 也都是纷纷露出错愕之色 开启灵脉 凤井善是在说君酒渊吗 君兄开启灵脉 怎么可能 你们不知道 你们没告诉他们 还没来得及说呢 你就已经先开口 昨天横宇长老 在听你解毒的时候 就察觉到你体内 因为药毒之力的冲击 衍生出来一条灵脉 且那些药力 也增强了你的体内灵力 如今你不懂得灵修之法 无法收敛灵力外溢 气海充盈 灵力贯通经脉骨骼 浸润五脏六腑 还有一部分难以受控 你自己应该也能感觉到 你体内灵力动荡才对 赫连云天说话间 朝着君酒焰一挥袖 君酒焰敏锐地感觉到 空气之中的灵力波动 下意识地一伸手 就感觉到一股力量 被他挡了回去 身前空空如也 肉眼什么都看不到 可那犹如实质的碰触之感 却让他无法告诉自己 那只是错觉 未曾开启灵脉之人 是感觉不到灵力波动的 而如今的你 却能够捕捉到灵力 正是因为你体内衍生出了灵脉 旁边的云素音 略显诧异地看了赫连云天一眼 没有开启灵脉的人 感觉不到灵力波动吗 可是他刚才也察觉到了 那股突然出现的能量 而且还清晰看到了 那能量流动的痕迹 我昨天解读之后 体内的确 新生出一股难以掌控的力量 我原以为只是内力增长 那不是寻常的内力 这位就是灵修一脉的强者 也是我师叔瑞赫长老 是我特意连夜 将他从密地之中请来的 旧员 你可愿意让瑞赫长老替你看看 嗯 你的确 一生灵脉 可具体情况如何 得让老父子戏探查一番才行 你可愿意来让老父看看 麻烦前辈 不麻烦 伸手 君九渊伸出手来 就见瑞赫长老的指尖 汇聚出一道白光 将其点在他的掌心之中 一点温热之后 那白光在靠近他肌肤时 就快速钻了进去 君九渊只觉得 掌心突然烫了起来 那白光钻进掌心之中后 化作一道暖流 顺着他手腕 朝着身体之中 快速蔓延开来 像是温水 鼓鼓流淌在血脉之间 不断朝着身体伸出弹去 而他体内原本就控制不住的灵气 越发激荡起来 不必低荡 这灵力不会伤你 君九渊原本想要抵抗的心思 瞬间弱智 而没了他体内的阻拦 那暖流 静止朝着身体各处弥漫 片刻 君九渊身上突然白光大作 呼天盖地的灵气朝着他身体周遭汇聚而来 远远看去 竟像是将他整个人都包裹在内 而深遭的灵气 争先恐后地朝着他身体里面涌去 天灵脉 居然是天灵脉 天灵脉 瑞赫师叔 你没看错吧 老夫修炼上百年 怎会看错 传说 天灵脉者 皆是天降之人 此致堪必妖孽 且灵脉开启之后 无需修炼 也能无时无刻地 吸收天地灵气 淬炼几身 寻常修炼一月 更是能抵常人数年之功 老夫还以为 这只是古籍之上传说而已 却没想到 这世间居然真有天灵脉者 还出现在我们巫族之中 这是巫族大姓 更是他们灵修一脉的大姓 赫连云天也是面露欣喜 两人都是死死的看着君九渊 却见他原本吸收灵气之时 脸色却突然变得苍白 身上更是出现凝脂之相 不好 天灵脉旗 这周围的灵气 根本不足以让他吸收 赫连云天闻言 脸色顺变 每一个灵修之人 开启灵脉只有一次机会 而第一次吸收的灵气越多 让灵脉越充盈 将来所能踏足的境界就越高 也越能走得更远 我送他回宫中修炼之地 来不及了 你宫中修炼之地 灵气也没有多少 且他这种情况 若是移动之后 灵脉便也算是废了 芮鹤长老目光微沉 看着君九渊身上 有力竭之相 而那些天地灵气 居然开始消散 他咬咬牙 偷然朝着自己的气海一点 蓬勃的灵气 瞬间从他身上爆发了出容 师叔 君九渊 老夫帮你 并非是为你一人 而是为着灵修一脉 也是为着整个巫族 老夫行将旧木 以巫将来可言 可你不同 云素因也不同 你们二人的将来 谁也看不清楚 老夫如今 愿以一身灵力 助你成就机缘 让你早日能破镜 只希望你们将来 能看在老夫的份上 庇护巫族一二 能在灵修一脉 若有危难之时 出手 助他们一回 我恐怕 没那么大能力 你应该知晓 我只是外族凡人 身后虽有一国 可于巫族而言 却难成助力 巫族的能耐 我尚且未权之道 可却 绝对在诸国之上 要是巫族遇到什么危难 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解决 那凭我一己之力 也未必能够帮得上 你可以的 你太小看灵修之能 也太小看你自己的潜力 你可知何为灵修 你天命修神魂 修为到了高深处之师 会守之间翻江倒海 如有神力 而你是这片土地上 唯一有希望 踏足那般境界的人 不 或许还有他 巫族之师 从来都不是异族之师 管乎的是整个苍盛 巫族留在此地 并非世代群居 而是为了镇守 若巫族犹难灭族 无人在心镇守 解释 天魔将至 这片土地上的人 谁也逃不过 君九渊和云素音 都是脸色一变 天魔 那是什么东西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你们早已与巫族同名 就算你不是密钥 他未曾开启灵脉 巫族生死 也与你们生死 绑在一起 他说完之后 也没再理会 满脸惊疑的云素音耳人 林家小子 你早就察觉了 对不对 这几年 你一直在找的东西 找到了吗 林晶夜心中一惊 为何长老此言何以 我何曾找过什么东西 你不必遮掩 你虽然一直隐藏得很好 可出入巫族数字 与探索圣地深处密境的事情 又怎会无人察觉 只是圣巫一直纵容 我们几个老家伙 也懒得与你计较 老夫可以告诉你 你知道的那些 的确是真的 可是就算你找到了 想要找的东西 也难以抵挡 晴天之祸 圣地一日还在 就能护着这片土地一日 可若圣地毁了 就算你找到了东西 也拦不住任何人 皆是这整片大地 都会沦为地狱 他们逃不过 你也一样 锐鹤长老的话 让得林晶夜脸色大变 老夫时间不多了 你们若想要知道 可以随赫连他们 一起去见圣巫 他会告诉你们 一切的 这是老夫的身份 引领 里面不仅凝聚了 我多年修炼所得 更有我一身灵力意志 至于你身旁 能够让你修炼更顺畅 你若愿意 从今往后 就是老夫的徒弟 以此身份入 灵修一脉 得 老夫 传承 之后 会有人教导你 灵修上面的事情 只希望你能看在老夫的面上 将来保佑巫族一二 君九渊迟疑了下 没去接的东西 你不信老夫所言 君九渊 强求了 你不愿意 也没什么 这东西 依旧给你 便全当是老夫跟你 缘分一场 等老夫走后 你将此物 给灵修一脉的人看 他们 不会 为难你 我答应你 若有能力 会庇护巫族 你 我能感受到 您对我 并无加害之心 我信您的话 即使命运相连 若将来 正如您所说 我和阿尹拥有那般能力 定会尽量 护巫族 好 好 锐鹤长老侯间 连到了几声好后 那维持着他的生机 就彻底消散 闭眼时 嘴角 还带着笑 君九渊伸手扶着他 就察觉到 他已经弃绝 阿尹 我相信小舅不会害我们 有什么事情 回头再说 先让他们进来 你的事 稍后再说 赫连云天他们还在外面 先解决这边 明经夜正冷了下 沉默着点点头 赫连国君 锐鹤长老已经走了 师叔 师祖 师叔走之前 可曾与你们说过什么 他说 他今日助我 是还我将来 若有所成 能助灵修一脉 和巫族一臂之力 这是师叔的身份之物 他将这给了你 我以外瑞和长老为师 师叔既然收你为徒 那从今日起 你就是我们灵修一脉之人 师叔之前留下不少东西 待 安葬师叔之后 我再全部交给你 还有修炼上的事 你若有什么不懂的 都可以来问我 等这边的事处理好了 我会带你去见一见 灵修一脉的其他几位长老 前辈安好就好 我当初 踏足灵修之时 也得赫瑞师叔指点 一是他替我开启灵脉 算起来 赫瑞师叔 也是我半个师父 你若愿意 叫我一声赫连师兄吧 赫连师兄 叫小师叔 赫连听无语 平白无故就被降了一辈 可是对着自家父君的目光 他只能嘀嘀地叫了声 小师叔 而赫连如月 也在旁跟着叫了一声 怎么样 屈蜜低的 还顺利吗 三叔祖他们 没有将瑞和叔祖的事情 灌溅到你们头上吧 还有袁师叔 他最是严厉的性子了 而且跟瑞和叔祖 还十分亲近 我父君领着你们一起过去的 他没为难你们吧 放心吧 岳师叔和袁师兄 没有为难我们 瑞和长老的师身 也已经葬入水灵境中了 你怎么叫他御师叔啊 我认了瑞和长老弟子的身份 自然要叫你三叔祖 当师叔的 不过咱们各叫各的 你我年纪相当 你还是叫我名字就行 还是别了 我父君那人较真儿 而且灵修一脉里 有几个老古板 要是知道我跟你称兄道弟 回头一准抽我鞭子 小师叔 就小师叔吧 叫一叫 也少不了一块肉 况且 君九渊可是传说中的天灵脉 如今 也一脚踏入半步真境 早晚能成为强者 他能提前抱抱大腿 也挺好的 指不定 将来这便宜小师叔 若真有机会破镜 手指缝里露点好处 也能让他跟着鸡犬升天 那接下来 你们是留在宫里 还是跟着阿元取他的住处啊 恐怕去不了了 我和阿音只能在外面待上两天 两天后 还得跟着赫连师兄进入密地 让御师叔他们 指点我们修炼 你跟阿音 对啊 怎么还有阿音的事 阿音也开启了灵脉 阿音的灵脉开启得比我早一些 只是之前未曾有人察觉 刚才一起去密地时 才被御师叔看了出来 所以 他也要跟我一起去密地修炼 真的假的 是真的 不过 灵脉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要不是御师叔说起 我体内有灵力波动 又让我尝试着修炼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居然也跟阿音一样 开启了灵脉 你们夫妻俩可真是 这等运气 简直让人嫉妒 那可太好了 往后 连姐姐就能和君大哥 一起修炼了 哎呀 不对 我是不是该改口叫 小师叔和小师婶了 哎 别 你还是叫我姐姐就好了 以前怎么叫 现在就怎么叫吧 人前糊弄一下就行 私底下 不必太过讲究 嗯 好吧 我总觉得这次过来 巫族这些人 都有些奇怪 而且御飞宗他们亲自来接你 凤言又对你这般在意 接下来这段时间 你还是得小心一些 我知道 小舅 之前瑞赫长老死前 说你在找的东西 是不是当初 刘少夫人给我的那卷东西 你知道 当初善王突然动手 密钥知识暴露 我曾经拿着刘少夫人 送给我的那枚金针去找过你 后来 你借过要走了刘少夫人 给我的锦盒 再之后 就一直没有归还 咱们家光风计月 又富可敌果的小舅舅 总不至于 攀一个看着就破旧的匣子吧 我后来替刘少夫人诊脉时 曾跟她闲聊过几句 听她说起 他们跟刘家分家之后 遭过两次贼 每次都是被翻箱倒柜 却没有丢过东西 刘少夫人一直以为 是刘家的人做的 如今想想 应该是小舅让人做的吧 为的 就是刘少夫人手里的那个匣子 我早年一直 在找那东西 前前后后找了两年三年 直到大半年前 才找到刘家身上 原是想着不惊动旁人 直接拿回来 哪想到 刘少夫人居然将其当成了谢礼 送给了你 那到底都是什么呀 地图 我之前跟你们说过 数年前 我与巫族合作之时 因凤山加害我的原因 曾经见过圣巫一面 当时我踏足过圣地 意外知道了一些东西 巫族圣地分两处 一处就是横宇他们 跟你们说的地方 巫族之中 纯血之人都能够入内 平日里 多是圣巫和巫族 一些长老居住之地 可还有一处 却是不对外开放的 每十年 才开启一次的 真正的圣地 其实只有那里 当年我去圣地 见圣巫时 意外闯进这里 见到了一种 他顿了顿 有些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 最后只能说 见到一种十分诡异的东西 长着人的模样 却说着他听不懂的语言 血红的眼睛 浑身冒着黑气的肌肤 仿佛只要沾染一下 就能让人陷入绝望之中 浑身上下 都充斥着 想要毁灭的欲望 当时 林京夜察觉不对 想要跑时 就被那东西缠上 险些没命 还是圣巫及时出现 将他救了出来 又将那东西打散 然后封印了圣地 圣巫没告诉他 那是什么东西 事后也不允人追问 就好像从头到尾 都没有其他人看到一样 可是 也不知道 是不是林京夜 曾跟那东西接触过 等从圣地出来的时候 脑子里多了一些 本来不该属于他的记忆 那些记忆凌乱至极 像是碎片 根本拼接不起来 唯一能记得清楚的 就是那些东西 大肆杀戮 焦土遍地的苍凉 巫族真正的圣地里面 有着绝不能被外界知道的东西 而林京夜也隐隐觉得 那东西 或许会成为灾祸 所以一直想要入内查探 只可惜 圣地一直有人守着 他根本无法靠近 唯一的机会 就在那张地图 巫族古籍尤宰 圣地其实有两处入口 一处是巫族之中 另外一处则是在巫族之外 而那入口的线索 就在那张地图上 就在那张地图上 你是说 那地图上缺失的地方 就是巫族圣地另外一个入口 是 怎么可能 那地图 我跟阿银之前也看过 横传陵江 缺失的部分 却是在大进地狱之中 离巫族所在的海域 少说又上千里的距离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之前得到古籍是这么记载的 那上面说 巫族圣地是界中界 至于具体是怎么回事 没进去看过 我也不太清楚 那圣地的事情 我找贺连亭和贺连如月套过话 连他们也不是很清楚 我原是想着 离这一次巫族圣地 开启时间没多久了 若能寻到地图 就从另外那个入口 过去看看 谁能想到 云素英他们会突然来巫族 还摊上了密钥之事 连带着他 也跟着一起过来了 我并非是有意要瞒着你们 只是 这件事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想探查清楚 再与你们细说 谁想 谁想 贺锐长老林死之前屈然说 巫族居然早就知道 他在查探这些 还记得瑞和长老死前 提过天魔和镇守之地吗 你是怀疑 那巫族圣地就是镇守之地 位置的就是镇守里面的东西 先前巫族的人 就有好几次都说起 圣巫预言 巫族有灭族之祸 瑞和长老也提起过 说圣地一回 天下皆往 圣巫这般急切地寻找阿音 恐怕不仅仅是关于巫族 所以 你觉得那所谓的密钥 是跟小舅说的 真正的那个圣地有关 如果真是这样 那你不能留在这里 我们现在 立刻回大禁 他不想让云宿阴 冒一丁点的风险 如果真给你猜测的一样 那咱们恐怕走不了了 而且眼下 你已经学了他们 灵修一脉的东西 他们也不可能放咱们走 其实事情未必 有你想的那么严重 巫族肯定有事情瞒着咱们 那圣地 或许真与他们寻找阿音有关 可如果他们寻找密钥 真的是为了镇压圣地里那些东西 那赫连听临行之前 圣巫必定会有所交代 至少会让他跟赫连市防着你们 不让你们知道 巫族这些隐秘才对 我觉得 小舅说的有道理 圣巫和巫族的人 如果真的有加害之心 又何必让你入灵修 替你开启灵脉 甚至 还让咱们进密地修炼 增强咱们的实力 他们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我担心你出事 不会的 就算要去圣地 也是你跟我一起 我不会单独行动的 而且 咱们既然已经来了巫族 总要弄清楚 我身上血脉的事情才行 我能感觉到 瑞赫长老死前 说的话不是假的 这巫族圣地的秘密 关乎的 恐怕不仅仅是巫族而已 如果真像是 瑞赫长老所说的一样 圣地一毁 巫族一灭 所有生灵都逃不过 那与其离开 倒不如留下来看看 不是有句话说吗 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我这种祸害 哪有那么容易去死啊 哪有你这么好看的祸害啊 我不就是 君族圆忍不住伸手 捏了捏她的脸 瞬间笑了起来 记得你说的 无论去哪里 都带着本王一起 不许丢下本王一人 好啊 林青夜原本跟他们讨论着圣地的事情 结果莫名其妙 就吃了一嘴的狗粮 看着对面手拉手的两人 他直接面无表情地翻了个白眼 他闹得这么凶 我还当他真的能喝呢 一般闹得最厉害的 到头来都是最怂的 天色不早了 今夜 你们就住在西乡那边 我待会儿送赫连他们回去 要不要我跟阿渊帮你啊 不用 还有云霄他们呢 你们先去歇着吧 云素英跟君族圆也有些醉了 知晓这里是林青夜的地方 也没有墙留下来帮忙 公主 你还好吗 赫连如月扭头 看着林青夜没说话 醉了 啊 没醉 林青夜有些怀疑 可见他眼神清明 人也安静 反倒是身旁 被他掺着的赫连婷 叽叽咕咕地闹腾了起来 他只能先顾着这头 林青夜开口叫了云霄过来 五爷 你送赫连去他房间休息 让人好声照应着 等到了外面 还能听到他醉醺醺地叫嚷着 要继续再喝 林青夜不由揉了揉脑门 想着身后还剩一个 打算叫人过来 扶赫连如月去休息 林青夜见他直直看着天上 不由蹲在他身旁问了句 在看什么 月亮 今天的月亮 好圆呢 林青夜抬头 果然见天上的月亮 又圆又亮 林青夜也喝了些酒 脑子有些微醺 看着圆月时 突然有些想念 再大进的林家人了 再低头时 却发现 刚才还静静看着月亮的 赫连如月 正目不转睛地 看着他 林青夜的心头 突然跳了一下 看什么 看你呀 你真好看 你比我以前见过的所有人 都好看 你喝多了 我让坟黛来接你 他做事就想起身 还未站稳 就被赫连如月抱住了骨骼 公主 你又要走啊 能不能不走啊 你每次走了 都要好久才回来 不然 你把我带走啊 揣进口袋里 跟你一起 公主 不准叫我公主 之前在山洞里的时候 你明明叫我阿月的 林青夜愣了下 就想起赫连如月说的地方 那一次 他同赫连廷兄妹一同遇险 赫连廷身受重伤 当时 一边要照顾赫连廷 一边又要照顾 还年幼的赫连如月 为了让他别怕 他的确是学着赫连廷的样子 叫过他阿月 不许叫我公主 叫我阿月 你醉了 我才没有 赫连如月像是恼怒 小脸上露出恶狠狠的目光来 下一瞬猛地凑上钱来 直接就在他嘴角亲了一口 我才没醉 你不许骗我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呀 我长得也不难看 脾气也还算好 我学着外族人的打扮 学着你喜欢的样子 可你都不看我 他不懂亲吻 像是小兽一样 在他嘴唇上磨蹭着 小口小口地轻咬着 我最听话了 也好喜欢好喜欢你 林晶夜感觉着 唇齿间传来的酥麻 整个人惊在原地 头脑空白了一瞬 你也喜欢喜欢我好不好 林大哥 林晶夜也不知道是自己醉了还是因为别的 林晶夜突然伸手搂着他腰身 直接就那么将人抱了起来放在怀中 然后反身坐在了石凳上 就这么喜欢我 嗯 喜欢 有多喜欢 很喜欢很喜欢 比喜欢我自己还要喜欢 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一个人 心里眼里都是他 好喜欢好喜欢 喜欢的 想要抢回来 藏在口袋里 可是林大哥不喜欢 不能讲 真的喜欢吗 喜欢了可就回不了头了 嗯 为什么要回头 才不要回头 那阿月想嫁给我吗 想 那你亲近我 我就去你好不好 真的 真的 贺怜如月脸上笑容如花灿烂 凑进时贴着他嘴角胡乱亲了起来 黏黏糊糊糊的舔尸了片刻 他就觉得累了 想要退开 这一次 林经夜却比他更快 只在他退走之前 就突然一紧他腰身 主动勾缠了上来 还不够 他低哑着声音 待笑地说完 直接便将人压回了怀中 粉袋跟随风过来时 远远就瞧见院中两人 待看清楚 自家公主被林五爷抱着亲吻的样子 他连忙缩回头来 太好了 公主终于得偿所愿了 这是怎么了 脑袋疼 你这不能喝酒 以后就少喝一些 宿醉的痛苦 可是能延续好几日的 更何况 小舅带来的都是烈酒 那酒性就更厉害了 要不要 我给你扎一针 保证要到病除 可别 赫连少君 喝点醒酒汤吧 昨天夜里就该喝的 您要是喝了 也不至于这么难受 本来 五爷还专门叮嘱他 让他灌赫连庭一些醒酒汤 可谁知道 赫连庭喝醉了之后 酒品那么差 醒酒汤没灌进去 服侍他的人 还险些挨揍 你脸没事吧 我不是故意的 没什么 我躲得快 对了 云霄 你家五爷呢 我怎么了 哼 说曹操 曹操就到啊 以前你总是最早起来的 居然有晚起的时候 可真是难得啊 昨天夜里没睡好 早上就提晚了些 你嘴巴怎么了 没什么 不小心磕破了 怎么还能磕到这里 该不是你昨个夜里 也喝多了自己摔了吧 这也好在 只磕破了嘴皮 要是伤了你这张脸啊 那还不得哭死啊 林静夜看着他 幸灾乐祸的样子 没好意思告诉贺连婷 这是被他妹妹给咬的 他淡定的 默认了未来大舅子的话 算了 让这傻子高兴一下吧 对了 阿月呢 她怎么还没来 那小丫头不是说 今儿个要带着阿金他们 去看访试吗 兴许还在休息 反正也不急 让他多睡会儿吧 哪能不急啊 咱们大月的访试 最热闹的都在午前 一些罕见东西 过了时间就瞧不见了 而且那访试晚一些 就没什么热闹看了 我去叫他 我去叫吧 啊 你们先吃东西 正好我没什么胃口 我去叫就行了 他怎么了 突然这么好心 云素音和君九渊坐在一旁 对视了一眼 都在对方的眼底 瞧见了有猫腻三个大字 林静夜他 不对劲 不如 我们先偷偷回宫去吧 回什么呀 公主 你好不容易才得到回应 现在回去干什么呀 可是 可是 好丢人呐 有什么丢人的呀 我爷不是也回应了 那不一样 万一 万一他是被逼梁为娼 根本就不想呢 粉黛无语 林静夜站在院子里 听着那句逼梁为娼 脑门上 不由多出几道黑线 轻轻蹦了蹦后 脚下重了一些 瞬间惊动了那边 外面守着的人 五爷 林静夜只假装没听到 公主起身了吗 五爷 公主还没起呢 怎么这么晚了 还没起身 昨天夜里 天气有些凉 公主又饮了酒 可是身子不舒服 我进去看看她 等到了床前 就见贺怜如月 闭着眼 躺在那里 小姑娘躺在那 尽量装睡 却是身子僵硬 哪怕闭着眼时 睫毛也忍不住轻颤着 林静夜假装没看见 只伸手 摸了摸她额头 然后低雨 好像有些烫啊 脸上也有些红 该不会是真的 肘了风寒发热了 林静夜说话间 突然低头 用自己脸颊 靠在贺怜如月的脸上 我没事 我就是睡着了 睡着了 我没有睡着 我就是 就是来会儿床 我还以为你病了 没病 那 林静夜刚低头 想要说什么 贺怜如月 就瞧见了她凑近时 嘴角上的伤痕 脑子里瞬间炸开 下意识地扯着被子 一无脑袋 整个人跟鸵鸟似的 钻了进去 死活不肯出来 阿月 这时不想见我 我没有 你别叫我阿月 可是昨天夜里 是公主一直抱着我 一边亲我 一边缠着我 非要让我叫你阿月的 你说 我叫你阿月特别好听 还说你喜欢我叫你阿月 别说了 原来公主都是开玩笑的 我还以为 公主真的是喜欢我 原来都是酒后戏眼 贺怜如月一慌 想说不是 我原想着 昨夜随着醉酒 却也是真心表露 却不想 罢了 公主身份尊贵 就算有心调戏 也算不得什么 你既然不喜欢 那昨天夜里的事情 就当没发生吧 反正我是男子 就算被公主占了便宜 轻薄了 也无妨 我不会告诉旁人的 公主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我没有骗你 公主不必勉强自己 我知道 我不过是巫族杂学 巫族的人 也并未将我当过族人 在公主的眼中 也不过是个满身 铜臭的伤骨 就算你只是酒后胡言 我也没事的 我不是酒后胡言 我也没有开玩笑 我 我当时是喝了酒 可是我脑子里是清醒的 我是真的喜欢你 喜欢了好久好久 我也不是故意要占你便宜 而且 我也从来没有觉得 你哪里不好 你那么厉害 夫君都说 你是少年英才 族里多少人都羡慕你呢 你真的很好很好 比任何人都好 我是喜欢你才亲你的 我知道是我不对 你别生气 我会负责的 可 巫族不由外族联姻 没有 我早就跟夫君说过 我喜欢你 我可以跟你去搭进的 巫族这些年 早就已经开始 跟外族通婚 再说 再说我也没有灵脉 又不懂古术 留在巫族 也没什么用处 夫君早就应允了 而且 就算夫君不答应 我也会跟你一起的 你 你别担心 我肯定会对你负责的 不信 你问我哥哥 你 你别难过 是我不对 我真的喜欢你的 傻不傻 我都还没跟你求亲 哪有你自己 去跟你夫君说的 赫连如月 微张着嘴唇 泪眼汪汪 呆了 你 你要求亲 你亲也亲了 摸也摸了 还逼着我跟你表白了 你都占尽了我的便宜 除了能嫁给我 还能嫁给谁 你不用勉强的 还觉得我勉强吗 赫连如月脸上飞红 那红色 一路蔓延 顺着脖梗 染红了她的身子 虽然是你先表白的 可我还是想说 我若是不愿意的事情 谁也勉强不了我 所以 你也喜欢我吗 喜欢 谁让你这么喜欢我 成天在我身边绕着 我眼里 只瞧得见你 不喜欢能怎么办 那我不是一厢情愿 对不对 不是 你不用怀疑我的心意 我若不喜欢 谁也勉强不了我 我喜欢你 也想娶你 等这次阿音他们的事情办妥 我就回去 并明家中 那我等你 阿音他们还等着 咱们先出去 你 你们 我是不是 快有小舅母了 等这次试了 我就回大静 让林姐那边来提亲 提亲 可以啊 阿月 你还真把这块冰割的 给拿下来了 哥 你猜冰块割的 哟 这还没成婚呢 割不肘怎么就朝外拐了 可惜 没人愿意朝你拐 阿月 就可怜可怜你家大哥 咱们都成双成对了 就他一个形胆影枝 他自然心里不平衡啊 对啊 大哥你真可怜 我要是想找个媳妇 容易得很 你就吹吧 哼 说得这么厉害 怎么也不见你给我找个嫂嫂回来 我看呀 你还是讨好讨好我们 说不定 等我跟林大哥成亲了之后 能大大善心 帮你找个漂亮嫂嫂 赫连庭文言 直接呸了一声 桌上其他人哄笑成一团 我等你许久了 我以前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并不知道自己跟巫族有这种牵连 这次在南越 机缘巧合遇到巫族之人 刚才知道密钥之事 巫族与我 算得上有恩 我与族中之人也有交好 虽不知这密钥到底是什么 有何用处 可是若有能力相助 圣巫尽管开口 阿英也定会尽力 人间帝王像 又跟密钥是素氏姻缘 难怪圣灵谷会责你为主 圣巫过语 我不过是偏于大进当个小小摄政王 当不起人间帝王之说 帝王谷 帝王像 就算无心 也是早晚的事情 君九渊正了下 云素音也忍不住挑眉 他们都听懂了圣巫话中的意思 他这句话是说 不管君九渊有没有心 如露天下 若早晚会成为人间帝王 方才 你们入内之时 我怪你们几人心境不稳 气息也有虚浮暴怒之想 可是族中 出了什么事 凤言之事 是凤氏看管不严 让他盗走了气绝谷 还险些伤及了密钥 凤氏有罪 还请圣巫责罚 巫族族归 判族者死 传令下去 派遣族中各是长老 寄出巫族 索拿凤言 瑞赫的确 的确没骗你们 巫族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了镇守天魔 也同样是为了镇守 眼灵界入口 你们所居住之地 以及这整片土地 才是真正的戒中戒 这戒中戒的入口 就在这里 而圣地所镇压的 就是这片眼灵界 与外界间的出入口 您的意思是 我们所有人生存的地方 其实都是在戒中戒里的 而这戒中戒 名为眼灵界 而您之前提起的天魔 就是眼灵界以外的生物 如果您和巫族的人 只是看守出入口的守门人 那这里应该 近在你们的掌握之中 可最后长老和您 都提到了天魔 以及巫族的灭亡 小舅曾经说起过的 十年一次 强行开启的地方 恐怕 也就是眼灵界的入口 也就是说 巫族的镇守之力 快要没了 你也快要镇压不住 而你们在这个时候 寻找密钥 只能巫族这些法器有关 圣巫像是没想到 云素音这么快 就能体会他话中的意思 他有些惊异地 轻移了一声 微台下饿时 眼神仿佛透过斗篷 落在云素音的身上 这一瞬间 云素音只觉得 自己像是被扒光了 被人从里到外 看了一遍 就在这时 他脑海之中猛的一痛 却是原本沉睡 在他脑海之中的小家伙 突然飞了出来 轰的一下 那金光朝着圣巫撞去时 带着灵力的杀意 你亏我神识 圣巫一把握住金光 原想说话 就被金光猛地撞了一下 他闷哼了一声 手里下意识展开时 小家伙已经飞了出来 而圣巫原本抓着他的手 直接被冻穿了一个大洞 三人正防备着 圣巫想要做什么 只见他手上未曾有任何动作 可被小家伙冻穿的伤口附近 那些血肉 却是快速蠕动了起来 周围的血迹 朝着掌心回流 一点点的修复着伤口 片刻之后 竟是凭空长出了血肉来 像是缝补东西一样 一点一点的 将小家伙弄出来的伤口填满 不过片刻 那只如玉的手 就恢复如初 连半点伤痕都看不到 你们不必这么看着我 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 刚才也只是为了查看一些东西 主不迎客 不请自来 这想必不是圣巫带人的道理 要是我扒光了圣巫的遮掩 将你们巫族所有隐秘暴露于外 圣巫可能当作什么都不知道 圣巫文言沉默 看着眼前满眼怒气的女子 想起自己刚才 神识被驱逐的虽快 却也看到了一些东西 知道眼前这人并非寻常人 且一身血煞之力冲天 身上是有大因果的 那你要如何才能补弃 你看知我的秘密 别该让我知晓你的秘密 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看你的容貌 再长几人都愣住了 谁都没想到 云素英会提出这种要求来 换一个 不会 我可以教你巫族秘书 不用 我就是想看看 圣巫这斗篷之下的真容 你换一个条件 我可以答应你一件事 我没什么事情需要圣巫做的 你知晓我的秘密 也得让我知道你的一些秘密才行 公平交换 不是吗 想笑就笑 云素英没忍住 笑声一出 君九温和灵精夜 也跟着笑了出来 圣巫板着略显稚嫩的脸 面无表情 他就知道 脱了斗篷 会是这个鬼样子 听着三人笑声不断 他脸上紧绷着时 敏唇瞪眼 半点威视都没有 饿了一会儿 见他们笑声不断 完全没有梳脸之意 笑够了没有 或许是知道了圣巫的底细 也或许是瞧清楚了他的短处 笑过一场之后 场中原本僵持的气氛没了 圣巫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还不是为了镇压天魔 这些年 族内气运衰退 天地灵气 也跟着衰减 从上一任圣巫 死于镇压之地后 巫族气运 就如同卸了底的漏斗 越来越少 后来 还是因为巫族与南越交集 我暗中用密法 强行借用了南越国运 才能勉强维持着法器继续镇压 只可惜 南越国运 也大不如从前 封印衰退之后 眼灵界 也已经快要遮掩不住 那些天魔 越发凶狠 所以您变成这样 是因为借运 寻常借运 本就已是违逆天意之事 更何况 是借一国之运 这些年 我没强行借用南越国运 修不入口 镇压天魔一次 就会遭凡事一次 不仅能力逐渐消退 就连容貌 也跟着倒退数年 那要是再这么下去 生物岂不是会把自己给弄没了 你见过 几个生了儿子的 还能把儿子塞回去的 怎么练没 练回娘胎里去 生物气得瞪眼 他娘都死了几十年了 怎么把自己给练没啊 您别动气 我说笑的 您跟瑞赫长老口中所谓的天魔 到底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想要进入眼灵界 这里可是有什么东西吸引他们 无怪乎 是天选之人 眼灵界的事情很复杂 我一句两句 也跟你们解释不清楚 他袖中一挥 便有三道灵光 分别落于云素音三人身前 我带你们去看 过了很久 云素音才张了张嘴 所以 这眼灵界 是那巨人身躯所化 所谓的天魔 就是那些被黑记感染 留下来的魔物 我知道 你们一时间很难接受 可传承下来的记忆 的确如此 这魂印幻境 虽然传了下来 可其中 也缺了很多东西 若非司空一脉 得过的那人精血点化 每一任圣巫死亡之时 那精血便会脱涕而出 在司空室的人 则选新的圣巫 继续守门人的职责 和其中 所记载的真相 怕是 连巫族的人 也早就遗忘了此事 你的意思是 圣巫不是由上一人挑选 当然不是 司空是先祖 本就是内人血脉 多多少少都能拥有一点感知之力 但是 唯有被那滴精血选中 甚至顺利融于身体之中的人 才能真正地开启体内的先知之力 并且继承一部分记忆 以及不属于眼灵界的能力 而拥有了这些能力的人 便会成为下一任圣巫 且终生不能离开巫族圣地 负责镇守眼灵界入口 抵御天魔 那我能帮你什么呢 其实 有件事情 你或许不知道 圣巫的天算之数 乘寄于血脉之力 凡堪算之事 从未出现过差错 可我之前 算你时 却发现 你身上 有遮掩天机的东西 让我看不清楚 你的脸 也算不出你的身份 直到不久前 那遮掩天机的气息 才消散了一些 我却在你的身上 感受到了 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力量 你不是眼灵界的人 对吗 我的确算不上是眼灵界的人 和我既然来到了这里 我所爱 所在意的人 也都在此处 往后余生 大概也不会离开 所以你如果想要我做什么 大可直接告诉我 那如果是要你的命呢 不行 他来自异界 却能魂归眼灵 甚至还能瞒过我的天算之数 身上有无边气韵 而且他也有我司空式的血脉之力 能够进入镇守之地 眼灵界的封印之所以松动 就是因为南越国运 已经不足以支撑封印 如果他肯舍了自己的性命 以两界气韵填补封印 少说也能维持镇守之地百年 让封印不散 不可能 阿阴只是区区一人 他何来两界气韵 可天算之数 却算出来他有 我能感应到 他是解决封印破灭的钥匙 也是巫族和眼灵界的升级 只要他肯舍命 就能庇护着天下 不被天魔所使 你敢 本王不管什么眼灵界不眼灵界的 也不管那封印到底如何 你若敢让阿阴一命去填封印 就算你阻了天魔 本王也能毁了这天下 你知道本王的脾气 你要是敢舍身为这天下人 我就让这天下人给你陪葬 在你眼里 我是那种会舍己为天下的人吗 别想太多 我这人自私极了 也惜命极了 更何况有你在 我哪舍得丢下你啊 您不必拿着这种话来试探我 你也说了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对于这眼灵界唯一的归属 大概也就是我所在意的这些人 可如果是用我的命 去换这眼灵界百年安于 招爱我的人痛苦难过 其他人苟延残喘百年 抱歉 我做不到 也不愿意 如果封印真的破了 真有天魔入侵 那也只能说生死有命 神无就别说笑了 阿阴身上就算有什么所谓的气韵 又哪能敌得过一国国运 我刚才说的是真的 云素阴身上的确是有大气韵 否则也难以从他原本的地方来到眼灵界 而他之所以成为巫族的密钥 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于他身上有通往眼灵界之外的力量 你可知道上一任巫盛是怎么死的 听人说起过 好像是为了镇压天魔暴乱 死在封印之地 是 也不是 见三人都不解 眼灵界入口的封印 可只要熬过那几日 其他时间若无意外 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 直到上一任圣巫死后 巫族本就消散的气韵 更是快速衰退 以前是十年才有一次 可现如今已经发展到了两三年就会一次 而且越来越频繁 也正是因为如此 巫族气韵消减得越快 就连南越国运也几乎快要撑不住 他做了什么 他察觉到封印衰弱之气增长 镇压之力越来越弱 所以想要破戒 主动打开封印 去眼灵界外寻找生路 他出了眼灵界 对 维持着封印的 本就是巫族的气韵 和先祖留下来的力量 他为了离开之后 能保住镇守之地不乱 强行抽取了巫族气韵 又将精血之力舍弃了一半 投入封印之中 他命灵修一脉强者 看守圣殿 而他 则以闭关为名 离开了眼灵界三年 带到回来时 带回了一个不属于眼灵界的生物 将其藏匿于圣殿之中 而他身上也染上了天魔之气 他一直以自身修为 想要将其净化 可谁想封印出了问题 十年之期提前到来 他进入镇守之地时 引发了体内的魔气 吞噬了他的神志 险些亲手 毁了封印 那后来呢 后来 是灵修一脉的那位强者 用自己全身修为 换来他的清醒 可那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 他哪怕拿他自己的命 镇压下了天魔 也拉上了灵修一脉 唯一有机会突破真境的强者 陪他殉命 最终 也只是勉强 将封印恢复了大半 巫族气韵消减 封印之力衰退 圣地遭天魔侵蚀 死了很多人 直到我承绩了那半地精血的能力 继任圣巫之位之后 才勉强将天魔 送回镇守之地 重新封印 我该不会 是他从外面带回来的吧 上一任圣巫 死了多少年了 你猜多大点 云素音默了默 才反应过来 这年岁不对 你虽然不是他带回来的 可跟他的确有些关系 他带回来的是一只幼兔 兔子 三人都神情微动 云素音 可不就是能变成兔子吗 他死前留下一言 说那兔子血脉有意 关于巫族将来 让继任的圣巫帮他照顾 我在那兔子身上 感应到了封印之力 又见他除了长不大 寿命长了一些意外 也没什么异常 就将他一直留在这镇首之地 下面养着 可谁想到四十余年前 兔子身上的封印之力见解 那兔子突然开始变化人形不说 身上还有司空式的血脉 所以他这具身子的亲爹 还真的是只兔子 会哭 会闹 会撒娇 也会调皮 而且随着年岁增长 那张脸也越发像是上一任圣巫 任谁瞧着都能知道 他怕是上一任圣巫的血脉 所以当初你们闹得沸沸扬扬的 说要捉拿圣女 其实是为了找他 唉 巫族那时 还不允跟外界通婚 圣女虽说是在圣殿伺候 可我也不拦着他婚嫁 我刚开始以为 他拐走了那孩子 才会让人四处捉拿 可后来才知道 那孩子是自己留的 他已消失在外多年 一直没有下落 直到十几年前 才又再次出现 我命人将他和他身边的人 秦回巫族 本是想看守起来 谁料 他居然能够不经我手 就开启封印之地 所以 他又跑了 对 跑了 云素音听着圣巫的话后 只觉得 对于这具身子的亲爹 简直无力吐槽 你父亲虽然跑了 可当年跟他一起被抓回来的人 却提及了你的母亲 你父亲知道自己情况与人不同 不敢与人成婚亲近 那一次也是因为在大进京城被人所伤险些丧命 意外激发了他体内的血脉之力 凭着本能 亲近了你的母亲 我只知道 有这么一回事 但是不清楚 当初与他亲近的人是谁 更不知道 他在外 留下了血脉 那你怎么知道 我跟他的关系 圣灵谷认你 赫连他们也回过消息 说你身上的污足血脉 我原以为 你是族中其他人在外留下的孩子 直到刚才 他们提起你身上那半块玉绝 这块玉绝 是我当年雕刻出来 送给你父亲的 上面的兔子 便是他没有化成人形的模样 那我母亲的尸骨呢 是被你们带回来了 什么尸骨 我母亲在生完我弟弟时被人所害 后来下葬时 尸骨被人带走 你不知道 我连你的存在 都是刚知道不久 也是因为你 才知晓你父亲 当年害了的女子是谁 又怎么会去拿你母亲尸骨 我当初 就不该留他 阿阴的父亲 能够自由进出眼灵界 说明眼灵界外 虽然有天魔 但肯定 也有相应能够解决的办法 生无之前用天算之术 算出我是巫族秘药 也是巫族的生机 说不定 是因为我有那只兔子的血脉 也跟那只兔子一样 有能力 能够进出封印之地 离开眼灵界 不如 我出去看看 不可能 我不能让你尝试 如今 镇守之地的封印 已经快要维持不住 要是再来一次 封印崩溃 解释 是能挡得住天魔 那如果加固封印呢 加固封印 您之前说 封印之地的衰退 是因为巫族气运 和南越国运减弱 那如果 有足够强大的气运借给您 应该 就能将封印 恢复到强盛的时候 你是说 您之前说过 阿渊是帝王谷 就算无形将来 也必是天下公主 如果 南越国运不足以镇压封印 那换作整个眼灵界呢 我这段时间跟着灵七学武 可厉害了 你跟七哥 嗯 之前你跟王爷去南越后 我出了点意外 后来 灵七救了我 说我半点防身的手段都没有 不安全 所以 就偷偷摸摸地教我习武 灵七说 我年岁太大了 根骨已经长定 想要练成什么高手 是不可能的 不过 他教了我一些防身术 而且还带着我锻炼身体 我现在 可不是以前那个若不清风的娇小姐 都能打得过两三个大汉了 什么意外 我就是被人盯上了 然后 碍了一些人的眼 那次 要不是灵七凑小路过 我怕是真就能跟人滚成一团 事后 指不定 还会被拿着这事 逼着嫁人呢 是沐王 还是赵王 马车的事情 是沐王做的 不过我祖父说 里头也有赵王的手笔 至于赵王那边 他这段时间一直缠着我 我都好久没有出门了 一出门就能遇见他 我都快被他烦死了 你都不知道 他一见我就吵我笑 故作风度 大方谦和 又不曾主动太过吃产 可每次那眼神瞧着我 都让我汗毛都竖起来了 偏偏还有一堆人说 他带我情深似海 哼 这都快赶上古代版的PUA了 他还做了什么 也没什么 就是送些东西 时不时去家里拜访 海老师在人前盯着我瞧 人家问他 他就说喜欢我 我记得 赵王的生母是林贵嫔 已经是会妃了 赵王奉王之后 陛下就抬了他母亲的位份 如今 后宫里是玉妃管着奉印 除了玉妃之外 地位最高的 就是会妃和淑妃 下次 赵王要再送你东西 你就直接让人送到宫里 交给会妃 他要是盯着你看 你就当着他的面 跟他说清楚 他要是说喜欢你 你直接拒绝 要是含含糊糊 爱爱妹妹 你也别跟他客气 不用给他留面子 直接告诉他 身为皇子 日日窥探臣子之女 让人觉得行径可耻 可是 他是皇子 就是因为他是皇子 你才要把事情 跟他说清楚 你有没有想过 你因为忌惮他身份 不好太过给他没脸 可放在别人眼里 就是你没有明确的拒绝 世人都只会相信 自己亲眼看到的东西 他们只看得到 赵王对你一往情深 看得到 他不惜放低身份 来对你示好 看到他屡次 对你表达爱慕 满心满眼的都是你 冯家没有替你定亲 你又没有明确拒绝 落到其他人眼里 就会变成 是你们默许了 赵王此举 甚至会觉得 是你矫情 或是在吊着赵王 时间长了 你就算有嘴 也说不清楚 他 他故意的 至少不是无意的 不管他什么心思 你既然不想嫁给他 你就没必要 给他留颜面 不管他是真爱慕你也好 还是只想借着 流言蜚语 逼你和冯家就范 你都不用跟他客气 当众打他几次脸 将他的脸皮和心思扯下来 扔在地上踩 他要是还敢 死皮赖脸地缠着你 你就直接让你父亲 出面弹劾他 你回去后 把这事情 告诉冯大人和冯阁老 让他们也不必顾及你的名声 你是女子 矜持含蓄 不喜梦朗之人 言辞拒绝 不是什么坏事 好 我回去就说 这皇室里的人 是不是脑子都有问题啊 以前是慕容中和慕容险 如今又来了个慕容梨 谁让你是冯家的掌上明珠呢 我看 去掌上明珠吧 还是人人都觉得 宰了能够吃肉喝血的那种 其实 想要那些人不再盯着你 等你嫁人就好了 冯家的家底在哪 你一日不嫁人 就一日是香伯伯 谁都想冲上来啃上一口 嫁人 哪有那么容易啊 你就没个喜欢的 没有 有好感的也没有 冯冠冠嘴里嚼着的动作一顿 脑海里猛地划过林月的脸 下一瞬猛地摇头 没有 是真的没有 还是你觉得你没有 我刚才问你的时候 你可是迟疑了 要是真没有喜欢的 以你的性格 可是连半点迟疑都不会有的 哪有 冠冠 你应该知道 你父亲和祖父在朝中的地位 基于冯家想要拉拢的人 从来都没少过 他们能竭力护着你 让你过得自艺快活 从未妥协 与你联姻 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你如果真的有喜欢的 就早些告诉他们 若是对方人品不差 对你也好 你父亲和祖父 不会在意他家中如何 而且 你如果能早些订下婚事 他们也能轻松一些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喜欢 而且 他好像也不喜欢我 是谁家公子 冯冠冠迟疑地看着他 像是有些难以启齿 又有些羞涩 你该不会 瞧上了有主的人吧 当然不是 我可没那么没品 那到底是谁啊 是 冯冠冠张了张嘴 不知道该怎么说 总觉得羞耻 你喜欢的 该不是我七哥吧 冯冠冠脸色瞬间通红 还真是 什么时候的事情 你什么时候喜欢他的 之前 不还嫌弃七哥吗 就 就 就上次他救我 那天 我出事之后 林月救了我 当时他为了救我伤了腿 却还背着我走了好远 后来有人来找我时 他又偷偷躲了起来 说他坏了我的名声 那天过后 谁都不知道他救过我 他也没跟人说过这事 我就觉得 他好像没那么讨厌 你们这是欢喜冤家了 什么冤家呀 他又不喜欢我 林七 压根就没把我当女孩 在他的眼里 我就是他兄弟 能一起喝酒逛窑子的那种 而且 林七好像有喜欢的姑娘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上次看见他偷偷摸摸的 去买女孩戴的手串 而且 他连他的那些画本子都不写了 还老是捧着本书学着 我悄悄地问过林大哥 他说 林七好像是喜欢谁家姑娘 他人家家里瞧不上他成天没个正形 所以 开始上进了 他就是有喜欢的人了 所以 都不理我了 那 你是怎么想的 还能怎么想 总不能强插一脚啊 冯冠冠郁闷了一会儿 抬头 见云素因欲言又止 他故作轻松地 露出个笑来 你别多想 他有喜欢的人也挺好的 我也没有多喜欢他 又不是非他不可 这满京城的俊俏男子多了去了 回头 我就让我娘替我找一个去 一拨比林七强 我就是有些好奇 林七喜欢的 到底是哪家的姑娘能让她的魂球都收了心 天涯何处无芳草 等回头 我替你找一个 那可热定了 到时候 我要是找不到何意的 我就赖着你了 好 我听说你这段时间上进了 没事就抱着书稿学问 可怎么瞧着还是这么吊儿郎当的 半点文人气质都没有 就你这样子 还想着让人家姑娘喜欢你呢 你怎么知道的 就你这样子 能瞒得过谁啊 况且 林家上上下下都知道了 我哪能不知道啊 怎么可能 我明明只告诉过大哥 大哥怎么这样啊 他明明收了我风口费了 怎么还能外传 他都已经给了大哥一千两银子当风口费了 他居然还告诉别人 我找他去 林月说话间 气急败坏的 就想去找人麻烦 你是不喜欢人家姑娘呢 还是人家姑娘见不得人呢 大哥不过是说了点实话 你这么气急败坏干什么 还是在你的心里 人家姑娘也不过如此 连让你光明正大告诉别人都不敢 你别胡说 官官他好得很 官官 你喜欢的 是官官 林月身上顿时将主 云苏燕 你居然炸我 我可什么都没说 是你自己说的 林月无语了 还是什么都没说 明明是他故意炸他 七哥 哼 七哥 别叫我 好了 别生气嘛 我这不就是好奇嘛 你既然喜欢官官 干什么不跟他说呀 还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我也想说呀 可他说他爹 喜欢的都是读书人 松队老你知道吧 上次我去过一趟冯家 叫官官习武 我就是想着 他许点招事 遇着事时 也不至于办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可当时那冯阁老 看着我的时候 就跟瞧着不学无术的浪荡子一样 觉得我带坏了他家孙女 而官官也不喜欢我 你怎么知道他不喜欢你啊 他要是喜欢我 那他每次见我都损我 而且他从来都不害羞的 上次我故意说他 杨柳芳的姑娘好看 还说 京里头那些公子流连忘返 有人请我也去 结果他连半点反应都没有 还附和着说什么 他听人家说 那些姑娘风情万种 腰脂柔软 他也想去瞧瞧 他老骂我是色批 说我写画本子不务正业 还说他家有个什么 老神子的表哥才华横溢 说起人家时就满脸的崇拜 这京里头去冯家求过亲的人 都不知道有多少了 全被冯家给挡回去了 冯阁老他们 连皇子金王都瞧不上 我哪能行 云素音原是想要点一点林月的 可是瞧着他愁眉苦脸 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又觉得有些事情 由他这个外人来点破 没那么好 这种暗恋着对方 酸酸甜甜的滋味可不常有 还是让这两人自己去享受吧 七哥 任重道远呢 少幸灾乐祸 我可不是幸灾乐祸 冯阁老可是堪比外公的存在 只是他敬言朝堂 无暇他顾 所以在文人之间 名声才稍训一筹 你想让他另眼相看 可没那么容易 还有冯大人 他为人严苛 最不喜欢的 就是吊儿郎当 不求上进的人了 你呀 唉 那我怎么办啊 我现在上进还来得及吗 那我怎么办啊 我现在上进还来得及吗 那就要看你有多上进了 不过 你好歹是林家的孙子 有外公和舅舅他们这门头 替你撑着 多少能挽回一些 还有啊 看在你是我表哥的份上 我提醒你一句 你上进归上进 别的事也别忘记了 你想取的可是官官 不是冯哥老他们 别一门心思钻书本里了 反而忘记了主次 要不然 等你学个状元回来 迟不定 官官的孩子都能满地跑了 呸 别瞎说咒我 我可没瞎说 做个官官来找过我 跟我说起他的亲事 你也知道 昭王他们 介于冯家这门殷亲 京中盯着官官的人也不少 冯家那头扛不住压力 估摸着想要替他定亲了 说起来官官那个才华横溢的表哥 倒是挺合适的 官官觉得他好 冯家那头又喜欢 再加上又是亲戚 知根知底的 官官嫁过去 也不会受了委屈 吓个屁呀 成儿一直站在不远的地方 看着七公子跟被鬼撵着似的 跑得飞快 王妃 您干嘛都起公子啊 小把的给吓的 不吓唬吓唬他 谁知道 他还打算憋多久啊 我这是在助人为乐 王妃 您又困了 王妃最近这段时间 好像一直都困乏着 五爷过来跟您说事时 您都在打盹 连五爷都说 您瞧着有些没精神 王妃 您是不是身子有什么不适啊 也没什么不舒服的 就是总觉得犯困 无缘无故的 怎么会总是犯困呢 您是不是生病了 没有 大概是快入秋了 换季 所以人罚 奴婢看 不是因为换季的原因 王妃还是跟王爷说说 印礼少折腾一会儿 王妃 些许就不困了 啪的一声 云素音伸手 拍了他脑门一下 胆子肥了 连我的玩笑也敢开 成儿捂着脑门 嘿嘿一笑 倒也不怕他 我这样困倦 有多久了 好像从巫族离开的时候 王妃就这样了 只是那时候 没有现在这么严重 那会儿在船上时 王妃偶尔有困倦之色 但也是真的是偶尔 平时 王妃人都是很精神 直到后来回京之后 这种情况 才慢慢变得严重起来 有时候 刚睡醒没多久 王妃就又会觉得困乏 午睡时 每个一两个时辰 几乎不会醒 成儿说着说着 也察觉出不对劲来 满是担心的 看着云素音 王妃的身子 该不会 真的出了问题了吧 王妃 成儿满眼担心 云素音挥挥手 让她先别着急 自己则是将袖子 撸了上去 伸手把了把脉 那个 我 我好像 怀孕了 王妃 你有身孕了 成儿说 你有身孕了 对呀 我们有孩子了 高兴吗 君求渊嘴唇动了动 明明那般杀法果断之人 伸手负在她小腹上时 掌心都有些发抖 多大了 两个多月了 应该是在咱们近灵兄秘地前 就怀上了 云素音的话落下之后 就感觉到君求渊身体一紧 别怕 孩子好好的 我也没事 我自己查过了 也请了大夫过来诊脉 我和孩子 身子都健康得很 君求渊文言 才猛地松了口气 也怪我 这段时间一直困乏 还以为是快入秋了 身子泛滥 要不知今天成儿无意间 多说了一句 我还不会想到有孕上没来 见君求渊紧抿着唇没说话 你不高兴吗 没有 我只是从未想过 自己会有孩子 谢谢你 阿姨 她这一辈子最大的姓氏 就是遇见了她 那中秋宫宴 你还进宫吗 嗯 去的 可你这身子 我身子很好 孩子差不多快三个月了 也很稳健 再说 我总不能有了身孕 就不出去见人了 你舅舅说 宫宴那日 不让林家女眷入宫 我也不能陪着你 到时候 你一定要万事小心 切莫让人冲撞了你 请我放心 我知道 呀 七弟 你这是看什么呢 看得这么专注 连我们这些旁人都瞧不见了 没瞧什么 容王妃 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咱们这一群人里头 除了冯小姐外 还能有谁 让昭王殿下 这么心心念念地挂着呀 就是 没瞧见昭王殿下的心思 早飞到冯小姐身上了 您就算是她的嫂嫂 怕也是瞧不着你的 冯小姐 你就赶紧瞧上赵王殿下一眼吧 要不然呢 她这都快成了旺七十了 我们这些外人瞧着 可都觉得可怜 你也心疼心疼她吧 几位夫人别取笑我了 我只是轻木观观 跟她并非那种关系 观观 你别生气 我只是看到你太喜欢 这位 赵王 你既然知道 你跟观观没什么关系 就该懂得什么叫避嫌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你们大尽奉行如雪之道 自称礼仪之邦 别让我这个异族之人 都懂得男女之间 若非清倦不该知乎其名 你一个王爷 不会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吧 一句冯小姐 不会叫吗 赵王殿下 观观还是未嫁之女 您就算倾慕观观 也不该言行暧昧 伤及她声誉 君子手里 方言贵重 据我所知 观观并未跟您并亲 对吗 黄婶 我倒是不知道 容王妃什么时候 还坚持成了媒婆 容王妃脸上瞬间有些挂不住 云素音扭头 看像刚才拿着冯观观取笑的那个观卷 你是谁家的人 呃 王妃 本王妃问你的话 你是谁家的 王妃 她是礼部侍郎原德秒的夫人 你既是礼部侍郎府的人 就该懂得什么叫做礼义廉耻 明白什么叫谨言慎行 本王妃看你年纪也不小了 家中应该也有儿女的 你难道不懂女子归于明杰有多重要 是谁给你的胆子 拿着观观的明杰在这里说笑 王妃 观观既没跟昭王定亲 曾家也从无跟昭王嫁女的心思 你倒是懂得心疼人 怎么 怕昭王成了旺七十 你既然这么心疼她 那要不要本王妃将你送去昭王府 让你好好心疼心疼她 本王妃倒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起 冯家女儿的婚嫁之事 由得你们这些人来说嘴了 你们这么喜欢昭王 觉得她情深不悔 多看两眼就是情深一片 冯家就该欢欢喜喜地嫁女 那要不要本王妃成全了你们 送你们跟你们府中的女子也去昭王后院 黄婶 您这么生气做什么呀 我们也只是玩笑几句 那我也是玩笑几句 说你与昭王般配 不如改个嫁 舌头这么长 不懂说话就把嘴闭上 踩着人家姑娘明杰开玩笑 怎么 觉得很好笑吗 黄婶 你这么说就太过了 我只是心疑管管 想要娶她为妻 以时没忍住心许 才会流露出来 诸位夫人也都是见我心意 才忍不住说了几句 你心疑她 问过她心疑你吗 我 男女之间的事情 哪有那么容易说清楚 不管官官喜不喜欢我 可我对她一见钟情 非她不娶 再说 这是我跟官官的事情 黄婶 何必多管闲事 怎么 觉得这里人多 欺负官官脸皮薄 不好意思开口 还是觉得 你那点见不得人的心思 糊弄这些蠢货 就能逼着官官就范 慕容离 你把所有人都当成傻子吗 谁也没想到 云素音会动手 包括昭王 等反应过来之后 猛的就上前一步 挥手就像朝着云素音 脸上打下去 只是她还没靠近 就见一道黑影一闪 却是影子手里的寒光 直接 抵在了她的下额上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存着什么心思 打量着冯阁老他们 守着君臣之礼 不会让你太过难堪 就跟疯狗一样 缠着冠冠不放 踩着她 来成全你痴情的名声 你简直做梦 冠冠 冠冠 你别叫我 我跟你不熟 赵王 你知不知道你很恶心人 我从来都不稀罕你的喜欢 更讨厌你故作深情 我厌烦死你跟旁人说起我时的暧昧 更厌恶你有事没事 就把我挂在嘴边 每次都直勾勾地盯着我 你知不知道 你每次看着我 故作风度 实则满心算计的样子 都叫人觉得恶心 而且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福利也打算给我定亲 我不想让我未来的夫君误会 阿渊 你我兄弟二人 许酒未曾畅饮 朕敬你 诸位爱卿 共饮 可是当所有人都喝完酒后 却发现 君酒渊 只是淡淡地拿着个酒杯未动 酒渊 本王近来身子不适 不宜饮酒 是身子不适 还是不愿跟朕喝酒啊 陛下想多了 你回京数日 朕特地派太医过去你府上 可未曾传出半点你身子不适的消息 况且 刚才你饮酒也未曾忌讳 如今 却独独不饮此酒 摄政王 你是看不起朕敬你的酒 之前朕屡次召你进宫 你都借口推辞不肯前来 如今 方中秋团圆之宴 朕与诸位朝臣敬你 你也不喝 朕看在你是朕弟弟的份上 从不与你计较 往日不敬之事 你饮了这杯酒 之前的事情 朕都可以当做全部没发生过 你依旧是朕的亲弟弟 也是这大进摄政王 陛下 本王就算不饮酒 这摄政王位陛下拿得走吗 君救援 你太狂妄 殿内所有人都吓得呆住 看着门前围拢进来的那些 穿着盔甲 拿着刀剑的禁卫 都是隐隐 察觉出不对劲来 陛下这气性未免太大了些 就因为本王不喝你所赐之酒 陛下就这么大动尴尬 还将这些人也都拉到宫宴之上 这知道的 说是本王扫了陛下颜面让你动怒 不知道的 还以为陛下在这酒里 放了什么不该放的东西 本王不喝 陛下才这般恼羞成怒 想要直接朝着本王动手 你休得胡说 朕不过是想要赐酒 使你不敬朕在前 解释胡说 那不如陛下喝了这杯酒 陛下喝了 本王亲自跟陛下赔礼道歉 将三军之权拱手相让如何 殿内众人都是哗然 好你个君酒员 朕好心敬酒 你却如此揣测朕义 甚至还冤枉朕在酒里下毒 朕看你是这么多年摄政王当的 早就忘了君臣二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来人 把他给朕拿下 陛下 摄政王府多年不进宫中 君酒员五逆犯上毫无臣子之心 不管为兄为君 朕都容不得他 往日朕不与他计较 是念在兄弟之情 也不想让大晋生乱 可如今他越发嚣张狂妄 连朕都不放在眼里 若是不给他一个教训 往后谁还知道 这大晋的皇帝到底是谁 今日谁敢替他说话 与君酒员 一并拿下 陛下三思 摄政王不能拿 陛下 摄政王性子虽有不逊 可是 却并无 无腻的意思 早年间驱逐诸国来犯 这些年镇守大晋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不过是一杯酒水而已 摄政王或许真的只是身子不适 陛下何必这般大动干戈呀 赫连少君他们还在 还请陛下息怒 父皇 父相和冯格老说的是 今日是团圆夜宴 又是宴请巫族贵客的好时候 实在不宜动物 不如有什么事情 等到宫宴结束之后才说 闭嘴 父皇三思 朕让你闭嘴 他抓着桌上的酒杯 就朝着慕容争脑袋上扔了过去 你个不孝的东西 竟敢帮着外人来指责朕的不是 来人把连君王一起拿下 殿中瞬间 无人敢再出声 只见大殿之中 那些入内 原本朝着军酒渊方向 扑来的进卫之中 突然有人反水 其中一半 手中刀剑掉转了方向 直接落在了身旁之人的身上 你们在干什么 下方禁卫彼此杀伐之间 却没有一个人回答他 速度快些 少尽点血 大过节的不吉利 下方众人闻言之后 手中速度更快了 君酒渊 你竟敢带人擅闯宫廷 你想造反 本王要是不带人进来 今天夜里怕是就得丧命皇城 你既想杀我 难道就没有做好被杀的准备吗 还是陛下真的以为 用这些个歪瓜裂枣 就能拿下本王 他话音一落 大殿门前就走出几人 清云帝看着下方那三人时 脸上的神色瞬间大惊 你们三人想要截杀本王 不是我不是我 是陛下 陛下想射宴毒杀摄政王 让我等封闭城门 困死摄政王府一众人 还有我们 斩杀临家上下之后 将摄政王的死 架化到巫族身上 直言是 大愿少军贺连廷 谋害了摄政王 我可真是好大的荣幸 出来大进就得禁地 陛下这么一份大礼啊 梁恒 你修得胡说 我没有胡说 是陛下下令让我等封门社 陛下于数日前 召我三人入宫 定下今日围猎计划 陛下会在宴会上 以毒酒试杀摄政王 若是不行 就派人强行镇压 我则奉命前往临界灭口 郑长东 封闭京中四门 还有楚昌 楚昌负责带人 围杀摄政王府的人 陛下特意嘱咐 让我等事后再将大阅少军一并灭口 好能坐实 巫族谋害摄政王之事 让得摄政王身亡的消息传出之后 他手下之人将仇恨 落在南越和巫族身上 届时挑起大进和南越巫族争端 以族群之战 安抚朝内 陛下就能顺利成章 接受摄政王留下兵权 用绝后患 整个大殿之内 所有人都哗然 陛下 梁恒说的可是真的 陛下 您与摄政王恩怨怎能牵连两国 那巫族与大约什么情况 您难道不知晓 一旦战事一起 您知道会害死多少人吗 放肆 谁让你们 且问于朕 梁恒他是信口子皇 朕从未说过此话 若无陛下准语 我等三人根本无权调动京中驻军 也无法调动皇陵那边驻守之人 陛下将他私营给了我们 还给我们三个人下了秘址 楚昌和郑长东 皆可为政 梁恒 陛下也不必这么恼怒 本王从不冤枉任何人 高秦 把这杯酒请陛下扶下 陛下喝完若是无事 梁恒刚才所说的 就全都是污蔑之言 那本王定扒了他的皮 将他挂在城墙上示众 可若陛下有事 高秦 你敢 你个狗奴才 朕才是你的主子 请陛下饮酒 你个狗奴才 你敢背叛朕 朕要杀了你 眼见着高秦端着酒靠近 他疯狂地挣扎起来 朕不喝 你滚 滚开 朕不 清云帝眼泪都被呛了出来 趴在地上干呕起来 他疯狂地抠着自己的喉咙 拼命地想要将喝下去的东西吐出来 太医 叫太医 朕不想死 朕不想死 叫太医 这就是你们大晋的皇帝啊 金丹 给朕金丹 告歉 告歉 朕要金丹 本王虽然恼怒陛下想要毒杀本王 却也没有弑君之意 方才给陛下喝下去的也不过是寻常的酒水 只不过陛下的情况 高秦 高秦没礼会请云帝哭求 走到君酒渊的身前 跪下说道 回摄政王 陛下这是单独发作了 单独 陛下近来一直在服用云鹤道人炼制的丹药 每每服用之后都会涌响龙体 奴才欠说过陛下两次却被仗责 那金丹服用后令人成瘾 每每发作起来之时 陛下都会神志全无壮弱癫狂 须得立刻服下金丹才能缓解隐面 哪里来的歪门邪道的道人 你可带金丹了 高秦连忙点头 他上前取了两枚金丹出来 遵照着君酒渊的意思 就想要将金丹交给青云帝 却在靠近时身形不小心亮枪了一下 那金丹就直接滚落在地上 哎呀 奴才弄丢了金丹 陛下恕罪 青云帝却丝毫管不了那么多 他只是朝着地上的丹丸扑了过去 抓着就朝嘴里塞 他知道他输了 输得一塌糊涂 经历过今天的事情之后 这皇位他是肯定做不了了 青云帝一愣 是青龙中 青龙中响了 有人告一状啊 王爷 安国公府老夫人 携国公府一众女眷敲响青龙中 告呼安国公冤屈 想要重审 数年前铁重山扶牛领一意 铁重山一意早就已经审结 罪魁江高明和云丽安 也早就已经问罪 安国公府的人还胡闹什么 还不速速将安国公府的人 全数撵回去 青龙中响天子不可惧 陛下相为祖之 摄政王 今日之事是朕之过 朕不该受奸人挑拨一时糊涂 才会冤枉了你 你若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朕说 不如先让朝臣散去 免得让巫族贵客看了笑话 陛下还有什么笑话 不能让人看的呀 今天的笑话已经足够多了 赫连少军他们既然已经看了 也不在乎多上一件 本王跟你的事情可以慢慢再说 可太祖有令 青龙中响 无论是状告谁人 宫中都不可推举 去请安国公府众人过来 老身要状告庆云帝 于皇子之时 于江高明云立安 和谋贪污朝中军饷 谋害先夫 及廖家上下而郎 致使铁崇山大败 数万兵将葬身拂牛领 告庆云帝登基之后 得安国公府就不扶持 却不思感恩 凡吕自嘲老身一众女眷动手 想要将我廖家满门进决 告他无情无义 卑鄙歹毒 无君王之心 不配为帝 你心口开河 朕何时做过此事 分明是你们廖家与摄政王联手 想要污害于朕 污害 这是当初江高明和云立安 被判处死之前留下的血书 上头庄庄渐渐 写明了庆云帝当年 如何指使他们 与他们勾结之时 当初江高明自尽于狱中 云立安被处死之后 老身本不欲追究下去 只想好好养着府里两个孩子 留住我廖家血脉 可谁知 陛下却不死心 总觉得 廖家存在一日 他当年恶行 就有暴露的危险 所以 一而再再而三 想要赶尽杀绝 我今日便将庆云帝当年所行 公之于众 老身倒是要看看 这世间还有没有公理 我廖家 是不是就该断子绝孙 子嗣尽绝 那血书是假的 不可能是你们伪造的 是不是伪造 本王和朝廷 诸位大人都能辨别 庆云帝谋害本王 意图截杀林家大儒 挑起巫族南越 与大进纷争 如今又牵涉进谋害 安国公治案 来人 将庆云帝 押回御龙台 进族寝宫之中 有大理寺 刑部 督察院同审 安国公府一案 不必顾及任何人 查明铁重山一亿真相 还安国公府 也还那些数万将士 一个公道 君求院 朕是皇帝 你敢囚禁朕 你想杀本王 本王能忍 错不过 是本王与你争斗多年 各凭手段 本王也不屑于你计较 可你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将林家上下 将巫族和南越野牵扯进来 如今你好好的待在御龙台 好生祈祷三思 查不出什么来 若安国公府的事情 真是你所做 本王会亲自送你去 安国公坟前请罪 让你替那些数万将士陪葬 姓云帝念无人色 把他拖走 明日早朝 照常继续 由冯阁老傅相 为俯臣处理朝政之事 关于安国公府的案子 一个月内 本王要三思一个结果 王爷 安国公府一案已经审结 当年铁冲山一役的确是因为陛下 因为天庆帝与江高明等人勾结 暗害所知 证据确凿 天庆帝谋害朝廷公骨 致使了数万将士王死 此等忘恩负义卑鄙无耻之人 使不堪为我大尽掌权之人 还请王爷下职废地 请王爷下职废地 整个大殿之中 只还剩下慕容圣几位皇子站着 庆云帝身为皇帝 无财无德 自私狠毒 谋害朝廷栋梁 损毁大尽公骨 卫皇数年未曾替大尽立下半点功绩 凡一心搅乱朝堂 无辞孝无君礼 赏罚不明 残忍暴虐 今日群臣之情 昭告先祖太庙 费庆云帝皇位 求于费功 令其日日烧香苛白 替王死安国功夫上下 以及数万将士赎罪祈福 摄政王英明 看着身着悬衣锦袍的军酒渊 发号施令 下方却无人敢于反驳 像是所有人 都已经默认了上方君酒渊的地位 慕容胜忍不住说 皇叔 父皇有罪 自当备废 可国不可一日无君呢 父皇位立太子 朝中也并无储君 还请皇叔出面 择选新君 好能早日稳固朝政 让天下百姓信服 大哥说的是 皇叔为人公正 必不会贪念皇权 为稳固大进江山 还请皇叔尽早挑选出新君 君酒渊看向沐王和平王 见他们虽然没有说话 可脸上显然也有些异动 皇位先不急 既然荣王开口了 正好本王有件事 也得问问荣王 义政殿内众朝臣都有些疑惑 就见外头有人 压着个身穿道袍的人进来 而慕容盛看到那人时 瞬间脸色大变 是这王饶命啊 是这王饶命啊 把你之前在行司里的话 再说一次 小人名叫胡大燃 是江湖上一个 以行骗为生的算命人 以前曾经跟着一个道士 学了点炼丹指数 平日里就练些 没什么毒的药丸子 片片香里 五个月 有人突然找到我 说是让我帮他练制一些 龙胆丸 龙胆丸就是 用金石散的原料 混合一些药材和慢性毒物 炼出来的丹丸 服用之后 能够短暂提升精力 让人觉得 自己龙惊狐猛 可实际上 却会令人成瘾 甚至 服侍多了 还会 毁坏人身体 让人慢慢中毒而亡 是谁让你欺瞒非地 是大皇子 也是后来的荣王 是他找上我的 你胡说八道 皇叔 诸位大人 你们别听到胡说八道 我从没见过这个道人 也根本不知道什么龙胆丸 我怎么可能会收买他谋害父皇 荣王殿下大哥不认 可小人就是怕您过河拆桥 当初也是留下有证据的 庆云帝虽然已被废 可他好歹是你父皇 之前也未曾有安国公府的事情 你罔顾父子伦常 谋害生父 意图篡夺权位 以丹药之力 祸乱朝堂 看在非地也最有应得的份上 本王今日就不要你性命 废除你亲王之位 贬为安郡王 你可有意见 安郡王 这个安字 简直和当初慕容争的脸字 有异曲同工之效 只没意见 多谢皇叔 起来吧 慕容离他们都是头皮一紧 不仅没脸 怕是也会落个问罪的下场 慕容胜就是前车之剑 君久渊分明是在杀鸡儆猴 慕容离他们心神大惊之下 谁也不敢再提择选新帝之事 都怕自己成了下一个慕容胜 皇叔 大哥虽然有错 可他刚才说的的确有理 国不可一日无君 朝中也不能没有掌权之人 若皇位一直空选 定会让人心不安 也会让一些存有一心之辈 蠢蠢欲动 君久渊挑眉看向慕容争 本以为他会说出什么争权的话来 或者如慕容胜一样 心有不甘 想要搏一搏 却不想 他话音一转 皇室之中 论品行才德 能力功绩 无人能出皇叔左右 且这些年废帝在位之时 本也是皇叔辅佐朝政 震慑诸国 朝中如今纷乱不断 这皇位 无论落于谁手 都名不正言不顺 更难以扶众 唯有皇叔 才是最为适合成为新帝的人选 既能让朝臣信服 让百姓心安 也能率领我大晋 成为诸国之首 只恳求皇叔登基为帝 接受皇位 君九渊有些惊讶的 看着下方的慕容证 连郡王所言有理 国不可一日无君 臣恭请摄政王登基 成为新帝 臣等请摄政王登基 恳请皇叔登基为帝 摄政王君九渊 应一众皇子朝臣再三请求 继承皇位成为新君 该不会我真生了两只兔子吧 没有 那两个都是人性小孩 那两个 第三个 出来就是兔子 三个 嗯 你生完孩子 就变回了兔子 晕了过去 最后一个生下来的 也是只小兔子 当时 还把亨宇长老给吓住了 那前面两个呢 都是正常孩子 是两个儿子 最后一个是女儿 长得很好看 当时你们都变成了那样 我一时心急 就把生物给你的灵药 抹了一些给小家伙 他就变化了一次 你放心 我只给了一点点 让恒宇长老检查他身子之后 他就立刻变了回去 那两个孩子 让成儿和奶娘抱去了偏店 舅舅和林月他们 都进宫探望了 这小家伙 不好让人知道 我和恒宇长老商议过后 以他身子雷弱为由 留在了这边 云素音这才留意到 不远处摆着个大大的摇篮 我去看看 来 你别起身 我去把他抱过来给你看 让成儿把那两个小家伙也抱过来 好 怎么这么丑啊 不丑的 很漂亮 小兔子刚出生时 都是这样 要等两三天 毛发才能长出来 到时候 就变得毛茸茸了 云素音凑近 小心亲了情 就见小家伙耳朵抖了一下 发出细细的哼唧声 真可爱 君九渊 渊渊渊对于云素音善变的心态 表示没有半点意义 他只是满眼纵容地 瞧着妻子逗弄着小家伙 等成儿和夏侯 抱着另外两个奶团子进来后 云素音才把小女儿 交给了夏侯渊抱着 自己则是去看那两个小奶团子 夏侯渊声瞧着 君九渊手里的小家伙 稀奇得很 向腰碰碰小兔子 还没靠近 就感觉到身上一冷 抬眼就对上君九渊 满是警告的目光 手不想要了 夏侯渊声无语 他兴兴然地将手收了回来 扭头见云素音满脸稀奇地 瞧着那两个小团子 他乖绝地转了话题 陛下 您替三位小殿下 想好名字了吗 君九渊看向云素音 云素音直接把问题又抛了回去 你替他们取大名 我来取小名 哥哥叫汤圆 弟弟叫田官 小姑娘嘛 名字要可爱些 叫糯糯吧 糯米团子的糯 承儿和夏侯温声无语 这起的什么名字啊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是在说吃的 君九渊文言 却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的 他低低琢磨了片刻 就说 两个男儿叫诚意诚安 希望他们将来能够性情坚毅 有担当 又能安稳一生 至于诺诺 叫新尧 希望他能欣然自在 快乐逍遥 你这可是重女轻男 穷养儿子 抚养女 男孩子嘛 摔摔打打的正常 女儿 就该骄养着 夏侯温声 他们也是 不由替两个 刚出生不久的小殿下 觉得心疼 这才刚出生 就碰上了个 重女轻男的轻爹 就看到那密室中间 停放的那个 白玉水瓮之上 悬浮着一团 浓郁的金光 而那金光之中 竟是已经形成了 若有似无的龙形 他们入内时 仿佛惊动了里面 那金龙 抬头朝外看了一眼 周围的气云 就狂涌而出 卷起一阵飓风 赫连亭他们 更是险些 直接跪了下去 金 就见 那水瓮之中 仿佛有雾气 化作双手绕了上来 将金龙团团围住 而密室之中 原本四起的狂风 也停歇了下来 赫连云天他们 都摊在地上 云素音看着眼前 这一幕时 有些疑惑 他记得 那欲望之中装着的 是镇守之地的 天魔魔器吧 那金龙虽然不知道 是什么 可刚才并没有 伤害他和军九渊 想来应该是跟 大夏国运有关的东西 可那欲望之中的魔器 居然能镇压 国运之物 这是 这是大夏国运 圣巫上前 站在欲望前 看了片刻 才笑着说道 我一直都知道 王朝气韵 绝非一国一族可比 可也没想到 居然能够到化灵的地步 这气韵之力化形之后 便会慢慢生出灵质 若不压着 他是不会心甘情愿 将自身力量借给旁人 似乎是知道 云素音他们疑惑 他声音轻快地解释 这法器之中 存储的是 镇守之地的魔器 气韵之力 能够镇压他 他自然 也能短暂成为 束缚之力 困住着 气韵化形之物 这东西 怕是已经生灵了 有了自己的意识 就不再愿意 臣服于人 好在我提前来了 否则 若是再等上三个月 想要从他手中夺取国运 就难了 现在得尽快完成戒运才行 云素音看着被包裹在黑雾里的金光 总觉得心里有些不舒服 戒运之后会伤到他吗 当然不会 你看之前戒运大禁的时候 可曾伤过大禁国运 这东西本就是王朝气韵所化 只要王朝凡胜不灭 他就会一直存在 云素音文言 这才神色微缓 他莫名的 就是不想伤害到眼前这东西 而且刚刚 隐隐瞧见这团金光的时候 让他想起了体内那个小家伙 两个都是金光灿灿的 而且 那小家伙自打从巫族回来之后 就陷入了沉睡 虽然一直能够感应到他在体内 却没再出来 接下来要怎么做 跟上次一样 等我稍后去除这戒运阵法 跟赫连父子的关联后 你们再将血滴入就行 开始吧 圣巫立于御翁之前 伸手一扶 似翁中雾气便快速翻滚起来 而几乎在此同时 赫连亭和赫连云天都疼得惨恨出声 而那御翁中发出一声清响 圣巫便朝着他自己的万间划去 鲜血直接落在御翁之中 他的血浸染了黑雾之后 那雾气便也凝郁起来 随之为黑雾包裹的金龙 也疯狂地挣扎 过来吧 君九渊和云素音便齐齐上前 将血滴入瓮中 二人一言就想照做 却不想就在此时 那金光挣扎的越发距离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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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素音脑中嗡的一声 像是被什么冲击一样 有断断续续的声音传来 不要听他的 不要 他们死抬头 突然看到圣巫一双赤红的眼望 可心中一惊 猛地抓着君九渊的手 朝后一撤 就想退开来 可谁知道 原本安静站着的圣巫 却是眼急手快地 一把抓住二人的手 将他们强行朝前一拽 手中血迹 顺着圣巫的手 落入欲瓮之中 仿佛有什么 从体内快速流逝 云素音耳边 这传来仿佛贺连亭 惊恐的尖叫声 就眼前一黑 失去了意识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们怎么能 挣脱梦炎幻境 那明明是我用你们 心底最深的执念 勾执而成 你们怎么可能 挣脱得掉 他明明在二人体内 种下了梦炎种 也看到了他们心底 最深的执念 执念 谁告诉你 我的执念 是一个软弱蠢笨 会被男人欺骗的母亲 又是谁告诉你 我会执念于一个 辜负妻子 伤害女儿 卑鄙无耻的父亲 你当初在圣殿 知道我一体双魂 难道就没想过 这执念 根本就不是我的 蠢货 场中的金龙 被黑色雾气 吞噬缠绕 不要 欲望一碎 封隐之地就完了 你以为 我还会信你 而里面的黑气 也瞬间狂涌上来 怎么要朝着 云素音身上缠绕而来 而云素音 却是一掌 披在半空之中 直接将困负金龙身上的 黑气 强行劈散之后 那金龙 便猛地膨胀开来 圣巫踩叫出声 那金龙游夜之间 朝着云素音呼来 不过骗客 就将他身遭黑气 全部吞噬 然后 金光笼罩到云素音的身上 小家伙 是你吗 我 我 我人 那金龙快速变小 最后 竟是恢复成了巴掌大小 快速落在云素音尖头 朝着他脸上 轻蹭了蹭 而发出的声音 虽然不再如之前那般稚嫩 外貌也变化了很多 可他依旧看出了 金龙对他的依赖 他想吞噬主人魂灵 想要夺了主人肉身 稀释主人血脉 剑王朝气韵 炼化主人的身体 怎么 当年强占我母亲身体 后来夺他尸身 抢了圣巫的位置 夺了巫族和南越 大进的契约还不够 如今 又来觊觎我这具身子 死兔子 谁给你的脸 他恶狠狠地 一脚就踩在那圣巫胸前 力气大的 将他胸骨都直接踩断 你 他怎么知道 能像你这么卑鄙无耻的 这世上有几个 若圣巫真像是你这样 那巫族早就灭了 你搅乱巫族多年 如今还想要我的命 让我现在先了结了你 你不能杀我 我是你父亲 我知道域外的事情 你 你们带着这滴精血回去 将它送回司空一脉 这精血 自会在司空一脉的人中 挑选合适的人 来继承圣巫之位 既然有此物 我们明天就走 这么着急 你之前也说了 那人想要镇压国运时 抽取了所有曾经 身为媒介之人的 气血升级 当初在巫族时 整个灵修一脉 八成的人身上 都被他中了媒介 虽然我和廷儿已经没事 可是我还是有些不放心 这边有你们镇守 他也已经死了 不会有什么大事 我得确定 巫族那边没事 才能安心 而且圣巫的事情 也得告知族中 那些长老 封印之外的事情 告知族中 紧要的几位长老就行 他们打不开封印 也无需在意 会有人破坏 只是 最好别让他们外传 免得引起人恐慌 放心 我知道怎么做 不是要把他送去 镇守之地的封印里面 让他被天魔吞噬吗 那鬼地方奇奇怪怪 这死兔子的能力 更是说不上来 他本就是从眼灵界外来的 万一把他扔进封印里面 他反倒得了魔器滋养 再活过来怎么办 这世上 没有什么被错骨杨灰 更安全的 烧成灰了 天南地北一洒 任他通天之能 他也只能当个 无主的鬼兔子 他就不信 他还能兴风作浪 还想去域外之地吗 想 可不是现在 我们还有一辈子的时间 我想多陪陪三个孩子 也想陪你 好好看看这大下山河 之前 以为那封印随时会破 他们才会急着想去巫族 可如今 知道那封印稳固 他便没那么急切 他想好好陪陪三个孩子 看着他们平安长大 看着他们结婚生子 等到他们各有归属之时 他和君九渊 也形变了这偌大的天下各处 他们再去慢慢探索 那未知的地方 阿姨那情话 还是这么好听啊 你的甜蜜言语 总是张嘴就来 我有时候在想 是不是第一次见你时 你就垂眼我美色 故意跌进我怀中 想要招惹我 明明是他看他可爱 逮住他 就非说是他爱宠 只是 还没等他说话 君九渊就突然低笑着 将他用力抱入怀中 阿姨 谢谢你 谢什么 谢你让我遇见了你 谢谢他 能来到这个世界 谢谢他 能爱上他 他不愿去想 他是怎么来到这里 也不愿去想 明明是大夏国 运生出的灵 为何会出现在 云素因 曾经所在的 那个世界 他只相信 他们或许 是注定的缘分 所以 他才能带着他 来到这里 他这一生 最大的姓氏 就是遇见了他 永远陪着我 君九渊 低声难难 好 春有百花 秋望月 夏有凉风 冬拼雪 只愿 君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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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长在